顾伯源你不得好死 李宁乐听到外面棍棒落在贴身婢女桃花身上 腹中疼痛男人 一双丹凤眼恨意逃天 在他跟前 一男一女相拥 男人穿着一身巢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公主 琳琅是太子妃的贴身婢女 身份高贵 不能做妾 你那么爱我 一定愿意成全我的 对吧 说着 李宁乐被他请来的稳婆摁住 强行破开肚皮 挖出了孩子 他是被活生生痛死的 此后 李宁乐的灵魂站在虚空之中 一本名为《敌女为后》的书 在他跟前一页页翻开 他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被作者定下诡计 以恶毒女配的身份 到处坐腰 被穿越女主疯狂打脸 最后被自己挑选的驸马 暗害在后院 而他的死辈 已经成为太子的男主 轻松遮掩过去 这憋屈的行文 差点把李宁乐又气死一次 他心神剧烈 恨不得冲出书本和作者同归于尽 就在这时 那本书炸开 李宁乐猛地睁开眼 汗如雨下 疯狂喘着粗气 一双圆润的手伸进来 先贴了贴他额头 欣喜到了一句 太好了 公主的热退下了 李宁乐慢慢转头 对上桃花那张圆月般喜翘的脸蛋 稚嫩 鲜活 他不可置信地呢喃 桃花 是你吗 唉 奴婢在呢 桃花翘声声应了声 随即帮李宁乐起身 在他身后垫上软枕 又奔到桌边倒了杯热茶 吹了吹 等温度刚好 才端到李宁乐身边来 公主 您热毒入体怕是口渴了 喝些润润嗓子再吩咐 李宁乐微微低头 喝着水 眼底惊异一闪而过 他这是 重生了 好啊 真是太好了 老天有眼 让他重来一次 前世他因看清娘亲 在宫中百花争夺中 香消玉语 便打定主意 未来要找的郎君 可以没有显贵家世 但一定要能让他掌控 不抬小窃 不许有通房 他不要再过娘亲 那般凄冷心伤的日子 而当初他挑的驸马 落魄的世家公子顾伯远 亲口答应他 绝不纳妾 只许一人倒白头 结果等他携十里红装 嫁进顾家之后 李宁乐才知道 顾伯远心有一位白月光 偷偷养着藏着 企图等他怀孕之后 一切尘埃落定再告诉他 得知真相的李宁乐 愤怒至极 他是个极其好面的人 不想让外人笑话自己 于是带着贴身侍女桃花一人 找上了那个小妖精的家里 正面硬刚 结果在那地方 见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人 他的闺中好友 陈嘉宜 也是这时候 李宁乐才知道 顾伯远的白月光 居然是陈嘉宜的贴身侍女 叫琳琅 区区一个奴婢 顾伯远这不是打他脸 这特么是羞辱整个皇室 李宁乐气疯了 当场要撕了琳琅 却被陈嘉宜拦住 李宁乐十分吃惊 从没想过 一向和他穿一条裤子的好友 陈嘉宜为了一个侍女 驳斥了他 甚至高呼什么 真爱无罪的屁话 李宁乐和陈嘉宜 为此不欢而散 那时他想不明白 好友为何变化这般大 如今看来 这时的陈嘉宜 已经不是好友 而是那个所谓穿越女主了 这段插曲在李宁乐之后 鸡飞狗跳的生活中 不值一提 所以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却在死后看到评论区 才知道 读者对他的评价 这刁蛮公主好烦 以为普天之下接他妈妈 谁都得听他的 还有脸撒泼 嘉宜女儿受委屈了 赶紧绝恋 哈笑死人了 什么叫区区一奴婢 众生平等知不知道 要在现代 琳琅小可爱 不知道比你能干多少 脾气温柔 还能打理宅院井井有条 你一个只会吃喝完的米虫公主 除了身份 哪一点比得上她 女儿别和她讲道理 这种封建土著 吸血别人才有的好生活 怎么可能懂你温柔大爱啊 笑死这大婆嘴脸 她才是小三好吗 要不是她仗着身份逼迫 顾伯远怎么可能和她在一起啊 恶心死了 大家少骂两句了 作者给她这个古人 弄这种设定执念 也是有好处的 之后男主才会思考 三七四妾是糟粕 主动地和女儿一生一世 一双人了 这傻逼公主 就是我女儿垫脚十欧眼 谁能告诉我这件人公主 什么时候下线 李宁乐从小不爱读书 大商也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 他乐的自在从不学字 但那些奇异的字眼 仿佛能转换成画面和人生 连嘲弄的 愿读的语气 他都能真切感知到 气得他心肝脾肺都在痛 李宁乐从小到大 虽然母妃不受宠 但他因为长得漂亮 性格机灵讨巧 是众多公主中 最得父皇喜爱的 甚至父皇还曾说过 他最像他 若他是男儿 必要给他的太子当当 能当太子的公主 他求一个一生一世 一双人怎么了 皇帝能三公六院七十二妃 他这位有钱有宠的公主 要求驸马只有他一人 哪里不妥 他都没养面手 何况他从没逼迫顾伯远 是他亲口答应他的要求 他才求父皇下架的 若是大伤 有人敢这么辱骂他 少说也是一顿暴打 打得他们屁股开花 丢进大牢 被老鼠咬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霸道公主 以拳押人 但那群人 带着超脱之外的高高在上 触摸不到 也无法寻仇 让李宁乐心中一肚子火 没地方撒 气啊 素来娇惊尊贵的宁乐公主 生生被书外 这些人气哭了 泪珠大颗大颗低落 砸在水杯里 桃花心疼极了 劝道 公主公主 奴婢的好公主 可千万别哭了 你这哭的奴婢心都碎了 要是不痛快 咱们进宫求陛下 替您出气好不好 驸马太过分了 刚成亲多久啊 就在外头养外事 原来这时 他已经嫁给顾伯远了 李宁乐心底 扶起一抹浓浓失望 为何不能早几天回来 若是 罢了 能重来一次 已是极为幸运 何况 嫁过来也不耽误他 报复这对狗男女 不找父皇 桃花惊讶 为什么呀公主 如今只有陛下 能为您出气了 出气 想多了 李宁乐当初 就是没控制住脾气 得知顾伯远 居然敢背信 弃一样外事 冲进皇宫 闹了个天翻地覆 结果已经是 四皇子妃的女主 带着琳琅进宫告罪 以退为进 以一句以福为天 哪怕公主 也不得例外 把李宁乐噎了个半死 偏生父皇还认可了 训斥了他不懂事 身为公主却交金跋扈 容不吓人 如何做天下女子表率 还亲自下令 让驸马抬了琳琅为贵妾进门 不仅如此 女主还因此得了酸儒的大大赞许 称她是大商书得典范 名声大噪 而许多女儿家 更觉得她一搏云天 肯为丫鬟出头 是个鼎鼎好人 纷纷与她结交 为四皇子未来尚未 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之后 驸马和丫鬟的爱成了 感天动地的话本传奇 珍爱代名词 而要求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李宁乐成了不知所谓 跋扈杜夫的恶毒之人 插足珍爱 面目可憎 人人都笑公主疯癫善度 仗着身份欺负老实人 却还是没战胜宫里道义 笑死 一个大男人不遵守承诺 出而反而 哪一点沾宫里道义了 世人就是鱼不可及 李宁乐拿过桃花的帕子 狠狠擦着脸 这次他不会便宜了 他们得了名声 又成全了那对狗男女 也不能再哭 那群人巴不得他哭 最好像他们说的那样 如那个陈嘉宜一般 变得支去手里 接纳自己丈夫三妻四妾 最好丈夫在和小妾颠乱捣缝的时候 他在背后帮忙一起推屁股 李宁乐无语撇嘴 一个来自那么先进时代的女子 脑子却比他这个古人还封建 离谱 何况 陈嘉宜的那个男主 最后不也和他一生一世一双人了吗 不在意的话 你有本事 让他抬女人进门啊 双雕狗 第二章 上门捉奸 或许是劲过去了 又或许是重生一次的李宁乐 强大了不少 哭了一会 便止住 桃花见状 又一阵感谢佛祖感谢菩萨 逗得李宁乐一笑 前世自己身边丫头中 桃花性子最烈 也最单纯护主 得知驸马外头养了个女人 她比自己还生气 拿了个棍棒就要杀过去 说要打死那个魅人护主的狐狸精 李宁乐那会 虽然很生气 却知道问题关键出在顾伯远身上 所以先找了顾伯远质问 结果这个卑鄙无耻不要脸的狗东西 居然不承认 不仅不承认 还把漏了消息的下人当场打死了 来了个死无罪证 李宁乐虽然长在深宫 却也第一次见到下人被活活打死的场景 而顾伯远当时神色很利 和以往温和儒雅模样大不相同 吓到了他 之后 他病了好几日 等大好之后 满街满巷 传出他暴虐打杀下人的消息 加上这时又收到顾伯远去了琳琅那的消息 烈火烹心 李宁乐一怒之下冲进皇宫 闹大了此事 却不想公道没讨回来 自己名声更差了 想到这里 李宁乐一肚子火 吩咐桃花 给他再倒一杯温凉些的茶水 一眼下 等心头好受些才问 顾伯远在哪 桃花闽纯 公主大病出狱 要知晓驸马李府三日 怕是又要伤心 郑愁出不知如何开口 春菊从外匆匆进来 脸上带着惊慌 公主 不好了 外头传您暴虐成性 一言不合 打杀下人 桃花大惊 怎会如此 侯府之事外头如何知晓 再说这件事 和公主有何干系 分明是驸马不对 定然是府里那位继婆母搞事 他巴不得咱们公主和驸马不顺 传出不好名声 好叫他生的那个 夺了驸马爵位 未来好继承侯府 春菊恨恨说道 富儿又红了眼圈 气声道 公主 您可知 驸马这三日在谁呢 春菊 桃花想阻止春菊别说 但又不敢瞒着李宁乐 只能由着他 道出顾伯远 住在琳琅那里的追星消息 呵呵 出乎二人预料 李宁乐一点没有生气 愤怒的迹象 反而笑了起来 果然 消息来了 公主 桃花心疼上前 扶着李宁乐 您要哭就哭出来 千万别憋着伤了身子 我当然不会憋着 李宁乐笑着说 上辈子他会愤怒 会伤心 现在却不会了 他只有满腹恨意 等着把顾伯远 琳琅这对狗男女 千刀万剐 为他 为他那个尚未出世 便被害死的可怜孩 报仇 他们想要自己闹大 这件事是吗 好啊 成全他们 桃花 背马车 我要出门 公主要去哪 捉奸 承熙 大商都城第二繁华区域 这里房屋寸土寸金 琳琅就被安置在 这其中一间三进三出的小宅院 和侯府只隔了一条街 很近 马车上 李宁乐陷入回忆 顾伯远是昌伯后嫡子 昌伯后到这一带已经落寞 朝中不闲 只留个爵位空撑架子 银钱方面并不宽裕 听说到了用侯夫人嫁妆的地步 嫁来钱 李宁乐从自己私房 拿了许多古话真丸 交给顾伯远 让他充当聘礼 免得丢人太过 当时他感动极了 然后扭头给琳琅买了一套宅子 把他养在里头 小日子过得 比许多小官正妻都滋润 李宁乐想给顾伯远鼓掌 合着他的外事 还用他的钱来养 真想问问 他俩颠缆捣缝的时候 用不用他帮忙助推 毕竟软成这样的人 不多了 殿下 到了 外头 公主清兵队长林诺出声 李宁乐撩开马车上的玉帘 便瞧见了这处金屋藏胶之地 不愧是城西宅子 院落雅致安静 周围人家非富极贵 路边两侧百姓都少来这里 怕是一会有热闹都瞧不见 这怎么可以呢 戏台子 须有观众才热闹 还得客满才行 李宁乐吩咐林诺 想个法子 把大街上的百姓引过来 多隐些 林诺不问为何 直接应声 遵命 李宁乐又吩咐 桃花 下去叫门 不开就强闯 拦了就打 奴婢遵命 桃花跳下马车 直奔大门 春菊想拦 没拦住 只得焦急道 公主这是要作甚 桃花性子向来没轻没重的 万一闹大了 您清玉不保 公主何必为这种烟砸小人 叫人瞧了热闹 李宁乐淡淡道 难道本宫不闹 鸣声就好听了 大街小巷传本宫 恶毒霸道 暴虐成性 本宫就恶毒给他们看 春菊震惊瞪大眼 公主 快看 人出来了 春菊赶紧扭头 只见一席月白色锦袍的顾柏远 带着一位白衣女子 怒气冲冲出来 何人再次放肆 待看青桃花之后 面色大变 惊恐抬眸过来 公主 您怎么会来此处 李宁乐并不理会 听得公主来了 这白衣的琳琅 吓得就想往回跑 桃花一箭步冲过去 拽住她头发往回拖 你跑什么 怎么敢勾搭驸马 却不敢 让公主瞧瞧 你到底 是谁家不要脸的小姐吗 啊 琳琅发出淒厉尖叫 边挣扎护着自己的脸 边求救 伯远少爷救救奴婢 放肆 顾伯远面色一冷 赶紧回护琳琅 伯远少爷 桃花故作惊讶退开一步 而后大呼 琳琅 怎么会是你 你一个丞相府嫡女的贴身丫鬟 居然成了我家驸马的外侍 你的小姐和我家公主 可是最好的朋友 你却爬了驸马的床 驸马 你和公主刚成亲几日 便养了外侍 你对得起公主吗 琳诺身后跟着一群百姓刚到这 就听到桃花这一嗓子 人群炸开了锅 被这大瓜惊呆了 天呐 驸马刚成婚就养外侍 胆子好大 这外侍身份 还是公主归中好友的贴身丫鬟 公主太惨了眼 这有什么 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 外侍虽然不好 但想来是公主不大度逼的驸马 出此下策 这话刚出 有人不同意了 你这话不对 公主和驸马刚成亲不久 便是寻常人家台人也没这么快的 驸马这么做 完全是不把公主放在眼里 更有藐视皇室嫌疑 此话一出 顾伯远脸色变了 藐视皇室这个罪名 他可担不起 桃花 身为公主婢女怎可胡言 怪不得公主与我不亲近 想来都是 你在嚼舌头跟 说着 他一剑步 上前到马车前 公顺弯腰 十足贵公子 温雅好脾气的模样 公主 您弃我依我都可以 但请千万别为此 又害了一位无辜者 可好 马车内的李宁乐气笑了 顾伯远还真是无耻 他是在暗示别人 自己打杀了下人之后 又要害他和琳琅了 隔着晃动的玉帘 李宁乐对上顾伯远 表面温和实则深沉的视线 眸光穿过 他落在身后 被桃花扭打的琳琅身上 此刻他狼狈万分 哭喊着求饶 公主饶命 这是个误会 公主 不是这样哪 上辈子他闯入宅邸 五百姓看戏的时候 琳琅躲在顾伯远怀中 娇柔低气 梨花带雨地求他成全 而他震惊与陈嘉宜 站在他们那边 心痛 愤怒 直冲脑门 转身进了宫 这次不会了 驸马言之有理 林诺 属下在 顾伯远见状微微起身 脸上挂着和煦笑 便听得马车中的公主 冷冷下达命令 驸马对本宫不敬 这仗则二十 就地行刑 第三章 给女主赛侧飞 顾伯远笑容僵硬 不可置信看向李宁乐 公主这是何意 以下范上 打你二十有问题 李宁乐凉凉开口 不是说他暴虐成性 一言不合就打人吗 如他所愿 顾伯远傻眼了 林诺上前一步 摁住顾伯远 清兵搬来长凳 拎着成年男子手臂粗的棍棒 拖在地上 发出刺耳的声音 顾伯远如梦方醒 连声道歉求饶 公主 是我失言 请您恕罪 饶过我这一次 仗则二十 受伤是小 丢脸是大 今天要被公主当街仗则 明天就会成为全京城的笑话 他可是昌伯侯之嫡子 虽然他现在求饶 已经很丢人 但怎么也比被仗则好 打 马车内传来女子冷漠无情的娇和 顾伯远被摁在长凳上 仿佛一条案板上的鱼 疯狂挣扎 不远处的琳琅 吓得面色苍白 想求饶 又不敢触眉头 百姓们瞧着热闹 第一次看到驸马被打 真新鲜了 棍子扬起的刹那 宅院大门又一次打开 一位这淡青色长裙的女子 扶着丫鬟匆匆走出 见到这一幕 急忙喝止 住手 顾伯远眼睛一亮 抱着长凳努力回头 似黄子妃 小姐 舅舅奴便 琳琅哭喊着 马车内 李明乐勾起唇角 终于啃出来了 我们的女主 身为女主 陈嘉宜自然长得好看 眉若远待 气质典雅又大方 站在门口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百姓们惊叹 不愧是黄子妃 长得真是好看又大方 陈嘉宜对于众人惊叹 习以为常 小姐 琳琅见她拧眉 赶紧改口 四皇子妃 奴婢 她小脸苍白 眼中惊惧慌乱 无事 先扶驸马起来 琳琅定了定 小姐是四皇子妃 又素来和公主关系好 她出面 自己想来没事了 说不得 还能借此过了名路 进门 伯远少爷 奴婢扶您起来 顾伯远伸手 被林墨拍开 威猛的轻微汉子 一板一眼 须得公主下令 顾伯远气得俊脸通红 尴尬又屈辱 只得求救的看向陈嘉宜 陈嘉宜抬眸 看向李宁乐的马车 眼底疑惑 要以往 见到她在 李宁乐必然立刻下马车 与她说话 亲热 如今却毫无动静 任由驸马和她 被人围观 难道是因为琳琅迁怒到她了 这未免过了 琳琅和顾伯远的事 她也知道没多久 怎么能怪她头上来 不过想到原主记忆里 李宁乐的性子 她见怪不怪 被宠坏的公主罢了 陈嘉宜叹气 任命开口 宁乐 发生了什么 值得你如此大动肝火 马车中 李宁乐终于等到陈嘉宜 慰问完丫鬟和她的驸马 放下茶盏 由春菊扶着出了马车 却没下车 而是站在马车之上 她一出场 在场百姓都觉得 世界亮堂了一下 燕红的宫装 配上富贵至极的金钗 炫慕到他们 看不清公主的脸 但单就那通身富贵气质 足以让人膜拜 有人自发跪地 护公主千岁 陈嘉宜目光扫过李宁乐 满头金钗 低谋掠过一抹潮 这位生在皇族的公主 美眉打扮都是金灿灿的金士 衣着也多是大红大紫 这等艳俗之色 实在俗气 暴发护行径 也只有这群没见过世面的百姓 会对此顶礼膜拜 李宁乐不用看就知道 陈嘉宜一定又在心里 高高在上地评价自己了 他不在意 直到 哦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驸马背信弃义 背着我养了个外事 本宫不高兴 打他一顿 陈嘉宜按道果然 这公主着实被宠坏了 哪怕他贵为公主 又如何能当众打自己的丈夫 将三长五纲丢在一边 太无脑了 他知道自己做的事 会引来多大的风波吗 宁乐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该当街折打驸马 与理不合 罢了 自己提点一番 也算全了原主情意 来了 女主的礼仪廉耻教唤 动不动就夫为上 夫权是天 夫权是地 唯有女子本身是狗屁 李宁乐反问 驸马已下范上 本宫打他 哪里与理不合 陈嘉宜端庄秀气的梅一辰 他毕竟和你夫妻一体 你打他 难道不是打自己吗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此言一出 周围百姓纷纷点头声援 四皇子妃说得没错 公主此举的确跋扈 不给夫君颜面 虽贵为公主 但嫁去夫家 就得以夫为天 哪有不给那些还打人的 粗俗 霸道 一点女的没有 我要是顾家少爷 我才不会伤公主呢 这哪里是娶夫人 分明是娶了个祖宗回来 顾少爷真真可怜 哟 这是用夫妻荣辱与共 来道德绑架他呢 要以前的李宁乐 怕是真的会考虑名声脸面 但现在 抱歉 死了一次的人比较疯 担待吧 担待不了 受着 本宫是公主 是君 他是驹马 是臣 他犯错 本宫教训 谁敢笑话本宫 一顶君臣帽子扣下 嬉笑看热闹的百姓们纷纷安静 脚舌头跟得赶忙闭嘴 生怕被公主清兵带到 陈嘉宜心头一梗 竟无言以对 古代就是如此封建 皇权至上 压倒一切 自己最讨厌也最无奈 今日怕事难以善了 他深吸一口气 宁乐 即便你身份贵重 夫妻知道 本就该公顺婉约 对丈夫体贴懂事 不能因为你身份 便跋扈欺辱人 顾少爷好歹也是勋爵之后 再者 琳琅和顾少爷 比你相识在前 二人真心相爱 即便入府邸 也是居你之下 如何不能大度点 难不成非要逼死琳琅吗 李宁乐笑嘻嘻 你这么大度 不然把琳琅接回四皇子府 叫四皇子给琳琅的侧妃当当 宁乐 你这说的什么话 陈嘉宜眉头紧皱 不悦道 琳琅是和顾少爷有意 为何要扯进四皇子来 为免太虎脚蛮缠 因为你之前和我说过 身边的丫鬟 将来会和你一起嫁入夫嫁 做姨娘替你雇宠 怎么嫁到四皇子府 这话就不算了 是嫌他们身份低吗 陈嘉宜面色一变 这话不是他说的 是袁琅说的 但这是袁琅与李宁乐的私房话 他居然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暗得什么心思 是觉得自己会不承认吗 小瞧他了 他虽然是穿越来的 但从没奢求过 现代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清醒着呢 当然不是 若四皇子愿意 我自当分忧 陈嘉宜淡淡开口 端庄大方的模样 引来在场男人们倾慕的目光 李宁乐不可置信看着他 突然笑出声 太有意思了 他站在马车之上 可以一览无遗下方人的各种表情 所以 刚刚他清楚看到 陈嘉宜说完那话之后 他身后两名丫鬟的眼中 迸发出何等身材 不愧是清醒脱俗的穿越女 如此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的挖坑王 李宁乐感动极了 既然如此 本宫 今天在这做个见证 先叫韶药做个侧妃 还不可投信恩 被叫到名字的一个粉衣丫鬟 扑通一下跪地 行了个大礼 奴婢谢似皇子妃 谢过公主殿下大恩 还叫什么奴婢 该改口了 韶药机灵改口 是 平切明白 陈嘉宜愣住了 第四章 这一顿打到底没拦住 什么情况 说凌郎和顾伯远的事 为什么给他的夫君 纳了个侧妃 何况侧妃 那可是要上宗室御谍的 一个丫鬟 身份哪里够得上 虽然他心中韶药 与他没有什么不同 但这是在古代 等级森严 只看家世权贵的古代 怎么 四皇子妃觉得不妥 是觉得韶药身份 登不上大雅之堂 做不得侧妃吗 宁乐公主 我们在讨论你和驸马的事 频频扯到四皇子府是为何 察觉出李宁乐恶意 陈嘉宜生气了 不再喊宁乐 而是加上了公主二字 他冷淡开口 四皇子府的事 不劳公主操心 我们还是说回 驸马和琳琅的事吧 懒得说 直接进宫问父皇 让他才夺好了 陈嘉宜和顾伯远 脸色大变 公主 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与琳琅根本没什么 不过是他勾引我 但我没从 伯远少爷 琳琅错愕震惊 双目喷泪 哭倒在地 顾伯远 陈嘉宜怒火冲天 没想到顾伯远 居然这般担不起责任 枉费琳琅真心付出 还有李宁乐 琳琅如此孤苦 身份低微 不过求一个入门资格 他便喊打喊杀 一言不合 要闹进攻 若是之前 陈嘉宜肯定不会拦着 甚至能借此参他一本 帮琳琅一把 但李宁乐刚刚的话 让他明白 自己的打算行不通 扶权再高 也高不过黄泉 到时别说顾伯远这个驸马 便是四皇子府都得倒霉 四皇子本就不受宠 自己不能为了一个丫鬟 连累了他 所以再愤怒 陈嘉宜也憋住了 宁乐 何必如此 你若不愿 没人逼得你去 罢了 左右这是你的家事 我不该管 本以为我们是朋友 能劝你一劝罢了罢了 他看向琳琅 叹气 琳琅 你好自为之 四皇子妃 琳琅想不到陈嘉宜也放弃他了 一时间悲从中来 四皇子妃您救救奴婢 求您了 陈嘉宜心头很难受 可又没有任何办法 李宁乐这个公主 不仅跋扈 而且恶毒 还很疯 干什么哭哭啼啼 好像本宫要杀人似的 琳琅哭声一顿 满怀期待看向李宁乐 公主 奴婢谢过 您的大恩 谢谢公主 谢谢公主 他疯狂磕头 此刻他也不求能进门了 只想保住一条命 陈嘉宜目光怀疑 他可不觉得 李宁乐要放过琳琅的意思 驸马说 一切都是你勾引 你可认 这 琳琅犹豫 他和博远少爷 是在四皇子府认识的 一开始 他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只觉得这男子 有一副温雅的好相貌 气质拙然 对视奴婢的他 都很温柔 而那时一直说 嫁人会抬他们进 故业房里的小姐 忽然失忆一般 不再提以前的话 琳琅难受间 遇到主动贴上来的 博远少爷 不可避免心动 只没想到 博远少爷 一边和他谈情说爱 一边被赐婚上公主 还是深得地宠 和他家小姐关系 极好的宁乐公主 琳琅绝望了 郁郁寡欢 小姐看出他的不对 问了他 琳琅没敢瞒着 哭哭啼啼说了实话 本以为小姐 会大骂他 不知廉耻 将他发卖 没想到 小姐只是很淡然地 欧了一声 没罚他 也没发卖 甚至还说了一句 宁乐是我朋友 但你更是和我从小 一起长大的 如果你能找到幸福 我支持你 但你得想好 驸马的切不好当 有了这句话 琳琅抖生出 无穷追爱的勇气 奴婢不怕 只要能和博远少爷在一起 什么都愿意 怎么不说话 李宁乐见 琳琅神色变幻 扫过顾博远 又扫过陈嘉怡 很清楚 他在想什么 只不过当不知 琳琅连忙道 回公主 奴婢没有 剑壁胡说 就是你勾引的我 不过是我不从你边 攀咬记恨于我 今天公主会找过来 也是你做的吧 还有之前 故意派人透消息 给公主 也是你做的对不对 顾博远扯着嗓门怒吼 那眼神 凶狠地能吃人 琳琅没想到 自己的秦郎 会如此污蔑他 奴婢没有 奴婢说的句句属实 奴婢如此卑微的身份 怎么可能有能力 把消息递到公主跟前 还有这宅子 琳琅指着身后三进宅院 置地有声道 奴婢买不起 剑壁赶 顾博远恨不得弹起来 然而 刚起点身 就被林诺摁回长凳之上 他抱着长凳 努力表忠心 公主 我心里只有您一人 放不下其他 琳琅这个剑壁 为了挑拨我夫妻二人的感情 您千万不能信啊 顾博远有一张好皮囊 温雅俊秀 皮肤白皙 当初李宁乐 便是先瞧中他的皮像 载着人打听他的家事 如今 看他仗成紫色的猪肝脸 严控的李宁乐 嫌弃万分 怪不得昌伯侯府 落魄到跌出贵族圈 这德性 简直辣眼 公主奴婢没有挑拨 奴婢句句属实 公主 我是真心的 您别信了贱人挑唆 奴婢有证据 奴婢和他认识 陈嘉宜明白了 李宁乐好险恶的用心 以死亡 压迫二人反目为仇 将真心之人践踏 更让他之前 对琳琅和顾博远的支持 陈嘉宜面上 表情不比在撕逼的二人 好看到哪里去 够了 琳琅和顾博远的争吵停止 陈嘉宜看着李宁乐 深吸一口气 何必如此折辱 公主不如给个痛快 哦 不拦了 那灵诺 继续吧 李宁乐笑嘻嘻一挥手 遵命 陈嘉宜心头一梗 兜兜转转 他还是没拦住 不仅没拦住 还被李宁乐羞辱了一通 李宁乐挥秀坐在桃花般来的软凳上 声音清脆快乐 打 公主饶命 四皇子妃 救救我 陈嘉宜闭上眼 走 啪 啊 公主饶命 啪啪 哎呀 公主饶命 林诺每一下都控制了力道 保证打不死驸马 还能让他吃尽苦头 李宁乐听着这肉被打烂的声音 拖着腮一眨不眨地看着 唇角带笑 而眼睁睁看着顾博远被打得皮开肉绽 琳琅苍苍白着脸 想晕又不敢 二十棍打得很快 林诺 公主打完了 驸马晕过去了 这个丫鬟也是 待回府 公主的马车离开 百姓们没热闹可看自然散去 但今日之事很快会传遍京城 远处 一辆马车落下围长 旁侧骑马的长随 收起张大的下巴 不过半年未回京城 公 怎地如此彪悍了 这般折腾不怕又吃亏吗 不过这驸马的确过分 才澄清 几日就闹出外事来 被打死都活该 他回头看向马车内 压低声音 家主 咱们回京是为了给公主送成婚礼的 这里 还送吗 宁乐公主和驸马闹成这样 这回成婚礼 送过去 怕不是恭贺 是天赌 送 从内传出一道清冷如碎玉的声音 长随立即道 是 第五章 她是公主 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昌伯侯府 李宁乐下了马车 一位婆子过来 公主 老夫人 侯爷在金河堂等你 知道了 李宁乐白手 先回院子换套衣裳 春菊为她梳妆 担忧道 公主 老夫人她们 怕是来问罪的 她们还敢问罪 这件事 分明驸马里亏 桃花愤愤道 春菊 话是这么说 但公主当中仗责 差点把驸马打死 老夫人速来疼爱驸马 这次肯定要闹腾 公主 一会您还是软一些 道个歉 凭什么 桃花不服气 驸马做出这等没脸没皮的事 公主打她一顿 算仁慈了 还给他们道歉 我呸 没错 我呸 李宁乐笑名尼附和 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 上辈子 父皇贬斥自己 琳琅以贵妾入府 李宁乐恶心又愤怒 是驸马顾伯远跪在地上 向他发誓 说一切只是意外 叫他信自己 以后不会碰琳琅 当时自己将信将疑 之后 顾伯远果然遵守诺言 长达一年没去琳琅那边 一心守着自己 慢慢的 李宁乐和他关系 逐渐回温 偏偏这时 老夫人不乐意了 认为李宁乐仗着身份 霸占他的孙儿 太过霸道 他故意抬举琳琅 多次当着自己的面 撮合琳琅和顾伯远 张口闭嘴 就是为传宗接代 顾伯远无奈 却依然遵守莫言 但老夫人并没有放弃 对外传出了 他汉虎凶狠的名声 还在一次宫宴上 故意说了出来 害得李宁乐 又被父皇一顿骂 收走了给他 最大最富饶的封地 所以 在李宁乐这里 老夫人就是个老脚屎棍 当然 老脚屎棍 也比虚伪豺狼般的顾伯远好些 毕竟老脚屎棍 只是乐于给他添堵 顾伯远是要他命 李宁乐收回思绪 找个大夫给顾伯远至一致 别让他死了 公主放心 金和堂 侯府老夫人王氏 捏着佛串 万分不满 这个宁乐架子太大了 回来不第一时间来我这里 居然回去换衣服 把我的远根打成那样 他还有心情换衣服 公主又如何 嫁来我顾家就是顾家的人 公顺孝敬 以父为天 他是一样没学会 担心老夫人口不择言 侯夫人临时赶忙劝道 老夫人别生气 公主毕竟金枝玉叶 你闭嘴 老夫人重重拍了下桌子 喝道 你当然不在意 远根不是你的亲子 你巴不得他死 老夫人 媳妇没这意思 远根虽不是我亲生 但是我亲姐姐的孩子 我怎能不心疼 只是公主毕竟是公主呀 侯夫人临时弱弱一败 眼圈微红 看向一直不说话的侯爷 侯爷 顾侯爷见娇妻委屈 心头一软 赶忙把人扶起 母亲 这是与林氏何干 您要怪还得怪公主没个为妻的样子 公主驾到 外间传来婆子传唤 顾侯爷赶紧闭嘴 回身坐在位置上 老夫人冷冷看着 踏入房中的李宁乐 狠狠拨弄佛珠 侯夫人端起茶盏 抿了一口茶 见过老夫人 婆母 公公 李宁乐在中央站定 微微汗手 桃花上前一步 擦拭座位 等擦拭完 李宁乐直接入座 老夫人狠狠拧起眉头 宁乐 长辈没说话 你就自作主张入了座 宫廷的规矩怎么交的 李宁乐抬头 老夫人找本宫来合适 态度嚣张 毫无悔意 且压根懒得回她的话 老夫人气得直拍桌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可是你的长辈 不说 那本宫走了 李宁乐起身就要走 老夫人和顾侯爷急了 你站住 李宁乐如他们所愿 站住了 重回位置坐下 你把远哥怎么了 他现在在哪 老夫人此刻也不好拿桥作态 只得问自己最关心的事 李宁乐捧起茶杯品茶 身后桃花上前一步 回老夫人 驸马对公主不敬 仗子二十 打完了 在前院休养了 什么 仗子二十 老夫人差点昏过去 二十棍 她的孙儿不死也得半残 李宁乐好狠的心 当初就不该让孙儿娶了这个泼妇 你身为妻子 怎可打自己的丈夫 老夫人指尖颤抖 想直呼李宁乐的名讳 又不敢 李宁乐双手一摊 为什么不可 本宫是公主 老夫人气得倒养 公主就能欺负人吗 公主就能不分青红皂白 打自己丈夫吗 还有没有王法天理了 婆母 婆母你顺顺气 顺顺气 侯夫人临时上前一步 轻抚老夫人后背 一边为她顺气 一边柔柔开口 公主 老夫人到底是长辈 您且顺着她些吧 李宁乐 本宫很顺着啊 老夫人问什么 本宫回什么 哪点不满意 啊 是打了驸马吗 但她没死啊 老夫人呼吸更急促了 一双老眼 恨不得吃了李宁乐 灵师赶紧继续为她顺气 目光求救 看向顾侯爷 她顶不住了 老爷你上啊 顾侯爷怕自己母亲 被李宁乐气死 自己的小娇气又不顶事 家里只有 她这个顶梁柱了 她清了清嗓子 宁乐呀 你虽然身份尊贵 但嫁来顾驾 就得守顾家规矩 老夫人是你的长辈 你气了她 便是不孝 伯远是你的丈夫 她做什么 都有她的道理 我大商 自古女子以柔顺为美德 你贵为公主 更该为女子表率才对 大商重文轻武 昌伯侯虽是武将世家 但从顾侯爷这一代 便走了文路 考了十几年 只中了个秀赞 是以她一开口 就是各种酸掉牙的大道理 李宁乐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听公公这意思 是知道驸马养了外事啊 伯远是男人 男人三妻四妾正常 身为妻子 不主动为他挑选 何妾妾侍奉 已是有错 男人嘛 有谁不好色的 就说他后院 就有好几方小妾 要是临时像他这般善妒 早被他休气了 但李宁乐 毕竟是公主 顾侯爷缓和了语气 规劝道 伯远养外事事不太合适 但那也是顾及你 否则直接抬进府来 也说不出什么毛病不是 按公公的意思 本公还得谢谢驸马 体贴照顾本公的心情 李宁乐危险地笑起来 顾侯爷完全没察觉 李宁乐的危险 还煞有歧视点头 公主小得便好 等回去和伯远道个歉 再补偿他一些 这事便算过去了 那依公公之见 本公该如何补偿驸马 驸马如今复闲在家 公主身为他的妻子 该为他在朝中谋个职位 我乔宇临卫副留守 指挥同志位就不错 离家近 没什么危险 还风光 李宁乐一愣 仔细打量顾侯爷 神态不似开玩笑 天哪 他居然是认真的 他怎么敢的 羽灵卫和御灵军 负责守护皇城和皇帝 属于皇帝亲卫 大商众文轻武 武官被排斥出权力中心 在这情况下 皇帝亲卫 拥有超过以往武官们的权柄 风光无限 副留守指挥同志位 虽只是个副级 但品级从三 天子近前 这儿八经能参与正式的官职 顾伯远 一个落魄侯府少爷 一枚功名 二枚军功 只等着将来继承侯府 拿到的爵位 也要再降一级 靠着上公主 才能保住爵位不降的他 张嘴要赴留守 指挥这种实权的圈 她是公主 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第六章 气晕老夫人 成婚礼 李宁乐定定地看了顾侯爷 和他身后眼睛冒光的老夫人一眼 顾侯爷一把年纪胃口不小 张嘴从三平的官 也不怕给顾伯远压死了 你这叫什么话 他是驸马 皇帝女婿 与灵位是陛下亲位 由他来保护陛下最为妥贴 这也是 他替公主你孝敬不是 顾侯爷阵阵有词地说道 老夫人跟着点头 没错 宁乐 你虽然贵为公主有封地有封号 但你的孩子没有 远根儿好了 将来对你 难道有坏处吗 公主的封地 在其死后是会收回的 公主子嗣 想有封印将来 还不是得靠他家根 李宁乐是公主 但也仅仅是公主 顾侯爷 你现在为伯远正义的前程 未来他还你一个告命家身 李宁乐呵呵冷笑 告命家身 他疯了吗 超品公主不当去降级 做一品告命 何况 顾伯远会让他有命吗 上辈子副留守指挥 同志位这个位置 是父皇赐给顾伯远的 顾伯远比他爹顾侯爷聪明点 二十中了举人 但一直复闲 做了副留守指挥同志位之后 一下子成了香波波 李宁乐那几个皇兄 纷纷来拉拢走动 但顾伯远一副纯臣模样 皇兄们剑打动不了 便也没抢球 反正不结仇就是 谁也没想到 顾伯远早就是 男主四皇子的人 在李宁乐几个皇兄 为了夺敌互相残杀的时候 顾伯远和四皇子偷偷发育 然后惊艳了所有人 李宁乐被害一尸两命的时候 四皇子已经坐稳太子位 而顾伯远 作为他威末时期的坚定拥护者 被封了礼部侍郎 没过多久 父皇驾崩 太子继位 他又成了礼部尚书 位列百官前列 琳琅成了尚书夫人 得以加封一品告命夫人 从丫鬟到贵夫人 这是文中又一大爽点 再没人记得 顾伯远曾是驸马 落魄到绝位都不稳 提起他都换一句尚书大人 评论区读者们 更是喜笑颜开 把已经死了一年的宁乐 拉出来编尸 卧槽 好爽 杜富公主要是还活着 看到琳琅小可爱 被封一品告命夫人 怕是要再气死一次 身份尊贵又如何 还不是不得夫君宠爱 要我说李宁乐 哥谷带求一生一世 一双人太可笑了 他要是听女儿的话 别那么做 顾大人也不会下狠手 至少给他正妻体面 现在 命都没得了 而知晓后续剧情的 李宁乐 没入皇宫 自然掐断了 顾伯远的登云梯 不想 侯府的人 倒是又惦记上了 真是可笑 李宁乐放下手中茶盏 目光冷冽 一字一顿地吐出一句 一品告命 本宫不稀罕 没想到劝了半天 软硬皆失下 李宁乐还是断然拒绝 顾侯爷气得直吹胡子 老夫人更是怕拍案而起 宁乐 这不是你稀罕不稀罕的事 婆母 消气 消气 侯夫人赶紧又上前帮她顺气 老夫人却一把拍开她的手 怒骂道 没用的东西 除了会逮吧 嘴皮子 还有什么用 死皮赖脸加了我们顾家 还有小心思 要不是看着你姐姐的份上 我当初就不可能答应你入门 侯夫人临时低眉顺眼地苦笑 李宁乐冷眼瞧着老夫人指桑骂怀 小手指挥桃花把桌上点心搬来 老夫人骂了半天 发现李宁乐一句话不接 脸色如常 好像一点没听懂自己的愤怒 甚至还就着丫鬟递来的点心 吃了小半盘 老夫人心一梗 这是拿她当台子上唱戏的呢 还吃起来了 嗯 不错 这点心谁做的 赏 李宁乐很开心地吩咐了一句 桃花应了一声 从荷包里掏出一叠金叶子 赏给了老夫人屋内的所有吓人 众人谢恩 老夫人脸色铁青 还真拿她当戏子了 而且赏了所有人 却不给他们三个主子 成何体统 老夫人这边点心不错 本宫下次再来 李宁乐拍拍手起身 懒懒一拜 扬长而去 你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老夫人指着李宁乐背影 嘴唇直哆嗦 两眼一翻 终于是晕过去了 婆婆 母亲 身后传来乱糟糟的呼喊声 李宁乐没当回事 等回到宁之院 收到老夫人晕倒的消息 李宁乐 库房挑个百年老餐送过去 可以气一气 但礼貌还是要有的 是公主 春菊领命退下 没意会 林诺求见 这是什么 公主 这是公主母家 宁家送来的成婚礼 李宁乐一顿 赶紧转头 眼底带了一抹惊喜 林诺手里 拖着一长条形状的金丝南木盒 打开后 里面露出一把纯黑色的伞 伞上还有一封信 李宁乐意外地 先拿起那封信 拆开 只有三个字 瘦骨散 铁画银钩的字体 可以看出书写的人性格强势 这是叶勺写的吧 李宁乐只看字就知道 写字的人身份是谁 叶勺 宁家目前的代家主 他外祖父培养的继承人 外祖父宁愿是商人 一辈子 只得他母妃一女 疼爱得如猪四宝 母妃小时 外祖父就打算好为他坠婿 一直物色人选 不想遇见了微服私访的父皇 被他看中带入宫廷 深宫凶险 外祖父一边担忧 一边努力搞钱 想让母妃过得好一些 但帝皇的情爱 总来得快 去得也快 母妃很快失宠了 靠着外祖父的钱财 在深宫过得倒也不错 只可惜 母妃一颗心在 父皇身上 钱财不能抚平他的爱恨 母妃郁郁寡欢 最终撒手人寰 母妃的去世 甚至没让父皇记起 他的名字 却让外祖父去了半条命 要不是有他的存在 怕是当时外祖父就撑不住了 担心自己死了 外孙女被欺负 宁元收养了一批孤儿 一个个调教 最终确定了夜韶 作为宁家未来长多手 对夜韶要求 就是保证李宁乐需求 只要他要 想尽办法满足 虽然是这么说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夜韶并不喜欢自己这个小主子 这一点从他每次 只差人送东西 连京城都不来一次 可以看出来 李宁乐只在小时候 见过他一面 记忆中是个冷漠少年郎 仿佛别人欠他钱 公主 这伞好漂亮啊 李宁乐回过神才发现 自己已经打开了那柄瘦骨伞 伞骨触手温润 伞面上勾勒着漂亮的牡丹 红烟烟的 极为喜庆 李宁乐一眼喜欢这把伞 只是 他记得上辈子宁家送来的 成婚礼貌似不是这个 第七章 驸马得卧床三月 小伤了 想了一会 实在没想起来 李宁乐懒得想了 反正不重要 顾伯远死了没 桃花 嗯 没有 大夫说得卧床三个月 居然才三个月 林诺 你手软了 林诺拱手弯腰 属下不敢 属下烧了点力道 是怕把驸马给打 死字被他及时收住 他道 属下该死 行了 你做得对 一次性打死了本宫还怎么玩 得慢慢折磨才有意思 琳琅呢 林诺一板一眼 按您的吩咐 把人投在驸马院子里了 他一直在哭 桃花睁大眼 公主怎么能把那小蹄子 放到驸马身边 这不是 给他们创造机会吗 李宁乐默然一笑 怎么样 你家公主我好吧 桃花眼圈一红 公主便是不这么做 也是世上最好的公主 您这样 不是让自个委屈吗 这有什么 最委屈的 他都尝过了 上辈子因为听信了 顾伯远的保证 李宁乐原谅了他 结果在自己怀孕后 他终于露出了獠牙 一次次要他为他的仕途 撒钱扑路 等算计得差不多了 又买通了稳婆在自己生产之际下黑手 李宁乐至今不会忘记 自己孩子没见到这个世界一眼 就被摔死了 更甚者 顾伯远还当着自己的面 和琳琅来了一场现场的活春功 将自己生生气死 比起那些 不过让琳琅和顾伯远住一起 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个住一起 是他有意为之 放心桃花 我不会委屈自己的 李宁乐对桃花说 也是对自己说 这辈子 他依然会做罪恶毒的公主 折磨死这对狗男女 还要毁了男女主的至尊之路 就在这时 下人传话说 宫里来人了 李宁乐唇角微钩 来了 他起身出了院落 便见父皇身边的大太监 高流立着身后在院外 这位大太监可不得了 在父皇身边伺候最久 是最懂他心思的人 人圆滑至极 接人待物 从不看蔡下蝶 即便是小透明的男主 他也客客气气 礼数周全 书中他的结局 是被成了新帝的李义成 奉养在宫外 看似不错 实则明尊暗宜 要知道 帝王身边的贴身太监 和被奉养的太监 那待遇 天差地别 见李宁乐出来 高流赶紧行礼 奴才见过公主殿下 李宁乐回以义礼 装出疑惑的模样 公公来这是为了 奉圣上口谕 中秋佳节 合家团圆 命昌伯侯府一家 进宫饗宴 高流说完 扫了一眼院子中人 好似不知一般 殿下 驸马怎地不在 李宁笑容甜甜的 驸马身体不适 今夜本宫会带着婆母 一起入宫 陪父皇过节 高流关切道 驸马可要紧 不要紧 一点小伤 高流眼皮跳了跳 身为帝王身边的太监总管 他的消息自然灵通 何况宁乐公主打驸马 压根没避着人 当街就来了二十棍 听说人被抬走的时候 血字呼拉的 这能叫小伤 但公主说了是小伤 那就是小伤 既如此 奴才告退 李宁乐 公公慢走 桃花送高公公 唉 桃花应了一声 笑着到高流跟前 公公宣旨辛苦了 这是咱们公主 给您的一点茶艺 高流笑眯眯 接过那鼓鼓的荷包 放入袖带 这是宁乐公主机操了 她在宫里时 就比所有主子大方 公主那杂家就先走一步 哎呦 还要去一趟四皇子府呢 不然今天可真要讨您一杯茶喝的 李宁乐 眼底闪过一抹光 上辈子 因为女主陈嘉宜 金鸾殿上一番高谈阔论 不仅让琳琅 以贵妾入顾府 还叫父皇记起了 鸡脚嘎拉里的小透明男主 在这次中秋节 宣了 他进宫一起用膳 男女主算是正式在皇室中 刷了一波存在感 女主更是结交了 平阳公主这个嫡出公主 为好友 让四皇子皇后那边挂了个号 之后跟在太子这个最大挡箭牌身后 有了发育减弱的机会 而他这次没进宫 女主没了发挥的机会 父皇却还是宣了男主 只能说 不愧是你 男主 书中设定 男主是父皇白月光的儿子 咋 就离谱 四皇子府收到旨意后 全府的人喜气洋洋 侍卫裴怡开心极了 殿下 皇上终于记得您了 但见李宁城 面色不像开怀的样子 裴怡笑容慢慢消失 殿下怎么好像不开心 是因为四皇子妃 没做到您的筹划吗 和他无关 李宁城摇了摇头 本殿只觉得宁乐有些不对劲 好像突然变聪明起来了 宁乐性子急躁 没什么脑子 遇到委屈了 最喜欢做的 就是进宫找父皇诉苦 求他帮自己出气 可这次 这么大的委屈 宁乐居然忍了 裴怡不在意道 属下不这么认为 公主要真聪明 就不会当街打驸马 皇上什么人 公主做的事 怕是还没回到顾府 就被他知晓了 而四皇子妃 为丫鬟仗义直言的表现 他肯定也一病知晓 不然也不会想起咱们 话是没错 但还是不够完美 算了 终归是提醒到了父皇 我这个儿子的存在 李宁城苦涩一笑 裴依 这么多年苦了您了殿下 皇子妃回来 把自己关起来了 是 李宁城想了想 去看看 家一愿 陈家一听说李宁城来了 起身迎接 四皇子安好 嗓音淡淡地 带着疏离 李宁城扶起他 温和道 不必多礼 听说你心情不好 我来看看你 陈家一冷不丁被他握了手 心脏丢了一排 没事了 多谢四皇子 何必这么声说 你我是夫妻 陈家一耳朵一热 忍不住抬眼 面前的李宁城面观如玉 俊美非常 唇边总带着一丝温柔笑意 一双眼轻零零零地 让人如沐春风 他明明被自己父皇遗忘 兄弟漠视 更因身体不好 被人断言 活不过二十五 却不见一丝阴霾 乃君子 如妾如拙 简直是穿越小说中里的完美男主 今日之事我听说了 我觉得 你非常勇敢且真挚 为了贴身丫鬟和宁乐对峙人前 虽然琳琅辜辜了你维护他的真心 但也不要难过 万事问心无愧就好 陈家一心肩一颤 他懂 他居然懂自己的心情 不是因为李宁乐的跋扈无理 而是因为琳琅 是的 他从不在意李宁乐那些羞辱 他的手段和话语 他在意的是琳琅 他的那句攀咬 和背刺没什么两样 第八章 摩拳擦掌要撕逼 四皇子不会觉得 我替你丢人了吗 夫妻一体 说什么丢人呢 倒是我要说声抱歉 因为我在朝中不险 叫你受委屈了 陈家一愣住了 古代男人 皆当女子为附庸玩物 别说道歉 怕是连他们的心情好坏 都不会放在眼里 原生的父亲陈丞相 便是个宠妾灭妻 气死妻子 第二天就抬了小妾 为正式的渣子 自己醒来得知这些 便打定主意 要靠四皇子的力量 为原生报仇 原本打算的是 相敬如兵 互不干扰 没想到的是 一个如此尊贵的男子 思想却如现代人一般开明 貌比攀安就算了 还尊重女性 自从来到古代后 那种营绕不去的隔阂 那种被权贵 肆意摆弄的反感 被一一抹平 陈嘉宜努力保持淡然 殿下说笑了 既然夫妻一体 我又如何谈得上委屈 李一诚微微一正 随即缓缓笑开 抬手去扶她的手 陈嘉宜下意识想避开 然而此刻温柔的男人 却带了点霸道 执意捉住了她的手 与其怜惜又温柔 你肯嫁我这病秧子 我已十分感激 未来必不负你 我的王府 你永远会是唯一的女主人 陈嘉宜对上她真挚的目光 心头一暖 她这是向自己保证什么吗 李宁乐说 要给她那侧妃的话 其实她不在意的 不过不可否认 李一诚这样的话 让她涌上了一丝奇怪的甜蜜 两人手交握 有什么产生了变化 今天是中秋假夜 殿下要入宫吗 李一诚牵着陈嘉宜往屋内走 嗓音温柔 要得 你与我一同去吗 当然 昌伯侯府 得知陛下宣了他们进宫饮宴 老夫人王氏摩拳擦掌 我定要在殿上 告这犯了七出之条的公主 一状不可 母亲 这中秋假夜说这 会不会不好 顾侯也有些犯怂 再怎么说 您乐视金枝玉叶 陛下会为他们出头吗 不会砍了他们吧 老夫人 有何不可 便是这种当众揭发 才能让远哥的冤屈得到申诉 你别管 今日我来说 顾侯爷一听 不吭声了 一旁的灵士犹豫了一会 小声道 公主传了话 说这次假夜 只要儿媳和她 一起去就好了 老夫人一愣 随即炸了 您知愿 李宁乐挑了好一会 终于确定了 入宫要穿的衣服 就这件 本宫今天要咽压全场 桃花喜滋滋道 奴婢给公主配首饰去 公主 这件会不会太过隆重滑贵了 春菊望着那一件流金烫袖 凤凰刺绣的大红色长裙 华丽道 怕是比寻常人家出嫁还没几分 李宁乐随意道 怎么了 今日是佳节 没什么机会 这件事她特意挑的 上辈子她就是穿了这件 气得平洋的小表杂 眼睛都红了 找茬和她打架 重来一次 她也没打算避开 奴婢为公主梳头 春菊摇摇头不再劝 走到李宁乐身后 一边沾着花露 一边为李宁乐 疏顺她乌黑亮丽的长发 等梳妆快好 外头传来一阵骚动 外院的小丫头进来一个 公主 老夫人派人来了 不见 李宁乐这回满心满眼都是今晚要到来的私逼 懒得搭理那老脚屎棍 小丫头退了出去 外面很快安静下来 过半个时辰 李宁乐梳妆打扮好 望着镜中粉面淘塞 华贵非常的自己 很满意 春菊手艺越发好了 春菊弯身 公主谬赞 公主 奴婢呢 今天的这九尾奉差 可是奴婢搭配的呢 桃花在一旁讨要夸赞 李宁乐回身捏捏她的小圆脸 笑道 小桃花眼光极好 有本宫影子 桃花黑黑傻乐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哎 公主 您这是夸自个呢吧 李宁乐取笑 哎呀 才反应过来啊 公主 桃花小脸乍红 气得直跺脚 李宁乐哈哈大笑 公主 该出发了 春菊在一旁提醒 李宁乐点头 出发 马车早就备好 公主的载前 侯夫人林氏的载后 马车边 林氏扶着丫鬟 冲李宁乐行礼 见过公主 婆母 李宁乐回了一礼 目光扫了一下 没看到老夫人和顾侯爷 这位婆母是个有手段的 看着总受气 实则总能制住顾家这一大一小脚屎棍 自己从前因顾伯远和她身份立场冲突 对她很冷漠 但林氏丝毫不在意 态度完全挑不出错来 上辈子李宁乐死的时候 林氏已经在顾侯爷心里 地位牢不可破 顾侯爷好几次想把爵位给狄次子 只是最后 顾伯远跟对了主子 一跃成了尚书 林氏多年付出一朝东流 公主 请上马车 林氏注意到 李宁乐那明显扫过的眼神 没多言 态度柔和 不卑不亢 送李宁乐上了马车 之后才转身上了自己的 马车上 林氏的奶娘不甘道 公主实在过于跋扈了 没见过哪家婆母在儿媳后头的 有道是奉旧姑以孝 是丈夫一礼 代长辈安详恭敬 她是一点 奶娘 林氏刚喝一口水 就听自己奶娘说这话 面色一变 连忙打断她 或从口声 公主乃金枝玉叶 何况她行里有度 什么时候跋扈过 在金河堂 那也是对 林氏顿了下 压低声音道 那也是对婆母 公主对我 无理过吗 奶娘仔细回想了下 貌似还真没有 但一想到这公主刚嫁来 就打杀了一个下人 奶娘心里就对她畏惧颇深 林氏主仆聊公主之际 公主也在聊她们 公主的意思 之前小厮被打杀的消息 不是侯夫人传出去的 桃花睁大眼 不可思议地道 可整个侯府 不是夫人在管中溃吗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更确定不是她 如果是你 你会告诉别人 你管的地盘里 发生了命案吗 桃花疯狂摇头 自然是瞒住为妙 说出去指定会成为他人谈资 说不得会惹上麻烦 不止 父皇有心削绝 顾家朝中无人 这时候恨不得做小透明 林氏是他的妻子 一身荣华止于他 除非失心疯了 春菊不解 不是夫人 又会是谁呢 李宁乐凉凉一笑 还能是谁 傻逼顾伯远呗 第九章 欠扁的李宁乐 是驸马 桃花睁大眼 李宁乐汉手 是他 可驸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李宁乐 好处可大了 顾伯远自负清高 不满祖英的爵位 到他这一代 只剩个薄 一心想着扶持某位皇子 好友一日亦飞冲天 但顾家这种落魄家族 哪个皇子瞧得上 最后 只有小透明男主挑中了他 四皇子交代顾伯远的第一件事 就是用他李宁乐的名声 来替四皇子 非臣加仪铺路 套路就是惹怒李宁乐 逼他入宫闹事 然后让女主扬名 当然 扬名的目的并不是 为女主 而是为了提醒他 那位贵人多忘事的父皇 嘿 你还有个儿子呢 喂 这儿子是个病歪歪的小可怜 但娶了个妻子 却是个贤惠的 父皇您看看我呀 上辈子 男主的算计非常完美 而且一件好几个大雕 琳琅贵妾入府 女主扬名 男主在皇帝那刷了个不大不小的存在感 以及顾伯远得到的职位 副留守指挥士同志位 天子侍卫 能掌握天子动向 知晓他的喜怒哀乐 如此肥缺不仅对男主好处大 对顾伯远那更是一飞冲天的绝顶荣耀 让他从无人问津的落魄公子 到官居一品 这好处 仅仅只要他污蔑一下妻子名声 便能得到 谁听了不心动 李宁乐都心动了 所以他决定 这官绝不能落顾伯远和男主手里 便宜谁都不能便宜 这俩王八犊子 皇宫 各大成功的马车们停在宫门口 有序进入 排队时间过长 有些贵女们憋不住下来聊天 见到顾伯马车过来 贵女们脸色一变 小声道 宁乐公主的马车 死 快回去吧 要是他心情不好 鬼知道又要欺负谁 听说他刚打杀了一个下人 还仗责了自己的驸马 赶紧走 宫里见 说话间 贵女们纷纷扶着自己的丫鬟上了马车 有个着急的 脚踏空 落地一碗 哎呦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张妙彤小脸一白 好似听到魔鬼呢喃 扭头就跪 公主恕罪 臣女不是故意挡到的 李宁乐莫名其妙 但很快明白了什么 起来吧 张妙彤颤抖着身子 半天没动 嗯 李宁乐不解 你怎么不起来 臣 臣女 臣女 不是他不起来 是他的脚 崴了 小姐 望着主扑俩 快抱在一块哭的表情 李宁乐忍不住摸了摸鼻子 不是 他有那么可怕吗 都怪傻逼顾伯远 好事不出门 恶名传千里啊 这是 等等 李宁乐注意到 张妙彤神色不仅苍白 还在流冷汗 公主 他应该是伤到脚了 耳畔传来秋霜的低语 李宁乐恍然 吩咐道 你下去看看 秋霜是他身边会医术的丫鬟 因着今天的打算 特意带上的 秋霜应了声 下了马车 走到张妙彤跟前 轻声道 公主命奴婢来给您瞧瞧脚 张妙彤已经痛得说不出话了 值得点头 秋霜微微下蹲 手倾触到张妙彤的狱卒 错位了 张小姐 您是晚了 奴婢要震骨 忍一忍 张妙彤还没来得及点头 就感觉脚上传来一阵剧痛 直达天灵盖 他再维持不住贵女气度 熬得一声哭出来 这一嗓子 传遍了整个宫门前后 令前后的人 忍不住挑起帘子张妙 并令下人 去打探发生了什么 四皇子府的马车 也在其中 裴依得了吩咐离开 很快去而复返 回殿下 是宁乐公主 和御史台张大人的嫡女张妙 同起冲突了 张小姐哭得很凄惨 李一诚淡淡点头 陈家一眉头微醋 李宁乐又欺负人了 太嚣张了 宫门口随便欺辱御史台的嫡女 就算她身份高贵 御史台家的女儿 难道是普通人吗 自己和她划清界限 真是有必要的 否则就她这性子 迟早成为众矢之地 连累自己 手背呼得一热 一双大手握住了陈家一的手 别担心 宁乐之过 与你何干 对上李一诚温柔的眼 陈家一心头暖暖的 她摇头道 我不担心 是啊 她现在有依靠了 在这痴人的古代 前头马车动了 应是事端解决了 过宫门不久 李宁乐被叫下马车 接下来得众人步行到御楼阁 大约要走进三客中 众贵女下了马车 一眼看到灼热飞扬到 仿佛烈焰的李宁乐 眼底纷纷浮起惊艳 乖乖 宁乐公主这套一群手是绝了呀 样貌本就疏颜的她 在这套装扮下 更显得毅力逼人 飞扬到好似九天的凤凰 美艳又高不可攀 见过宁乐公主 公主这件衣装好漂亮 真宝格的吗 怎么臣女没看到过啊 你当然看不到 因为就一件在本宫身上了 李宁乐笑得欠扁 众贵女 公主金枝玉叶何该独一无二 有一位还算给面的 敢把巴捧了一句 其他贵女们暗中翻了个白眼 行礼之后三俩结伴离开 最后现场只剩下三个人 李宁乐 女主以及张妙彤 都是孤单没朋友的 陈嘉宜眸光 扫过李宁乐的衣着打扮 秀眉微微一簇 李宁乐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再见远 一个庶出公主 穿成这样 罢了 与她没关系 她不想被李宁乐缠上 于是抢先到 先走一步 李宁乐无语 整得像她想找她似的 女主这人 就是爱自作多情 公主 你怎么也一个人 李宁乐对自己人缘有清晰认知 她没朋友的 之前只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陈嘉宜 现在的陈嘉宜 和她不是一路人 但张妙桐 这小姑娘看着眉清目秀的 没想到也这么招人讨厌 臣女的父亲 是御史台中城 懂了 李宁乐恍然 张妙桐小脸一红 公主 时间不早了 对对 走 我们赶紧过去 一会来不及了 公主 其实也来得及的 不用太着急 这样太不淑女了 不 得快些 晚了 女主就该和平阳做上朋友了 绝对不行 第十章 斩断女主一条臂膀 好的公主 张妙桐应了一声 落后一步 蹬在李宁乐身侧 李宁乐一边走一边眼底 露出一抹缅怀 她已经有好几年未入宫了 上辈子 因为琳琅入府一室 李宁乐心里有怨 中秋家宴告病没来 公然表达不满 皇帝不悦 逐渐冷落了她 慢慢的 李宁乐这个公主 连皇宫都进不去了 如今这般看着 皇宫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只不过因为许久不来 有些陌生又熟悉 这次举办公宴的人 还是贵妃娘娘吗 张妙桐缓了一会才明白 李宁乐是在问她 忙道 是的 贵妃娘娘还真是圣宠不衰 如此重要的宴会 李宁乐还未感叹完 就感觉袖子 被人拽了拽 回头 张妙桐冲她摇了摇头 甚至不敢说 隔墙有耳这种话 李宁乐落寞一笑 本宫只是羡慕贵妃娘娘 能得父皇如此疼爱 张妙桐一正 想起今日流窜在大街小巷的 驸马养外室 被公主打的消息 消息中的公主面目可憎 凶残善度 如同母老虎一般 凶恶害人 可她面前的公主 却是个因夫君不喜 而暗自神伤 口不择言的可怜女子 唉 张妙桐不知如何安慰 她还未出阁 但也多少能体会公主的酸楚 李宁乐眼角余光扫过 一道人影离开 嘴角弯了弯 快走吧 张妙桐哀了一声 跟上她脚步 揽月殿 一位风情美艳的女子 正对静欣赏自己的美貌 闻言挑眉回眸 宁乐真这般说 回贵妃娘娘 奴婢听得真真的 御史台中成家的 当时怕得不行 一直拉着公主 要她别说 萧贵妃娇笑 说不说的 这满宫上下 还有不知道本宫和陛下 抗力情深的吗 娘娘说的是 满宫的奴婢太监们 顺从地拍着马屁 他们家娘娘 圣宠不摔二十年 那不是吹的 宁乐这丫头 出价前还瞧不上本宫 几次上番给本宫没脸 却和中宫走得近 这次吃了亏 想起本宫厉害了 萧贵妃话中 一下带了两个不能惹的贵人 满宫 没人敢言语附和 她也不需要 本来想在位置上 故意刁难她一下的 既然这丫头嘴甜便算了 还按老位置安排 莫 披心带月殿 一座中秋宴会 专用的月宫宫殿 楼阁精巧华丽 远看过去 那一片片流离在 即将黑夜的天幕下 闪烁着漂亮的光辉 李宁乐和张妙彤 是第一批到的 先他们一步的贵女们 大都分散在 后方的亭楼中歇脚 女主陈嘉宜也不在 暗书中剧情 陈嘉宜会在宫中 邂逅她的一位皇兄 被调戏 然后被她撇一巴掌 打出了一个舔狗 对了 舔狗这词 是她跟书评屈学的 她觉得很精确 公主 咱们坐哪啊 张妙彤是第一次 单独来参加这样的宴会 她母亲病了 父亲和兄长 会在面见陛下之后 直接去灵德殿宴影 她又没有交好的手帕交 于是此刻 只能问李宁乐 公主李宁乐 虽然风平不行 但人到底长在宫里 自己地盘上 那熟得跟葡萄干似的 走 带你去个好地方 李宁乐拉着她 往南侧小跑过去 那里隐隐着着 能看见一处 十分漂亮的长廊 长廊尽头 是一处放着白纱的小线 这里离店最近 一会月宫的时候 咱们从小线穿过去 就能到披星带月店中 僻静还不紧 你这般看着本宫坐肾 李宁乐说 半天发现张妙彤没理她 扭头一看 小姑娘脸蛋红彤彤的 眼神还有些羞涩 张妙彤视线 落在李宁乐牵她的手上 李宁乐松开手 不好意思 本宫没注意 她性子就这样 高兴起来 逮谁都拉 张妙彤出身御史台 想来家风严苛得很 肯定觉得她没个淑女样子 算求 反正习惯了 在皇宫中 她因为自己的性格 被罚不知道多少次了 积极挨罚 坚定不改 要以前 李宁乐可能会反思自己 但自从看了原著小说和书评区 她见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穿越女的世界中 女子可上街 可出去劳务养活自己 甚至能登陵官位 为名谋福 比起他们 自己性格大猎一些 算什么吗 没 陈女只是 张妙彤刚想解释 自己是激动的 不远处传来一道交贺 殿下 请你自重 伴随着这句话落 还有一道响亮的耳光声 李宁乐眼睛一亮 我去 没想到女主和舔狗邂逅的地方 居然就在这儿 她拉着张妙彤 直接往前走两步 掀起白沙就喊 天哪 三皇兄 四皇子妃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小县内的一男一女 听到这话 脸色一变 尤其是陈嘉怡 脸白如纸 宁乐 你怎么在这儿 三皇子 李一凤眉头一拧 不悦道 她手本来捂着脸的 这回也不知道该不该放 放吧 脸上肯定有硬解 不放吧 等于告诉别人 自己被个女的打了一耳光 等等 你说 她是四皇子妃 你成亲了 李一凤不可思议地问陈嘉怡 李宁乐暗中抽了下嘴角 不是 你二八啊 陈嘉怡这装扮 从头到尾都显示了她身份尊贵 且已婚 怪不得后面成田狗吗 和萧贵妃一样 空有脸 没智商 是啊三皇兄 她是四皇子的正妃丞相 嫡女陈嘉怡 你这样 拉扯她 不太好吧 李一凤脸色不太好看 谁说我拉扯她了 不过碰巧路过罢了 李宁乐笑笑 没拆穿她 李一凤得知陈嘉怡嫁人了 刚生疼的那点疑你心思 直接碰 碎了 走了 她哼了一声 走到李宁乐跟前时 忽然顿住脚步 偏了偏头 看向她身侧的张妙彤 今天你看到了什么 张妙彤瑟瑟发抖 陈女什么都没看到 很好 李一凤满意一笑 大摇大摆地走了 至于为什么不警告李宁乐 因为她明白 李宁乐身为公主 不会想不开 得罪任何一个可能灯位的皇子 陈嘉怡没想到 刚刚还纠缠不休 仿佛浪荡子的李一凤轻易 就离开了 她面色有些复杂 没想到 会是李宁乐帮自己解了围 虽然知道她不是真心的 但陈嘉怡 依然明事里低到了险 李宁乐受了她这一败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女主又自作多情拉 之所以会帮她说话 是为了斩断她的一条臂膀 要知道 舔狗威力多强 看李一凤就知道了 为了陈嘉怡她最后 差点把皇位都让出来了 虽然她不让也没用 但这操作 李宁乐是拜扶的 第十一章 重生心愿 和平阳打了一架 上辈子 李一凤和陈嘉怡在这相识 并不知道她嫁人 李一凤被她热拉不屈 和其他贵女不一样的性格吸引 后面她每次办差或者出门 都遇上女主 一来二去 情根深重 等知道陈嘉怡身份时 晚了 拦不住了 如今李宁乐开局 就揭穿了陈嘉怡四皇子妃的身份 以李一凤的骄傲 哪怕开始有点小心动 也绝对不会再犯病 陈嘉怡到了谢之后 匆匆离开 等她离开后 张妙桐才敢说话 公主 刚刚 陈女 不会有事吧 李宁乐看出她的害怕 毕竟撞破这种事的 没几个好下场 遇到心狠的 估计直接拉出去仗毙了 有些阴险的 便是不当场发作 私下也会动手 但李一凤不会 她这人吧 被贵妃宠坏了 脾气不好 但却不会随便草菅人命 只要当时不追究 事后不会找麻烦 否则上辈子 也不会连至尊之位都放弃 要知道 虽然李一成是男主 但在明面上 她是受宠二十年的贵妃所出 母族势力很强的 放心 三皇兄为人敞亮 既说了不计较 便不会事后算账 张妙彤连连点头 是 臣女明白 走 咱们去那边休息一会 估计再过一刻钟 就该月宫了 暗处 李一凤走出来 身后的心腹小太监不解道 殿下 奴才还是第一次 从宁乐公主嘴里 听到关于您的好话呢 怎么 本店有什么坏名声 小太监赶紧攻身求饶 奴才该死 奴才胡说八道 您别和奴才一般计较 李一凤冷哼一声 甩袖离开 殿下 您等等奴才 一刻钟后 李宁乐和张妙彤 被小太监们 引进披心待月殿中 周围吵嚷 因为仪式还没开始 跪在蒲团上的贵女们 叽叽喳喳聊天 李宁乐刚一进来 他们像是忽然被人扼住喉咙 一下安静无比 过了好一会 才有人起身行礼 参见公主 公主 您的位置在这 小太监恭敬引着李宁乐 到了一处靠前的位置 李宁乐没在意那些贵女们的反应 静止走向自己的位置落座 那是位于最前方 靠近中央左侧第二的位置 贵女们眼神交换 贵妃娘娘 未免太骄纵这位了 又不是中宫所出 母妃还不在了 给的位置 却仅次于敌出之下的 三皇子李一奉旁侧 看样子 哪怕公主当街打驸马 也没影响她在陛下心中的位置 贵女中有不少人目入悔意 不该过早疏远的 但也有些很做得住 贵妃就算抬举李宁乐又如何 也得有人愿意让她被抬举成功 果然 随着一声太监通报 平阳公主驾到 不少贵女露出看好戏的意味 宁乐公主的死对头 来了 李宁乐和众人一起转头 看向门口 加上上辈子 李宁乐有五六年 没看到这位宫中头号敌人了 还真有点想念 李平阳穿着凤纹烫金裙 头戴牡丹布摇钗 圆润的耳垂上 扣着两颗上好的冬珠 脖上挂着一把纯金打造的平安锁 身上穿的 头上戴的 脖上挂的 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 力求华贵 隆重 能凸显她敌出的尊贵身份 真不错 一会全给她撕掉 参见平阳公主殿下 众贵女们纷纷起身行礼 可以瞧不上宁乐公主 但平阳公主身为中宫敌出 太子亲媚 绝对要尊敬 不得有一丝马虎 平身 平阳公主一挥手 目光如同骄傲的凤凰扫寻全场 很快瞧见了 坐在蒲团上 一身火红 满头华贵 浑身上下每一样 都比她东西还要好的李宁乐 该死的 李宁乐又和她攀比上了 李宁乐 你见到本宫 怎么不行礼 李宁乐无语 又来了 找茬也换个心词吧 每次都是 你怎么不行礼 要她再来一遍 这么低劣的手段 她用了十几年了 居然不腻 见过黄简 李宁乐重新行了个礼 平阳疑惑扫过她 李宁乐今天 怎么这么乖顺 有阴谋 行完之后 李宁乐也想起来了 以前的她 不会惯着李平阳的 唉 没办法 人死了一次 到底还是长大了 和幼稚的李平阳 不是一个层次了 于是李宁乐抬起眼 装作仔细看平阳的装扮 就在平阳以为 她被自己今天的美貌 和华贵折服的时候 她听见李宁乐这样说 黄简 你眼使没擦 平阳下意识去擦了下眼角 反应过来 翘脸通红 怒道 李宁乐 我打死你 李宁乐早防着她这一手 一个避让 平阳扑到她身后 堪堪几步停下 没等她反应过来 李宁乐撸起袖子冲了过去 啊 平阳被一推 人撞在祭台上 痛得脸都变形了 她伸出手抓住李宁乐的小辫子 怒吼 李宁乐 李宁乐也打出气来了 这女人每次打架 不是扯头花 就是划她漂亮的脸 毒辣得很 李平阳 我和你拼了 贵女们目瞪口呆 到底因为什么就打起来了 看一旁太监们的表情 惊慌中娴熟地上前分开两人 明显不是一次了 果然 传闻说宁乐公主性子暴虐 一点不假 她居然敢打中宫所出 都住手 一声爆合响起 随即 太监尖锐的嗓音 传遍整个大殿 皇后娘娘驾到 贵妃娘娘驾到 德妃娘娘驾到 贤妃娘娘驾到 店中众人哗啦啦跪了一地 李宁乐和平阳 互相揪着衣服 都不肯放过对方 皇后看到这一幕 额头跳了跳 放肆 平阳 宁乐还不放手 母后 平阳不甘心放手 李宁乐趁机扯了她一下 然后率先松开手 这死丫头 刚头膜拔了她最喜欢的凤钗 丢脚下才扁了 别以为她没看到 死 李宁乐 平阳刚想发怒 就听母后冷冷道 平阳 放手 母后 是她先对尔臣不尽 满店的人都可以作证 皇后还没说话 贵妃笑盈盈开口 平阳你这么说 在座谁敢不听你说话 皇后面色不渝 贵妃这意思 是我平阳撒谎 本宫就是这个意思 李宁乐暗中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战斗机削贵妃 能给皇后不痛快的时候 从来不含糊 今天夸赞的话 果然起作用了 皇后脸色一沉 贵妃慎言 平阳从小受本宫和陛下教导 不会也不懈污蔑他人 不过 既然你担心 有人替平阳遮掩 那就问问 这位四皇子妃 她看到了什么 第十二章 公主许个小小心愿 一直在角落里 默不吭声的陈嘉怡 忽然被点到名 浑身意冷 一个是正式皇后 一个是受宠的贵妃 这种话 怎么回答都得罪人 端看怎么选择 陈嘉怡心中权衡利弊 两位贵人却等不及 怎么 四皇子妃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贵妃不耐地摸着手上 欣染的单扣 颜色是她最喜欢的 艳丽眉红 皇后看到 眼底泛起一抹鄙夷 狐媚子作派 四皇子妃 你有慎便说慎 不用担心得罪人 她道 陈嘉怡点了点头 而陈明白 平阳公主与宁乐公主起冲突 的确是因宁乐公主不敬 哦 她怎么不敬了 皇后很满意陈嘉怡的史相 一旁贵妃冷冷瞧着陈嘉怡 这个四皇子妃居然敢不给她面子 这 陈嘉怡想到李宁乐刚刚说的话 若是负数 岂非又让平阳丢一次脸 但不说不行 只能尽量委婉 宁乐公主嘲讽平阳公主 装扮不妥 贵妃痴笑一声 就这 平阳公主的心眼 未免太小了 好歹也是宁乐的皇姐 怎么妹妹体贴一句 还能称之为不敬吗 皇后也拧眉 有话直说 莫要扭捏作样 陈嘉怡面色一白 她本意是为了平阳脸面 没想到皇后 完全不顾及她的体贴 宁乐公主说 平阳公主眼角有眼视 什么 皇后和贵妃 这下都惊了 两人下意识看向平阳眼睛 仔细端详 身为公主 一态不端 还能用脾性做档 但眼视这种误会的东西存在 可就丢大脸了 这一刻 贵妃理解了平阳和宁乐 干起来的心情 但很爽 平阳再次被众人围观 其中还有自己的母后 和父皇的妃妾庶女们 再瞧好戏 一下子心太崩了 陈嘉怡 你胡说八道什么 本宫和宁乐打架 哪里是因为这个 我们只是一言不合而已 没错 本宫和皇姐 是因为一些口角 哪里有因为什么 严实不严实的 陈嘉怡面色一沉 平阳就算了 李宁乐居然被刺她 平阳诧异扭头 宁乐居然帮她说话了 吃错药了吧 李宁乐看都没看平阳 义正言辞地道 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 你们知道 我和平阳素来性子不合 今天是因为她瞧我 穿得比她好看 急了 我特意为今天宴会 打造的钗子 都被她踩烂了 随着她说话 有小太监 立刻去把地上 烂成一块铁饼的钗 奉到皇后和贵妃跟前 这下子 倒似乎真相大白 皇后眯了眯眼 既如此 这是到此为止 你们俩去换身衣裳 免得一会店前湿了一台 皇后发话了 贵妃娘娘也不好再多嘴 只得摆了摆手 快去吧 一会月宫结束 还得去拎得店 是 李宁乐领命 拎着裙摆 直接往侧店走去 路过陈嘉宜时 她抬头看了对方一眼 将对方眼里的震惊和复杂 看得清清楚楚 笑了 女主怎么还震惊得 这儿扒惊的呢 该不会还觉得 有了琳琅那出 他们还是朋友吧 更何况 她刚刚的选择 分明又一次推自己出去 怎么还觉得 自己反击不对呢 圣人一般的女主 也会有不满情绪啊 左侧店 李宁乐哼着小曲 秋双默不吭声地 为她换衣 检查身上的伤口 最后只在脸上 和头上有些伤 梳头发的时候 李宁乐痛得呲牙咧嘴 桃花心疼地直掉眼泪 公主忍着些 有些伤口须得上药 等上了药就不痛了 得亏今日带了秋双来 不然您身上和脸上 怕是要留疤 顿了顿 她到底没忍住 低语 平阳公主下手太狠了 公主您也是 知她下手狠 怎么每次还惹她 无事 平阳伤得更重 而且面子里子丢光了 李宁乐笑容满面地说 有今天这一出 平阳绝对不可能 和陈嘉怡做成朋友 甚至只要看见她 就会想到 自己被说有严实 这件丢脸丢到封地的丑事 没了平阳的引荐 四皇子也绝无可能 在皇后和太子跟前露脸 哎呀 今天这一架 打得可真酥爽啊 右侧店 平阳气呼呼地 由自己的大宫女素额 为她更衣重新梳妆 你说宁乐今天到底什么意思 先是嘲讽本宫 又替本宫说话 难道她良心发现了 素额为平阳玩好新的发迹 小声道 奴婢倒是觉得 她是怕皇后娘娘责罚 才故意低头的 宁乐公主一向乖决 平阳眼睛一亮 是了 宁乐怎么可能良心发现 这女人满肚子心眼 倒是那个陈嘉怡 是个没眼力见的 本宫母后叫她说 她编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说法就好了 偏生直白说出来 害得本宫又丢一次脸 真是晦气 素额眸光闪烁 斟酌道 奴婢倒觉得 似皇子妃或许是想为您说话的 你不在当场不知道她说的什么话 算了 不提这个晦气的了 平阳听不进去 现在只要提及陈嘉怡 她就想到 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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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得她快疯了 另一位大宫女连续道 殿下 时间快来不及了 还没好吗 素额赶紧道 好了 她不敢再多言 迅速替平阳梳妆好 送她出店 披心带月店门口 公主 我们在门口等您 桃花眼巴巴道 李宁乐汉手 拎着裙摆走了进去 太监立刻通报她的到来 店内 其他贵女们 依照品级规规矩矩地跪着 她们旁侧 跪着自己的母亲 或者家中女性长辈 最前方是皇室众人 中央皇后 旁侧李平阳 贵妃 贵妃旁侧 是她的亲女八岁的静阳公主 静阳旁边就是李宁乐 这位置 皇后看了一眼 没说话 大商礼仪 中秋的月 贡游宫中最尊贵的女性 牵头上贡二十八样祭品 依次摆在能沐浴 在月光下的贡桌上 而男人们 则在灵德殿等着开席 李宁乐跪在蒲团上 做动作的时候就在想 跪拜祭祀 要长达近一个时辰 父皇和他那些兄弟 以及个大臣的男人们 只要坐在大殿里等就好了 那儿都不用摟 这功德 就哗啦啦落他们头上了 那他还成心个屁 月神娘娘 李宁乐今天对您的虔诚 只为自己哈 您在天有灵 定要满足我小小愿望 我要给上辈子的 我和我的孩子报仇 顾伯远和凌郎这对狗男女 死无葬身之地 男主至尊位 看得到摸不着 然后是我的婢女桃花 秋双 对了 还有我的外祖父 希望让他们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哦 都求到这里了 顺便求一下本宫封地上 百姓安康乐业 别给我起药儿子 还有贵妃娘娘旁边的 静阳公主人太小 贵一会就没耐心了 偷偷看着两边的人 在心里评价 阳青好像要睡着了 宁乐阿姐 倒是很诚心的样子 念念有词的 她许了什么愿望啊 第十三章 传闻宁乐公主面目丑陋 宁乐阿姐 你许的什么愿啊 袖口被人轻轻扯了下 细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李宁乐睁开一只眼 余光瞧住静阳 刚要回答 就对上了贵妃瞪来的视线 她说你不好好祈祷 带坏静阳 李宁乐 默默又闭上眼 不理静阳 静阳小嘴嘟起 宁乐阿姐怎么不理她 哪怕闭上眼 李宁乐也能感觉到 静阳委屈的眼神 但那又怎么样 她心狠着呢 过了一会 静阳不再看她 估计是被贵妃教育了 规规矩矩后 闭着眼前程败礼 二十八道月宫里彻底上完后 李宁乐双腿都抹了 起身的时候 要不是有太监扶着 怕是直接给月神娘娘 再磕一个大的 所以 到底为什么那帮男人那么舒服 李宁乐心中不愤 耳畔传来皇后的嗓音 拜完了 你们这帮小的 出去赏月吧 记得别误了 灵德殿夜影的时辰 贵妃娘娘不甘落后地补充 皇后没说什么 甩了袖子离开 平阳本来打算留下 但被皇后叫走了 路过李宁乐的时候 她冷冷哼了一声 李宁乐冲她翻了个白眼 挑衅意味十足 气得平阳差点跳脚 出殿门前 碰巧又看到了 缩在角落的陈嘉仪 她脑海中瞬间回放起 岩石二子 顿时 平阳脸色更黑了 陈嘉仪看着她探门离开 敏唇有些委屈 皇后贵妃几位娘娘一离开 殿中气氛再次活跃起来 大家三三两两 结伴出去赏月 公主 我们一起去赏月吗 张妙彤到了李宁乐身边 邀请道 李宁乐挑眉 好啊 走吧 嗯嗯 张妙彤得了李宁乐点头 紧张的小脸顿时笑开了 两人一起欢欢喜喜出门 很快 店中就剩下陈嘉仪一个人 漆冷月光下 孤单隐之的 陈嘉仪甩甩头 这是好事 以李宁乐的性子 迟早惹出祸端 和她切割是对的 只是心里不知怎么的 有一丝奇怪的感受 漆黑的夜幕下 照耀脚下台阶泛着清冷的玉光 圆月明亮如玉盘 高悬天空 贵女们见此美景 忍不住失信大发 一个个当场以月为主题 作诗 李宁乐听了两句发现 听不懂 这种雅趣的文化活动 不适合她 于是默默溜到没人的地方 安静赏月 不想遇见了女主陈嘉仪 陈嘉仪看到她也很惊讶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李宁乐 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 好像她特意过来找她一样 那边作诗 你不去参加 李宁乐反问 陈嘉仪心一沉 李宁乐是发现了什么吗 原生从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为的就是未来好抓住夫君的心 但她不一样 陈嘉仪虽是大学生 但知识早在高考之后就丢没了 让她作诗 她只能剽窃前人智慧 陈嘉仪心有障碍 不愿这么做 最重要的是 在这种古代王朝 一鸣惊人不是什么好事 像穿越女艺诗洞天下的玛丽苏桥段 只适合在小说里 现实就是 她今天敢说 明天可能就被霸占文坛的那些男人们 想办法弄死 毕竟 诗歌和一个人的经历有关系 规格女子 如何做得出那些大家的诗歌 她没那么蠢 只是这些话不能对人言 尤其不能和了解 原生的李宁乐说 必须得想个好借口 我身体不太舒服 不想参加 陈嘉宜努力心神 想好了借口 一抬头发现 李宁乐不知什么时候走远了 显然对她的答案并没那么大兴趣 只是随口一问 陈嘉宜心情复杂 李宁乐不知道女主心理活动 她不想和女主待在一起 索性重找了个 既可以看到张妙桐和那些贵女们比拼作诗 又能欣赏月亮 还能坐下休息的小亭子 赏月作诗的时间过得飞快 没一会 太监们过来传话 让他们一步临得电 李宁乐起身走向张妙桐 两人一起走 到了披星戴月店门口 便看到桃花 秋双等在那里 公主 小姐 张妙桐的丫鬟也在 一行人会合 往灵德店走去 还有吃的吗 李宁乐边走边小声问桃花 来的路上她 吃了一盒点心 喝了半壶茶 再和平阳打完一架 又跪了快一个时辰后 已经消耗完了 现在 鸡肠鹿鹿 公主 灵德店快到了 要不忍忍 秋双无奈道 要被发现 公主走路吃东西 又得被人诟病了 哪里快到了 得走两克中呢 李宁乐苦着小脸 桃花不忍心 偷摸从荷包里 掏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点心 宁小点动静吃 桃花耳听八方 眼观四路 将前头太监公女们的动静 尽收眼中 李宁乐非速接过点心 直接丢进嘴里 太监公女们下意识看来 便见宁乐公主 端庄地扶着桃花行走 一点看不出来不对劲 转过头去后 李宁乐迅速咀嚼食物 吃完又让桃花再来一块 还不忘问张妙桐要不要 张妙桐在一旁人都傻了 规矩的步伐 差点微没了 赶紧摇头 出声一个字 立刻压低了声 我不要 他没见过这样阵仗 李宁乐不抢求 大商对女子要求严苛 行坐握走 一言一行规矩 倒向莫为完美 有一点差错 就会被万人 指摘你不妥 像他这种走路吃东西的行为 落那些酸如眼里 大概是 没家教 但因为他是公主 说他没家教 等于说皇帝不好 于是他们会说他得性有亏 就这么边走边吃 到了林的殿前 李宁乐感觉饱得七七八八了 随着太监一声通报 宁乐公主道 殿内的男子们纷纷转头 神色不一看向门口 传闻面目丑陋 脾气暴虐 刚当众打了驸马的宁乐 终于来了 得知驸马顾伯远被打之后 不少曾经动了娶公主心思的贵公子们 暗中庆幸 没有真的这么做 否则不然 下半辈子幸福毁了 一辈子只守着一个女人 还是母夜叉的丑女人 纵然贵为公主又如何 这时 一道火红如艳阳的身影 撞入众人视线 李宁乐遗传了他母妃的好相貌 天生妩媚又娇艳 满头金钗 非但没让他俗气万分 反倒被他压住了那份富贵 张扬极了 行走之间和寻常贵女不同 步伐洒脱 眉眼娇惊又自信 让人一眼便觉得 是个不好惹的脾气 偏偏又叫人心生征服之意 原来这位宁乐公主 竟长得如此貌美 第十四章 助人为乐的宁乐公主 若早知道 这个念头刚从脑海这么一过 众人便见到李宁乐扫了他们一眼 然后分外嫌弃地扭过头去 什么歪瓜裂枣 上辈子 自己曾为选驸马 让宫中画师 取了和他适龄的男子画像 当时看完他就觉得很绝望 丑得千奇百怪 堪称端正的有 但太少 稍微英俊些的 基本都有轻视 谁承想 画师们还是委婉了 这在座的几位 绝逼给画师塞了不少银子 比如最前面那个 和他前些日子 看的杂技里 神话中的猪妖 一个模子刻下来的一样 长成这样 怎么好意思出来吓人呢 另外一个更过分了 长了张马脸 还几没弄眼的 李宁乐不敢再看 怕长睁眼 快步往自己位置上走过去 剩下的都懒得看了 猪马脸二位公子哥 刚要行礼 见此脸色微变 传闻一点不假 宁乐公主目中无人 规矩放肆 便是他乃公主 也不能像看到脏东西一样 避之不及吧 见过猪妞 瞧瞧人家后面 这位妙邻女郎 欠身行礼 眉目低垂 贤惠输得的不行 这才该是女郎所为 张妙彤对上 当前一张和发面馒头式的脸 吓得一击灵 赶紧低头 快步往自己的位置走过去 这猪脸 她记得是猪家那位公子 每次出席宴会 都爱挤最前面 真是 哪怕有心理准备 也要再准备准备 太考验规矩了 似皇子飞到 李宁乐刚坐下 便听得太监又一声传唤 挑了下眉梢 饶有兴趣地看向门口 陈嘉宜每一步走得十分小心 眉眼低垂 不敢乱看 嘴角轻弯 淑女典范 步伐优雅 轻如莲花 按照书中剧情 她的登场 会引来所有人的关注 大家都想看看 被大如称赞的奇女子 究竟长什么样 自然是美的 典雅如青莲 卓而不妖 一身独特气质 落落大方 让在场一位贵公子 当场失信大发 迎试一手 夸赞四皇子妃的美貌 与贤德一般高 给他本就很高的逼格 又多了一层金 但现在 店中众人兴趣缺缺 瞟了一眼就收回 继续互相攀谈 唯有早就在座位上 等着的四皇子李一层 目光灼灼 一直看着陈嘉宜 注意到陈嘉宜紧绷身躯 她顿了下 起身 走到门口 向她伸出手 陈嘉宜眼眸轻颤 划过一抹感动 随后下定决心般 放上自己的手 与四皇子李一层 一起走向前方 未来 我们将一起走过风雨 经历所有人的朝拜 李宁乐看见男主 动了动嘴皮子说了什么 而后女主眼神惊讶 很快收敛 幼儿浮起一抹感动 她轻痴一声 剧情没按照男主想得走 她这大饼 也照话不误啊 女主居然还真感动了 以及 男主怎么敢在这么多人在的地方说 这种话的 是打量着天子没有耳目吗 哦 对不起她忘了 男主是父皇最疼爱的宝宝 他们所有皇子公主加起来 都赶不上男主一根毫毛 因为她是父皇最爱的女人所生 父皇膝下六七位皇子均已成人 虽立了太子 但没人 会对那至高无上的位置不可望 表面上胸有地公 私下里打成狗脑子 但这一切 和四皇子府没什么干系 李宁乐的兄弟们 默认她无夺敌可能 偏偏就是这个人 最后登上地位 也是她 在顾伯远背后策划了一切 将自己害得那般凄惨 好好的公主 死得憋屈 李宁乐眼底划过一抹冷光 再抬头 对着被断言活不过二十五 所以 并歪歪的四皇子 甜甜一笑 李宁成一正 牵着陈嘉宜 来到李宁乐跟前 皇妹 许久不见 李宁乐并不意外 男主会凑过来 现在的她 透明度比陈嘉宜还离谱 她一心想要重回朝堂 起码得让人家知道 还有个四皇子在吧 李宁乐故意上下打量几眼 扬声道 你谁啊 本宫不记得 有过你这么个皇兄 本宫生信爱助人为乐 想出名是吧 成全你 就是希望你未来别后悔啊 男主大人 助人为乐的李宁乐 一嗓子吸引了全场人的视线 感觉四周关注 李宁成唇角微扬 十分好脾气地介绍自己 也是介绍给其他人听 宁乐不记得也应该的 我身体不好 一直久居四皇子俯不出 说着 她握着拳抵住唇咳嗽了几声 那病弱的身躯 配上苍白俊美的容颜 顿时让李宁乐这一排 所有贵女们的心揪起来了 这位四皇子 长得好生俊美 以前从没见过啊 没听说是身体不好的员工吗 真可怜 宁乐公主 怎么连自己的兄长都欺负啊 太过分了吧 女眷们联系 对面男眷们 也在交头接耳 四皇子 是哪位娘娘所生 瞧着若不经风 没想到都成婚了 要不是今日中秋宴瞧见 我都忘了 大商还有个四皇子 从未出现过人前的四皇子 成了众人讨论的对象 他的目的达成了 这时 一道横横的声音突兀出现 哦 你就是那个出生 被太医诊断 活不过二十五的 晦气皇子李宜成啊 随着这话音落下 殿中所有人 无论男女 立刻起身行礼 高呼 三皇子殿下安好 三皇子李宜奉 萧贵妃之子 除太子之外 最受宠的皇子 不 甚至可以 说他有时候比太子还要受宠 李宜成心中 自动跳出李宜奉的信息 弯腰与之间了的兄弟里 见过三皇兄 三皇兄安好 比起李宜奉的蛮横 他态度和缓 也不在意他之前话中的刻薄 李宜奉冷哼一声 免了 被你说一句 安好本殿 怕是安好不了 这话又提及了 李宜成活不过二十五的传言 以三皇子受宠程度 这话 传到陛下耳中 即刻就会让四皇子打到回府 不得入宫 李宜成咳嗽更急了 俊美的脸上浮起一抹病态的红 他想说什么 但因为咳得厉害 一时说不出来 三皇子何必言辞刻薄 殿下与你是兄弟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陈嘉宜忍不住出言回户 之前认出李宜奉的身份 他不想多事 但见李宜成被如此苛待 他看不下去 明知他身体不好 成不了威胁 还如此咄咄逼人 当真是皇族冷血 陈嘉宜余光 扫过李宁乐 一秋之河 李宁乐正看得起劲 听得女主这话 差点鼓掌 不愧是女主 正直又犀利 这不得给三皇子说哭了 不不不 好戏才开场呢 李宜奉拧起眉头 什么剑什么玩意 这女的在巴巴什么呀 烦死了 本店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吗 你什么身份 在这和本店大放厥词 就你会说话 李宜成是没嘴 还是要死了 啊 又你在这嘚瑟显拜 陈嘉宜被骂猛了 李一凤怎么一副好像不认识她的模样 李宁乐快笑死了 女主啊女主 说你天真还是傻呢 李一凤之前可能对你有点小心思 但你得多有魅力 能让她知道 你嫁人了 还对你心怀不轨啊 再者 你踩了她最大的雷支 不知道 李一凤和她一样 不通文末 她是懒得学 李一凤是学不会 并且对文周周的话 十分痛恨 凡听不懂 一律认定是在骂她 本来被抢走注意力 就心情不爽 你还骂她 能饶了你 第十五章 宁乐从不惯人 宁乐 你笑得这么开心 是听懂了她说的话吗 李宁乐笑容一鸣 糟糕了 太嘚瑟 忘了李一凤这货疯起来 谁都要 但李宁乐也不怕她 听懂了呀 三皇兄想知道什么意思吗 他笑盈盈地问 李一凤当然想知道 但要是问了 不等于告诉别人 自己连话都听不懂吗 他可不傻 于是他道 哼 什么意思 本店需要你来教 要以前 李宁乐肯定毫不犹豫 嘲笑她 不懂装懂 和她掐个风风火火 然后一起被父皇训斥 但现在 她重新把战场 引回到男女主身上 三皇兄那么凶干嘛 又不是本宫说的你 你又活找他撒啊 陈家一面色一变 瞪向李宁乐 李宁乐毫不掩饰 冲她恶劣一笑 咋地 本宫就是当你面拉仇恨 反正 她是恶毒女配嘛 李一凤看着两人的眉眼官司 却完全误会了 宁乐 你当本店傻呀 李宁乐 嗯 别以为本店不知道你在帮他说话 想营造本店的李不饶人的假象是吗 没门 李一凤说完 插着腰 一副老子看透你的表情 哈 李宁乐无语了 不是 皇兄你认真的 你哪只眼睛看本宫是在帮他说话 本宫是在给他拉仇恨呢 你个蠢蛋 以及 你得理不饶人的 那是假象吗 需要他来营造 多谢皇妹 男主咳嗽终于缓了过来 虚弱地道谢 李宁乐黑着脸 不必 本宫没帮你们 开什么玩笑 他不同死男主唇 因为他现在力量不够 还帮他 而且他不信男主不清楚他的目的 故意装成小白兔的样子 想降低他人警惕心吗 又想要有存在感 又想狗 李一诚温润地笑着 满目感激 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是帮了我 道谢是应该的 陈嘉宜在一旁皱眉 四皇子太单纯了 女人最能看懂女人 李宁乐根本不是在帮他和四皇子 是故意想借助三皇子的力量 打压他们夫妻 但在外他不会说 这些让身为男人的他没面子 于是 陈嘉宜也冲李宁乐到了线 一惹 这对夫妻 真不愧是男女主 虚伪到一个被窝里了 李宁乐皱眉 直截了当道 说了没帮你们 还没脸没皮的贴金 以为你们是谁啊 本宫特意为你们和三皇兄吵架 这话一出 满电寂静 众人视线中的 细血压的男主唇边的笑 完全挂不住 眼底惊异又难堪 李宁乐居然这般不给面子 他们道谢 也是在挽回他的名声啊 太不识相了 陈嘉宜淡漠的脸绷紧 身躯在一下微颤 大庭广众之下 被人指着鼻子 骂想太多 着实让他脸红 尤其是这人 还是他一向看不太上的李宁乐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高昂的通报声 从大殿上方传来 陛下驾道 随着这声 大殿中人全部起身 转头 对着一道踏步而来的 明皇身影跪下 李宁乐和李一峰并排下蹲 随着众人一起 呼喊 参见父皇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启德帝走到龙椅上之后 笑眠妮说了一句 众人起身 陈嘉宜借着这个空隙 快速看了一眼 这个时代的至尊帝王 通身明皇的龙袍 气势威亚 五官俊美 眼尾带了些年岁的痕迹 但看得出来 精神极好 正直壮年 膝下七位皇子 成年五个 陈嘉宜暗自皱眉 这代表夺嫡 其实已经拉开序幕了 他家的四皇子 是五个成年皇子中 最不显 而且还被断言 活不过二十五 原本他以为四皇子的特殊性 卷不进夺嫡争斗中 但刚刚三皇子的态度 让他明白 有时候 皇子身份就是原罪 逃不掉的 他怜惜看向一旁的丈夫 李一成也抬眸 看了一眼自己的父皇 但只一眼便收回了 对于这位出生 就把他弃至一旁的父皇 他没感情 现在所求不过是拥有 不被人随意欺凌的权利 为此 他可以利用身边的一切 李一成对上陈嘉宜 怜惜的视线 温柔坚强地笑笑 同时 借着宽大的衣袖 悄悄拉了下他的手 眨眨眼 陈嘉宜脸一红 如此善良又干净的人 为何偏生在皇家了呢 李宁乐抽了抽嘴角 真服了 男女主随时随地 不分场合的散发粉红泡泡 所有人都是他们恋爱的一环事吧 宁乐 老三 你俩怎么在一起 又吵架了 皇帝的声音从龙椅上传来 带了些许调侃 一下子 让满殿目光 再次集中到李宁乐身上 李宁乐起身回话 回父皇 而沉眉 回父皇 与宁乐无关 是因为四皇子 他纵容自己的心腹骂尘 李一凤抢先一步 直接告状 李宁乐 皇兄啊 你知道你在告谁的状吗 干得漂亮啊 他冲李一凤 敲摸笔勒的大拇指 然后离他远了些 陈家宁想出声 被男主制止了 高台上 皇帝似乎因为 最宠爱的儿子的指责 才吝啬地给了个目光 放在了李一成夫妇身上 四皇子 你二人因何辱骂自己的皇兄 一个称谓 亲书漠然一展无遗 李一成缓缓出列 一张如玉般俊美的脸 微微苍白 对比一旁张扬得意的李一凤 他像个小可怜 对于皇帝质询 他没有任何狡辩之意 直接下跪 而陈之错 请父皇责罚 四皇子 陈家宁急切 但对上李一成 冲他恳求神色 他咬唇 跟着跪下 请父皇责罚陈 启德帝没有第一时间下令责罚 而是看向大臣作戏中 闭幕的陈丞相 敌女惹事 他这个父亲 却不管不顾 老狐狸 至于其他大臣 低眉顺眼 没人为四皇子 说一句公道话 启德帝轻斥一声 转眸落在李宁乐身上 笑盈盈地 带着无尽宠命一般 宁乐 你来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宁乐并不意外会被点名 男主可是父皇的新伯伯 自然要想办法为他脱罪 而且 这脱罪的话 还不能从他嘴里出现 不然 就是害了男主 刚好 众所周知 他和萧贵妃 这派天然不对付 碰见就掐 所以他来说话 一定不会像这三皇子 届时 男主理所当然不会被惩罚 至于他说完 会不会被萧贵妃事后收拾 那完全不在父皇考虑范围内 上辈子怎么没发现呢 其实戏之末节里 早就显现 父皇对四皇子府的不同 不同到爱屋及乌 能为陈嘉宜的丫鬟 贬吃他这个亲生女儿 李宁乐低下头 遮住唇角的讽刺 一字一句说道 回父皇 事实和三皇兄说的大差不差 他说了句 四皇子身体不好 四皇子妃就指着他鼻子 极其悲愤地说了两句诗词 但诗词啥意思 宁乐听不懂 不过从那表情来看 不是好话 团圆大好日子 一个人哭啼 好像死了丈夫一样的叨叨 谁看了不觉晦气啊 父皇 您要看见 您肯定也觉得晦气 启德帝嘴角一抽 第十六章 恶毒女配进行曲 宁乐竟会为三皇子说话 莫非与贵妃一派不合是假象 启德帝注意到 宁乐眼神凶狠地注视着陈嘉宜 唇边带着快意的笑容 原来如此 启德帝想起 今日收到 驸马和四皇子妃的贴身丫鬟滚在一起 被他当街战负的消息 这个女儿的性格 启德帝太了解了 受不得委屈 牙字必报 凶起来敢和嫡出公主打架 偏偏他讨巧 懂得帝心 自己偏腾几分 他这么说 不是帮三皇子 而是在借机报复陈嘉宜 那两句诗词 他不懂什么意思 启德帝却懂 这个四皇子妃 是个性情中人 能在老三跟前护主 他很满意 他不好直接偏袒 但若陈嘉宜主动辩解 便不一样了 启德帝沉声问陈嘉宜 你可有辩解 陈嘉宜闽纯 他不是穿越小说里 那些愚蠢的玛丽苏女主 会傻傻信了这话 然后巴拉巴拉 把皇帝最疼爱的皇子 和公主骂个遍 他深知 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哪怕战礼 也不可能得到公平对待 皇帝问 不过是走过场 只能忍 否则不是他一个人 而是四皇子 丞相府都得跟着他陪葬 他不在乎丞相府 但心疼身边的男人 陈嘉宜闭上眼 压住眼底翻滚的 现代人不屈 从喉间艰难挤出八个字 而臣之错不敢狡辩 李一诚也跟着下跪 卑微又憋屈 岂得地失望 这儿媳到底贤得有余 胆量不足 但也算理解 毕竟宁乐和老三极为受宠 而臣二 这么多年 他未曾给过一个眼神 既如此 便罚你二人闭门思过三月 罚奉半年 归位落座 谢父皇 龙恩 李一诚垂眸 双手扶在两侧 微微收紧 刚得一次宣赵入宫 便被贬持闭门思过 这比杀了李一诚还难受 自己借此中秋 让父皇对自己 有个好印象的计划全毁了 李一凤高兴地哼了哼 这就是抢他风头的下场 李宁乐丝毫不压抑自己的笑容 看男女主憋屈他太爽了 尤其是 他们其实有着大伤最高的人脉背景 却不知道用 更爽了 哈哈哈哈 宁乐 启得地看到宁乐脸上笑容 不太舒服 今日怎救你一人进攻 驸马呢 李宁乐知道父皇不爽 故意找他不痛快呢 顺势就变了脸色 娇尽小脸上 带起一抹委屈 直直看向 扶着李一诚 落座的陈佳怡 父皇 这是您得问问四皇子妃 为何放任自己的贴身大丫鬟 勾引我的驸马 破坏我与驸马的感情 害得驸马为了证明 自己自己领了二十棍 无法参加宴会 陈佳怡脸色发白 屁股还没坐下去又起身 公主何出此言 驸马和琳琅之间的事 我根本不知情 不知情 那为何今日本宫找到驸马时 你在琳琅的宅子里 这 陈佳怡一噎 下意识看了一眼李一诚 他会出现在那里 是李一诚叫他去的 难道 他是故意的 李一诚虚弱起身 回父皇 这件事事儿陈做的 而陈发现 琳琅与驸马的私情感觉不好 便让佳怡过去劝驸马回头 不想恰巧撞上找来的公主 起了误会 四皇子好闲啊 那么大的皇子 居然有心情管自己正气的贴身丫鬟的事 三皇子嘲讽道 李宁乐明显看到男主脸扭了一下 哈哈 三皇兄虽然忙了点 但是扎心是真准啊 何止嫌 还很好心呢 一个心思不纯 破坏本宫和驸马感情的丫鬟 不拖出去打死 至少也得赶出府 四皇子却善良到 愿意牺牲四皇子妃的名声 让他外出 亲自为一个丫鬟和本宫撕扯 李宁乐面带嘲弄 不知道的 还以为那不是丫鬟 是你们的祖宗呢 放肆 起得地面色一沉 宁乐 你说话越发没规矩了 口就来吗 父皇 您为什么只教训我 这件事 难道是我的错吗 宁乐有多委屈您知道吗 我堂堂一个公主 被丫鬟折辱 李宁乐红了眼 楚楚可怜 又委屈巴巴的 看向地位上的龙椅 起得地看他那样子 心意软 这事的确是 承儿夫妻做的不地道 发现丫鬟不安分打杀了就好 偏偏还保了下来 偏偏还被宁乐发现了 她能不闹起来吗 但刚罚过了承儿 再罚 她实在不愿 就在这时 皇后他们得到消息 匆匆赶来 满殿众人赶紧再次行礼 高呼娘娘千岁 起得地亲自走下龙椅 拒服皇后 又让一旁眼巴巴的 萧贵妃平身 得了她一个甜甜笑容 皇上 臣妾等来迟 请您恕罪 皇后用紧怕轻点额头 因赶路冒出的汗 优雅告罪 起得地一脸温柔道 快起来 一点小事 何足挂齿 底下李宁乐撇了下嘴 废话 按时辰 皇后和贵妃娘娘 该在一刻钟后到殿 还不是因为你 为了保护新坚波 提前过来了 他们只能紧赶慢赶过来 完了 还得告罪说 自己来迟一步 但这些不重要 重要是她的是还没完呢 李宁乐望着上方 和爱妃们笑盈盈寒暄 有意忘记刚刚一世的皇帝 直接开口 父皇 您要为宁乐做主啊 他熬了一嗓子 甩开袖子 跪在大殿之中 以为把事接过得起得地 宁乐怎么了 这小脸委屈的 萧贵妃坐在皇帝左侧 挑眉问道 李宁乐立刻把刚刚垫上的话 说了一遍 神情三分委屈 四分屈辱 两分愤怒 还有一分忐忑 萧贵妃怜惜 可怜见得 皇上 左右是一个丫鬟 赐死 给宁乐一个公道罢 陈家以脸色惨白 封建王朝果真吃人 不涂骨头 轻飘飘 便要夺去人一条活生生的命 这贵妃 琳郎与她有何仇怨 何必如此 还有宁乐 没了琳琅 难道驸马 就会忠贞不二了吗 杀了一个琳琅 还有千千万万个 一样得不到驸马的心 多谢贵妃娘娘体恤 但宁乐要的 不是赐死一个丫鬟 李宁乐朗声道 陈家以猛地抬头 心中泛起不好的预感 店中其他人诧异看着宁乐 搞不清楚这位公主 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左右不是好事 那你想如何 岂得地问 李宁乐扬起一抹 如图米般艳丽的笑 宁乐求父皇 这四皇子妃 一个治下不严的罪果 以锦效尤 虽然恶毒女配 最终下场会很惨 但李宁乐 也要这凄惨前的日子 一个都别想好过 折磨一个是一个 将恶毒进行到底 是把男女主往死里压 第十七章 大获全胜的宁乐 陈家仪面色惨白 要不是李宁诚及时扶住她 当场就要失态 她下意识 看向身旁的男人 神色带了点委屈 李宁诚神色更加难看 宁乐今日的所作所为 大大出乎了她的预料 有合情合理 毕竟宁乐的性格她很清楚 就是清楚她的冲动和鲁莽 之前才会那般算计她 没想到 一步错 步步错 当下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必须要想办法 平息这场灾难 李宁诚目光 看向丞相所做的位置上 期待她能说些什么 毕竟她是丞相 陈丞相的确要为女儿求情 人都起了半身了 忽见自己的嫡女步入大殿 站在了宁乐公主身旁 跪下 叩手 一字一句 自证枪缘道 陛下 儿臣有话要说 讲 儿臣以为 琳琅虽是尔臣的婢女 但她和驸马之事 不该怪罪到尔臣的身上来 起得地挑眉 不怪你 那难道怪您乐不成 是 陈嘉宜抬起头 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话 满殿哗然 所有人惊讶看着陈嘉宜 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陈丞相面色大变 连忙初恋 陛下 小女士吓坏了 才会胡言乱语 她的意思并非有意 只摘公主 说着 又何耻陈嘉宜 逆女 还不快快认错 陈嘉宜倔强地转头 她就是不愿意接纳 元主扎爹的所谓帮助 如果这样 还不如让她痛快反驳 哪怕获罪也无所谓 宁乐公主 你虽贵为公主 但应当知晓 在家从父 出嫁从父 扶死从子的道理 你是贵为公主 但大伤女子 从来以扶为天 扶为地 驸马纵然纵然有错 你就没错吗 驸马被你当众仗责 琳琅也被你羞辱名声敬悔 你还要怎样 莫非当真 要让驸马一辈子 只守着你一个人 这样的话 未来谁赶上公主 话音落 满殿安静 今日中秋 来参加宴会的 除了臣子勋贵 还有一些无官职 但有学问的大儒 陈嘉宜的话 句句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没错 身为公主 看为天下女子表率 如何能肆意妄为 殴打夫君 简直离谱 若公主主动为驸马纳妾 就不会有今日之事发生 归根究底 还是公主善妒 善妒又跋扈 乃犯妻出其二 若非公主 寻常人家禁猪龙都够了 四皇子妃嫌得高益 她的丫鬟纵然爬了主子的床 也与她无干 是那丫鬟不安分 公主殴打了驸马 还想怪罪四皇子妃 实在过了 恳请陛下宽恕 高抬之上的启德地 脸色阴沉下来 宁乐 身为妻子殴打自己的夫君 皇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看来是平日里 朕太惯着你些了 骄纵的你 无法无天 陈家一听的皇帝训斥的话 心底松了一大口气 这话他本不想说 是宁乐逼他的 皇帝虽然宠爱宁乐 却不会真的太当回事 大伤对女子要求很严苛 导致再受宠的公主地位也不高 这点类似北宋 身为现代女子 她自然不认同这些话 却也无奈用这些话保护自己 只希望李宁乐适可而止 莫要纠缠 李宁乐听着这和上辈子 几乎一毛一样的话 有一会恍惚间 以为自己没有重生 不然 为什么女主换了的场景 还能放出这样的屁话呢 不过也不愧是女主 她一发言 那群酸儒跟屈剑道使一样高兴 立马孤勇着咬了上来 而父皇也找到了合适机会 保护她心甘的郑妃 这等爱屋及乌 简直感动死人了 低垂着头 李宁乐漆黑的眸底 泛起滔天的嘲讽 上辈子训斥过后 是要抬琳琅贵妾入府 安抚驸马给她大官 女主名声大噪 之后开启了她悲剧的一声 结果她没找进攻 剧情居然还走到这里 小说的威力这般大忙 大到她怎么也没办法避开 她不信 就算避不开 这场戏的最终结局 也要她来定 大不了 谁都别想好过 见李宁乐不说话 众人认定她心虚 抨击的话更加过分 连一些女眷 都小声嘲讽起宁乐 自己拢不住夫君的心 应该从自身找问题 而不是喊打喊杀 难道杀了个琳琅 就能阻止旁的女人入府了吗 学似皇子妃 嫌梁淑德一些 日子还能过差了 公主中就属她最跋扈交金 嫁人了 还一点性子不改 高台之上 跟着皇后一起来的平阳 幸灾乐祸地看戏 要不是顾及父皇在场 皇后拉着 她已经跳下来 加入嘲讽宁乐的队伍了 阵阵嘲弄声中 李宁乐慢慢抬起头 一双眼红红的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父皇 她声音带着哭腔 委屈极了 你也觉得儿臣做错了吗 启德帝一正 这个女儿机灵讨巧 跋扈张扬 能和嫡出公主干架 便是受再多委屈 也没见她哭过 今日却哭了 李宁乐捕捉到启德帝 一闪而过的愧疚 继续开口 驸马和儿臣成青才几天 就已经和四皇子妃的 贴身丫鬟滚在一起 还给她买了宅子养在外头 至儿臣于何地 儿臣是皇族公主 代表了皇室 他们不记儿臣不要紧 但不能公然打皇室的脸 不把父皇宁放在眼里 抽叶了两下 李宁乐抬起哭得惨兮兮的小脸 委屈又倔强地说 而臣形势是偏激了些 但而臣是为了维护皇室脸面 为了维护父皇宁的颜面 而臣没错 最后这一句 李宁乐是吼出来的 整个殿中安静地落真可闻 藐视皇族 不敬皇帝 每一句都是他们不敢承受的罪责 刚刚攻击李宁乐的人们闭着嘴 脖子拼命地缩了缩 高台子上 皇后平阳神色诧异 平阳撇了撇嘴 颇为嫉妒的小声 哭起来真丑 萧贵飞舞着唇 眼底带笑 启德帝脸色 从之前的漫不惊心 转变为慎重 宁乐 你做得对 维护皇族尊严 才是一个公主首要责任 驸马不忠皇室 着实该法 父皇 李宁乐打断了他 一双泪眼朦胧 但却露出几分女儿家的脆弱和多情 而臣斗胆 驸马被而臣当众责打过了 而臣想替他求个情 光伐可不行 你懂事了 既打过便算了 启德帝满意道 还有琳琅 而臣想着 驸马既然喜欢 索性就纳入府中 做个妾室伺候他 然后锁了一起死 启德帝惊讶 你真的愿意 殿中其他人 尤其是那些酸儒们 眼神更加惊讶 宁乐公主居然主动帮驸马 纳了那个丫鬟 是不是想在府邸里 把人弄死啊 极有可能 妇人因死手段极为毒辣 之前不还说他 打杀了个下人吗 若是这般 便是公主也饶不了他 咱们且看着吧 那些声音不小 保持着高台之上的皇帝 听不分明 但李宁乐听得 一清二楚的音量 他毫不在意地回 而臣愿意 好好好 不愧是朕的女儿 启德帝十分开怀满意 大手一挥 高刘 你指 宁乐公主贤良淑德 婉约天成 特赐桌周围封地 李宁乐弯腰 做足了公主的礼仪 绝强又金贵 而臣谢过父皇 垂下的眉眼微偏了下 对上女主陈嘉宜 惨白惨白的小脸 勾起一抹坏坏的笑 哈 他哭了 他装搭 略略略 启德帝见状更加满意 回坐吧 李宁乐擦着眼泪 迈着优雅 又欢快的小步伐回去了 启德帝目光 冷冷扫过陈嘉宜 带着帝王的审视与默然 似皇子妃 你可知罪 陈嘉宜扑通跪下 脸色惨白 而臣 他很想说不知 但面对这个时代的权力巅峰 他不得不俯首 求饶 请陛下恕罪 启德帝眉头皱得紧紧的 刚刚他居然觉得 丞相嫡女说的话很有道理 完全忘记了 宁乐代表的是皇室 而这个女人说的话 完完全全在挑战皇威 只是完全捏死也不行 丞相是文臣之首 又是他为丞儿积攒的 七族力量之一 四皇子正非臣氏 不堪大用 折扁为侧妃 尽足扶笛好好反省 陈嘉宜双腿一软 脸色惨白 丞相原本还在高兴 女儿或许能博得点名声 这下子直接跟着跪了 大呼 陛下恕罪 跪下的 还有那些刚刚疯狂攻击 李宁乐的臣子们 一个个两股战战 生怕被一起收拾 李一成连忙出列 没有求情 只是跪在陈嘉宜身边 与他一起叩手 谢恩 被扁斥为侧妃 却还要谢恩 陈嘉宜心里委屈死了 甚至未来在历史上 所有人都会记得 有他这个从正妃 被贬斥为侧妃的皇子妃 他落寞地回到座位上 眼泪要掉不掉 李宁乐垂谋 女的的确能约束自己 但她是女子之前 是大商的公主 代表了大商皇室 一具以父为天 的确可以压住她 但在皇室脸面跟前 谁都得靠边站 女主 你以为就你会扯大旗 本宫也会 一旁李一成 鞭门比陈嘉宜更甚 中秋宴上 让父皇关注到自己的计划 达成了 但还不如不达成 这个皇妹 第十八章 宁乐 我是大美女 要长病百岁 闹剧落幕 宴会正式开始 月声响起 宫女们鱼贯而入 一叠叠精美的点心 和菜肴摆放上桌 李宁乐食指大动 刚好战斗完 补充体力了 拾起一块陶苏 她抬眸 发现男女主干 坐着没吃东西 过往的臣子们 互相敬酒 聊天 吃东西 一派热闹 她们桌前 比冷宫还冷清 发现她们胃口不好的李宁乐 胃口更好了 敖屋一口吃掉陶苏 又抿了一口果酒 然后拿起桌上的鸡腿 啃了一口 嗯 香脆酥滑 旁侧灵士 看她这有些豪放的姿态 想提醒 又闭了嘴 算了 她还是继续保持低调吧 高台上 启德帝被萧贵妃 三两句斗开怀 皇后在一旁端庄大方坐着 眼神不善 下手处第一位 是中宫太子 太子旁侧是皇长子 两个人互相敬酒 一派祥和 李义凤对此很是嗤之以鼻 三皇兄 我们一起去给太子皇兄 和皇长兄敬酒吧 旁侧 五皇子端着酒杯过来 笑盈盈邀请 李义凤不想去 但想起贵妃的耳提面命 还是起身一起 两人穿过四皇子李义成的面前 没人喊她 全当她透明的 甚至 他们还喊了李宁乐 李义成握着酒杯的手微微收紧 虽然明白 如今的她 无人问津才是应该 但心里还是说 不尽的苦涩 李宁乐不喜欢 这种兄妹护装环节 不过看男主 压抑着渴望 努力维持平静的样子 他端着酒杯 开开心心去了 还故意从男女主 坐席前走过去 太子皇兄 皇长兄 三皇兄 五皇兄 少女声音清脆 又欢快地叫人 太子等人转头 金贵含蓄地应声 宁乐呀 公共场合 平阳虽然眼神不善 但没再和宁乐互掐 但还是酸了她两句 宁乐刚得了封地赏赐 开心得不行 不和她计较 群臣见状感叹 咱们大商皇子公主们 感情真是极好啊 是啊 别过同事操个 打成狗脑子了 还是陛下教导有方 陛下圣明啊 皇子公主们 个个优秀 说到公主 有不少人 神色复杂起来 在心里 默默加了一句 除了宁乐公主 虽然她刚刚表现 令人有些改观 但 高台上的启德地 很是满意 不远处的史官 刷刷记录 启德十七年 中秋 皇室兄妹 其乐融融 帝月 顿了顿 看了一眼 在座席上 无人问津的四皇子 又添了一笔 皇四子 姓屁 深夜 李宁乐回到顾府 留守在家的 春菊早就备好热水 桃花和春菊 伺候她入了狱 公主心情不错 春菊看到宁乐 回来到现在都弯着嘴角 五官明媚放光 李宁乐 趴在桶边哼哼 那是 今天打了的大胜仗 满载而归 打了顾博远一顿 出了口恶气 阻止了琳琅 成为贵妾 把这两个人 捏在自己手心里 搓圆捏扁 叫男主盘算落空 女主被扁吃成侧飞 最重要的是 封地桌州 桌州领海 贸易发达 本是父皇 准备留给平阳的嫁妆 如今到他口袋里了 哈哈 简直大胜特胜 李宁乐想起宫中 还赏赐了他不少好东西 小手一挥 桃花 今儿本宫开心 赏赐院里所有人 沾沾本公主的喜气 是 奴婢谢过公主 桃花脆声声音道 立刻出去传达 李宁乐的旨意 很快外面 传来大家 喜气洋洋的谢恩 泡在温温热热的木桶中 李宁乐昏昏欲睡 春菊小声道 公主 驸马晚间来过 嗯 李宁乐瞬间睁开眼 他还能走 台年来的 驸马说是来道歉 得知您去宫中赋宴后 让奴婢告诉您 他知道错了 哦 春菊见状没再说什么 伺候李宁乐擦干身子 扶着他上了床榻 躺下后 春菊接下床两边的青纱 柔声道 奴婢告退 李宁乐双手交织 放在小腹上 明亮妩媚的丹凤 眼瞪着床脉上方 回想今天一天发生的事 越想越开心 开心到笑起来 笑着笑着 他又落下泪 掌心妈撒在小腹处 那里曾经孕育了一个生命 被害死了 别着急 娘亲很快为你报仇 事业 四皇子府 从马车上下来的李宁成 和陈佳怡 脸色巨势不好 但李宁成还是忍耐着心中焦躁 亲自把陈佳怡 送回他的院落 嗓音温柔 好好休息 殿下 望着脸色苍白的李宁成 陈佳怡有些冲动 却还是在对方看过来前指步 夜深露重 你也好好休息 今天 嗯 李宁成温柔一笑 伸手摸了摸陈佳怡的头 宠溺道 今夜的事不要多想 陈佳怡微睁大眼 没想到 他先主动安慰他 心里一阵暖流 天皇贵咒中能有他这般的 也是万中无一了 简直和男主一样 对了 今日披星戴月店 你和平阳 没有认识吗 李宁成壮似无意地问 陈佳怡摇头 没有 平阳公主对我不太喜欢 怎么会呢 李宁成不解 平阳和宁乐 没有争执起来吗 以他得到的消息 两个人平常见面就恰 陈佳怡的性格 肯定会多管闲事 只要他管了 平阳肯定会对他 另眼相看 难道陈佳怡没有管 他可是连丫鬟的事 都放在心上的人 陈佳怡不想说 自己怎么得罪了平阳 只能敷衍过去 李宁成看出 他不愿 也没逼迫 直到 没事 不喜欢也无所谓 反正你是四皇子妃 似乎想起 今天陈佳怡被点为侧妃 他顿住了 欠然又落寞道 抱歉 没保护好你 不怪殿下 今日之事 谁也没料到 何况皇帝 根本不拿他当回事 父皇旨意我无法违逆 但你放心 我府邸中 只会有你一个女主人 陈佳怡抬眸 看着面前男人 在月光下的宣誓 一阵感动 早些睡 我先回了 李宁成注意到他神色变化 微微弯纯 温柔如水地告别 陈佳怡点点头 目送他离开后 转身进了院子 坐在窗帘下 看着银盘式的圆月 心底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扶持四皇子 坐上那个位置 用他从现代带来的智慧 一日 清晨 窗帘处洒下阳光 轻沙浮动间 可看到一位窈窕少女 如同落入凡间的仙女 此刻 仙女眼睫轻颤 犹如偏飞的蝴蝶 下一瞬睁开眼 瞪着床慢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自己重生了 她生活的世界 是一本小说 而她是个倒霉的炮灰公主 真让人不爽 桃花 公主 您醒了 牡壁伺候您休息 桃花听见动静 快速进来 玛丽的伺候李宁乐起身 坐在同镜前 看到美艳光鲜的自己 李宁乐心情迅速变好 摸着光洁的小脸自恋 本宫真美啊 那当然 公主可是大商第一美人 桃花笑着说 她家公主的美名 便是别国都有耳闻的 李宁乐宣誓一般 这么漂亮的我 一定要长命百岁 比所有人都能活 那肯定的 公主负责绵长 定能长命百岁 传善吧 是 桃花领命 很快身后跟着几个 端着善事的丫鬟们 一叠叠精美点心和膳食 被摆上桌 和她在宫里吃得差不多 宁乐因为受宠 出嫁时有一位 御厨跟了出来 用完膳 春菊挑了帘子 进来禀告 公主 驸马又来了 第十九章 宁乐教你发毒誓 让他进来 李宁乐要看看他 有什么新鲜的屁话说 顾伯远是被抬进来的 那张以往 俊逸出尘的脸 这时惨白惨白的 跟死了两天 又复活似的 李宁乐坐在院子里 命桃花撑着一把伞 以防太阳晒黑 他雪白的肌肤 这是他从穿越女那边 学到的知识 据说 太阳有什么紫外线 会让人变老变黑 李宁乐十分要美 自然要好好保护自己 这张冠绝天下的小脸蛋 公主 魏夫身子 不是不能给你行礼了 李宁乐 又不是死了 怎么就不能行礼了 林诺 帮帮驸马 高大威猛的林诺 应了一声 就要上前奔住顾伯远 顾伯远下的脸都红了 公主 公主 魏夫能行 能行 说着 挣扎着起来 给李宁乐行了个礼 行完之后 脸上全是汗 俊逸的脸再也不出尘了 身后的伤口 更是有开裂的迹象 痛得他 脸色扭曲 李宁乐心里舒服了 大发慈悲地问 来找本宫什么事 公主 魏夫 改掉你的自称 李宁乐打断他的话 笑脸明显沉了下来 这称呼让他恶心 顾伯远连连点头 微臣 微臣是来和您解释的 关于微臣和灵狼的事 李宁乐兴致缺缺 听着他把上辈子的话 又重复了一遍 说了小一刻 顾伯远远见李宁乐毫无表情 只能拿出杀招 公主 微臣保证 绝没有下次 这辈子 只会有公主一个女人 我发誓 若违背 天 天打雷劈 古人最重视发誓 一旦起誓 公信力杠杠的 至少女郎们 最吃这一套 公主尤其是这样的人 李宁乐 掀起妩媚的眼皮 慵懒道 就这 发誓的水平也太低了 你应该说 若是你对本宫心有不忠 便会断子绝孙 祖坟被挖 你顾伯远死无葬身之地 骨头被敲碎 被乌鸦吃掉眼珠子 公主 顾伯远吓呆了 嘴唇和身躯都在发抖 怎么 不敢 李宁乐从椅子上 慢慢起身 凑近顾伯远 一双琉璃瞳孔 冰冷漠然 哪有一点昔日的 温情与爱慕 顾伯远心拔凉拔凉的 他之所以 舔着脸来此道歉 仗着的不过是公主 曾经对他的喜欢 有信心 能哄了他不生气 是的 顾伯远认为 昨日李宁乐打他 是因为 发现了琳琅 而生气发怒 如今看着宁乐 顾伯远心里没底了 李宁乐坐了回去 张扬的眉眼 带着几分称怒 怎么 这就不敢了 驸马的忠心 不过如此吗 顾伯远眨眨眼 但那分称怒娇瞒 和以往重叠 不还是那个心中有他 对爱向往的女郎吗 顾伯远心头一喜 顾不得李宁乐说的誓言 多么毒辣 单手成事 琉璃学了一遍 李宁乐的话 公主 这样可好 李宁乐弯了弯唇 真是能屈能伸的禽兽 好的很 以为誓言不会应验吗 放心 即便老天无眼 他李宁乐 也会亲自动手 公主开心便好 顾伯远露出一抹欣慰的笑 适时地抽了下气 李宁乐喝着茶 吃着点心 冷眼瞧着他卖可怜 没有配合 顾伯远抽了好几次气 也没见李宁乐 如以往那般关心他 公主 您还在怪微臣事吗 微臣明白 如今做什么都弥补不了 他苦涩一笑 不过 您放心 琳琅我已经叫人打发走了 绝不会要 他留着顾府碍眼 你把琳琅送走了 送哪去了 顾伯远见 李宁乐脸路焦急 笑着说 他破坏了公主 和微臣之间的感情 自然是打一顿 发卖出去 发卖了 发卖到哪里了 李宁乐眉眼一沉 是真的有点急了 寄管 琳诺 立刻带人去拦住 不能让琳琅被带走 李宁乐吩咐 琳诺应了一声 迅速转身 顾伯远不明白 公主 您不高兴 一般被府邸发卖的丫鬟 可以重新卖 伸人牙子 尽富贵人家做活 但琳琅得罪的是宁乐 自然不可能有好去处 顾伯远觉得 对琳琅越狠 宁乐便越能明白他心意 原谅他这次 高兴 本宫高兴你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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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宁乐磨着牙 骂了一堆不能写的词 他昨天才亲口许诺 把琳琅纳入府邸 这逼今天把人发卖出去 还送到了最低等的窑子 到时候 别人可不会觉得 是顾伯远的问题 会赖在他宁乐的头上 那些闲言碎语 宁乐不在意 但这会破坏他原本的打算 本宫还真是打你打得轻了 来人 公主冷静 春菊低声劝阻 再打会没命的 陛下那不好交代 李宁乐当然明白 把他带走 别在本宫跟前碍眼 是 公主 公主 微臣错了 微臣真的知错了 顾伯远不明白 为什么李宁乐变脸 连忙高呼知错 李宁乐听见这些话就烦躁 插着腰来回踱步 一直手扶着秋霜 不停念叨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桃花被他的话可爱道 公主 莫及 林统领过去 肯定能顺利把人截住 嗯对 如果截不住 就把顾伯远也迈过去 反正本宫明生毁了 不在乎多一点 春菊等人 好在 林诺从不让人失望 顺利把琳琅带了回来 满身是血的琳琅 被丢在李宁乐跟前 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啊 李宁乐见他 这样子就知道 押物会是他的下的命令 本宫昨夜 请奏臂下纳你入府为妾 你可愿意 公主 琳琅眼角沾着泪 一张清秀的脸 惹人怜惜 眼底带着 被馅饼砸猛的呆滞 昨 昨夜便答应 让他入府为妾 那为什么 驸马 今天会打他一顿 还要把他 发卖到窑子里去 还不谢 桃花扬声一喝 琳琅回神过来 连忙谢恩 谢陛下龙恩 谢公主开恩 以后好好伺候驸马 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明白吗 琳琅小心翼翼地点头 明 明白 下去吧 李宁乐没多解释 能不能领无端 看琳琅的智慧 要不懂 只能拔牙一顿打 要是明白 李宁乐很想看看 琳琅会做些什么 千万别让他失望啊 第二十章 宁乐让你狗咬狗 公主 您为何要救琳琅 还抬去他做妾 桃花等琳琅 被带走后 憋不住了 小脸气得红扑扑的 要奴婢说 救不该救 琳琅是救由自取 救他自然不是因为 本宫心善 而是要看他们狗咬狗 李宁乐淡淡一笑 眼神晦暗 这本小说中 琳琅和顾伯远 只是棋子 想捏死他们 简直不要太容易 但一下子弄死 岂非太痛快他们了 自己承受的痛楚 要他们百倍偿还 他如今有更重要的事 要办 外面现在消息传得如何 林诺低头 有些犹豫 赵石说 是 大街小巷传您 仗则驸马一事 沸沸扬扬 说您跋扈善度 下手狠辣 说您仗着身份 棒打鸳鸯 欺凌弱小 我呸 分明是驸马背信弃义 桃花奋恺不已 委屈的又要哭 公主如今已经被逼得 主动纳妾了 那些人居然还说 他善度跋扈 太过分了 李宁乐丝毫不意外 宫中发生的事 没那么快传出来 并且有些人想来 也不愿意将那些事传出来 好成全他的名声 只是他不愿意 就有用了吗 林诺 你找几个说书的 让他们编撰驸马和琳琅 天生一对真爱无敌 本宫 被他们情感感动的痛哭流涕 于大殿之上 请那琳琅为妾 成全二人的故事 然后去茶楼酒馆说书平坛 好好为咱们的驸马宣扬宣扬 是 公主 林诺眼神愣了愣 领命而去 桃花契的跺脚 公主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是驸马背信弃义呢 偏还给他们宣传 我觉得 公主这样做是好事 春菊一脸欣慰的开口 就算驸马答应公主 只娶她一人 但这样的话若传出去 本身就会让公主名誉扫地 旁人更会觉得公主交金 仗着身份微迫驸马 但现在公主主动纳窃 对外会博一个大度咸凉的名声 多少会挽回 公主现在不太好的风品 桃花 奴婢替公主委屈 不用替我委屈 李宁乐捏起一块点心 咬了一口 香甜酥软 吃完才慢吞吞说 好戏还在后头呢 桃花不解看她 李宁乐没多解释 只要她静心等着看 晚间 林诺回来了 说事情办妥了 李宁乐恩了一声 低着头认真写着什么 林诺疑惑 公主不是不通文墨吗 她悄眯眯抬头 迅速扫了一眼桌上的纸张 而后嘴角一抽 纸张上 全是她看不懂的鬼话符 林诺虽然是轻卫队长 但因大伤重文轻武 她是识字的 她敢说 公主写的那几个字 她一个不认识 李宁乐写完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刚巧看到林诺还在 招手让她进前 怎么样 本宫写的画本 林诺 画本 她以为是诅咒驸马的鬼话符 公主写的自然极好 李宁乐白太眼 你不诚实啊林诺 本宫写的分明不好看 林诺低头 公主谦虚了 是不好看 但她不敢说啊 李宁乐知晓 她性格不如表面看得呆憨 要不然也不能上辈子自己失了地心 轻微对被削减后 她还能回宫混了个不错的职位 只可惜 她结局不好 死于同僚暗害 幕后主使是男主 林诺的位置挡了她的道 行了 下去吧 林诺默默推到院门口 抱着一把剑 面无表情地守着 外院 顾伯远从李宁乐那处回来后 累得不行 睡了一会 睡梦中感觉有人在帮她按摩 她舒服地哼唧起来 忽然 臀部以上的伤口处传来辛辣的疼痛感 顾伯远猛地睁开眼 俊逸非凡地脸扭曲着 发出一声痛呼 死 好痛 驸马 没事吧 是奴婢弄痛你了吗 顾伯远转头对上一张清秀的脸庞 琳琅 你如何回来的 公主 让奴婢回来的 驸马 公主说 她同意奴婢做妾了 琳琅高兴地扑到顾伯远身上 找准了她的伤口 狠狠位置一压 顾伯远双眼一凸 想把人推开 但痛意席卷那一刹浑身无力 只能不住地哀嚎 快起来快起来 驸马 你不高兴吗 琳琅无辜地问 人没起来 手还摁住顾伯远 不让她挣脱开自己 顾伯远身下一片湿润 伤口往外扑扑冒险 嘴唇湿了 血色发白 她颤巍巍 高 高兴 你先起来 好 琳琅听话起身 顾伯远松了一口气 眼神有些凌厉地看着琳琅 很想问她是不是故意的 但看她一脸喜悦的单纯模样 又否决了这个念头 琳琅对自己的痴心 她很清楚 定然是公主威胁于她 琳琅你能回来 真是太好了 之前我担心公主会杀了你 不得已出此下策 你可怪我 琳琅低垂的眼底 划过一抹冷意 台琪的脸 却是楚楚可怜 又仰慕深情 奴婢怎么会怪驸马 您是位奴婢好 奴婢都知道的 顾伯远轻抚她的脸 一脸柔情 你知道就好 现在帮我叫大夫来 我的伤口可能裂开了 什么 奴婢看看 琳琅一脸惊慌 去看顾伯远的伤口处 那边血肉模糊 在看顾伯远 脸色苍白到近乎透明 琳琅心底一阵快意 伯远少演 你可知道 奴婢听到要被你发卖出去的时候 也这般痛 面上 她焦急不已 奴婢帮您包扎 奴婢这就帮你包扎 不 不用 让大夫来 顾伯远嘴唇惨白 声音都在颤抖 琳琅不敢拒绝 乖巧去找大夫 您知愿 李宁乐听桃花说了外院的事 眉眼闪过一抹满意 你瞧 狗和狗打起来了 桃花敬佩地直拍手 公主厉害 不过琳琅胆子 未免太大 居然敢暗中下这等黑手 不怕驸马好了 找她算账吗 李宁乐 她本就不是善查 何况 她一定会让驸马记恨我 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 书中对琳琅这个婢女描写的不多 因为是女主阵营的 用词多是善良 体贴 温柔这种 没什么卵用的包一词 但李宁乐和琳琅真实相处过 知道她隐藏在 清秀面孔下的狠毒和聪明 驸马为了获得她的信任 不管琳琅就不管 琳琅没有哭闹 默默承受 也没有去找女主帮她出头 她目的很明确 知晓顾伯远的一切 要靠李宁乐 就硬是等到李宁乐 被利用榨干了最后一滴价值 然后 她成功坐上上书夫人的位置 对本事奴级的琳琅来说 阶级飞升都不为过 并且顾伯远的妾室 只有两个 还都没生出孩子 这里头没琳琅的手段 她可不信 第21章 叫她好好读书 非要吃乳猪 啊 她怎么敢 桃花一听琳琅感在驸马那边说 李宁乐的坏话 急了 撸起袖子 就要去外院收拾琳琅 春菊赶紧拦住她 冷静点 你这般只会让公主的名声变得更差 那怎么办 桃花生气道 难道由着这些人欺辱公主吗 春菊心里也不好受 这是公主迟早要经历的 大伤女子便是尊贵如公主 也不能凌驾于夫家之上 公主先前做的已经够出格了 这是顾家落魄 若非其他世家 怕是根本不许公主如此 一本餐上去被训斥都算轻的 桃花红着眼 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不出嫁 反正公主母家有钱 做个逍遥公主不好吗 你想什么呢 公主怎么能不成亲 至少如今比安阳长公主好些 李宁乐听的这个久远的词汇 一正 安阳长公主 他那位被迫和亲西蛮 死于难产的黄茧 上辈子李宁乐考虑过 不出嫁只做个逍遥公主的可能性 毕竟母妃的遭遇和父皇的薄情 让她对世间男子多薄性 有了很深刻的认知 但还莫等她试探父皇口风 西蛮上京 求娶公主结两国之后 当时 适婚年纪的除了安阳 还有平阳 只是平阳是中宫皇后嫡女 而安阳是树初 虽有得妃做后盾 却依然逃不开和亲的命运 那一刻 宁乐就明白 没有母妃的自己 若不及时找好出路 未来只有两条路 和亲或者被赐婚 赐婚还好 至少父皇 不会让他的女儿嫁得太差 要是和亲 安阳再嫁去西蛮第二年 就死了 死于难产 随着难产消息来的是一份新的求婚书 若非她已经澄清 宁乐确定 下一个被和亲的人就是她 算算时间 安阳皇姐已经嫁去有半年了吧 春菊应声 再过七日 半年 李宁乐记得书中提过一嘴安阳的死 并非难产 而是毒杀 具体没说 这消息 是男主安插在西蛮的探子报来的 被他当成饭后八卦 和女主提了一嘴 还问女主怎么看 女主当时心里波动是 古代的女子哪怕是公主也都身不由矣 但她们也比许多平常女子好太多了 至少享受了国家凤养 就该担负起公主责任 她把这话和男主说了 男主李宁诚眼底闪烁着知音的光 嘉宜 你真乃弦厚之才 女主翘脸一红 微微表示自己不过一点妇人捉见 李宁诚大笑 说她这若是捉剑 那天下妇人都要羞愧死 李宁乐嗤之以鼻 真要按女主的逻辑 和亲的怎么也该是皇子 比起享受全国凤养 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公主哪有皇子享受得多 他们怎么不为国和亲呢 还有 这两个人私下这么探讨 未来登位后的选择 难道不怕被砍头吗 我忘了 他们是男女主呀 父皇拥有的无孔不入的监察道 这就失效了 哪怕知道 也会当不知道吧 李宁乐笑容嘲弄 春菊给我研磨 公主要写什么吗 信 李宁乐想写一封信 提醒一下安阳 让她尽量小心 最好带个懂意的在身边 或许能躲过一简 沾了沾笔墨 李宁乐单手握着毛笔 沉思了一下 下笔如有神 春菊和桃花看着她 在宣旨在遗弃呵成 写 哦不 是画了一堆 他们不认识的字符 不过二人都不识字 所以没看出不对来 李宁乐写完看了看 很满意 把笔墨吹干 封入信法 把这个交给宁家 在京都商铺 让他们快马加鞭船去西门 亲手交给黄姐 公主 不走驿站吗 驿站应该更快些 春菊道 不 驿站不安全 何况她不好解释 自己为什么知道 安阳要出事 她又没有主角光环 形势的谨慎 京都东郊一处宅院 靠窗的灯火下 一位容貌俊美的青年 手握账本 看得认真 长随宁一从外挑连进来 裹进一阵凉风 家主 青年抬眼 如墨眼眸深不见底 她又要什么 公主让咱们送一封信 去西门国都 宁一交出那封信件 补充 还得亲自交到安阳 长公主手里 叶少挑眉 低垂眉眼 看着手中明显被拆过的信件 微醋眉头 不知在讥讽谁 难得写个信 怕是给那位激动死了 宁一心惊肉跳地看着周围 叶目深深 但谁也不确定是不是隔墙有耳 叶少不在意地拿出信件 看了两眼后 眉头压不住地跳了跳 家主 你管这交信 叶少摊开那份鬼话符的信纸 眉头皱得能加死苍蝇 叫她好好读书 非要吃乳猪 宁一 先放着 准备一下离京 宁一道 家主真不去见公主一面吗 这次毕竟是她成婚 和以往不同 老家主也交代您见一面的 不见 叶少想也不想到 那这信的内容 叶少烦躁的宁起眉 目光落在这鬼话符信件上 要不给她传过去 不定怎么折腾 烦死了 当初早知道接管 宁家还附带这么个玩意 她不如死在雪地里 下个帖子 就说明日 珍宝隔上新火 宁一笑呵呵应声 次日 李宁乐在用膳 金河堂来人 要她过去一趟 不去 李宁乐 不想一大早就面对老夫人 那根脚屎棍的恶臭嘴脸 来请人的是 老夫人身边的秦嬷嬷 她沉声道 公主 老夫人说有要事 什么要事 是顾伯远死了吗 当然不是 少爷他 竟然没死着本宫做慎 李宁乐一句话 赌得秦嬷嬷 差点差弃 要是老夫人在这 又要被气得跳脚了 这位公主 当真好坏的性子 之前要嫁顾府时 分明不是这般 还为了让少爷和顾府 有光拿自己的私库 填补聘礼呢 那会还当他是个好的 没成想为个妾室 如此不顾体面 公主 公主 珍宝阁上新货了 递了帖子 来问您要不要去看看 桃花挑了帘子进来 问道 当然去 李宁乐眼睛一亮 起身就走 秦嬷嬷想来人 被桃花挡住 秦嬷嬷 你疯了吗 赶拦公主的路 秦嬷嬷脸色一白 连忙扶身告罪 奴婢无礼 请公主恕罪 只是老夫人 那边真有事 本宫现在有要事要办 有什么事 回来再说 秦嬷拦不住 公主睁看着李宁乐 带着人开开心心出府 脸都轻了 博愿少爷被打成这样 他不探望不适急 还跑出去看什么手势 简直是 第二十二章 你自有多丑心里没点数 公主您瞧见秦嬷嬷 那张脸了吗 真真好看极了 桃花扶着李宁乐上马车 生怕他没看到 乐滋滋附数 桃花 你少说两句吧 春菊敲了敲桃花的头 万一叫别人知小寇 上个不孝的名头 给公主怎么办 桃花赶紧闭嘴 春菊看了看 满不在乎的李宁乐 苦着脸要劝说 李宁乐轻笑一声 捏了捏他板正的腮帮子 春菊你才多大 笑一笑吗 春菊挤出一个 不怎么好看的笑容来 你呀 就是愁着愁那的 容易生病的知道吗 李宁乐眼底 划过一抹联系 上辈子春菊在他怀孕后 不久生病去世 太医说他是欲杰在心 思绪过重 估计是因为操心他的事 到底累垮了身体 李宁乐希望他开心些 别那么重心思 你放心 顾家不会在外 涓扬这些的 他们还要靠我 给顾博远虔诚呢 在这之前他们 再生气也得捧着我 春菊文言眉目 舒展了一些 那公主会帮驸马吗 啊 李宁乐眼底浮起 一抹冷煞之意 本宫会好好帮他的 帮他找到 入地狱 最痛苦的方式 马车驶出顾家 外面传来 嘈杂的人声 街上行人 或悠闲或匆忙 两旁小贩眉眼带笑 吆喝招呼过往行人 道路两侧的商铺 更是人来过往 李宁乐 瞧着这久违的繁华 有些恍若隔世 好久没上街了 春菊想提醒李宁乐 放下帘幕 免得被外男瞧见 一旁桃花 塞了包茶来 公主最喜欢你泡的茶了 春菊只得接手煮茶 从顾府到珍宝阁 大约花了小半个时辰 下车时 日头正晒 掀开车帘 热气扑面来 地上青色板砖 被照得白晃晃的 李宁乐下意识眯起眼 桃花见状 立刻撑伞 高举过李宁乐的头 扶着她 踩着井凳下马车 珍宝阁中有不少人 多为贵族女郎 李宁乐的到来 让店内一静 有认出她身份的 立刻建立 见过公主 李宁乐抬手 好了 在外不必多礼 都是来买东西的 本来还带扶身的 众围女郎 停住动作 就听她又道 本宫来看新品 你们继续 众女子 你这后面一句 大可不必 为的带路 着了一件 桃色青纱长裙的 女掌柜笑盈盈道 公主请 等宁乐身影 消失在楼梯口 底下贵族女郎们 愤愤交流 就她会显办 每次珍宝阁新品 都先让她挑 凭什么 凭她是公主呗 可我见平阳公主 都没她身上的首饰 更迭得快 那是为什么 难不成珍宝阁 是她开的不成 在场有些上了年纪的贵夫 人文言淡淡淡道 不是她开的 但是她外祖家的产业 你们年轻不知道 宁乐公主的外祖父 曾经是大商有名的富商 江南首富 珍宝阁三楼 李宁乐好奇 张望了两眼 往常新品不是 在二楼看吗 怎的今日来了三楼 女掌柜恭敬道 这次的新品 有些特殊 您且稍后 说吧 她退了去 至于桃花和春菊 他们被留在二楼 李宁乐没在意 找了个位置坐下 临街靠窗能看江 这一条街的街景 一览无遗 桌子上 摆了她喜欢吃的点心和茶 以及一盘下了一半的围棋 李宁乐微醋眉头 她最讨厌下棋了 这里摆了这个 该不会是 见过公主 身后传来一道清冷的 像玉石一般清脆雌性的嗓音 李宁乐的头发 瞬间炸了起来 扭头看向站在她身后的青年 说青年也不算 此人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 容貌之俊美 乃李宁乐平生所见之最 一双黑如墨汁的谋身不见底 和正常商人的狡诈不同 她更像的贵族 满身如雪的金贵 不沾一点铜锈 但她偏偏就是个商人 叶韶 她外祖父捡来的继承人当中 最出色的那个 算是她名义上的舅舅 或者兄长 李宁乐不怎么喜欢她 总觉得她仗着聪明 好像全天下的人 都是蠢蛋的表情 欠揍又欠扁 公主还是这般 一点都没变 回过神 李宁乐发现 叶韶坐到了她对面 神色淡淡中 带着一抹 她看得分明的嫌弃 李宁乐不愿皱起眉头 你在说本宫丑吗 她小时因为母妃去世不肯吃饭 瘦巴巴的 像个猴子 恰逢外祖父生病 叶韶替她来见自己 当着她面说了一句好丑 自此以后她们没再见过 如今说没变 分明变着弯骂她丑 公主想多了 叶韶用着你说 对了的表情 否认了她 李宁乐刚要发怒 就听她又道 公主昨日送来的信件 是要送给安阳长公主吗 对 怎么了 有问题 李宁乐想 要不是有问题 叶韶不会来找她 是的 和宁乐不喜欢叶韶一样 叶韶也很讨厌她 在她眼中 李宁乐是个娇蛮 任性鲁莽 又冲动的惹是惊 要不是老家主 是她救命恩人 叶韶根本不会理她 她俩相看两眼 叶韶从怀里 拿出那封信 那和女人 染了口之斑红的 唇扯出一抹讥讽 有 请公主翻译一下 你这封信上 写了什么 李宁乐接过信 先是生气 你居然偷看 然后听清楚她的话 之后更气了 还没看懂 叶韶冷笑 公主这字怕 是当代大如箭了 都认不出来 写了什么 所以担心过了 李宁乐翻看了下信纸 嘀咕 有那么男人吗 叶韶额头跳了跳 就听对面娇艳的少女 指着上面的字 一字一复数 黄姐你好 我是宁乐 写信给你是 是想提醒你一下 找个会议 懂读的在身边 保证安全 以防不测 听着那完全没有 丝毫美感的信文 叶韶额头 跳得更厉害了 但很快 她被李宁乐话中 透露的信息惊叨 你想说 安阳公主会被暗害 李宁乐读出来前 就想好理由了 我提醒 她小心谨慎些 西蛮不是大伤 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被人算计什么的 谨慎总没错吧 叶韶狐疑 打量着面前少女的神态 平静又坦然 但她知晓 她生在皇宫 骗人不眨眼 这么看本宫 是被本宫迷住了 李宁乐见她一直看 心里打鼓 心思一动 冲她抛了个魅眼 果然 叶韶一言难尽地 收回视线 我会把消息带到 安阳长公主手中 公主没别的事 可以离开了 李宁乐 翻了个白眼 跟我想在这里似的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我说 你该不会是 为了见我一面 故意说 看不懂我的信吧 你自有多丑心理 没点数吗 第23章 宁乐公主的贤名 夜勺丢下那封信 走了 李宁乐气地 把信捡起来 看了又看 哪里丑了 分明是她学识不够 不认识字 李宁乐把珍宝格 新品一扫而空 堆满了马车后 还是没消气 想起交代 林诺出去散步的画本 李宁乐打算 亲自去听一听 东西放着 我出去逛逛 公主 女子不宜抛头露面 尤其是您的身份 春菊不赞同地规劝道 桃花却道 没事 奴婢准备了这个 她拿出一个 淡金色纱织的斗笠 笑嘻嘻道 只要带了这个 谁能瞧出是咱们公主 还是小桃花聪明 李宁乐高兴地戴上斗笠 从珍宝格二楼 另一侧出口出门 你们俩在这里等着 我逛一会回来 林诺和我出去 是公主 桃花眼巴巴 看着李宁乐远去的身影 羡慕极了 男子真好啊 能随便上街 桃花 你不该纵着公主性子 公主如今因驸马的关系 本就名声不好了 要被发现的话 放心啦春菊 公主带了斗笠 认不出身份的 桃花转身回来 给自己和春菊 倒了一杯热茶 又倒 而且我觉得 让公主多散散心才好 不然整日想着 驸马这个那个 得多难受啊 春菊不赞同的你没 好了 快喝口茶 珍宝格的茶不错的 珍宝格另一侧出口出来 也是一条大街 人来过往 两侧繁华依旧 李宁乐逛了一会 找到一家 正在说书的茶楼走进去 店小二只扫一眼 便弯着腰 千杯吆喝 这位小姐李边请 带着李宁乐 去一个雅座 二楼临窗 离说书的位置很近 李宁乐坐下 便听不远处 说书先生手中扇子一合 道 昨儿讲的西游传记 咱们停一停 说说我刚得的一个新本子 周围有人不乐意了 叫喊道 我们就想听西游传记 是啊 那侯儿接下来怎么着了 哎呀 别急嘛 今儿这出 你们且听听 定会喜欢的 收了钱的说书先生 自然不会被一两句反对就停下 再者 这瓜他自己吃得也很快活 倾咳一下嗓子 便开始了 话说某朝 有位贵人女郎 年房十八 貌美如花 下嫁一位落魄公子 本是一段佳话 不想这公子心思不纯 刚成亲两日 便养了外事 此言一出 本还有些不想听 起身要走的宾客们 脚步一顿 哎 这话本有点意思 不确定 再听听 说书先生继续道 这公子用自己嫡妻的银钱 买了一三进三出的雅院 金屋藏外 两人轻轻我我 不知天地伦里与何物 直到 他扇子一开 声音亢奋地抬高 贵人女郎发现 找上门来 好 接下来如何 打他了 我知道 打了二十关 有知晓内情的激动接话 李宁乐看过去 说话的人一张马脸 是那日在灵德殿见到的丑货 马家公子 说书先生给了对方一个 你消息很灵通的眼神 笑眯眯道 是的 这位贵人女郎没压住脾气 抽了那位公子二十下 胡闹 这像什么话 一个女子 居然敢打自己的夫君 没错 便是公子养外事 有些许不对 也不是他能动手的理由 而且会养外事 不就说明 他是汉妇吗 这女子仗着身份 跋扈嚎嚣张 按妻出之条 可羞气 未必是这位正妻不嫌啊 也可能是公子 想两头大 外事不甘心作妾 所以不入门 这是极有可能的 人群中 不少男子愤愤不平 也有小声 为正妻说话的 马脸公子急切道 还有后文呢 你们别打岔 继续听啊 说书先生 笑眯眯听着众人议论 抬手示意众人安静 继续说书 虽然打了人 但女郎心里也不好受 这是她的丈夫啊 于是她细细问了 公子和外事的情况 得知他们相识于一次意外 这外事本是 一大家小姐的贴身女婢 本是要跟着小姐 一起嫁人做孤业妾室的 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做不成了 婢女前途无望之际 与公子结识 相知相许 冲破了阶级带来的隔阂 义无反顾在了一起 贵人女郎表示 既然夫君真心喜爱 抬回来又何妨 于是把人抬回府中生了小妾 成全了公子与奴婢的一段佳话 好 今日说书到此结束 底下宾客们先是安静 随后爆发出热烈的议论 这女郎大度啊 嫌妻啊 只有我奇怪 为什么婢女本来是要做孤业妾室的 做不成了吗 公子和奴婢的感情 也让人感动 两方都很勇敢啊 当然 故事里的正妻也不错 是个大度的 不像之前我听说的那位公主打驸马的事 则则则 你没听出来吗 这就是那位公主的事啊 马脸公子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这帮愚蠢的平民 这么明显的暗示 都听不出来吗 说的是宁乐公主和他的驸马呀 怎么可能 那位公主会这般大度 听故事 你怎么还带入现实了呢 马脸公子哼了一声 我那日在殿上听得真真的 公主和陛下请奏 那那位丫鬟入府为妾 有人认出她的身份 惊呼 所以公主竟然不是汉府 当然不是 公主贤良大度得很 当日陛下圣怒 驸马不说 丫鬟是要被刺死的 是公主拦了下来 马脸公子露出一抹仰慕 公主本人美丽高贵 善良大度 没想到被你们如此诋毁 哼 愚昧 马脸公子 懒得和这些蠢蛋们多说 转头问说书先生 先生 这话本可有名字 说书先生一笑 有啊 叫真爱无敌 真爱无敌 这名字还挺贴的 只可怜公主 一片真心 可惜驸马对他 哎 马脸公子摇头 赤裂表白 若是我 定不会负了公主 李宁乐 他用很快的速度 离开了这家茶楼 同样的话本 不仅仅在这家茶楼流传 很快 公主打了驸马的后续 如插了翅膀一样 传遍京城 公主贤名也传开了 家主 公主这一反击 聪明极了 完全把名声拉回来了 现在满京城 都在传她是个贤良大度的 就是驸马真不是东西 用我们公主的钱 给外事买院子 宁一把消息 传到夜勺跟前 夜勺低垂眉眼 手里握着一本书 看得认真 不认识的人绝对想不到 这风光济月的男儿 手中握着的是 账本 对于宁一的话 他没太大反应 家主 您怎么不说话 回江南 李宁乐出了茶楼 又逛了一回 身后的林诺手中 很快多了许多小玩意 有唐人 灯笼 袁扇 酥饼 馄饨 不同样 且吃喝玩乐都有 李宁乐不亦乐乎 往下一个小摊走去 呼得听到一阵 敲锣打鼓的声响 他转身看过去 只见不远处 有一家店铺新开业 热闹的武师 和百姓围观下 店小二喜气洋洋 接下了门边 淑女方 掌柜 这卖的什么啊 门口围的人们 好奇张望 里头走出一味上了年纪 看着 就很精明干练的掌柜 笑盈盈大声回答 这是我们东家自创的 美容养颜绝佳用品 香皂 香皂 还美容养颜 是的 各位女郎 瓶素用的胭脂水粉 会在脸上残留许多 若长久不进肤清洗 定会让皮肤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磨点一样的斑块 咯咯答答的浓疮 而有了这个 香皂 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这么厉害 围观的女郎们心动了 多少钱 掌柜抚着胡须 笑着回 一块十两 十两 太贵了吧 算了算了 十两 够平常人家近一年开销了 只为买一块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香皂 他们舍不得 掌柜也不急 东家说了 香皂生意做的是贵人生意 李宁乐弯了弯唇 走上前 给我来一块 第24章 老脚屎棍的算盘 好嘞 这位贵客 请您里边请 上座 掌柜激动吆喝一声 原本想走的女郎们 当时停下脚步 有些咬了咬牙 跟着李宁乐一起进了铺子内 买不买的 看看也行啊 贵客 请看 这就是小店的香皂 大商绝无仅有 掌柜捧来一个上好南木盒 打开里头放着一块乳白色的方块物体 这便是香皂 看这样子 倒是小巧讨喜 不知效果如何 这点大 竟要十两银子 围观的女郎们 窃窃私语 掌柜补充 别看个头不大 但效果极佳 且这块能用上鱿鱼 便是鱿鱼也贵啊 这可是十两 女郎们道 她们如今用的桃米水 物莲嫁美 效果也是不错啊 掌柜笑而不语 目光瞧着李宁乐 这位贵客通声贵气 虽带了斗笠 看不清面貌如何 但单凭这斗笠青纱 用的是上好金蚕丝 就能知晓 其身份非富即贵 这些女郎们的话不重要 她的态度 才重要 李宁乐随手拿起那块香皂 隔着斗笠青绣 芬芳扑鼻 有些许花草的味道 虽然卖相不怎么样 但味道很喜人 并且效果的确不错 不怪上辈子女主赚风了 买了 她随手一挥 身后林诺立刻上前丢了一块银骡子 女郎们捂住嘴 惊讶极了 这位女郎好生胆大 且不说十两的价格 但就是上脸的东西 她不担心出问题吗 好嘞 贵客请稍候 掌柜喜滋滋 把南木和和尚 恭敬递给李宁乐身后的林诺 又挂着真诚笑脸 把人送到门口 贵客 有需要再来 慢走 慢走 除了淑女方 李宁乐心情不错 转头回去 林诺抱着一大堆东西 手里还抓着那一块十两的香皂 忍不住问 公 小姐 这香皂 您真打算用在脸上吗 怎么了 属下瞧着那些女郎神色不对 私下一论说 这种东西 有可能毁容的 林诺习武 自然听见他们离开后 那些女郎压低声音的讨论 李宁乐藏在斗笠下的红唇微弯 放心 不会 香皂 穿越女主第一桶金的来源 上辈子穿越女主是在半年后 和男主感情有了不错的进展 才开始做生意的 在这之前 她不敢有任何出格的举动 而香皂铺子 并非一开始就赚钱的 十两银子 又是上脸的东西 大商女郎们轻易不敢下手 直到平阳公主带头购买 香皂才彻底在大商京城贵族圈活起来 你知道 这店谁开的吗 不知 陈嘉宜 林诺瞪大眼 随即低头 属下多嘴 明白了 公主这是帮自己的闺中好友呢 虽然她不懂 陈嘉那位小姐 明明对公主那样不好了 为何还要帮她呢 以为我在帮她 李宁乐一眼看出 林诺的未尽之言 林诺垂头 属下不敢 妄议主子私事 是要被打板子的 告诉你也没什么 我是要帮她快速推广香皂的名气 然后 据为己有 毕竟女主 没了平阳公主这条人脉 想靠香皂赚钱还早 她等不了 抬手帮一帮咯 帮完 香皂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 林诺亚然 这 公主您是要抢抢 可她到底是四皇子妃背后 站着四皇子 咱们能抢到吗 谁说 我要抢她这个铺子了 我宁家 缺铺子吗 珍宝格 桃花和春菊 见到李宁乐回来 琪琪松了一口气 公主回来了 去了哪里啊 桃花一边问 一边替李宁乐拿下斗笠 扶着她坐下歇息 春菊则为李宁乐倒了茶水 又领着林诺 去把东西放到马车上 李宁乐眉眼带笑 听了会说书 还找了个大商机 啊 李宁乐没解释太多 吩咐桃花 把珍宝格的掌柜找来 见过公主 公主找奴家 是有什么事交代吗 珍宝格的女掌柜 胭脂依然是之前的 一席桃色衫裙 见人三分笑 街上开来的淑女坊 你知道吗 胭脂笑 奴家刚收到消息 不过据说 卖的东西很离奇 叫什么香皂 公主是对里面东西感兴趣 那奴家一会这人 买了先用 没问题之后 再送去顾府 不是 我是问 淑女坊对面的铺子 是我们宁家的吗 胭脂摇头 不是 买下来 本宫要用 胭脂正愣了下 李宁乐认真道 不 我打算抢别人生意 先把铺子定好 顾府 老夫人王氏 听得秦嬷嬷说的话 气得早善都吃不下去 匆匆去了外院 看完顾博远 偏巧顾博远 疼了一夜刚睡下 他便罚了琳琅一顿出气 回了金河堂 还气不过 你让人在门口等着 一回来就给我把人叫来 今天我非好好教训他不可 秦嬷嬷 是 有时一刻 晚膳时分 李宁乐回到顾府 刚下马车 便瞧见金河堂的下人后在门口 一见他立马跑过来 公主 老夫人 要您务必过去一趟 李宁乐正饿着呢 知道了 等本宫吃完过去 这 丫鬟想说什么 李宁乐已经走远了 没办法 他只能回去复命 春菊扶着李宁乐的手 小声劝道 公主 毕竟是驸马的祖母 您这般不好 本宫没拒绝啊 吃完再去吗 公主 好了我的春菊 我想些会 吃完去好不 李宁乐打断了春菊的牢道 跑了一天 他很累很饿 春菊无奈闭嘴 小厨房在一个时辰前收到传信 就开始准备了 李宁乐到了院子 闻到食物的香气 肚子饿得直叫唤 公主 奴婢伺候您梳洗一下 李宁乐点头 迅速又简单地梳洗 换了套衣裳 出来膳食 已经摆了满桌 22道菜 每一道都是他喜欢的口味 李宁乐坐下 桃花和春菊 开始喂他布菜 他白手 不用那么麻烦 坐下一起吃 快快快 桃花一听 嘿嘿笑着坐下 谢过公主 公主 您又来了 这要在宫中被瞧见 您又要被说没规矩了 春菊拧眉不赞同 现在不在宫里 咱们无需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吃饭要紧 李宁乐说着 拿起银块 迅速加了一块酥肉 很快又加了一个鸡腿 而后鸭肉 火腿 煮得稀烂的菜 吃得风卷残云 毫无公主优雅礼仪 桃花捧着碗招呼春菊 春菊你快作罢 公主什么性子 你不是不知道 她嫌弃咱们布菜蔓的 春菊 转眸看去 说话功夫 李宁乐碗里的饭下去一小半了 的确是他们太慢了 但吃太快 哪里像的公主啊 金和糖 什么 这个小贱人回来 不先来见我 反而用晚膳去了 老夫人眼珠瞪大 守在桌上拍得震天响 她出去一趟 是不是又买了许多东西 下人轻声道 是 奴婢建车夫和下人 来回搬了半个时辰才搬完 这个败家娃业 老夫人心痛的眼睛都红了 她膳食用了多少 二十二道 老夫人口齿生惊 又气又毒 整个顾府 只有在过年过节 才上这么多菜 李宁乐一顿 就用这么多 而且还从没想过 孝顺她这个祖母 简直不孝 打不孝 你这个婆母怎么当的 让她这般铺张浪费 老夫人看着 跪在下手处的灵士 气不打一出来 一脚踢了过去 灵士一个不察 人摔在地上 她的奶娘惊呼一声 赶紧去服 就听老夫人怒吓 不许服 灵士你给我跪下 灵士默默跪好 我把顾府长家全交给你 你就这般管家的 灵士低声道 公主的开销没从咱们 话没说完 又挨了一脚在心口 老夫人眼神严酷 冷力道 她嫁来我们顾府 就是我们顾府的人 她的人 她的东西都是顾府的 你说她的开销 梅花顾府的 灵士低头不语 她对老夫人的强盗逻辑并不意外 也知道 她既然说到这里 必然还有话 果然 灵士 你长家不善 远哥又娶了心腹 钟会交给您了吧 老夫人眼底带着贪婪 灵士嫁来这么多年 嫁状早就空了 这是个交给您了的好机会 按照她的铺张浪费 顾府生活会比之前更好 是 灵士一点不觉得难堪 相反 她很开心 这钟会 她早就想丢了 问题是 公主会接吗 刚想着 就听外面一声通报 老夫人 公主到了 起来 老夫人警告看了灵士一眼 低声交代 一会你主动开口 把钟会交给她 第25章 掌家全 接了 别后悔就行 宁乐来了 老夫人王氏 见到李宁乐进来 立刻换上慈爱的笑容 这笑让李宁乐一阵恶寒 无视献殷勤啊 这老脚屎棍 见过老夫人 哎 快坐吧 老夫人抬手让李宁乐坐下 又吩咐身边丫鬟 给她上茶上点心 殷切得不行 这副模样 李宁乐不陌生 上辈子见过无数次 每次都是有所求 她目光转到老夫人下手处 单手握着心口 脸色发白的灵士 婆母不舒服吗 灵士冷不丁被叫道 忙起身 没有 我很好 多谢公主关心 你婆母就这个样子 一天到晚娇娇弱弱的 好像别人欺负她一样 真是的 一个主母竟拿捏着小妾做派 怪不得是输出 老夫人担心被看出什么 连忙开口 训斥林氏 做出这副死样子 给谁看呢 不是你说 有钥匙要交代宁乐 非让人来一趟的吗 人来了你还不说 李宁乐看着林氏诺诺应声 慢慢走到自己跟前 交出一大把钥匙 公主 这是府中库房钥匙 你嫁入 顾府成了女主人 这钟馈和 该由你掌管 钟馈 本宫来管 李宁乐眼底划过一抹不可思议 林氏胡乱点了点头 身后老夫人 王氏满意地开口 宁乐 既然你婆婆交给你了 你就收下 你身份高贵 又是公主 顾府和该由你来掌家 这也是我们对你的器重 李宁乐文言笑了 这要在别家 或许的确如此 但在顾家 顾家落魄到娶妻时聘礼 还要她这个新嫁娘 从私库里出 这掌家权 哪里是器重 分明是利用 上辈子自己傻傻接了钥匙 用架状贴补无数 却到死外人也不知道 顾府多年吃窗 靠她这个跋扈公主 顾博远的官路 靠她这个杜夫妻子 甚至作者在书中 也忽略了这一点 对顾博远的形容 一直是薰贵公子 温润有才华 凭借机敏 选中了乾隆在渊的男主 最后一飞冲天 别推脱啊宁乐 这是我们对你的信任 老夫人直接堵了话头 不许李宁乐推脱 李宁乐慢慢抬起头 扯出一抹笑 好啊 掌家全本宫接了 只是 希望你们别后悔才好 老夫人眼睛亮了 没想到李宁乐这般听话 看样子 她到底对远哥是有情的 不然也不会把那琳琅 抬进府做小妾 说白了 公主又如何 还不是被她的孙儿 迷得五迷三道的 好好 宁乐呀 你是个好的 既然如此今日便开始吧 说了这么久 我晚上还没用吗 这话带着浓浓的暗示 显然 她眼馋李宁乐的 二十二道膳食规格 想要享用同等待遇 用李宁乐的钱 行 本宫会叫人准备的 李宁乐把钥匙交给身后的桃花 转身离开了金河堂 老夫人满意极了 看到一旁灵士嫌弃训斥道 没用的东西 别碍我眼 快些离开 灵士闽纯 告退 金河堂万 桃花脸上挂着喜色 公主 没想到顾家还算有点良心 这么快把掌家全交给您了 想来是踢驸马向您赔罪呢 天真 李宁乐笑了笑 眸光扫到身后出来的侯夫人 灵士身上 桃花赶忙闭嘴 扶身道 奴婢见过侯夫人 请起 灵士温温开口 看着李宁乐主动道 公主 关于掌家的事宜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问我 李宁乐挑眉 还以为她 会像丢开烫手山芋一样 闭圆圆的 毕竟在这之前 顾府一直在用她的嫁妆为持 灵士也没解释太多 只说了这一句 便扶了扶身离开了 桃花等人走远 才低声道 公主 侯夫人这是不想放开掌家权呢 不是 那是为什么 夫人 您为什么和公主说那些话 定然会被误会您 舍不得掌家权 指不定心里不高兴呢 奶娘扶着灵士的手 疑惑问道 灵士苦笑 我何尝不知 但顾府什么情况你也清楚 这些年全靠我嫁妆支撑 公主的性子 能是吃得下亏的吗 与其等日后 被她发现愤怒于我 不如这回就迈个好 只求她到时 别太生气 别迁怒于灵儿 奶娘听她提起小少爷 也露出紧张的表情 小少爷才三岁 公主应当不会如此狠辣吧 再者 还有侯爷在呢 她肯定会保护夫人和小少爷的 文言临士揉了揉 被老夫人踢痛的心口 柔声道 是啊 还有侯爷呢 这些年婆母凶狠 幸得侯爷联系 您知愿 什么 顾府早就入不敷出了 桃花听李宁乐说完顾府如今情况 圆脸上满是震惊 那公主 您为何接下掌家权啊 这可怎么办 虽然公主您嫁妆丰厚 母家也很有钱 但 凭什么呀 女子嫁妆为个人财产 顾家怎能如此不要脸 用完了侯夫人的嫁妆 又想用您的钱 太过分了 李宁乐看着急得团团转的桃花 失笑 把人拉住 放心 我的钱不是谁都能用的 桃花 真的吗 那您打算怎么办 老夫人临走时要您安排晚膳 难道还能给她吃青州小菜不成 为什么不可以呢 李宁乐反问 这样做的话 老夫人一顶大不肖的帽子扣下来 您得吃苦头的 陛下格外注重孝道 这样不行 桃花忧心冲冲道 那就不让她吃青州小菜 桃花心痛 那不就得花您的钱了 非得花您的钱了吗 这个该死的顾府 小姑娘气得眼眶通红 李宁乐不好意思逗她了 放心 我既然敢接这串钥匙 就有了应对之法 你去帮我做两件事 公主请说 奴婢想尽办法 也给您办妥 李宁乐勾了勾手指 让她凑近 低声交代了几句话 桃花睁大眼 这样能行吗 事事就知道了 记住 一定要大张旗鼓 桃花重重点头 奴婢明白 奴婢这就去办 一定按您的吩咐 闹得人尽皆知 去吧 进门的春菊 见桃花风风火火 微醋眉头 桃花在公主跟前 怎么能如此没规矩 话没说完 桃花人就不见了 公主 她 桃花替我办点事 对了 把秋双叫来 春菊点头 转身出去叫人 穿着一身白的秋双进来 带着满身药箱 公主您找我 李宁乐点点头 把今日刚买的香皂拿出来 递给秋双 你看看 这个能做吗 第26章 和以前一样 瞅 秋双接过乳白色的香皂 职业本能让她先放在鼻翼间清秀了一会 而后爆出好几味中草药名字 公主这是 这叫香皂 未来会很火的一种 清洁类护肤品 专门用来洗脸的 李宁乐用了在书中看到的现代词汇回答 清洁 护肤 秋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词汇 李宁乐和她简单解释了一下香皂的作用 她很快明白了 公主 要做出这个来 可这不是有现成的了吗 李宁乐笑着道 这不一样 这是我花钱买的 以后 我要卖它 我需要一点时间 有些步骤 我可以提前告诉你 李宁乐性子急 不耐反等 反正她看书的时候 把女主说的步骤记下来了 对于好女主羊毛 她没有丝毫愧疚 秋双点头说好 完全没有问你为什么 会知道 步骤这些多余的话 认真听着李宁乐说了几个步骤 记录下来后 迫不及待道 我现在就回去试试 去吧 秋双下去后不久 桃花回来了 公主 按您的吩咐 在最大的酒楼里 订了上好的饭菜 送去了金河堂 老夫人那边很满意 很好 只是公主 酒楼那边 虽然因为听说是顾府 而同意赦账 但顶多三个月 就会上门要账 到时候 岂非还要您付账 李宁乐娇艳一笑 那也得那时候 本宫还在顾驾 桃花不解 呼得瞪大眼 公主您是要何离 何离 不 李宁乐起身走到窗边 月亮依然又亮又圆 刚过中秋数日 三月之后 离元旦也近了 是个良辰美日 适合丧偶归府 三个月 足够让顾博远 身败名裂 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男主 热水备好了吗 桃花眨眨眼 备好了 奴婢伺候您沐浴 四皇子府 后院 陈家一听的下人来报 说书女方开业大吉 第一日便卖出一块香皂 还是被一位一看就身份贵重的女郎买走的 婢女韶药兴奋鼓吹 皇子妃真是厉害 那么一块小小的东西 居然就卖出十两了 成本不过才几文钱 陈家一眼神淡淡 成本是不高 但须巧思 少要连忙点头 香皂 一个只要是穿越人是必然会做 也极其好上手 不高调 能脸才得绝佳金手指 原本陈家一不打算这么快办商铺 一是担心太过出格 引起别人注意 二是 她和李懿成关系 她的打算是相敬如兵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她对李懿成 有了一丝丝心动 既如此 她愿意为她的未来铺路 只是 暂时还不能告诉她 毕竟她还不确定 这铺子多久才能打开市场 自己也没有足够有身份的朋友来宣传 想到这里 陈家一不免懊恼 上次和平阳公主 若是成朋友就好了 事情办得不错 记得别和任何人提起 包括四皇子 明白吗 陈家一淡淡吩咐面前的掌柜 掌柜跪地道 小人明白 离开后 她转了一圈 去了主院 把和陈家一的一字一句禁数汇报 又呈上了香皂 李懿成淡淡听完 目光落在掌心那块香皂上 有些惊异 这香皂触感柔润 闻有一香 却不是大商友的东西 她的皇子妃 有秘密啊 既是皇子妃叫你做的 便好好做 日后账本仪式两份 一份给皇子妃 一份送给裴衣 小人明白 心好心好心好 几日后 李宁乐捧着秋霜 呈上来的新香皂 爱不释手端向半天 开心地笑了 不错 做得比她的好多了 秋霜 公主谬赞了 你怎么做到 比她这个精致的 而且 我闻这味道还更宜人 李宁乐好奇问道 在里头添了两位别的 一味提香 一味中和一些花草的刺激性 你还发现 她这香皂里刺激 李宁乐惊喜不已 女主这香皂 并不适合所有人的脸 在卖火爆之后 会出现一批人不适 脸上暴斗 烂脸的情况 李宁乐就是倒霉蛋之一 因为 和陈嘉宜的过节 让她第一时间认定 是其故意害自己 找上门去 陈嘉宜当然不承认 香皂有问题 自己也因为名声太差 被众人认定是故意陷害女主 找查无果不说 还被男主去父皇那边告了一桩 禁足数月 等禁足解了之后 他才知道 女主在这期间 推出了香皂2.0版本 说专门针对敏感机 更安全 有了这个 加上女主亲自上门 帮那些烂脸的人恢复容貌 香皂更加火爆 推广至全国 只有李宁乐 脸上留下了 坑坑哇哇的疤痕 所以 香皂到手之后 李宁乐没敢用 虽然他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敏感机 但谁知道呢 女主光环无处不在 小心为上 嗯 这香皂清洁性是很高 但是里面有些草药过于刺激 每个人体质不同 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但我目前还不确定会有什么反应 秋霜皱了皱眉道 他不知道 李宁乐知道 当下就把上辈子遇到的症状 说了个遍 秋霜认真听着 如果是这些的话 添加了甘草之后会好许多 不会再出现 公主您说的烂脸情况 好 那这块留下我用 你继续做 李宁乐很开心地把香皂收起来 随口问道 对了 这个难做吗 一天能做几块 几块 一天能做几千上百 如果地方够大 人手够多的话 还能更多 李宁乐 这么多 那成本呢 秋霜摇头 不知道 反正公主给我的草药 我用了一半左右 当然前面都是失败的 她是一吃 只对草药感兴趣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 香皂我会叫人帮你一起做 你负责教会他们 秋霜点头 退下 李宁乐又叫来春菊 让胭脂有空来一趟顾府 春菊疑惑地点点头 江南 宁府 前院 叶韶正在看账本 门外进来一道鬼碎的身影 嘿 一张鬼脸忽然出现在眼前 叶韶眉头都没动一下 伸手把那张挤得有些扭曲的老脸推开了些 您有事吗 当然有事 回来大半日了 也不去看我 我还等着你告诉我 小宁乐过得如何呢 宁元不满地坐下 吹胡子瞪眼 叽叽问道 快说说 我的外孙女怎么样了 长高了吗 漂亮了吗 成婚的场面大不大 文言夜勺脑海中浮现一道娇艳精致的侧脸 看着窗外的画面 身形高挑 着了一件红色长裙 雪敷花帽 美帝张扬热烈 和以前一样 瞅 第27章 来啊 好羊毛了 瞎说 我外孙女不可能瞅 宁元狠狠瞪了夜勺一眼 激动道 她的母亲那么美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时 小小的 浴雪团一般的可爱玲珑 怎么可能瞅 宁元气呼呼地 抬手对着夜勺指指点点 你小子是不是嫉妒 我有外孙女你没有 夜勺额头跳了两下 宁一从外进来 手里带着来自京城的消息 胭脂传来消息 说公主要开铺子 宁元一正 扭头 你说啥 开什么铺子 夜勺问 宁一摇头 胭脂说只是先买下了一间铺子 在一家新开的名为淑女方的铺子对面 那家铺子是卖香皂的 背后东家是四皇子 非陈嘉仪 陈嘉仪 我知道这个小女郎 和我家小宁乐是归中好友 小宁乐和我通信中 十次八次提到她 想来关系极好 估计是一起开铺子玩 宁元摸着胡子笑眯眯道 让她开吧 反正我宁家不差这点 宁一点头 是老家主 好了 小叶子你忙 我走了 宁元知道 宁一来代表又有事要做了 她老了 得好好休养 夜勺咬牙 慢走不送 嘿不用送不用送 宁元背着手悠哉离开 哎 有继承人就是好啊 轻松 宁一听得垂下头 努力压住嘴角的抽搐 老家主真是 每次见面都致力于气死家主的节奏 京城那些消息 暂时别让老家主知道 夜勺眉头锁着 冷声交代 宁一 明白 只是 她顿了下 有些担忧到 公主一直有和老家主通信 万一公主主动说的话 以老家主目前的身体状况 可能承受不住 以公主脾性 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 夜勺脑海中 再次浮起那张张扬热烈的面孔 不知为何 她觉得不会 检查通信 如果提及 压住 京城 顾府您志愿 李宁乐面前堆了一堆账策 下手占了四五位顾府在外产业的主示人 他们笑容卑躬屈膝又紧张 公主 这些年顾府收支都在这里了 请您过目 李宁乐随意拿了最上一本某个庄子的账策 入目一堆红色 下一本是铺子的 营收也是少得可怜 其实 单从一个侯府在外 只有四个管理的主示人 就能知道顾府如今落魄到何种地步 这些是侯府人叫你们送来的 是 主示人们齐齐应声 行 下去吧 李宁乐说完 四位主示人都惊了 公主居然 接下了 还有事 没 没有了 公主 小的们告退 四个主示人忙不迭地行了个大理 急不可耐地退下 终于 他们几个烫手山芋 有人接手了 桃花难受得不行 公主 偌大的顾府 怎么只有四个主示人 也太寒酸了吧 便是小门小户的 都不止这点产业 这可是仓博侯府啊 薰贵之家 居然只有两处铺子和两处庄子 穷得桃花都看不下去 李宁乐笑着补充 这两个铺子和庄子是侯夫人的嫁妆哦 什么 所以 顾府维持到现在 全靠用侯夫人的嫁妆在补贴吗 春菊也惊了 然后现在侯夫人贴的 差不多了 现在想赖给我们公主 桃花生气到 不要脸 春菊也有些不舒服 顾府太不体面了 用女子嫁妆贴补夫家 整个大商都少见这般不要脸面之人 只是 到底是公主夫君家 又是长辈托付 她默默收好那些账策 轻声问 公主打算从哪里开始 嗯 从哪里开始呢 李宁乐脱塞了想一会 对了 我该给外祖父写信了吧 都快一个月了 桃花回想了下点头 没错 婚礼到如今有月余了 公主是该写信了 奴婢去叫林诺来 林诺是公主亲卫队长 通文末又颇得李宁乐的信任 所以 每一每和外祖父通信 都是她说 她写 只是 李宁乐忽然想起前几日 夜勺嫌弃 她自愁的表情 不用 这次我自己来 桃花脚步一顿 好 那奴婢给您淹没 李宁乐坐到书桌前 左侧桃花淹没 右侧春菊点香 沾了沾笔墨 李宁乐开始思考写什么 第一想法 是和外祖父诉说委屈 她是这世界上 除了母妃 最关心爱护她的人 上辈子 她把父皇贬斥 贵妾入门的消息 告诉了她 外祖父拖着病体 从江南赶来京城 因为身份 只能在顾府对面 买了宅子住下 每日送无数针丸上门 只求让她开心 并在她选择 和女主作对时 无条件支持 变了法子替她出气 导致宁家被男主打压 一点点落寞 从江南首富的位置跌落 外祖父年轻时 为家业操心落了病根 得知她的委屈之后 家中了病情 不到半年便病故了 想到这里 李宁乐比肩顿住 不能险 这辈子 健康到老 那就好好报喜吧 一日后 江南宁家 收到了京城来信 宁元接到信 迫不及待拆开 当看清楚信中内容之后 脸色变了 叶韶在旁看见 脸色一沉 莫非她还是说了 宁一居然没拦住 小叶子 这谁写的字 这般丑 丑到我一个字都辨别不出来 宁元苦着脸 把信推给叶韶 你学士高 来念我听听 叶韶看着那熟悉的 鬼话符字体 嘴角一抽 信号信号信号 京城 秋日里总叫人犯困 李宁乐午睡了一会起身 伸了个懒腰问道 信应该已经送到外祖父那了吧 快马送信一日足够到了 桃花笑着回道 公主 胭脂掌柜来了 春菊挑了帘子进来禀告 让她进来 李宁乐精神一震 一身桃色的胭脂 缓步入内 先是行礼 见过公主 免礼 怎么样了 淑女方的生意 胭脂起身回道 按公主您的吩咐 来珍宝阁的女郎们 知晓了 您最近在用香皂 很是好奇 不少女郎出了珍宝阁 之后便去了淑女方 淑女方如今生意 极好 宁乐公主 在大商贵族圈 人员虽然不好 但因为 她总能提前拿到 珍宝阁新出的衣裳首饰 所以 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用的东西 等于风向标 贵族女郎们听说之后 自然不会放过 李宁乐娇艳的小脸 浮起一抹开心的笑 干得好 招牌打了出去 下一步就得开始抢生意了 只是有淑女方在前 恐怕生意 胭脂觉得不会很理想 李宁乐摸着这段时间 用秋霜改良过的香皂 洗得白嫩肌肤道 过几日 德飞娘娘举办赏局宴 替大皇兄挑选皇妃 届时会有许多女郎到场 本宫会和她们 好好聊聊香皂的事的 你只管铺子就好 有对比 才有宣传 何况 她有后手 第28章 叮 你的黄泉路套餐已下单 胭脂不再说什么丧气话 奴家定不让公主失望 李宁乐挥手让她下去 胭脂离开后 下人来报 公主 驸马 来给您请安了 不见 李宁乐心情正好 不想看到傻逼毁心情 春局 驸马行动不便 却还是连续好几天 过来请安了 公主真不见见吗 是啊 驸马身上伤没好 一动就剩血 还不让奴婢们服 看着太可怜了 外院的小丫鬟 不忍地说道 桃花想起什么 奴婢听说 驸马这几日都没怎么吃 发热多次 嘴里还念到公主的名字 李宁乐挑眉 谁告诉你的 琳琅 桃花回到 琳琅自从被公主救了之后 乖巧懂事了不少 主动汇报驸马的一举一动 李宁乐勾唇 要不是他死过一次 差点就信了 让他们进来 很快 顾伯远和琳琅 互相搀扶着进来 一起跪在李宁乐跟前 顾伯远抬头 那张温润如玉的脸庞上 满是愧疚与深情 公主 你终于肯见我了 你这话里 听着很怨愤啊 李宁乐摸着心染的单扣 淡淡一笑 顾伯远忙摇头 不 公主误会了 公主 奴婢感谢您救命之恩 和驸马说好了 虽然是妾室 但奴婢只是奴婢 不会爱您和驸马的感情 琳琅在一旁接话 清秀的脸上 带着坚定的神色 李宁乐垂眸低笑 顾伯远比他想的有本事 这么快就把琳琅的心 又收回去了 而且死心塌地 公主 琳琅是个意外 但不会再有意外 从今往后 我只守着公主一人 顾伯远说着 西行两步到李宁乐腿边 伸手握住他的脚 眉眼浅犬深情 公主可否再信我一次 李宁乐垂眸对上他的视线 顾伯远有一双多情的桃花眼 看人时自带三分笑 温柔深情 说话时 他眼里闪着光 很让人幸福 若李宁乐还是曾经的他 或许真的会信他一次 但如今 呵呵 去死吧 李宁乐一脚踹开顾伯远 顾伯远倒在地上 痛得直抽气 琳琅想去扶他 他一把扶开他的手 重新跪好 与其谦卑又可怜 公主若打了 我能消气 我甘之若疑 则 好见哪 但不得不说 能去能伸 李宁乐知晓 顾伯远为了达到目的 能忍得很 公主 您再信我一次 好不好 顾伯远再次重复 眼中依稀闪烁起泪光 李宁乐看了他一会 忽然缓缓笑了 好啊 他说 驸马如此诚心 本宫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真的吗 宁乐 顾伯远激动 叫了宁乐的名字 李宁乐眉头不月皱起 君臣有别 叫本宫公主 公主 顾伯远露出受伤的神色 侯爷前段时间 和本宫提了驸马任职一事 提及这个 顾伯远立刻不纠结称呼问题了 隐含不住期待地问 公主怎么说 不行 公主 顾伯远心意良 他这么屈辱地来道歉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官职 他若不答应 自己凭什么这般供着他 但到底还算有些城府心机 顾伯远没有发作 而是温柔道 公主觉得哪里不妥呢 父皇身边的侍卫 不是本宫能做主的 毕竟是涉天子 他当然能 只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李宁乐继续道 本宫给你找了个其他的官职 什么官职 汉林树集是 从无品 顾伯远眼底生腾起一抹惊细 树集是 真的吗公主 当然是真的 李宁乐似乎见他开心 也不由自主翘起唇角 但依然端着架子般 驸马也觉得不错 公主安排 我自然觉得极好 当然极好 树集是 内阁大臣必经之路 天子进城后背意 有面见天言的机会 还不用如侍卫那般打打杀杀 危险不已 比顾侯也要得从三品低一些 但要知道 在众文轻武的大商 文臣便是低阶 都比高阶武将过得好 顾伯远最开始 甚至不敢消想这个职位 因为树集是 虽然为低旦名额珍贵 需得有品阶的文官 推荐才行 比如四皇子妃 陈嘉宜的丞相父亲 但四皇子说 不能让人知晓 他们之间的关系 便没有这么般做 没想到 公主愿意推荐 他去做树集是 简直 不能再好了 一旁琳琅听不懂 树集是什么官职 但见驸马如此开心 也明白必然不差 是了 公主的夫君 怎么可能差的了 大商没有驸马 不得入室的规矩 他心里很是开心 驸马和他说了 他和公主不过逢场作戏 心中只有他一个人 等到驸马在朝中稳定 未来储君定下 他便可和自己双宿双七 抬自己做正事 当然 琳琅也不是真愚蠢 经历过差点被发卖 他对顾伯远 还是有所警惕的 所以 顾伯远告诉了他一个 足够让自己完全信任他的秘密 他其实是四皇子的人 琳琅垂眸 心中满怀期待 公主 对不起 虽然你救了我一次 但人不为己天诛地面 李宁乐望着一口 印下的顾伯远 以及琳琅暗中窃喜的表情 弯起唇角 也十分高兴 树集市啊 最容易被拉入党争的地方 顾伯远 本宫为你选了一条金光璀璨的 一人出世全足上路的黄泉路 你要好好走 别让本宫失望啊 公主 今夜我来你房里可好 顾伯远高兴之余 不忘记给李宁乐一点甜头 说起来 他们成亲后 还没来得及圆房 那日他太高兴了 想着未来靠着公主 能光耀侯府 喝多了 醒来已是天亮 之后被琳琅缠住 公主发现大闹 他被仗责 到现在 两人成婚近半月 竟然还没圆房 李宁乐听到他这话 一阵犯恶心 这傻逼 怎么还恩将仇报呢 不了 你身体还没好 先休养吧 顾伯远露出感动的神情 公主真是体贴 但为服务了公主 李宁乐又是一脚 踢在他的心口 娇艳的眉眼 毫不掩饰的冷漠与嫌弃 既然你身体好了 那明日 就入汉林院当差 顾伯远捂着心口 撕了一声 望着周围吓人神色 眼底划过一抹屈辱 公主这皮性 真是太恶劣了 但他不敢说什么 术及事 总算拿到手了 也不算白挨两脚和一顿打 宁乐 等我扶持四皇子登位 今日之辱 百倍偿还 李宁乐受不了的起身 桃花 我要沐浴 春菊 把这里的摆设 全丢了唤星的 公主 桃花和春菊一愣 公主怎么好像 很厌恶驸马的样子 还是桃花反应得快 是 沐完玉回来 看着焕然一新的屋内 李宁乐心情好了不少 桃花为李宁乐脚发 主动说起外面的事逗他开心 公主 最近外面 许多人都夸您呢 夸我什么 夸您贤惠大度 善良体贴 还有说您貌若天仙 是当家主母的不二点饭 这些词 都是曾经夸女主的 李宁乐听着不觉得太高兴 除了夸他美的 那些贤惠大度什么的 他不稀罕 不过 他不喜欢 女主却很喜欢 但他拿不到 哈哈哈哈 想想又开心起来了也 第二十九章 宁乐抢房子去了 一日 德飞娘娘的请帖 送到了顾府 指明邀请宁乐 参加三日后的赏剧宴 按道理 宁乐是公主 顾府家也没有失灵的女郎 这种明显带着 相亲含义的宴会 是不该邀请他的 但谁让宁乐 有个江南首富的外祖父呢 上辈子 宁乐以为自己 找一个落魄贵公子成亲 便能躲开一些漩涡 可直到外祖父病故 宁家败落 叶韶下落不明 他也被幽居在顾府 生产时 身边只有桃花一个下人 那一刻他才知道 他从来没有那一刻 真正离开过 这个斗争的中心 哪怕他没有亲兄弟 但正是因为宁乐 没有亲兄弟 他背后宁家的钱 才惹所有皇子眼馋 想拉他入自己阵营 为夺敌 贡献养分 公主 老夫人知识越来越过分了 桃花气呼呼从外境来 打断了李宁乐的思绪 他笑 怎么了 那个老脚屎棍 又怎么惹我的小桃花了 扑痴 老脚屎棍 公主你 粗鄙 但是形容得好准确 桃花忍不住笑开 很快 又不开心地嘟起嘴 自从您长家这几日 老夫人天天这通那不舒服 要人参要燕窝 用善规格学您一样 二十二道 如今居然还嫌不够 说顾府宅院年代久了 想翻修 只是翻修 他没提买新宅邸吗 桃花瞪大眼 公主您怎么知道 老夫人叫人送来消息 说瞧中了东大街的一套六进宅邸 说驸马上朝方便 叫您定夺 东大街是大商京城 最靠近皇宫的地方 在这里住着的是 三宫九卿的清贵以及宗室 李宁乐的公主府也在哪 当初李宁乐担心顾博远自卑 嫁人以后没有住进公主府 而是住进了顾家 顾家住在西街 这边多是和当年太祖打天下 封王封侯的勋贵家族 到他父皇这一代 已经落寞不少 老夫人这样的举动 哪里是想着换宅子 这是想换圈层啊 勋贵和清贵 从来的两个圈子 在大商的顶级圈层中 清贵属于上级 瞧不起勋贵这一派的 武将出身的家族 觉得他们粗比二世祖多 当然 武将为主 勋贵们也讨厌文臣世家 为主的清贵 觉得他们天天知乎折野 哄得陛下远离他们 烦死人 李宁乐随口问 他瞧中哪套宅邸了 东街那边 可不太可能有宅院出手 除非是 东街十八号 桃花瞪大眼 不可思议道 公主 您不会真要给顾家买宅院吧 果然是东街十八号 这宅邸 曾是前朝被抄家的王爷府 院落打造的极其华丽威娥 父皇打算赐给最疼爱的儿子 六皇子开府 却在夏日前 他这位六皇兄崩了 后来被女主买了 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六皇兄的母妃清和郡主身后势力 忽然就对四皇子另眼相看 暗中支持四皇子夺嫡 这可不行 会成为男女主朱莉的房子 说什么也得抢过来 李宁乐拍下手中 德妃送来的帖子 瞬间来劲了 走 去抢房子 公主 桃花跺了跺脚 但见李宁乐打定主意 也不好劝 跟在她身后 望着外头娇阳似火 连声道 公主等等奴婢 奴婢拿下伞 平素的伞一时找不见 桃花顺手把放在岸上之前 宁家送来的贺婚礼的伞拿了走 公主 等等奴婢 李宁乐回头 见桃花手中 握着一把纯黑的伞打开 黑金色的伞面 伞鼓在阳光下 泛着赤目的白 还有清脆铃声 仔细一看 原是伞身上挂着精灵 阳光下十分的富贵好看 桃花快步走到李宁乐身边 他抬起头 透过森白的伞鼓 能看到伞面上 似乎还写了字 李宁乐不认识 但这铁画银钩的字迹 一眼明白 是谁写的 忽然不那么喜欢了 李宁乐哼了一声 往前走去 春菊去叫马车了 桃花意不意去跟着他 公主 就算去瞧 也不能这惠子去啊 虽是秋天了 但武坚依然热得紧 顿了顿 他酸色道 就算是为了驸马 也该以自己身子为先啊 这丫头误会了 李宁乐无奈笑了笑 却也清楚 自己之前对顾伯远 的确很宽容上心 为不让他丢脸 自己拿聘礼 不住公主辅助顾家 甚至在他闹出外事之事后 把人接纳成妾 就这还给他求了官职 前面的事 虽然是他没重生事做的 但当时的感情是真的 后面的事 李宁乐望着桃花酸色 心疼的眼 揉了揉他的脸 放心 你家公主什么时候 是善良小白花了 她可是恶毒女配呢 作者认证的 桃花嘟嘴 公主怎么能这般说自己 您就是很善良啊 驸马犯了那么大错 才打了他一顿而已 扑 李宁乐被他这话逗笑了 全天下的人都觉得 他打驸马是过分至极 后面台妾 给官都是应该 并 油嫌不够 唯有桃花 觉得不过如此 哈哈 不愧是他的贴心丫头 是啊 才打了一顿怎么够 背信弃之人 当然要以死谢罪才够 不够 死也不够 要活在地狱中 最后绝望死去 桃花眼睛一亮 想起刚到公主身边 她母妃刚去世 自己也不受宠 在后宫里 哪怕是主子 没有宠爱日子 过得也不会很好 偏偏公主 有个有钱没权的外祖父 更如一个抱金小儿 惹人窥探 那段日子 公主吃过无数明里暗里的亏 可她没有哭 细心盘算得到了陛下的宠爱 一跃能和嫡出公主媲美 曾经欺负过她们的 童童跪地求饶 公主 桃花抽了抽鼻子 眼泪汪汪却带着笑 不管公主做什么 桃花都会陪着您的 李宁乐心头一酸 我知道 她摸了摸桃花的脸 失去她脸颊上的泪 上辈子已经做到了 走吧 春菊该等极了 嗯嗯 顾府外 李宁乐一上马车离开 老夫人王氏 就收到了消息 好啊 还是公主有用 她开心地府长大笑 笑完又嫌弃 瞥了一眼在旁端查的林氏 不像你 嫁进来这么久 除了生个儿子 屁又没有 林氏敏唇 眼底划过一抹委屈 她是家中庶女 嫁妆本就不多 这些年全贴补了 婆母却一点不念她好 等住进东间那套宅院 把这些全换了 换新的 换金丝楠木 老夫人张望着自己房内的摆设 谈算着未来住进大院子 用上全新的奢华城市的未来 东间 李宁乐听的车夫 一声公主到了 撩开了车帘 向外看去 比起西街更威娥华丽的宅院 一座又一座 面前这家门庭冷落 门扁上空无一字 她扶着桃花的手出了马车 正要进去 便见前方又停了一辆马车 陈嘉宜 从那下来了 四皇子妃 就是这家说要出售 少要扶着陈嘉宜 说道 李宁乐笑了 冤家路窄啊 第三十章 宁乐买房 皇上报销 哟 你也来买宅底啊 李宁乐主动打招呼 让本来想无视她的陈嘉宜心一沉 原本看见李宁乐会出现在这里 她还当是巧合 如今看来 她分明故意来的 但李宁乐怎么知道 自己要买这里的宅底 陈嘉宜目光狐疑地扫了一眼勺药 莫非是这丫头不安分 出卖了她 她淡淡行礼 随后问道 公主好好的 怎么想起来买宅底了 李宁乐笑容灿烂 本宫钱多得花不完 没事就想买宅底玩 你呢 陈嘉宜淡漠的神情 有了丝丝军烈 李宁乐这话 真的太欠了 她明明有了公主府 而且还住在顾府 哪里用得上这么多房子 分明在和她炫耀 她也更确信 李宁乐是故意来给她添堵的 陈嘉宜心头上了点火气 既然如此 公主我们公平竞争吧 她故意没回答李宁乐的问题 李宁乐也不在意 女主买房要干嘛她不在乎 只要不让她 买成就行 早就候着的衙人房婆三步并两步 走到李宁乐跟前 行了个大礼 衙人房婆见过二位贵人 二位贵人可要进府先看看宅子 陈嘉宜刚要说话 就听李宁乐道 不用 直接报价吧 这土豪做派 不像公主向爆发户 陈嘉宜醋眉 往里头走的脚步 莫名就停下了 房婆咧嘴一笑 露出香了金的大门牙 这位贵人真真爽快 这宅底原是前朝亲王府邸 华贵异常 这位亲王呀 极其受宠 他滔滔不绝 说了一堆有关这宅底的辉煌过去 才竖起五根手指 报了个价格 五十万两 五十万两 陈嘉宜京了 他预感这套宅子不便宜 却没想到贵到如此离谱 五十万两什么概念 京城最繁华区域有两个 东街和西街 西街三进三出的宅子 几千到一万两左右 大些的几万两 没想到 差不多繁华的地方 价格十倍之差 太离谱了吧 房婆没想到 陈嘉宜反应这般大 东街宅院很少出售 一出售便是天价 这里住的人 是这个皇朝最顶级的权贵们 五十万两 哪里贵啊 这位贵人 五十万两不贵 之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因为 哎 房婆想到什么忌讳闭了嘴 总之 这个价最低了 陈嘉宜 敏纯 五十万两 他拿不出来 香皂铺子刚开业 就算生意极好 也达不到短短时间 积累五十万的程度 而他从丞相府带来的价状 加起来才二三十万左右 不够 他下意识看向李宁乐 他会买吗 五十万可不是小数目 才五十万 李宁乐也惊了 他以为曾经亲王府 后面还差点被赐给六皇兄开府的宅院 怎么着也得上百万起步 和陈嘉宜争抢一番 还得加价吧 最后起码要花个几百万出去 李宁乐都打算和外祖父撒娇要点了 结果就五十万 太便宜了吧 李宁乐看了一眼这宅底 要不是从书里知道这宅子没问题 他都以为是鬼宅 被人故意吓套了 这宅子本宫买了 桃花付钱 是公主 桃花掏出一打银票 走向房婆 怒 牵气吧 房婆迅速把房契从怀里掏出来 用印章盖了的窗递给桃花 结果银票 数了数没错之后 笑容更灿烂了 香了惊得大牙谎人 恭喜公主 贺喜公主喜提东街最大的一套宅底 不愧是宁乐公主 一出手就是豪至千金 之前说您长家后天天孝敬家中长辈 如今这宅子 莫非也是 房婆一边夸彩虹屁 一边略有八卦地问 李宁乐 嗯 驸马要入朝为官了 本宫想着故府太远 买套宅子 让他上朝下朝近一些 天哪 公主真是贤惠端庄 乃女子楷模 房婆竖起大拇指 满满敬佩 李宁乐羞涩一笑 你谬赞了 本宫做的还不够好 一旁陈嘉宜听着房婆 对李宁乐极尽夸赞 感觉浑身蚂蚁在爬 但很快他冷静了下来 宁乐以为自己赢了吗 愚蠢 一个没有兄弟的公主 如此张扬撒惊 只会惹人垂涎 如今夺敌在即 她还这样炫耀 真怕别人盯不上 她外祖家这块肥肉是吧 算了 和这样一个局限在古代后宅 小天地的女人 计较什么呢 陈嘉宜淡默道 恭喜公主喜得新居 哎呀 本宫还以为你会和我争一争 没想到你这么客气 是没钱吗 李宁乐捂着嘴 笑得阴阳怪气 陈嘉宜依然淡默 眼底嘲弄 公主想多了 一栋房子而已 没错一栋房子而已 李宁乐笑着点头 这可不仅仅是一栋房子 是你夫君本书男主 未来最大的支持者 五姓旺族 崔氏 陈嘉宜明显感觉到 李宁乐话中有话 心下嘲讽 果然是为了给他添堵 这手段着实幼稚了些 后宅的女人真是 只会辞尽 既然公主买下了 我也不多留了 告辞 她转身上了马车 房婆等她走了之后 才责了一声 这位也不知怎么的 以为东街的宅底是大白菜吗 五十万居然还嫌弃贵 而且嫌弃贵就算了 貌似还对买了宅底的公主 很不屑的样子 呸 没钱装得屁了 大头算 李宁乐笑而不语 转身又看了一眼 这个空落落 却依然微额的宅底 扶着桃花的手回了马车 不到半天 宁乐公主花五十万 买下东街十八号的消息 传遍了大街小巷 以及宫中 魏阳宫 皇后听了下人回禀 握着宫车的手紧了紧 宁乐这孩子 一贯大手大脚 由她去 常乐宫 萧贵妃一边欣赏 同镜里的自己 一边酸道 当初本宫 要她嫁我宵嫁 偏她看不上 现在给驸马这么个东西 又是推荐官职 又是买宅底的 哼 愚蠢 德福宫 德飞和大皇子笑道 你看宁乐对驸马一家 尚且如此大方 你若和她打好关系 未来还愁钱财吗 贤仙宫 贤妃温柔陪着来此的 启德帝下棋 宁乐这孩子 有公主府 还有花钱买新宅底 也是巧了 那宅底是陛下 宁曾经想赐给六皇子 见启德帝面色不对 他立刻拎着裙摆 柔柔下败 臣妾失言 启德帝面色不渝 但并非因为宁乐买了宅底 而是 你说当时四皇子妃也在场 高公公点头 回陛下 是 四皇子妃也想买这宅底 但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买成 贤妃低垂下眼眸 还能因为什么原因 无非是没钱呗 五十万两 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对四皇子府 可是一笔巨款 只是陛下怎么好似 对四皇子府关注起来了 启德帝注意到他神色 把妻子丢回棋盘 爱恨交加地笑骂 宁乐这孩子 怕是又故意折腾人家了 罢了 他委屈朕明白 高刘 奴才在 你去趟顾府 带上银票 就说是阵赐他 这宅子了 贤妃笑道 陛下对宁乐真是疼宠 他心中一斗消失 自己也真是 四皇子 怎么可能会被皇上看中呢 美母家的透明罢了 倒是宁乐 真受宠啊 外祖父还是江南首富 若能拉拢过来 未来他的皇儿 也多一份胜算 第三十一章 一只羊是蒿 两只是沙 没差 顾府 李宁乐前脚到院落 后脚高刘就来了 对于他带来的旨意 李宁乐一点意外没有 他的父皇 这是拿钱叫他消停啊 真疼爱男主啊 李宁乐一脸开心收下银票 然后把其中一大半拿了出来 塞给了高刘 公主这可使不得 高刘连连推却 李宁乐娇娇一笑 阿翁跟我客气什么 我嫁人在外 也不曾见到父皇和阿翁 这些是我的一点心意 阿翁不受 我要闹了 一句阿翁让高刘手僵住 他眼角闪起泪花 宫中所有公主皇子里 唯有宁乐公主会如此与他说话 善意和真心 他能感受到 奴才收下 公主莫闹 高刘咽下喉间酸涩 低声道 您虽嫁人了 但还是要注意些 太高调了 会引人算计 须得注意保全自己 宁乐明白 但是阿翁 便是我不高调 也躲不开那些名枪暗夺啊 我外祖父那些钱财 早被他们示弱己误了 高刘欣未点头 今日陛下在贤妃殿中 贤妃娘娘夸赞您了 这才有了陛下送来提几钱 原来是贤妃娘娘 在背后搞事啊 李宁乐娇艳小脸上 亲着甜美的笑 阿翁替我谢谢父皇和贤妃娘娘 奴才倒退 高刘离开后 桃花开心道 公主 贤妃娘娘真好 还为您说好话 她哪里是为我说好话 是在试探父皇心意呢 啊 桃花不解 若我没猜的没错 贤妃应当在父皇跟前提及了 我买的宅底 是差点赐给六皇兄的那套 桃花震惊 什么 公主买的宅底居然是六 那公主 陛下岂不是雷霆大怒 六皇子 宫中不能提及的禁忌 谁提谁死 见高公公言语 陛下应当没有发怒 说明公主 在陛下心中超然 陛下果然最疼公主 春菊在旁开心道 桃花也开心起来 李宁乐笑笑 要上辈子 她肯定得意洋洋 如今知晓书中剧情的她明白 一切是因为男主 今日陈嫁一在场 父皇担心责罚了 她会让人怀疑到 她对四皇子的慈父心肠 才忍耐没发作 那五十万两 也有警告她的意味 李宁乐捏着剩余的数十万银票 责了一声 这也说明 父皇如今对四皇子 哪怕再爱护 也只能暗中进行 还得用她做挡箭牌 既然如此 她就不客气了 反正 一只羊也是好 两只羊也是杀 利用男女主 恶毒女配机操吗 四皇子府 陈嫁一回到院子 推开房门 见到坐在内屋的李宁成 此刻她手里 握着她书写的香皂步骤图 陈嫁一呼吸一致 忍住冲过去夺走的冲动 四皇子 你怎么来了 李宁成惊叹于纸张上的乞巧 温柔笑道 我过来瞧瞧你 听下人说你出去了 便在这里等你 这是你的发明吗 这叫香皂的东西 当真的般神奇 陈嫁一微台下巴 扬着现代人的骄傲 当然 清洁肌肤 美容养颜 我这人试过了 夫人真厉害 陈嫁一面色一红 她居然不觉得自己研究这些上部的台面吗 识人对女子要求是管家 女工 便是琴棋书画 都是小妾做派 若对其他有兴趣 便为荒诞 会被人戳几两股的 这男子 当真不一般 我听裴一说 你今日出去买宅底 是府中住的不习惯吗 李一诚放下那些薄薄的纸张 柔声问道 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我们住的地方偏僻了些 陈嫁一神色恢复淡然 只可惜 被人得了消息抢走了 是宁乐 嗯 宁乐却是过分 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宅底曾经差点赐给父皇最疼爱的皇子 却因为一些事 搁置了 所以这宅底在父皇心中是忌讳 无人敢买 李一诚说着 伸手牵住手 有些微凉的陈嘉仪 宁乐买了他 反而替我们挡灾了 你意思是 陛下会罚宁乐 陈嘉仪微醋眉头 一阵后怕 要真的被他买下 岂非连累了四皇子 所以别不开心了 李一诚笑着补充 塞翁施马胭脂飞服 陈嘉仪 我没有不开心 但见李一诚温柔眉眼这么看着他 心头一软 脸颊有些发烫 这男人 如此在乎他的情绪 不枉他本打算把这套宅底买来送他 两人氛围刚好 裴一进来了 殿下 陛下这高公公给宁乐公主 送了五十万两银票 陈嘉仪和李一诚 面色同时一变 宁乐他居然 受宠到如此地步 李一诚眼底光芒闪烁 陈嘉仪心底说不清什么感觉 很不适滋味 星号星号星号 三日后 赏局宴荡日 五更天 李宁乐就被桃花和春菊挖起来梳洗 装扮 窗檐微开 时不时有小风钻进来 公主昨日说了 今日要咽压群芳 快醒醒神 我还想再睡会吗 这也太早了 李宁乐迷糊着撒娇 春菊瞧见不忍 要不然不去了 左右这是 相亲宴会 您不去也没事 此言一出 李宁乐瞬间清醒 不行 得去 这宴会 没我开不下去 春菊无奈 那奴婢去接点温良的水 来给您擦脸 李宁乐点头 折腾了快一个时辰 总算装扮好了 李宁乐往前院去 马车已经备好了 林氏依然候在那边等候 除此以外 还有刚上了三天班的顾伯远 此刻他一脸意气风发 瞧见李宁乐来 立刻上前温柔换道 公主 李宁乐皱眉 你怎么在这 今日不当值 德菲娘娘邀请公主 身为夫君 我自然该陪同一起 顾伯远一副以公主为先的深情模样 惹得府中女婢们一脸艳羡感动 李宁乐上下打量了他两眼 什么陪同 是监视吧 怕德菲拉拢他 不过正和他意 本来李宁乐还在想 该怎么把人忽悠过去 走吧 李宁乐转身上了马车 顾伯远也想跟着上去 下一秒 一只金丝勾勒牡丹绣花鞋 蹬在他脸上 滚出去骑马 李宁乐娇瞒的嗓音传出 顾伯远狼狈站稳身形 眸光四扫周围 见下人们低着头 便没事人一般 擦了擦被公主踢到的脸 努力绷着温柔表情 咬牙道 好的公主 马车内 春菊不赞同看着李宁乐 李宁乐假意看着窗外 避开他的视线 春菊来泡茶 桃花塞了茶包过来 春菊无奈接过 李宁乐脱塞浅笑 桃花真棒 还有 顾伯远是真能忍啊 下次出脚再重些 最好踢飞鸭的 哈哈 第32章 姐姐 你连香皂都不知道吗 举影长弓 是德飞诞下皇长子李义农之后 岂得地赐予他的 独属于他个人的一处宫殿 栽满了他最爱的菊花 满宫之中 独一份恩宠 德飞将赏菊宴放在这里 也是有意彰显大皇子的尊贵 德福宫 德飞亲抬手 辅了辅用新鲜菊花制成的 华美簪子 问道 黄长子来了吗 回娘娘的话 已经去请了 菊影宫那边 端排妥当了吧 不得有任何怠慢 尤其是五星贵女那边 务必要照看妥当 德飞说着 顿了顿 补充道 还有宁乐 大宫女喜菊 娘娘放心 菊影长弓 李宁乐在宫女带路下踏入 京城的阳光下菊花扑旧的花海 如浪花一般 多重颜色 美不胜收 各种珍品菊花跟前 站着人比花娇的女郎们 见到她 众贵女眼神诧异 迅速行礼 参见宁乐公主 勉励 大家继续 不用管本宫 李宁乐望着一个个娇美青春的容颜 而自己 虽然更美 但已经嫁做人妇了 唉 辈分不一样了 若顾府有人 今日便是 她带小姑娘来相亲 一旁顾伯远见李宁乐盯着女郎们看 以为她是嫉妒她们的美丽 盲深情款款道 公主 在我心中你比任何女郎都美 李宁乐瞥了她一眼 你说的不是废话 比本宫美的有几个 她娘亲当年容貌冠绝后宫好吧 她李宁乐 青出于蓝 顾伯远 想拍马屁没拍成 拍到马腿上了 远处有女郎时不时探来视线 临时见状 默默提醒 驸马 我陪公主便好 你去休息吧 这地方都是女郎 她一个外男待这么久不走想干嘛 顾伯远也意识到 自己出现在这里 鱼里不合 找不到 公主安全到了便好 那我先退下了 李宁乐吃了一声 没理她 如此不给面子的行为 顾伯远好脾气的一笑 转身离开 附近听到的女郎们 忍不住低头思语 宁乐公主脾性太差了吧 驸马倒是温文尔雅的好脾性 长得也极好 可惜跟了公主了 有什么好可惜的 宁乐公主为她磨了数级室的位置 凭顾家她哪辈子 能坐上这个官啊 一道清脆娇蛮的声音响起 议论的女郎们 回头见到来人 浮身喊了声 谢小姐 忙坐鸟寿散 李宁乐面上浮起一抹惊讶 谢云玉 你居然会为本宫说话 哼 实话实说罢了 折一身脆黄色衣裙的谢云玉 微抬下巴 李一道 你这公主做得太没气势 被人当真面说 都不敢吭声的吗 本宫没来得及好吗 李宁乐不服气道 再说了 都是一群被皮囊蒙蔽的小姑娘 她有什么好计较的 谢云玉双手抱胸 没出息就是没出息 李宁乐抽了下嘴角 这人嘴读个没完了是吧 五星谢家的嫡女 谢云玉 未来大皇子侧飞 后大皇子夺敌失败 他被谢家要求自枪保针 死的时候还不到二十 想到他短命的结局 李宁乐没和他计较 走 一起去赏花 走到小姑娘跟前 李宁乐唇边带了点笑意 谢云玉双手护在跟前 你 你喊我干嘛 李宁乐 赏花呀 不去 我 谢云玉想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这时 一道拉长的尖锐音调响起 四皇子飞驾道 谢云玉扭头 你没 怎么又来一个嫁人的 嫁人的李宁乐摸了摸鼻子 丞相二小姐道 原来是带了他嫡妹过来 谢云玉站在李宁乐身边 推了推他 丞相家这是什么意思 李宁乐瞧着跟在女主身边 穿了一套海棠色长裙 打扮隆重的女郎 回谢云玉 压宝贝 一抚压二宝 丞相够老坚俱滑的 李宁乐哑然 你是觉得难 似皇子也能夺嫡 小点声 谢云玉瞪他一眼 道 都是皇子 为什么不可能 哟 小炮灰 你很仪式同然啊 旁侧的灵氏捂着嘴咳嗽了两声 公主 我们是不是该进店谢谢 这地儿让给他们年轻女郎呢 这次是给大皇子相亲的 女郎们在店外欣赏菊花 大皇子和一些儿郎们 会在暗处相看 公主是已婚妇人待着 其实没问题 但她和谢家小姐聊的 灵氏害怕呀 夺嫡这种话题 岂是能随便聊的 而且 这还是在宫里 要传到皇帝呢 可是要诸九族的 李宁乐回头 婆母去歇息吧 本宫不累 她还要宣传她的肥皂呢 灵氏 她懦懦硬声势 想提醒点啥 又觉得自己身份 怕是公主 不会听 于是一脸担忧地走了 李宁乐知晓她的担忧 夺嫡这种敏感的话题 别说她了 整个皇宫也没几个 敢直接提及的 谢云韵敢提 是因为她性子就这样口无遮拦 加上谢家是 清贵世家中最顶级的五个之一 这么说吧 谢云韵虽然不是皇族 但哪一天要是出现 她和她二选一 她父皇会选择保谢云韵 放弃自己这个亲生女儿 这就是五姓世家的牛掰之处 李宁乐搞不懂作者 为什么这么设定 可能是为了体现男女主的牛逼 毕竟他俩上位后 五姓世家被他们搞 差不多全军覆没 结局最好的催世是流放三千里 这么看来 谢云韵自枪还算好结局了 毕竟作为第一个夺嫡失败的 大皇子家族 谢家下场可是最惨的 女郎丢尽最低限的妓院 男儿包括婴儿在内毒杀 李宁乐怜爱看了谢云韵一眼 后者莫名其妙 参见公主 丞相府二小姐陈家雪 看到宁乐眼睛一亮 直奔她而来 李宁乐 免礼 多谢公主 陈家雪起身后 特意转头 看着停在原处没动的 敌解陈家仪 大声道 姐姐怎么不来 你平素和公主 不是最要好了吗 见了面 怎么不招呼呢 李宁乐挑眉 你这是要搞事啊 妹妹 陈家仪纯闭成一条线走了过来 淡淡汗手 公主 似皇子妃 李宁乐回了一个点头 态度比她还淡漠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她俩崩了 陈家雪自然也知道 但她故意装不知道 拉着陈家仪的手 轻轻热热道 自从姐姐嫁人后 我许久没见了 这次宴会特意拉了姐姐一起来 姐姐不会怪我吧 好一个冒泡的小绿茶 李宁乐乐地看戏 陈家仪眉眼依然淡淡的 怎么会 妹妹想多了 对了姐姐 你有没有发现 妹妹最近有点不一样 陈家仪闻言 转头看了看陈家雪 还是和在家时一样讨厌 李宁乐却知道 她说的什么 香皂 妹妹我最近入手了 金中最火的护肤品香皂 陈家雪扬起细腻的小脸 瞧见陈家仪正愣 故意大声道 怎么 姐姐 你难道连香皂都不知道吗 第33章 宁乐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不简单 姐姐成了四皇子妃后 偶尔出门 不知道也数正常 毕竟四皇子府地处偏僻 离淑女方远着呢 陈家雪嘻嘻笑道 听说前几日姐姐打算买新宅子 因为钱不够没买成 妹妹没什么钱 但买块香皂还是可以的 回头叫下人 给你送一块去 周围的女郎们 听见这话 捂着嘴滴滴笑起来 成了皇子妃 还这般寒酸 正常啦 我听说丞相府这位大小姐母亲 早晚没留什么嫁妆给她 肯定要省着花 这般寒酸的人 居然还去看宅邸 看的还是东街的宅院 怎么想的呀 又买不起 若大哥皇子府 五十万两都拿不出来吗 太惨了吧 陈家雪听着众人嘲讽 嘴角挂着得意的笑 陈家仪眉眼依然淡淡的 眼底还有一丝嘲弄 仿佛陈家雪在无理取貌 这个嫡妹 不 应该是树妹 早先不过是府中一个姨娘所出 因她母亲去世 才被扶起来 成了嫡女 只能说姨娘养的 就是上部的台面 整天只会言语挤兑 没有大局观 可悲 又可怜 要让她知晓 自己是淑女方幕后老板 不知道她该是何种表情呢 各位静一静 三日后 本宫的胭脂铺开业 届时将售卖本宫再用的香皂 李宁乐看气氛差不多了 出来宣传 顿了下 笑盈盈看向陈家仪 到时候 本宫送一块给你 这嘲讽 拉得十足 陈家仪面色一变 你 等等 公主你说 你用的香皂 是胭脂铺出的 陈家雪开口问道 对 李宁乐点头 可你的香皂 不是在淑女方买的吗 不是 那个本宫买了 让下人试用 会烂脸 李宁乐直接否认 并带了一波节奏 死 烂脸 怎么会烂脸 什么情况 陈家仪脸色阴沉 激动道 你胡说 本宫有没有胡说你怎么知道 说女方你开的 陈家仪一噎 时下女子经商 视为禁忌 她和宁乐不同 没有人支持 她不能说 深吸一口气 陈家仪稳住心神 有理有据道 我的意思是公主口说无凭 你有证人吗 若没有这般说话 有恶意诬陷的嫌疑 李宁乐还真没有 她明知道 有人肤质不同 用了香皂会出问题 自然不可能让手底下人用 没有 治好了 呦 陈家仪笑了 更确定是李宁乐胡周 如此便不算证据 若真的烂脸 岂能治好 呃 那你说不算就不算好了 出乎预料的 李宁乐没有和她争论 只是道 胭脂铺新店开业 香皂八两 第一批购买的贵宾 将永久享受这个价格 本宫亲自试用 极好 陈家仪喝的一声冷笑 原来是为了抢生意 故意踩她 还打出了价格战 也不看看 在场都是贵族女郎 谁差那二两吗 李宁乐打完广告很开心 转头和谢云运说 回头本宫送你一块 用完你再考虑买不买 谢云运想了想点头 多谢公主 陈家雪厚着脸皮凑过来 公主 陈女也想要一块 十两一块 对她这个带字贵中的女郎来说 其实不少钱了 她零用钱 一月才二十两 可以吗 当然 丞相府二小姐捧场 本宫岂能小气 李宁乐小手一挥 送你一块 这个头一开 不少贵女 蠢蠢欲动 李宁乐当然也不傻 挑了几个 平常没说她坏话的 身份也不低地送了几款 之后 便听得一声通报 德飞娘娘到 众女郎扶身跪拜 陈女参见德飞娘娘 娘娘万福惊安 在场唯有李宁乐 和陈家仪站着 微微扶身 都免脸 本宫就是过来 和你们一块赏局的 不用多脸 德飞娘娘十分温柔 笑容甜静 和不远处的菊花 相得一张 众贵女起身后 偷瞧她身后 没见到想看的身影 有些失落 李宁乐心中嘀咕 德飞这一出事干嘛 要给太皇兄相亲结果 人面都不露 宁乐呀 你觉得 本宫这满宫菊花如何 德飞扫了一圈众人 最后和宁乐搭了话 李宁乐无语 还是出来官方社交 娘娘这的菊花甚好 小时来此还没这般多呢 是啊 陛下每年兜着人 寻一些不多见的菊花 送到本宫这里来 本宫说 不要她还是送 李宁乐呵呵笑道 娘娘圣宠无人不知 不是吧 你要显摆干嘛 滴溜本宫出来 五星贵女们 不够你唠的是吧 哎不对 李宁乐目光一扫 赫然发现 在场除了谢云玉 其他四家来的 皆是庶女 原来如此 五星世家们 瞧不上大皇子 又或者说 不想把重宝压 在太皇兄 一个庶长子身上 加上德飞出身谢家 大皇兄之前的郑飞 也是谢家嫡女 他们觉得 这次也会如此 索性没让嫡女来 这是打脸啊 李宁乐垂眸看戏 这座公主的好处就是 吃瓜在第一线 坏处是 吃瓜要收钱 宁乐你这孩子 嘴就是甜 德飞捂着嘴 霍霍霍笑起来 李宁乐陪着露出笑容 宁乐说点实话而已 妈的 萧贵妃要知道 又得小心眼了 前头刚夸她宠惯后宫 来来 大家别拘着 一起赏局 德飞显摆 我不是找场子结束后 拉着贵女们赏局 李宁乐有些无聊跟在旁侧 因为身份 她在德飞左手边 时不时听她介绍显摆 这株菊花什么品种 哪一年被父皇送来的 好在贵女们 比她更会社交 那外交辞令 一套一套的 捧得德飞笑容不停 李宁乐 往右侧瞥了一眼 谢云云绷着小脸 不知道 是紧张还是别的 没加入贵女社交中 她还瞧见德飞 看她的时候 拧了下眉头 娘娘 燕影准备好了 德飞身边 大宫女喜剧过来 让大家一步 店中歇息吧 德飞道了一声 众贵女们应试 一行人浩浩荡荡 进店内 李宁乐位置 在德飞之下 宫女们拼停挪移进来 手中端着茶饮 李宁乐欣赏着 德飞宫中的茂眉女婢 旁侧传来一声惊呼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李宁乐转头 发现是女主身上 被一个宫女 倾倒了茶水 宫女小脸惨白 不住磕头求饶 陈嘉宜眉眼淡漠 起来吧 带本宫去换一套衣裳 李宁乐脱腮看着 脑海中忽然想起书中情节 赏局宴上 女主嫡妹陈嘉雪 算计女主和大皇子 企图把他们两人 放在一个房间 结果 陈嘉雪自食恶果 被发现 和大皇子侍卫 躺在一起 后疯了 那怎么最后 是谢云运成了侧妃 李宁乐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不简单 第34章 拳打脚踢扎驸马 这里面逻辑不对啊 李宁乐看过全书 明明这场算计中 没出现谢云运的 那他怎么成侧妃的 除非 是他也中了算计 躺在大皇兄身边的人是他 但为了保护 他名声谢家抹去了他的消息 只是郑妃到底不能做了 最后成了侧妃 李宁乐目光转向 坐在他对面的谢云运 却发现他不见了 他又回头看向女主身旁 陈嘉雪扶着他 一脸 我要算计你的表情 说 姐姐 妹妹陪你一块去吧 陈嘉仪没有拒绝 明显知道陈嘉雪要搞事 准备请君入瓮 陈嘉雪是自食恶果 谢云运却是无辜的 李宁乐起身 立刻得到德飞的注视 宁乐要去哪 女主走了你没反应 本宫一起身 你就拼命关注是吧 本宫去换件衣服 李宁乐扬起一抹娇艳张扬的笑容 用扇钱习惯换件衣裳 不然吃不下 德飞 满店贵女 你有钱你了不起 酸了 他们身份家事都不差 平素吃穿用度接上城 但比起迷费无度的宁乐公主 还是差远了 一天天的用个扇 还得换套衣服 德飞眼神暗了暗 那你去吧 一定要把宁乐 拉到皇长子阵营来 如此钱财 被他小女子浪费 简直可恶 蓝策店 李宁乐要春菊和德飞宫里的 在店外看守 带着桃花和秋双进了店内 本宫出去一趟 你们别让人进来 李宁乐迅速把外山换了个低调点的淡金色 交代桃花和秋双 桃花面色一紧 公主要去啊 便是要去 也该带上奴婢或者秋双 不行 万一问起来 桃花你得装成是我小妾 桃花只能点头 秋双抿唇 从随身的荷包里 拿了三个瓶罐给李宁乐 红色毒药 绿色解毒 黄色可让人即刻晕倒 李宁乐接过药瓶 眼睛闪药 秋双你 真是我的宝 收好药瓶 李宁乐刚准备翻窗 店外传来春菊的声音 见过驸马 李宁乐脚步一顿 顾柏远这傻逼怎么来了 我听德飞娘娘说 公主离席更衣 特意过来接她 顾柏远嗓音浅浅温柔 春菊转身亲扣店门 公主 驸马来了 李宁乐眉心烦躁地宁起 要这时候回去 谢云云怕是又得和上辈子一样 成了牺牲品 顾柏远这个傻逼 就该打死他 公主该怎么办 桃花紧张地看着李宁乐 李宁乐心头迅速翻转 很快有了计较 桃花眼睛睁大 奴婢 奴婢定然不如使命 李宁乐点头 带着秋双去开店门 顾柏远看着李宁乐温柔一笑 刚要行礼 李宁乐抬脚踹上她膝盖 顾柏远一个踉跄 差点跪下 公主 公主公主公主的 你没爹吗 天天叫魂 李宁乐神色娇惊 完全不在意 旁侧还有宫女在场 对着顾柏远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外加言语羞辱 宫女们见状 默默退远至店门口 顾柏远捏着拳头 屈辱承受 心里 对于四皇子交代的事 更加迫切 李宁乐 等一会看你 还怎么嚣张 走吧 打完人 李宁乐爽了 抬脚要往主店走去 顾柏远忽然道 公主 来时德飞娘娘 交代了我去西策店 拿上她珍藏的墨局 一会在夜影时 让众人欣赏 您能陪我一起去吗 李宁乐没烧一条 西策店 正巧是陈家雪 算计陈家仪的地方 德飞会吩咐顾柏远 一个驸马拿墨局 他不要命了 拉拢 他是这么拉拢的吗 除非顾柏远知道了什么 比如陈家雪 要算计陈家仪 不对 要知道陈家仪有危险 他此刻应该去救女主子了 那么就是 他们要算计自己 李宁乐垂眸遮住眼底 一抹冷暗的光 转头笑盈盈 好啊 本宫陪你去 春局 你先去店里候着 秋双你随我去 是 顾柏远眼神一亮 温柔笑道 公主请 西侧店离南侧店不远也不近 两人往那走着 一路上却没见宫女和太监 显然被人清场了 到了西侧店门口 顾柏远神色一变 糟了 公主您之前送我的玉佩 我好像落在路上了 能请秋双帮我找一找吗 不是吧 你演技这么差 凭什么觉得 本宫会信啊 不过李宁乐望着 近在咫尺的西侧店 配合了顾柏远的拙劣演技 怒道 什么 顾柏远 你敢丢了这个玉佩本宫 要你以死谢罪 秋双 你和驸马一起去找 找不到就别回来了 听到以死谢罪 顾柏远下的一击灵 赶紧捏紧了藏在袖带里的玉佩 公主放心 我一定会找回来 您且在这里等等我 顾柏远说着 快速转头去寻找 秋双冲李宁乐扶身 而后跟着一起 见状顾柏远才放心 引着秋双往来的路上 越走越远 李宁乐看他们两个人身影消失 立刻踏入了西侧店 娇瞒道 烦死了 这该死的驸马 废物没用的东西 居然要本宫等他 什么东西 以为他是谁啊 不过是个靠本宫的软脚虾 暗处等着的人 听他一路咒骂 直至进了店内 眼底皆浮起一抹愤恨 如此瞧不起自己的夫君 这公主当真恶毒至极 下面的对待 也是他该受的 西侧店内 李宁乐进了宫殿开始寻找 找了一圈没看到陈家仪 陈家雪也不在 奇怪 难道是因为他重生 所以改变了陈家雪算计人的剧情 就在这时 他听见内店最里面有细微的动静 立刻跨不进了去 内店之中 除了拔布床之外 还有一个半米高的木柜 动静就是在这里发出的 李宁乐心里有了猜测 上前打开 被捆成一团嘴里塞了布的陈家雪 眼神惊恐 当发现是宁乐 眼泪飙出 呜 公主 救我 李宁乐先问 你算计你姐姐不成 被她算计了 然后拿了塞在陈家雪嘴里的布 陈家雪嘴一空 立刻哭出来 李宁乐低贺 小点声 外面有人 呜 陈家雪立刻呜咽着降低声量 同时小小声辩解 公主我没打算怎么样 只是想捉弄下嫡姐而已 你所谓的捉弄 就是算计她和大皇子躺一块 李宁乐冷冷吃到 她的确不喜欢陈家仪 但也不喜欢手段下作的陈家雪 陈家雪瞪大眼 疯狂摇头 我不是我没有 这么做对我来说 有什么好处 嫡姐出事 我和家里未出嫁姐妹们 还怎么嫁人 第三十五章 凭她浑身亡疤之气 李宁乐微微一正 是啊 如果陈家仪和大皇子 躺在一起被发现 陈家仪和整个丞相府 都得倒大霉 未出嫁的女郎 会因为陈家仪的牵连 而名声敬毁 未来别想许配好人家了 除非陈家雪脑子坏球了 才会这么算计 不过书中的恶毒女配 是这样的了 没有家族荣辱观念 只是李宁乐 瞧着陈家雪神色 觉得她或许没说假话 公主您信我 陈家雪还被捆着 人激动地扭动 小嘴不听巴巴 我荷包里有一包白色的粉 那是我在市井逃来的 据说撒在衣服上 会叫人浑身发痒 我只是想让迪姐男兽 缺席赏菊燕 被德飞娘娘讨厌 李宁乐翻了下她的荷包 还真找出了一袋白色粉 但并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所谓痒痒粉 只是陈家雪小小年纪 这心思也是够狠 让陈家仪缺席赏菊燕 德飞会觉得 四皇子府不给她面子 未来必然会针对四皇子府 以德飞和大皇子地位 打压一个不受宠的四皇子 简直易如反掌 这妮子接力打力有一套啊 可惜了 炮灰女配的算计注定失败 并且还会加倍反弹 就在李宁乐这么想的时候 外电传来动静 是脚步声 有点沉 是男人的脚步 李宁乐做了个虚声 迅速帮陈家雪解了捆绑 然后亲手亲脚躲到店门后面 陈家雪眼神惊慌 不敢动弹 从她的视角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 晃悠悠出现 一看就知道是外男 陈家雪吓得浑身发抖 外男 这里怎么会有外男来 如果被人发现他和外男在一起 他一辈子就毁了 还有公主在 要是公主出了点什么事 陈家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这不仅仅是他个人 整个成相府都得被灭九族 李宁乐宁神站着 左手捏着陈家雪那搜刮来的白粉末 右手捏着秋霜给他的毒药瓶 思考着该毒死对方还是怎么做 如果是大皇子的侍卫 冒犯他 弄死自然没什么事 只呀 男人踏入内殿 同时有烟雾吹了进来 李宁乐还没察觉不对 便见对面的陈家雪眼神涣散 晕了过去 不好 李宁乐迅速吞了一枚解毒丸 靠在墙上 身躯微微颤抖 顾伯远真够狠毒的 他这是打算算计自己 和大皇子的侍卫 躺在一起的画面 还是说有别的打算 男人晃动了两下 倒在了地上 李宁乐看清楚了他的模样 倒吸一口冷气 不是大皇子侍卫 也不是旁人 是大皇子 本人 西侧殿外 支开秋霜的顾伯远 匆匆而来 询问下属 公主和大皇子都进去了 是的驸马 很好 顾伯远露出一丝得逞的微笑 宁乐呀宁乐 你交蛮跋扈 一会若发现 和自己的大皇兄睡在一起 会崩溃吧 没关系 本驸马不会让崩溃 会好好疼爱你 看 本驸马多大度 你们兄妹不伦 我都能接受 那么 利用你和宁家所有 不过分吧 还有大皇子 他要靠着这次的救驾 获取大皇子的信任 假意成为他的人 主子计谋当真无双 他低于 一旁的几个属下 也露出微笑 驸马 你是现在进去吗 他们迫不及待 想看宁乐公主崩溃的模样了 一刻之后我进去 你们吩咐其他人 别让宁乐的婢女带人找来 星号 西侧内殿 李宁乐指尖颤抖 望着地上昏迷过去的李义农 怎么会是大皇子 按照书中剧情 西侧殿出现的人 应该是大皇子的侍卫 不对 既然大皇子侍卫在这 说明大皇子应当也在附近 西侧殿有左右两个殿侍 他这里是左侧的 所以 右侧是大皇子侍卫 那么 右侧受困的女郎是谁 女主 还是 谢云玉 李宁乐几乎不敢想下去 好在吃了解读完 晕眩感很快消散 他蹲到大皇子身边 脑子飞速旋转 现在的情况 应该是顾博远和男主 在背后算计他和大皇子共处一室 一会肯定会有人来 来人十之八九 会是顾博远本人 他们费心 把自己和大皇兄弄到一起 绝对不是为了 简单毁了他和大皇兄的名声 想来是为了拿捏自己 以及取得大皇兄信任 这样利益才能最大化 李宁乐眼神一狠 为了一颗解读完给大皇子 想都别想 喂完大皇子 他又为了一颗解读完 给晕倒在柜子里的陈家雪 李宁乐看了下 只剩一颗解读完了 还好秋双给的要足 解读完下肚 陈家雪和大皇子 很快恢复了神志 李宁乐率先捂住陈家雪的嘴 让他别尖叫 同时低声和猛逼状态中的李一农 迅速说明了情况 李一农 哦 李宁乐见状 忍不住踢了他一脚 听懂没有 懂 懂了 李一农吃痛 眨白了下眼 总结道 你意思是说 驸马和四皇子算计你我 想借由布伦丑闻 逼迫你和宁家站队他那里 驸马假意归顺于我 实则打算让我和其他几个人打起来 没错 不可能啊 怎么会是四皇子 他凭什么让驸马 为他冒着沙头的危险 李一农不理解 还能因为什么 当然 因为他是男主 浑身散发着亡疤之气 但这话 李宁乐自然不能和李一农说 看了一眼震惊吃瓜状的陈家雪 他道 不管因为什么 我们不能由着他这么算计 我们现在去隔壁店中 从右店后窗离开 不行 不能去右店 李一农的反应 让李宁乐一阵狐疑 为什么 隔壁有什么问题 李一农眼神闪了闪 本店不知 不过想来 顾博远要算计 我们肯定会两边 都被下人堵着 所以 大皇子会出现在这里 不是巧合 是冲着谢云运来的 李宁乐来不及去思考 为什么 外店传来推门声 糟了 顾博远来了 除了顾博远 还有别人的说话声 驸马 我们见公主 是进这处左店之中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直接出去吧 李一农起身 想往外走 要是被发现 和皇妹共处内侍 别说夺敌 皇子之位 能不能保住 都是问题 李宁乐赶紧拉住他 来不及了 他目光转环内侍一圈 定在一处 第36章 冤大头 你看这柄不圆 过来 李宁乐不由分说 拖着李一农 坐到了梳妆台前 同时低声问 呆滞状态中的陈家雪 陈家雪 会梳妆吗 会 陈家雪下意识应声 李宁乐 立刻做 皇妹 李一农挣扎 他低喝道 大皇兄荣华富贵 想不想要了 李一农立刻不动了 顾伯远带着人推开内殿的门 面上恰到好处 挂出惊喜的表情 公主你等极了吧 我玉佩找到了 随后准备换上惊讶愤怒的神色 然而 神色没来得及换 便被内侍的景象 惊得定在了原地 只见李宁乐和一女郎围着大皇子 手中拿着石袋 香粉 一个在为大皇子描眉 一个在给大皇子铺粉 太皇兄 不是我说你 你这癖好该和德飞娘娘说一声了 他宫里多少梳妆 比我和佳雪厉害的 每次老叫我俩 偷没给你划算怎么回事 李宁乐一边认真勾勒眉行 一边抱怨 男子 要翘又没甚不可说的 一旁陈佳雪扑粉的手在颤抖 听到这话手抖得更厉害了 情不自禁多扑了两下 大皇子吃了一嘴的粉 李义农泽 面若死灰地坐着 双拳紧握 脸皮时不时抽动两下 唇白如指 被粉扑的 李宁乐醋眉 转身去拿口汁 仿佛这回才瞧见 门口呆目若鸡的三人 驸马 李宁乐先是一亚 随后娇烟面孔 带着被人撞破的博越 手中石袋 砸向顾伯远 和他身后带来的两个下人 还默等他发火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滚出去 大皇子李义农绷不住了 一声怒吼 仿佛狮子咆哮 驸马和两个下人 连滚带爬退出内殿 跪在了门口 瞧见大皇子 私下的隐秘癖 他们不会被灭口吧 顾伯远更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这样 大皇子和公主 不应该昏倒在地 然后任由他们摆弄吗 为什么清醒着 还有 店内的女郎又是谁 怎么还有第三个人 一肚子疑惑在顾伯远 脑子里转啊转 他想不通 也没办法想通 那店中 李义农要抹干净脸上的妆 李宁乐压住他的手 还没结束呢 说着为他白的发光的唇上 点了猪 好了 太皇兄 出去吧 望着铜镜里 涂脂抹粉的自己 李义农羞愤欲绝 堂堂男儿 怎可能如女人一般 简直 驸马顾伯远 还有那个躲在暗处的老四 你们该死 而等可知罪 李义农出了内殿 低头冷食跪地三人 杀意明显 驸马和两个下人 叩首败地 其乎 大皇子饶命 陈奴才 什么都没看见 没看见 地上的顾伯远此刻出生 大皇子 陈保证今日之事 不会有地 第七个人知晓 可能自己都觉得在场人有点多 他保证不过来 顾伯远 索性直接进入主题 微臣院和属下 一起投入殿下门庭 为殿下效力 奴才甘愿为殿下肝脑涂地 在所不惜 望着三人 把头刻的砰砰响 李义农眠起眼 宁乐说的居然是真的 在这之前 他其实并不信任宁乐的话 愿意配合不过 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名声 若是今日是低等宫女在此 直接杀了便算 可今日和他一起在内殿的一个 是父皇宠爱的女儿 一个是丞相嫡女 都是他不能随便处置的人 只不过有宁乐提醒 李义农怎么可能再上当 冷哼一声 道 你们当真要为本殿效力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顾伯远三人应声 是 好 李义农笑了 顾伯远和另外两个侍卫 松了一口气 内心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得一声 金属出窍的声音响起 下一秒 其中一个侍卫人手分离 破 鲜血犹如喷泉 炸开一水柱 李宁乐在这之前 已经拉着陈家雪后 退了好几步 并挡住了他的视线 那飞溅的鲜血 一滴都没落 在他漂亮的裙摆上 他眯起眼 看着自己的太皇兄 手起刀落 又砍杀了一名侍卫 顾伯远人傻在当场 他跪在二人中央 两个侍卫地血溅了他满身 尸手倒向 他还带着温热 浓烈的血腥味扑边来 顾伯远俊逸的脸庞上 下一秒 推开两个当场毕命的侍卫 奔到一旁大吐特吐 李宁农丢开 从侍卫身上拔出来的宝剑 从袖中拿出一方丝绸帕 慢思挑里地擦着掌心和脸庞上 见到的血滴 而后慢慢转头 笑问李宁乐 黄妹 你觉得驸马该如何处置 李宁乐还没说话 身后因为好奇 从他身后探头的陈家雪 发出一声尖叫 然后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黄妹 李宁农看都没看陈家雪 又问了一遍 有上辈子的经验 李宁乐面对这样血腥的场面 足以能面不改色 但在李宁农跟前 他小脸煞白 一副背下的不轻的模样 大 太皇兄 你 你要杀驸马吗 李宁农笑着摇头 驸马死活 戏于你身 本宫不明白 望着李宁乐明显慌乱的眼眸 李宁农立刻明白自己 想透了全部关键 驸马想靠算尽宁乐 来博得自己的信任 而宁乐将计就计 想借由他手除掉驸马 好全身而退 虽然不知道 宁乐如何得知 驸马效力老四 但显然他和驸马之间 因为外事的事不可调和 他这个皇妹 一贯霸道至极 如今居然能为一个外事设计杀夫 简直最毒负人心 但这倒是便宜了他 绝佳的拉拢机会啊 李宁农走进宁乐 低声笑语 皇妹知晓驸马 投靠四皇子 却告诉本殿 想来是不想 和他同流合污 那么皇妹心中的人选 能不能是本殿呢 上钩了 李宁乐装作 气脑掉了泪 一副秘密 被发现的惊慌感 压低声道 太皇兄 驸马背信气意 两头投靠 死难道不应该吗 果然是这样 李宁农唇边笑容更甚 当然该死 但宁乐你这样的手段 只会让太皇兄寒心啊 你想要驸马死 有很多个办法的 你以为本公不想吗 若真这般做了 那些酸如不得骂死本公 到时候本公 还怎么做人 未来还怎么嫁人 李宁乐娇艳的小脸 挂着愤怒 之前不过仗则驸马二十 就被贬成汉妇 杜妇 恶妇 要杀了驸马我这公主 也做到头了 这有什么 交给皇兄来办 李宁农笑秘密保证道 皇兄会帮你 在一个合适的机会 让驸马死得翘无声息 李宁乐眼眸露出点点星光 真的吗 第37章 来吧 护眼 当然 李宁农身安 打一棍给柯甜枣的手段 你是本店的皇妹啊 一家人自然互帮互助 太皇兄 你真好 李宁乐一脸被感动的模样 本公就选你了 闻言 李宁农极其高兴地弯起唇角 之前被迫化妆的屈辱荡然无存 那点了 珠色的唇翘起来 大声道 驸马是皇妹的夫君 皇妹和本店关系一贯不错 日后定然会更好 是吗 李宁乐余光瞥了一眼还在土 但耳朵明显束得直了的顾伯远 双手交织 配合演出 当 当然 太皇兄 驸马也是不小心 如今两个 侍卫既杀了 便到此为止吧 皇妹求情 本店自然应允 趴在地上的顾伯远身子一松 额肩冷汗低落 命 保住了 皇妹先带驸马离开 这里本店会处理 李宁农道 李宁乐指了指地上的陈家雪 不妥 本宫还是带着陈小姐一起离开 驸马的话 交给太皇兄比较好 李宁农目光掠过陈家雪惨白的小脸 如此也好 李宁乐蹲下 拍了拍陈家雪的脸 后者一直不肯醒 李宁乐见状 回身关上店门 而后在他耳边低语 还不起来 等着让大皇子把你也灭口吗 此言一出 陈家雪眼睫疯狂颤动 然后慢悠悠醒来 一脸白痴单纯道 公主 陈女怎么又晕过去了 李宁乐勾传一笑 这陈家的二小姐也是个人才 我们得走了 陈家雪一抖 怎么走 店门口就是一大滩血 和两个无头师 他怎么敢走 而且出去的话 他们沾了一身 血怎么解释 等大皇子处理掉的话 会不会连他一块处理了 从这里 李宁乐把胡思乱想的陈家雪拉起来 走向那里一处紧闭的窗檐跟前 用力一推 半截高的窗户打开 外面是盛放的墨局 随风摇曳 公主 我们 我们不会 要从这里出去吧 陈家雪下的磕巴 翻窗而出 那是登途浪子所为 身为名门淑女 怎可如此 原地的李宁乐 力所解开宽大的外袍 丢了出去 而后弯腰 从那不算很大的窗口中 爬了出去 这姿态 让陈家雪嘴 张成了欧字形 怎么 等着大皇子处理完了来接你 李宁乐落地后 把沾了灰尘的外袍 拿起来拍了拍 回头看了眼 还没动的陈家雪 直接吓唬道 陈家雪小脸煞白 疯狂摇头 不 但要他直接翻窗他 也做不到啊 李宁乐见状 转身就走 他想继续戴就戴好了 公主 身后传来陈家雪的疾呼 他没理会 一阵稀疏声音 伴随着重物落地 和少女的闷横响起 公主等等陈女 很快 套着外山的陈家雪追过来 面容宛如被雷劈过 李宁乐回头一笑 这不是翻出来了吗 乌陈家雪捏着衣巾 觉得自己 再也不是合格的名门淑女了 以后 是和宁乐公主一样 被人唾弃的出格女郎了 要是爹爹知道 肯定会打死她 公主 咱们不回举影宫吗 陈家雪望着李宁乐走的方向 完全不是回去的路 不禁出声 你是怎么被你 敌解关起来的 提及这个问题 陈家雪面色一阵 清白变幻 十分憋屈道 陈女也不清楚 进了左侧店之后 陈女被人敲钟后 紧晕过去 等醒来眼前一片漆黑 正惶恐兼公主宁来了 是你敌解干的 不 不清楚 你怎么什么都不清楚 李宁乐嫌弃 陈家雪 QAQ 不过 从陈家雪的话中可以得知 她和女主 应该是前后脚离开 但来的路上 她们并没碰见 网局营主店的公道不止一处 不排除 她去了别处 但 李宁乐想到无辜的谢云玉 决定 还是去右侧店看一眼 以防万一 公主这是 要去右侧店吗 咱们再不回去 德飞娘娘肯定会生气的 艳影缺席 是大不敬 这回肯定 已经开始了 怎么办怎么办 陈家雪的话 让李宁乐眼睛一亮 一直没想明白的关节 在这一刻彻底想通 为什么剧情中 没有谢云玉 她却从板上钉钉的郑飞 成了侧飞 为什么陈家雪惠 和大皇子的侍卫 躺在一起 因为这场炮灰女配 自食恶果的剧情里 还有第三个人在操控 德飞 若她猜得没错 谢云玉 是被德飞算计 和大皇子共处一世 又被她和几个 已归属大皇子的 陈下七眷们撞见 毁了名声 不得不从郑飞 退成侧飞 这对那些依附大皇子的家族 是天大的好事 郑飞之位 一旦大皇子登位 便是皇后 谁能不动心 李宁乐步伐加快 却听见前方有些喧闹 旁侧陈家雪 发出一声惊呼 德飞娘娘 她小脸煞白 要是被德飞知道 她给大皇子扑粉 还看着她 灭口了两个人 她还能活吗 李宁乐目光一宁 德飞身侧 只带了两位夫人 果然都是 大皇子的附庸 此刻他们 已经站在殿门口 就要推开大门 宁乐 你怎么来了 德飞听见动静 脸色微变 等看到李宁乐身旁的陈家雪 眼底诧异更甚 陈二小姐 见 见过德飞娘娘 陈家雪双腿虚软 要不是李宁乐 暗中扶着她 估计当场就摊下来了 拖后腿的小炮灰 李宁乐嫌弃拖吻她 抬头对上德飞 审视忌惮的目光 奄然一笑 娘娘 本宫是听太皇兄说 您在这里 过来看看 农儿 德飞更惊讶了 他的儿子 不应该在殿内和云云 怎么会和宁乐 见上面了 他与你在哪里碰见 左侧殿 李宁乐指着来时的方向 言语耐人寻味道 本宫换了衣裳后出来 碰上二小姐 相约来此 赏看莫菊 碰巧遇上太皇兄 和本宫驸马一事 太皇兄说您 或许会在这 本宫就来看看 你说奴儿在左侧殿 德飞声音都快变形了 如果奴儿在左侧殿 那么此刻殿内 和云云在一起的外男 是谁 德飞几乎要昏死过去 要是谢云云 在他宫里出现意外 谢家 谢家家主 他的兄长会怎么想 他只是想让云云成侧妃而已 并非想毁了他 等等 李宁乐刚说奴儿 在何驸马一事 那他 是啊娘娘 李宁乐一看德飞 脸色就明白他 接到了他暗示的讯息 张嘴就来 对了娘娘 您和二位夫人 是来迎接本宫回去宴影的吗 德飞嘴角一抽 但还是道 是啊 本宫见你一直不来 担心得紧 说着 他后退一步 离开店门口 第38章 父皇 女儿实名举报 德飞身后两位夫人不明 所以 娘娘也太好心 一个长辈 哪有迎接小辈的道理 宁乐公主张嘴就来啊 太跋扈无理了吧 再者 不是说来此有重要的话 对他们交代的吗 二位夫人 随本宫回主店宴影 德飞转身就走 他只想立刻远离这里 好把这边的痕迹彻底清除 谢云月 绝对不能和外男在一起被看见 是 娘娘 两位夫人虽有一肚子疑惑 但十分顺从 德飞满意勾唇 转身欲带两人往台阶下走 就见李宁乐三两步蹦上了台阶 直奔店门口 伸手就要去推门 德飞面色大变 一把抓住宁乐的胳膊 死死捏住 宁乐 你要做什么 本宫来扶娘娘 你回去啊 李宁乐反手握住了德飞的手 眸光从模糊的窗纸上 往内瞥了瞥 什么都没看到 他没掩饰自己的动作 德飞心里一咯噔 宁乐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这时候 他也不敢试探 生怕李宁乐张嘴就胡咧咧 万一扯出什么不该说的 麻烦 多谢宁乐了 你向来懂得体贴人 李宁乐笑嘻嘻 接了他这违心的夸赞 走吧娘娘 德飞矜持点头 步伐却微带些急促 店内 谢云云听脚步声远去 瘫倒在地 旁边桃花赶忙去扶起她 谢小姐 咱们得尽快回到主店 谢云云点头 借着桃花的力道 亮呛起身 路过一处时 目光微微低垂 地上躺着一个被敲晕的侍卫 若非宁乐公主拦住姑母 她和外男共处一事 便彻底瞒不住 只不知道姑母为何会来 绝引公主店 李宁乐扶着德飞回来 林氏看见她松了一口气 出去那么久 她生怕公主出了什么事 导致顾服倒霉 李宁乐没注意林氏表情 目光扫过席间 女主安稳用着茶点 谢云云不在 她心里一沉 右侧店里的果然是谢云云 桃花没能拦下她 还好 事情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坐回自己席位 李宁乐扭头发现 陈家雪巴巴跟了过来 公主 陈女能和你坐一块吗 陈家雪眼神和小狗一样 可怜巴巴 李宁乐 作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谢谢公主 陈家雪喜滋滋坐了下来 一旁陈家仪纯敏了米 陈家雪毫发无损 竟是宁乐救了她 她明知道 袁深在家时 被这个树妹欺辱 她替袁深不值 你当成唯一的朋友 如今背叛了你 李宁乐不知道 陈家仪心里想什么 出去一趟恶极 就着桌上茶点吃了起来 没吃几口 见谢云云带着桃花回来了 神色如常 只是一双眼明显哭过 李宁乐看向台上的德飞 他看见了 却没问 凶手已经很明显了 德飞为了大皇子 把娘家的亲侄女算计了一把 这场赏菊宴最后 大皇子人也没来 在场贵女们不少面露失落 散场时 德飞给每一位未婚贵女 送了一盆他亲手试弄的菊花 公主 怎么不见驸马 林氏随着众人往外走 低声问李宁乐 谁知道 估计死在哪里了 李宁乐堪称一个口无遮拦 林氏面色变了变 有心叫他慎言 又因为身份尴尬 而不得开口 出了菊印宫 贵女们由宫人引着出宫 李宁乐交代林氏 你先回去 本宫要去给父皇请安 林氏点头 是 人群中 谢云韵注意到李宁乐离开 悄悄跟了过来 拐了几道弯 远离举影工范围 她急不追上 公主 李宁乐回头 谢云韵吩咐自己的丫鬟走远些 见状李宁乐也让春菊和秋双 到另外两处看着 只留下桃花 春菊有些疑惑退下 谢云韵等丫鬟们退下之后 深吸一口气 给李宁乐行了一个大礼 云韵谢过公主 今日搭救 李宁乐双手伸出 把人扶起来 一脸严肃 快快请起 不过举手之劳 只可惜 本宫到底没能彻底帮上你 谢云韵摇摇头 眼圈发红 亏得桃花及时赶到 否则 她之后的话说不下去 李宁乐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我懂 顿了顿 她问 你有什么打算吗 谢云韵擦了擦泪 我会禀明父亲 求父亲和姑母道歉 之后清登古佛 了却残生 只是不能抱公主您的大恩 云韵深感愧疚 等等 李宁乐打断她的话 你为什么要和你姑母道歉 公主何必如此 我是谢家嫡女 内定大皇子妃 谢云韵低垂下眼 面上带着厌世的悲伤 如今清玉有失 自然不配再做大皇子妃 辜负了姑母的信任 云韵自然应该道歉 李宁乐看着愧疚至极的谢云韵 心头很是复杂 算计你的人 就是你最信任的姑母得飞啊 傻姑娘 如果谢云韵把今日遭遇一五一时 告诉谢家主 以谢家主的头脑 定然会想明白这件事 和德飞脱不了干系 但同样的 德飞肯定已经把尾巴都扫干净了 没证据的是 加上和德飞立意捆绑 谢家主未必会翻脸 那么最终倒霉的 只会是谢云韵 恐怕上辈子的自枪会提前到来 这不是李宁乐要的结果 谢云韵 本宫冒险救下你 不是让你去给人道歉 更不是让你清耕古佛的 李宁乐一把捏起谢云韵的下巴 迫使他看着自己的眼 那双总是妩媚张扬的丹凤妍 此刻带着霸道的冷意 本宫救人是要报答的 懂吗 谢云韵一正 乐乐道 公主要臣女如何报答 六 要钱吗 本宫差钱 李宁乐吃笑一声 低下头发在他耳边低语 本宫差的是全 就你 是为了谢家欠本宫一个大人情 今日之事 你给本宫好好闭紧了嘴 更别想着溜号 否则本宫就把你今天的事 编成108种艳俗画本 宣扬到大街小巷 你应该知道 本宫有这个能力 宣得店前 李宁乐站着等通报 旁侧桃花小声道 公主 您刚刚和谢小姐说了什么 把她吓得脸都红了 劝她积极向上别乱想 李宁乐认真道 桃花惆怅 希望谢小姐能想通 她会的 店中出来一道身影 高公公左胳膊搭着扶尘 笑眯眯弯腰 公主殿下 陛下宣宁进去 李宁乐让桃花他们在外等着 随着高刘一起进了内店 等桥剑坐在预案后 批阅奏章的启德帝 熬的一嗓子 父皇 女儿要实名举报 第39章 下戏了 好嘞 启德帝批阅奏章手一顿 抬头 嗯 宁乐来了 举报什么 儿臣 李宁乐并没有立刻开口 而是扫了一眼内店中伺候的工人 启德帝摆手 高刘立刻带着人下去 等人全清空了 宁乐神秘兮兮凑到启德帝跟前 小声禀告 父皇 今日儿臣受邀 去参加德飞娘娘的赏局宴 发现驸马居然在为大皇兄做事 儿臣不敢隐瞒 故而一结束 就来禀告父皇了 启德帝眼神一寒 宁乐这说的是 驸马和大皇子私下勾连 意图挡争 可据他所知 驸马顾伯远 其实是尘儿的人 所以 这是尘儿的盘算 放一颗棋子在大皇子那边 以谋他日 你确定 驸马在为你大皇兄做事 他不是刚上任 术纪是没几天吗 启德帝淡淡笑着 朱笔在奏章上披着什么 没有避讳李宁乐的意思 之所以不设防是因为 他知道宁乐不认识字 李宁乐扫过那份奏章一眼 收回视线道 确定 七十儿臣之前就奇怪 赏局燕德飞娘娘 为何会请儿臣 毕竟那是为大皇兄选妃的宴会 顾家眉士领女郎 邀请儿臣着实不妥 当时儿臣还奇怪呢 没想到 他们是为了拉拢驸马 启德帝神情变了变 哪里是为了拉拢驸马 分明是为了拉拢他 不 是他身后的宁家 宁乐没有同胞兄弟 身后又站着江南第一傅宁家 皇子们各个垂涎欲低 父皇 驸马和大皇兄 对话臣听得真真儿的 父皇您 要不最好还是查一查吧 父皇 李宁乐拉了拉启德帝的袖子 小脸戴着惶恐不安 启德帝心头软了软 这个女儿虽然跋扈了些 但对他这个君妇 绝对幸福崇拜 枕边人参与党争 一般人恨不得满死死的 只有他巴巴过来告诉自己 也不担心被连累 父皇 您是不是也怪尔臣了 李宁乐看启德帝一直不说话 忐忑不安地问 那双漂亮的丹凤眼 慢慢变红 里头带着惧怕和如沐 父皇 儿臣绝对不会站任何一个皇兄那边的 儿臣保证 启德帝摸了摸他的头 朕知道 不过宁乐呀 驸马这件事 其实你不用和朕说 喂 为什么啊 他虽然脑子糊涂了些 本意学是好的 是在为你着想啊 启德帝一脸慈爱 你没有同胞兄弟 朕不能一直保护你 未来若朕息去了 你该如何是好呢 父皇 李宁乐露出震惊恐慌的表情 原本红红的眼圈 蓄积了眼泪 嚎啕大哭 我不要父皇息去 我不要父皇息去 父皇要去拿我就跟去哪里 父皇 他搂住启德帝脖子 用了劲的勒住 启德帝差点被他勒断气 然而十分感动 女儿对自己一腔真情 视他为最重要的人 这样的情感 在皇家太少见了 也只有宁乐 会如此单纯热恋 这也是启德帝 最喜欢宁乐的原因 正在呢 宁乐 松开些 父皇要喘不过气了 启德帝拍着李宁乐的后背 李宁乐万分可惜地松开了手 眼泪挂在精致的小脸上 父皇您不许说 这些话 下火沉了 而陈心里您是二臣最亲的唯一的亲人了 才怪 外祖父才是略略略 启德帝心头更软乎了 朕不说了 今日的是朕知晓了 你别担心 驸马做了什么都与你无关 且由着他折腾罢 就等你这句话 父皇 那您好好休息 奏章明日再看罢 李宁乐一一不舍扶身离开 启德帝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眼眸温和慈爱 高流从殿外进来 扶身道 陛下 公主怎哭得那般伤心 是惹您不快了吗 大皇子那边 今日很热闹 启德帝意味深长地说 高流垂头禀告 奴才听说 举影宫偷偷拖了三具尸体出去 哼哼 为了拉拢您了 不惜下血本 可惜 高流不知道 启德帝的可惜是什么意思 也不敢问 去长乐宫 高流一惊 斟酌道 您今儿答应德飞娘娘说去德福宫 启德帝一个眼神过来 高流立刻垂手 奴才该死 告诉德飞 朕不去了 启德帝丢下奏章 往殿外走去 高流一边应声一边琢磨 恐怕是公主说了什么 才会让德飞 骤然失去了见价的机会 宫外 李宁乐扶着桃花的手上了马车 落座之后 脸上有些难受的表情 立刻散得干干净净 重重出了一口浊气 春菊 给我泡杯解渴的清茶 哭了一会 咳死我了 桃花 点心点心 公主稍等 春菊盘腿坐下 快速烹茶 桃花 从放在马车两侧的柜子里 喜欢的点心摆好 公主怎么面见陛下之后 哭成这样 吓坏奴婢了 陛下是不是择吃公主了 李宁乐咬着点心摇头 没有没有 非但没有 还被他感动得不轻 如果能为自己的演技打分 起码也得九十 不过他这位父皇 也是演戏高手 参与党争的驸马 能说成他是担心自己 真是可笑 分明是知道 驸马是男主的人 不舍得杀吧 没事 本来他也没打算 靠效力大皇子一事 干死顾伯远 那太便宜他了 且等着 好戏在后头呢 公主 茶 春菊递来一杯温好的热茶 是李宁乐最喜欢的温度 他捧起茶杯 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 春菊笑着点头 是 等春菊烹茶的间隙 李宁乐闻得外面 隐隐约约传来的香气 这香味 是什么 桃花嗅了嗅 啊 是小馄饨 说吧 他挑起玉帘 望着路边的小摊笑道 奴婢猜对了 公主要吃吗 要要要 桃花叫停车 下去买了一碗回来 李宁乐坐在马车上 吹着热腾腾的馄饨 等烧雪凉了之后 熬呜一口 好吃 他眼眸亮晶晶的 桃花喜笑颜开 春菊拧眉微微不赞同 公主怎能吃这些低俗之物 美食不分高低贵贱 李宁乐说着又是一口 宫门口 顾伯园脸色漆黑地站在原地 一阵风吹来 萧瑟姑祭又尴尬 守门的侍卫过来道 驸马 宫门要落下了 公主的车架早已回去了 李宁乐 他回去了 居然不等自己 第四十章 你什么东西 也配欺负本宫的人 顾伏 李宁乐前脚下马车 后脚来自宫中的赏赐 就一并来了 这次来的不是高公公 是他身边带的小徒弟 叫平安 奴才见过宁乐殿下 平安长了张桃喜的脸 指着身后的赏赐产味道 陛下让奴才送些赏赐给公主 李宁乐 劳烦公公了 他看了眼那些赏赐 没有很大的喜悦感 平安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位宁乐公主 不说自身有钱 便是受宠程度 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如今日这般赏赐 他见多了 李宁乐司空见惯 顾府的人却喜气洋洋 尤其是老夫人王氏 得了消息 直奔宁之院来 刚巧与平安错开 眼见平安 把一个沉甸甸的荷包 放入袖带 老夫人 眼珠子满是心疼 那一袋子 起码都有上百两银子 宁乐太败家了 老夫人道 李宁乐听的这声通报 毫不意外 对整理宫中赏赐的 两个婢女道 打秋风的来了 春菊亚然 应该不会这般 没脸没皮吧 我觉得会 桃花完全相信 自家公主的话 默一会 秦嬷嬷扶着 老夫人的手进了屋子 一进来 老夫人便被屋内奢华的 陈设闪瞎了眼 上次她来 屋里分明 是另一套家具 宁乐又换了 换下的家具 却没给顾家用 简直太抠门了 老夫人目光 扫过宫中赐下的 那些绫罗绸缎 却凭珍宝上 带着贪婪 宁乐呀 宫中又赏赐东西来了呀 嗯 李宁乐听出她的暗示 但不解话茬 端起茶斩抿了一口 老夫人微拧眉 宁乐太不识相了 自己都暗示这般明显 都不晓得 主动孝敬她这个长辈呢 亏得她那么信任 把掌家全给她 你院子小 这些东西 占地方放不下的话 可以放到库房去 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分你我 老夫人 姨父 我为你着想的模样 李宁乐直接拒绝 不用 本宫这里 暂且还放得下 老夫人慈爱的笑脸 淡了几分 索性挑明 宁乐 你长家也有段时日了吧 顾府宅抵住了许多年 家具什么的早就 破旧不堪了 你就没打算 表示表示 我看你屋内这些 就蛮好 不如把顾府家具换成一样的 这样也好看 正在收拾一些零碎的 金银珠宝的春菊 惊呆了 老夫人 竟然真得张嘴要东西了 还要脸不要 桃花憋不住了 嘲讽道 老夫人 我们公主用的东西 非皇族不可使用 言下之意 你们不配 老夫人手在桌上一拍 放肆 主子说话 哪有你一个 吓人插嘴的地方 秦嬷嬷 给我掌嘴 秦嬷嬷激动应声 早就看桃花 这小剑体子不顺眼了 仗着伺候 在公主身边耀武扬威 平常碰见她 也是一点礼数不懂 今日正好 好好教训教训她 秦嬷嬷摩拳擦掌 走到桃花跟前 扬起巴掌 抬手就要落下 莫等她落下来 桃花反手一耳瓜子过来 放肆 你什么东西 也配碰我 我可是公主身边的大公女 她扬声反击 桃花扬起下巴的跋扈模样 和李宁乐 相似极了 简直是有其主 必有其奴 老夫人手指着桃花 愤怒不已 反了反了 宁乐 你就认 有一个下人 骑到我的头上来吗 啊 李宁乐放下茶盏 眉眼张扬四溢 老夫人 桃花说的没错 她是本宫的大公女 你没资格教训 我是你的长辈 难道教训个下人 都不可以了 老夫人怒道 摆出了长辈的架子 拿笑道压人 你纵容下人 如此放肆 还有没有 把我这个祖母放在眼里 你的笑道礼仪呢 再大商 笑道大于天 便是皇室公主 嫁人以后 也得对夫家的长辈 恭顺温婉 不得顶撞 否则 便是闹到皇帝跟前 也是他们没礼 他们倒霉 老夫人 就是拿捏了这个 逼迫宁乐道歉 这次定要好好挫她的锐气 不仅要把顾府焕然一新 还有之前 叫她买下的那处宅邸 也得按照她的喜好来打造 对了 还有房契 宁乐还没给她呢 老夫人算计的眸光 带着贪婪 一旁秦默默捂着脸 露出得意的笑容 春菊和桃花目录担忧 尤其是桃花 盈盈有些后悔 早知道 刚刚她就受了这一巴掌好了 老夫人 本宫是为你好 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出乎老夫人和秦默默预料 李宁乐不仅没有惊慌道歉 还说了一番让他们听不懂的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夫人拧眉 还要发难 就见李宁乐 一直笑盈盈的脸忽然一沉 手中茶盏 砸向秦默默 秦默默躲开 却还是被飞溅的碎片 划破了身体 痛得她发出惨叫 宁乐 老夫人怒了 反了反了 你这是要 本宫看反的是你吧 老夫人 李宁乐打断了王氏的话 张扬的眉眼 浮起一抹浓重的怒气 桃花是本宫的大宫女 品杰从三 正儿八经的女官 别说你身边的嬷嬷 便是你 按规矩也该给她行礼 还敢打她 她抽秦嬷嬷一耳光 都是为她好知道吗 否则按照宫规 以下犯上者 可杖毙 此言一出 秦嬷嬷脸色惨白 当场就跪下了 公主饶命啊 桃花挺起胸脯 目露凶光 老夫人被害住了 她不知道 宁乐身边一个丫鬟 竟然还有品杰 而且从三品 比她酸的官职还高 怎么会这样 区区一个奴婢 拉出去吧 李宁乐轻描淡写一抬手 门外凌诺即刻 过来托人 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 老夫人救老奴 老夫人 宁 宁乐 这是个误会 我不知道 你身边的人有品杰 老夫人哆嗦起来 忙求饶 秦嬷嬷 伺候我多年 没功劳有苦劳 你就算了 好不好 无规矩不成方圆 老夫人 不是承认念叨着 规矩二字吗 这 老夫人 秦嬷嬷声音淒厉 老夫人闭了闭眼 宁乐 这次是祖母错了 祖母给你 给你身边的女官道歉 你 见李宁乐神色不动 她咬牙起身 给桃花行礼 桃花女官 求你和公主 说说高抬贵手 并不是她多看重秦嬷嬷 若今日秦嬷嬷真被仗毙 自己这个府中 老夫人便彻底成了笑话 未来谁还听她话 到时候 顾府起飞成了宁乐 这个晚辈的天下 桃花瞧了瞧自家公主神色 配合露出不忍 公主 不知者不罪 要不算了吧 既然本宫善良可爱的桃花 求情了 那本宫便大放慈悲 饶你一次 多谢公主 多谢桃花女官 多谢老夫人 秦嬷嬷 巴着地的手松了下来 浑身汗如雨下 脸白的像鬼 老夫人诚信而来 灰溜溜滚了回去 桃花开心欢呼 哈哈哈哈公主好帅 公主您太厉害了 春菊也笑起来 只是 桃花什么时候 有品级了 奴婢怎么不知道 李宁乐狡黠一笑 骗她的 第41章 以驸马为影 引爆一场绚丽的祭奠烟花 春菊面露惊愕 假 假的 李宁乐笑道 也不算 我回头和宫女说一声 给桃花上掌饰女官的品级 不就真了吗 宫中贵人身边的大宫女 并不都有品级 女官须得受宠 且自己伺候的主子 也得脸才有 按照规矩 公主身边可有一位女官 掌管伺候她的所有宫女 侍卫 分发月前 人缘流动 惩处等等 这件事 平常桃花已经在做了 李宁乐上辈子 一心沉浸在和顾柏远的情感纠缠 和找女主茶 被她反复打脸的作死中 对身边的人并没有太关心 桃花在她被父皇冷落时 不离不弃 最后为了替她找太医闯出去 被狗东西打死了 这辈子她倒要看看 有了品级的桃花 谁敢轻易懂 公主 品级不品级的奴婢不在乎 桃花笑黑黑的 圆圆脸上竟是单纯 只要不给公主拖后腿就好 刚刚奴婢快吓死了 生怕老夫人知晓宁矿她 她不会知道的 顾家能进宫都靠着本宫 哪能知道这些 李宁乐不屑道 当初就是瞧着顾家势力弱小 不容易受气 才选了顾柏远 没想到 遇到这么个披着羊皮的豺狼 而且有品级后 你月前能翻倍 不开心 桃花喜滋滋道 开心 我身边只能有一个女官 春菊和秋双 你们的待遇翻两倍 李宁乐看着春菊道 心里盘算着 日后有机会想办法给春菊和秋双 也某个品级 只是宫女有品 须得积元 春菊忙跪下谢恩 奴婢谢过公主 女官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奴婢能待在公主身旁伺候 也是福分了 秋双眼瞧一概 谢过公主 接而高兴 赏所有人 另外林诺的月前也涨一倍 李宁乐小手一挥 财大气粗 桃花 是 多谢公主 宁之愿下人们喜气洋洋 像过年 金河堂那边 老夫人听说后 骂骂咧咧 景春元 林氏听闻这些事 没说什么 搂着怀中一个浴血团子滴滴道 林儿今后 瞧见公主要尊敬知道吗 小团子乃声乃气道 知道了母亲 心好心好心好 四皇子府 顾伯远一见到李义成便跪地请罪 微臣办事不力 请殿下降罪 说着 将举隐功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禀告 掩去了自己被吓得幼徒 还差点昏死的细节 李义成亲自起身 扶起顾伯远 温柔皱眉 这不怪你 只怪之前琳琅一事 让宁乐和你起了隔阂 好在 这次入大皇子阵营一事 是半妥了 否则 他要气死了 大皇子没起疑心吧 殿下放心 微臣痕迹没留一点 大皇子很信任微臣 李义成点头 那就好 不过之后 你也记得 别和他在人前太过亲密 若让其他皇仔 发现你投成了大皇子 定然会针对你 也不利于我们之后 打入他们内部 微臣明白 伯远 本殿知晓 让你一人周旋在众皇子之中 是极其危险的 李义成看着顾伯远联系道 只是这也没办法 本殿现在只有你一个可信之人 为殿下办事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在这谋大业 本就危险重重 顾伯远表忠心道 李义成欣慰点头 宁乐那边 还要你继续周旋 一定记得把他的心笼络回来 不能让他和大皇子 或者其他皇子交好 得福功 得飞和大皇子也在复盘一天 两人对于今日战果十分满意 驸马归顺 宁乐侍候 而陈未来更添几分把握了 李义农府长大笑 顿了顿 他又到 只可惜了谢云韵 提及谢云韵 得飞喜不自胜的笑容 消失了几分 母飞 担心他回去乱说 万一告诉你舅舅 以他谋略 定能看出 是我们母子算计谢云韵 母飞 痕迹已经擦除干净 舅舅找不到证据的 再者 谢云韵若说了 明节有损的他 只有一根白铃或者青根古符的下场 他不会说的 李义农安抚德飞 顿了顿 眉头很利道 若真说了 便叫他只有白铃一根 德飞点点头 觉得儿子说的对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侧妃之位吧 李义农淡默地说 看在母飞的面子上 加上他 又和过世王飞同出谢家 本店愿意以侧妃之位纳了他 正飞是万万不能给了 宁乐代表的钱财 以及谢家代表的世家全是支持 他一个都不想错过 但谢云运明节有损 绝不能成他正飞 德飞点头 委屈你了 他本就不打算让谢云运 做正飞之位 才有了这样的算计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如今只能委屈他的儿子了 为大业和母飞 不委屈 李义农说的话 让德飞心里很失欲贴 父皇今日怎么没来 不是说好来陪您的吗 德飞不在意道 想来又是被萧贵妃勾走了吧 无事 母飞有你万事足 您之愿 李宁乐泡着枣 估计这回男主 顾伯远 德飞大皇子 都在开心复盘呢吧 男主应该不是很高兴 毕竟他的算盘只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 顾伯远应该还会和其他皇子投诚 毕竟男主这种 没母族没地宠的玩意 没几个脑子有包的 会压住他身上 只能把一个傻蛋 往死里压榨 德飞和大皇子 应该极其高兴 拉拢了自己这个钱袋子 还附带了一个 没什么卵用的赠品顾伯远 算计谢云远虽然没成功 但他名节有损 只怕最后还是会 以侧飞进大皇子府 但他们不知道 最高兴的人是 宁乐 他知道 男主会用顾伯远 做一个表面纯尘 实则撕下两头靠的细作 而他自己躲在背后 偷偷发育 宁乐不会让他如意 他要以顾伯远作影 夺敌为盘 将男主拉下水 为他未出生 就被害死的孩子 以及亲人 放一场盛大的祭奠烟花 李宁乐微微下沉 水漫过头顶 水压中他感觉 十分有安全感 透过清澈晃动的水面 屋顶扭曲成一张张脸 有大皇子 男主 还有其他几位 母族强盛的皇子 他伸出玉白的手 倾起红唇 那么 下一个选谁呢 咕噜噜 咕噜噜宁乐从浴桶中爬出 他在桶边吐了一嘴的水 第四十二章 和太子妃互标演技 公主 您怎么了 是不小心烟着了吗 桃花听见动静奔进来 李宁乐 没有 可公主您瞧着 细腻红润有光泽 对吧 李宁乐打断他的话 并把自己呛的 欧布 泡得红彤彤的小脸 展示给桃花看 桃花眼睛冒猩猩 视野 公主 香皂的效果极好 李宁乐成功把糗事圆了过去 一日 李宁乐刚清醒 便听到外面春菊压低声音道 驸马 公主还未起 那本驸马在这等着公主 顾伯远声量不低 语气温柔 李宁乐拧眉 踢掉身上的颈背 外见的桃花立刻出现 公主起了 奴婢伺候您梳洗 她边说边轻轻拍了拍手 守在门口的春菊 立即吩咐院内的下人动起来 很快您之院热闹起来 上上下下二十多个人 为您乐忙活 顾伯远眼神晦暗 果然如祖母所说 公主排场极大 奢靡浪费 顾伯如今只靠她一个人撑着 如何铺张得起 她得说一说 心中正斟酌着用词 听得一阵珠钗相撞的清脆声 顾伯远抬手 公主还未喊出口 身上挨了一脚 一大早就来吵闹 顾伯远你要死吗 李宁乐怒吓 死 顾伯远痛得脸一清 李宁乐还是女郎吗 力气怎么这般大 公主 是我不是 下次定然会安静些 顾伯远躬身行礼 掩饰了憋屈的眼神 李宁乐没管她 转身坐回位置上 道 找本宫什么事 只是来给公主请安 顾伯远温柔道 昨天殿下交代了 她必须要尽快挽回修补 和宁乐的关系 一大早 她便等着了 结果宁乐上来 就给她一脚 简直 哦 请完了 公主 李宁乐不耐道 请完就快滚 顾伯远脸色变幻 宁乐如此不给她 这个夫君脸面 实在太过分了 是公主 那我先去上职 她低声道 温柔又谦卑 如此第三下四 宁乐早晚会回心转意 李宁乐望着她离开的背影 转头吩咐 传善 另外 下次她再来去偏听 不许她来这里 春菊刚要说什么 桃花积极应试 星号 烟纸铺 掌柜烟纸开门做生意 把放在架子上的香皂 又细细检查一遍 门外传来小二迎客的吆喝 这位贵客 您里边请 烟纸戴笑转身 看见来人后 眼神一变 急急忙忙下跪 奴家见过太子妃娘娘 太子妃是珍宝阁老顾客 烟纸曾去东宫 为其丈量过身形 是以一眼认出她的身份来 太子妃一袭蓝裙 眉眼温婉 起来吧 这便是宁乐开的香皂铺子 是 烟纸应声 听说这香皂极好 本宫和东宫的姐妹 都很有兴趣 掌柜的劳烦你介绍介绍 太子妃这话极为客气 客气地烟纸心头发慌 烟纸连忙点头 同时给小二去了一个眼神 小二了然 巧然把铺子外的营业牌子 换成歇业 容主家接待贵客 同时一路飞奔前往故府 李宁乐早善用的宝宝 正六弯 听得林诺说烟纸铺来人 奴 奴才见过公主 殿小二见了李宁乐 直接跪拜 起来 铺子里有人来了 是 是太子妃娘娘 掌柜问您 要不要过去一趟 李宁乐身后的桃花和春菊 惊讶不已 太子妃娘娘 竟然亲自去了烟纸铺 太子妃亲自来了 本宫自然要去的 李宁乐笑笑 吩咐人准备马车 车上 桃花开心极了 公主 太子妃都来咱们这买香皂 铺子未来定能超过 对面那家淑女方 太子妃怎会亲自来呢 春菊想得多 眉头微醋 若对香皂有兴趣 这人来采买便是了 亲自来 总让人心里忐忑 李宁乐捏了捏春菊 皱疤沉思的小脸 笑道 别想那么多 或许太子妃就是想出来溜达呢 东宫里多闷啊 是这样吗 肯定是这样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太子妃会来 说明昨日赏菊宴 让太子坐不住了 李宁乐不想让春菊想那么多 怕她思虑过度伤身 再者 夺嫡这种事 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春菊望着自家公主 明媚单纯的脸 心里愁苦 笑笑 公主说的是 烟纸铺 李宁乐下了马车 进了铺子 太子妃正在喝茶 面前摆放了一堆精致的南木盒 太子妃 宁乐 哎呀 你怎么来了 本宫就是过来买点香皂 没想到还惊动你了 太子妃王储雪笑盈盈起身 李宁乐笑容灿烂 太子妃支持本宫的生意 本宫怎么能不来呢 烟纸 今日太子妃这些香皂 算作本宫账上 烟纸刚驱腿 太子妃连忙阻止 这怎么能行 你开门做生意 本宫还叫你出钱 回去太子得骂本宫这个 做嫂嫂的过分 哎 李宁乐捂着嘴又要推辞 宁乐别劝了 嫂嫂又不差这点钱 再说这些香皂 也不全是本宫用 就算本宫的钱不收 他们那些 你可得收呀 王储雪握着李宁乐的手 姿态极其轻逆 泽泽 嫂嫂都出来了 太子这是急了呀 李宁乐演得差不多了 做出不好意思的姿态 被迫收了一叠银票 太子妃这才喜笑颜开 又与李宁乐飙了 会嫂嫂妹妹情深的戏码才走 等她离开 胭脂眉急着 让小二换营业牌匾 而是低声道 公主 太子妃说 铺子有什么问题 找她 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瞧中咱们香皂生意 想奋一杯羹 李宁乐支开春菊 去帮忙摆货 滴滴一笑 当然不是 她胃口大着呢 一个香皂铺子 哪里能填满 胭脂明面 是外祖父 放在京城珍宝阁的掌柜 实则是留给她的心腹 帮她打理铺子的同时 收集传递消息 故而李宁乐没瞒着她 直接道 赏局燕德飞和大皇子拉拢本宫 想来太子得了消息 坐不住了 胭脂听得心惊肉跳 又听李宁乐交代 这几天 估计其他几位皇子飞也会来 你别慌张 正常收钱就行 对了 记得价格八两 开业筹价半个月 半月之后 老客户依旧 新客户十两 半个月 足够让香皂蜂蜜精成了 牟家明白了 第四十三章 顾家竟也有聪明人 另外 你叫人去市井散布消息 就说 太子妃为了我们胭脂铺的香皂 亲自登门 广告词写上 太子妃用过都说好 胭脂 广告词 李宁乐这才注意 自己一步留神 用了从书评区看来的潮流词汇 就是广告词 想要东西卖得好 广告少不了 所谓广告 就是广而告之 比如之前本宫传出去的画本 李宁乐眼睛一亮 右手敲在左手掌心 对了 说书人 香皂的广告 让那些说书人 在茶楼说书的时候 戴一嘴 效果定然拔曲 胭脂到底做生意的 脑子活 被这么一说 立刻明白广告词的含义 牟家这就安排人去做 除了说书人 还有走街串巷的卖货狼 路边摊贩 给一些铜板 让他们带一些香皂的边角料 给人试试 用得好定然会来买的 胭脂边思考边说道 你是个天才 李宁乐佩服道 胭脂说的法子 他在书评区看到过 女主第一个生意香皂 在书评区 引起读者们的广泛讨论 除了做法 改进之外 最多的 便是如何在古代社会 把香皂推广 当时书评区便说 做广告 让走街串巷的卖货狼 肯定会买 不过 很快被别的读者否决 主要香皂 是贵族才能用的奢侈品 十两一块 古代普通百姓 光生存就很难了 李宁乐却没打算 只做贵族生意 反正香皂成本很低 分成贵族 和平民两档没压力 当然 目前还是先攻贵族 毕竟他们人傻钱多 公主谬赞 奴家这就去准备 胭脂被夸得脸蛋一红 软软扶身 告退 李宁乐也起身 离开胭脂铺 回到顾家 他从马车下来 便见到门口 停了辆豪华的马车 公主 似乎是三皇子的马车 李宁乐挑眉 一路去向顾家 接待客人的大厅 人没到 就听得里面 传来顾侯爷那谄媚的笑声 三皇子人中龙凤 自然是 李宁乐掏了掏耳朵 把拍马屁的话堵住 跨入大厅 顾侯爷笑声一指 旁侧伺候的灵士 瞧见李宁乐扶身 见过公主 婆母 李宁乐回了一里 又冲顾侯爷到了郡 侯爷 最后才看向 手座上的李义凤 三皇兄 李义凤 宁乐回来了 去哪玩了 去铺子里 看看开业情况 李宁乐一边坐下 一边回他 那个香皂铺 对 三皇兄也要买 李义凤嘴角一抽 本皇子堂堂拿 哪需要这东西 男的就不洗脸了 李宁乐嫌弃地 扫过他郡朗的脸 怪不得你到现在 娶不到皇妃 本殿不娶皇妃是不想娶 不是娶不到好吗 是是是 望着李宁乐 那敷衍至极地回答 李义凤气地倒养 刚想争辩一番 李宁乐问道 那你来干什么的 李义凤尴尬住了 他是被母妃 踢来套近乎的 但这种话 骄傲的三皇子 如何说得出口 来 来买香皂的 说完 李义凤紧急补充 给本殿母妃买的 李宁乐忍俊不惊 那三皇兄 应该去胭脂铺 那地方堂堂拿尔 怎么能去 李义凤 只是找个理由而已 怎么可能 真要买香皂 反正寒暄指标达到了 他要撤了 李义凤 手冲着李宁乐一身 给本殿一块香皂 他要交差 不是 你这拽拽态度确定 不是爱讨债的 李宁乐 抽了抽嘴角 让桃花 去拿一盒香皂过来 李义凤要接 被李宁乐拍了手 给钱 多少 一千两 一千两 李义凤瞪大眼 你抢劫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卖别人 价格明明是八两 一千两 李宁乐笑眯眯 摆晃着两只脚 天真无邪道 太子妃嫂嫂 可是给了三千两呢 这一千两本宫 还是看着三皇兄 你没皇妃的份上 给打折的 听到太子妃三个字 李义凤面色顿时一变 又听得没皇妃 才给打折 俊脸一黑 从袖口掏出一打银票 三千两 本殿不要你打折 开玩笑 太子出得起的价码 他也出得起 李宁乐接过银票 笑容灿烂 多谢三皇兄 三皇兄慢走不送 李义凤捧着香皂离开 大厅中 顾侯爷眼睛冒光地盯着 李宁乐手里的一打银票 宁乐啊 这香皂竟能卖出这般价钱吗 是啊 侯爷想要吗 顾侯爷连连点头 想要当然想要 他一年俸禄 不过三百两左右 宁乐这随便一卖 就是三千两 而且还不止一个 若香皂铺子 归了顾府 岂不是会下精淡的鸡 顾侯爷眼睛都直了 眼见顾侯爷 快要没脸没皮开口了 林氏忙给站在门口的奶娘 使了个眼色 奶娘立刻道 侯爷 夫人 小少爷呼得哭闹不休 不知怎地了 顾侯爷注意力被吸引 好好的怎会哭闹 林儿是他老年得子 腾宠的锦 当下顾不得要铺子了 连声道 带本侯去看看 是 奶娘点头 在前头带路 林氏落后一步 给李宁乐行礼致歉 公主 侯爷没那等意思 哦 什么意思 李宁乐笑着反问 林氏闽纯 忠实开口 顾府示弱 侯爷昏溃 不适合一些 一些争斗 李宁乐笑了 顾家竟也有个聪明人 顾侯爷只看到香皂卖出天价 却瞧不见背后的危险 真当三千两好挣呢 别人的三千两 是拉他入局的投资 回报是要贪宁乐 和整个宁家的钱财 还有身家性命 蠢货顾侯爷 有个难得聪明通透的夫人 只可惜 顾侯爷对不起他这般通透 顾博远程上书后 顾侯爷为抱大腿 休憩林氏 沿他挑拨父子关系 林氏年老被赶回家 没多久病死 唯一儿子 被顾博远戏弄 当成奴仆使欢 后犯错被打死 顾侯爷从头至尾 没问过一句 婆母说的有道理 李宁乐笑容娇艳 易于好多个官道 只是有些人 你拉不住啊 林氏抬头 瞧着面前雍容华贵的少女 意味深长的暗示 心底一咯噔 林氏 怎地磨磨蹭蹭的 外头传来顾侯爷的呼吓 林氏赶紧应声 又给李宁乐扶身 碎步往外走去 李宁乐靠着椅背 等下一位来客 不到半上 林诺来报 五皇子的人来了 李宁乐抬手 林诺放人进来 奴才见过宁乐公主 来人 是五皇子身边的长随 先是行李 而后笑咪咪拍了拍手 身后哗啦啦 进来一群人 李宁乐望着那些人 眼眸微微睁大 第四十四章 活菩萨见多了 活颜望第一次见 这群人或手捧托盘 或几人搬运着 华贵精美的摆剑 皆珍贵非凡 且是遇刺之物 李宁乐眼皮跳了条 刚要开口 那场随便吆喝道 奉五皇子之命 送一些薄礼 给宁乐公主 李宁乐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浩浩荡荡的架势 让他差点以为是 父皇赏赐东西来了 李义雀 他这位五皇兄 脑子背门 还是被大铁门挤了吧 一个皇子 给他公主送礼 就算了 还把父皇赐给他的东西 转送给自己了 他不要命了 贤妃 你能不能管管你的儿子 他不想活 他还想呢 李宁乐眉眼 扶起一抹交金不悦 东西退回去 本宫不敢收 常随就预料到他会拒绝 只是太子和三皇子 都来过了 他们五皇子府 绝对不能带东西而归 公主 长随下跪 莫等他开眼 李宁乐转身就走 不带走的话 本宫就丢到大街上去 丢大街上 那么五皇子 会成为整个京城的笑话 而且公然送礼 给公主一事 说不定会被御使 抬参一本 最重要的是 这些物件 是御赐之物 丢了可是死罪 掌随汗低了下来 进退两难 李宁乐才不管他怎么难 一甩袖子 禁止离开 回院子的路上 桃花扶着李宁乐 不解道 公主 这不过 年不过节 又并非您生辰 五皇子送那么些大礼来做甚 公主 五皇子这是在拉 春菊小脸苍白 四下看了看 压低声音道 拉拢您吧 这就是李宁乐 更生气的地方 太子和三皇子 虽然有拉拢之心 但不会做得太过火 说话做事矜持得紧 好糊弄 也不好抓把柄 而五皇子 就是个棒锤 想出送礼的方式 拉拢就够离谱了 偏还送了御赐之物 哪里是想夺敌 鸭是嫌地府人不多 要给地府增添人丁啊 望着春菊小脸惊惶 李宁乐拍拍他手背 安抚道 应该不是 便是 我也不会答应 春菊知道 公主是在安慰他 夺敌这种事哪里是你不愿意 就能独善其身的 只无奈他一个奴婢 帮不上公主的忙 他真是 太没用了 哎呦 我这浑身酸得紧 好难受 李宁乐忽然惊呼一声 春菊慌忙回神 公主哪里不舒服 浑身都不舒服 回去帮我安安吧 你手法比秋霜都带劲 是 奴婢去拿工具准备 桃花你伺候公主 说吧 春菊一路小跑 李宁乐微笑 转移注意力 成功 皇宫 贤仙宫 外殿宫女们跪了一地 内殿时不时传来 五皇子的惨叫声 以及贤妃的呼和怒骂 李一雀 本宫要你给宁乐送点礼物 你送了什么 宝光珍珠珊瑚树 惊气青龙香顶 云文子谈目哪一样 都极为珍贵啊 啊 母妃耳朵 耳朵要掉了 耳朵要掉了 你脑袋要掉了知不知道 贤妃的身影印在窗纸上 看上去像是一头母狮 她咆哮 你爱才爱到 不顾死活了是吧 遇刺之物 你也敢转送 而且宁乐还不要 不仅不要灭 你还丢进了本宫的脸 宫女们低垂着头 听着内殿一浪又一浪的惨叫 安静如鸡 大宫女翡翠后 在门口 梅宇竟是无奈以及担忧 等贤妃打爽了 她才亲口殿门 娘娘息怒 当务之急 还是带着殿下 赶紧去和陛下告罪 还有宁乐公主那边 也得说清楚了呀 殿内安静了一瞬 而后 五皇子又一声哀嚎 哦 母妃 不是不打了吗 吃呀 殿内打开 穿着月白色宫装 容颜冒美帝贤妃娘 娘里了李威乱的发 优雅地走出 冷冷撇后头一眼 走 你父皇那还有一顿呢 身后跟着垂眉搭眼的李义雀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看得出 贤妃完全没留守地 暴打了儿子一顿 宫女们扶得更低 眼皮都不敢抬 得福宫 大皇子李义农 跨入殿门 就见他的母妃 一脸焦急 挥手让宫女们退出去 而臣见过母妃 快快起来 宫外的事 你可知晓了 母妃说的是太子妃和三皇帝 去宁乐那买香皂一事 还有五皇子送大礼 不过他算了 尚不抬面 提及五皇子 得妃面露嘲讽 一边倒茶地 给儿子一边继续倒 虽然你说宁乐答应 加入我们 但保不齐 他会被别人拉走 尤其是太子和三皇子 太子出身中宫 一贯受宠 太子妃为了拉拢 更是自降身价 去了宁乐开设的胭脂铺 买什么香皂 三皇子就更礼贤下事了 亲自登门 离开时心情不错的样子 得妃忧心忡忡 宁乐虽答应了扶持大皇子 然他背后 是宁家这等商户 商人狡诈 杨凤因为 一仆多主的可能性极大 母妃放心 宁乐还等着儿臣帮他弄死驸马 好叫他再嫁良人呢 礼意浓淡声道 得妃却说 这件事你做的 难道太子三皇子 做不得吗 甚至他们可能比我们 做得更快更好 太子出自中宫身份尊贵 三皇子母妃宠冠后宫二十年 从小受尽宠爱 相比之下 他的农儿 只占了个肠 恩宠一般 礼意浓面色微变 有些不舒服 却也明白母妃说的没错 或许我们得想的法子 把宁乐绑死 在大皇子府 这条大船之上 得妃道 礼意浓把玩着茶盏 驸马如今 还不能死 否则太子和三皇子 定然会在宁乐婚室上 动手脚 倒十白替他人做嫁衣 母妃明白 既不能在婚室上 绑住宁乐 咱们只能用些 特殊手段了 母妃要做甚 这些交给母妃来做 你没必要掺和 进这些后宅一丝中 得妃不予多说 两人聊起前朝之事 听说旺城又有灾了 这次你父皇忠世派 你去镇灾 什么时日动身 后日 金日尔尘来 也是为了和母妃告别 得妃颇为不舍 但还是点头 此区伴玩家来回 要三月之久 回来想是过年了 届时宁乐死心塌地 归顺便是母妃送你的年节礼物 第四十五章 话地成员 助耳长眠 多谢母妃 李易农眉眼带笑 那母妃 而陈仙出宫准备了 去吧 得妃目送儿子离开后 立刻叫来自己的心腹喜菊 这人盯紧宁乐的出行 以及他和太子 三皇子 五皇子的联系 喜菊扶身 奴婢领命 宁知愿 李宁乐半趴在玫瑰椅上 身下垫着软枕 春菊那手柔弱无骨 又带着力道 扶过他肩颈 后背 以及腰侧 每一次力道都将将好 不会痛得厉害 还能有疏通的酥爽 旁侧 桃花端着宁家 特意送来的一粒 便价值上百两银子的葡萄 仔细包好 将金银剔透的果肉 送至李宁乐唇边 鲜美青甜中 带一点点酸 果香浓郁 身后 有婢女轻轻摇扇 带来徐徐凉风 虽是深秋 但日落前 还是有些燥热的 呼 舒服啊 李宁乐眯着眼 这人生比他父皇 都不差在哪里了吧 不对 比他父皇还好不少 至少他不用苦哈哈批阅奏章 上次觐见举报时 父皇看着奏章的脸 皱巴得像老树皮 说起来 那奏章写的是什么来着 李宁乐闭着眼 回忆奏章上的字眼 右手悬空一笔一画瞄着 公主 好了 春菊的声音 让李宁乐从回忆中回神 索性翻身下了椅子 他这绣花鞋 走到书桌前坐下 公主要写东西 桃花立刻把葡萄 浇由旁侧的婢女 快步到桌前沿墨 李宁乐沾了沾墨汁 提笔描画回忆里的字眼 他从小记忆力 就极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照本描绘对他来说 简单无比 很快 一份奏章踏写完 嗯 比之前有进步多了 李宁乐很满意地 看着写好的字 桃花凑了凑 公主写的是诗吗 不 是奏章 写的是 问题来了 他不认识字 叫林诺进来 桃花出去叫人 林诺进来拱手行礼 属下见过公主 免礼 林诺你来看看本宫这奏 文章写得如何 林诺应了一声 双手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张 而后眼神惊异 这是公主写的 对 比之前好太多了 林诺望着那清晰可变的一行行字 而且还是管阁体 不小心脱口而出 等等 管阁体不是奏章所书吗 看内容 看看内容 李宁乐翻了个白眼 他写的字 本来就好看至极好吗 早知道不问了 和某个人一样 没甚品味 林诺挠头 开始小声读 望成俊首封殿上奏 连月大雨 烙灾频发 明惶恐 请陛下派人赈灾 赋税减免 李宁乐猝起眉头 原以为不过是个普通奏章 不想进食烙灾 那日见父皇神色淡然写了个什么 还以为是请安奏 公主 这 您从哪来的 林诺读着进了音 这奏章内容 当只有陛下 和几位公骨之臣能看 公主怎会知晓 李宁乐 哦 本宫随便写了完的 望成每年落灾 奏章都差不多 之前瞧见过 林诺不宜有他 望成靠近江河一带 又地势较低 几乎年年遇落灾 一遇如此 便由朝廷拨款赈灾 减免赋税 每年赈灾负责人 不是太子 便是三皇子 公主应当从他们那听到的内容吧 李宁乐收回那张写了奏章的纸 笑问 你觉得 今年会是 谁帮父皇赈灾 这 林诺低头 不太敢一朝政 本宫问了 你就说 怕甚 林诺斟酌道 应当是三皇子 哦 为什么 直说无妨 李宁乐本以为林诺 会说太子或者三皇子 毕竟以往都是 这两个轮番赈灾 林诺犹豫了下 才攻身开口 望成灾情几乎每年都有 一次赈灾耗时三月 太子乃储君 储君离京太久 朝政不稳 五皇子爱才且刚犯错 大皇子 虽为长子 但不受器重 且往年也没让他去过 三皇子受宠 恰好 分析得不错 李宁乐很满意 林诺到底读过书 脑子不似 普通舞者一根筋 林诺脸发红 兴奋低头 多谢公主夸赞 他幼时梦想是座文臣 在朝堂指点山河 然 十岁时 他被公主挑选中成了他的亲卫 人生彻底匹茶 如今公主 夸他分析得好 是不是说明 他有谋略天赋 不过 你猜错了 这次负责赈灾的人 是大皇子 林诺 呃 他不解钱猛逼 怎么会是大皇子 还能因为什么 作者在给大皇子挖坑 为他的亲儿子铺路呗 男主排行老四 母族势力为零 想让他做太子 乃至皇帝 除非前面后面的皇子们 都死绝了 才可能轮到他 但太子 三皇子 大皇子 五皇子 哪个母族好惹的 直面对上哪个 男主都得玩玩 他父皇也正式考虑到这一层 才压根不敢表现出 对男主的任何关注 生怕一不小心 星伯伯被几位皇子母族 暗中搞死了 男主也知道自己应当不过 所以只敢按戳戳玩一些 鼠被勾当 比如让顾伯远 当墙头草 探听各皇子动向 喜好 决定 比如暗中收集皇子 麾下官员的罪证 用来策反 关键时刻 倒戈插刀 站在男主角度 挺励志的 逆风翻盘 美眷在怀的绝美人生 但李宁乐作为被利用殆尽 自己和亲族下场凄凉 甚至绝后的倒霉蛋 他只想说 化地成员 助耳长眠 这次大皇子去望城镇灾 会被男主抓到 贪磨银前的把柄 当然这个把柄不算什么 即便爆出来 也搬不倒母族强盛的大皇子 但男主就是男主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竟然让望城郡守 成了他的麾下 在下一年谎暴灾情 骗了大皇子去镇灾 而后哄着他 全数摊没了镇灾营 摊没镇灾营 加上欺君 大皇子 被废为庶人 幽进府中 不久被发现自一家中 德飞在冷宫之道后 直接疯了 这两位配角 到死都不知道 背后搞鬼的是男主 李宁乐回神 不能让男主奸计得逞 那个郡守 得掌握在他手里 林诺 你找个信得过的人 跟大皇子去望城 然后帮我找个人 林诺细细听着 时不时点头 若他不愿 李宁乐指尖敲击着桌面 估计不会不愿 毕竟他能被男主收买 无非是靠赢钱 林诺凶狠地小声 不愿属下就杀了他 这倒不用 李宁乐想了想到 换了就好 反正能当官的 多的是 第四十六章 小团子一哭 宁乐发怒 林诺领命退下 李宁乐抬手 把那份辛苦莫写的奏章 放在火炷下燃烧 纸章带着火焰卷边 一股烧焦的味道 之后悠悠化成一堆灰烬 桃花去开了窗散气 春菊为李宁乐奉了新茶 公主 喝茶 嗯 李宁乐 结果抿了一口 刚好说话多了口干 余光注意到 春菊欲言又止 他明白 春菊又在担心了 轻叹一声 还是和这个丫头摊开说 不然总是惶恐 更伤身体 春菊 你的担心我都明白 春菊猛地抬起头 李宁乐看着他紧张的小脸 一字一顿简单说了下当下行事 本宫虽然是公主 但因为没有同胞兄弟 且宁家巨父 自然会成为拉拢对象 不管愿意不愿意 本宫已然身处漩涡中心 逃避不开 春菊小脸煞白 既逃不开 便不逃 李宁乐放下茶盏 农历名艳的小脸上 荡出一抹肆意张扬的弧度 有宁家在 他们不敢对本宫怎么样 他们想要可以支撑 他们夺敌的金山 也想要这金山源源不断 春菊若有所思 公主的意思是 那些人不敢拿公主怎么样 相反 还得供着咱们公主 是不是 桃花在一旁脆声声接话 奴婢就说 今儿那些贵人们 跟吃错药似的 果然黄鼠狼没按好心 春菊被桃花口无遮拦的话 吓得小脸一正 刚要教训 李宁乐哈哈大笑 小桃花说的没错 等等 你在说我是那只畜生吗 明艳的少女双眸一瞪 桃花脖子一缩 赶紧告罪 奴婢失言 公主莫怪 哼 罚你给本宫包一百克葡萄 桃花笑盈盈应声 扭头去放了冰的地窖 拿葡萄 李宁乐则继续和春菊说道 所以春菊 别忧思 想太多 除了会劳神伤身之外 没有任何益处 有问题 就解决出问题的人 春菊谋自圆征 所以公主 才会派人跟着大皇子 自古震灾伴随贪末 公主这是想要看看 能不能抓到大皇子把柄 然后保护自己和宁家 你家公主聪明着呢 见春菊想明白了 李宁乐抬着下巴交金道 春菊忍俊不惊 是奴婢愚钝了 他想差了 公主能在没有母妃庇佑的情况下 得了陛下恩宠 自然聪慧至极 之前让你去找秋双 把个平安卖 你去了吗 李宁乐问道 奴婢一切都好 谢公主挂心 李宁乐一看就知道他没去 叮嘱道 明日一定让秋双 给你把把卖 听见没 春菊闻言屈膝浮身 是 公主 葡萄来了 奴婢特意从冰窖拿来的 桃花端着冰镇 冒着凉气的葡萄颠颠进来 冰葡萄 我最爱 李宁乐小脸站开 还没等高兴 就见春菊一把拦住了桃花 以及他手里的葡萄 一板一眼 极为认真严肃 公主 夜深了 不能吃如此冰凉之物 会腹痛 明日吃吧 李宁乐哀嚎一声 眼睁睁看着春菊 把葡萄又端走 只能不甘心地等第二天到来 一日 李宁乐起床 桃花和春菊进来 伺候他舒喜 白日了 本宫要吃葡萄 春菊还会说什么 秋双开口了 不可公主 宁乐信这两日要到 寒凉吃多 宁会腹痛 李宁乐 他看向桃花和春菊 二人别开眼 大有一副 依着开口 他们也没办法地逃避姿态 李宁乐郁闷极了 但也知道秋双为他好 他每次月信来 小腹疼得厉害 上辈子第一次在侯府发作 身为他夫君的顾伯远 却不在身边 后来他找借口说是当职 实则并不在宫内 而是在四皇子府 借着护送宫中 太医力行为病若男主 把麦看病之便利 透露了一些天子的消息 这辈子他没机会了 树极是可保护不到太医头上去 李宁乐想到 顾伯远男主 为不能了解皇帝动向 而焦头烂额 付出更多心神 旧爽得不行 窝在房间里太憋闷 打扮鲜亮的他出了院子 逛了逛上辈子 都没怎么逛过的侯府 结果刚出院子不远 就在回廊上 撞见一个小小身影 白胖白胖的 再到李宁乐跟前一步之遥 扑倒在地 发出哀忧的一声 春菊和桃花吓了一跳 春菊往前一步 一边回护李宁乐 一边立合 何人敢惊扰公主 咦 他看亲人之后 一顿 地上趴着一个白胖的浴血团子 不知是不是跌痛了 眼里聚集雾气 嗷的一声哭出来 春菊低声道 公主 应是府中侯爷的嫡幼子 您的 小叔子 李宁乐垂头看了眼 地上哭得鼻涕 眼泪一把的顾柏远 默默往后退了一步 好丑 好脏 他讨厌爱哭的臭小鬼 会让他想起不好的回忆 这一步被赶来的奴仆 和临时的奶娘 正正好瞧见 从他们的角度 很像是公主 把小少爷踢倒在地 再走几步 听见顾柏林的哭泣声 奶娘更是心都要碎了 公主怎能这般心狠 小少爷能抢她什么啊 就算侯府继承的位置 也是大少爷的 他们从来都没想过 为什么要对孩子下手 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啊 李宁乐一脸问号抬头 好端端要他饶什么命 奶娘三两步扑到顾柏林身边 一把把人抱在怀里 护得死死的 小少爷还小 他不是故意冲撞您的 请您饶他这一次 求您了 不管是不是小少爷的问题 奶娘都把错揽下来了 一切都因为这位公主太跋扈 目中无人 便是侯爷也不敢对 这位新嫁来的公主习如何 夫人又能如何呢 想到这里 奶娘哭得更伤心了 顾柏林人小 听得奶娘哭得伤心 跟着一起哭 哭得更大声了 一时间 这回廊充斥着主仆二人的哭喊声 吵得李宁乐轻惊直跳 好烦 闭嘴 他立刻一声 不远处 赶来的林氏 就见到这么个画面 眼前一黑 公主 李宁乐看见林氏来了 神色没有缓解 反而更加不爽 你也是来哭的 林氏脸色一白 直接要下跪 李宁乐避开了几分 虽然她身份高贵 但林氏毕竟是她婆母 长辈一贵 她可销售不起 林氏眼圈微红 公主 可是林儿哪里有了过错 冲撞了您 如果是 我愿意替她受罚 又来了 李宁乐服额 林氏这一套小白花 在风中摇曳的戏码 她在宫中 不知道见过多少 正因为见过 才知道 她不是故意扮柔弱 鸭是真柔弱 第47章 梦境阴影什么的 宁乐才不怕 对于这样真柔弱的女子 李宁乐一贯没什么办法 她的母妃 也是这般柔弱 一岁 李宁乐闭眼 遮去了眼底的灰暗 起来吧 林氏柔柔切切看她一眼 眼见李宁乐眉间 蓄积起肉眼可见的怒气 忙起身 同时抱起了顾柏林 李宁乐 她自己摔倒的 看在林氏 不是那种凡人白莲花的份上 姑且解释一句 林氏哑然 转头看向奶娘 奶娘身子一颤 低下头懦懦道 是 是小少爷摔倒的 虽然是认了李宁乐的话 但样子怎么看 怎么像是打碎牙齿和血吞的意味 李宁乐气笑了 她宁乐 向来行事 无计敢做敢当 做便是做 没做便是刀架脖子上 也不可能认 你 自己说 刚刚为什么哭 李宁乐直接问顾柏林 三岁了 说话思考都没问题 让她自己回答 事与不是一问便知 林氏看她凶巴巴的样子 就知不好 果然 原本已经不怎么哭的顾柏林 小嘴一扁 眼泪又开始掉了 一抽一抽的 分外可怜 李宁乐 这反而更像她欺负人了 都三岁了 胆子这么小 说不清还哭 没用 讨厌 哇 烦死了 李宁乐拂袖离开 拉倒 反正恶名那么多 不多这一个 春菊和桃花他们 瞪了奶娘一眼 灯在李宁乐身后 迅速离开 公主明明没推人 是那个顾柏林自己贪玩摔倒的 他们却来公主头上 打量他们公主 好欺负吗 也就公主好馅 否则冲撞到公主跟前 是要打板子的 而奶娘这般则认定 李宁乐是恼羞成怒离开的 她轻轻帮顾柏林擦拭眼泪 眼底满是心疼和惊慌 夫人 这可怎么好 公主貌似 已经盯上我们的小少爷了 你说她会不会为了大少爷把我们 后面的话 她不敢说 灵氏搂着顾柏林 眼底若有所思 先回院子看看 灵儿有没有受伤 是夫人 李宁乐怒气冲冲 回了宁之院 这顾府真是晦气 让她想起不想起的人何事 桃花和春菊 静静候在一旁 不敢多言 他们都知道 公主心里有逆铃 不可触及 发了一通火 李宁乐躺在罗汉床上睡了过去 仿佛又回到了上辈子 她被顾伯远欺骗利用 被男主吸干了最后一滴血 最后 未出世的孩子死了 她的外祖父死了 宁家的财富 成了男女主至尊道路上的华丽点缀 她还梦见有人 在悠悠地低气 七碗缠绵 一声一声叫着宁乐 宁乐 让人心中生疼起心疼的同时 还有深入骨髓的窒息感 犹如水下攀上来的滑腻水草 一点一点 将她扯下深渊 李宁乐一身冷汗地醒来 外头天色黑暗 已然晚间 春菊后在不远处 见李宁乐醒来 立刻温升过来 一边用帕子 为她擦拭额尖脸侧的汗水 一边低声道 公主 要用膳吗 用 做了噩梦 李宁乐饥肠碌碌 急需要补充能量 吃东西的时候 她已然很平静了 甚至开始思考书中剧情 大皇子出境震灾 太子在朝中辅政 五皇子 估计正被男女混合双达 最近的剧情 基本就是围绕三皇子李一凤了 这个书中 女主的终极舔狗 在为男主积蓄势力的路上 添了不少助力 有她自愿的 也有非自愿的 比如接下来 萧贵妃要为她定的正妃 英国公徐家的嫡长女 徐英白 会对男主一见钟情 而后要死要活 要给男主做小 英国公家 随着太祖打天下 是实打实的武将世家 但 他们家不仅有兵权 族中 文臣势力也不小 徐英白的父亲 英国公便是身兼两职 同时在军中和内阁有职位 可谓是风头无两 勋贵中 少数能维持 祖上光耀的家族之一 这样一个大助力 平白被男主夺了 萧贵妃差点没气死 之后恨上了男主 结果谁知道 她的儿子是个舔狗 一点不在意不说 还在萧贵妃 针对男主的时候 有意无意帮了不少忙 最后 把萧家帮进去了 本该支持三皇子的萧家 忽然也倒戈 支持了男主 三皇子猛逼了 这件事严格来说 也不怪梨凤那个二伙 主要是她的母妃 也是个奇葩 萧贵妃母家是五姓之一 按朝中其他皇子家做法 正妃通常是给自己母族留的 以求利益捆绑更深 让皇后出在自家 让家族更上一层楼 可萧贵妃脑回路不一般 她因为自身是贵妃 且圣宠二十年肆无忌惮的关系 认为皇后没啥好的 整天要端庄要大度 过得没她这个贵妃快活 便和母家提了个正妃 许给别家 萧贵妃女族贵妃的奇葩建议 萧贵妃一开始以为她开玩笑呢 毕竟萧贵妃性子一贯跳脱想 一出是一出 再者 谁能这么脑残 不要母族啊 结果嘿 萧贵妃她真能 萧贵妃不干了 萧贵倒戈了 当然 这其中男主挑拨离间肯定不少 李宁乐吸溜了一口 桃花城上来的口菇鸡蓉汤 丹凤眼中满是嘲讽 其实 纵观男主尚未录 除了狗之外 主要靠的是女人 也就是妻族的力量 陈嘉宜身后的丞相府 徐英白身后的英国公府 还有之后的肖家 王家 卢家 助力最大的 除了女主 便是徐英白 同样 作为男女主爱情故事背景的小说中 徐英白是个心机深沉 段位比李宁乐深了 好几个层次的顶级女配 她下线是在大结局 男主遣散后宫前 因爱生恨 联合徐家 谋朝篡位失败 被赐毒酒一杯 母族诛面 剧情里 没说男主怎么勾的徐家女 对她一见倾心 毕竟主要写的是 她和女主爱情故事 天天这里眼神一深 那边身子一热 耳根一红的 李宁乐翻动了下脑海中的回忆 确定只看到徐英白莫名 一见钟情非君不嫁 叹了一口气 唉 糊涂啊 少女 公主还在为白日的事难受吗 桃花小声劝道 他们诬陷公主 您不打板子 已然是格外开恩了 公主莫为不值得的人生气 李宁乐 当然 我没做的事 我为何要生气 她才没空陷在灵氏那头 有更重要的事等她办 这人打听一下 英国公的嫡长女徐英白 看看她平日有什么喜好 会去哪 桃花一愣 点头 奴婢遵命 李宁乐吃饱了 到院子里溜了一圈 月光下她眉目如画 精神满满 噩梦 她才不怕 她李宁乐都死了一次的人了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 李宁乐去梳洗旧情 宁志院的屋顶上 不知坐了多久的男人 低眉一笑 长进不熟 第四十八章 太医清定 男主二十五入土 来人正是夜韶 李宁乐的信鬼画符一样 宁愿不放心 赶她来京城 照看这个交金的小公主 夜韶虽不愿意 但京中生意离不开她 于是来了 来都来了 就来顾府看她一眼 没想到 看到李宁乐难得吃扁的一幕 柔弱的侯夫人 哭泣的小公子 以及炸了毛的小公主 夜韶不免想起 多年前某个夜晚 和李宁乐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彼时她还小 五六七八岁吧 收养她的宁愿 带她一起 从江南赶赴京城 去看作了娘娘的女儿 和外孙女 宁愿认主子 然商人低贱 便是公非父亲 也轻易见不到自己的女儿 那天 宁愿撒了多少银子 夜勺记不清了 只记得 银票犹如雪花 撒了漫天 终是让宁愿 如愿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和外孙女 却不是什么美好的画面 柔弱的女儿低气七晚 照着一见 在江南都过失了三年的长裙 眉目消瘦 如一株快枯萎的白莲 她的脚边 扶着一个瘦弱黄黑的小不点 正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 嚷嚷着母妃要抱 今日这一幕 八成让小公主 回想起不快的回忆了 按她性格 估计会哭鼻子 然后气上好几天 只是没想到 小公主长静了 没哭鼻子 没生气 还有心思 去探听别家女郎的行踪 徐家 徐英白 小公主找她作甚 景春月 临时摸了摸睡下的顾柏林 转身去了外间 妈妈 林儿刚说了 是她自己跑太快摔倒了 你可听清楚了 奶娘跪在地上 扶手 老奴之错 误解公主 自以为是道歉 实则阴阳 妈妈 你太冲动了 林氏柔柔地训斥 我早与你说了 公主不是这般人 她的身份 要真想对我们做什么 何必遮掩 奶娘再次叩手 老奴之错 明日老奴 便去公主院子请罪 公主不原谅老奴救不起来 林氏嘴角一抽 你这是胁迫公主吗 老奴不是这个意思 奶娘忙摇头 她只是 想和公主致歉 更怕公主因为她的缘故 记恨上夫人和小少爷 那她简直不如去死了 林氏叹气 她忽然有点明白 白日公主看她说话时的眼神了 嫌弃 算了 别去了 你这一去 怕是公主更生气 奶娘忐忑 那您和小少爷怎么办 林氏 找机会表示歉一把 难得悠闲了几日 这天清晨 李宁乐伸了身揽腰 一脚蹬开身上的银线胶珠软筹背 动静一出 睡在外间的桃花已经进来 手里端着温水 公主 林诺在外候着 闻言 李宁乐束口的动作快了几分 在桃花端来的玉琉璃潭玉璃涂了水 忙到 让她进来 公主不先用早扇吗 李宁乐 边吃边说 桃花点头 下去准备 一连叠婢女们轻盈入内 手中端着精致的早扇入内 摆扇 林诺入内 直接说 李宁乐端起装了燕窝的香脆玉小盖中 用赤巾小烧咬了一口送入嘴里 耳畔是林诺查来的消息 徐家女郎评宿极少出门 最近几次 一是去珍宝阁 二是去淑女坊 还有一次 属下见她从说书茶楼出来 听的主要是 明让编撰的那个画本子 李宁乐听着挑起眉头 看不出来 徐英白还是个爱吃瓜的 不过 他买香皂竟然在淑女坊买 淑女坊虽然是女主开设的第一间铺子 但里头一英管事实则是男主的人 莫非是靠着这个勾搭上的 他有和什么人认识吗 李宁乐问道 林诺摇头 出行皆是马车仆从 无任何陌生人接近 除了在茶楼会待久一些 其余停留短暂 淑女坊相遭 更是由婢女代买 真没去别的地方了 从徐家马车出行来看 没有 李宁乐询问 有没有遗漏 看出李宁乐对自己调查得不甚满意 林诺拱手道 属下再去细查 去吧 李宁乐继续吃早餐 同时心里再恶毒地揣测 徐英白是看上男主哪了 视若机身才还是缠若面孔 按理说 出身徐家这样武将家族 应该瞧不上男主这个 被定为病秧子的玩意的 太医清定 男主25岁入土 身子弱的 估计还没寻常女郎健康 虽然是假的 但大众以为是真的呀 这样的人 就算是皇子 又如何 徐家想扶持皇子 选择不要太多 除了男主光环 他想不出合理的理由 桃花 替本宫下个拜帖 给徐家女郎 今日上门拜见 桃花点头 是 公主 李宁乐把燕窝一口喝掉 牟底闪过一抹光芒 男主光环是吧 看本宫给你敲碎 春菊轻声道 公主素来 和英国公奖没来往 这么贸然下拜帖 或许不太合适 而且还是 今日上门 没事 他们要不愿意 本宫就隔日再去嘛 反正说啥都要去 主打一个墙去 春菊无奈 想了想英国公家家风不错 应该不会生气 公主肆意妄为的吧 英国公府 徐英白收到宁乐拜帖 猛了 来做客散心的谢云韵瞧见 问道 阿英 谁来的拜天 宁乐公主 谢云韵脸色一变 就听好友继续道 我素来和宁乐公主没交情 她怎样来找我 还是今日就来 我回绝吧 谢云韵 等等阿英 星号 英国公府离顾府很近 一条街上 不过英国公府位于最东头 顾府在最西头 收到回信 李宁乐即刻出发 一刻左右就到了 从马车上下来 李宁乐望着同鼠一条街 但气派的仿佛两个世界的英国公府邸 扬起一抹笑 顶级薰贵的牌面啊 怪不得男主宁愿和女主冷战 也要把人抬进府里呢 门口 得了消息的徐英白 带着蒲丛候着 见人来了 连忙上前行礼 参见公主 免礼平身 李宁乐三两步走到徐英白跟前 一把扶住人 笑道 本宫忽然到访 是不是不太妥当 当然不妥当 他也来了 徐英白急急温婉道 不会 公主能来是臣女的荣幸 公主请 嗯 这情商 不愧是顶级女配 向他只能做恶毒女配 因为他天性急躁 不爱等 第四十九章 拯救少女计划 李宁乐随着徐英白 一起进了英国公府邸 去到他的院落 见到了一个有点意外的人 谢家嫡女 谢云韵 参见公主 谢云韵笑盈盈 给李宁乐行礼 李宁乐亚然 明白过来 徐英白会接他拜帖 估计是谢云韵帮忙说了话 免礼 你俩竟是朋友 坐下来之后 李宁乐直接问道 谢云韵倒是习惯了他的直接 是 我和阿英手怕交 我们关系可好了 李宁乐想起剧情里 大皇子夺敌失败 谢家虽受了大皇子影响 却也没伤筋动骨 之后 还转头男主门下 成为他的又一只强悍助理 这里头保不齐 有徐英白的作用 当然 他的父皇 也真真是慈父心肠 长子都嘎了 长子的母族却留着 让他们为星波波效力 等男主上位后 再让他开刀谢家立威 谁听了不敢动啊 李宁乐擦了擦眼角 羡慕你们这么好的友情 不像本宫 除了钱一无所有 徐英白 虽然这话听着正常 但总觉得怪怪的 谢云韵抽了抽嘴角 宁乐这次又犯病了 是是是 你好惨 那你能不能把你的钱给我 我替你痛苦 李宁乐眨巴了下 完全没流眼泪的漂亮丹凤眼 你想要啥 本宫给你买 真的 谢云韵眼睛一亮 上次那个香皂我用了很好用 但太小了 我分了一些给我母亲 就不够用了 香皂而已 以后你的香皂本宫包了 李宁乐小手一挥 而后又看向徐英白 道 见者有份 小白你的份本宫也包了 小 小白 徐英白一开始 甚至没反应过来 叫的是他 但屋内就他们三个 宁乐公主人 也太热情了 是啊 你小白 他小云 你们的香皂我包了 还有珍宝格的首饰衣 本宫也包了 李宁乐笑颜如花 向佛座下的散财童女 回头我们一起 穿了炸街 炸 劫 徐英白和谢云韵 被从未听过的词汇 震得愣在了当场 虽然没听过 但好像 就是懂了那个意思 等等 公主 这 不太合适 徐英白从被大馅饼 砸猛的状态里回神 公主好意成女心灵了 莫名其妙的好意 她不能接受 爹爹说过 除非至亲 旁人好意皆有所图 尤其是当下这种微妙的时刻 虽然宁乐公主没有同胞兄弟 但保不齐她 已经入了谁的阵营 徐英白不可能为一些迎头小利 而把家族牵扯进去 虽然宁乐公主给的 不算少 珍宝格的衣服首饰 便是她私人也买不太齐整套 需要宫中采买 李宁乐微微弯唇 没问为什么 只多鸡嘴不开心道 这样啊 那好吧 不过香皂本宫都给谢云韵了 今日来也没有带礼物 这个你不能拒绝 而且也不贵 徐英白敏唇香皂的确不贵 这点钱也不至于会牵扯什么严重的事端 再拒绝可就不识好歹了 小鱼 你快劝劝她 谢云韵扭头看着徐英白 她知道阿英的担忧 所以刚刚没说话 不过一块香皂 的确算不得什么 宁乐性子她小的 你叫她不开心 她找了法子也得报复回来 这人做朋友头疼 做敌人更头疼 多谢公主 那臣女却知不公了 徐英白迎应一拜 李宁乐开心了 不谢 你是小云的朋友 就是本宫的朋友 徐英白看了谢云韵一眼 之前她就想问了 谢云韵似乎和宁乐公主关系不错的样子 但谢云韵不肯说 宁乐公主来得也极快 于是没问明白 谢云韵避开了徐英白的眼神 唯有那件事 她不想让阿英知晓 怕她担心 公主 你今日来找阿英 是为何事 谢云韵转移了话题 李宁乐谈了谈衣裙上不存在的灰尘 道 没有 就是想着住这里这么久了 没上门拜一拜 邻居怪不好意思的 不过本宫成亲了 貌似应该找小白你的母亲的 但本宫不擅长应对长辈 就找你来了 不算无理吧 徐英白和谢云韵 好家伙 你直接把正反话说完了 他们能说啥吗 而且不擅长应对长辈 你胡周有个度阿 谁不知道你宁乐公主 最擅长哄长辈阿 你亲爹起得地被你哄的 差点把你季皇后 名下算敌出了 宁乐公主说笑了 明谦虚了 徐英白干巴巴一笑 谢云韵是知道宁乐得性的 翻了翻白眼 公主差不多得了 你想来 还顾有没有礼数吗 本宫下拜帖了呀 谁家下拜帖当天下呀 本宫性子急 再说小白同意了呀 那是本小姐帮你忙 免得传出去 你丢脸 本宫不是谢过你了面 徐英白看着两人小孩一样 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辩 惊呆了 谢云韵活泼她知道的 但宁乐公主 竟然也这么可爱的吗 完全和传闻中 跋扈动不动就欺负人的传言不一样 袖子忽然被人拽了拽 徐英白抬头 就见一身红裙的张扬女郎 眼巴巴看她 小白 你来判断 本宫没错对吧 另一只袖子 被人扯了过去 轻衣长裙的谢云韵 凶巴巴道 阿英 你可不能因为 她是公主说瞎话 分明是我说的对 徐英白 好了好了 多大人了 还有一点小事吵闹 我刚做了桃花苏洛 一起吃些吧 李宁乐揉揉肚子 丹凤年闪亮亮 好 本宫刚好饿了 这本来是我要说的话 谢云韵急了 阿英做的桃花苏洛 比庆贺楼的还要好吃 庆贺楼是大商第一点心铺 比庆贺楼好吃 本宫好期待 李宁乐眼睛更亮了 徐英白温婉一笑 让人把点心上来 用桃花做的苏洛成淡粉色 上面撒了白色的糖粉 看起来极有食欲 李宁乐尝了一口 眼睛放出光芒 好好吃 小白你好棒啊 那当然 阿英未来梦想 是为夫君洗手羹汤 相夫教子 过幸福人生 这厨艺自然美的说 谢云韵边吃边说道 这样嘛 李宁乐看向徐英白 后者羞涩低下头 这倒是绝大部分 大商女郎的人生规划 所以才容易 被男主这臭渣子骗 该怎么挽救 即将被骗的少女呢 李宁乐咬着桃花苏落 心里盘算着 男人哄骗女郎的心 无非送一些小玩意 小手是什么的 但这个他试了 徐英白不敢梦 那 学那些男的 写酸涩情诗 第五诗章 什么二愣子 这是宁乐的铁铁 英国公府门口 夕阳打在李宁乐身上 和徐英白谢云韵道别 扶着桃花的手上马车 谢云韵揪着手帕 鼓足了勇气开口 公主 关于香皂的用法 我想请教你一下 李宁乐上车的脚步一顿 转身招手 那还等什么 上来说 好 谢云韵转身过来 扶着春菊的 手上了公主的马车 桃花和春菊二人 站在马车下方 凌诺带着亲卫们 往旁侧走了几步 确保听不见主子谈话 马车呢 谢云韵双手交叠 要给李宁乐行大礼 被李宁乐制止 你上来不会 就是为了又给本宫行大礼 感谢本宫的吧 谢云韵抬眸 眼底情绪说不清 是复杂还是别的 公主大恩 云韵谢几次都不为过 少来 别想磕几个头就报恩 你当本宫主傻呀 李宁乐拉着谢云韵一起坐下 从一侧雕花楠木柜子里 拿了份点心 摆在谢云韵跟前 同时 亲自烹茶 谢云韵揪着手帕 低垂着头 没注意到李宁乐动作 等到面前多了热气腾腾的鲜茶 才惊觉自己竟发呆了那么久 有问题想问本宫 就问 李宁乐端起青花白玉盏 亲敏了一口 而后 眉头微蹴了下 不动声色地放下了茶盏 谢云韵没注意到她的动作 听话地深吸一口气 道 臣女想问 公主知道 那日算计臣女的人 是谁吗 李宁乐就猜到了 她会问这个问题 也没打算瞒着 你自己心里 不是已经有答案了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个人 谢云韵小脸一白 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 她是我的至亲怎么会算 算计于我 举影宫什么地方 她的地盘 谁能越过她算计你 李宁乐凭劲残忍地 打破了谢云韵的西记 对她来说 大皇子才是最重要的人 一切能为大皇子铺路的人 或者事物 皆能算计 甚至你的家族 对女子也是这般利用的 后面这话 李宁乐留了余地 不想让她一下子接受不了 谢云韵失魂落魄地 端起面前的热茶 仿佛能从上面 汲取到一点点温暖 暖她被含透了的心脏 茶似乎变冷了些 谢云韵端起一口喝掉 慢慢的小脸 从苍白变成红色 而后 淑女形象都保持不住的拼命煽风 嘶 好啦 这是什么茶呀公主 李宁乐一脸期待到 姜茶 如何 是不是感觉心里暖暖的 没那么寒心了 谢云韵 何止心里暖暖的 她现在整个人都快辣得冒火了 暖得不行不行的 公主你 水 给我 谢云韵一把推开李宁乐 又端来的新茶 道 我要白水 李宁乐遗憾地 换了一套金框宝电团 花纹金杯 为她盛了点干净温水 谢云韵 结果特意看了一眼 确定吴天家才喝 一连喝了三杯 又吃了两块点心 那骨子辛辣刺激感 才好了不少 脱江茶的服 谢云韵现在从头暖到脚心 心口都暖洋洋的 公主 时候不早了 陈女先回去 李宁乐汉手 谢云韵人到马车门口 回首轻声道 多谢公主的茶 她知道的 公主是怕她难过 有意转移她的注意力 和那次在皇宫一般 表面上吓唬自己 敢敢告诉爹娘 就闹得大街小巷都知晓 其实是为了保护她 宁乐公主 意外的是个温柔的人呢 李宁乐眨眨眼 笑 你喜欢就好 谢云韵离开后 春菊和桃花上了马车 李宁乐招呼春菊 这茶味道不对 我明明是按你的步骤做的 卫生味道不对 春菊检查了一下剩余的茶水 只看一眼就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了 公主 您将放太多了 一次一两块就好 那么点小罐子里头 都快塞满了 能不辣吗 李宁乐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公主以后烹茶 还是交给奴婢来吧 春菊担忧道 万一烫到可怎么好 马车咕噜噜动起来 李宁乐随着摇晃点了点头 目光透过白玉帘子 看向窗外 这条接住的都是薰贵 但除了英国公府依然鼎盛 且有更上一层楼之势头外 其他家都比以前落魄了不少 噓 前头马车忽然一停 车夫望着挡到的马车 眉头一皱 何人敢挡宁乐公主的道 哼 我当是谁呢 不就是下嫁了个落魄勋贵的宁乐公主吗 女子荣辱皆细于傅和夫 你嫁的人 快把你未来毁了一半了 还这么嚣张呢 马车呢 李宁乐一脸迷茫 这人谁啊 春菊去前头看了一眼 回来禀告 公主 是儒家二房的少爷 儒任家 见李宁乐还没反应过来 春菊轻声提示 之前皇后娘娘想赐婚的那位儒家少爷 哦 原来是他啊 李宁乐恍然记起来了 是有这么回事 卢氏是皇后娘家 当初皇后为了把宁家拉到太子这艘船上 有意给他赐婚 舍不得让长房嫡长子来 选了二房嫡次子 还依附他赚大发的高高在上模样 得知这消息 李宁乐加快了则续的速度 抢在了皇后下一指前 跑去和父皇求了赐婚 事实证明 匆忙澄清要不得 十之八九是巨坑 当然 卢氏这坑也是又大又深 春菊面色不怎么好看 这卢家少爷是京城有名的二愣子 怕是故意纠缠 当初皇后想赐婚的事 属于刚有心思还没实行 知道的人不多 仅有公主和皇后那边的人 若今日卢家 这位闹腾着说了一些婚话 百姓不定怎么想 公主刚好转一些的名声会更差 二愣子 李宁乐念叨着春菊的话 想起这位卢人家的一些壮举 除了欺男霸女之外 最出名的莫过于他收拾驸马 顾博远的那段了 卢仁家在顾博远 被赐宇林卫副留守指挥同志位之后 也求了皇后娘娘进了宇林卫 官职还直接是顾博远顶头上司 自此 顾博远短暂但凄惨的职场霸凌开始了 什么穿小鞋 故意舍辱都不算什么 借着侍卫操练 暗中下黑手 把顾博远往死里整 最狠的是有一次顾博远 被卢仁家带人堵在家门口打了一顿 不仅丢脸 而且丢人 什么二愣子 这是本宫素未蒙面的热心肠好友 李宁乐来劲了 他静止起身 走向马车前端 玉莲一掀 与挡在马车前方的卢仁家碰了面 第五十一章 皇后姑母 帮帮你可怜的大侄子吧 玉莲掀起那一刹那 卢仁家只觉得 有一阵迷离的香风袭来 逆着阳光的少女 肤白如雪 明眸好齿 一鸣一笑 一撑一怒 皆是他从未见过的神仙景象 本还要嚣张的卢仁家 鼻孔放大 眼珠子中满满惊艳 公 公主 他的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来 甚至 心里有点懊恼 刚刚说话过分了些 公主如此美人 万一被他吓到了 可怎么好 李宁乐打量了卢仁家几眼 好一张频繁到丢进人群中 认不出来的脸 还有他身后那两个 一个马脸 一个猪脸 好眼熟的二位 啊 想起来了 是林德殿上 那两个丑绝人寰的官家子弟 李宁乐爱护眼睛的收回视线 我怎么感觉 公主在看我 猪脸公子名为猪头佑 他摸着摸自己油腻的胖脸 露出一抹得意 是不是觉得我风姿绰约 这话刚说完 旁侧的马脸马会长冷哼一声 什么看你 分明在看我 之前林德殿中 本公子和公主见过了 猪头佑面色一变 刚要反驳 头顶忽然被人狠狠来了一下 一抬头 对上卢任家要杀人的目光 本少让你疯子奏乐 信吗 马会长立马改口 定然是在看卢兄 卢任家回头又给了他一巴掌 别以为你 找不了本少就不抽你 抽完人 卢任家转身继续看着李宁乐 理了理自己的锦绣长袍 平凡的脸上 挂起一抹翩翩公子的笑 公主 在下刚刚失礼了 李宁乐看了一会戏 正开心 冷不丁见卢任家这般 恶寒不已 哦 刚不还是说 本宫嫁了个落魄玩意 让本宫别嚣张的吗 此言一出 卢任家才想起 面前这位万中无一的尊贵美人 已经嫁作他人了 还是个一家子夹起来 都没他卢家 门槛高的熏贵 卢任家心脏 仿佛被人用小刀割了几下 自拉拉冒血 疼的呀 疼得他脸色发青 怒不可遏 公主 你糊涂啊 顾伯远他有甚好的 二十岁了 只点了个举人功名在身 长得也不怎么对得起天地父母 上公主时没给你十里红装 还偷养外事 甚至连官职都要公主 你帮他的忙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你还对他那般好 替他操持家务 伺候公婆长辈 未来还要为他生儿育女 越说 卢任家越是心酸 就凭他顾家 顾伯远一辈子也没甚大出息 你公主之尊 何苦下嫁 当初宁乐公主下嫁时 嫁状第一台落地顾家 皇宫最后一台都还没抬完 公主最高规格 一百十八台 宁乐公主是这个的双辈 除了皇帝疼爱女儿之外 他更添了不少 京中专门服务 顶级权贵的珍宝阁 便是宁乐公主私有产业 宁乐公主堪称除陛下之外 京中第一有钱 卢任家眼眶发红 要不是横空出世的 顾伯远勾走公主 这一切让人眼红艳羡的荣耀 是他的 钱他不在乎 主要是宁乐公主 乃皇族第一美人啊 顾伯远 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李宁乐听得很爽 但面色不悦 卢任家 你不许说本宫糊涂 纵然驸马养外侍 那外侍女还是个丫鬟 但本宫不在乎 顾家祖母掌家权交给本宫了 他对本宫说他信任本宫 也是补偿本宫 虽然顾家终会亏损 但本宫愿意贴补 侯府落魄又如何 驸马的官职 是本宫求来的又如何 他肯定不会让本宫失望 本宫知晓 你和不少人都瞧不起顾家 瞧不起本宫的驸马 等着吧 终有一天 驸马会惊艳你们所有人 很快 马车启动 将震惊在原地的卢刃家 以及一些围观百姓们 甩在了身后 天哪 公主对驸马 真是一往情深 无底线付出啊 是啊 什么掌家权 分明是顾家奠记上 公主的嫁状享用 之前就听说 那顾家老夫人 不吃福里做的 每天都要从酒楼定做 一顿都要花上百两 太无耻了 古往今来 就没有用女子嫁状度日的人家 简直丢人至极 勋贵落魄 不是没原因的 宁乐公主真乃古今第一贤惠人 当初我怎就没这般好运气 被公主瞧中了 哼 也要你有驸马那种心机手段 公主是被骗了呀 原地卢刃家 听着那些路人的话 身躯不停颤抖 顾伯远 顾伯远 该死的顾伯远 本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公主越上心 本少越要弄死你 背马 本少要进宫面见 皇后娘娘 林诺骑马跟在马车窗边 低声把百姓们的话 转述给了李宁乐 马车内 李宁乐开怀不已 春菊满脸不解 我以为大部分人会夸公主贤惠 怎么骂驸马和顾家的这般多 竟还有说公主傻的 很简单 李宁乐笑够了 坐姿慵懒地依靠在桃花身上 大儿嘲讽道 因为这钱没用在他们身上 如果是给他们家花了 那本宫便是贤良书得第一人 若是给了旁人 人会嫉妒 自然会对得了大好处的人给好脸色 春菊迷茫了 人参观受到了冲刷 倒是桃花没心没肺 公主之前叫奴婢每每去酒楼采买 都大张旗鼓果然有效 这次一说 不少人都提起来了 公主真是太聪明了 奴婢爽翻了 李宁乐微微昂起头 手轻摸了一把桃花圆润的小脸蛋 爽了就好 后面还有更爽快的呢 桃花急急问道 还有什么 今日那个卢人家 可不是个善茬 你猜 被刺激的他 会不会对驸马下手 比如 揍他一顿之类的 桃花听得眼睛都亮了 公主打驸马要被说嘴和贬斥 卢家那位打驸马 可就没几个人敢讲了 他可是皇后娘家人 就算说 也说不到他们公主头上 型号 卫阳公 皇后正与太子妃说着话 听人禀告了卢人家过来 一听这话 皇后笑盈盈开口 快让他进来吧 太子妃王楚雪 见状准备起身告退 皇后也没留人 王楚雪还没来得及转身 殿外传来一道急切的男声 皇后姑母 你要帮帮你可怜的大侄子 第五十二章 公主驸马来了 让他滚 太子妃嘴角一抽 步伐尽量维持优雅地 快速离开 不能听 甚至不用听 她就知道 卢人家又要折腾什么大事了 但她不想听 不代表卢人家会放过她 看见太子妃王楚雪也在 卢人家眼睛就是一亮 扑通一声 给皇后行了的大礼 又转向太子妃 太子妃扫扫 你也要帮帮你的弟弟我了 太好了 多一个人 多一份弄死顾伯远的力量 王楚雪 她弟弟姓王 而且你豪丧一样多晦气啊 快起来 出了什么事了 这般委屈 她情真意切地虚扶一把 卢人家立刻起身 多谢太子妃扫扫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的 太子妃这一下不好直接走 只能回了去坐下 听卢人家诉说委屈 卢人家直奔主题 皇后姑母 我想要个数级室职位 欧布 是能管数级室的汉灵学士 太子妃瞪大眼 不是 这位卢家 二房的嫡出少爷 是不是脑子丢在宫外了 他以为汉灵学士是大白菜啊 想要就要 大商最是重闻 能入朝为官者 皆身负公民 最差的也是举人身 并且只有一位 就是那位被塞进来的驸马 顾伯远 他能拿到这个职位 虽然主要靠宁乐受宠 但人家自己 好歹有点才华 卢人家却是实打实的不通文末 五人脑子 他凭啥啊 就算卢氏是五姓大族 族中许多人在朝中担任重要官职 也不能乱推荐啊 太子妃看向皇后 母后不能答应吧 他不糊涂 皇后的确皱着眉 你想去汉灵 是为了顾伯远 没错 如人家倒是一点不遮掩 顾伯远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皇后 他自然明白 如人家对于梅曲道 宁乐有多咬牙切齿 不止他 便是自己也很后悔 没先下旨 就走漏了风声 若非宁乐选的是没什么用的顾家 皇后不会任由他这般如意嫁过去 目已成舟 皇后摸了摸如人家的脑袋 爱怜道 人家便当往事随风罢 不 如人家一把抱住皇后的大腿 刚好 皇后姑母 你不疼我了吗 你说过 只要我想要 皇后姑母 求你了 你先起来 皇后福娥 对于如人家十分无奈 但疼你的不行 如人家是他亲弟弟的嫡次子 在家中就很是娇惯 小时候 他常入宫陪他 陪太子玩 加上那件事 他对这孩子 疼爱不比一双儿女差 总想给他最好的 太子妃眼见不好 轻柔提醒 母后 汉林学士需要功名在身的 文言 卢人家扭头质地有声道 我可是卢家嫡系 做个汉林学士不过分吧 出身轻柔的太子妃 汉林服 更露低丸 穿着官服的学士们 三两两起身下职 温训地互相道别 名誉见 顾伯远跟着起身 刚动一步便被拦住 一位老者笑咪咪道 驸马 这些说还要麻烦你整理好 明日要用 顾伯远抬眸看着老者身后的 捧着一堆书籍的内饰 眼皮一抽 浑身又开始酸痛起来 还是我一个人 老者汉手 如今府中人员紧缺 大家都有自己的要紧职务 驸马刚来 多多做 多多熟悉 这话 听着没甚毛病 但顾伯远 已经连续被使唤了好几天 旁人有时便下职 他忙完天都黑透了 到府里 更是连公主面都见不上一次 谈和修补感情 今日 他绝不能妥协 顾学士 那就麻烦驸马了 老者只听到自己名字 便当顾伯远同意了 右手倾台往前一点 身后内饰快步上前 砰砰砰 一连好几道书籍 落上桌面的闷响 带起了不少灰尘 阳光从外打进来 交得这灰尘如梦似幻 顾伯远捂住口鼻 避免吸入一些陈旧灰尘 另一手挥散那些灰尘 等灰尘干净 哪里还见得那老头身影 顾伯远气得狠狠咬牙 这顾学士 简直不把他这个驸马放在眼里 汉林府外 顾学士不乏轻快 神清气爽 哈 让你走后门 顾伏 宁之愿 李宁乐拖着腮 思考着 如何让徐英白不迷上男主 旁侧桃花和春菊 不敢惊扰地候在一旁 林诺 属下在 守在院门口的林诺 快步而来 公主换属下何事 你追过女郎吗 林诺 啊 没有吗 本宫众问 李宁乐清了清嗓子 问 你有心仪的女郎吗 砰的一下 林诺脸淡炸红 但因为面色黑曲曲的 李宁乐看不清她红了脸 只能见她焦虑不安地 妈撒着佩戴在右侧的配件 尴尬地说 属下 没心仪的女郎 不应该啊 你今天不是快三十了吗 李宁乐诧异 寻常人家三十 儿子 都能考虑定亲了 林诺老脸一红 她也不想的呀 父母不在身边 没人为她做主 她每日守候公主身侧 也没机会认识别的女郎 属下没 但属下的一个属下小五有的 她有个青梅竹马 两人关系极好 让小五来 本宫问问 怎么个好法 李宁乐来了精神 小五被属下派去望城了 不过她的是属下也知道 您可以问属下 李宁乐点头 听了一会 感觉不太可行 青梅竹马 本身就有日积月累的关系在 感情亲后属实正常不过 比如 太子和太子妃 便是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的感情 两人关系很是不错 等等 徐英白 难道没有青梅竹马吗 不至于吧 徐家殷亲那么多 表哥表弟一堆 这不就妥妥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李宁乐刚一激动 又摇头 哎呀不行 表弟表哥 好像属于什么近亲 之前援助评论区的读者科普过 说 古代好多表哥表妹 近亲生下的孩子会早妖 李宁乐不想让徐英白 成为男主的助理 也不能害他 还得再想别的法子 算了 还是先从诗文书信来 李宁乐让桃花为他研磨 一边对照运输 准备学着写一首诗 好好夸一夸徐英白 然后再随着诗信 送一些漂亮的小玩意 这样 万一男主用这一招 徐英白说不准 会稍稍提高些门槛呢 又或者直接一脚 把男主踹飞 李宁乐咬着毛笔头 越想越开心 这时 春菊挑了帘子进来 公主 驸马来找您 让他滚 第53章 怎么送不骗 吃不死他 春菊没犹豫 转身出去 桃花惊讶 春菊居然没劝您 李宁乐证明思苦想 如何写诗 文言一笑 是个好的改变 桃花嗡嗡点头 的确是个好的开始 以前春菊每次都劝公主忍耐些 有理些 虽然知道 为公主好 但不得不说 很多时候很憋屈 并且在桃花看来 大部分根本不怪公主 就说驸马 养外侍这件事 公主打他二十棍怎么了 不是没打死吗 受点罪而已 结果大街小巷 骂公主不贤惠 甚至陛下 都有责怪之意 等公主接了顾家烂摊子 给驸马 又是台妾 又是谋职位 又是替他涨家钱 如流水的花 名声反而好起来了 这种好桃花不喜欢 他不懂什么大道理 只觉得凭什么 用他辛苦挣的钱 去养对自己不好的男人一家 就为了旁人一句 你是个贤富的夸赞 又不能吃 也不能当前花的夸赞而已 桃花宁愿给自己 买好吃的买首饰 好歹肚子满足还漂亮 虽然公主赏赐了 他许多首饰带不完 公主 还好你有先见之明 既把名声宣扬了 又不花自己的钱 桃花一想到这个 就觉得爽快 等顾家知道他们现在花的 未来都得还 会是何种脸色 桃花迫不及待想看了 李宁乐扬起下巴 那是 你家公主 自恋的话还没说完 门外传来顾柏远强闯的动静 驸马 公主说了不见你 春菊的声音带了点恼怒 李宁乐挑眉 能让好脾气的春菊生气 顾柏远是做了什么 他没兴趣去看 吩咐桃花 桃花 把人轰出去 桃花眼睛一亮 得令 他放下手中的青带松灰墨 扭身出去 走到外间时 还拎起了一把他 用来清扫的大扫帚 顾柏远刚跨进那院大门 就见不远处 一道粉色身影 拎着扫帚 劈头砸了下来 让你擅闯 让你擅闯 桃花一边用扫帚 连杂带扫 一边碎碎念的 指着顾柏远鼻子骂 是聋了 还是瞎了 没瞧见春菊说了 公主不见 见不见哪 顾柏远脸色铁青 身上本就因为连日 被同僚欺压做事 而酸痛不已 又被桃花这么一通 不留情地打 疼痛倒是其次 关键是丢人 那院伺候的下人 加起来有十几个 外院除了丫鬟婆子 还有凌诺那些公主亲卫 他们全看着自己 堂堂一个驸马 被公主身侧的丫鬟 打了出来 偏偏他还不敢说什么 刚刚闯入 是他情绪过激上头了 连日被同僚欺凌 让他心情极差 今日他没听过学识的话 整理那些旧书 而是提前下职 为的就是求一求公主撑腰 不想 回家路上听到了一些百姓议论 说他是吃软饭之王 不仅让公主为他谋了一官半职 甚至家中一切开销 都是花的公主嫁妆 简直无耻 顾博远弃的浑身发抖 官职的确是公主帮忙 但他也是有真才实学的 他二十岁就考中秀才 若非顾家世若 没有无品官的人脉推举 他早就中举 甚至成状元了 那些愚昧的蠢才 听风就誓语 至于家中开销 他和父亲接在朝有关 怎可能用公主的嫁妆 多番事情加在一起 才让他冲动冒犯了 本想见了公主再解释 不想他如此无情 不见就算了 竟叫丫鬟羞辱于他 顾博远冷着脸 转身离开 温润的脸庞 微微扭曲 眼底带着一抹 阴冷和恨意 李宁乐 你且等着 今日之辱 我必寒之 外院书房 自从李宁乐不允许他住主院 顾博远就住在了这里 他满肤怒气踏入院子 琳琅立即迎了过来 交情惬意地柔声道 少爷回来 这般晚定然辛苦了 奴婢给宁顿了燕窝补补 顾博远撇向琳琅 虽比不得宁乐那浓力逼人的娇艳 却胜在有温柔小意 对自己也是无尽崇拜 总在仰望他 而且 他还是宁乐逼不得已 不得不抬进府来的小妾 现在 宁乐对他越凶 也说明他越在乎自己 越讨厌琳琅 想到这里 顾博远心头浮起 一阵快意 看着琳琅眼神 越发温柔 燕窝这些自有 吓人去做 你何必亲自动手 琳琅心头一喜 努力压住嘴角的笑 柔柔摇头 奴婢在公主跟前 起过誓 只要能伺候在少爷身边 就心满意足了 顾博远拉着他的手 进了内院 房门一关 就抱住了琳琅往床踏上 少爷 琳琅有些激动 但有些担心地道 公主会生气的 顾博远埋头 不用管他 你已是我的妾 服侍我天经地义 他要让宁乐痛苦 让他知道 自己拿桥过了肚 看他这不着急 着急便让他拿捏了 您之愿 李宁乐丢了无数个纸团后 终于写好了一篇 自认为完美的诗 把信放入 熏完香的信法里 他起身 转头看向桃花 和春菊 整理出来的首饰头面 七八个盒子 摆满了桌子 公主 您没带过的 且看着最便宜的 就这些了 桃花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在库房里 好容易翻了些出来 公主素雅地捆几手 李宁乐一一看过去 千叶攒金 欠红宝石牡丹头面 发廊攒金孔雀头面 纯银掐丝欠冬珠头面 李宁乐目光盾 在最后 那套纯银掐丝欠冬珠头面上 银色清冷 配上纯白冬珠 素雅中带了点高贵 一整套极其华美 很适合徐英白 温婉高贵的气质 白日见他穿着鹰 也是喜好素雅类的 这一套中 唯一指点钱的 就是冬珠 想来这次徐英白 应该不好拒绝 就这一套 李宁乐指着 纯银那一套点了点手 接着到 让珍宝阁下次 送首饰时 多一些素雅款式 桃花点头记下 奴婢遵命 这些 缴人送过去 是 桃花把那份头面合上 春菊和其他婢女 撤下剩下的 李宁乐打了个哈欠 就请 一日 李宁乐在用走善 林诺进来禀告 公主 外主院传来消息说 驸马和琳琅 昨夜睡在一起了 什么 驸马太过分了吧 她还没和公主圆房镜 这是在打您脸啊 桃花气的小脸通红 琳琅也是个不安分的 刚在公主这里说 只做奴婢 扭头就爬床了 果然是外事披子 下剑 李宁乐十分淡定地 咬了一勺瘦肉炖恶椒 早晚的是 春菊这瘦肉炖恶椒不错 给琳琅也送一份去 桃花急了 公主 您怎么还给她送补品 吃不死她 第五十四章 公主好厉害啊 李宁乐瞧着桃花气呼呼的小脸 笑咪咪道 你以为她为肾睡了琳琅 还能为肾 不就是管不住下半身 桃花气呼呼的 同时补充道 还有琳琅不安分 这只是其一 其二是顾博远在刺激我 报复我 并且想拿捏我 桃花和春菊一脸迷茫 连灵诺都很猛逼 公主 死话怎讲 望着三连猛逼的属下 李宁乐 尽量用他们能懂的话 解释道 简单来说 驸马以为睡了琳琅会 让我极度发狂 从而害怕失去她的疼爱 最后只能退让 满足她提出需求 上辈子 她就是被顾博远 这般拿捏反复 一点点敲骨吸髓 死后还被书评区读者 拍手叫好 说她死得好 死得妙 但怎么办呢 老天爷让她这个恶毒女 配众生了业 那帮读者要知道 会不会气晕过去 想到这里李宁乐笑容灿烂起来 完全没有一点 为顾博远伤心难过 桃花 春菊两人心疼不已 驸马太可恨了 林诺也生气得脸通红 可惜脸太黑看不出来 公主 不然属下去暗杀了驸马 如此折辱宁 实在该死 李宁乐 要杀她很简单 但本宫可不想让她 那么轻松地死掉 她要让顾博远 被人戳着脸嘲弄 要顾驾 从她这一带 彻底绝后 她最想要的一切 她都会一一毁掉 同理 其他人也一样 李宁乐单奉眼底 划过一抹浓郁的戾气 很快抬头 恢复笑颜 去吧 把这瘦肉顿恶交送去 外院书房 琳琅忍着身上 不是伺候顾博远书洗穿衣 正忙碌着 外面来了动静 顾博远眼角眉梢 带着春风得意地转头 来了 宁乐果真耐不住性子了 少爷 琳琅小脸一白 公主的手段 他是知晓的 顾博远压根没关注他的惶恐 期待坐下 一脸正色冷漠 看着进来的人 来人是性子 最稳妥的春菊 身后还跟了一位 拎着石河的丫鬟 见了顾博远和琳琅二人 春菊扶了扶身 见过驸马 传公主命令 特赐琳琅瘦肉顿恶交一晚 以滋鼓励 一 以滋鼓励 顾博远引寒的 得意表情冻住了 宁乐怎会这般善解人意 他的性子 最是霸道执拗不过 不应该 没道理啊 琳琅冷汗直流 什么瘦肉恶交 怕是下了剧毒吧 春菊身后的丫鬟上前 把石河放在桌上 发出喷的一声 吓得琳琅双腿发软 扑通一声 跪下就想解释 春菊没有听的意思 又一扶身 转身带着人要离开 顾博远忙叫住他 等等 公主没别的话要交代吗 春菊疑惑转头 驸马想听什么话 公主贤惠大度乃楷模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李宁乐 可是那个提出可笑的 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霸道女人啊 她怎么会 怎么会 难道说 因为琳琅真的伤透了她的心 顾博远心乱如麻 这样的话 还如何掌控她 来利用宁家的财富 同时 心里不知怎么的 有些失落 她要了琳琅 宁乐竟一丝醋一都没有 公主 驸马那边的反应 就像奴婢说的这样 像被雷劈了 春菊绷着小脸 面无表情地 把在外院书房 看到的一切 说给李宁乐听 李宁乐捧腹大笑 春菊 你的表演天分很一般啊 春菊微歪了下脑袋 公主何意 奴婢不懂 没事没事 李宁乐努力抑制笑容 狗男女的反应 她早有预料 比起他们 还是春菊的描述更可爱 让林诺和说书先生那边 交代一句 真爱无敌 该更新后续了 贤惠大度这个人设 暂时还有用 需要多巩固一下 才能广为人知 是 公主 奴婢给徐家女郎 送完东西回来了 桃花从外头挑了帘子 手里还捧着一个石盒 这是徐小姐 给您的回脸 李宁乐结果打开 是一盒新鲜的点心 桂花甜饼 英国功夫 后院 徐英白打开李宁乐送来的礼盒 露出一整套 纯银掐丝嵌冬珠头面 每一颗冬珠都圆润透白 带着点点金色 乃真品 最耀眼的耀鼠额 世上嵌着的那颗 近乎纯金中 还带了些金属光泽 让整套素雅首饰中 顿时添了几分富贵 丫鬟流离惊艳地说道 如此巧夺天宫的技艺 应是珍宝格出品 只是平素奴婢 陪您去逛的时候 没见过这般橙色好的冬珠雅 珍宝格 是宁乐公主的私有产业 她送出手的东西 便是再素雅 也是极品 徐英白纤细的指尖 轻抚过那一套头面 眼底喜爱的同时 也带了许疑惑 宁乐公主 究竟要做什么 小姐 这一套 真是极为衬宁 平素衣着 公主着实有心了 琉璃开心地说着 却发现 徐英白神色不太对 小姐不太高兴 徐英白摇摇头 我只是有些不安 爹爹和兄长在朝为官 听他们说 如今情势越发严峻了 各皇子私下动作不停 宁乐公主此刻是好 总让我多想些 奴婢听闻 宁乐公主没什么朋友 唯一朋友 是如今的四皇子侧妃 但两人闹掰了 或许他就是想和宁交朋友呢 毕竟一个人怪孤单的 徐英白闻婉一笑 也可能如此 以这里还有一封信 琉璃整理盒子时 发现了下面还放着东西 赶紧递给了徐英白 信罚封面上画了一道徐英白 看不懂的黑色花纹 还怪好看的 打开后 徐英白一证 是一封信吧 琉璃凑过去看了看 这字体倒是奴婢从未见过的洒脱 徐英白目光一脸扫了三四遍 只依稀能辨认出一些字来 如美 温 玉等等 看上去 应是一首赞美人的信 奴婢才书学浅 竟认不出公主写的什么 琉璃看了一会 有些溃然 她从小跟在徐英白身侧 因徐家规矩和小姐看中 也学了不少字 本还有些小骄傲呢 结果今天被打击到了 徐英白眨白了下眼 别说是你 我也只认出不到十个 甚至这狂野不羁的字迹风格 我也是第一次见 想来是公主老师教的独家传承 主仆俩对视一眼 同时道 公主好厉害啊 第五十五章 三千两 打驸马的事就算了 厉害的宁乐公主 吃光了徐英白送来的小点心 睡了个午觉 下午起来无聊 叫了林诺带人过来 给她表演了一下武功对打 看得正精彩 清卫里派去 盯着顾伯远的人 回来报信 公主 不好了 驸马在汉林府被人打了 李宁乐猛地从紫檀香宝时 靠背椅中起身 快快 背马车 除了春菊 桃花 林诺三人 其他人皆以为公主在担心驸马 公主亲卫们效率很高 很快背好马车 载着李宁乐 直奔汉林府 汉林府主要工作是编撰书籍 修复古书 以及草拟诏书等工作 顾伯远目前这些都没资格做 他的工作地点也离在皇宫内 汉林总府有段距离 在东街皇城外 一个分府 此刻门前热闹非凡 竟有不少百姓围观 李宁乐让林诺换个方向 百姓在这里 他还怎么看戏 掉头掉头 赶紧掉头 哟 宁乐 你是来给你那个废物驸马打抱不平的 一辆马车并驾崎岖过来 李宁乐聊起晃动的玉莲 对上那张看好戏的翘脸 喊了一声 平阳 平阳在这里的话 打人是如刃家 他就说嘛 汉林府的文弱书生 顶多次你两句 或者背后阴招 怎会忽然爆气打人了 如刃家速度太快了 昨天进宫 今天就空降了 皇后和卢氏 厉害厉害 你在这里 难道打驸马的人是你指使的 李宁乐假装不知道 自己已经知晓谁在闹事 一脸冷意 本宫可没有 你别胡说 本宫只是路过 恰好听说有好戏看 平阳才不会承认 的确有他怂恿 李宁乐人来了 今日刚好 叫他们夫妻二人一通丢脸 宁乐快下来吧 看看你驸马 到底犯了神妖措施 被人打 说着 平阳吩咐车夫 把宁乐的马车逼停住 人在车下候着 大友一副你不下来 别想走的意思 李宁乐心思电转 很快扬起笑意下了马车 黄姐说的是 本宫的驸马 自然只有本宫能打 旁的人 他也非常支持 丢脸 笑话 他从小到大丢的脸不要太多 有在怕的 平阳还是不了解他 平阳哼笑 知道知道 你罪是护短了 只有你能打吗 但你要知道 有些人啊 天生见劈子 就欠打 这话 李宁乐很是赞同 难得 这凡人的黄姐 说了句大实话 虽然心里这么想 面上李宁乐 还是露出不悦的表情 平阳黄姐 慎言 本宫这人就爱说实话 平阳冷哼一声 给自己的亲卫使了个眼色 后者收到暗示 阳声冲着围在汉林府门口的百姓们道 都让开 平阳公主和宁乐公主驾到 还不行礼叩拜 百姓们赶忙散开 跪地行礼 朝拜道 草民见过二位公主殿下 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阳抢在宁乐前开口 免礼平身 本宫来此不过偶然 大家随意 百足款后 他转头笑 盈盈招呼宁乐 宁乐 咱们快进去 一会你的驸马被人打坏了 就不好了 李宁乐哪里不知道 他的险恶用心 这是故意告诉百姓 他的驸马被人打了呢 果然 百姓们差一头来视线 又惊觉 这是冒犯而低下头 等李宁乐和平阳进了汉林府中 议论声逐渐大了起来 天 被打的人竟是顾驸马 打人折好大胆子 宁乐公主是来为他驸马撑腰出气的吗 宁乐公主来了 一会那打人者定要倒霉了 好废物的驸马 来人被打 竟要女人救场 应该说公主不行吧 他要厉害驸马 怎会被人打 李宁乐跨入汉林府内 就听得声声惨叫和叫骂 惨叫是顾驳远发出的 叫骂的人 果然是如人家 此刻他骑在顾驳远身上 左右开弓 扇得顾驳远脸肿若猪头 让你对本官不敬 官大一级压死你懂不 在外你是驸马 在这里你是本官的手下 叫你干点事 还推三阻四 旁的人温善乔在公主面上给你脸 但你不能给脸不要脸 真是替公主不耻 找了你这么个玩意 李宁乐看得爽死了 如人家 你小子是真给力啊 平阳也很爽 余光挑着宁乐表情 却发现他似乎在笑 嗯 驸马被打了 因感觉无比愤怒丢脸才对 李宁乐怎么还笑咪咪的 是气疯了吗 平阳定睛看去 宁乐面色微沉 嘴角因为愤怒在发抖 宁乐 压住笑容好辛苦 不行 这主场他得掌握一下 如人家 你快住手 你怎能这样打驸马 宁乐大惊失色地奔如人家身边 然后一不小心踹了顾伯远两脚 顾伯远闷哼两声 努力睁开眼睛 凤梨闪过泪光 他就知道公主对他还是有情意的 咚 咔嚓 李宁乐借着宽大的裙摆 和众人视角 忙驱踩住顾伯远的手 狠狠一念 顾伯远身子一颤 痛得昏死过去 如人家嘻嘻一笑 公主怎么来了 在下有失远迎 请公主宽恕 打驸马一事 他刚要解释 李宁乐抬手阻止了他的话 不管事情如何 人打了就是打了 平阳快步过来 准备帮他表哥说话 就见站在庭院中的少女 丹凤魔微红 一脸严肃 且怒意磅礴 白银三千两 这事就算了 否则本宫便是闹到皇宫 也要和你们于死网破 平阳 他以为宁乐要和卢人家拼了 结果 就这 打驸马一顿 只要三千两 就算了 卢人家双眸发亮地看着 为夫而冲冠一怒的李宁乐 公主真好 对驸马竟如此重情重义 若当初上公主的是他 该多好 想到这里 卢人家又开始咬牙切齿 指着地上像条死狗的顾伯远 道 在下给公主六千两 能再打一顿这个耸包废物吗 平阳 表哥 你没事吧 李宁乐眼底划过一抹可惜 小伙子 交易干嘛要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这我哪里能答应你哦 不可能 他义正言辞地拒绝 娇艳的脸上挂着对驸马的看重 卢少爷请让开 今日驸马本公事就定了 第五十六章 宁乐公主贤惠善良又大度 好 在下敬重公主对驸马的一番情谊 卢人家满脸敬佩地让开身 任由宁乐公主的人抬走顾伯远 等李宁乐转身 卢人家忽然又道 公主 若有一日考虑和离 可否考虑在下 做你的驸马 现场一片哗然 平阳公主惊讶无语 表哥 你疯了吗 宁乐她便是和离在嫁 又如何做得你的妻子 卢氏嫡系少爷 想娶什么人娶不到啊 卢人家眼睛一眨不眨看着李宁乐 根本没听平阳在说什么 李宁乐头都没回 静止离开 卢人家眼带失望 颓丧坐在原地 周围那些汉林府学士们 脸色不太好看 窃窃私语交头接耳 简直不堪入目 成了轻的女子 竟勾引外男说出这等话来 身为公主 应做女子表率 功顺温良 恪守复道 如何能勾得 二男争一女的戏马 唯有为驸马 出头一事尚可 卢人家没得到公主回应 本就不爽 听到这些人酸唧唧的话 扭头咆哮 喂 你们当本少不存在吗 公主岂有你们这帮酸书生 指指点点 而且 你们耳朵是聋了还是瞎了 本少说了 是公主合离之后 且脑子没问题的 都能听出来 是本少星月公主 什么勾引 用词给本少尊重些 卢人家从小不爱文末 是卢家里头的一株奇葩 他偏爱舞动弄腔 性格也是 直接又暴躁 汉林府学士们 被喷得 立刻闭上嘴 生怕他一个不开心 把他们也给打了 说公主他们有理有据 毕竟女则规训他们 占领道德制高点 陛下仁德虽宠这位 却不太会偏袒女儿 但卢家可就不好惹了 有个疼他极致的皇后姑母不说 亲表哥还是未来九五之尊 卢氏鼎盛 任谁也不会那么蠢 在这位祖宗跟前踩雷 于是四下散了去 平阳望着愤怒的表哥 想说点什么 卢人家抬头 你也走 平阳生气 走就走 当本宫稀罕 你闹出这样的事 等着被责骂吧 单打个驸马没甚 问题是 卢人家说的话 太离谱了 汉林府外的百姓 望着宁乐公主进去后 不久就带了驸马出来 眼圈红红的 时不时看向驸马 焦急落泪 一路兵荒马乱上了马车 急迟离开 百姓们不有感叹 公主对驸马 真是情深义重 听闻打人的是皇后娘家侄子 公主都没出 要了三千两 不然鱼死网破 真的假的 一个公主敢和皇后抗衡 宁乐公主我知道 很受宠的 比中宫所出的公主地位 都不差 前端日子下嫁顾家那嫁状我的天 铺天盖地哟 驸马上主 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之前说 这位公主跋扈专横 这分明贤惠得很嘛 你消息落后太久了 那都是谣言 我们早知道 公主贤惠大度还善良了 前些日子 马车中 李宁乐一坐稳 就丢开了手中的近了点 将这儿的丝卷帕子 要想人钱装得好 道具少不了 没办法 看顾伯远被打 实在太让人心情愉悦了 饶是老戏骨的宁乐 都有点绷不住 好在他机灵 李宁乐为自己的聪明点个赞 顺手接过春菊递来的茶敏了一口 公主 儒家少爷今日那话 怕是会引起汉林府学士们不满 于宁名声有损 春菊眉眼浮起担忧 大伤对女子言科 公主更甚 李宁乐却不在意 没关系 儒家和皇后 他们会处理的 除非他们想把自己推给其他势力 车窗外传来马蹄声 是林诺靠近过来 低声禀告了百姓们的议论 哈哈 太爽了 怪不得男主那么喜欢装贤得善良 这种干了坏事 却拿了好评的感觉是爽的 桃花 给今日随本宫出来的都发赏赢 李宁乐小手一挥 财大气粗 车外的轻微仆从们眼神一喜 果然 跟着公主有肉吃 心好心好心好 魏阳公 皇后收到卢任家打了驸马的消息 一点不意外 只轻描淡写地问 打得如何 算了 严若你替本宫走一趟 送点人身给驸马 让他好好休养 大宫女言若微微一屈膝 是娘娘 她明白 皇后的意思 主要是安抚公主 怎么还不下去 皇后挑眸 看着前来禀告宫外消息的人 还有事 任家少爷还说了点话 什么话 吞吞吐吐的 直说无妨 那人拱腰 是 任家少爷说 公主若何离 她愿做驸马 碰 茶杯底座猛地落在桌上 汇报的人不敢抬头就知道 一定是皇后黑了脸 太胡闹了 与此同时 东宫 太子张手 任由下人为她更衣 旁侧太子妃温柔道 殿下今日回东宫有点早 今日政务少 本宫便早些回来陪你 太子拉着太子妃的手 柔情蜜意地说道 太子妃小脸一红 听说任家求了母后 和你去了汉陵府 太子妃正色 主要是求母后 她当时是不同意的 可惜 没人听她的话 太子拍拍她的肩头 任家性子直率 母后宠她过了些你担待 但她还是有点恕的 太子妃 呵呵 怎么 太子注意到她表情不对 她惹事了 太子妃抬起头 把卢任家第一天到汉陵府 就打了驸马 还扬言要公主合理 考虑她做驸马的话说了 太子脸上的笑容 僵住了 她真这般说 真 这臭小子 太子俊脸神色变幻 胡问 宁乐怎么说 太子妃 宁乐对驸马感情深厚 为了驸马差点要闹进宫来 最后是三千两 才摆平的 对于任家的话 更是置若未闻 宁乐不像缺钱的人啊 臣妾认为 宁乐是知晓这事 闹大没甚好处 但又的确咽不下这口气 太子点头赞同 是啊 宁乐看着鲁莽 其实知晓好歹的 纵然父皇宠她和平阳一样 但她没同胞兄弟 夫君又是个扶不起的 最终还是要靠本宫 可是殿下 如今朝中暗朝流动 其他几位皇子 都对宁乐背后的宁家财富虎视眈眈 任家今日所为 恐怕会让她不满在心 对宁 对咱们没有益处 这才是太子妃要说的重点 如任家的行为和话 都过了 无论是东宫 还是贵妃义 或者德妃那里 都盯着宁家这块肥肉呢 夺嫡花钱无度 谁得了宁乐支持 谁尚未可能性变多一分 太子若有所思了一会 道 这件事本宫会找机会说她一说 估计母后和卢家也会找她 那殿下 咱们须得给宁乐背一些礼料表歉意 不能只是三千两 太子妃道 你觉得给什么礼好 要不本宫给驸马的职位拔一拔 太子妃摇头 不妥 臣妾觉得 他负耳低声说了几句 太子愣了一下 府长笑 善 还是雪儿你思虑周到 这的确是宁乐当下最需要的赔礼 第57章 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啊 进了顾府 李宁乐让人把顾伯远 丢到他的外院书房去 又吩咐 林诺这人把台驸马的轿子 劈了烧火 林诺拱手应声 遵命 刚要转头 就听李宁乐又叫住他 等等 暂且留着 林诺不解 李宁乐道 不然回头还得换新的给他 本宫不差钱 也不能给他花 他也只配一个轿子 用到死的待遇 林诺 是 公主 老夫人和顾侯爷他们 赶去外院了 春菊进来回到 李宁乐让桃花端来瓜子 是吗 有没有哭天抹泪 快 给我说说 公主 春菊无奈极了 就算您很高兴 且收着先 李宁乐捂着嘴亲壳两声 好好好 不行 完全忍不住 走 我们去外院瞧热闹 还没来得及去 就听外头人禀告 宫里来人了 李宁乐一点不意外 让人进来 来人是皇后身边的长室女官颜若 一袭海棠色长裙 手交织落在小腹下一嫌 步伐沉稳优雅 目光不卑不亢的行礼 参见宁乐公主 免礼 是皇后娘娘有旨意宣布吗 李宁乐歪着头 神色看不出喜怒 颜若垂下目光 并非旨意 只是娘娘听闻驸马受伤 特派奴婢前来送上百年人参一根 望公主见谅 一句话翻了三个意思 要她闭嘴 给顾伯远升官 以及替儒任家致歉 皇后娘娘说笑了 本宫又没生气 哪来原谅呢 李宁乐说的是真话 今天儒任家打的时候 他都暗中下了三次黑手 谢他还来不及 这话落在严若耳中 却是另一层含义 公主默契 娘娘并非要您受委屈的意思 娘娘说 驸马有才 等伤好回去 可以走卢氏门路 登科无问题 大伤官员选拔 主要靠推举 续无品官员的推荐信 才可入回考试 考中后才可入朝为官 顾家虽是侯门 但落魄至极 一些无品官人脉 顾侯爷都搭不上 靠他才谋了数级士官职 但这并非一劳永逸 数级士想坐稳 也得考核的 入儒氏门路 考核便是走个过场的意思 严若这话 足以代表了皇后的诚意 不过 这诚意带几分真心几分利用 就不得而知了 入儒氏门路 代表未来是儒氏门生 明着道歉 暗中绑定自己 李宁乐想给皇后鼓掌 他不当皇后去做生意 也绝对不差 人身本宫收下了 至于娘娘好意 本宫心领 李宁乐露出一抹 被人羞辱的恼怒 冷声道 本宫今日三千两已收 就说明事情已结 不必多言 升官是不可能升官的 顾伯远这辈子都不可能 严若知道 宁乐是真的生气了 满宫都知道 宁乐公主最为好面 儒家少爷今日之举动 将她脸面放在地上踩 皇后的安抚 在她看来 更像是嘲弄吧 是 奴婢会将公主的话带到 顿了顿 严若又道 请公主放心 娘娘绝无任何他意 李宁乐别开脸 抬手一挥 不送 严若叹息离去 人走了吗 李宁乐等了一会 问身侧的桃花 春菊道 走远了公主 太好了 走咱们去看谢 李宁乐愤怒的小脸 阴转情 阳光灿烂地往外走去 春菊 公主您慢些 小心脚下 外院 郎中尉顾伯远 检查了身上伤口 转身叹息道 身上道还好 就是驸马的右手手鼓裂了 怕是短时间内不凉于血 什么 这可不行 我孙儿是数级市 每日书文公务 离不开手的 老夫人急了 顾侯爷 医治要多久 伤筋动骨一百天 想大好的话 便吃少这般久 闻言 躺在床上的顾伯远 面露绝望 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汉林府还有他的位置吗 最重要的是 这期间有别的人 效忠四皇子的话 他日后还能扶摇纸上吗 都怪您了 老夫人恨恨道 他怎不能早些去 害得远哥 受了这等奇耻大辱 母亲 顾侯爷看了一眼郎中 还有外人在呢 他冲郎中一笑 想把人先吃走开药 不想 郎中扶了腐胡须 哦 你们可误会公主了 今日若非公主 驸马怕是不能活着回来了 什么 顾侯爷和老夫人脸色大变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打人还不够 还敢杀人不成 你们可知 打人者是谁 是皇后娘家的侄子 卢氏嫡系少爷 卢任家 郎中掷地有声道 皇后 卢氏 哪一个都轻松捏死顾家 不掀起一点尘埃 公主救下驸马 着实情义如山好吗 这帮人 还嫌去得不够早 怎么个早法 和驸马一块上下执吗 顾侯爷听到皇后的时候 已经腿软站不住了 又听到是卢氏嫡系少爷 眼前一黑 差点就地升天 老夫人也是脸色煞白 还强自镇定甘笑道 宁乐到底是最受宠的公主 便是皇后娘娘的娘家人 也不能 无法无天吧 后面的四个字 她怎么也说不出来 老夫人再傻也明白 公主为救驸马 当场和驸家少爷杠起来了 还要闹进宫去找皇上皇后做主 才吓退了那位少爷 还叫对方拿了三千两道歉 如此为夫君冲灌一怒 不畏强权的女子 你们竟这般误会她 郎中说着说着 眼神嫌弃愤怒起来 真替公主耻寒 顿了顿 又讥讽了一句 你们这么愤怒 不如去驸家为驸马讨回公道 顾侯爷和老夫人 他们哪里敢啊 可能老太爷还在世的时候 他们顾驾还有点实力 如今侯府也就空有个侯字 你 你胡说 断断续续的声音从床榻上传开 众人扭头 看向醒来的顾伯远 顾伯远身上一直没人上药 害她从昏迷中痛醒 还听到有人疯狂夸礼宁乐 那个恶毒的女人 公主她 我的手就是被她踩断 她还撵了撵 顾伯远绝不愿意宁乐踩着 她获得好名声 就在这时 驸马 你这话让本宫着实太伤心了 屋内的人又扭头看向门口 只见公主扶着丫鬟过来 正巧听见这句话 娇艳小脸伤心不已 她快步走到顾伯远身边 仰起手就是啪啪两个耳瓜子 宁乐 你疯了 老夫人尖叫 怒瞪李宁乐 恨不得吃了她 李宁乐后退一步 伤心是不存在的泪 本宫难道想打你吗 本宫是怕你被卢仁家打死 才先下手 你不知道本宫下脚的时候 心有多痛 第58章 本宫的事急 你可满意 顾伯远痛得浑身发颤 想说什么 但被李宁乐那两耳瓜子 打得她脸更肿了 一动就痛 同时 她心里生腾起一抹犹疑 难道真的是她错怪宁乐了 她其实是为了救自己 不得不踩断她的手 郎中目中带着敬佩的光 公主不仅对驸马情深 更富有智慧 此举不仅卢家少爷退让了 还赔了钱 驸马的命也保住了 唉 李郎中你是懂本宫的 李宁乐用手帕 遮住自己上扬的嘴角 配合叹了一口气 顾侯爷和老夫人被虎得一愣一愣 宁乐竟有这么好 顾侯爷腿软总算有了点力气 想起什么问道 公主可知卢家少爷 为何找远哥麻烦 李宁乐扶着桃花坐下 悠悠道 这得问驸马了 他究竟做了什么 惹得卢家那位大怒 恨不能打死他 差点拦都拦不住 听到打死 拦都拦不住 顾侯爷和老夫人脸色又是一白 再次庆幸 今日宁乐及时赶去 当机立断用踩远哥的手 换了他一命 远哥 顾侯爷和老夫人 看向他上的顾伯远 顾伯远也很疑惑 他素来和卢人家没交集 根本不可能得罪他 倒是今日 卢人家对公主的态度 四 好疼 浑身疼的顾伯远 没办法集中精力思考 我上药 郎中刚要转头 李宁乐扬生 李郎中 驸马这伤究竟多严重 需要什么药 郎中转头拱手 回公主 他回禀了顾伯远如今情况 听到手骨裂了 要三个月才能回汉陵府 李宁乐暗道 这哪里行 他不去 卢人家不是白掉过来了吗 人家钱都付了 沙包怎么能不到位呢 用好药 用最好的药 务必让驸马七日之内好起来 李郎中再次感叹 公主对驸马之情深 堪比泰山 顾侯爷和老夫人 更是欣喜不已 有宁乐出钱买极品的药材 远哥想必很快就能好了 唯有灵氏垂眸 遮住一抹了然 远哥你听见了吗 宁乐说 要给你用最好的药 老夫人走到床榻边 想看看孙子 这才发现 顾伯远已经再次腾晕过去了 那人仿佛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滴着水 远哥 天哪远哥 你怎么了 老夫人尖叫一声 李郎中过来一看 淡淡道 没事 驸马就是腾晕过去了而已 一会我开了药 给他敷上便好 那快去开啊 站着等什么呢 老夫人转头喊道 李郎中 被他这一喝多少脸色不太好看 他是金钟名医 受公主之邀才来 若平日 就凭落魄服 可请不起他 这侯服老夫人 一点尊医 重到礼仪都没 怪不得侯服落魄 公主 老朽去开药 李郎中看在公主面上 忍着没发作 和李宁乐坐一行礼 去了外面 药开好后 李郎中再次和公主行礼道别 李宁乐抽完顾伯远 心情不错 起身要走 就见老夫人看向李宁乐 张口道 宁乐呀 今晚你就留在外院照顾远哥 李宁乐脚步顿住 回眸 单凤眼底带着明显嘲讽 老夫人 你老糊涂了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夫人脸色沉了下来 你身为远哥的正妻 不应该给他是急吗 嗯 你说的有点道理 李宁乐转过身来 走向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顾伯远 在老夫人泛起一抹得意笑容之际 扯住顾伯远一拉 碰 的一声 昏迷状态的顾伯远脸着地 闷哼都没来得及发出 李宁乐操起床 他最近的一个花瓶 直接就砸在了他另一只手上 噗 飞溅的花瓶碎片 扎入顾伯远身体中 他在昏迷中剧烈颤抖 鲜血喷洒在李宁乐 红艳艳的裙摆上 如花卉重色 娇艳的少女牛脸 冲着呆若木鸡的老夫人 阴然一笑 本宫不太会是急 老夫人可还满意 你 老夫人浑身颤抖地后退一步 要不是秦嬷嬷扶着他 怕是要当场摊在地上 顾侯爷也惊呆了 李宁乐转头看向他 侯爷觉得 本宫是急得如何 顾侯爷脸色惨白 额头冒汗 他双腿发软 哪有人能凶残到这样地步 还笑得出来的 宁乐他 究竟是不是女郎 太可怕了 侯爷怎么不说话 是本宫做得不够啊 李宁乐悠悠到了一句 桃花立刻搬来一个更大的花瓶 公主请用 眼看李宁乐要去接 老夫人尖叫一声 吓晕了过去 顾侯爷瞳孔猛地一说 忙道 宁乐你是公主 又是顾家主母 世纪这等小事 怎么能让你来做呢 这些事自有下人去做 你 您不需要 不需要的 本宫问的是 世纪得好不好 好好 太好了 公主世纪得极其妥善 只是远哥 他不配您如此对待 顾侯爷迅速接话 唯心夸赞 您乃金枝玉叶 他粗手粗脚的 有您关心 已然是蒙上大恩了 怎敢要您是急 刚刚是老夫人糊涂了 他糊涂了 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顾侯爷一辈子的机智 用在了这一刻 李宁乐还算满意地点了点手 桃花遗憾地把花瓶放了回去 顾侯爷紧绷得身体微松 眼珠子随着李宁乐的身影一动 到了门口见他停下 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公主 您还有什么吩咐 这谦卑的语气 李宁乐灿烂一笑 刚刚那些伤本宫 会叫郎中来替驸马开最好的商药 确保他七日就好 顾侯爷后背发凉 却还得违心道 多谢公主 回院子的路上 桃花激动得不行 公主刚大一下太爽快了 老夫人和侯爷 这辈子 估计都不敢在您跟前提示几二字了 让公主是急 着实是昏了头了 春菊小脸也带着韵怒 同时又担忧起来 只是公主您亲自动手 顾家会不会在外撰一些坏话 坏您名声 春菊知道 如今公主在有意经营自己的名声 很担心刚有点好转 被顾家破坏 李宁乐黑黑一笑 他们去说 也得有人信啊 顾家现在风平 可没几个人愿意信他们的话 再者 本宫精之欲业 为驸马市集生疏出了点小岔子 大家肯定会理解本宫的 第59章 助人为乐的公主 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桃花用力点头 肯定会理解的 奴婢就很理解 春菊猛然点了点头 奴婢也理解 您知愿 李宁乐瞧见林诺在夺步 一见他立刻迎上来 公主 东宫来人了 李宁乐挑眉 带他到主厅来见本宫 春菊应声 李宁乐去换了一套衣裳 才回了院子的主厅 厅内 一位穿着绿色宫装的丫鬟 垂眸站立 规矩妥贴到 像是被运过 奴婢下河 见过宁乐公主 下河眼角扫到一抹 惊艳艳的裙摆 便立刻屈膝行礼 李宁乐坐到上手的位置上 念礼 你是太子妃身边的吧 这么晚了来这里 找本宫有什么事 下河一板一眼道 回公主 奴婢奉太子妃之命 前来向公主致歉 太子知晓卢少爷的不妥举动 很是恼火生气 已经亲自训斥了卢少爷 呵呵 这话也就听听算 太子和皇后 对卢人家的宠爱 估计连平阳这个嫡亲妹妹 和女儿都得靠边站 他们能舍得收拾卢人家 怕是重话都舍不得说两句 李宁乐心中盘旋过这些想法 面上还是没什么表情的问 嗯 然后呢 太子知晓您受委屈了 今日卢少爷 一些婚话 不会传到任何人的耳中 在场官员皆会闭口 另外太子为表歉意 许诺为您办一件事 下河顿了顿 郑重道 但不能与国有损 太子的承诺 这的确是个意外之喜 李宁乐本以为太子 在太子妃的谏言 下顶多帮他 搞定汉林府那些官员的闲言碎语 他虽是公主 但也是女子 成亲后 还有外男 向他示爱 自然是他魅力无穷 然大商 在大如送喜推广的 家里 之下 对女子苛刻程度 堪称历朝之罪 便是公主 遇见这等事 也会被人指点 要是不受宠的 被婆家搓磨死 估计宫中 都不会放一个屁 太子妃出身清流之家 自然明白 这些言论 对女子的严重性 没想到 除了这些 太子还给了个许诺 嗯 等等 李宁乐眨巴了眼 太子这许诺 莫不是从卢任家身上 得到的灵感 想着他会用来合理 二嫁他人吧 不管如何 这许诺一件事 的确让李宁乐眉开眼笑 顾伯远挺之前啊 一定让他早点回去 要是卢任家 再打他一顿 打得厉害些严重些 李宁乐快要压不住 嘴角的笑容了 他倾咳两声 本宫知道了 牟必告退 夏合扶了扶身 转身离开 李宁乐等他离开后 开心地在椅子里打滚 桃花和春菊 在旁侧身守护着 生怕公主一高兴 摔了自己 公主您小心着点 公主 四皇子府 殿下 太子那边也去了人 裴依卿扣书房的门 得到应允后进门说道 书桌前 李宁成正在提笔写字 宣纸上得自自带 一股锐利锋芒 听完裴依的话 他不动声色 把最后一笔落下 而后放下毛笔 珍惜地把墨收好 打听到太子许诺了 宁乐什么吗 裴依溃然摇头 公主院子由林诺守着 属下进不得身 林诺是宁乐的亲卫队长 武功极好 李宁成对他有些印象 当初驸马就是被他打了二十棍 险些坏了他的大计 找个机会 还是要把他调离宁乐身旁 否则不少是不好进行 裴依接着道 属下从平阳公主那得知 皇后有意为驸马抬官 走卢氏门路 李宁成面色变了变 宁乐答应了 没有 据说严若女官亲口说的 宁乐公主黑了脸叫他离开 闻言 李宁成松了口气 好在宁乐好面 怕是皇后此举 更叫他心中来气 觉得对方在打脸自己 他却看得更深 顾伯远若入如氏门路登科的话 未来他可不敢用了 你悄悄给驸马送些补品去 就说本店不便见他 望他珍重 另外和公主务必关系和睦 最好早日让其怀上子嗣 卢人家的话 到底让李宁成不安了 万一哪天宁乐真闹起来 要合理 有个孩子绑住他 也算宁家一份血脉 届时他不听话 杀了也不是不行 李宁成眼底掠过一抹寒光 不过最好的是宁乐听话些 毕竟他比他的孩子 更有价值 信号信号 两日后 李宁乐在院子里纳粮 听得林诺 又到宫中来人了 这次是萧贵妃 贵妃娘娘终于忍不住了 宋慰问礼 都要做压咒的 李宁乐笑了笑 抬手让人进来 来人是贵妃的大宫女陈鱼 奴婢参见宁乐公主 起 天气有点闷热 李宁乐有点蔫 都秋天了 还这般热 本想上冰盆偏生月幸来了 春菊死活不给他用 为此 小厨房再变了法子 做一些能让人凉快些的吃食 公主 这观音豆腐您吃两口 一会就凉快了 春菊咬起送到宁乐嘴边 宁乐呀呜一口 边吃边示意 陈鱼说事 陈鱼垂眸道 贵妃娘娘 送了一些自补品给公主 另还有百花燕腰帖一份 请公主物闭上脸 说完 陈鱼后的小宫女们 把自补品送上来 李宁乐随意瞟了一眼 全是给女郎用的 补气血的尤其多 贵妃娘娘这是特意给她的 不能吧 百花燕 李宁乐听的这个词眼眸动了动 来了吗 三皇子选妃的剧情 回公主 陛下赐给娘娘的一处行宫 里面种满了个既珍贵的花 娘娘说恰逢 秋高气爽妖公主 以及金钟贵女们一起欣赏 乃无上风雅之事 瞎说 萧贵妃可不太喜欢 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除非是为了炫耀 父皇和母后 他们也会去吗 沉于汉手 娘娘已经得了陛下 和皇后娘娘的信 届时他们会驾临 除了陛下皇后 公主 皇子们也会来 果然 萧贵妃就是彼得妃嚣张自信 给儿子选妃排场 都得是最足的那个 乃相得妃娘娘 为大皇子选妃 父皇皇后一个不来 甚至还担心 被别的皇子 抢了风头 没邀请其他皇子 看人家萧贵妃 拉了皇帝清临现场 还邀请了儿子的竞争对手 主打一个自信 但是娘娘 你可知道 男主一来 你看好的儿媳 就跟着人家跑了 不过别担心 有本脚屎棍 配住人为乐的好人在 男主绝对成功不了 第六十章 极品药材就是顶哈 你回宫告诉贵妃 本宫一定到场 李宁乐坐直了身体 一脸认真道 陈渝回宫 娘娘 公主当时就是这么认真 看重的回奴婢的 萧贵妃很高兴地弯起嘴角 却道 你听她哄罢 宁乐着滑头 那天座位 给她放本宫旁边 是 娘娘 陈渝含笑道 这次百花宴本宫 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 可不能像得妃鬼鬼祟祟的 还有徐家女郎 定是我范儿的正妃 陈渝顿了顿 道 娘娘 这件事 您要不要知会家族一声 陈渝说的家族指的是 萧氏这一代掌权者 也是萧贵妃的堂哥 本宫早先就提过了 再者一个正妃而已 本宫对萧家那么好 都是一家人 还能真敢和本宫置气吗 萧贵妃一脸无所谓的白白手 陈渝和洛艳对视一眼 皆有些担忧 娘娘对萧家自然极好 曾经萧家 虽是妄族 却不在五姓之内 还是娘娘受宠二十余年 庇佑家族才让萧家有了今天 如今正妃不给萧家 应当 没事吧 顾家 李宁乐抱着肚子疼的小脸发白 汗如雨下 春菊和桃花挤得团团转 桃花去灌汤坨子 春菊在原地一边扶着 李宁乐一边自责不已 都怪奴婢 奴婢不该伺候您 用这观音豆腐的 明知您身体不好 李宁乐想跟他说不怪他 是自己贪量 但小富一阵阵坠腾的厉害 实在没力气说话 上辈子自己就经常被月姓折磨 每每一来就要痛好几天 前两日没怎么痛他 给忘了这事 如今不过一小碗放凉的观音豆腐 就疼得他死去活来 桃花捧着汤婆子回来 身后还跟着拎了药箱 匆匆而来的秋霜 先从药箱里 拿了一粒药丸 为李宁乐服下 之后道 公主 手给我 李宁乐把汤婆子放在小腹上 温热舒缓了几分疼痛 这才伸出手 让秋霜把脉 秋霜嚎了一会 没说话 桃花忍不住 秋霜 公主怎么样 老样子 吃了药就会好许多 秋霜道 桃花 可公主每次 这般痛也不是办法呀 不能根治吗 秋霜 公主应当是幼时 受过一次大寒 所以才会比人痛得多一些 这种 只能慢慢调理 桃花和春菊 看向李宁乐 发现她似乎睡着了 三人立刻静声 慢慢退了出去 床榻上 李宁乐慢慢睁开眼 过了一会 又睡了过去 又过两日 到了贵妃举办的百花宴当天 清晨 李宁乐 生龙活虎地插腰大笑 今日本宫要大干一场 她转身 看着春菊和桃花 带着其他丫鬟 端着托盘 和衣裳入内 丫鬟们一字排开 数十件 不同款式 不同颜色的衣裙 在李宁乐跟前展现 她夺着布 最终指着一件 紫色之金花螺杉裙 既华贵 又带了 唯美仙气 桃花笑道 这是珍宝格刚 送来的最新款式 料子来自西满 薄纱青透 自带一箱 李宁乐扬起下巴 不愧是我 她坐下 桃花和春菊为她梳妆 其他侍女 再配拆还 约莫一个时辰后 李宁乐准备完毕 去前院 马车旁 林氏已经后着了 身旁还坠着个小团子 看见她过来 小团子先是往娘亲身后 躲了躲 然后想起娘亲交代的话 又顿住 参见公主 林氏上前一步 屈膝行礼 李宁乐微微汗手 侯夫人 她目光扫过林氏身后 盯着她看的小团子 直瞟一眼 便收回视线 顾柏林迈开小短腿 跑到李宁乐跟前 仰起头 喊了一声 公主殿下 李宁乐垂眸看她 小团子乃声乃气道 公主殿下 之前是林儿不对 跑太快摔倒 还哭鼻子了 害得娘亲和奶娘嬷嬷误会你 你别生气好不好 他们不是故意的 林儿给你道歉 请公主殿下原谅林儿过失 不要怪罪娘亲和奶娘嬷嬷 说着 小团子微微向后退了下 小手作一 弯腰行了个礼 这姿态 有模有样的 可以看出来 林氏教养得很好 李宁乐压根没生她的气 那日顾柏林的哭笑 让她想起了 曾经的自己 有些失态罢了 林氏和奶娘紧张地 看着李宁乐 不知道公主会怎么说 侯夫人教得不错 李宁乐看了眼林氏 淡淡说了句 走吧 奶娘迷糊 公主这是原谅了吗 公主没生气 林氏招手 把顾柏林叫回去 叮嘱了几句 让她好好温书 自己下午回来 而后扶着奶娘的手上马车 别让公主等急了 百花宴地点 设在西郊行宫雅清园 这处是 当年萧贵妃入宫后不久 启得地赐下的 雅清园饮了温泉水 所以据说 园内四季如春 百花盛开 故而这次宴会 取名百花宴 马车中 李宁乐很期待 上辈子贵妃 也下帖子给她了 只不过她没去 为的是避开贵妃的拉拢 以及不想卷进 其他皇子争斗漩涡 但顾柏远去了 还在这次宴会上 败在了三皇子手下 三皇子真惨 郑妃没了 还把个戏作当心腹 等等 顾柏远是男主的人 按理三皇子和女主 多次遇见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事实就是男主前面 真的好像不知道 等知道的时候 是李义凤去求旨赐婚 然后发现草纳是他四弟妹 为此男女主 还发生了感情危机 所以到底是顾柏远没说还是 男主故意为之 哇 好像发现了了不得的细节 顾柏远的伤夸好了吧 李宁乐搓搓指尖 问一旁的桃花 桃花正在为他清洗 新鲜的果子 闻言道 身上大好了 两只手 鼓劣的那只 还要休养两天 李宁乐弯唇 极品药材 就是不一样 过两天 又能开门做生意了 桃花扑吃一笑 公主说话 越发有意思了 公主 驸马之前来过 说想参加今日的宴会的 不过 属下看您身体不适 就挡回去了 林诺 在车窗外 小声禀告 她知晓公主凡驸马 又恰逢公主身体不适 不敢多嘴 只让桃花找机会 给公主说一声 本宫知道这件事 你做得不错 本宫本就不想让她来摆花宴 马车急行的速度 逐渐缓了下来 公主 雅清元到了 李宁乐掀开玉帘桥向车外 挨挨青山下一座 巍峨华美的宫殿 四周满目聪裕 风光秀丽 马车两旁 有一架架雅致的马车 如长龙蜿蜒 此刻有序停靠 等着入园 李宁乐是公主 不用等 两旁车架 自动让开 让宁乐公主的脆盖巴 保车掀过 周潮传来嘈杂 马边声人声 混杂在一起 李宁乐闲吵 刚要放下隔音车帘 便见一旁马车 终有人撩起车帘 露出一张云淡风轻的熟悉脸庞 哟 四皇子侧飞 也收到情帖了 第61章 侧飞也能出来 四皇子真宠爱你哦 陈嘉宜原本不错的心情 被这一句搅和没了 侧飞 李宁乐故意的吗 他转眸 看向李宁乐那张讨厌的脸 刚要反击 就听李宁乐又道 侧飞也能出来主事参加宴会 四皇子真是宠爱你也 一句拉长的 真是宠爱你也 让陈嘉宜云淡风轻的脸绷不住了 侧飞 又喊他侧飞 当日皇帝贬他为侧飞 就是李宁乐造成的 如今 他竟还这般羞辱自己 难道他脑子里 除了欺压和他同为女性的自己 没有别的想法了吗 李宁乐要知道 陈嘉宜的想法会直接回 哟 还想弄死你 嘻嘻 公主说笑 侧飞还是正飞 主事意或者别的 由四皇子决定 公主不高兴 本宫也是能来 陈嘉宜冷冷反击 既非要斗就来好了 他不怕 李宁乐脱塞笑道 哎呀 真羡慕你们感情这么好 不过再好也是侧飞 今日百花燕说不准四皇子 就给你请个女主人回来了呢 陈嘉宜面色一白 下意识要反驳李宁乐 李宁乐却没有听的意思 你慢慢等 本宫先走一步 影线已经埋下 就等日后爆炸 翠盖八宝车四脚 坠着拳头大小的东珠 纯洁无瑕的白玉 穿着红宝石玉帘 随着风扬起 将四皇子府的马车 摇摇甩在身后 陈嘉宜快呕血呕死了 李宁乐他在说什么屁话 除了故意隔应人 还会干什么 一旁位置上的李义成 心底有些嘀咕 宁乐那话是知道了什么 还是随口说说的 应当是随口说说吧 想把徐家女娶过来这件事 是他心底的隐秘 主要是破坏掉三皇子 和徐家结亲的可能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晓 四皇子 陈嘉宜望着有些出神的李义成 心底泛起一抹抓不住的恐慌 四皇子您在想什么 没 李义成回了神 温柔一笑 我在想该怎么让你相信我 不受宁乐话的影响 不用 我信你 陈嘉宜不是那种小女人 会在意别人挑拨 李义成露出几分感动 傅儿又落寞道 可如今我地位不显 或许哪一日 真有可能被父皇赐了婚 就像当初父皇给你我赐婚般突然 提及这个 陈嘉宜也想起这件事 傅儿有些疑惑 原生可是丞相嫡女 虽在家不受宠 却也是嫡出 皇帝不在意这个儿子 却给他赐婚丞相嫡女 是为何 他回想了下过往看过的宫斗剧 很快明了了一切 平衡术 皇帝有太子 又极为宠爱贵妃所出的三皇子 太子有太父孙女做太子妃 贵妃所出的三皇子 却一直没有定下正妃人选 以他的家世 很可能被选中 皇帝自然不能眼看着 述出皇子越过东宫 于是把自己赐婚给了四皇子 陈嘉宜心头涌起一抹 被人摆动命运的愤怒 却也无奈 这种无奈和四皇子担忧 被再赐婚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路人 殿下说的这些 我能体会 他望着李一诚 露出一抹苦涩 却善解人意的笑 我也能理解 若真有那一天 殿下至关取罢 李一诚眼底划过一抹诧异 他只是是看看陈嘉宜的反应 没想到 他似乎自己说服了自己 因为什么 他不理解 但很高兴 有欺辱你 福福何求 李一诚温柔一笑 却知晓自己正非怕梅娜容易 不过本店说了 你是皇子府的女主人 不会贬 陈嘉宜耳根一热 露出一抹甜蜜的笑 李宁乐马车一路畅行无阻 进了雅清园第一道宫门 而后稳稳停下 马车外 传来宫女恭敬的请安声 宁乐公主万福惊安 李宁乐扶着桃花 优雅踩着井凳下车 宫主 请随奴婢来 宫女屈膝行李起身 就听李宁乐问道 英国公家的马车进来了吗 宫女摇头 奴婢不知 每位贵客都由专人接引 所以奴婢不知晓 徐小姐是否已经进去了 李宁乐有些失望 他准备今天寸步不离 和徐英白一起走 这样才能确保 不让男主接近 好在一会进去 也能见到人 李宁乐顿时不郁闷了 台步要走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宁乐公主 李宁乐惊喜转头 小白 本宫正要找你呢 徐英白一正 温婉笑道 公主找陈女所为何事 李宁乐看了眼 他头上带着自己送的头面 很开心 你带了 嗯 还没谢过公主 徐英白屈膝 被李宁乐一把扶住 娇艳的女郎笑容灿烂 轻轻热热 把人拉着往内走 别跟本宫客气 走走 我们一起进去 除了 本宫这还是第一次参加宴会 有人搭伙 徐英白眨了眨眼 公主真的是寂寞 才找他交朋友的 这几日本宫没找你 有没有想我 李宁乐前几日月信来了 没劲儿写信 只叫桃花送了点胭脂水粉的小玩意 徐英白脸颊飞上飞红 这样直白的话 他怎么好宣之于口 有心扯开话题 但最近公主热门事件 主要集中在 驸马被卢家公子打得下不来床 公主冲关一怒上 对了 还有胭脂破 徐英白小声道 公主的胭脂破生意极好 听闻大家都在 夸赞你的香皂呢 真的 都有谁 怎么夸的 李宁乐兴致果然被拉走 徐英白 前两天陈女 去参加了一个小聚会 里面有清和郡主的侄女 崔二小姐 萧家大小姐 还有云玉 他们皆赞不绝口 说用了一段时日 香皂都觉得肌肤通透了 干净了不少 除此以外 陈女还听说 金中不少贵女 买入了胭脂破的香皂 淑女方那边 她顿了顿才轻声道 生意差了不少 胭脂 干得漂亮 李宁乐在心里 为掌柜胭脂系了一功 嘴上嘻嘻笑道 那当然 本宫的香皂物廉价美 傻子采买淑女方的香皂 还有烂脸风险 这句话落 就听一人急切声道 公主所言 可真 李宁乐扭头 这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们后面跟了一位 戴着面纱的女郎 你是 李宁乐很少接到贵女邀请 并不认识她 徐英白倒是一眼 认出对方身份 郑小姐 同时小声为宁乐介绍 公主 这位是郑华盈 郑家第二小姐 第62章 李宁乐 你把话说清楚 郑华盈匆匆点头 一双秋水眸 紧盯着李宁乐 再次问道 公主 您刚说的淑女方香皂灰烂脸 是真的吗 李宁乐点头 那真的不能再真了 她曾经就是受害者 毁容的那种 你也脸上出问题了 郑华盈刚要说是 身后走廊传来宫女引路的声音 崔小姐 这边 郑华盈面色变了变 轻轻点头 公主 我们进去说 李宁乐他们三人 便继续往前东行 雅清园作为皇家行宫 格局辉弘 亭台楼阁美轮美奂 山石花木 更是别出心裁 错落有致 如今九月 园子里却依然百花盛开 其中月季品种多的 让人眼花缭乱 李宁乐仔细欣赏后发现 此处没有牡丹 牡丹象征皇后 这行宫是萧贵妃的 没有也正常 但往前一拐 一朵朵艳丽大气的花朵 扑面而来 正是牡丹 等等 这牡丹 李宁乐走近 指间倾出了下花朵 发现出感丝滑 旁侧徐英白小声道 这牡丹花 好像是圈花做的 的确是圈花 李宁乐抽了下嘴角 萧贵妃 不愧是你 所谓圈花 又名仿真花 通常是在皇室 用来在非季节时 也能看到喜欢的花卉而做的 雅清园接了温泉 四季如春 旁的花盛开摇曳 没道理 牡丹不行 萧贵妃 这是故意在内涵皇后啊 不仅李宁乐 徐英白和郑华盈 也察觉了贵妃娘娘的公然挑衅 他们低垂下头 装作懵懂 公主 我们快进去吧 郑华盈催促道 他更着急自己的脸 李宁乐点点头 三人离开 穿过用圈花做的牡丹花廊 又往南拐出一条超手游廊 再行几步 便见前方水添一色 湖面波波凌凌 中央一座湖心亭 两端华美的水泻并列与其连接 他们面前是其中一端 透过飘动的透明白沙能桥间里面 已然有数十位女郎到场 宫女介绍 公主 徐大小姐 郑二小姐可先在此处水泻休息游玩 站在水泻上可以遥望郎君们所在 等陛下他们到场 便可一通前往湖心亭 欣赏水上花 李宁乐随着她指着的方向看过去 男子们所在的水泻离着约莫几丈远 这距离可以看到人 听不到声音 大商妃国宴场合 未婚男女是不得同袭 更不便见面私聊 贵妃良苦用心 公主 郑华盈见那宫女走了 四周暂且也没人 立刻问道 公主可知 烂脸可有法医治 李宁乐回她 宴会结束后去胭脂铺 本宫叫人给你看看 郑华盈急切道 能吃好吗 能 李宁乐的话 让郑华盈心头大喜 她完全没有公主 是不是在骗她的想法 如今自己的脸红肿疼痛 除了相信宁乐公主 还能如何呢 再者 宁乐公主的香皂售卖到如今 的确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她都打听过了 走吧 我们进去 李宁乐拉着徐英摆进了水线 郑华盈想了想 跟在他们身后 水线中 已经来的女郎们 有在赏花 有在喂鱼 还有的倚强看风景 瞧见李宁乐 众人立刻行礼 参见宁乐公主 这种场合 李宁乐来的不算多 早前她只有陈嘉宜一个朋友 她不受宠 别的贵女下拜帖 都只邀请她的妹妹陈嘉雪 怕陈嘉宜孤单 李宁乐也极少参加那些宴会 只两个人玩 结果穿越女来了之后 热衷去参加贵女圈子聚会 爽约她好几次 当然就这样 她也没交到什么朋友 金钟贵女们 早就自成一圈了 哪里那么容易打进去 免礼 李宁乐抬手 众女郎们笑语盈盈 她很快发现 角落里有几个和郑华盈一般 戴着面纱 没眼愁绪 兴致不高 小白 你最近皮肤不错 是用了本宫给你的香皂吗 李宁乐拉着徐英白 坐在水泄最中央的位置 杨生问道 徐英白眨了下眼睛 点头 是啊 感觉皮肤滑溜溜的 你天生励志站主要原因 但是洗脸那也很重要 否则会让脸上油脂过多 起痘痘和浓疮 这样妆容会很丑的 注意到其他贵女们 说话声音小了 都指着耳朵偷听 李宁乐笑容灿烂 直奔主提到 不过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上脸的 有些东西出示清洁效果特别好 用一两天会觉得脸蛋紧绷 过一段时间会出现红肿 疼痛 甚至发痒 褪皮等可怕的现象 这时候千万不能抠 一抠就毁容了 这些经验 是李宁乐上辈子烂脸后 自己复盘总结出来的 也是因为这个 他才更恨女主 李宁乐不觉得 女主一个现代人 会不知道他相造的隐患 贵女们鸦雀无声 有人低呼 不会吧 角落里 一位和郑华盈 带着同款面纱的贵女 颤抖声音道 公主 是不是只要出现发痒 就定然是毁容了 李宁乐看向她 也不一定 本宫不是说了吗 别扣破 然后配合治疗的话 一切都会好的 在哪里治 那贵女激动冲到李宁乐跟前 一双眼睛渴求地看着她 李宁乐被她吓了一跳 没等她说话 贵女扑通一声跪下 眼泪坠落 求公主帮帮臣女 女子容颜 堪比性命珍贵 李宁乐叹息 去胭脂铺 本宫会让人接待你们 她抬眸 扫过在场有些人 不是本宫故意威言耸听 而是建议用 淑女方香皂的贵女们最好别用了 此言一出 一些目前还在用淑女方香皂的贵女们 被害了一跳 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淑女方的香皂会毁容 水泻外 陈嘉宜面色愤怒 李宁乐 太过分了 在行宫外的帐她还没找她算 如今竟在背后 公然诋毁她的香皂 分明她是跟风自己 却想猜死 自己这个原创 别想 这一刻 陈嘉宜涌出无限勇气 她一直低调隐忍 换来了旁人变本加厉的对付 如今 她不会再忍了 陈嘉宜一剑步跨入水线 扬声立鹤 李宁乐 你把话说清楚 淑女方的香皂 哪里有问题 第六十三章 哎呀呀 本宫被侧妃打了 李宁乐抬起谋 对上愤怒不已的陈嘉宜 一点没处地笑出声 本宫以为本宫刚刚的话说得很清楚了 四皇子侧妃 你耳朵不好 还是脑子不好 陈嘉宜不可思议 你背后说本宫坏话 竟如此理智气壮 第一 本宫说的是 淑女方香皂有问题 事实依据都在 不叫说坏话 这叫实话实说 第二 李宁乐起身 路过一位贵女跟前时 顺手拿起 她桌上刚倒满茶水的茶盏 你一个侧妃 哪来的脸自称本宫 以及在本宫跟前15喝6的 卓叶 本宫要泼了你啊 这句话音未落 李宁乐直接把那茶盏里的水泼了 陈嘉宜一脸 四 啊 陈嘉宜发出一声尖叫 猛地后退 要不是宫女扶住她 估计她要出大洋相 那茶水温度 李宁乐从茶盏外就试探出来了 热乎乎的 李宁乐嘴角张扬地笑 刺痛了陈嘉宜的眼 太离谱了 这个古代公主是疯了吗 自己怎么说也是皇子妃 身后还站着丞相府 她即便受宠 也不能把皇子府和丞相府的脸 丢在地上踩 而且 家里对女子要求 行走坐卧一言一行 皆要妥贴有礼 对人待悟 更要大方知性 李宁乐现在哪一点和这些符合 为什么那些贵女 没人抨击她 水泻里的贵女们 才不会多管闲事呢 在场谁不知道 陈嘉宜纵容自己的贴身婢女 爬了驸马的床 还在大殿上 指责公主跋扈 旁人就算了 她可是公主规中好友 平心而论 要是他们好友背后搞这一出 他们也会很生气 只不过教养规矩 让他们做不出公主泼水 这样的出格之举 但不得不说 公主这一手 他们爽到了 有些聪明的女郎 转了转眼眸 明白公主此举 恐怕还有深意 夺敌在即 几乎所有皇子 都对宁乐公主 表达出拉拢之意 唯有四皇子府没动静 是真没有 还是价没有可不好说 不过 看宁乐公主的意思 四皇子府 不管有没有拉拢之意 这人是拉不过去了 李宁乐还真没想那么多 单纯就是看 陈嘉宜那张 总是云淡风轻 好像他们这帮古人 全是蠢货的脸不爽 想泼她 很久了 清醒了吗 娇艳的公主屈尊低谋 说出的话 却气人无比 陈嘉宜从没有哪一刻 有如此憋屈和生气 她很想抱走 在大学时 她上过跆拳道课 对付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 肯定没有丝毫问题 但她得考虑后果 如果出手了 她能全身而退吗 李宁乐从陈嘉宜的眼睛里 看到了凶光 谨慎地后退一步 这女主 要开挂打她了 她记得 书中剧情说过 穿越女会点奇奇怪怪的武功 曾经把她那个 私下学武的三皇兄 一个过肩摔摔猛了 然后 对女主更狂热了 李宁乐想到这里 立刻对水泄外的桃花 使了个眼色 而后 把手里的茶盏甩出去 单手扶着额头 哎呀呀地往后退 然后看准了徐英白的位置 慢慢地软软地向她倒去 哎呀呀 本宫被侧飞打了 好痛 本宫要晕倒了 徐英白下意识 接住李宁乐 她的脸庞一脸猛 水泄中所有贵女 公主 您演戏能不能走点心 当我们傻子那逗 水泄外 桃花小脸煞白冲了进来 撕心裂肺的嗓门扯出老远 公主 水泄入口 平阳公主 静阳公主刚到这里 听到这道声音 静阳被吓一跳 叫得好惨 是哪个公主姐姐出事了吗 平阳三步并两步进了水泄 就看到李宁乐躺在地上 双目紧闭 而门口 四皇子侧飞一脸水渍 脸色轻子 愤怒无比 这场景 怎么看怎么是撕逼了 而且 宁乐还输了 平阳乐了 打破了水泄内诡异的沉默 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个晕过去了 一个满脸的水渍呢 躺在地上装晕的李宁乐 内心狂笑 天哪 怎么会这妖巧 还担心闹不起来 最能折腾的人来了 徐阴白绊抱着李宁乐 能清晰感觉到 怀里的娇娇人在颤抖 他在害怕吗 徐阴白捶眸 是了 平阳公主速来和宁乐公主不合 每次见面就掐 如今这情况 不管对错 恐怕平阳公主 都会帮那位四皇子侧飞了 陈嘉宜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水渍 准备说话 趴在李宁乐身旁的桃花 感觉到自己的手 被人暗中扯了扯 他惊讶低头 瞧见自家公主浓密卷翘的睫毛 微颤了颤 眼皮轻眨 桃花瞬间接到暗号 扭头抢先道 四皇子侧飞你怎么能这样 当初你纵容你婢女爬床驸马 破坏我家公主和驸马的感情就算了 还放出消息说是我家公主跋扈不容忍 如今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动手 打 打我家公主 我家公主到底和你什么仇 什么怨啊 你这么对她 之前你没朋友我家公主 推了所有贵女邀约陪你玩 平素珍宝阁 有什么新品公主有的 你也有一份 她这么真心待你 你 你却这般狠心 陈嘉宜脸色一沉 这丫鬟 好刁的嘴 抢先一步就算了 竟污蔑她 李宁乐之前对的都是原生 与她合肝 再者 琳琅仪是本就不是她的错 是李宁乐一直抓着不放 一再报复 她不跋扈 谁跋扈 本 我没有 我没有打她 陈嘉宜看向平阳 一字一顿解释道 是宁乐公主 先污蔑我淑女方的香皂有问题 又把热茶破我脸上 还故意装作 被我打了一样 假装晕倒的 在场贵女都看到了 陈嘉宜微微屈膝 压住内心的狂躁 把礼仪做足 请平阳公主为我做主 刚刚李宁乐虽然和她站得很近 却离了一段距离 而且 她动念头的时候 李宁乐甚至像察觉一样退了一步 这些贵女 总不能睁眼说瞎话吧 平阳看向那些贵女们 音调上扬 询问道 是这样吗 贵女们面面相去 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徐英白敏纯准备开口 怀中的李宁乐却悠悠转醒 靠着她 语气悲伤道 她说是 就是罢 平阳 李宁乐不会被打到脑子了吧 第六十四章 宁乐 黄姐你咋这样 陈嘉宜瞪大眼 李宁乐这副白莲花作态给谁看 在场谁不知道 她刚干了什么 这演戏有意思吗 当然有 李宁乐说完那句之后 便不吭声了 而后 一道尖锐脱长的声音响起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贵妃娘娘驾到 贤妃娘娘驾到 水泻中的贵女一惊 赶紧起身行礼 臣女等参见皇上 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 皇上他们怎么来这了 不应该直接去湖心亭 由他们去面见吗 背对着水泻入口的平阳 和陈嘉宜这才明白 李宁乐葫芦里 卖的是装无辜的药 只是宁乐怎么做到的 竟能左右皇帝的行程 平阳想的却很简单 狠狠白了宁乐一眼 父皇定然是听说这里的事 赶来帮他出头了 宁乐这小贱人 惯会讨宠的 躺在地上的李宁乐 很虚弱的张口 父皇请恕儿臣 不能给您行礼了 不是二臣不想 是二臣被打得起不来了 他说着话 还伸了伸小手 又无力地垂了下去 配上他微红的眼圈 委屈的眼神 以及虽然面色红润娇艳 但看起来就是很可怜的小脸 启德帝立即沉下脸 谁这么大胆子 竟敢打公主 众贵女 低头 沉默 他们是木头庄子 陈嘉宜刚屈膝行礼的腿一软 立刻反驳 不是的父皇 宁乐公主在撒谎 而陈没有打她 启德帝一愣 老四家的呀 他还记得陈嘉宜 毕竟这是他衡量许久 亲自为儿子挑选的郑妃 若妃那次他不知死活冒犯皇室颜面 也不会被他贬斥成侧妃 这次又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沉声问道 陈嘉宜还是第一次离帝王这么近 这和在电视上看到演员扮演的不同 这是真正的古代帝王 掌握一个国家所有人的生杀大权 那种压迫感 让陈嘉宜额头冒出冷汗 他跪倒在地上 努力控制理智 将之前的发生的事一句句禀告 回禀父皇 儿臣先前喜好研究一些小玩意 无意间发明了香皂 便在自己的嫁妆铺子里试点营业 公主得知后 也开了同样的铺子 这些没什么 儿臣不在意 只是儿臣没想到 公主竟为了生意 公然诬陷 抹喝儿臣所造出来的香皂说 会毁人容颜 儿臣不愤 与公主对白 公主不由分说 泼了臣一身热茶水不说 转头自顾自倒下 乌县臣打他 在场贵女 皆看得清清楚楚 可谓儿臣作证 谢天谢地 身为现代人 她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棒 组织能力也极强 说完后 她确信回忆了一遍 没有任何问题 且不卑不亢 站在道德制高点 一切都是宁乐的错 即便皇帝宠爱她 在场这么多贵女在 难道还能包庇她吗 陈嘉宜紧张地捏着裙摆 或许会包庇 但如今 她没有丝毫办法 只能迎头上了 启德帝认真听着 面色看不出喜怒 实则内心是不悦的 宁乐一个公主 竟也掺火开了商铺 且这个商铺 还和陈儿的侧妃 成了对家 就为这个小小的 上部的台面的商户之事 一个公主 一个皇子 侧妃还打起来了 简直胡闹 她立刻一声 眸光冷冷撇过宁乐 不易察觉 划过一抹嫌恶 陈嘉宜头捶得更低了 心脏疯狂跳动 不知道皇帝 是在骂谁胡闹 李宁乐却清楚 启德帝在骂她 她这个父皇 很瞧不上珊瑚的 当初在江南一眼 看上她母妃 睡完之后 带回宫里没多久 就冷落了她 母妃以为自己哪里做的 不好惹了龙心不悦 后来机缘巧合下李宁乐才知道 父皇只喜好两种女人 一千娇百妹 如萧贵妃这样 二高贵典雅如曾经的陈妃 如今清登古佛的清和郡主 她母妃虽然样貌娇媚 但性情如水 且是珊瑚 有童秀味 只能随便采鞋 不足以长久心动 所以 自己这个商户女所出的血脉 启德帝再喜欢 也是有度的 高兴起来 地位堪比中攻敌出 不高兴起来 竞足 贬斥 幽静 死了都不管 这样的宠爱 需要李宁乐 无穷无尽地去维护 一旦有一点小性子 或者让她不喜欢了 她会随时抛弃她 李宁乐上辈子没看透 傻傻伤心 父皇的爱说没就没 还会和她讲 这辈子不会了 皇家子女 谁还不会演戏啊 父皇碍眼 她陪她 反正恶毒女配嘛 做什么都要被人骂 被骂而已 有没命吓人吗 半君如半虎的道理 她上辈子就懂 只是她会脑子有病 现在病治好了 于是 她对上 启德帝那双冷眸 嘟起嘴 直接开眼 父皇 你说谁胡闹呢 是她吧 贝里宁乐 指着的陈嘉仪 面色一白 不敢看人 启德帝冷哼 朕说的是你 父皇 您不疼我 您怎么光听她一面之词呢 启德帝扶着萧贵妃的手 坐在上手 喜怒不明道 哦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说吧 皇姐 李宁乐却没直接辩解 而是转头看向一直看戏 嘴快裂到后脑勺的平阳 你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被她推倒在地 昏过去了 平阳冷不丁被叫道 一愣 对上自己父皇母后 看过来的眼神 立刻收敛嘴角笑意 回忆了吓到水泻时的场景 的确宁乐是昏迷状态 贵女们一个个也很惊讶的样子 想来没想到 侧妃会和公主动手吧 不过 她凭什么帮她 平阳眼中划过一抹不怀好意 回禀父皇 而臣没看到 当然她也不傻 补充了一句 而臣来的时候 注意力都在臣 侧妃身上 她浑身湿透了 看起来好不可怜 嘖嘖嘖 这话算是公然站在 陈嘉仪那边了 李宁乐一点不慌 皇后 平阳 你确定吗 母后 而臣确定 平阳笃定的话 让皇后嘴角微微一抽 多好的拉拢机会啊 平阳这孩子 自己还是太浇惯她了 以至于她总因小事大 再者 满宫谁不知道两人不对付 这么说话 不变相帮宁乐证明 自己是好人吗 李宁乐心里笑疯了 面上还是一副不敢相信 皇姐 你咋这样 本宫实话实说 宁乐 你总欺负人的性子 应该改改了 平阳还落井下石 臣家一面露感激 多谢平阳公主为我说话 平阳两眼一番 心说 本宫才不是为你说话 便在这时 小小的靳阳公主开口 我看到了 宁乐阿姐晕过去大 她宫女还叫好惨 第六十五章 父皇你偏袭 此言一出 皇后莲悄然一律 靳阳小小年纪 竟也会拉拢人了 萧贵妃心机果然深 萧贵妃 不愧是本宫的仔 不过 该不会是宁乐 又用宫外糕点收买她了吧 李宁乐看了一眼 穿着和贵妃同款小号工装的靳阳 暗中给她飞了秋波 好妹妹 下次本宫给你代工外最好吃的糕点 管够 靳阳小脸羞涩 小跑到宁乐跟前 仰头看着她 宁乐阿姐 你别怕 靳阳保护你 妈大 瞧瞧人家 再看看你 李宁乐暗中给平阳送去了一个白眼 姐不如梅 平阳气得头发 差点竖起来 靳阳这死丫头 多嘴 起得地眯了眯眼 靳阳 你看见陈策飞推了你宁乐阿姐吗 文言 靳阳小脸微晃 她只瞧见宁乐阿姐晕倒 的确没看到策飞推人 起得地心头一松 她就知道 陈家那丫头 一贯贤良舒德 她亲自挑的 能差吗 李宁乐有些无语 不是吧 女主光环 爱无疾无触动了是吗 难道今日要栽了 李宁乐飞速想着 伤害最小话的办法 旁边从最开始 做她演戏道具 就没开过口的徐英白 忽然出炼 她扶了扶身 陛下 陈女徐英白有话说 起得地看了她一会 讲 徐英白温婉眉眼自带一股阴气 不急不缓道 陈女可为宁乐公主作证 的确是陈策飞对她不敬 并动了手 李宁乐没想到 徐英白会为自己说话 还是睁眼说瞎话那种 这朋友真没白交 其他贵女们目光惊讶 徐家这位 为何要进这趟浑水 陈家仪愤怒一满眼眸 这个女郎为何陷害她 她是哪家的 徐英白无视周围各种情绪的目光 继续说 事情的起因是 公主和陈策飞都有一香皂铺子 陈策飞铺子里的香皂 已经致使至少两位贵女脸出现问题 公主为她们着想 建议不要用香皂了 陈家仪脸色惊变 再次道 我的香皂没有问题 她这话辩白一出 郑华盈忍不住了 出列扶身 陛下 陈女的脸 就是用了陈策飞铺子里的香皂出了问题 如今红肿一片 一摸剧痛 说着 郑华盈眼圈微红 宁乐公主高益 为陈女等打抱不平 不想陈策飞竟死不悔改 请陛下责罚 郑华盈一出头 水泻里另外几个用了香皂 感觉连有不适的也出列证明 没想到这香皂竟还伤人容颜 启德帝脸色不太好看 别说她本就不喜欢商户之流 但就是陈家仪目前造成的恶劣影响 都不容她姑息 陈策飞 你可还有话说 虽如此 启德帝却依然设不得太狠责罚 毕竟 这是承儿目前唯一的七族势力 想法子大势化小霸 陈家仪嘴唇颤抖 脸色惨白如纸 做梦都没想到这些个贵女 会睁眼说瞎话地帮助宁乐 就因为她是公主 他们为了舔她连 基本善良和廉耻都不顾了吗 是她天真了 这封建的王朝 最不需要的 就是善良 即便心中有一肚子委屈 陈家仪依然坚挺着脊量 不管今日结果如何 她无愧天地 回复皇 亲者自清 李宁乐 好耳熟的话 又来了 亲者自清 女主大招之一 有嘴不用 非亲者自清 然后这时候会有人帮她出头 之前这个大冤种 是三皇子李义凤 现在吗 等了一会 果然没等到人 李宁乐笑嘻嘻拆台 父皇 亲者自清这话的意思 是说她没话可说了吧 岂得地逆她一眼 笑骂 就你机灵 心底暗叹 诚儿这侧妃 还是不行啊 单不起事 还是找机会 给诚儿 寻摸一个能压住场子的正妃 启德地目光扫过场内贵女们 落在徐英白身上 这位英国公家的嫡长女 就极为不错 胆量过人 而且为人聪慧 不像这侧妃 堂堂丞相之女 进去做生意 李宁乐 你看看 这种时候 她的好父皇 心里想的 还是她的心尖 她们这些儿女啊 都比不上男主一根毛 萧贵妃注意到 启德地看徐英白的眼神 心底一咯噔 皇上该不会看中徐家女 要只得太子吧 皇后心头冷笑 皇上还真是和贵妃同心呢 替三皇子瞧了这么一户 绝顶助力 也不怕撑死 上手三位心思浮动 下面人心更是惶惶 尤其是陈嘉怡 久未听到宣判 更无人为她说话 让她心骄如麻 更觉得不该如此 总觉得事情不该如此的 不善经营 就别经营了 启德地面色 看不出一丝偏袒的打算 了结今天这事 那些个受伤的贵女们 你自出银子 赔偿她们吧 郑华盈眼底划过一抹不甘 她脸差点毁容 只叫陈侧妃的铺子不开 赔点钱就算了 但皇帝开口了 她也不敢说什么 李宁乐唇角讥讽 还以为这次父皇 会贬斥女主成侍欠呢 没想到 泽泽 果然皇室脸面上 更能让父皇动目 不过她发现 贵妃皇后 他们都没发现父皇的偏袒 其实正常 就像她不是死了一次 也不知道表面那么疼爱她的父皇 根本不在意她 而对太子和三皇子 启德帝执笔 对她更甚 当举者如何能看出呢 娇精的公主 垂眸遮住讽刺 嘴角微微嘟起 父皇 你偏心 一句父皇你偏心 让启德帝心秃秃了一下 还当自己被发现了隐秘 好在李宁乐似乎只是抱怨了一句 就转头冲着陈家仪要武扬威起来 听见了 你的铺子不许开了 别再有你那香道害人了 今日是父皇仁慈 本宫就放你一马 若再有下次 本宫就不客气了 客气 你什么时候客气过 陈家仪咬住唇 这个跋扈的公主 明明在电视剧该是女配的角色 怎就能嚣张如此 偏偏她只能憋屈闭嘴 不敢再反驳二三 如今只是铺子关掉赔点钱 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平阳公主狠狠瞪了陈家仪一眼 亏她帮忙说话 竟如此没用 没用就算了 发明的什么香皂 还害了那么多人 还好她聪明 没用淑女方的 而是用的胭脂铺香皂 否则闭活撕了陈家仪 而皇后和萧贵妃的眉头 微微一蹴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但没等他们来得极多深思 外头传来太监通报声 太子殿下道 三皇子殿下道 四皇子殿下道 五皇子殿下道 站在水泄外 看了好一挥热闹的太子等人进来了 第66章 皇妹 香皂生意 我能入古部 最前头是太子夫妇 三皇子 李一峰落后太子一步之遥 在其后 五皇子走路有些饭瘸 神色却颇有活力 最后 是四皇子李一成 面容苍白 但俊美无韬 吸引了不少人注意力 李宁乐听见旁侧郑华营 小声嘀咕了一句 这位四皇子 当真俊美的紧 李宁乐立刻偏头 看徐英白反应 徐英白却在看他 眉目温柔 轻声道 公主 怎么了吗 没事 李宁乐回他一笑 没想到啊 郑二小姐都被吸引了 小白却不动如山 一个眼神都没给那边 那他到底是怎么被男主给迷住的 李宁乐心里琢磨着 这未解之谜 那头太子等人和皇帝贵妃见过李 自然而然略过刚刚的话题 谈论起其他 陈嘉仪被挤到边缘处 和他的夫君一起看着其他皇子自信谈笑 被帝王温和待之 宁乐 李宁乐抬头便见五皇子李一却不情不愿地挪动到他跟前 宁乐 五皇兄 许久未见 你身子骨还不错吗 他话里调侃满满 上次他送自己遇刺之物回宫应该被打得很惨吧 今天走路还有点瘸呢 李一却感觉屁股隐隐作痛 又想起那日的凄惨了 听说那日闲仙宫里的鸟都不敢叫唤 三皇子李一峰凑过来 哈哈取笑 五弟身子骨是练出来了呀 李宁乐瞥了三皇子一眼 三皇兄很高兴吗 李一峰完全没掩饰的笑 没有没有 呵呵 要不是看你是贵妃的儿子 你早被人套麻袋了 李宁乐翻了个白眼 你们就别取笑老五了 太子出来说话 端着兄长的架子 温和坐桥梁 老五想来也在知道 那日的行为不妥了 是 李一阙拱手冲太子一拘 而后双手作一 对宁乐道 皇妹 之前送礼的事 是五哥做得不对 五哥给你赔不试了 这一礼是极为正事 水泄中热闹又一次安静下来 连皇帝都看着五皇子 给宁乐公主赔礼道歉 边缘角落中 陈嘉宜眉头一簇 古往今来还是第一次见皇子给公主赔礼道歉 就为送的礼物不合他心意 关键皇帝还没阻止 太荒谬了 被围观的礼仪却脸都没红 认真行礼完毕 一点小心也没耍 李宁乐理所当然受了他这一礼 而后大方摆了白手 五皇兄下次注意便是 话是这么说 他知道 有下次估计也是八九不离的遭遇 他这位皇兄 太爱财了 寻常孩童都知遇刺之物当供着败着 有点磕碰 估计都得全家玩玩 这位皇兄道好 为了省点送礼钱 把父皇赐他的不能卖的东西 送给他来了 是的 他之前还干过把遇刺之物 卖了还经营的离谱行径 所以 李义凤说他身子骨好 是因为他被打出经验了 启得帝眉眼看着我儿子 好了 下不为例 贤妃也露出满意的微笑 便在这时 李义却忽然又开口问宁乐 皇妹 你那胭脂铺子卖的香皂生意 能不能让五哥也搭个火 他在外头都听见了 宁乐的胭脂铺子香皂 比淑女方的安全还受欢迎 这生意 他不掺和不行 李宁乐还没答应 上手座位上的 启得帝脸黑如锅底 手里茶盏直奔李义却 还不住嘴 听听你说的什么话 碰 茶盏被李义却灵活躲过 他及其自然的跪地 父皇息怒 儿臣住嘴 这老油条的模样 让启得帝额头又跳了跳 给朕滚回去闭门思过 是 儿臣这就回去 定然好好反省 父皇千万注意身体啊 李义却虔诚地扣了个头 起身时和李宁乐递了个眼神 等我 李宁乐 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 贤妃福娥 这个蠢儿子 对面得妃嘴角泛起讥讽的弧度 五皇子未免太不像话了一些 一个皇子整天 就只想着钱财这些俗物 未来难当大任啊 闻言 贤妃露出一丝冷笑 反唇相机 是吗 那不知道有些人怎的天天想着 把不属于自己的钱财 搂到自己手中呢 这话几乎明晃晃在说 德妃拉拢宁乐的事了 你 德妃脸色一变 赶忙去看皇帝表情 却见启德帝笑容不减 好似没听见二妃争斗一般 对于李义雀和李义农 他从没考虑过 自然无所谓他们的争斗 不过面上依然会做出慈父姿态 毕竟 这都是未来成儿的助理 倒是太子和三皇子 启德帝谋色深邃地与萧贵妃谈笑 他今日拉自己过来 所谓什么他清楚得很 这样更好 会叫皇后更忌惮于他们 也能为成儿争取时间 于是启德帝道 听说你准备了新鲜节目 对啊 皇上想看吗 萧贵妃娇妹挑起唇角 要不想看臣妾 就让人撤了 这话 满宫也只有贵妃 敢这么和皇帝说 偏偏皇上还很受用 当然看 走 百嫁胡心亭 原地 皇后 德飞 贤妃三人 面色都不好看 贵妃这个狐妹子 李宁乐在一旁暗中鼓掌 父皇这一招仇恨转移太绝了 胡心亭 建在这处名为青雅湖中央 约某有两个马球场大小 李宁乐他们 按照贵妃安排的席位坐下 引路宫女带着她 一路往前 直奔地后下首处 小贵妃的右侧 小静阳看见宁乐来 立刻招手 宁乐阿姐这里这里 公主 宁的位置在这 宫女指着静阳旁边 比对面平阳公主 还要掠近皇帝一丢的位置 说道 李宁乐挑眉 看了一眼上手处在包葡萄 为启得地的萧贵妃 又看了一眼 对面双目喷火 看着她的平阳公主 笑眯眯坐下 平阳气得冒火 冲着自己右手处的太子妃王楚雪 质问 为何宁乐一个出嫁女 会在这么靠前的位置 她不应该和顾家一样 滚在最后面吗 太子妃温柔道 这处行宫由贵妃主理 今日百花宴也是她操办的 以为贵妃愿意 他们没办法说 平阳气炸了 贵妃真是一点规矩不讲 出嫁从父不知道吗 若让本宫母后来 绝不会出现这等差错 而且 明明母后才是一国皇后 王楚雪看了眼上手端庄雍容 眼珠子却冒着寒气的皇后 愧叹一声 当年父皇和母后在前邸 也是恩爱过的 只可惜贵妃入宫后就变了 不仅宠冠后宫 甚至连她所处三皇子待遇 都几乎逼近太子 这才叫如今暗潮涌动 各方则主 太子妃这边忧愁 李宁乐这里 却十分欢快 小敬阳邀功 宁乐阿姐 今日敬阳表现得不错打 想吃上次你送来的点心 她竖起有些胖乎的手指 比了二 道 要双分哦 小事 李宁乐爽快至极的印下 捏了捏敬阳软乎乎的小脸蛋 正要说什么 就听到外头传来一声通报 萧贵妃在上手笑迎迎道 陛下 请欣赏臣妾为您准备的水上花 第67章 活该你喜欢女主那个 脑子有问题的 哦 在哪呢 启德帝直起身 目光凝视前方 李宁乐等人 也转头看向亭子前方的水天一色 那偌大的闭色湖泊中 除了稀稀拉拉的荷花 别的什么都没有 等了好一会 除了风吹路过之外 一切如常 皇后嘴角泛起讽刺 德妃嘴唇一动 就准备开朝之际 萧贵妃一句 来了 就见那绿色的湖泊面上 泛起涟漪 而后一朵朵鲜花破水而出 有勺药 有海棠 有牡丹 最多的 还要属贵妃最爱的月季花 各种颜色 各个品种的月季 铺天盖地 在以绿为木的湖泊上 绚烂盛开 便在这时 一片花海中 簇拥起一朵巨大的透明月季 阳光洒下花瓣上 折射出七彩之光 奇迹地让人惊叹 湖心亭中所有人 包括皇帝都站了起来 眼中满是惊艳 水光天地间 萧贵妃最爱的月季花 犹如她本人一般 美帝千交百转 流光四溢 闭靡众生 妙啊 太精妙了 怎么做到的 本以为花廊中百花盛开 已是这行宫最大妙处了 不想今还有如此神奇之景 太美了 古有人间四月芳菲静 如今雅清湖上十月静芳菲 简直绚烂至极 众人惊叹不已 一句又一句诗词随口而出 逐渐形成对聚之事 场内气氛热烈起来 高台之上的皇帝龙颜大悦 萧贵妃笑容 堪称蔑视地扫过了皇后 李宁乐眨巴着眼 萧贵妃厉害啊 究竟怎么做到的 那些花犹如水生水长一般 太离奇了 袖口被人扯了扯 是静阳 小姑娘勾勾手指 李宁乐低头过去 静阳趴在她耳朵边 滴滴把自己母妃的巧思 卖了个精光 其实是有人藏在水下 把花拱上来打 李宁乐愣了下 哭笑不得 原来竟是如此简单吗 不过静阳啊 你这么出卖 你母妃真的好吗 小叛徒 阿姐 静阳眨眨眼 压低声音小小的渴求 我能出宫找你玩吗 李宁乐看了一眼 依偎在父皇身边的贵妃娘娘 同样小声道 等阿姐回头想想法子 贵妃娘娘 一向看这位小公主看得紧 想把人带出来 玩得好不少心思 不过 小姑娘今天立大功 是该奖赏一下 静阳眼睛亮了 身后李一凤兼妹妹 快挂在宁乐身上 有些吃味 她的亲妹妹 都没这么黏糊过她 想出宫 为何不找她呢 对面 太子眼眸晦暗 宁乐和静阳关系 好得过头了 她瞥了一眼 坐在位置上 被水上花吸引 全部视线傻乐的平阳 而她的妹妹 十八了 不肯嫁人 还天天和宁乐 斗得像乌眼鸡 掌心被人轻柔一握 太子转眸 对上太子妃柔柔的笑容 太子心头一软 罢了 宁乐也不傻 但就看她如今 谁都不得罪的坐态就知道 她还在衡量 只要衡量 就有机会 若她实在不听话 太子眸色滑过一抹冷意 那便再说吧 萧贵妃笑盈盈地 依偎在启德帝怀中 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正式开口 皇上 如此良辰美景 不如好事成双 启德帝明了她话中意思 你说 萧贵妃眸光扫过萧家人的坐席 最后落在英国公府的席位上 臣妾想着 凤儿老大不小了 也该娶妻了 郁闷妹妹不清静 她再化食物为悲愤的李一峰 她抬起头 就要拒绝 娶什么妻 没有喜欢的人 她才不要娶妻 萧贵妃一个凉嗖眼神瞥来 李一峰悲愤 把话噎了回去 萧贵妃满意收回视线 就打算直接开口 指了徐英白 偏在这时 启德帝开口 凤儿一贯说 父母的别勉强她 李一峰一听 眼睛泡出一汪泪 父皇 你真好 启德帝顶着贵妃不满的视线 慈爱看着李一峰问道 凤儿可有喜欢的女郎 要有的话说与阵听 父皇给你赐婚 而臣没有 李一峰立马摇头 原是有个心动的 可惜嫁人了 她看了一眼四皇子身边的陈嘉怡 她的长相是她喜欢的类型 她就喜欢那种 看着高冷 有点难拿的女郎 但如今 金钟皆是柔顺听话的女郎 她不喜欢 除了样貌不一样 她们像一个人 萧贵妃脸黑了 启德帝很是满意 面上却慈爱地摇头 你啊 真是浪费你母妃一番苦心 可不是吗 贵妃为了祖局 今天花了多少心思啊 李宁乐插起一块果肉送入嘴里 一边吃 一边吐槽李 一份蠢蛋 不仅仅被利用 还错过了她家小白那般好的女郎 活该你喜欢女主那个 脑子有问题的 比起徐英白成了男主侧妃 李宁乐到宁院 她嫁给李一峰 这人是恋爱脑 真要喜欢上对女郎是极好的 结果这次拒绝了 李宁乐狠狠白了李一峰一眼 后者莫名其妙 投了看我干嘛的眼神 李宁乐 看你怎么好好一个大脸那么蠢 李一峰 靖阳夹在二人中央 看看这个 瞧瞧那个 一脸单纯 不远处 徐英白紧绷的身体微微松下 她很清楚 刚刚差点被刺婚 暗中有一道视线在打量她 徐英白转眸看去 是从未见过的一张俊美脸庞 就是有些苍白 看上去身体不太好似的 徐英白感觉心间冒出一股 不受控制的心疼感 就在这时 一道紫色纱裙忽然出现 挡住了她的视线 徐英白抬起头 公主 李宁乐压住跳动的心脏 小手往一边扫了扫 徐英白下意识往旁边坐了坐 而后 李宁乐一屁股坐她旁边 转头对着高台之上的人笑迎迎道 父皇 而臣觉得 这边角度真好 看风景绝了 坐在这附近的其他贵女 这就是你刺溜一下过来的理由 李宁乐心道 妈搭 就白了李一峰那二祸一眼的功夫 那男主就想法子勾引他家小白了 还好他机敏 只是 李宁乐微醋眉 父皇恐怕不仅是不想让三皇子 娶到徐家女郎吧 果然 上手的启德蒂笑道 宁乐说得对 雅清胡锦美不胜收拘着你们这些小的没意思 这样吧 你们自去玩耍 今日不必男女设防 这是给男主创造机会啊 而且不止如此 李宁乐看着父皇冲着贵妃宠溺一笑 暗中说了句什么 然后萧贵妃笑颜如花 一旁皇后脸肉眼可见黑了下来 好家伙 明明是帮心爱的隐秘儿子创造机会 却能让贵妃以为是为了她 还让皇后更加恨贵妃 李宁乐垂眸 拉起徐英白的手起身先走一步 想得美 有她在 男主别想接近 第68章 对照组 宁乐公主一动身 旁的贵女们也没空娇羞了 跟着一起出了狐心亭 李宁乐抽空回身 看了一眼亭内高台上 贵妃巧笑嫣然 对上皇后黑脸 两人又开始了 下手处 德妃贤妃脸上挂着营业的微笑 对于宫中两大佬斗争 采取围观姿态 而她的父皇 稳坐钓鱼台 公主 小心线 徐英白眼瞅着她要撞上回廊了 忙把人拉住 瞧什么呢 她顺着宁乐视线望过去 却恰好瞧见李一诚 病若苍白的美男子 似乎在看她 还冲她弯眸一笑 李宁乐 这阴魂不散的东西 她一把挡住徐英白的视线 怎么没看到小云来 贵妃应当给她也发了帖子的 谢云运虽然是谢家嫡女 瞧着何德飞一派绑定 但日前是没定清状态 贵妃不可能不邀请她 说起这个 昨日云运家派人说她生病了 不能参加这次百花宴 徐英白注意力被吸引走 眉眼担忧到她一贯身体结实 也不知这次什么病 严不严重 恐怕不是病吧 是德飞担心贵妃 把谢云运也挑给三皇子 以贵妃母子受宠程度 但凡她开口 估计很可能就被硬下了 只是谁承想三皇子是个二货 皇帝心里爱子 又另有其他人呢 李宁乐 等明日我们去看看她 好 徐英白汉手 她也打算结束宴会 找个日子地拜帖去看看云运 公主 身后传来一道娇俏快活的嗓音 李宁乐转头见陈家雪 在几个贵女中冲她挥手臂 见她看过来 陈家雪立刻和贵女们说了一声 直奔她来 陈女给公主请安 李宁乐 起来 找本宫有事 没事啊 陈家雪翘脸上挂着讨喜的笑容 就是给公主您请个安 嘿嘿 自从李宁乐随手救了她之后 陈家雪对宁乐公主 好感怦怦怦的声 加上今日水泄那场大戏 陈家雪因为来迟了些 没看到现场 是从好友那听来的 听得她热血沸腾 不过陈家雪还是清楚 此地不疑问这些 于是只请个安聊表一下激动心情 李宁乐 她不耐摆了摆手 让陈家雪请过安就离开吧 陈家雪笑黑黑扶身说是 颠颠的走了 陈家雪刚离开 三皇子过来了 身后还挂着小尾巴静阳 阿姐 阿姐 宁乐阿姐 静阳迈开小短腿 奔向李宁乐 一把抱住她腰 仰头撒娇 阿姐怎么不等静阳呀 静阳一个人好孤单打 在后头紧跟着 手伸着 随时准备在妹妹摔倒的时候 接住她的李宁凤 李宁乐瞧了一眼 脸色乌漆麻黑的李宁凤 扑斥一声笑出来 是阿姐不好 下次阿姐争取注意 嗯嗯 静阳黑黑一笑 她最喜欢宁乐阿姐了 宁乐和静阳关系真好啊 太子妃王楚雪 温柔感慨 李宁乐抬起头 太子妃冲她汗手 高贵典雅又失气度 旁侧还站着眼神不善的平阳 她嘴角弯起张扬气人的弧度 那可不 静阳可爱又真诚 不像有些人 除了端架子 下半子 啥也不是 平阳脸一黑 宁乐 你骂谁呢 谁应骂谁 李宁乐冲她翻了个美丽的大白眼 黄姐对自己的人品 很有自知之明吗 平阳生气不已 就要发怒 太子妃轻轻拦住她 眼神微带警告 别忘了刚刚答应你太子哥哥什么 平阳憋屈地压住情绪 太子妃这才转头 温柔笑道 宁乐 你和平阳都是自家姐妹 吵吵闹闹闹得太正常了 本宫在家时也这般 如今嫁人了少见他们 倒是很想念呢 李宁乐笑笑 没搭枪 太子妃王楚雪 想缓和她和平阳的关系 好叫她倾向东宫 她自然明白 只是她不会选任何一家 因为选谁下场都不好 当然 李宁乐也不会完全拒绝任何一家 除了男主 李宁乐逆了一眼 跟在不远处的男女主 他们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孤零零的 太惨了 人家太监都有两三好友 这两个 一个透明迟早入土的皇子 一个在家不受宠嫁的人 明面上比他处境还惨 还不受宠的病秧子 书中男女主凄惨处境 是未来好让他们成长时 更有爽感 李宁乐知道她越嚣张 身为恶毒女配 未来被打脸的越狠 但管她呢 未来 哪一天又算未来呢 至少今天她爽翻了 于是 在男女主看来的视线中 娇尽的宁乐公主 露出了一抹明晃晃的得意笑容 浓厉娇艳 犹如当空烈日 张扬炙热的 让人浑身不舒服 男女主同时握紧了拳头 好歉 两人自虐般 看着宁乐身旁的人 络绎不绝 不仅有同为兄弟姐妹的皇子公主 连其他平素和她没什么交集的贵女们 都涌了过来 她们离得很近 能清楚听见贵女们拉着李宁乐讨论的东西 是香皂 香皂 那明明是她发明的东西 却被李宁乐抢了去 靠着这个在贵族圈里得到追捧 陈嘉宜心理复杂程度难以严肃 李一诚虽听到了香皂的一些讨论 但并没太在意 她目光灼热地瞧着 站在李宁乐身旁的那道月白色倩影 温婉 大气 眉目如画 英国公家的嫡长女 徐英白 若能娶了她 她便不需要像如今这般艰难 踏入朝堂 参与政事也是信手拈来 想到这里 李一诚向前一步 决定主动打招呼 李宁乐余光 一直注意着李一诚的动向 见她过来 就知道这逼忍不住了 要舔的老脸 过来攀高尖了 李宁乐故意当没看见 任由李一诚夫妇过来 宁乐 李一诚主动打招呼 听到她的声音 簇拥在李宁乐身旁的贵女们 扶身见礼 换了声四皇子 四皇子侧妃 陈嘉宜不懂李一诚为什么要过来 但出嫁重复她不得不跟 让本宫猜猜 你是来给你的侧妃道歉的吧 李宁乐挑眉一笑 浓厉的小脸上 明晃晃的嘲弄 李一诚唇边温笑不变 早听人说宁乐聪慧 如今处之却是如此 她后退一步 学着五皇子李一却那般 郑重其事对李宁乐微微弯腰 致歉 不知道宁乐可否原谅 皇兄侧妃之前的鲁莽之举 话干戈为玉伯 她的姿态比之五皇子不差 加上容颜俊美苍白 最重要的是她抓住了女郎们 渴求被人保护的心理 这一拜 不少贵女对她另眼相看 四皇子虽病弱 但对侧妃真好啊 鲁莽之举 指的是侧妃教唆婢女爬床驸马 还是撒播本宫善度谣言 亦或者是今日之事 李宁乐每说一句 陈嘉宜脸色就难看一分 最后李宁乐带着耐人寻味地问了一句 本宫有个问题很好奇 侧妃婢女爬床驸马的事 四皇兄知道还是不知道 第69章 小心 有蝗虫盯上你了 这下子 连李一成表情都不对了 他唇边笑以为僵 宁乐怎么会知道这些 是驸马漏了马脚 还是 他在自己皇子府 安插了眼线 不过 男主不愧是男主 表情几乎瞬息 就收脸干净 看不出一丝心虚 要不是李宁乐一直盯着他 怕是看不到这么精彩的演出 宁乐 这件事本店是不知道的 李一成迅速否决 宁乐 你为什么总揪着这个不放 陈嘉宜眉头皱疤的死死的 与其用一种不太清晰的轻蔑说道 感情这种事 哪里是别人随便操控的 琳琅和驸马的事 与我和殿下都无干系 没人操控吗 李宁乐笑了 农历眉眼带着明晃晃的讽刺 那侧妃给本宫和大家解释一下 你的贴身婢女 怎么和本宫的驸马认识的 他们神骄啊 陈嘉宜面容镇定 这个问题 她早和四皇子讨论过了 琳琅与驸马 在我出嫁之前就认识了 那时琳琅会为我出门采买一些东西 机缘巧合认识了驸马 顿了顿 她还特别补充 在认识公主你之前 他们二人已然相知相许 哟 还想用现代的思维来内涵她才是小三呢 李宁乐才不惯着她 上前一步 给了陈嘉宜一记响亮的耳光 啪 陈嘉宜被打得脸一偏 眼神震惊而愤怒 你 李宁诚着实没想到 李宁乐说动手就动手 嚣张程度更甚从前 死 真疼 脸皮得多厚啊 才叫本宫手都打红了 李宁乐忽了忽发红的掌心 同时对上女主那愤恨的眼神 看什么看 李宁诚头疼 面色不太好看 宁乐 就算她是侧妃 你也不该无缘无故打人吧 而且打了人还羞辱 这是把她的脸皮也丢在地上才 简直不把她放在眼里 本宫便是打她你又带如何 李宁乐单凤掩威一斜 充斥着对这位皇兄的不屑 李宁诚藏在袖子里的手 微微收紧 他还真不能拿宁乐怎么样 哪怕他是皇子 可他母妃去世 本身又多年不被父皇看在眼里 而面前这个 虽是公主 却受宠至极 今日在水泻里 父皇不也偏袒他了吗 李宁诚难堪极了 他目光不由自主 扫向李宁乐身旁的徐英白 他也会瞧不起他吗 小白 小心点 有蝗虫要盯上你了 李宁乐注意到男主的目光 直白地戳破了他的暗中窥探 李宁诚面皮一紧 狼狈收回视线 宁乐 皇兄先走一步 这地方 他一刻待不下去了 陈嘉宜本想理论 但见李宁诚都走了 自己只能委屈地要走 李宁乐喊住他 等等 你还想做什么 陈嘉宜几乎是咬牙切齿 李宁乐凑近他 陈嘉宜后退警惕看他 见状 李宁乐也不追了 直起身 蔑视道 你才本宫知道 你几个秘密 陈嘉宜脸色一白 瞳孔猛地收缩 李宁乐这话什么意思 他知道自己不是原生 还是知道他是穿越的了 李宁乐欣赏着陈嘉宜 脸色精彩的变换 唇边带着肆意的笑 铜色却无比地冷 这个愚蠢的穿越女 明明顾伯远 是因为头校男主 出入四皇子府 才认识的琳琅 而他竟为男主撒谎说 出价前 琳琅帮他采买认识的 在落魄 侯府公子 也不会看上一个丫鬟 动动脑子 人家就会想到 会不会丫鬟是假 和小姐有思是真 李宁乐若想 完全可以学男主污蔑那一套 说他和驸马有一腿 只要说了这话 不管是不是真的 他的父皇必然会处决了女主 但李宁乐不想让自己的好友 在丢了命了情况下 身后还背负不属于他的骂名 真正的陈嘉宜 是个虽然被欺压 却一直善良的女郎 他受 家里 熏陶 在有限范围内 为自己谋划好了婚后生活 如果没有穿越女 他无论嫁给谁 都会过得不差 哪怕是嫁给男主 旁边贵女们猛然 只当他们是好友翻脸 拿一些过往秘密威胁 不过看陈侧妃的脸色 这秘密 应该不是小事 贵女们露出吃瓜的兴奋表情 李宁乐说完 转身离开 贵女们见状无趣撇嘴 追了上去 原地 陈家仪纯色白的像女鬼 他慢慢抬起头 看着宁乐 在一群行走坐卧 接规矩优雅的贵女中央 摇曳生姿 不仅仅穿戴华贵逼人 容貌更是农历娇艳 压惯群芳 张扬似火 他到底知道了 自己什么秘密 无心停 皇帝听闻了宁乐 和四皇子的冲突 原本看着皇后贵妃 斗法的愉悦 荡然无存 宁乐竟这般放肆 皇帝很想发作 但如今不是好时机 若被皇后他们看出 自己对尘儿的关心 尘儿就危险了 暂且 忍着 身为帝王 竟也有这种憋屈时刻 启德帝挥手一鹤 回宫 萧贵妃猛然 陛下 这就回宫了吗 皇后暗中高兴 陛下累了 臣妾陪宁一起回宫 德妃和贤妃也起身 皇帝冷冷地没说话 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 萧贵妃临走前 吩咐了身旁大宫女留下 自己也赶紧跟上去 李宁乐收到皇帝等人回宫的消息 一点不意外 想到父皇心里 有火发不出 他就开心 哈哈 谁懂啊 这种隐秘的快乐 皇帝等人离场 雅清湖上的少女少年们 反而放开了 反正有陛下旨意 今日他们相处游玩 便不算余局 角落中 李一城正和一戴面纱的女郎作衣 听闻郑二小姐的脸 是侧妃铺子 说出香皂导致 我替侧妃给二小姐道歉 郑华盈因脸的关系 躲开了大众 没想到四皇子会找上来 还是为侧妃过失道歉 本来有些不舒服的郑华盈 心头好说不少 但话还是硬邦邦的 殿下还真是疼爱侧妃 二小姐说笑了 其实也不全是为侧妃 李一城温柔一笑 苍白的眉眼 让人不由自主心疼 因我身体不好 府中事物无人打理 才导致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道歉也是应当的 郑华盈想起 四皇子如今是没有侧妃的 府中每个女主人 有个不懂事的侧妃管东管西 可不会出问题吗 这和四皇子倒无干系 少女眸光扫过四皇子俊美的眉眼 心间颤了颤 那四皇子最好 早日娶个郑妃管事 郑华盈别开眼道 第七十章 勾篮里的都没他会 李一城苦涩一笑 二小姐说笑了 我这样的 还是别耽误旁人为好 怎会 四皇子别妄自菲薄 李一城仿佛一惊 抬眸直勾勾看向郑华盈 少女戴着一袭白色面纱 看不清具体模样 但那双秋水眸 盈盈如水 盛满交集与体贴 话脱口而出后 郑华盈就毁了 他这怎地了 与李一城独处一处 就有些过了 如今还说些有的没的 李一城往后退了一步 温柔笑道 多谢二小姐宽慰 不过此处 只我二人终究不妥 我先离开 二小姐稍后走吧 这话 着实关怀备至 非常考虑女郎处境了 李一城说完 略一点头离开 原地 郑华盈耳尖发烫 心跳如骨 完全的少女情怀泛滥 暗处 李宁乐偏头看向徐英白 嬉笑说道 四皇子和侧妃真是般配 没脸没皮的 到处替他道歉 看似道歉 实则发骚 勾篮里的都没他会 这直白的虎狼之词 叫徐英白脸蛋通红 可男子不就该三妻四妾吗 大家都这样呀 徐英白懵懂 他爹爹很爱娘亲 也有两房妾室 在京中同样勋贵人家 爹爹已经属于专情之人了 李宁乐不屑 哪里该不该 谁定的该不该 宋喜大如 徐英白说完 便见李宁乐 转头认真看向他 他说 女子私会外男 就该进猪笼 按他逻辑 男人三妻四妾得死几回 就因是男子就能赦免吗 宋喜是男的 所以他替男的说话 我们是女郎 不应该听他的屁话 外到此刻有一缕夕阳过来 偏巧落在公主浓历的眉眼上 让他这刻恍若神明 那 听谁的 徐英白下意识问道 李宁乐笑颜如花 听我的 向男 离成这样的人 离他远些 会被吸血的 徐英白呆了呆 公主话中 对四皇子 似乎极为厌恶 看着不像是因为侧妃的关系 而像是讨厌他这个人 好 他温婉一笑 本也没打算与皇子亲近 真乖 李宁乐笑着牵起徐英白的手 看了眼天色 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徐英白点头 两人走出回廊 远处贵女们三三两两往回走 大家都打算离开行宫了 行宫另一处 陈嘉宜抬头看了看四周 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哭着走了很远 因为秉退工人 此刻只有他一人 却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他擦了擦眼泪 抬头看着有些暗下的天空 心头再次犯酸 也不知四皇子去哪了 自己出来这么久 他肯定急坏了吧 想到这里 陈嘉宜转头回去 不能哭了 今日他受了委屈 四皇子只会比他更委屈难过 他可是皇子啊 李宁乐一个公主 能压他一头 他得多憋屈难过 夫人 陈嘉宜猛地抬起头 夕阳光下 他的夫君一步步向他走来 温柔又焦急 你去哪里了 我转身找不见你 一直在找你 陈嘉宜忍住扑进 他怀里的冲动 努力扬起一抹贵女般 优雅的笑容 抱歉殿下 我心情不太好 去散了散心 委屈你了 李宜诚叹息地牵起他的手 眉眼挂着愧疚 是我无用 不是殿下的错 陈嘉宜摇头 是老皇帝有眼无珠 宁愿疼爱一个连 本是同根生相间 和太极都不懂何意的草包 也不看看品性高洁 心胸宽阔的四皇子 回到顾府 李宁乐踢掉脚上的绣花鞋 赤足踩在羊毛之菱形花地毯上 走来走去 旁边桃花和春菊追着他 一个帮他拆卸拆环 一个为他端水漱口 一切忙完后 李宁乐摊在外室的架子床上 道 叫林诺来 桃花文言 去外头叫来林诺 春菊则拿了一副绒鸳鸳软断 披在李宁乐身上 遮住他的赤足 林诺在几步之外行礼 见过公主 起来 府中有发生什么事吗 知晓他问的是驸马之事 林诺立刻道 属下正要禀告 驸马早晨得知 公主离开 想追着去行宫 被属下拦住 回了外院后 卢家来人看望 顿了顿 他道 来人是卢家二房的大少爷 他送了一些礼品 还说了一些羞辱的话 把驸马器的伤口崩裂了 李宁乐坐直了身体 影响他后天上职吗 林诺 属下请了梨郎中过府 说无事 不影响就好 李宁乐松了一口气 对于卢家二房 堪称打脸的举动 完全不在意 甚至巴不得他在狠点 你找个身手好的 盯紧驸马的一举一动 卢家这么紧追不放 顾伯远估计要承受不住 去向太子求饶了 林诺属下遵命 李宁乐白手让他下去 开始琢磨着 接下来挖坟计划 一日 一大早 胭脂铺 引来了好几辆华贵的马车 从上下来的每一位女郎 都是金钟贵女 接戴着面纱 秋双提前被李宁乐安排 在这里坐枕 胭脂长袖上午地 将贵女们 一个个引入单独的雅间 奉上茶水点心 还有侍女精心伺候 郑华迎来的最早 也是第一个进去找秋双的 坐下之后 他却没有第一时间 揭开面纱 而是问道 公主呢 秋双眸色平静 公主在休息 你要看脸 就揭下面纱 让我看看 郑华迎咬牙 最终揭开了脸上面纱 露出红红的脸蛋 像是胭脂涂错了地方 有些地方 还犯着蜘蛛网样的血丝 秋双 稍微严重 眼看郑华迎 提起心间紧张不已的样子 他才补充道 问题不大 我会给你开方子 配合我们胭脂铺的产品 一起用 越鱼就好 真 真能好 真 郑华迎听到能好 眼泪都快出来了 他的脸蛋 请过好几位名医瞧过了 但名医们擅长各种 却少有 对这块有研究的 一个个说没法子 或许等着慢慢能好 也或许一辈子这样 如今秋双说 越鱼就能好 郑华迎怎能不激动 当下按照秋双开的单子 大手一挥 在胭脂铺 购入了好几样说的 新品的护肤品 如郑华迎一般的 还有许多 贵女们对于秋双的话 深信不疑 一下午把秋双刚做出来的新品 一扫而光 而胭脂铺的老客户们 也纷纷询问新品 提前给了银子 说也要买 胭脂铺生意火爆的不行 而对面的淑女方 被人贴了封条 看起来冷清又可怜 得知消息的李宁乐 开心地眯起眼 女主真是个好人 不仅给本宫送了香皂生意 连后续护肤品宣传费 都省了一大笔 接下来 女主该搞那个了吧 第71章 搬个镜子 让她照照自己 配吗 李宁乐决定先下手为强 春菊 奴婢在 去帮我找些人 要会 李宁乐富尔交代了几句 春菊谋色哑然 公主这样是要作甚 奴婢这就去 春菊离开后 桃花从外头进来 手里还拿了一封信 外祖父的信 李宁乐开心极了 之前写的信 有段日子他都没回 李宁乐还担心 是不是他身体又不好了 没想到今天就回了 拆开信封 里头是熟悉的笔记 外祖父续道 说了好多话 好几张纸 都是日常 说他在江南过得多好 天天大鱼大肉 说叶韶那丝推能挣钱 天天天南地北地跑 还吐槽了李宁乐 自己有点丑 让他多学习学习 不然未来账本 都看不懂 李宁乐看着眼角 泛起泪花 嘀咕道 谁说我看不懂 他只是不想看 叶韶虽然讨厌 人品却没问题 挣钱又厉害至极 上辈子他失踪 是在跟船出海出了事故 尸骨无存 也因为他的失踪 宁家被其他虎视眈眈的商户 撕咬瓜分 自己在顾府被幽静 彻底孤立无援 宫中末世 顾家压榨 李宁乐身边的人 一个接一个死的死发卖的发卖 最后只剩下桃花一人 等男主斗到太子 朝中其他皇子皆死伤全无 他理所当然 坐上太子之位 且无人能撼动 上辈子男主顺利地不可思议 这辈子女主没有扬名 自己没被父皇咽弃 最重要的是 前妻大血包三皇子 没有恋爱呢 男主想上位 除非父皇发颠给所有皇子下毒 毒死他们 只剩他一个毒苗 否则 绝无可能 李宁乐唇叛含笑 给外祖父回信 信中如上次一样报喜不报忧 还加了一句 让叶勺别去海上的话 他知道 自己的信叶勺 肯定会提前过目 毕竟外祖父身体不好 受不得刺激 上辈子他因为自己的关系 早早去了 这辈子他得护好他 嗯 顺便也提醒一下 这个会挣钱的吧 写完之后 李宁乐看着信纸上的字 想起外祖父吐槽的 你这字怎么像狗爬 李宁乐把纸团成团 叫来林诺 帮本宫回信 林诺面上不显 心里却激动 公主总算又想起 他会笔墨了 让林诺写完之后 李宁乐拽下笔架上的毛笔 同时拿了一本当代书法 大家的书帖 开始练字 等着 本宫要悄悄练习 吓死你们 星号 两日后 顾伯元总算能上职了 但不为何 他却不想去 如任家那个疯子 一定在摩拳擦掌等着他 只是想到 主子殷切的期盼 顾伯元咬牙穿戴好出门 临走前 他折弯去了一趟宁之院 这次却没进去 而是迎风寒情默默地 看了宁乐卧房方向好一会 最后 忧郁收回目光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李宁乐知道 这事的时候 眉头皱得能打结 啊 好恶心 林诺 找人方便镜子在门口 林诺不解地点头 就听李宁乐诱到 让他照照自己 那臭德行 以为自己是情圣吗 真晦气 晦气的李宁乐感觉 宁之院都待不下去了 好在今天约好去谢云运家 李宁乐坐上马车 离开顾府 侯夫人临时听说了宁之院的动静 摇头 驸马真是 让人不知道说他什么好 夫人 老夫人 说感觉身子不舒服 叫您过去伺候 外面丫鬟进来禀告 林试脸上血色褪去 娘亲 你怎么了 小团子顾柏林仰头问道 林试赶忙收敛表情 努力挤出一抹温柔 没事 林儿乖 自己学自罢 娘亲去去回来 娘亲骗人 每次娘亲 去祖母那边都不回来了 林儿都等你等困死了 林试苦笑 把顾柏林交给奶娘 奶娘担忧道 夫人 老奴去叫侯爷回来吧 不用 侯爷上职 哪里有空 再者 习惯了 林氏摇头 若叫了侯爷回来 老夫人 只会更变本家里 奶娘无奈点头 小白 李宁乐的马车 停在英国公府门口 不到一刻 徐英白就出来了 快快上来 李宁乐探出窗招呼道 徐英白望着 张扬热烈的宁乐 温婉一笑 扶着琉璃的 手踩着软 蹬上了马车 一进来就被惊到了 从外头看公主的马车 已然滑跪至极 不想内里更加奢靡 照明用的是夜明珠 和九转琉璃灯 地上铺着波斯地毯 桌椅是千金南球的金丝南木 一整套都是 而且极其宽敞 加上他和琉璃 马车里成了五个人 一丝不拥挤 冲他微笑的宁乐公主身后 还挂着两幅竹画 随着马车摇晃 那竹仿佛活了一般 徐英白一眼认出 那话是大商竹仙人所做 据说竹仙人一生 只有四幅竹画 每一幅都是无价之宝 徐英白曾托人寻了好久 都未曾寻得 不想今日一件件两副 你喜欢这个 李宁乐注意到他的视线 转头看了一眼 起身把画拿了下来 送明 徐英白惊讶睁睁大眼 这不行 公主 拿着 我这人品味俗气 听说竹子 象征高雅才放的 实则我一点不高雅 李宁乐 把画强硬塞给徐英白 眨眨眼道 就喜欢大红大紫的金银珠宝 连肃镜的东珠 我都不太爱 徐英白不再扭捏 多谢公主 他接过画 满满喜爱 李宁乐 比他还高兴 嘿 找到小白喜好了 之后送礼物好送了 马车平稳 行驶了一段时间 李宁乐 和徐英白品查欢笑 直到车夫传来一句 公主 谢府到了 李宁乐和徐英白 一同看向窗外 巍峨壮丽的府邸 出现在他二人眼中 得了消息的谢家人 由谢夫人 带领其他人 前来迎接 见过宁乐公主 谢夫人写府中 众人行礼 又道 公主勿怪 云云身子不是 所以不能出来迎接 这么严重 李宁乐和徐英白 对视一眼 谋色担忧 快带本宫去看看 是 谢夫人在前方引路 其他谢家人 则被打发走了 谢家二房嫡女 谢云依不高兴道 大姐姐什么时候 和宁乐公主 这般要好了 竟亲自来看她 三房嫡女谢云宁 则有些担忧 这位宁乐公主性子 可不太好 若是大姐姐想不开 和她说了什么 那就糟糕了 文言 谢云依眼球转了转 走 我们也去看看 啊 这不太好吧 装慎 你说那话不就是想 怂恿我过去探听消息 别想置身事外 谢云依拽着谢云宁就走 第七十二章 你是不是玩不起 云云 公主和徐家小姐来看你了 谢夫人带着李宁乐 和徐英白 进了一处雅致院落 推门而入 轻声唤了一声 躺在床榻上的 谢云云文言转头 李宁乐一正 谢云云是真病了 小脸犯着病容的苍白和憔悴 双目肿得像核桃 眼神无神地看着天 听见母亲说 公主和徐英白来了 她扭头看来 瞧见李宁乐 第一眼不知怎跌 心头委屈迸发出来 公主 小白 公主你来看我来了 谢云云一把 扑进过来李宁乐怀中 像是抓住了 什么救命稻草 直接嚎了一嗓子 公主 臣女不想做侧妃 李宁乐眼眸一沉 德妃竟还没死心 没毁了谢云云的名声 却还要她 堂堂敌女做侧妃 疯了吧 你这孩子 病糊涂了吗 胡乱说甚呢 谢夫人没想到 谢云云对着一个外人 就能道出这等心密之事 尴尬地轻拍了下谢云云 眼底却带着几分愁 李宁乐扭头笑道 谢夫人是说 德妃没有叫小云 做侧妃的意思吗 谢夫人噎住 不怪我娘亲 是我爹爹 谢云云小声说 立刻被谢夫人训斥了一句 云云你爹爹 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叫我做侧妃吗 谢云云又想流泪了 若早知今日 还不如当日告诉父母 自己和外男共处一时不清白 搅了头发做姑子去算了 没得被人羞辱到门槛上 谢夫人面容苦涩 欲言又止 看上去明显有苦衷 知道 不管如何 爹娘不会害你的 大皇子与你表兄妹 做他侧妃 也不会比正妃差在哪里 娘娘也说了 即便未来正妃 入门也护着你 我不要 谢云云崩溃怒吼 眼泪横流 要我做侧妃 除非我死 李宁乐感觉 出谢夫人表情有些微妙 一手轻拍谢云 运安抚他的情绪 一边效忠戴讽道 谢夫人 大皇兄上一个正妃 只是谢家庶长女 结果他过世后 小云身为嫡女 却只能做个侧妃 谢家真好心 以谢云云的家世身份 他做祭事 已经是很委屈了 得非由不满足 一边想要谢家 死心塌地的支持 一边还想留着正妃之位 笼络他人 算盘惊吧 谢夫人哪里听不出来 李宁乐 在嘲弄谢家好欺负 只是 他也是不得已 若不做侧妃 云云怕是活不下去的呀 公主 这是我们谢家的家世 你一个外人过问 不太好吧 在门口偷听的谢云依 拉着谢云宁跳了出来 谢云宁想 挣脱他的手 挣脱不开 只能挂着略微尴尬地笑 轻声道 臣女谢云宁见过公主 公主万安 谢云一笔 一瞥了一眼 谢云宁狗腿的模样 抬起下巴 眸光幸灾乐祸地 扫了谢云韵一眼 大姐姐做侧妃 是娘娘的意思 若不遵从 便是害了谢家满门 大姐姐 你能这么自私吗 再者 这件事大伯父已然应下 你此刻行为 更是大不孝 一段话 不忠不孝的帽子 直接兜头扣了下来 谢云韵小脸煞白 眼底绝望 她不想做侧妃 但也不想 因此害了家族 成了不忠不孝之人 好难 谢云韵苦涩敏唇 不然还是妥协吧 放肆 本宫在说话 有你个丫头骗的什么事 谁允许你插嘴的 李宁乐单凤眼一邪 眼神凌冽又嚣张 桃花 娇娇这位跋扈的 谢家女郎规矩 谢云一跳脚 我是谢家嫡女 公主你不能 桃花上去就是一脚 谢云一扑通一下 跪在地上 五体投地地惨叫一声 谢云宁很迅速地后退一步 避免遭殃 眼底带着惊骇 宁乐公主好跋扈 变她是公主 谢家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 她怎敢如此 竟在谢家教训 谢家嫡女 李宁乐当然敢 谢家是五姓大族不假 然谢云一 只是个小嫡女 又不是家主来了 若让她在自己头上放肆 出去还怎么混 何况 她师出有名 见了本宫不见脸 还大呼小喝 谢家的家教 真让人大开眼见 李宁乐凉凉地开口 眸光却若有 肆无扫了一眼谢夫人 谢夫人 她本来觉得很解气 这回又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 公主这是指桑骂怀呢 只是她什么时候 和云云这般要好 也没听云云提起过 不过 眼下得先解决事端 得知谢云一 被公主教训 二房夫人 急匆匆赶来 她性子和谢云一 一道不相同 沉浸又老谋深算得很 一来便先教训 谢云一没规矩 好一通训斥后 才抬起头 冲着李宁乐 扶身一拜 公主 云一年又说话 不经过大脑 还望您海寒 谢二夫人言重了 李宁乐 让谢云运躺好 自己坐在床 他边的小凳子上 姿态张扬 言辞诚恳 说话经过大脑的前提 是有脑子 二小姐没有 回去多给她补补 谢二夫人 谢云一脸皮长得通红 想要反嘴 就接到了 自己母亲一记冷眼 捏捏了回去 公主教会 臣妇记下了 谢二夫人 垂手恭顺的应声 李宁乐挑眉 好个谢二夫人 心机深沉 能忍耐 怪不得之后 大方倒了 他们二方 压了三方成功上位 他恭顺 宁乐自然更嚣张 记下就好 今日也就本宫好馅 不和谢云一计较 否则不然 打板子都是小事 外人要知道了 恐怕没人敢上门提亲了 李宁乐说完 谢二夫人 脸色变了 果然 孩子都是母亲的软肋 谢二夫人觉得 宁乐公主 当真无理且无恼 给她三分颜色 竟要开染防 稍微客气下 真当自己是皇子了 公主说的是 只是我家云一 虽冲动了些话 却说得没错 自古君不问陈家事 谢家的事 再如何 也与公主勿干 李宁乐府长大笑 说得好啊 有道理极了 是本宫不对 这话 谢二夫人听着怪怪的 而且哪有人背对了 还脸上笑容不变的 这公主是虎吗 本宫错了 本宫一开始就不应该来谢家 如果不来谢家 也不会遇到这些糟心事 如果 李宁乐巴巴了一通 谢夫人 谢二夫人 谢云一 谢云宁都被绕懵了 谢云运和徐英白 以为公主 是被气糊涂了 谢云运担忧想开口 就听宁乐一声大喝 本宫应该进宫 去找父皇 问问他今天这事 究竟该不该问 不是 你是不是玩不起啊 第七十三章 本宫什么时候成了男人 不仅谢二夫人慌了 连谢夫人都坐不住了 公主 这等小事 怎么好扰了圣上清静呢 所谓君不问陈家事 那是君主自迁 真想问 臣子还能说不吗 再者 谁不知道宁乐公主 巧舌如簧 他去告状 不定说些什么呢 德妃在宫中并不算受宠 连带谢家 也有些坐冷板凳的意思 他们可不敢确信 皇帝会不会借机 消谢家一把 公主息怒 谢二夫人等人跪了一地 谢夫人更是屈膝 蹲在李宁乐身边 低声道 今日之事是谢家不妥 望公主看着云云 份上高抬贵手 笑话 就是为了谢云云他才大闹的 李宁乐眸光扫向院外 等一个真正能做主的 来和他说话 谢云云也有些慌张 徐英白拍了拍他的手 虽然他不知道 公主为何发怒 但定然有他的道理 谢云云一正 小白和公主很默契的样子 百花燕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的是吗 李宁乐不说话 谢家其他人也不敢起身 谢云云不服气急了 谢云云獰死了 就不该跟谢云云来看这个热闹 大姐姐护背娘娘指称侧妃 便叫他起了心思 想着郑妃须得出在谢家 她是嫡女 未必没有机会 结果谁知 冒出来个宁乐公主 前两日百花燕他就看出来 这个宁乐公主不好惹 从前只是张扬了些 孤僻了些 如今不仅张扬 更是有点形式不顾后果的疯狂 你完全摸不清 他会走神妖路子 谢云宁敦的腿都抹了 他悄悄抬头看了一眼李宁乐 他绷着小脸冰冷严肃 明明上一秒还在笑 皇家人都这样会变脸吗 一直不知过了多久 愿外来了动静 李宁乐余光瞥了一眼更露 从他说出那句话之后 到现在一炷香时间 宁乐公主 老臣不知公主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请您恕罪 来人正是谢云云的父亲 谢家这一代的家主谢青山 谢青山约摸四十出头 朝服穿得歪歪扭扭的 明显是后套上的 李宁乐扫了一眼 谢家主再行不任职啊 最近京城不太平忙的 你衣服都没穿好 谢青山听出他语气里的嘲弄 有些尴尬 今日他休目 公主上门按理说 应该出来迎接的 但他觉得 一个公主又不是皇子 没必要上赶着 让夫人接待就是了 没成想 这公主也这么厉害 这是怎么了 谢青山生硬地转开话题 怎么跪了一地 是你们慢带了公主吗 谢家主和本宫故意装算呢 李宁乐才 懒得和他打官枪 让谢二夫人下去吧 本宫有点私事 要和谢家主说一说 谢青山 你们先退下吧 他挥手让谢二夫人等人离开 谢夫人犹豫着 自己是不是也该退下 谢夫人留下 是 丫鬟仆人也被亲了出去 桃花春菊 以及琉璃三人守在门口 确保没人接近 偷听到 徐英白去了侧间避开 屋内只剩下李宁乐 和谢青山一家三口 公主有话不妨直说 李宁乐 撇了这装模作样的人一眼 本宫自然要直说的 德妃叫你们让女儿做小 你们就同意了 谢家主没骨气的 让本宫以为德妃的大皇子 明日要登基了呢 公主慎言 谢青山一头虚汗出来了 直白议论这种话 和谋逆有什么区别 如今可是有太子呢 谢夫人也是脸色又白又红 既是背下的 也是骚的 谢云云瞠目 公主真是太敢说了 公主 这件事真不是我们做父母的 不心疼孩子 谢青山缓了神 虽然不明白宁乐为什么要横插一杠 但想到大皇子都拉拢他 自己也不敢得罪太子 是他自己不争气 谢云云脸色一白 猛地抬起头 看向自己的父亲 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爹爹 是德妃和你说了什么 放肆 那是你亲姑母 对于女儿谢青山没那么客气 拿捏起父亲的架子 眼里更是不加掩饰的失望 你当为父 乐意你做侧妃 你大姐述出都是郑飞 你个嫡出去做 侧妃丢的难道不是我的脸吗 还不是因为你 你 因为宁乐在此 谢青山那句你 没了轻欲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要真说出来 谢家才成了真笑话 老爷 谢夫人泪眼婆娑 别说了 说出来 云云就彻底没活路了 哼 你教的好女儿 谢青山望着妻子低眉顺眼的模样 更气了 又瞥了一眼惨白小脸 明显失了之前抵抗傲气的女儿 更觉得自己底气十足 公主 你也瞧见了 我们家是有苦衷的 若可以 我怎么愿意女儿成侧妃 就为这个 二房三房人心浮动 对郑飞位置虎视眈眈 未来若大皇子能出头 郑飞是二房或者三房的 他这家主更难作文 谢云玉 真是太不争气了 什么苦衷 本宫怎么没听明白 李宁乐冷笑着反问 这 谢青山哪里肯说 李宁乐非逼着他说 不愿意说 那本宫去问问父皇 他肯定愿意帮本宫查 谢青山一慌 这一查 还不闹得人尽皆知 那谢家名声还要飙了 谢夫人泪流满面 公主 您别问了 这对云玉不是好事 谢云玉垂着头没什么反应 只有两端的手 在紧紧的死死地握着 谢青山在心里权衡力弊完 抬头道 云玉她和外男共处一世 已经不是清白之身 娘娘愿意给侧妃之位 是在救她 公主满意了吗 她这话说得颇为怨恨 好似放弃女儿 全是李宁乐逼迫为之 老爷 谢夫人几乎快要哭晕过去 她搂着谢云玉 哽咽 我的女儿 当然不满意 本宫竟不知道 本宫什么时候成了男人 李宁乐吃笑一声 说出来的话 却叫屋内三人同时惊骇 尤其是谢云玉 她眼底还带着 挥败颓丧的气息 却在这一刻 泛起亮光和错额 谢青山惊讶 公主这是何意 自面的意思 李宁乐给了谢云玉 一个安心的眼神 继续道 那日本宫和谢云玉在一起 在场的还有丞相府的二小姐 哪来的男人 谢夫人惊喜过望 公主 此言当真 不幸的话 你现在叫人过来问 第74章 穷三秀才崔恒生 谢青山猛了 云玉 你那日真的是和公主 还有丞相府的二小姐在一起吗 她转头问 脸色苍白的女儿 谢云玉咬唇点了点头 公主帮她 自己绝对要争气 是吗 你们三个在一块作甚 为父记得你 平素和公主 还有丞相家的 街舞往来吧 谢青山眼神怀疑 她觉得 公主在故意帮女儿瞒着 谢云玉错愕抬头 爹爹你 这是什么意思 她怎么也没想到 公主为她做宝 爹爹第一想法不是高兴 而是怀疑她 心头涌起一阵寒心 难道非叫女儿做了侧妃 你才高兴吗 谢青山脸色一沉 谁许你这般和我说话 谢云玉 你的教养呢 老爷 谢夫人搂着谢云玉 眼中带着责怪 云玉清誉明明没有问题 得飞圈那般说 住口 谢青山喝住谢夫人 娘娘是谢家人 定然不会害自家人 想来是被其他人给蒙蔽了 反正我的女儿 绝不做侧妃 谢夫人抿了抿唇 挤出一句话 先前是德飞说 女儿和外男共处一事 轻欲有损 不做侧妃 就得轻登古佛 或者一根白铃 为女儿着想 谢夫人才忍着心痛劝的 你这是什么话 我是云玉父亲 还能害她 谢青山拧眉 顿了顿又道 这件事 我会和德飞说一声 正飞还是云玉的 谢夫人想说什么 谢青山打断了她 你继续陪着云玉 别让她再闹腾了 说完 她冲着宁乐行礼 公主 此事已了 多谢你特意跑这一趟 真的了吗 未必吧 不过李宁乐也知道 适可而止的道理 谢云玉到底是谢家女 她帮着证明 清白已经够了 再多言 既不占礼 也没用 谢大人客简 李宁乐灿烂一笑 等云玉过两日 身体好些 陪本宫去一趟金佛寺如何 谢青山很满意 李宁乐的适可而止 想了想不过去趟佛寺 那里还是皇家寺院 不大会出问题 便笑着点头 公主邀请是云玉的荣幸 转头吩咐谢云玉 你好好养身子 爹先去忙了 谢云玉抿唇 嗓音有些哑 也有些淡漠 谢谢爹 谢青山没察觉出女儿的不对 转身离开 原地 谢夫人也留了空隙 给女儿和公主说话 小白 李宁乐去把徐英白叫了来 两人刚重新做好 谢云玉便哭了出来 泪珠犹如断了线的珍珠 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哭出声 而是很压抑着流着泪 李宁乐默然看着 徐英白微微叹息 轻柔拍了拍谢云玉后背 什么也没问 就默默陪着 谢云玉这一哭 便哭了快小半时辰 小脸煞白煞白的 嘴唇更是干裂 李宁乐有些不耐了 她起身去桌子上拿了一壶水 到了床边 伸手掐住谢云玉的下巴 捏了嘴来 就往里灌水 粗暴又吓人 徐英白惊呼一声 谢云玉污了两声 咕噜噜喝了起来 哭了好一会渴死了 差不多得了 哭哭啼啼的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已经嫁了呢 等谢云玉喝 差不多了 李宁乐把水壶往地上一丢 砰的一声脆响 让谢云玉下的打了个嗝 巫公主 她不是因为这个 本宫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那哭就有用了 李宁乐知道谢云玉的伤痛 那是被至亲之人算计 被抛弃才有的绝望与悲伤 遇事就要解决 实在忍不住 可以哭着解决 总之不能坐以待毙 我 不知 得 得 怎么 怎么办 谢云玉抽抽叹叹地说 那是她的爹爹 从小到大最崇拜的人 可为了一些利益 她那么轻易地放弃了她 甚至 她甚至知道别人算计她 却没打算追究 还打算将自己嫁去 那个算计她的人家 李宁乐 那就别想 先顾好眼下 她指了指谢云玉 那块睁不开的核桃眼睛 过两日 本宫去金佛寺 你打算这么和我去 谢云玉揉了揉眼 好痛 不仅眼睛痛 头也痛 心也痛 哪里都在不舒服 睡吧 睡醒就好了 徐英白温柔开口 谢云玉点点头 慢慢躺了下去 闭上眼 逐渐睡愁 李宁乐和徐英白 悄然离开 嘱咐了谢云玉的丫鬟 两人离开谢府 走的时候 谢夫人亲自送他们到门口 公主慢走 谢夫人深深一拜 一切谢意尽在不言中 李宁乐摆了摆手 头没回地上了马车 南街 一家名为雅居的书画铺子里 一轻一书生被打了出来 小儿催道 去去去 你什么身份还想把你的书画 寄卖在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只卖名人字画 瞧你那寒酸劲 书生被推了一个踉枪 跌倒在地 手中捧的书画也散落开 滚落一地 沾了不少泥泥 小儿没有丝毫歉意 只看他穿着 就知是个穷酸书生 尚不得大雅之堂 他们雅居笔墨字画 最次也得举人老烟 如他这般 怕是顶多是个秀才 轻一书生抿着白唇 低头把自己的墨宝捡起 眼眶一点点发红 愤恨不甘 以及屈辱 而等狗眼看人低 胭脂我催横生他日 不会高中 哈哈 高中 你混在青天白日梦呢 小二痴笑一声 大商科举制度森严 穷人几乎没有上升通道 一辈子的成就 只在秀才 是以小二插着腰 毫无顾忌地叫骂 赶紧滚 别捂了我们雅居的门 只论名气 不论真才实学 雅居 不过儿 崔恒生说完 毫不犹豫地转头离开 小二 黑你个穷三秀才 正巧之后有客人临门 他立刻变了个脸色去迎客 谢公子来了 您来的巧尖 有名是大家的 不远处 送完徐英白 恰巧路过这里的李宁乐 默然放下玉莲 回吧 遵命 公主 崔恒生和其他人 一起逼让公主拦驾 这马车可真豪华 外头随便捶着的一颗珠子 便能够他一年花销 想到书画没卖出去 自己所有盘缠也花光了 恐怕不日就要被赶出京城 回到老家 一腔报复无所施展 崔恒生眼圈再次一红 好不甘心哪 这便是那位宁乐公主的鸾架吧 是 端看马车华丽程度 便可知公主受宠程度了 顾驸马真是祖坟积德啊 养了外事 竟还哄个公主 给他谋了个数级式的圈 哎 人比人 气死人啊 崔恒生听着旁人议论 再次抬头 这一次他看见了玉莲朦胧后 一张如神女般天眼 第七十五章 以目常知 其味甚心 这书生长得能用俏理形容 以及那一双眼 满满野心与欲望 让人心惊 李宁乐饶有兴致弯了弯唇 却没叫停马车 很快 两人错开 马车向前方驶离 将崔恒生甩在了身后 李宁乐也没再去看 而是想着和徐英白约 好几日后去金佛寺的事 原地 崔恒生挣了许久 才被人潮拥挤惊醒 这一瞥 在书生贫穷的人生中 划开了一道名为权贵的天幕口子 短暂地展现了 他最最渴望的东西 回到顾府 李宁乐刚坐下不久 就听闻顾伯远下直回来了 这次 他依然先来了自己的院子门口 准备继续早晨地操作 不想发现 门口多了一块华丽的镜子 镜子旁还站着公主 亲卫队长林诺 公主这是何意 顾伯远一头雾水地问林诺 林诺不太愿意给他眼神 冷冷道 公主让你照照镜子 顾伯远 什么意思 以目常知 其味甚心 林诺一字一句 顾伯远面色微变 很快连起神色 做去无奈深情的模样 公主还在生我的气 我明白 应该的 他深吸一口气 冲着宁乐院子方向摇摇一拜 顾伯远对公主的心 天地可见 日月可表 林诺抬头看了眼天空 面无表情 今夜无月 顾伯远一腔柔情 被林诺四个自己垮 他尴尬地笑笑 我明日再来 和公主请安 林诺目着脸 懒得再回话 顾伯远信心离开 转身后眼神怨毒 该死的护卫 迟早弄死你 院子里 李宁乐听到桃花 禀到了院外的动静 笑得前辅后仰 林诺是有点独嘴在身上的 林护卫读过书 的确厉害 春菊也笑 读书的确有用 李宁乐沉思 找机会他也得学点 开阔下眼界总是好的 如今先学会写字罢 不急 公主 热水好了 桃花听了小丫鬟禀告 过来说道 泡在浴桶中 李宁乐感觉一天的疲惫 都消散了 桃花和春菊 一人为他洗发 一人为他轻磋身体 李宁乐随着他们摆弄 小脸泡得红扑扑的 脑子却一直在动 今日破坏了德飞的 算计他肯定会恼怒 之后不定 怎么对他下手 还有萧贵妃 三皇子拒绝不代表他放弃 只是有萧嫁在 暂时应该没时间 折腾到小白身上 最主要的 还是皇帝和男主 他们肯定会继续算计 直到让英国公府 站上四皇子这艘破船 不能被动等待 还是要主动出击 德服公 德飞收到了谢家 拒绝为侧妃的消息之后 大怒 好个谢青山 本宫给他脸了 竟也敢和本宫讨价还嫁起来 喜剧低声道 听闻是宁乐公主做宝 说当时他和谢小姐在一起 才叫谢家主重启了心思 宁乐 德飞没想到 这是和宁乐有关 谢云运成侧妃 与他合肝 让他效忠浓二 不是让他来作妖的 这个嚼屎棍 他恨恨道 如今谢家得知 谢云运轻欲无损 死咬着正妃之位不放 简直短视 若非前途谢家女 没留下一儿半女就死了 他也不用苦心筹谋至此 偏生谢家贪婪 德飞手搅动帕子 眼瞅着就成了 结果被宁乐破坏了 喜剧 传令叫谢青山 明日来本宫这里一趟 之前那个计划 他还想着 会不会过分了些 如今看来 当真一点不过分 宁乐这性子 是该好好掐一掐了 否则带刺的话 放在农儿身旁 总会扎手 深夜 子时时分 李宁乐刚入睡不久 听到外面一阵吵闹声 他翻身滚了两下 吵闹声还在 气得李宁乐一脚踢开颈背 桃花 公主 桃花从外间奔进来 语气压低 公主被吵醒了吗 外头是侯夫人的奶娘 说是侯夫人生病 高热球大夫上门看诊 她自己不会去怎爹 还得本宫的人给她使唤 李宁乐怒道 桃花 好像说是老夫人 压了门房钥匙 不许出去 这老脚屎棍 自己没叫 就要搅得 别人也不许睡嘛 李宁乐无语了 叫林诺帮忙开门放人 赶紧消停安静 再弄出动静来 本宫打所有人板子 说完 她屁股一扭 转身钻回被窝 桃花急忙出去 转达她的吩咐 临时的奶娘感恩不已 连忙带着人退了去 院子里安静下来 李宁乐这一觉睡到天亮 哈 天亮后 李宁乐打了个哈欠 外面桃花听到动静 立刻进来 随即冲外喊了一声 公主起身 顿时 春菊带着其他丫鬟步入房间 为李宁乐梳洗换衣 等李宁乐坐在餐桌前 膳食也摆好了 她拾起银块钢药用膳 外头传来通报声 公主 侯夫人和小少爷来了 让他们进来 很快 林氏和抱着顾柏林的奶娘步入厅堂 一进来 林氏就拜倒在地 参见公主 多谢公主昨夜救命之恩 李宁乐抬手让人扶她起来 行这么大礼作甚 不过举手之劳 林氏面色还很苍白 显然是刚能下床 就过来谢恩了 闻言 她柔柔一笑 对公主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却是救命之恩 若非公主 昨夜命人开门 自己这次怕事难挨 老夫人磕待你 侯爷都没反应呢 李宁乐问道 听到侯爷二字 林氏脸色微微变了变 侯爷他 忙 没有空闲管 后宅这等微末小事 忙得屁啊 顾侯爷每天都快嫌出屁来了 只是林氏不说 李宁乐也懒得问 让他们请过安退了下去 看了眼林氏若柳浮风的背影 李宁乐转头吩咐桃花 给侯夫人送些补品去 是 桃花屈膝一幅 那头 林氏收到李宁乐送来的燕窝人 生虫草等滋补之物 眼圈一红 自嫁状田径顾家后 我多久没吃过燕窝了 便是侯爷心疼 我也只会哄一些好听的话 奶娘眼底带着心疼 好在公主孝顺您 夫人也算苦尽甘来了 不 这是公主恩德 林氏摇头 顾柏远又不是她的孩子 公主便是孝顺也轮不到她 何况 公主就不像是按理叫来的人 奶娘点头 又想起什么 夫人 这次老夫人着实过分了 竟明知您高热不退 也不肯让人请大夫上门 说说吧 说了没用 那是侯爷的亲生母亲 她能如何 林氏摇头 低头喝着李宁乐送来的燕窝 眼泪聚集 谁叫我娘家无人 忍着吧 忍到老夫人去了 也就算熬出头了 又过了几日 这天下午 李宁乐睡了午觉起来用燕窝 林诺进来禀道 公主 属下派去的人得知 驸马去了东宫面见太子了 第76章 一位驸马加急丧葬一条龙订单 哦 待了多久 李宁乐问 林诺 约莫一个时辰 回来后 驸马命小厮去外头酒楼 拿了好些酒菜 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 桃花嘀咕 肯定是奢账的 真不要脸 驸马的俸禄 可没交给公主宁 他那点俸禄 本宫看不上 吃颗葡萄都不够 李宁乐眼眸弯弯 顾伯远这么高兴 想来是太子收用了他 好啊 计划差不多了 只差一个三皇子入局 不过顾伯远短时间 应不会主动交集三皇子 他给下一剂猛要去 走 我们去外院见一见驸马 是公主 桃花屈膝 跟在李宁乐身后 林诺有些不解 公主这是要做神 外院 顾伯远坐在桌边 琳琅伺候他用膳 少爷接而回来了得晚些 心情却是不错 琳琅一边用弓筷 为顾伯远布菜 一边笑迎迎道 前些日子 驸马美美归府 都是黑着脸 生闷气 琳琅不清楚具体缘由 但估摸着 和那位卢家二少爷 脱不了干系 顾伯远连日来的阴郁 消散殆尽 太子接纳了他 明日之后 看卢任家 还敢对他放肆 卢家虽是太子母家 然他背后也有公主在 有太子保他 卢任家只能干瞪眼 他要将前些日子的屈辱 统统报复回来 少爷 公主来了 顾伯远沉浸在 美好想象中时 小思进来传话 顾伯远赶忙 让琳琅离他远些 自己则起身去迎人 李宁乐扶着桃花的手 摇曳进来 眸光扫过屋内陈设 比之前华丽许多 桌上摆的膳食 更是京中最好的酒楼所出 角落里 琳琅战战兢兢缩着 不仔细看 都发现不了 驸马挺会享受 他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 这是醋了 公主怎么来了 顾伯远眸底划过一抹欣喜 面上挂着无奈 又特意温柔解释 琳琅在伺候我用膳 并非公主所想那般 本宫问的是这些陈设 李宁乐眉梢一扬 扶着桃花的手坐下后 凉凉道 这一整套的紫檀木百剑 以及那些古董真丸 你买不起吧 公主这是何意 顾伯远面皮泛起一抹恼怒的红 宁乐这是什么意思 想说他花了他的钱吗 他顾伯远还没那么没用 这些是祖母命人摆上的 还特意强调 祖母从自己库房拨来的 王室哪有自己私库 不过是挪用了临时嫁妆后 又仗着有他兜底 在这装阔绰把了 装吧 李宁乐压住嘴角的笑 转头问道 听闻近段时间 卢家那位对你还是不依不饶 顾伯远面色不怎么好看的点头 是 卢仁家仗着皇后太子的威势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李宁乐听他抱怨了一大串 不耐打断 你有什么可让人放在眼里的 顾伯远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公主来此是为羞辱我的吗 那倒不是 本宫就是来让你忍一忍 卢仁家备受皇后宠爱 太子皇兄都拿不住他 本宫更不用说了 一个没什么权势的公主 说着 李宁乐假意掏出手帕点了点眼角 闻言顾伯远一正 便是在受宠太子 也不可能拿不住他吧 这怎么可能 卢家虽是皇后娘家 太子助力 却也不可能越过太子 因为卢仁家救过母后一次 救 救过皇后 顾伯远惊呆了 是啊 命真好啊 本就是皇后娘家嫡系 还救过皇后一次 李宁乐点头 他感叹道 这件事是宫廷机密 本宫不便和你多说 总之你在汉林府受累 或许等他玩腻了 就不会再找你查了 顾伯远听得脸发白 等卢仁家玩腻 得等到何时 卢仁家如今没再打你了吧 李宁乐关切问道 要是打了他要去收费的 打可以 不能白打 多谢公主关心 暂且是没了 顾伯远露出感激的神色 只是 如今卢仁家不动手 却手段更加阴毒 待人排挤孤立 他都算是温和的 教唆那些文臣骂人 不带脏字的辱骂他 脏活累活全叫他做 如任家带人在旁客瓜子 偏生那些活做完 功劳却都是他的 汉林府中无人帮他 顾伯远每日上职 都觉得在上坟 苦不堪言 没等他细说 李宁乐打断他的话 行 那本宫就放心了 天色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明日还得上职 顾伯远 他原本因为投靠太子之后好的心情 这一次再次跌落谷底 少爷 公主说的话 未必是真的 您别放在心上 旁侧伸来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 为他擦了擦额尖的汗 顾伯远牟底光芒明灭 不 公主说的应当错不了 少爷就这般信公主吗 琳琅心底有些发酸 明明公主那般对他了 为何还觉得他的话可信 顾伯远摇头 你不懂 公主性子看着娇蛮 实际单纯的紧 要不然 也不会为一句承诺 公主便下嫁于他 如今公主 对他不假词色想来 都是因琳琅的缘故 你这些日子就别来了 去西乡房住着吧 顾伯远神色冷淡了不少 琳琅脸色瞬间苍白 咬了咬唇 低头道 是 等琳琅离开 顾伯远开始琢磨 该如何进行下一步 投诚太子 是主子定下计划的一环 自己也想让太子 抑制卢任家那个疯子 好找机会教训他 不想太子竟也压不住 如此一来 或许只能提早找上三皇子了 三皇子身份尊贵 几乎和太子匹敌 利用他对付卢任家 既能出口恶气 又能为主子削弱太子的一定势力 想来他会很愿意的 您之愿 桃花给李宁乐上了一盏茶 公主您怎么还劝驸马忍一忍呢 要奴婢说 就该怂恿他去和卢家少爷对着干 然后让他被人暴打 就顾伯远那耸包 他也得赶啊 李宁乐痴笑一声 武将加出来的农包货色 被卢任家这么折磨 他想的办法是去找太子投笑 指望太子帮忙 这种人怕是连和卢任家 打一架的勇气都没有 桃花目露嫌弃 那公主为何还要提醒他 太子押不住卢任家呢 春菊想不通 这不是在帮他吗 李宁乐笑容灿烂 本宫在为他下家级的丧葬 一条龙订单 啊 桃花和春菊呆呆看他 李宁乐 看吧 不出两日 他就要去投奔三皇子了 第七十七章 三千两给公主买糖吃 一日 李宁乐用完早膳 春菊来报 公主 之前您要奴婢寻找的人找到了几个 奴婢安排他们住在郊外的庄子上了 走 去看看 李宁乐撂下筷子 起身就走 公主找了什么人啊 桃花跟在身后好奇问道 春菊面露古怪 李宁乐却笑 一些个能人意识 能人意识啊 做什么的 李宁乐转身捏捏桃花小脸 到了你就知道了 郊外庄子中 几个衣衫破旧的人齐聚一堂 他们互相大眼瞪小眼了一回 一口同声道 你们也是道士 同传啊 幸会幸会 不知道这家主人 找我们这些道士要做甚 如今不是福道盛行吗 其中一位年轻些的有些忐忑 他从小做道士 最开始还不错 两年后 当时的皇帝 饮好食丹要过早驾崩 导致继任皇帝 对道士很是不喜 虽没有赶尽杀绝 但他们日子 却很难过 炼丹更是不许 不知 管他呢 来了有饭菜伺候 听说 若是得了主人喜爱 还能领月份十两 听到十两月份 本还有些不安的其他几个道士 露出期待 如何得主人喜爱呢 等主人 来了就知道了 说是一会就到了 门口 李宁乐 扶着桃花的手下的马车 望着这处 有些陌生的庄子 公主 这庄子名为 懒月斋 春菊负责管理 李宁乐手中的嫁妆产业 这处懒月斋 是宁家主天给公主的嫁妆 地处郊外 风景绝佳 附近那一排 也都是公主的 嗯 安全性也高 李宁乐很满意春菊的安排 你最仔细妥贴了 多谢公主夸奖 进去后 叫我宁小姐 李宁乐嘱咐了一句 入门直奔主厅 一到门口 便见到坐在主厅 客座上七人 七个人中 四个上了年纪 头发花白 最后一个靠门口的最年轻 头发乱糟 是唯一盗袍 打了补丁的 此刻坐立不安 也是他第一个发现李宁乐 灯石脸胀红 磕巴道 主 主人来了 道士们起起转头 瞧见李宁乐 刹那心惊不已 面前的女郎 好生贵气 让他们不敢直视 这位贵人小姐 你便是寻 我们来的主人家吗 年纪最大的那个出来说话 这是我家宁小姐 速速见脸 道士们忙行礼 李宁乐 走到主座上坐下 都坐 你们都是何方的道士 叫声 文言年纪最大那个先回答 平道来自清城 名号清衣老道 平道临城来的 邻居士 平道虎丘成 叫胡子 最年轻的那个回答后 挠挠头憨笑 平道虎丘成 李宁乐眉梢 不易察觉挑了下 各位道长 平素都会写什么 清衣老道 和其他人对视一眼 斟酌道 打坐静心 修身养性 练些太极强身健体 不会练胆 听到炼丹二字 众人齐齐色变 忙白手 可不敢可不敢 我们现在不炼丹 完全不碰的 是啊 完全不碰 谁会碰那种害人的东西啊 不碰不碰 不是不会 是不敢碰 李宁乐知道他们害怕的原因 笑道 不用担心 本小姐 不是要你们炼丹 而是要你们炼丹的本事 另做他用 听到不是要炼丹众人 齐齐松了一口气 同时心里 还有些失落 唉 怕是炼丹这么手艺 要彻底断绝了 又听李宁乐说 要另做他用 不由好奇 小姐要做身 本小姐听闻 你们炼丹的研究出了一种 会着火的药 现在还有人会做出吗 会倒是会 轻衣老道小声 回了一句 小姐您要做这个吗 不仅仅是这样 李宁乐 把自己从书里看到的 关于烟花的描述 说了一遍 能研究出来吗 这个 道士们猛逼了 要说 炼丹他们 还有不少不外传的秘方 在肚皮里 但这让火药成各种颜色的 他们还真没试过 会弄出这些的人 除了月凤十两之外 奖励一千两 一千两 道士们眼珠子 快掉下来了 十两月凤 已然让他们 晕乎乎的找不找呗 如今 只要把那火药 改造成不同颜色 竟就有一千两 你们有认识会 这方面记忆的 可推荐过来 只要有所敬意 都有赏 李宁乐笑着说道 只是要快 一个月之内 我要看到成果 我等竭尽全力 一千两 但凡研究出来 一辈子吃喝不愁 而且 这位贵人如此大方 恐怕后面 荣华富贵差不了 道士们激动死了 天上掉大馅饼了 李宁乐唇角带笑 烟花 女主第二个金手指 不是敛财的 而是用来夺宠 靠着这个 她在年底 父皇寿宴上 帮着男主脱颖而出 书中对于烟花制作 是略过的 李宁乐不知道 女主怎么做成 但评论趋势的好东西 那些毒蛇的读者们 最喜欢科普论证 他们女儿多厉害 还附带还原了 古代操作原理 和团队选择 李宁乐 直接简陋 回去的路上 李宁乐吩咐 去一趟珍宝阁 买点首饰 奖励下 棒棒大的自己 路过北街 忽然听到桃花说 咦 公主 那不是驸马吗 他身后还跟了人 李宁乐顺着桃花 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顾伯远身后 的确跟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猪脸 他在卢人家身旁 看见一次 叫 叫什么来着 算了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猪脸在这 说明如任家 又要出手了 果然太子压不住他 恐怕还因 顾伯远的头城 生了怒气 要套麻袋了 林诺 你跟过去看看 要是如任家 动手记得帮他善后 别闹大了 李宁乐吩咐道 不然 他面子往哪个 林诺 属下明白 对了 记得收费 林诺 李宁乐放下猪脸 马车若无其事 与如任家的人擦肩而过 等从珍宝阁 选了一堆东西 李宁乐与林诺 几乎前后缴到顾家 公主 这是六千两银票 林诺拱手拿出一叠 本地钱装的银票 复述如任家的话 如家少爷说 多出来的三千两 给公主买糖吃 第七十八章 顾伯远 失去事情了 这如任家还挺上道 三千两打人 三千两卖他的好 到底是如是子弟 如莽却也不纯笨 李宁乐 把三千两 赏给了林诺 和他的属下 叫人盯住了驸马 和四皇子那边 有任何动静 立刻汇报 是 属下会叫人 日夜盯紧 林诺拱手退了去 亲卫队们 得知公主 又给赏钱了 一个个干劲十足 说了一通 誓死为公主效力的话 宣政殿 启德帝 在批阅奏章 高流进来 皇上 英国公请来了 让他进来 穿着巢服 身材魁梧的英国 公不入殿宇 垂手行礼 臣 徐木叩拜陛下 起来 你与朕不必如此客气 英国公谢恩起身 启德帝笑得温和 上次百花艳中 见得你嫡长女 标志温婉 大气恭顺 不知可许人家了没有 英国公答道 回陛下 夫人再为小女相看 那就是还未曾定下 启德帝笑容 更深了些 这些他其实清楚 问不过是试探一番 英国公对他的忠心 太子府中 还未立策飞 朕有意为他挑个好的 好辅佐太子 英国公公顺低头 等待皇帝示下 并未插话 启德帝又道 那日百花艳中 贵妃很是欣赏 你徐家女儿 要求这朕赐婚 成全一段佳话 英国公额头 庆出几分冷汗 如此倒是让朕左右为难 爱卿觉得呢 启德帝目光 明着英国公 问道 英国公公首回道 回禀陛下 微臣小女的蒙陛下 娘娘厚爱 是她的福气 只是小女 在家被臣浇灌 孔丹不起 陛下娘娘的抬举 启德帝哈哈一笑 爱卿谦虚了 那日 朕是瞧见的 徐家大小姐 有你夫人柳氏一族的 亲贵温婉 也有徐家的 大气果断 当真实的妙人 英国公再次垂首 陛下抬爱 陈惶恐 陈指一心为陛下 为大商效力 想不得这些 这是在于启德帝 表达纯臣之心 启德帝明白 更是满意 好了 瞧你紧张呢 朕也没说你什么 只不过 你家女郎如此优秀 平白配了旁人家 着实不好 启德帝 从龙椅上起身 走到英国公身侧 拍拍他肩头 用极为温和的语气 下达了命令 朕会替他 好好挑选一位 英国公府 英国公徐牧 从皇宫回来后 便神色不宁 国公夫人柳氏 一边为他宽衣 一边柔声问道 公爷 可是皇上说了些什么 徐牧叹了一切 夫人 咱们女儿的亲事 你暂且缓缓吧 公爷 国公夫人一惊 公爷这话是何意 莫非是陛下 他有意止婚 指的谁 如今皇子中 除去太子有正妃 大皇子 三皇子 四皇子 还有五皇子 皆无正妃 但不管哪个 都不是柳氏心中的良人 皇子妃 虽荣耀 却更危险 国公府已然鼎盛至极 再进一步怕 不是荣华 而是万劫不复 徐牧握起柳氏的手 坐到一旁拔布床上 低声道 就是不知皇上意思 我才觉得不安 他将皇帝 与他说的话告知柳氏 若直接指了一位皇子 倒叫他好应对 偏生陛下态度很含糊 乔陛下只提了太子 与三皇子 莫非是皇后和贵妃 再较劲 皇上不愿他们 任何一方势力 再壮大 所以叫您主动拒绝 若真这样就好了 偏皇上开了金口说 要替咱们鹰白 寻个好的 怕是另有打算啊 徐牧淡淡一叹 闻言 柳氏心如刀割 公业 真躲不了了吗 走一步 算一步罢 这天夜里 李宁乐刚准备歇下 林诺通传有要事禀告 李宁乐披了件丝绸外刨出来 林诺丹西跪地 低手道 公主 小匣子 来报说 是驸马下之后先回顾府 后 悄悄李府去了四皇子府邸中 待到现在还没出来 这得有一两个时辰了 顾伯远是去事情了吗 李宁乐琢磨着 这么长时间 男主定然是交代顾伯远做什么大事 只是他重生后 改变了不少事 一时也不能猜到他们下一步计划 不过 无非就是在太子 三皇子 还有他这三位大渊种里头 找一个幸运嘉宾开坑 盯紧他 有什么行踪 立刻来报 光想无用 得见招拆招 李宁乐交代一句打着哈欠睡觉 一日 用早膳时李宁乐收到谢府来信 娟秀小凯 写满了感谢的话语 还有谢云韵 亲手绣的一方手帕 手帕上绣着祥云和圆月 很是漂亮 李宁乐爱不是手 看不出来 谢云韵这丫头 手艺还挺不错 春菊无嘴一笑 金钟贵女 少有不惠女工的 听闻谢小姐的母亲 在龟中 便以秀宫出众扬名 取笑我呢 我就不会 但我还不是最贵的贵女 李宁乐称怪了一句 丢掉手中就手帕 换上新的 奴婢之错 春菊笑着屈膝一拜 同时请示道 公主可要回礼 从库房里 挑一只赤金红宝石 不摇回礼吧 是 公主可要回信 奴婢给您淹没 桃花脆声声道 不必了 李宁乐最近的自恋的 还不算满意 等等再写 要就得一鸣惊人 逐渐改变 多没意思 下午 林诺来报 公主 派去四皇子府的人 回话说近日四皇子 和郑家二小姐走得颇近 郑华营 是 知道了 李宁乐摆手 让林诺先下去 沉思 没想到 断了徐英白 对男主的青睐 又来了个郑华营 郑家是五姓之一 贤妃的母族 男主恐怕此刻 和郑华营打得火热 以郑华营的身份 肯定是冲着郑妃去的 到时候 可就热闹了 不过 李宁乐 可不会看着 男主的这么大的助力回去 眼珠转了转 记上心头 林诺你去找一个人 和他说 林诺点头离开 李宁乐叫来桃花延末 开始每日练字 晚膳时分 三皇子登门 手里 还牵了个小跟班 宁乐阿姐 小静阳 穿着桃粉色的宫装 蹦蹦跳跳过来 静阳来了 李宁乐伸手 抱了抱他 起身冲李义凤挑眉 三皇兄 对静阳真好 还特意 送他来皇妹这里小住 母妃要求而已 李义凤说着 余光刮了一眼 看见宁乐 就乐得找不着北的妹妹 母妃说了 只许待一晚上 明日晚间 我来接人 好 明日皇妹会带静阳 去金佛寺玩一圈 傍晚便能回宫 李义凤恩了一声 扭头走了 远远的还能听见静阳 围着宁乐笑得咯咯咯的 李宁乐看着他的背影 冲林诺蛇的眼色 林诺汉手离开 第79章 黄鼠狼上门来了 陪着静阳玩了小半个时辰 小家伙闹着肚子饿 李宁乐吩咐小厨房上点心 静阳乐的呀 点了十几样要吃的点心 怎么在宫里 贵妃没给你吃的吗 李宁乐调笑了一句 一说这个 静阳可不困了 一顿巴巴自己的母妃 何止不给我吃 母妃说 我胖了许多 再吃下去 便是公主也没人要了 就乐另一顿 只给我这么一丢丢点心 静阳比了个小木指甲带大小 圆润的小脸上挂着苦恼 静阳还长身体的时候呢 母妃简直没原性 噗 李宁乐笑出声 揉了揉她小脸 道 你少说两句吧 回头贵妃娘娘知道后 估计连那点点心都不给你吃了 那不会 母妃对我还是有母爱的 你呀 李宁乐摇了摇头 转身让桃花 把之前徐英白送来的点心端来 吃吧 多谢宁乐阿姐 瞧见那做的极有食欲的点心 三桌前乖乖坐下 姿态里很是不错 就是吃相略微粗犷了点 李宁乐眸光温柔地看着她 直到林诺回来 她单手示意她近身 走出房间后 李宁乐道 说 公主所料不错 三皇子逗留了一会 很巧合地撞见了驸马 两人说了几句话 具体说了什么属下不得而知 但凡受宠的皇子身边 皆有暗卫死事 哪怕林诺武功不错 也难以接近 故而不知道内容也情有可原 嗯 继续盯着 李宁乐弯了弯唇 交代道 明日去金佛寺你 不用跟本宫去 公主 林诺刚想劝说 这样不安全 就听李宁乐强硬道 金佛寺是皇家寺庙 不会出什么事 你在了本宫也不方便 林诺 不方便什么 当然不方便某些人动手啊 李宁乐抬眸看着头顶圆润的圆月 唇角带着一抹笑 男主 本宫给你一次机会 可别不中用啊 一日大早上 李宁乐和静阳被挖起来 两人脸上挂着如出一折的迷糊困顿 哦 为什么去寺庙要起这么早 佛祖不睡懒觉的吗 静阳哭唧唧道 小点声让本宫再眯一会 李宁乐困的头都抬不起来 昨夜他陪着静阳小妮子落了半宿 后面还把秋霜给他傍身的要盘点收好 困死了 春菊和桃花 无奈极了 昨夜二位公主 闹得快半夜才睡 可不得困吗 一会马车上还能歇一会的 这会得舒服打扮吃早膳 静阳的宫女也哄道 公主不是最爱吃宁乐公主这里的膳食吗 小厨房已经做好了 快起来吃吧 静阳直挺挺来了一会精神 然后又迷邓邓地垂下头 折腾了许久 总算出发上了马车 先从顾府去英国公府 接上徐英白之后去谢府 等人接上后 一同进了李宁乐的马车 丫鬟蒲丛们坐在后头马车上 一行人浩浩荡荡去向金佛寺 四皇子府 李一诚收到消息 立马起身 眼中带着志在必得 裴一叫上李一他们 跟本殿下一同去金佛寺 为国上香 裴一 是 殿下 宫中 启德帝收到宁乐和徐家女郎 一起去金佛寺的消息 眸色微微暗沉 他倒是会结交人 高流低声道 四皇子也出府了 哦 成儿竟愿意出去了 看样子 他对这个徐家女郎很是喜欢 启德帝面容浮起慈爱的笑容 只要他有心变好 朕最怕他无心 高流 郑家那位二小姐和四皇子关系也不错 郑家也很好 若要入府 届时便做个侧妃 启德帝拨弄着手里的翡翠珠串 郑家人脉主在公布 是不错 但英国公府既有文臣人脉 又赴武将兵力 这样 人家许给成儿 才算是最大助力 皇上 丞相来了 哼 不见 启德帝冷哼一声 这个丞相 嫡长女嫁给了成儿这么久 却没见他有一丝一毫帮扶之意 显然嫡长女 被他沦为弃子了 当他不知 丞相私下里和贵妃走得近吗 星号 马车中 李宁乐甩下手中最后一张叶子牌 嘿嘿一笑 来来来赢了 快给钱 我服了 怎么又是公主赢钱啊 谢云运垮起个小脸捂住荷包 没钱了 我没钱了 我钱都输光了 徐英白从荷包里 掏出最后一片金叶子 放在桌上 温婉笑道 我也没了 最后一片 静阳乖乖掏了掏荷包 静阳也没了 他还将荷包空空给李宁乐看 李宁乐面前的御盘里 金银叶子玉石坠子堆了不少 没办法 本宫让你们三让那么厉害 你们三都赢不过 太笨了 李宁乐张开手十分欠扁地摆了摆头 谢云运对徐英白道 打公主盼几年 徐英白 猪九族 那算了 李宁乐笑得肚子都痛了 静阳眨巴着眼 趁着宁乐笑倒在软榻上 立刻用小胖手抓了一把御盘里的金银珠宝 塞进自己荷包 见状 谢云运也是立马上到 横扫一抓 唯有徐英白没动手 不过御盘上也没几个东西了 李宁乐翻了个白眼 瞧你俩那点出血 是不是输不起啊 我妹公主有钱 月里一个月才几十两 自然没胜出血 谢云运冲李宁乐做个鬼脸 静阳也一本正经 母妃说赌钱是不好搭 要打屁屁搭 得得得 赏给你们买糖吃了 李宁乐笑容宠溺 这时 外头传来马夫的声音 公主 金佛似到了 李宁乐和其他三人 一起看向窗外 远处金色寺庙庄严肃穆 门口还停了几辆马车 咦 那好像是太子鸾驾 谢云运一正 哥哥也在打 静阳趴在窗口 冲着刚下了马的李一缝招手 哥哥 静阳在这儿啊 李宁乐唇脚微钩 还有病歪歪说 要死的四皇子也在呢 徐英白忘了过去 四皇子李一成 穿着一件月白色颈袍 趁着他俊美容颜 越发病弱 那种感觉又来了 这时 李宁乐轻烈的嗓音 在他耳旁响起 顿时混沌消散 小白 你看他衣服的颜色和料子 是不是你上次 摆花艳穿的那种 徐英白惊醒过来 谢云韵文言 转移视线到四皇子身上 还真是哎 真有缘分啊 什么缘分 不过是黄鼠狼拜年 没按好心 第八十章 宁乐 心承则灵 静阳 宁乐 李一凤听见妹妹叫他 骑着马嘚嘚地过来 谢云韵和徐英白赶忙喊人 见过三皇子殿下 李一凤淡淡汗手 忽儿又见二女 从他身后换道 见过四皇子殿下 李一凤于马上扭过头 瞧着不知何时 跟在他身后的李一诚拧眉道 四皇子病歪歪地 不在家休养 跑来经佛寺做神 李一诚面观如玉 唇叛笑容温润 太医说我身子不好 出来透透气 有力身体 怎么 求佛给你续命啊 李一凤讥讽道 李宁乐毫不掩饰地笑出声 三皇兄说笑了 佛祖可不管这事 他单凤眼去着李一诚 微微抽搐的脸庞 诚恳建议道 四皇子可以问问 言万管不管 李一诚笑容不变 袖中的手掌微微捏紧 叫自己三皇兄 叫李一诚四皇子 李一凤听得很是满足 宁乐虽然交瞒了些 到底还是和他好 李一凤故意牵动马缰绳 调转了个头 逼得李一诚后退几步 远离了马车 俊朗的皇子高坐马身 三皇子让开了些别被马蹄踢出毛病 本殿下可管不着 蛮横又高傲 李一诚虽知李一凤性子 却依然心头起了几分恼怒 他目光透过玉帘 摇摇凝了眼徐阴白 不急一时 今日还长 多谢三皇兄关心 李一诚又后退两步 并容苍白地咳嗽了两声 声音如冬日温泉 温柔极了 既有你护送宁乐皇妹 那我便放心离去了 这话便是晚尊自己过来 是位兄妹之情义 有示好三皇子 自己并没抢人的意思 李一凤拧起眉头 知道就赶紧走吧 李一诚十分温雅 有礼作一 而后转身 等他走远了 李一凤回神叮嘱宁乐道 你们离他远些 我总觉得他病歪歪地晦气得很 脾气好得不对劲 别说皇子 但凡是正常人 被人对着脸说短命 谁还能笑得出来 这四皇子 先前一声不吭 还当不存在 如今却似乎有意想 攀出点名堂来 李宁乐不意外 李一凤会察觉不对 真要这还感觉不出来 那就是傻蛋了 不过他得装傻蛋 三皇兄说的是 四皇子脾气是蛮好的 李一凤脸一黑 他就说李一诚这狗东西 心思不纯 瞧给宁乐虎的 哥哥 那是静阳的四哥哥吗 长得好好看呀 静阳露出小脑袋问道 静阳怎么没见过他 李宁乐瞧的分明 李一凤神色 在静阳说完之后 彻彻底底黑了下来 他算个屁哥哥 而且哪里好看了 哥哥不比他好看 李一凤从马背上 把脸凑过来 左右给静阳看 哥哥不好看 又问李宁乐和徐英白他们 我不好看吗 徐英白和谢云云 飞速瞧他两眼 又一开视线 自然是好看的 容颜遗传了贵妃的精致 又有男儿的硬朗的李一凤 见眉心目 皮肤白皙如辱 俊朗极了 李宁乐脱腮看着他 笑夸 宁乐觉得 三皇兄比他好看多了 还更顺眼 在书里 李一凤是人气很高的男儿 很得书粉喜欢 之后作者有意给他配对 都被骂得不敢动手 偏叫他一心只爱 嫁了人的女主 为他守身如玉 最后他也是 唯一下场好些的皇子 幽静终生 李一凤露出得意的笑容 坐纹马背 扬着下巴 还是宁乐有眼光 静阳天真道 可是静阳喜欢四哥哥那样的长相 李宁乐无嘴冲着谢云云和徐英白道 你们听见了吗 二人迷茫看他 心碎的声音 扑刺一下 李一凤 他扬起马鞭 狠狠抽在马屁股上 一下子超越马车 不能呆了 再呆要被气死 李宁乐哈哈大笑 静阳还有有些茫然 哥哥为什么跑了 嗯 他有事 需要去自闭一下 修补破碎的心灵 李宁乐揉了揉静阳的小脑袋 又教育到 静阳不能光看外表 有些人看着好看 实则那里黑心黑肝黑屁眼 为什么都是黑的 生病了吗 静阳不解 对 碰上会被传染 会见不到你母妃了 静阳欣喜道 还有这样的好事 可以多不见一会吗 李宁乐 贵妃啊 你对静阳都干了什么 他换了个法子吓唬 那不能吃好吃的了也可以吗 你喜欢的山楂糕 甜汤糯 点心卷 还没说完 静阳忙不迭地点头 我会离他远些 徐英白和谢云云 在一旁闽传笑 金佛寺门口 穿着棕色衣袍的小僧尼 双手合掌 朗声道 车内 李宁乐先扶着下了马车 小僧尼弯腰行礼 见过宁乐公主殿下 又冲着李宁乐身后的 静阳等人行礼 李宁乐抬头看向 面前这座离境之后 更觉巍峨华丽的庙宇 面前台阶用清玉砖铺旧 共九十九街 上头人并不多 皇家寺庙 能来此的 唯有宗室大族 李义凤在一旁等他们 太子先上去了 还有那个 巴巴跟着太子 跟哈啪狗似的 注意到李宁乐视线 李义凤低声说了一句 因静阳的话 他更讨厌李义成了 李宁乐毫不意外 男主这人 浑身上下的 哪怕连放个屁 都是有目的性为止 四皇子看样子 是有一朝堂了呀 李宁乐大大咧咧上眼药 李义凤冷哼 也得太子瞧得上他 李义成的母妃 不过是父皇宫外灵性的 一卑微女子 吼幽默了 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人 李宁乐意味深长道 那可未必 四皇子能耐大着呢 宁乐阿姐 我们要爬这么高吗 静阳蹦蹦跳跳过来 徐印白和谢云运跟在身后 李义凤见此 不好追问李宁乐话里的意思 李宁乐笑着摸了摸 他的小脑袋瓜 是啊 徒步九十九层 彰显成心佛祖定会感动 保佑我们所求皆圆满 小僧尼在一旁行礼 随喜赞了一句 公主通透 静阳用力点头 好吧 谢云运也干劲满满 公主 我们走吧 不急 再等一会 李宁乐却拉住他们 几人不解 很快桃花带着几个 抬着软轿轿的亲卫过来 公主 请上轿 李宁乐扶着他手 坐上软轿 嗯 不错 还算舒适 静阳 宁乐阿姐 不是说要徒步走面 谢云运和徐印白 也是同样神色 李宁乐道 心承则灵 佛祖会理解我的 小僧尼 第八十一章 公主天命不可为 你们要是 想爬我也不拦着 李宁乐指了指 另外几个软轿 也给你们背下了 静阳眨巴着眼 颠颠过去 让宫女扶他上软轿 静阳坐轿子 嘿嘿 谢云运抿了抿唇 我要爬 他要求佛祖保佑 他不成为大皇子妃 徐印白文婉一笑 我陪你 那我上头等你们 李宁乐点点头 右偏头看向李宁凤 劳烦三皇兄 替我照顾下我的闺中密友 李宁凤爽快答应 可以没问题 起叫 李宁乐小手一挥 亲卫队们抬起他和静阳 直接上了清玉砖 嗯 惬意啊 李宁乐歪在软轿里头 感觉那一点一点的怪书似的 随在一旁的桃花小声道 公主 您这样 佛祖不会怪罪吧 不会 佛祖没那么小心眼 李宁乐两辈子都不是信佛之人 更不觉得 徒步走个九十九阶 就能求到圆满 清玉台之上 太子等人还在 似乎再等他们 也可能是累得在休息 瞧着李宁乐 竟是坐软轿上来 太子正了下 无奈道 宁乐呀 你 真是调皮得很 李宁乐扶着桃花的手下了软叫 笑眯眯见李 见过太子皇兄 至于一旁四皇子 他直接无视 主打一个狗眼看人低 太子也当没瞧见 和他说笑了两句 眸光落在下方 逐渐清晰的三道身影上 三皇帝一向不耐 是你教他照看谢家徐家小姐的爸 他说着 余光扫了眼宁乐 似乎压着笑 这话 是怪他给李一份机会呢 李宁乐露出单纯灿烂的笑容 我可不想爬阶梯 弄出一身臭汗来 刚巧三皇兄再就求他帮我了 不然我今日怕是没心情拜佛了 怎一个乖张了得 一旁后着的几个小僧迷 第一次知道 竟会有人关注自己多过礼佛 这对佛祖哪有一点敬意 太子转了转眼眸 或许是他想多了 宁乐当时没那等心思的 毕竟如今夺敌未明 他不可能明摆着战贵妃一派 李宁成笑了笑 皇妹女儿家的 要美是天性 太子想起宁乐评宿 爱美乖张的性子 一律打消 老娘需要你哥这假装好人 黄鼠狼 真无语 李宁成一点不生气 还温柔一笑 李宁乐隔应转头 正好李一凤他们三人也上来了 谢云韵小脸红扑扑的 时不时擦汗 徐英白也偶尔帮他擦拭下汗珠 自己面色倒如常 李一凤身为常年在外的男儿 也没有疲态 李宁乐叫桃花拿了雕花饮水壶过来 小僧侣刚要搬来小凳子 亲卫队中又搬来几张梨花木座椅 而后 水果点心 铜镜 胭脂水粉 也一一送来 这块瞬间有了女儿家小闺房的感觉 李一凤无语 宁乐 你到底来拜佛的 还是来交友的 有区别吗 反正都是散心 李宁乐笑明明 粘起一颗葡萄送入嘴中 旁边静阳开心的狂风吸入 果然跟着宁乐阿姐 哪里都不受委屈 太子越发觉得宁乐娇奢无心机 温和孝道 宁乐喜欢就好 李一诚谋色微暗 没说话 等休息够了 一行人才进入宝殿拜佛 因男女有别 太子等人去了另一间大殿 李宁乐跪在蒲团中间 左边是谢云韵 右边是徐英白 静阳人小 也没什么心愿要求佛 便在一旁看着 殿中清静 唯有佛乡宜人 李宁乐闭着眼 心里念叨 保佑本宫 弄死驸马顺利 弄死男女主顺利 保佑外祖父 桃花 春菊 健康长命百岁 保佑 旁边 谢云韵双手交织抵在眉心 认真恳求 徐英白则抬眸 看着慈悲的佛像 李宁乐念叨完 偏头注意到他动作 眨巴了下眼 等上完香 三人又去抽了签文 解谦虚得找主持 小僧尼说着 引着李宁乐等人 往外走去 穿过佛廊 踏下阶梯 一处假山桥下放着一方木桌 木桌后坐着一位书生 在低头书写什么 看不清长相 只是那一双手 根结分明 修长好看 他身后是挂满了 祈福袋子的大树 随着风吹来 佛香浓郁 李宁乐打量了那 过分优美的手两眼 收回视线 继续向前 等他们路过离开 书生慢慢抬头 露出一张俏丽的脸 崔恒生微偏头 瞧着李宁乐的背影 眼底泛起波澜 宁乐 公主 也是 这是皇家寺庙 会遇见公主太正常了 倒是自己这个穷书生 会在这里才不正常 崔恒生苦笑一声 若非主持心善 收留他再次抄入经文谋生 怕是此刻已然被赶出京城 他低下头 沾默继续书写 过了会凝神一看 竟是一女子轮廓 崔恒生慌忙把纸收了起来 解千处 主持穿着袈裟 面容雌和 眉毛虚白 瞧着十分高深 见了李宁乐四人 他微微汗手 哪位先 李宁乐推了下谢云韵 你去 他看着就很着急 谢云韵扶身一泄 坐在主持对面 将手中的签文交给了他 主持看了一会 又看了看他 花好 月圆 人寿 上上签 大吉大利 所求亦所得 谢云韵眼睛亮了 您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不坐 话没说完他一个急刹车 行喜扶身一拜 谢谢主持 主持微笑不语 眸光看向徐英白 徐英白求的是 家和万事兴 主持笑着表示 他所求也会顺心如意 李宁乐 主打一个说好话是吧 老和尚嘴还挺甜 主持眸光 这时落到他身上 微微一正 本宫的签文 李宁乐随手把签给了主持 主持没接 眸光定定 瞧了李宁乐许久 悠悠一叹 公主莫要望求 天命不可为 李宁乐皱眉看他 老和尚目光清澈 如高山流水与他对视 似乎动若一切 知晓了他最深的秘密一般 李宁乐心底泛起几分心惊 面上焦精神色更重 你这意思 本宫求父皇身体康健 大伤强盛 难道还望求了 老和尚慈禾看他 不言不语 也不惧怕他话中明显的陷阱 只到了一句 阿弥陀佛 佛你个头 李宁乐心头起了一股无名火 愤怒起身 与他居高临下道 本宫所求 定要达到 即便天命也要为 说吧 拂袖离去 徐英白他们一惊 忙替宁乐道歉 主持误恼 公主不是有心 无事 老和尚目光跳着李宁乐背影 带了几分悲悯 摇了摇头闭上眼 第82章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李宁乐生气跑出殿语 娇艳的脸上 带着滔天怒火 这老和尚 简直会气极了 竟说他报仇是天命难为 笑话 男女主就了不起吗 还天命不可为 他偏要为一下试试 若真不行 大不了同归于尽 本宫不好过 谁都别想好过 李宁乐嘴角弯起疯狂的弧度 脚下顺着走廊拐弯 迎面撞了一人 那人手捧着不少经文 因李宁乐陡然出现一惊 经文散了一地 有一卷滚到李宁乐脚边 散开的经文上书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字迹如蛇 有着几分狂军和邪气 连经文都压不太住 见过公主 草民不知 公主驾龄冒犯了公主 请公主恕罪 崔恒生一边蹲地剪经文 一边道歉 李宁乐本心烦 但听得这人声音好听 那双手又修长好看 抬起头来 崔恒生手一顿 慢慢抬起头 一张比女子还翘立些的脸庞 映入李宁乐视线 是你啊 李宁乐一眼认出 这人是那日在长街上遇见的 被人羞辱的书生 这人给他印象很深刻 一张芙蓉面不显女气 一双狐狸眼充满野望 崔恒生眸中哑然 公主记得我 他声音微寒着一分欣喜 你长得不错 本宫见过一面 难忘记 李宁乐这话 若叫一个男子来说 便妥妥登徒子 由他说出口 道添了几分疑你 崔恒生一下红了脸 公主 谬赞 你字不错 李宁乐又看了一眼那经文 见字便才华 崔恒生的字 看得出他才华不低 但因没什么功名 看他穿着 不是世家大族 想来没什么功名 公主聪慧过人 崔恒生低垂下谋色 滴滴道 草民七岁中秀才至今 因无人推举 而不得入考场 大商铁律 可考虚无品官员推举 崔恒生从老家来京城 便是想在这里结交人脉 求一位贵人为自己推举 好参加正式的科举 一展报复 七岁的秀才 李宁乐调了下眉梢 绝对是天才了 这要是让男主 遇见了 还了得 不妥妥的助力 你字不错 留本宫身旁 做个书童吧 崔恒生微睁大眼 猛了好一会 心喜逐渐一满眼瞳 一时尽忘了谢恩 李宁乐见他半天没吭声 不愿意 也是 读书人都傲气 哪愿意跟公主身旁做书童 许是一辈子了无出头之日的 他眼神凶利起来 这么天才的人 他得不到 也不能叫男主得到 草民愿意 多谢公主抬爱 崔恒生回过神 行了个叩拜大礼 李宁乐满意沟醇 心情大好 正巧这时 远处传来谢云运他们 喊自己的声音 公主 公主 李宁乐转身往那边走去 崔恒生再次叩拜 之后 抱起地上散落的经文 指尖微微颤抖 公主 您跑这里来了 叫我们好找 谢云运瞧见李宁乐安全回来 松了一口气 刚刚公主那样子 着实吓坏他们了 宁乐阿姐 你没事吧 静阳颠颠跑到李宁乐身边 小手拉了拉他的手 仰头关切 李宁乐摸了摸他脑袋 笑着摇头 谢云运安慰道 千文什么的 不过是讨个彩头 好的听坏的 就当没听见 公主莫要挂心 李宁乐翻了个白眼 你个哭包就别劝我了 我能在乎一个 糟老头子的屁话 谢云运好笑道 那你跑出去干嘛 那老头放了个屁 臭的我受不了 说着 李宁乐扇了山峰 一脸难受 这回还觉得有味 真假的 大师爷 谢云运惊讶地捂着嘴 李宁乐完全没有在佛门 打狂语心虚 那当然 人吃五股杂粮 放屁不是正常 谢云运被唬得一愣一愣 徐印白眸光不动 神色扫过李宁乐 眼角红韵 转移了话题 听闻金佛寺的 素斋很不错 公主我们去尝尝吧 行 李宁乐点头 静阳一听有吃的 欢呼起来 哦 吃好吃的咯 四人重新找了 为小僧尼带路 没走几步 便撞见太子 三皇子 以及四皇子三人过来 瞧见他们 太子脸上挂起笑容 还没带他出口 李义凤飞窜了过来 怎么去了这么久 不就是拜个佛吗 静阳答道 我们还去看糟老头子 放了个屁 李宁乐抽了下嘴角 下次说话 得闭着点静阳了 这小孩怎么什么都往外学 三皇兄 你们怎么来这里 是要去品尝这处素斋 嗯 太子说 这里素斋不错 你们肯定会喜欢 李义凤随口答了一句 太子和四皇子走近过来 用兄长口吻教育道 静阳说话要注意言辞 身为公主 如何能将屁呀 遭老头子 这泪挂在嘴边 静阳眨巴着眼 猛猛的 李义凤一把把静阳护在身后 不爽道 静阳是本殿下的妹妹 不用太子多操心 三皇兄这话便错了 所有公主都是太子皇兄的妹妹 他教育实属应当 李义成温雅一笑 有理有据道 呵呵 李义凤给了他一记冷刀眼 妹妹也分亲疏远近 你没妹妹当然不懂 李义成就等他这句话呢 满含笑意的目光 看向宁乐 原来三皇兄心里非一母同胞的 哪怕是兄妹 也是远的那方啊 太子笑了 李义凤脸色一沉 转头看向李宁乐想解释 宁乐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宁乐眼圈一红 原来三皇兄心里头是这样分人别类的 他抽出手帕压着眼角 假哭了两声 三皇兄真让人失望 没 我没 李义凤急了 他最怕女郎哭了 平素静阳一哭 他就头大 宁乐虽不和他一母同胞 两人感情 却也比其他公主好不少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李宁乐累奔去 谢云云二人 匆匆和太子等人屈膝行礼 而后牵着静阳 迅速去追李宁乐 原地 太子闽唇含笑 老四这一招 实打实让宁乐宴上老三了 妙 四皇子面带欠然 三皇兄抱歉 是我说错话了 李义凤眼眸凶狠看向他 直接一个拳头挥了过去 说这话 是想让本殿下跟你说 不要紧吗 哼 想得美 第八十三章 金灿灿的宁乐公主 李义成一个不察 被打得后退好几步 虽然他身子骨虚弱是装的 但被这一拳打中 还是疼得他眼睛发花 李义凤身体康健 那撞得跟头牛似的 一拳下来还不过瘾 又给了一拳 直到两拳后 太子才反应过来 忙叫人把二位皇子分开 素斋离这里不远 这边动静李宁乐 自然瞧得真真的 他压住疯狂上扬的嘴角 还得势他三皇兄啊 有人他是真替你干 男主恐怕都想不到 李义凤会动手打人 是啊 他哪里想得到 贵妃之子的李义凤 向来受宠 你当他面挑拨 不是找打 谢于韵小脸 煞白来回回头 低声道 三皇子脾气 真的太爆了 怎么说 打人就打人了呀 说完他才意识到 静阳还在 有些不知道怎么缘 三皇子性情烈 不喜欢别人挑拨 起冲突正常 徐英白轻声补充 用公块 加了一个菜包 放入静阳碗碟里 公主稍等凉一凉吃 静阳正在吸溜小丸子汤 压根没注意他们说的话 不过 外面动静他 还是瞧见了 静阳鼓着小脸 一脸惆怅 哥哥又要被罚了 静阳 真是太辛苦了 哥哥好难待 李宁乐 被他的话逗乐了 富儿又想起 如此单纯可爱的小人 他日会被男主送去和亲 死在了和亲之路上 李宁乐压住谋底的会案 低声道 别怕 阿姐会帮你的 只要男主不能上位 静阳便不会重蹈上辈子结局 阿姐真好 静阳仰头冲他笑 嘴边还沾着一粒汤丸子 等哥哥来我们一起说他 好 李宁凤来了 熊啾啾气昂昂的来了 当瞧见李宁乐眼神 他有些心虚 慢慢坐下 他小声解释 宁乐 我真没那个意思 虽然你不是我母妃生的 但别的公主 里头我最拿你当妹妹 李宁乐 你是真敢说啊 也不怕太子和男主参你一本 我知道 李宁乐眨巴了下眼 下巴微台做出 交金神态 给远处的太子瞧 只是三皇兄你 最好少说这等话 回头父皇验了你 父皇才不会 哟 小老弟你好自信啊 李宁乐 要不是顾及他 和静阳一样 歹谁就说的没心眼性格 真想告诉他 父皇最爱的 不是他也不是太子 是男主了 就算父皇不验你 贵妃娘娘也得抽你 你说这话 放朝堂之上 足够你喝一壶了 公然表达兄弟不睦 有为你们老实的 王太傅教导 李宁凤 这才脸色沉了下来 他也不是真傻 父皇一向 最要求兄弟和睦 连教他们的太傅 也常言及兄弟 何则国家心 要他和其他皇子 恭顺太子 尽心辅佐 当然这批话 就是场面话 大家心里有数 有数归有数 却不能真说出来 多谢宁乐 李宁凤反应过来 真心实意到了一切 不用谢 李宁乐余光扫过 离开的太子等人 笑容灿烂叮嘱 你打了四皇子 估计父皇不会饶了你 仔细想辙吧 这不可能 父皇最疼我 怎可能 为个不在意的皇子惩罚我 李宁凤一脸轻松地摆手 李宁乐没在反驳他 而是笑眯眯低语 三皇兄要不要打个赌 我赌父皇会贬斥你 心好心好 太子望着脸旁轻肿的李宁成 真不用回去 一点小伤 劳烦太子皇兄挂心了 李宁成温雅一笑 结果扯到脸上伤口痛的他 笑意扭曲 今日敬你一宫 太子拍了拍他肩头 老三蛮横多年 今日他的所言所 为本宫都会如实上报父皇 为你做主 话虽这么说 太子却并不觉得 父皇会真为李宁成做主 一个从没入过眼的皇子 和一个宠了十几年的儿子 天平自然有偏颇 不过是找个发作由头 由他做文章 李宁成低垂眼眸 他自然明白 太子在说场面话 然而 这就够了 有机会在父皇那边 刷一下存在感 又能让太子 对他生出几分信来 今日这两拳也是值得 太子很快就离开了 陪一过来 瞧见自家殿下 脸庞轻肿吓了一跳 殿下您这是怎么了 无碍 让你准备的 如何 一切就绪 陪一压低声 只是殿下 确定要这般做吗 徐家会不会因此恼怒生恨 宁折不屈 绑到一条船上 他们便是不高兴 也得考虑他们的敌掌女死活 李宁成淡淡一笑 谋色慧暗算计 即便不顾女儿 也得顾忌徐家名声 若真都不顾也无碍 反正不让别人得了 便是赢 太子 不也这么个打算吗 否则 他怎么会清零金佛寺 不就是怕三皇子 和徐家女 经过相处生了感情 从而徐家成了三皇子助力吗 李宁成看了眼天色 日威西斜 走吧 是 公主听说 法华殿供奉了许多经文 和开了逛的佛家七宝 我们去看看 求一串 谢云云从速摘出小僧泥 那得了消息 颠颠过来说道 那万一你也信 李宁乐自从主持 说了那话之后 对金佛寺是无比看不上 李义凤狗腿凑过来 去看看呗 你们女郎过来 不就是求个顺遂 买一个求心安 我付钱 我差你那点钱 李宁乐不高兴了 当谁便显摆呢 他对谢云云和徐英白道 去求一个也行 索性都去 正好我在这里 有捐了一些香油钱 阿姐捐了多少 静阳也想捐 静阳好奇问道 李义凤弹了下 他头顶的小花花 你别问他 他钱多得吓死你 也没几个钱 李宁乐摆摆手 扶着桃花的手 摇曳出去 嗓音随风而来 也就八百十 八十静阳也有呀 静阳掏出荷包里的金钉子 表示他也要捐 李义凤悠悠道 他的八百十 后面还有个单位 十万 静阳瞪大眼 谢云云他们 也是一脸猛逼 跟在李宁乐两旁的亲卫们 却见怪不怪 公主 二位小姐 是这样的 金佛寺里有一半花销 是公主出的 春菊笑着未呆滞的几人 解释了下 众人在看阳光下的恶娜身影 仿佛镀上了金光 金灿灿的 第八十四章 胡了八级的宁乐公主 法华殿离宿斋处 有段不短的距离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从南到北 路过的小僧泥 见之行礼 法华殿挥洪大气 殿前用玉园金砖铺就 阳光落下 好似一道金光大道 九顶香炉里的香雾娘娘 一位穿着仙红袈裟的僧人 垂手而立 见了李宁乐等人欢笑而来 上前行礼 阿弥陀佛 平僧竹塞见过二位殿下 小姐 李一凤白手让人起来 随意道 我们来求点平安福袋 入内可取 不过殿下 男女有别 还请您往左侧殿中 竹塞低眉道 这是本殿下的妹妹们 有什么可忌讳的 李一凤眉头一宁 不高兴道 李宁乐谋色微闪 笑推了李一凤一下 佛门禁地 三皇兄就守点规矩吧 李一凤 你刚刚坐轿子上来的时候 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进去了 三皇兄一会见 李宁乐可不想让李一凤 破坏了他的计划 他要在 一会男主 还怎么挥发 将靖阳交给李一凤 李宁乐 一手拉着徐英白 一手拽着谢云云 对着身后丫鬟 侍卫们道了一句 你们都在这里 等着本宫 桃花春菊扶身 是 李一凤和靖阳 大眼瞪小眼 然后 靖阳深叹了一口气 法华殿内 佛像凡多 佛家佛陀罗汉像 或站或坐 佛像威严又慈合 偌大的殿语中 除了宁乐三人 便只有穿着袈裟 敲着沐浴 诵经的僧人们 随着指引 谢云云和徐英白二人 跪在蒲团上 虔诚祈福 而李宁乐 站在大殿中央 宁是最高的这尊金佛 金佛 是用纯金打造 佛身高达十几米 金身璀璨到反光 佛祖眉眼 微微低垂 父皇身体康健 大伤千秋 透过反光的佛身 他瞧见屋檐之上 有道黑影 男主果然 是要动手的 他待如何 不会是要搞一出鲁人 而后英雄就美帝烂洗马把 李宁乐眸光扫过整个殿中 虽没瞧见男主 但他肯定在附近 等着上戏 徐英白和谢云韵 很快起伏完 求得自己想要的手串和经文 谢云韵 尤其开心 却发现 李宁乐站着没动 公主 你不求吗 求人不如靠己 这些东西有用 还要努力做什么 李宁乐随口说了句 目光看似在看谢云韵 实则盯着金佛 身上反光之处 十分警惕 公主说得对极 徐英白文婉一笑 将为父母胸长求的平安符 收在荷包里 迈不向李宁乐走来 天色不早了 公主我们该回去了 就是现在 李宁乐点头之际 头顶落下三个黑衣人 直奔他而来 那功夫几好几乎是眨眼间 就伸手到他跟前 正常人的反应是 遇见危险会避开 黑衣人打定主意 李宁乐会避开 这样他们 顺理成章 就能控制住后面的徐英白 再等主子过来英雄救美 也就算完成任务 偏生他们 怎么也没想到 面前的这位公主 唬得不像个正常人 面对忽然出现的危险 李宁乐不是闪躲尖叫 而是从袖子里掏出 早就准备好的药粉 呼拉一下 洒了出去 三个黑衣人功夫 是真好 结结实实 被药粉扑了一脸 他们动作一顿 慌乱去铺身上的药粉 生怕是什么 剑皮疯猴的剧毒药 借着这个机会 李宁乐挡在了徐英白 和谢云运跟前 尖叫差点 掀飞了这屋顶 来人啊 抓刺客 守在门口的桃花 听见这声音 一马当先冲了进来 公主 抓刺客 快抓刺客 轻卫队紧随其后 将那三个想跑的 黑衣人团团围住 在隔壁喝茶的李一凤 听见李宁乐声音 急忙赶来 刺客哪来的刺客 一同赶来还有太子 而后当他们 瞧见殿中的场景 两位皇子神色 顿时很是精彩 只见宁乐 和二位贵女抱成一团 小脸煞白 眼神惊惧不已 而被公主轻卫 围住的三个黑衣人 则面色潮红 衣服脱得只剩了个肚兜 还在疯狂挠着自己 场面既血淋淋的 又有些尴尬 轻卫们目不斜视 手中刀剑架 在他们脖子上 偏这般 还压不住三人躁动 三人目光羞愤 欲死 却又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太子努力控制好表情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宁乐 你还好吗 李一峰目瞪口呆 宁乐 他们是刺客 只有穿着 穿着都不太像了 太辣眼了 他们想掳人 不知道是想掳走本宫 还是小白 抑或者的云郁 李宁乐 仿佛反应过来了 指着黑衣人 眼泪直掉 双眸满是害怕 太子皇兄 三皇兄 他们是毛贼吗 为什么要掳走我们 是不是看我有钱 听到这话 太子和三皇子神色 都是一尘 在皇家寺庙掳人 断不可能是普通的毛贼 看着三人身材 皆是一等一的好手 绝非等闲人能拆使 只是他们既动手 又如何会让宁乐 有逃脱机会 还有这几人的状态 到底为何这样 凄惨 殿下他们不肯开口 倒是身上 是被撒了好几种毒药 其中有让人 失去功力的软金散 还有市井 养养粉 太子身边的人 去问询了回来 在太子耳边低语 不肯开口很正常 只是这药粉 太子眼神带了点审视 刺客身上的药 是宁乐你做的 宁乐白着小脸没吭声 桃花替他开口 回禀太子殿下 公主向来害怕 蛇虫乙这类东西 听闻金佛寺附近 可能会出没这些 便叫奴婢 去市井买了一些药粉 奴婢愚钝 就各种都买了 有痒痒粉 有让动物 瞬间不能动的粉 还有 他一口气 说了一串 太子快听晕了 只是这事 倒也的确是宁乐 做得出来的 今日来皇家寺庙的 就我们几个 也不知道 是谁不要脸算尽 宁乐和英国功夫 以及谢家小姐 姿势体大 恐怕要禀告父皇才是 李一凤斜着眼边说 边扫了太子身后的人群一眼 四皇子怎么不在 四皇子 受了你两拳还在休息呢 太子哪里听不出 李一凤话里的意思 四皇子断然没那能力 和胆子 这是在故意内涵 他才是幕后主使的意思 第八十五章 大戏即将开始了 真虚啊 两拳就爬不起来了 李一凤嘲讽道 这么冰歪歪的 学人家来拜佛 别拜死了 金佛寺还得受他连累 太子神色微臣 三皇子慎言 佛祖前头 如何能如此放肆 也不怕被佛祖惩罚 算计人的都不怕 被佛祖惩罚 本殿下怕什么 李一凤利落回怼 李宁乐快压不住笑了 三皇兄这战斗力 真是除了父皇贵妃以外 谁也不给脸了 只是 你针对错了人阿卫 公主 你还好吗 徐英白感觉到 李宁乐身体在颤抖 轻轻拍着他后背 别怕 您不该挡在臣女跟前的 臣女 无事 你们没事就好 李宁乐控制好情绪 摇了摇头 黑衣人最嗡之意不在他 如果徐英白被掳走了 估计也不会出 法华殿多远 就会被男主救下 到时候 少女慕爱 他就是往死里拦都拦不住 就算徐英白没有动心 太子和三皇子在这里 亲眼得见他被男主救下 恐怕也会被破绑 在男主的船上 只能说 男主好心机 但 他李宁乐技高一筹 李宁乐看向两个 还被蒙在鼓里的皇兄 抽掖着开口 太子皇兄 三皇兄 你们别吵了 宁乐相信你们 绝对不是那等小人 一切还是 交由父皇定夺吧 这话翻译过来 就是你俩个 憨憨别互对了 赶紧到大 又不是你俩干的 怕个屁 太子沉生 这个自然 宁乐放心 这件事 本宫定叫父皇为你 还有二位小姐做主 这个话本殿下 刚刚就说过了 太子还真会放马后炮 李一凤说完 冲着宁乐安抚一笑 宁乐 靳阳先放你这里 我要快马加鞭回宫 好 李宁乐汉手 太子也忙到 宁乐好生休息 本宫定会为你做主 好 快走吧 说三变了都 太子急不可耐转身 他离开 金佛寺便只剩下个男主了 李宁乐提防 他可能会有后招 顾不得休息 让桃花 把早就备好的软胶抬来 坐轿下山 法华殿从热闹到安静 崔恒生站在店门口 瞧着宁乐公主 远远离开的背影 眼底泛着一抹遗憾 刚当他想帮忙的 只是没想到 公主机智勇敢 彪悍至极 他还是快些把佛寺的事做完 去找公主吧 崔恒生转身 夕阳落在他身上 镀着一层光 法华殿隔壁 是佛音阁 你说失败了 怎么会失败 废物 区区贵格女子 都抓不来 李宁成轻肿着一张脸 神色阴沉不已 听说是宁乐公主 用了药粉 让三人酸软无力 现在太子和三皇子 入宫面圣了 陪一头低垂 小声回道 宁乐 又是宁乐 他总坏本殿下好事 李宁成轻肿的脸微 微扭曲 好不容易让古伯源两头传信 把太子和三皇子同时引来 为他这次计划 做一个见证人 只待徐英白 被他救了之后无法推脱 徐家不得不上他这条船 不想禁毁在了宁乐手上 等等 三个人 李宁成气怒 不以忠呼绝不对 本殿下不是 只派了两个人给你吗 皇子李只有受宠 才有暗卫保护 李宁成多年来不被关注 身边暗卫 是他自己苦心培养的 并不多 这次计划 他明明只派了两个暗卫出去 裴义神色迷茫 属下还以为是殿下 未保计谋万无一失灵石家的 竟不是吗 坏了 恐怕有人想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李宁成立刻吩咐裴义 背马 本殿下要立刻回京 殿下您身子 还是坐马车吧 来不及了 若得陛下和太子他们问询起来 本殿下 该有的身边机会才是 背后那黄雀发觉 事败必然会推脱责任 自己不能由着 被算计 只是李宁成想不通 到底是太子还是三皇子 亦或者是其他皇子 在这背后做的局 所谓和 莫非和他一般 打着让徐家女郎 不得不入他府的主意 下山的马车里 李宁乐闭谋覆着盘 总结了一会 觉得今日干得不错 该埋的线都埋好了 现在就看三皇子和太子的发挥 以及他们的头脑 能不能发现 父皇的一片慈苦之心了 公主 喝口茶 李宁乐睁开眼 望着端茶递来的徐英白 这是让桃花他们做便是了 臣女要感谢公主救命之恩 徐英白微微摇头 温婉的脸上带着感激 若非公主 今日拼命相救 不知我和徐家献下 会落得何种被动境地 李宁乐眼眸 划过一抹诧异 徐英白笑着点头 前几日臣女母亲 和臣女说了一些话 说是陛下 有意为臣女指婚 指给谁 陛下没有明说 只是他提及了三皇子和太子 徐英白如实告知母亲的话 滴滴一叹 徐家惶恐 臣女也惶恐 谢云云在一旁同情道 咱们还真是好姐妹 同病相怜 你比我更惨一些 他好歹是知道 会被嫁给大皇子 加之谢家 早就和大皇子 绑在一条船上了 躲不掉 而徐英白 却只能坠坠不安等 一个圣意下达 这过程 怎一个心骄能言 谢姐姐和徐姐姐 为什么不高兴 难道嫁给静阳的 皇兄们不好吗 母妃说 天下好郎 接在皇宫中啊 静阳放下手里 吃得正香的糕点 不解地问道 他面色单纯 谢云云和徐英白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皇子自然优秀 只是皇子妃 看似尊贵 却如烈火烹牛 一个不慎九族陪葬 而且嫁入皇子府 便意味着他们有朝一日 会因夺敌而成为敌人 谢云云看向公主 眼神敬佩又羡慕 公主聪慧 早早嫁人脱离了 被算计的漩涡 徐英白也道 若早日定下亲事 或许就好了 你们想多了 李宁乐捏了 捏尽娘的小脸 眸色温柔 轻声慢语道 有些人从来离不开漩涡 无论婚嫁与否 就算等来日他丧偶了 皇后等人定 会为他二婚的人选 而各种算计 那时候才有的他 头突的呢 不过嫉妒不掉 就直面好了 现在李宁乐更想知道 他的好父皇 会怎么把他的心肩拨拨 大戏 即将开始了 第八十六章 妇女护镖演技 皇宫 秦政殿 一道身影 匆匆步入境局 高刘在外室 往香炉里添了一些龙咸香 盖上盖子后 便听得内室里 启德地喷的一下 砸碎了一个茶盏 而后是小太监求饶的声音 只听得启德地 一句冰冷的仗壁 小太监被人拖了出去 连饶命都不敢喊 高刘微微磕眼 看样子 陛下围四皇子的筹谋失败了 高刘重新端了一盏心茶进去 目不斜事 放在启德地跟前 软声劝道 陛下 切勿动气伤了龙体 说完瞧了一眼 跪地垂首的安卫队长柳无 此刻他并旁汗水蜿蜒 启德地脸黑如锅底 没有说话 一双眼蓄积着风暴 好久才问 太子和三皇子 他们线下到了何处 柳无低声道 估摸着 再有半个时辰到皇宫 陛下 可否要出手把人截下 以防太子他们察觉些什么 杀了吧 启德地淡淡开口 完不成任务的废物而已 救了作甚 留着终究是祸害 虽说是暗卫 难保太子和三皇子 他们认出来历 柳无 遵命 说完起身离开秦政殿 启德地摸起手边 茶盏抿了一口 心不在焉道 高刘 你说 宁乐是故意的吗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高刘低下头 斟酌道 公主性子单纯护短 与陛下最为相似 她从前倒也护着那个陈家的 只可惜 陈家那个不争气 启德地谋中怀疑退了几分 怒火却还在 只是可怜了朕的成儿 公主若知晓陛下圣意 想来也会惶恐后悔 高刘道 哪能告诉她 就她那性子 怕是会闹得满功皆知 启德地对宁乐这个女儿 性子还是很了解的 不管不顾到没脑子 当年正为大忌 不得已娶了皇后 而太子等人 依靠五大姓氏大不可压 朕的成儿 却不得不避人而居 到如今 甚至都没进住朝堂 启德地谋中 闪烁起一抹泪光 朕愧对于她 陛下这些年 平衡各宫和前朝势力 已然登峰造极 四皇子若知晓 您为他筹谋如此 也会感怀不已 高刘轻声道 启德地笑起来 神色慈爱 这孩子性子像我 懂得隐忍 只是这般隐忍 着实也受了不少委屈 不管知语不知 宁乐坏了她的大事 朕还是太宠爱宁乐了 高刘没想到 最后还会回到宁乐公主身上 垂手不敢吭声接话 启德地想了一会 却美好的法子 既惩处宁乐 又不能惹人怀疑 毕竟这次宁乐又是受害者 而这时 宫人来报 太子 三皇子 四皇子 宁乐公主到了 让他们进来 等等 让四皇子回去 秦政殿外 宁乐瞧着 李义凤和太子脸色不好看 身上衣服还换了一件 眸光微闪 二位皇兄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李义成 敏唇 宁乐这是故意 无视他的存在吗 还说呢 刺客死了 李义凤横了太子一眼 眼珠子里 明晃晃 就是太子坚守自道 太子这下松一口气了 三皇帝 真是会倒打一耙 太子冷冷回道 刺客死了 他也很猛 明明他派了人 严加看守 一路直奔皇宫 却还是被小人趁机而入 李宁乐一点不意外 能有这能力的普天之下 除了他那慈父心肠的父皇 没别人了 李义成听闻 暗卫死了 既惊讶也欢喜 人死如灯灭 总算这是查不到他身上了 他暗中观察着 太子和三皇子面色 心头盘算 到底谁会是那个黄雀 宣太子 三皇子 宁乐公主觐见 李宁乐谋中信慰 父皇还真是疼爱男主 完全就是要把他推出漩涡之外 但男主可能不会这么想 他拉住想嘲讽男主的李义凤 三皇兄 父皇还在等我们呢 太子已经进去了 李义凤怕他上眼要 也不逗留了 直奔秦政殿内 李宁乐落后一步 听见李义成问话声 公公 父皇没召见我吗 小太监淡淡道 陛下说了 四皇子 不见 李义成面如金纸 往后退了半步 很快脸了神色 温和一笑 是 那请公公转告父皇 我下次再来给他请安 秦政殿内 龙咸香烟雾缭绕 阳光透着殿顶的玻璃折射下来 四周放置着烛火和夜明珠 李宁乐落后一步 进去太子和三皇子 正一人一句 禀告金佛寺发生的事 启德帝听得很认真 很诧异 立马龙颜大怒 岂有此理 天子脚下 皇家寺庙 竟有这等汉匪出没 见李宁乐进来 他招手 快过来给父皇瞧瞧 可又伤着哪里 李宁乐顿时眼圈一红 小嘴一扁 扑进启德帝怀里 父皇您可要为尔臣做主啊 一嗓子震得启德帝一击 耳边充斥着宁乐激动的哭喊 父皇 那些黑衣人 各个武功厉害得不得了 一来就奔着要杀尔臣的命来的 他们绝对是有预谋来的 父皇 您一定要八尔臣查出幕后主使 杀了他们 诸九族 李宁乐抱着启德帝的脖子来回晃 情绪十分激动 启德帝 他快要被晃得魂魄出窍了 脑人也嗡嗡的 这下启德帝确信宁乐真不知道什么 若知道 也不敢如此叫嚣他诸九族 高留在一旁心惊胆战 忙道 公主太可怜了 瞧瞧给吓的 李一峰握拳 父皇 一定要严查 诸九族 太子也附和 父皇 此贼人敢对公主和薰贵家女郎动手 必然心怀叵测 必得严查出具体人 杀意警百 启德帝扒拉下李宁乐的手臂 让他冷静点 宁乐 父皇定为你做主 乌乌尔臣就知道 父皇你对儿臣最好了 李宁乐眼角泛起一抹泪光 双手刚被启德帝扒开 就又给了老头子一个熊抱 双手在启德帝背后 大力拍了几下 父皇对儿臣如此关爱 儿臣定然会好好孝敬您 砰砰砰 一连好几下 启德帝第一次知道 亲闺女手劲这么大 连忙把他扯开 生怕宁乐又来 启德帝从龙椅上站起身 夺不到太子和三皇子跟前 那刺客呢 抓了审问得如何了 李宁乐站在他身后 正用手帕擦泪 丝绸不薄 遮住他唇盼的鸡巢 论装算还得看帝王 明明十之八九他帮忙善后 还装得一副无辜模样 太子说了 刺客被灭口 启德帝愤怒不已 指着他就骂 你怎么做事的 刺客竟在你眼皮底下被灭口了 那可有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太子低头请罪 父皇息怒 那三个想来是暗卫死士 并没问出有用的东西 第87章 驸马和饭热好了 启德帝继续夺步 不仅没问出什么来 还叫人被灭口了 好好啊 太子第一次被责骂 冷汗从额头冒出 父皇息怒 而臣无用 你可不是无用 宁乐和徐家谢家两个小姐 险些在皇家寺庙出事 要传出去 我们天界威严何在 谢家徐家两个女郎嫣能活得下去 结果刺客被抓到手了 你还能叫他们被人灭口 启德帝指着太子鼻子骂了一通 心情舒爽了不少 李一凤见太子被骂 脸上浮起快活的表情 哪知道启德帝一扭头 矛盾又指向他 还有你 金佛寺发生的事 别以为朕不知道 你竟说出什么一母同胞 才是亲兄妹的话来 你让宁乐置于何地 又把太父教你的礼仪廉耻 置于何地 说着 启德帝随手捡了个茶杯 砸在李一凤脚边 很是恼火的样子 父皇居然真的说了这话 李一凤呆若目击地看向宁乐 然后扑通一下跪下 父皇息怒 在金佛寺的时候 宁乐说 父皇会因为自己打了四皇子而责骂他 但不会提及四皇子 只会从他身上说是 那会他完全不信 现在信了 宁乐好厉害 只是父皇不是从不在意四皇子的吗 李宁乐撇了下嘴 完美猜中的他 不觉得高兴 父皇对他们这几个皇子 最疼爱的 貌似是太子和三皇子 从小到大没责骂过太子一句 连三皇子取飞的事 都由着他喜欢 看上去 哪个都是万千宠爱 不相上下 皇后不受地宠 但母族强盛 贵妃家族稍逊色一些 却盛宠二十年 这水端的 李宁乐自愧不如 如今 父皇想端水 自己却要在无形之中 敲陌生的踹飞这碗 当然这踹也得有技巧的 否则自己恐怕也活不过第二日 李宁乐上前一步 想扶启德帝 启德帝却微微后退一步 生怕这女儿一激动 又要晃他 给他老骨头架子晃散了 父皇 您就别怪太子皇兄 和三皇兄了 李宁乐哪里瞧不出 启德帝的避壤 他只当看不出来 一心为两个皇兄求情 金佛寺的是 哪里能怪太子皇兄 要怪就怪那幕后贼人 狡诈阴狠 一记不成便直接灭口 简直太厉害了 也不知道是谁有这般大能耐 太子文言 眼神一深 能有这般实力的 京城中没几个 而当时 四皇子就在金佛寺 离他们也最近 但四皇子没这能力 那除了他 又会是谁呢 至于三皇兄 他一贯心直口快 心却是好的 宁乐哪里不知道 三皇兄对宁乐的爱护 那话根本没放在心上了 李宁乐觉得自己身上 有一种名为 贤良淑德的光在闪耀 李义凤感动极了 宁乐真是个好妹妹 启德帝本也不是 真的要追责太子和三皇子 只是他们 到底算是毁了 成儿计划的人 借机发的火而已 尤其是李义凤 竟打了成儿两拳 宁乐为你们说话 这件事便算了 启德帝挥了下袖子 挥了龙椅上 正要开口让他们下去 父皇 儿臣还有点是奇怪 李宁乐还没表演完呢 讲 李宁乐歪头好奇道 说起来宁乐还奇怪 太子皇兄和三皇兄 今日为何来金佛色 而且 看着似乎是特意为宁乐而来的 文言 太子和三皇子 面色微变了下 太子会来 是收到顾伯远的消息说 三皇子打算借助公主 去接近徐家女郎 虽然那日三皇子 看着很单纯地说 要找什么心爱之人做正妃 但太子却不信的 母后告诉过他 父皇并不想让三皇子 娶了徐家女 所以 百花燕那日 很可能是贵妃一脉的 以退为进 若叫徐家女主动下架 父皇怕也不好拦着 只是这话 太子不能宣之于口 故而他敷衍道 本宫 是去金佛四位 父皇母后祈福 李义凤文言吃了一句 毫不留情道 太子连佛殿都没进去 是在哪里为父皇和皇后祈福 青天白日专上吗 你胡言什么 本宫何曾没去过佛殿 有甚不好说的呢 李义凤看向宁乐 直白回答 我是得到人传信说 太子打算借助你的关系 和徐家女打关系 把人娶回家做侧妃 太子脸色一沉 三皇殿 慎言 他眼底带着惊疑 更多是胆寒 父皇而臣绝无此心 李宁乐心中 小人笑得在地上打滚 三皇兄还真是耿直又大胆啊 这话也只有他敢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自己算对了 少来了太子 你没这心你巴巴去金佛寺干身 看见本殿下和徐家女郎 一起进金佛寺你眼珠子 都快杀了本殿下了 太子指着发颠的李义凤 指尖颤抖 你 你 你信口胡言 本宫没有 太子受教与太父王长师 一贯斯文有礼 李义凤这等张狂碎嘴的 太子根本说不过 李宁乐一边小脸挂上惊讶神色 一边余光将龙椅上启德帝神色收入眼中 启德帝神情晦暗不明 瞧不出来生气与否 但宁乐能感觉出来 他才生气了 不过应该不是生气 太子和三皇子争斗 毕竟 这是他乐见启程的事 凤儿 你如此揣夺太子 你自己当真没有娶了徐家女的心思吗 龙椅上的启德帝开口了 语气不见生气 仿佛寻常问话 回父皇 儿臣要喜欢那日 您赐婚就硬了 李义凤拜了一拜 又道 儿臣就是不想徐家女导 没成了太子侧妃 太子气得浑身发抖 别说本公吴那个意思 便是有 侧妃怎么就委屈了他了 你现在是太子 将来又不一定 李义凤冲他呲牙嘲笑了一句 太子脸黑得不行 父皇 三皇子如此狂被吴李宁 当真要视若不见吗 太子 你是兄长 让着先 启德帝摆摆手 一副无奈宠溺的表情 太子气得吐血 偏这时 启德帝又问他 太子 你到底为何去金佛寺 实话实说 朕恕你无罪 太子闽唇 滴滴开口 儿臣也是得了消息 说三皇子要借助宁乐关系 与徐家女勾连 李宁乐微微醋眉 什么叫勾连 他壮若天真问道 好巧啊 两位皇兄都收到消息了 只是你们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们的 太子和三皇子 齐齐看向他 神色晦暗不明 李宁乐 都看我干嘛 是驸马 顾伯远说的 该配合本宫的演出 他们都很配合 太子和三皇子两人说完 转头对上彼此的视线 诧异的一口同声道 你也是顾伯远通的消息 怎么可能 他不是说 效忠于本宫 本殿下的吗 两人又是七七一句 李义凤这辈子 都没和太子如此默契过 说完脸乌漆 起码黑堪比殿里 那九龙绕顶香炉 太子也是 平常浴室都温和的面孔冷了下来 眼神带着杀意 启德帝饶是老奸巨华神色 也忍不住崩裂了一瞬 他很清楚 顾伯远这么做 怕是得了李义成的授意 想要两边勾连消息给他知晓 偏生知道也不能说 不仅不能说 启德帝还得配合 做出惊讶震怒的表情来 岂有此理 义仆岂能是二主 何止二主 还有个去镇灾的第一号主人大皇子呢 此情此景 李宁乐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顾伯远啊顾伯远 本宫重生归来 谋划到今日 总算给你把头顶的大扎刀放下了 等死吧你 心里多快活 面上就多震惊 李宁乐后退两步 身形亮呛 几乎要摔倒 高流公公及时扶住他 公主小心 公公 你听见太子皇兄和三皇兄说什么了吗 本宫怎么好像什么都没听到 李宁乐抓住高流的胳膊 娇艳小脸上是迷茫 惊慌 错愕不敢相信的表情 高流瞧着心疼 公主真是太可怜了 被人算计 还被枕边人多番 出卖连累 驸马做了这些 将公主置于何地 哪怕陛下想护着 太子和三皇子 恐怕也会怨上公主 何况 陛下心里早恼了公主 怕是根本不会回护 高流苦劝 公主 切勿动怒 伤身啊 李宁乐眼泪花一下流出 微微晃动着摇头 发际上点催不摇碰 撞出清脆的响声 如同凤凰低鸣 娇艳的少女物业 怎么会呢 不可能啊 驸马一贯胆子小 怎可能左右逢源 一边成太子皇兄的人 一边又为三皇兄传递消息呢 之前他明明说要效忠大皇子 哄 仿佛一道惊雷 劈在了太子和三皇子脑门上 什么 驸马竟还对大皇子这么说过 这一刻 太子和三皇子 只觉得驸马面目可憎 其心可诛 一仆二主已经该死 他竟然仗着宁乐 投奔了三位主子 不仅该死 还该诛九族 太子想到 今日金佛四种种 怕是大皇子 一场不辣至极的算计 只为叫他们 在父皇跟前斗起来 好坐收鱼翁之力 公主 高流轻轻拽了李宁乐袖口 提醒他说 托鲁嘴了 这不是平白拉高的仇恨吗 李宁乐这才恍神 连忙拎着裙摆跪下 父皇息怒 驸马可能只是 朱友蒙了心 请您勿要怪罪 若非怪罪 而臣愿意一例承担 三皇子为他说话 父皇 而臣以为这件事 不怪宁乐 启德帝神色不明 驸马此罪当诛 宁乐身为妻子 没有劝解 也属实有过 李宁乐内心和 面上却坚定点头 是 而臣愿意承担 宁乐承担什么 李义凤急了 该顾伯远的责任 就该他担着 又不是宁乐叫他 两头传消息 也不是宁乐叫他 故意害人 平和要宁乐承担 这不公平 他走到李宁乐跟前 要拉起他 李宁乐一把推开他的手 老娘戏还没演完呢 他垂手落泪 哀怯道 三皇兄 宁乐知道你心好 只是驸马和宁乐乃夫妻 一荣俱荣 一损俱荣 一荣俱荣个屁啊 他只享受了你的荣 你哪点沾了他光 偏生还在外 做些狗屁倒造的事 成亲数日 就闹出外事的丑闻 他配你这般为他求情吗 李义凤生气了 宁乐虽然不是 他一母同胞 却也是他妹妹 皇族公主 岂能容人如此羞辱对待 要是靖阳未来驸马敢如此 他早提到上门了 太子瞧了眼 上手不吭声的启德帝 斟酌着开口 父皇 皇妹明显是被蒙在鼓里的 这件事怪不得他 只是驸马言之 效忠大皇子一事 这件事我得知后惶惶不安 思来想去 还是和父皇说了 李宁乐泪眼朦胧 瞧像龙以上不作声的启德帝 启德帝略微一点头 宁乐是来和朕说过 只是我没想到 驸马他 糊涂啊 李宁乐再次哭倒 叩手 您罚我吧 是我害了太子和三皇子 别罚驸马 求宁乐 太子敏纯 眼神怀疑 宁乐为何这般为驸马求情 莫非他也心属大皇子一脉 还是说爱顾伯远 爱到失去理智了 那顾伯远已然犯了滔天大罪 宁乐却愿意为他这般求情 李宁凤想了想提议道 父皇 您下指让宁乐和驸马合离吧 这样 他做的事 就怪不到宁乐头上了 李宁乐生死力竭道 不 我不合离 父皇 我不要合离 太子眯眼 果然是因为爱情 岂得帝见宁乐如此 气怒不已 顾伯远个废物 诚儿交代的是 他一件没做好 如今竟还勾得他这个女儿 为他如此寻死密活 宁乐乖 和离了父皇 再给你寻个更好的驸马 好不好 当然不好 他筹谋了那么久 今天又在这里哭半天 可不是为了一个合离努力的 要就是丧偶归府 做个逍遥俏寡妇 单合离乃够 绝不 不 绝不 李宁乐冲到启德帝跟前 抱住他的大腿 父皇 女儿不合离 驸马虽然养外事 死心颇多 接而说是大皇兄的人 明佑臣服太子 还和三皇兄打得火热 大儿臣就是喜欢他 哦 嘿嘿 李宁乐差点吐出来 盲用咳嗽掩盖了不对劲 不管驸马如何 儿臣不合离 除非驸马死 否则儿臣绝对不合离 这一句话 彻底引燃了启德帝的怒火 宁乐 够了 李宁乐吓得哭声一指 三皇子李义凤芒跪在他身旁 刚要帮着求情 就听启德帝冷声 下达旨意 驸马顾伯远不思忠直 不为良辰 辜负圣恩 赐死 念在宁乐公主求情份上 不用殃及九族 昌伯侯无用 交出这等不忠不孝之人 折废除绝位贬为庶人 满门抄斩 顾伯远不忠用了 抄家算是给诚儿留一点最后价值 不要 挖卡卡卡太好了 李宁乐伸手 眼泪狂掉 李义凤按住他的手 适可而止 父皇 李宁乐无声哭泣 没有之前的闹腾 只是空洞地哭着 嘴里轻念着他们 太子皇兄 三皇兄 求你们了 宁乐求你们了 他这般不哭不闹 比撕心裂肺 更让人动容 李义凤别过头去 眼带不忍 虽觉得宁乐糊涂了些 可眼见平素鲜活娇艳的妹妹 变得如此 他心里难受 第八十九章 满门抄斩 流条血脉 太子深深叹了一口气 顾伯远是必须要死的 不仅是因为 他是大皇子的人 但就是他在东宫 和三皇子跟前摇摆 通消息算计他们 就该死 满门抄斩不为过 只是乔宁乐这般样子 若自己能保下驸马 他对自己还不感恩戴德 不过驸马对宁乐如此重要 他存在一天 便影响宁乐的选择一天 如此不忠不孝的人 还是不宜留之 太子深吸一口气 父皇 乔宁乐这般伤怀 您就心疼心疼他 不如把驸马 不如给驸马家 留一条血脉吧 李宁乐抢先喊出声 生怕太子 被他演技感动 要出口救人 他用手帕擦着眼泪 做出坚强姿态 而沉直晓父皇苦心 只盼着能为驸马家 留一条血脉 驸马的右手 还小 能不能留了他和其母一命 太子饿了一下 没想到 宁乐竟这般懂事 事实上 他也不想让驸马活 驸马死比活着 更有利用价值 驸马死了 刚好腾出位置 由他们的人顶替上 只要能叫宁乐轻心 便等于拿捏住了 他这个坐拥巨富的金娃娃 启德帝表面还在生气 实则内心千头万绪 宁乐这性子 当真妇人之人 和他母妃很相似 极易缠于情爱 为情昏头 原顾博远是个极好的人选 家是一般好掌控 还对成儿的拉拢忠心耿耿 只可惜 暴露太早 不过既暴露了 便杀了再换 左右宁乐这性子 不怕他不会再昏头 至于留顾家那小的一命 也不是不可 启德帝叹了一口气 露出疼爱且无奈的表情 你这孩子 就是心软 而臣不会叫父皇旨意难做 让顾博连和其母归家改姓 这样也算不叫父皇的旨意不答 李宁乐说着 磕了的头 可怜兮兮的 你懂事就好 启德帝本也不打算 真和这个女儿起了隔阂 伸手摸了摸李宁乐的脑袋 起来吧 小脸哭花了 都 谢父皇 多谢父皇 李宁乐含着泪真心实意地笑出来 孩儿 娘亲为你报仇了 顾家绝四 算是娘亲迟来的纸钱 启德帝悠悠一探 宁乐完全是个为心上人家 留存一条血脉 而用尽脑筋的模样 事实上归了林家 顾家不就绝四了吗 但这孩子 想不到那么深 也是 商户血脉能有多大的智慧 何况还是女郎 启德帝又看向太子和三皇子 这两个被他精心培养 互相敌对的儿子 太子中宫敌出 背靠卢氏 为人温和有礼 只是心眼算计过多 到底有些小家子气 老三一贯被他交纵坏了的 根本没有该有的政治敏锐 何况 他还经常有不该有的柔软 至于远在镇灾的老大 和一心钻在前眼里的老五 更是不如 看来看去 启德帝还是觉得李一诚好 虽然被幽居易于不受重视 可心机谋略 隐忍折服 都是帝王该有模样 今日之算计 太子和三皇子 被他耍得团团转 还当是大皇子暗害呢 启德帝眼底闪过慈爱的笑意 不愧是他和他的孩 李宁乐 他虽然低着头 但依然感觉到了 那某对自己蔑视 对太子和三皇子 现状评估满意的氛围 父皇当真对男主 爱之身为之远计 还好 自己赌对了 没有揭发 拉了男主入局 店门口知晓暗卫被杀之时 李宁乐便立刻在心中修改了计划 原本他打算借由驸马一扑视二主 拉出男主视背后之人 毕竟顾伯远两头通信说明 他有主子 可当知晓暗卫被灭口 他就知道 还不能提 所以才拉了大皇子入局 有大皇子入局 父皇会暂时安心男主的安危 对他也会继续给予一种明面宠爱 没了顾伯远 男主想做点什么 须得亲力亲为 还怕落不出来狗尾巴 接下来 便是顾府抄家灭族一事 李宁乐心情飞扬起来 恨不得立刻出宫 回去看顾伯远他们一家子的鬼哭狼嚎 当下 李宁凤扶着他 他跪了一会腿都算了不行 宁乐你真是 多谢三皇兄 太子在一旁矜持着没伸手 高高在上地安抚道 皇妹不要伤怀 本宫会为你寻摸更好的人 挑了给你做驸马 李宁凤眉头一拧 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男人刚死就他二婚啊 李宁凤你放肆 太子皇兄 三皇兄 你们别吵了 李宁乐娇娇弱弱地开口 吵什么呀 他又没打算找驸马 吴宇 服了 宁乐别理他 我扶你回去 李宁凤完全没在怕太子的 搀扶着宁乐出了勤政殿 太子尴尬得脸色发黑 李宁凤是不是以为他已经拉拢到了宁乐 所以无所顾忌 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勤政殿中启德地 听着他们兄妹三人对话 神色莫名 等到了宫门口 李宁乐上了马车 欲连隔断沙落下那一刻 他笑容再也掩盖不住的灿烂 回府 马车外 李宁凤目送宁乐的翠盖八宝车离开 刚要走 身后来人传信 殿下 贵妃娘娘请您去一趟 常乐宫 李宁凤进了殿 给自己母妃行礼 而臣见过母妃 起来 怎么就你回来了 静阳呢 萧贵妃瞥了眼李宁凤身后 怎么就他一个人 静阳 李宁凤挠了挠头 静阳放在宁乐那呢 发生了点大事 而臣忙忘了 萧贵妃 他刚要发火 又想起金佛寺的大事 便道 算了 宁乐那也没甚 只是金佛寺的事 到底是怎么了 李宁凤把金佛寺发生的 秦政殿发生的一五一十 告知了萧贵妃 萧贵妃听的 面色变了好几个回转 母妃 宁乐她太惨 李宁凤心疼的话 还没说出口 萧贵妃眨眨眼 扶长一笑 宁乐这丫头 有点意思 啊 喜欢一个人 可不是这样的 萧贵妃意味深长道 也怪不得她之前觉得 哪里不对劲了 宁乐这丫头和她一般 素来霸道 又贵为公主之尊 纵然如今如到刻入人心 对女子要求严苛 然她骄纵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可能做出为 驸马纳妾的贤良之举 必然有鬼 原来 鬼在这里 李宁凤猛然 母妃 您在说什么 第九十章 公主她帮我善后 她心里有我 顾伯远既被刺死 这一次 宁乐的驸马 必须出在我们这里 萧贵妃握着簪子 眼眸里闪过 志在必得的光 李义凤微醋眉头 不忍道 母妃 宁乐这回怕是要难过极了 咱们就别学太子 凑那热闹了 萧贵妃瞥了一眼 还稀里糊涂的儿子 没好气到 你自己都说 太子也起心思了 咱们要不抓紧 难道眼睁睁看着皇后 用心驸马 把宁乐的心勾了去吗 李义凤文言不吭声了 魏阳公 太子正与皇后说着 勤政殿中发生的事 外头来人禀告 说是卢任家来了 皇后 让他进来 太子暂时竞声 卢任家今日穿了一件 枣红色的锦袍 脚上踏着云纹靴子 整个人喜气洋洋的 像是中了彩 给姑母请安 给表哥请安 快起来 怎么这回来了 宫门都快下药了 请安也可明日来啊 皇后温柔抬手 看着卢任家十分宠溺 太子却估摸出了点什么 你是为宁乐来的 卢任家黑黑一笑 起身坐到座椅上 表哥一贯知晓我的 听说公主今日 在金佛寺差点出事 一切都是驸马惹出来的 我本想来安慰公主 没想到他已经离宫了 皇后心头泛酸 生气道 任家 宁乐已经成婚了 你就歇了心思吧 便是今日陛下大怒 刺死了驸马 宁乐他也配不上你 怎么配不上 配得上 配极了 如任家连连开口 又想起什么 脸颊飞上几分红 侄儿觉得 公主对侄儿 还是有些好感的 宁知道前些日子哲 又揍了驸马一顿 他还帮着我善后礼 皇后一时间 不知道该训斥他 又去惹祸 还是该提醒他 脑子清醒些 宁乐对他根本没那意思 就刚刚太子和他说的 宁乐在勤政殿的举动 那分明就是爱惨了驸马 甚至为了驸马 差点连尊位都不要了 太子和皇后差不多想法 不过看着卢人家如此痴迷 倒有了几分心思 母后 宁乐驸马之位空缺 贵妃他们绝对不会坐看着 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不若就让任家试试 如任家疯狂点头 我愿意我愿意 皇后还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答应 马车中 李宁乐笑着笑着又哭了 这可吓坏了桃花 春菊二人 公主 公主怎么又哭了 公主是不是哪里疼 或者哪里不开心的 您打奴婢出出气 骂奴婢也成 就是别哭 桃花凑到李宁乐身边 握着她的手 双目泛起泪光 奴婢瞧着心都碎了 我没事 李宁乐低头冲桃花笑了笑 我是高兴的 喜极而泣 她哭的是上辈子的自己 未出世的孩子 被害死的桃花 哭的是 总算扭转了所谓 恶毒女配的命运 为顾伯远 她不会落一滴泪 公主此番也算得偿所愿 驸马就由自取 好在您没受她影响 春菊喷了一盏茶 吹凉了些 等到宁乐最喜欢的温度 才递到她跟前 即使喜事 公主莫要继续哭了 还要早做打算才好 桃花点头 是啊公主 打算吗 早就想好了 李宁乐目光看向窗外 此刻夕阳西落 霞光满天 一派好兆头的模样 该搬出顾驾 回公主府了 桃花和春菊对视一眼 喜气洋洋道 是 公主 那今日还回顾府吗 回 李宁乐唇盼重新弯起弧度 好戏还没看够呢 怎么能提前离场 星号 顾府 李宁乐刚下马车 就见守在门口 等她的顾博远冲了出来 公主 你总算回来了 轻微拦住了顾博远 不让她冒进 顾博远收敛急切 做出一副担忧深情模样 听闻公主 在金佛寺险些出了事 我甚是担忧 公主无事便好 这会子门前 还有一些路人过往 听见这话 不少百姓驻留 竖起耳朵 李宁乐垂眸一笑 直接问道 你担忧的是本宫 还是你的脑袋 公主何出此言 顾博远心意咯噔 脸色顿时惨白惨白的 宁乐话里的意思 莫非是事情全然败露了 四皇子不是说了 暗卫已被灭口吗 你勾连大皇兄 以本宫作耳 意图陷害太子和三皇兄于不义 如今还在这里装得无辜 李宁乐指着顾博远 眉眼间是痛惜 是失望 父皇大怒 本宫也保不了你 最终只能保全你顾家一丝血脉 驸马 你 太让本宫失望了 顾博远双腿一软 眼眸瞪得如铜铃 脑子里全是一句话 完了 一切全完了 围在不远处的百姓 也瞪大眼睛 驸马好大胆子 竟串通大皇子 陷害太子和三皇子 这该是满门抄斩的罪过吧 驸马太没良心了 公主对他多好啊 他竟拿公主作耳 公主高业 竟还保住了顾家一丝血脉 要我 管他家去死 李宁乐把重点透露出去 便没兴趣在门口陪顾博远演戏了 他扶着桃花的手进了顾家 大门慢慢关上 隔绝了百姓们八卦的目光 顾博远想问个清楚 但亲卫们拦着他 根本接近不了宁乐 公主 公主 任凭顾博远撕心裂肺满腹问号 李宁乐也没兴致理会他 直奔宁之院 之前从入门变奢华的小院落 如今萧条了不少 用来专门摆着赏丸的盆景 全然不见 往内 院门开着 内厅里的真玩古董 也都去向不明 桃花瞪大眼 林队长不是留守您之愿的吗 人呢 花英落 屋内奔出一个 有些灰头土脸的高大汉子 公主 属下给公主请安 起来 公主 属下 按照您交代的 大部分东西 都挪去了公主府 只是还剩这些大剑 一时半会还带不走 林诺说着再次跪地 请您降罪 李宁乐笑了笑 不怪你 只怪本宫当日为了给顾府体面 恨不能把公主府搬来 如今 要全搬走 也的确有些难 全烧了吧 林诺捶手 是 桃花和春菊刚想说什么 就听外头来人 禀告宫里宣旨的人来了 李宁乐扶着桃花的手 笑容灿烂 走 看大戏了 顾家大唐 李宁乐一眼瞧见 站在太监身旁的月白色身影 他低垂眉眼 染出几分了然的嘲笑 父皇真是体贴 抄家灭族这种差事 交由男主 明摆着让他来捞自己油水啊 第九十一章 对线誓言骂 驸马 宁乐步入大唐 便见顾柏远 顾侯爷 老夫人 林氏还有三岁的顾柏林 齐齐跪在地上 尤其是顾柏远 此刻面如金纸 战战兢兢 额头汗水 像小溪流似的 甚至连宁乐来了都不知道 宁乐皇妹 李宁诚见到李宁乐 微微上前一步 笑容温柔 李宁乐捏着帕子 遮了下鼻翼 嗓音漠然 四皇子来宣旨了 是 李宁诚瞧出李宁乐 对他冷淡 也不生气 谋光扫过大唐之中 跪着的一家子 怜悯道 请公共宣读旨意 高留守捧名皇的圣旨 高声宣读 奉天成韵 驸马顾柏远 不思忠职 不为良辰 辜负圣恩 则赐死 昌柏侯教导 无方剥夺爵位 满门抄斩 念及宁乐公主求情 朕欣慰感怀 特着幼子顾柏林齐母 林氏归家改姓 亲此 顾柏远 顾侯爷 以及老夫人三个人 傻在当场 下一瞬 哭嚎震了满天 林氏抱着顾柏林 瑟瑟发抖 眼中感恩不已 满门抄斩 她和她的灵儿 却得以保全性命 多亏了公主 幸得公主庇佑 林氏抱着顾柏林 率先谢恩 顾柏远一家祖孙 爬到李宁乐脚边 哭喊道 公主 您救救我们吧 公主 你既然能救了灵氏和灵儿 也可怜可怜我们吧 饶我们一条命吧 老夫人哭声震天 这一刻再也没有之前 想拿捏公主的心思 只恨不能给公主 把头磕破 公主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求你向陛下求情 饶过我这一次吧 顾柏远痛哭流涕 几乎肝肠寸断 他不想死啊 李宁乐坐在高座上 垂师顾家这一家子 尤其是顾柏远那金句的脸色 很大的取悦了他 环顾四周 他发现灵郎不在 应是妾室不配入场的缘故 这怎么能行呢 真爱应该整整齐齐 琳琅很快被带来 府中几乎个个知晓了 顾家被抄家的事 他本想逃 但整个顾家 已经被官兵团团围住了 琳琅白着脸 跪在李宁乐跟前 哭都哭不出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若早知道如此 当初就该坚定 站在公主这边的 琳琅悔不当初 却比顾柏远有些出息 完全没哭 身为下人 本就战战兢兢 一不小心就会被发卖 被打死 琳琅早有心理准备了 心若死灰等死 李宁乐高看琳琅一眼 心抵起了慈悲之心 桃花把那杯烈心酒 赐给琳琅 桃花端了一杯酒过来 公主赏你的 比砍头可舒服不少 琳琅颤抖着 伸出手 而后闭眼一饮而尽 酒落肚皮一瞬 心脏抽痛 有四分五裂之感 浑身像是被人打断了 又切开了一半 琳琅痛得尖叫 打滚 吓得顾家人抱成一团 哭得更加凄凉 渐渐的 琳琅不动了 李宁乐见他目光涣散 起身 垂手附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痛吗 本宫的孩子 也这么痛 琳琅涣散的眼眸动了动 很快彻底失去光泽 顾伯远看着琳琅惨壮 吓呆了 公主 好狠 他忽然有种感觉 今日种种看似是他和主子谋算 实则是公主谋算了他们 公公 驸马和我到底夫妻一场 李宁乐从琳琅尸身旁抬手 眼圈微微泛着红 能否让本宫选择一个轻松点的死法 赐予驸马 再与他单独呆片刻 高刘本就联系宁乐这次遭遇 自不会拒绝 公主良善 您自便 李宁成温笑道 皇妹对驸马情深一片 皇兄自当全你心意 说着 他挥手 让人把顾家其他人带走 很快 内厅空下 只剩李宁乐和顾伯远 以及他特意要留下的灵诺 公主 公主 我知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顾伯远卑微地爬到李宁乐脚边 伸手扯住他的裙板 哀求 我不想死 公主 求您饶了我一命 顾伯远 还记得你在本宫跟前发的事吗 李宁乐悠悠地问 顾伯远浑身一僵 嘴唇哆嗦 公 公主 你 你这是何一 当初你跪在本宫跟前发誓 若有一日 对本宫心有不忠 便会断子绝孙 祖坟被挖 你顾伯远死无葬身之地 骨头要被敲碎 眼珠子要被乌鸦吃掉 李宁乐每说一句 顾伯远脸就白上一分 人也色缩着后退一步 李宁乐嘴角带着妩媚娇艳的笑 如今 该是你对先诺言的时刻了 驸马 这一声驸马叫得千回百转 似撑似怒 顾伯远却浑身冰凉 血液凝固 他下意识想逃跑 却发现身后不知何时 有个高大的身影堵着 林诺 公主 您吩咐 敲碎他的骨头 记得 一根一根 敲碎前不能让他死了 李宁乐的声音恍若女鬼 顾伯远抖成筛子 想逃跑根本拔不动腿 想昏死又不敢 林诺将顾伯远 拖到宁乐桥不见的一个小厅 开始行刑 听着那棍棒杂在肉上的闷脆声 以及顾伯远的惨叫声 李宁乐面色平静 眼底却翻涌着畅快淋漓 桃花 我的桃花 本宫替你报仇了 眼泪从右边眼眸滑落 李宁乐透着泪光 看着更冷 直过了快一刻 林诺才过来回禀驸马断了气 本宫去看看 林诺拦住宁乐 公主 血污之地 别看了 脏了您的眼 李宁乐却执意去看 他要记住这一刻 好叫自己不忘记仇恨 不会为一点成功而懈怠 顾家大唐之外 高刘瞧着天色 月上三竿了 李宁城见状 温声开口 公公莫及 黄妹对驸马情深 一时半会舍不得也是有的 高刘挨了一声点头 就在这时 大唐门开了 不知是不是错觉 高刘好像闻到了一丝血腥味传出来 李宁城看向神色悲伤的李宁乐 温柔一笑 黄妹 驸马他 死了吗 死了吗 三个字还没问出口 便见李宁乐 那总在身旁的轻卫队长身上 沾染着血污 想来这个问题 不必多问了 本想让驸马轻松死去 可宁乐司机他做的事 险些害了太子和三皇兄 更叫父皇对宁乐失望 所以 李宁乐欺然一笑 娇艳面孔上 染着几分悲伤和彷徨 宁乐就叫人仗毙了驸马 李宁城 高刘感动 公主长大了 陛下知道后 定然欣慰 第九十二章 火烧您之愿 一根毛都不给男主 宁乐不是对驸马情根深肿 甚至能为他和父皇对呛吗 怎这惠子如此心狠 用此酷刑对顾伯远 难道是在演戏 李宁城心头念头一过 便见李宁乐 忽然挖一下吐出一口血 身形亮呛着要倒下 公主 凌诺赶忙扶住他 担忧不已 公主要保重御体 千万不可忧伤过度啊 公主 公主您没事吧 公主 呜 公主 您别下奴婢 大夫 快叫御医 桃花奔过来 抱着宁乐 哭成泪人 公主 您这是何必呢 驸马已然去了 春菊用手帕 为李宁乐擦着嘴角的血 手在发抖 尽力克制自己 李宁乐气弱油丝 桃 桃花 你们别哭 本宫 呜 哇 又一口鲜血 酸甜口的 下一瞬 他头一歪 伤心地晕了过去 公主 快快送公主去公主府 咱家这就回宫里请御医 高流是老人了 虽然惊慌 却还有条不紊 四皇子 我懂 顾府这边有我 劳烦公公去宫里 请御医为皇妹诊治 李宁成拱手温和有礼道 高流连连说应该的 急急忙忙带人回了宫 李宁成点头 目送高公公和宁乐等人 背影消失后 才饶有秦治的皇顾 富丽堂皇 比之皇子府 都不差在哪里的顾府 心头激动 宁乐当日嫁来顾府的嫁妆 撼动京城 不仅如此 顾博远还说过 宁乐为了给他添面子 从个人私库里 掏了许多 作为顾家聘礼 这里头 若合理中宝私囊一些 便是个让人心动的数字 传本店命令 抄家 家字音调刚落 便感觉身后热意荡来 同时还觉得 前方景色乎得有些硬红色 李一诚扭身 冲天火光 印在他本质得益满的眼眸中 走水了 走水了 官兵们喊了起来 李一诚神色大变 立刻 快去看看是哪里 这个距离 怕是顾府的院子 该死的 这得毁了多少东西 李一诚边说 边向火源地冲去 很快在一处 别致的院子前停下 火光胶的空气扭曲 宁治院的牌匾在晃动 支压着 带着火星落下 砸在地上 溅起灰尘 李一诚脸都要扭曲了 这是 报告四皇子 这是公主之前居住的宁治院 赶紧救火 公主服 李宁乐接过桃花 递来试了温水的帕子擦脸 嘖嘖回味 秋双配的这酸梅味的糖浆 真好喝 公主 您刚吓死奴婢了 奴婢还以为您真的 桃花哭笑不得 本以为公主真的是伤心吐了血 她和春菊差点一佛升天 结果刚上马车 昏过去的公主原地坐起来 桃花当时头发都竖起来了 反应过来又哭又笑 心情到这会还跌宕起伏 桃花压了下心情 担心道 公主 高流公公回宫请御医了 要是被瞧出来可怎么好 话音落 就听外头响起春菊的声音 王太医 公主刚刚已经有府内随行大夫瞧过了 已经喝了要歇下 怕是不好叫醒 劳烦您走这一趟 这是大夫开的卖案 您瞧一下 也能回禀陛下负命 王太医不宜有她 回道 好 屋内 桃花眼神从紧张变为激动 等外头没动静了 她才敢小声说话 请这样 就能行了吗 陛下会不会怀疑什么 本宫又不是后宫妃子 且也不是争宠 父皇不会在意的 何况她现在应该会更关心 李一城抄家的结果 知呀 门被推开 春菊进来复命 公主 太医送走了 顾府那边 伙事也控制了 林诺说 没影响到别家府邸 您志愿的一切 也化为灰烬 李宁乐文言十分满意 很好 公主 奴婢有一事不明 单就宁志愿起了火 会不会叫人怀疑到公主身上 怀疑呗 有证据吗 李宁乐双手摊开 无赖一笑 再者 便是没有宁志愿着火一事 后面的事 李一城也会怀疑本宫 只是妈他怀疑 也没用 李宁乐看向窗外 那顶圆润的月 讽刺又意味深长道 谁会听一个 没存在感皇子的 胡乱一侧呢 桃花和春菊 含笑点头 静阳睡了吗 静阳公主 用晚膳的时候问了宁 之后太累了 便这宫女伺候他淑洗 这会已然睡下好一会了 李宁乐点头 也伺候本宫淑洗究竟 这惠子 怕是父皇再为李一城善后呢吧 德福宫 启德帝高坐守卫 底下跪了一地的人 德妃屈膝在最前头 额头冒着冷汗 猛逼道 陛下 臣妾不知何处惹怒了陛下 你还装作无辜 今日宫中发生的事 朕不幸你不知晓 启德帝脸色沉冷 眼底带着怒火 德妃啊 你和大皇子手很长吗 都敢动到太子和三皇子头上去了 德妃脸色苍白 磕头叫躯 陛下 臣妾万万不敢的 大皇子也一直恪守本分 如何会对太子三皇子 启德帝痴笑一声 怎么 顾伯远不是大皇子的人 一句话 叫德妃叫躯的话 也在喉间 他很快反应过来 回道 顾伯远的确说了 要效忠大皇子 但大皇子从来没答应 何况大皇子如今身在旺城 怎可能千里算计这些事 定然是有人诬陷我们 陛下 请您明察 明察 他就是来让德妃背锅的 启德帝一把浮掉桌上的茶盏 茶盏砸在地上 哗啦啦碎了一地 你这意思是说 朕冤枉了你 德妃背下的一击灵 德府宫的工人们拼命磕头 陛下息怒 德妃咬着唇流泪 这是着实叫他猛然委屈 他是要算计宁乐 可还没实施呢 陛下 启德帝抬手 德妃泪眼朦胧地便白卡在喉咙眼 他双目绝望 难道陛下当真一丝旧情不顾了吗 启德帝看着京剧的德妃 叫其他人退下去 等宫殿里只剩他和德妃之后 他悠悠叹了一口气 德妃 农儿是朕的长子 本事尊贵 你却眼看着他做出这等糊涂事 德妃摇头想说 真不是大皇子做的 启德帝压根不听 继续施压道 便是朕有心偏袒 皇后和贵妃 怕事也不会善罢甘休 你可知道 宁乐的驸马 都被逼着刺死了 朕不得不给太子和三皇子一个交代 若你执意变白 朕便只能叫农儿回来问话了 第九十三章 提醒债主们 去哪里要站 陛下 这可如何使得 农儿在为您赈灾 柴时要紧呀 德妃下的唇发白 眼眸含泪 最后咬牙道 是臣妾做的 臣妾愿意领罚 只求陛下别责怪农儿 说着 他悉情到启德地跟前 抱住他的大腿 哭求 陛下 您联系一下农儿和臣妾吧 臣妾知错了 这件事 大皇子真的不知道 他人在望城 如何做得了这些 见他认下了 启德地眼底略过一丝满意 很好 这样臣妾便无余了 他冷谋注视着德妃 德妃犯错 禁足德福公 非照不得出 你 好好死过 宁乐继任驸马一事 不许再有心思 德妃听的这个惩罚 贪软在地 喃喃道 臣妾 尊旨 好在 没牵连到农儿 启德地起身 走到店门口顿住脚步 德妃 朕对农儿从来是寄予厚望的 你和他 别叫朕失望 德妃眼睛重新亮了起来 是 陛下 臣妾定不负皇恩 等启德地离开后 喜局进来扶起德妃 心疼道 娘娘 这件事明明和我们没什么干系 为何要认下 皇上摆明心疼太子和三皇子 本宫认与不认 有什么差别 还不如认下伯一个乖巧听话名声 德妃擦了脸上的泪 眼底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左右驸马已被刺死 鹿死水手还未可知呢 娘娘这是何意 喜局不明白 德妃瞧他一眼 嘴角微微勾起 宁乐和他那个娘一样 是个情种 只要驸马能得他喜欢 还怕宁家的财富到不了手中吗 之前没想到这妮子溜得快 如今他的驸马人选 必要出在我谢家才好 太极公 启德地回了殿中 便见高刘焦急夺步 参见陛下 老奴回来赴命 高刘将顾府的是禀告了一遍 而后低声道 陛下 公主当真有孝心 便是对驸马情义深重的不行 还是坚持处死了驸马 说是不能愧对你 可怜公主吐血昏厥 也不知如何了 启德地却只听到那句 顾府起火了 火势如何 高刘焦手 老奴送公主回了公主府时发生的事 火势不算大 只是公主之前住的宁志院遭了殃 启德地神色韵弩 偏巧就是宁志院起的火 你说巧不巧 高刘淑然一惊 陛下觉得 这件事是公主 可老奴倒觉得 此事不向公主所为 要真是不想让四皇子抄了顾家 何必只烧宁志院一处呢 这话倒也未必没有道理 但启德地心里就是不痛快 宁志院是宁乐住处 他这个女儿向来娇奢 所到之处一应用具 都须得最好最名贵 今日他贬持了太子和三皇子 就是为得给成儿一个机会 既能抄家肥一下口袋 又能借此为自己办事 后头好理所应当被用起来 结果最肥的那处院落 被烧毁了 启德地刚从德飞那得到的好心情 消失殆尽 折人去查看 细细查问 高刘 是 等等 算了 不必叫人 只让四皇子处理即可 既宁志院都烧了干净 想来顾府也没什么可抄的了 高刘垂首 宁志院虽然烧干净了 可顾府里头多少真奇百见 名贵玩意 是从公主那得来的 若不问 那里头不知被刘瓜多少出去 李宁乐一夜睡得极好 起来后 秋双过来替他把了脉 公主脉相平稳有力 比之前好了不少 你调理得好 李宁乐夸他 秋双目着小脸 掏出几瓶新的药瓶 这几个分别是解毒丸 和几种毒药 药粉 毒药地标注了药性和名字 公主留着防身 顿了顿 他道 切记不可能再混用了 小心伤了自己 李宁乐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你知道了 上次我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寻思几种药粉搅合在一起 说不定又奇笑 秋双像是叹了一口气 又像是有点嫌弃 最终没说什么 拎着一箱药出去 哎等等 之前郑华营他们的脸如何了 秋双回道 几个轻一些的 已然恢复昔日容貌 严重些的 还要些时日 至于公主说的那个郑家小姐 他思考了下 他应昨日来复诊 只是没瞧见他人 想来有事耽搁了 都好了就好 等试了你便回公主府 继续研究你喜欢的那些 这次辛苦你了 秋双拎着药箱出去 恰好和桃花错身 桃花进来扶身道 公主 贵妃娘娘派人来接近阳公主 还送来了补血氧气的补品 除此以外 陛下和宫里其他贵人 也都送了不少好药材来 听到这话 秋双脚步黏住了 李宁乐见状笑起来 秋双帮本宫去看看 有药的直接拿 秋双转身行礼 谢公主 春菊 接下来的日子 本宫要好好休养 不见客 春菊沉稳道 奴婢明白 公主府门在静阳公主离开后 便大门紧闭 任凭谁来都不见客 随着公主府门关闭 宁乐公主的驸马顾伯远 因涉嫌党争被抄家 在公主一力求情下 才保住了顾家一丝血脉 公主为驸马吐了血 顾府里头公主的院子 着了大火 将公主带来的陪价烧得干净 公主因驸马被刺死 一并不起 各种消息 犹如雪花一般 飞入百姓家 落入官员耳中 宁乐公主名声大噪 从前百姓们便知您孝顺大方又贤惠 如今驸马仪式出现 大家夸您重情重义 至善至美 桃花贵坐在李宁乐身旁 为他捏腿 乐的手上都带劲了 李宁乐从浴碗里 抓出一把鱼石丢进面前的湖里 瞧着那群胖头井里 争先恐后抢东西吃 忍不住笑了 顾府被抄家 那些商家们别光吃瓜呀 也该抢东西了 不然再等等 还能剩下些什么 春局道 他们会不会找上公主府 要您给顾府还债 公主为顾驾 已然担惊结律病倒了 谁还好意思上门要 这惠子来要的 怕是要被吐磨心子咽了 林诺在一旁笑道 李宁乐飘了得赞赏的小眼神给他 不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不能叫人家平头百姓吃哑巴亏 记得提醒那些掌柜的 该去哪里要债 第九十四章 亏本抄家第一人 四皇子府 抄了顾家用十块两天 所有事情才接近尾声 李宁成忙得头发昏 心里却是激动且快活的 宁治院虽烧毁了 顾府的东西却还有不少 裴一一路跟在他身旁 眼瞧着顾府的富贵 竟不逊色于皇子府 当真瞠目 殿下 这顾府明明是个落魄侯府 各种陈设珍宝 却繁多的吓人 奴才第一次对宁乐公主的有钱 有了概念 裴一倒了一杯茶水 递给李宁成 这不过是他懒得要的东西 宁治院里头 才真是堪比一个小皇宫 李宁成接过茶盏 润了润干节的喉咙 而后盯着着用了 许久的茶盏出神 顾博远曾和他抱怨过 宁乐用家具是一次性的 不仅仅是杯盏餐具 很多大型百剑 也是用了一次就丢 宁乐公主真是娇奢 咱们陛下宽厚人正请柬 她是一点没学到 裴一则则道 为君者纵然拥有天下财富 也不可肆意挥霍 宁乐是公主 自然没有这么多顾忌 再者 父皇一向浇惯她 只可惜了顾博远 李义成放下茶盏 眼底划过一抹幽暗 本以为暗卫被灭口 太子和三皇子 纵然大怒无计可施 没诚想 顾博远竟被暴露出来 那日秦政殿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是如今就算知道 也没什么意义 顾博远已然死去 宁乐向断了线的风筝 脱离了掌控 而驸马的位置 其他皇子定然不会放过 这时候就显示出 有母族的好处了 若他母妃还在 便是家族不显 也能有个亲戚推荐 总也有个机会 只可惜 他母妃身份卑微 还是姑女 后院 陈嘉宜听了勺药禀告完 顾家被抄家的事 没烧一条 不可思议到 驸马做出如此糊涂 是宁乐 还为他求情哭闹 最后 陛下居然还留了 顾家一条血脉 是的 大家都在夸公主 至纯至善呢 什么至纯至善 这不就是恋爱脑吗 驸马在多个皇子跟前 左右逢源窜多党争 已然犯了死罪 更别说金佛寺的算计 宁乐为这样的人求情 简直绝了 拿太子三皇子当什么 拿那个倒霉的 差点被掳走的 徐家女郎当什么 陈嘉宜无语了 这种善良和圣母 有什么区别啊 她要是徐家女郎 得恨死宁乐 只有驸马是人 别人就不重要吗 不过 驸马到底还是死了 勺药瞥着陈嘉宜 引路不屑嘲弄的表情 低声又道 公主为驸马之死大痛 吐血昏厥 如今还在休养呢 能说什么 只能说她自找的了 陈嘉宜不同情宁乐 甚至心头有点畅快之意 她面无表情地转移了话题 殿下那边忙完了吗 勺药点头 忙完了 侧妃何不去看看殿下 送些吃食 殿下肯定会很高兴的 用食物绑住男人的胃 她陈嘉宜又不是那种 只仰仗男人鼻息的女人 不用 你出去吧 我一个人静一静 她要尽快把烟花配笔弄出来 好叫人去研究 还有几个月就是皇帝生辰了 若能研究出烟花 必然能一鸣惊人 帮四皇子博得头筹 前院 李一成正打算休息一会 就听到房门急匆匆进来禀告说 门口被金钟铺子掌柜们给围了 哪些铺子 坐肾 李一成随口问道 有天香楼 雅居 宿春斋 小四报了一串名字 五行八作都有 说是来要债的 李一成一愣 你说来作甚 要债 他们说顾家里头许多东西 是奢账了他们的 顾家如今 没了 没人付钱 至少把东西还回来 抵 抵债 裴一急切地询问小四 什么叫顾家的东西 是奢账的 便是奢账 那些东西 也该找公主府 咱们殿下是奉旨抄家 小四摇头 说他也不知道 如今好多人乌泱泱围在咱们府前 闹着要见殿下 殿下 这可怎么办 裴一转头 看着脸色黑如锅底的李一成 先去看看 李一成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四皇子府门前 一堆穿着锦绣 手握账本和算盘的掌柜们 他们这人搬了椅子 坐在阴凉处 由身边小二在门前吆喝 还派了个伶俐的几句话 便把来的目的说了一通 特意隐去了 当时是瞧见公主份上 才肯奢账这一点 围观的百姓们 听着小二爆出东西的价格 听得肉通不已 义愤填膺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折迷是当公主的钱是自己的了吧 掌柜们也可怜 这能要到吗 陛下仁德 若知晓肯定会送还的 又不是他顾家的东西 李一成到了门口 便听到这么一句 眼前有些发黑 很快稳住心神 他仰起温和的笑 各位 不知各位来我府邸门前所为何事 坐在椅子上的掌柜们见主人总算来了 立刻起身 恭敬行礼 草民等见过四皇子殿下 殿下吉祥 代理毕 其中一位瞧着醉事圆润 一笑仿佛弥勒佛的掌柜 上前一步 四皇子 草民素春斋掌柜 今日来此 实在不得以为之 顾家粤鱼前 在草民这里 以奢账买走了各种珍奇百件 家具座椅 合计起来有七万两之多 如今顾家无人 草民不知问谁讨要 只能舔脸上门了 素春斋掌柜说完 眼泪泛出 用袖口轻轻擦了擦 又哽咽道 若不能讨回 草民怕是活不下去了 李一成嘴唇一动 想叫他们去找宁乐 便听又一个掌柜 乌咽着擦眼角 草民本想厚着脸 去找公主讨要的 只是公主吐血昏厥 生死不知 公主为顾家已经如此 还要他给擦屁股付钱 起飞良心 去了狗肚子里了 是啊 公主至唇至善 真要去找他 他必然会给的 只是草民不想 在他伤口上撒盐了 殿下 您就可怜可怜草民等 草民也不想要钱了 只要求把东西搬回去 便渴了 掌柜们一人一句 把李一诚原本想说的话 堵得死死的 甚至人家还很聪明 不要钱 只要把东西原样 托回去便算了 只是抄家的东西 等同皇帝私产 他如今地位 哪敢替皇帝做主 何况 这还是他的第一份差事 但要不给 民间的民生 他是别想要了 李一诚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法子 他自己把这张平了 李一诚万万没想到 这家抄到最后 一点利益没赚到 还倒贴了进去不少 第95章 黄妹 你是俺地恩人哪 公主府 李宁乐一口闷掉了碗中血咽 等全咽下去之后 拍猪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黎一诚应该是大商 第一位奉旨抄家 还倒贴的人了吧 不 应该说纵观力朝 都没有哪个这么大冤种 哈哈哈哈 笑死本宫了 桃花张手在李宁乐身后一动 生怕他一不小心摔了 春菊被李宁乐笑声感染 也染了几分笑意 公主稍微淑女些吧 叫别人瞧见 又要说您了 李宁乐捂着笑痛的肚皮 摇头 本宫也想啊 但本宫忍不住啊 公主 奴婢有些不明白 不过是把东西原样退回去 怎么就说四皇子倒贴了呢 桃花探头探脑问道 李宁乐微微转身 瞧着他圆月般讨喜单纯的小脸 解释道 抄家的东西 说是入国库 其实是皇帝私库 你见过肉包子打狗 能有回的吗 春菊被李宁乐这形容 吓得小脸一白 公主 这可不能胡说 李宁乐完全不在意 都是自己人 不怕说出去 那可以拒绝啊 那些掌柜的 还敢和皇子府和皇上对抗吗 桃花眨巴着眼 依然不明朗 这是奉旨抄家 直接拒了便好了啊 四皇子 这不是自己找亏吃吗 林诺接话 四皇子估摸着 是担心拒绝了 对他名声不好 这有甚不好的 因为会影响他以后 林诺下意识回答 却疏然一顿 眼睛睁大 看向宁乐 公主 四皇子竟也有野心 李宁乐含笑反问 他为何不能有 都是皇子 谁会对那个位置 没有向往渴望 林诺惊了 也在这时候反应过来 公主早就知道 那公主命数下去 给掌柜们递话 也是故意的 李宁乐点头 男主势力 不如其他皇子强大 他需要抓住 每一个可能的助力 名声对一个 没有依靠的皇子来说 极为重要 不 便是太子也重视贤德名声 何况是他 只是 男主若这般做了 便是宣告自己意有野心 太子等人知道后会如何 就看他本事了 没错 这是杨谋 一个男主名之士坑 却还不得不跳的 杨谋 李宁乐高兴 这个坑洼的又大又圆 于是叫桃花 吩咐小厨房 做了一道瓜人油松嚷月饼来吃 公主府喜气洋洋 四皇子府如丧考笔 库房刚关上就被打开 因为不敢把顾府的东西 如样搬出 免得再吃一个中饱私囊的罪名 李宁诚 只得用自己的东西来抵债 素春斋掌柜们 眼睛精亮 打着算盘核对着东西价值 边核对边在心里吐槽 怎么堂堂皇子府 东西还没顾府的贵 李宁诚不想面对这些 便叫陪一负责对接 自己离开了 正头痛呢 又听小四来报 说正家二小姐身边来人 李宁诚眉目舒展 让她进来 来人是郑华英的丫鬟 滴溜着一个石盒快步进来 见过四皇子 起来 李宁诚温和有礼地问道 二小姐是有事找我吗 我家小姐说 之前和四皇子一起去吃的茶楼 出了新点心 便叫奴婢今日买了双份 一份送来给您 丫鬟笑盈盈道 李宁诚笑容温柔 替我谢过你家小姐 丫鬟扶了扶身 转身离去 李宁诚望着那和精致的点心 神色莫名 徐家女已然没机会了 郑华英是郑家二小姐 倒也算个不错的选择 只是在这之前 还得探探陈嘉宜的口风 李宁诚拎起石盒转身 不想身后站着两个人 陈嘉宜手里也拎着一个石盒 眼中带着惊讶以及失望 夫人 你怎么来了 李宁诚心中一惊 面色不显 还温柔地提了提手里石盒 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 哼 心有灵犀 陈嘉宜冷笑了一声 歪头看着李宁诚 殿下和郑儿小姐关系不错 都能一起去茶楼了 大伤男女 大方比较严苛 这两人这般做 和私相寿寿 有什么区别 夫人 你误会了 李宁诚眉眼无奈 却不多解释 转身离开 夫人 身后不管怎么喊她 陈嘉宜都没停下脚步 一路回了院子 叫少要把那碗鸡汤丢了 陈嘉宜再次把自己闷在房间里 虽然心里有准备 也知道李宁诚是古代人 又是天皇贵胄 不可能只有她一个 陈嘉宜却依然心里犯酸 委屈 难受 她抹了把泪 提笔再次在宣纸上书写 烟花一定要早日研发出来 就算不为李宁诚 自己也要有自己的价值 一连七日 宁乐公主府的门都没开 终于在第八日 宁乐公主府的门开了 一时间 宫礼 朝晨 甚至是之前宿春斋的掌柜们 都登门看望 不过 宁乐没见几个 只见了李义凤 谢云云和徐英白几个人 结果唠了两句 生怕宁乐身体伤着 又急匆匆走了 全然不顾她脸色红润 小脸圆了一圈 李宁乐叹了一口气 都怪本宫演技太无敌 寂寞啊 公主 五皇子来了 快 请她进来 以往李宁乐绝对没这么热情 今日她无聊啊 瞧着 李义雀这个缺心眼的 都有点可爱起来 李义雀比她还激动 握着李宁乐的手 皇妹 你吐血真是太好了 要不是你吐血了 我都没得出来 你不知道 那天百花咽回去 我就被禁足了 皇兄苦啊 你是皇兄弟恩人呢 李宁乐 要不是本宫无聊 本宫一定踢死你 皇妹 上次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李义雀捅过了下 不吭声的李宁乐 怕她不记得 还主动提及 香皂铺子那事 也带皇兄玩一玩呗 你不怕贤妃揍死你 李宁乐斜眼看她 父皇不会下死手 贤妃娘娘可是会的 她这个五皇兄 因着爱才的事 几乎从小到大被打 越打越狠 还就是不改 你皇兄我皮糙肉厚着呢 好皇妹你就带皇兄一把呗 李义雀冲着李宁乐撒娇 又道 这段时间 皇兄仔细想过了 香皂这个东西 不能光京城 还得全国推广开来 最好还分个三六九等 所有人的钱都一网打尽才好 好家伙 这想法和她不谋而合了 属于事 第九十六章 太惨了 就驸马尸骨未寒 别人就张罗新驸马了 李宁乐之前 听秋双说过 香皂制作的成本 就有过这个念头 只是当下还不是时机 贵族中人多少都有点毛病 要是一样东西 你大面积扑出去 还人人都买得起 他们可就不愿意用了 甚至还会为了不让这些 流入到平民手中而抵制 所以 李宁乐想的是 先在贵族阶层里 把香皂打开市场 后面再换个简单的包装 低价出售一些差不离的 只是他没想到的李义雀 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黄兄以为普通人用得起香皂 那可是十两一块 只能用一个月 李义雀文言一笑 我当是什么呢 这个很好解决啊 你把香皂里头名贵的玩意 换成便宜的 成本降低 东西也就便宜了 这样平民也用得起了 你别小看平民 他们虽然买不起多少贵东西 但数量庞大 加起来不比贵族差在哪里 李宁乐笑了 又道 便是我能让香皂价格降下来 有些人也不会愿意 百姓和他们一样 用上好东西的 这是的确有些不好办 要不咱们换个名字 不行不行 李义雀说着 又自我否决 脑子飞速转动 抛出几个新点子 换名字反而不好 用贵族噱头 让百姓们好奇 从而舍得花钱才是核心 那么 只能在包装上下心思 以及给贵族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 让他们知晓 这两者差距 李宁乐眼睛亮了亮 微微坐直身体 皇兄继续说 李义雀一看李宁乐乐一听 更挨劲了 一口气说了好些 直到桃花进来说 该用膳了 李宁乐才惊觉 时间过了两个时辰 而李义雀 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意思 五皇兄 留下一起用膳 好 李义雀巴不得呢 从来没人愿意听他说这些 母妃听了只会提起棍棒 叫他不许废话去读书 父皇听见直摇头 说他不堪为皇子 李义雀不明白 为什么皇子就不可以经商 哪条律法规定的呢 只有宁乐愿意听他叨叨 还请他吃饭 宁乐真是个大好人 李宁乐一扭头 就见李义雀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鸡皮疙瘩起了一层 五皇兄 干嘛这么看我 皇妹是个好人 皇兄来生 一定做牛 做马暴打你 干嘛来生 金氏呢 金氏咱们不是兄妹吗 而且 未来还是铁一般的合作伙伴 李义雀捅过了他两下 眼眸弯弯 李宁乐哭笑不得 行了 点点你爱吃的 那我不客气了呀 李义雀黑黑一笑 一口气点了二十七道菜 然后生怕宁乐觉得他过分 急急收住了 不想宁乐面色平静 吩咐桃花派人去做 很快膳食上来 除了他点的二十七道菜之外 还有三十二道 道道精致奢华 李义雀咽了下口水 不无羡慕道 宁乐你有钱倒让皇兄眼红 咱们可说好了 发财带我 先用膳 李宁乐用膳不喜欢说话 或者说李义雀太能巴巴了 他现在只想亲近一回 不过李义雀的确很有经商头脑 李宁乐垂谋思考着 和李义雀合伙的好处 亏本他不担心 反正他不缺钱亏得起 主要是贤妃娘娘那边 李义雀因为爱才这一点 明面上在父皇那里 丢了不少分 要是涉足经商 怕是直接无缘夺嫡了 贤妃娘娘和郑家 不得杀了他 他可没李义雀 皮糙肉厚又抗揍 最重要的一点是 李宁乐需要夺嫡的水月魂越好 宁乐你别担心我母妃 咱们可以悄悄的 不惊动任何人 李宁乐扭头 眼眸哑然一闪 后者黑黑一笑 继续埋头干饭 这察言观色的本领 该说不说是有点天赋在的 皇兄不怕我贪了你的钱吗 你哪里差我这些 李义雀不要押换布菜 自己端着菜碟去加菜 加了满满一碗回来 坐下后无比认真说道 再者便是 你贪了又如何 大不了就当是皇兄给你的零花 李宁乐心说你 但凡说话的时候不咬着牙根 差点没拔 我的碗碟啃碎了 我就信了 一个爱才爱到 能卖玉刺之物的人 哪会这么大方 为了挣钱 他真是睁眼说瞎话 不过 娇艳的少女眉眼弯弯 笑得像个小狐狸 说道 要我答应皇兄 也不是不可以 皇兄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说你说 别说一个要求 十个都没问题 李宁乐勾了勾手指 李义雀奔到他身边蹲下聆听 一皇兄得遵守诺言 不张扬此事 二好好去太夫那读书 争取让父皇对你改观 这样未来也有一争之力 啊 可我刚被王太夫骂了一通 发誓不再去他那 李义却苦着脸抱怨 一看宁乐表情 他立刻点头 行行 只要让我掺和你的生意 读书就读书吧 不过皇妹 你不是从来不参与夺迪纷争的吗 李宁乐淡淡一笑 皇兄聪明人 很清楚 这不是我不想就能躲开的 那倒也是 母妃说 皇后贵妃 新驸马了 都是他们家族的儿郎 李义却同情看着他 还透露了一个消息 我母妃也在郑家挑人 估计接下来的日子 你有的忙了 太惨了 就驸马尸骨未寒 就得被逼着挑新驸马 一个个都惦记着宁乐手里的钱 别叫我不知道 反正郑家的 你别选就是了 李义却觉得 无论从兄妹情感 还是从向合伙大掌柜投桃报理 都得说句公道话 郑家儿郎掌得虽然比皇兄只差那么一点 但着实败续其内 你要选了就不止外事了 怕是清雅之地 有一堆你的姐姐妹妹 多谢皇兄告密 李义却白手 咱俩谁和谁 那相造的事 我会派人去找你商讨 得嘞 那皇兄回来啊 李义却摸着滚圆的肚皮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公主府 李宁乐在府内六弯消时 走到后门处 恰巧府内 下人们在搬运东西 他过去看了一眼 而后眼眸一顿 后门对门的屋檐角落下 缩着一个轻衣书生 俏丽的脸庞发着饥饿的白 正闭目养神 崔恒生 第九十七章 烟花绚烂 崔恒生猛地睁开眼 那双狐狸眼 一如既往的透亮 也望如星星之火 瞧见李宁乐刹那 欣喜一满眼眸 公主 崔恒生扶着墙壁要起身 却因为饿了好几天 而眼前发黑 下一瞬 倒了下去 李宁乐看着他 倒在地上 还好重地磕了下脑袋 心疼不已 这不会磕傻了吧 七岁的秀才啊 快把他扶回公主府 是 崔恒生被安置在公主府里 一处厢房内 府一帮他看完之后 回头对着李宁乐行礼 回禀公主 他是饿晕过去的 这个李宁乐 当然看得出来 短短几天 崔恒生脸消瘦了不手 一看就是饿坏了 没有别的毛病了吧 他刚刚投科了一下 会不会影响脑子 府一闻言 抬手在崔恒生脑袋后摸了摸 回道 应当不防事 不过具体得等他醒来问问 才可定夺 正说着 崔恒生醒了 他纯因为长酒滴水 为劲干枯起皮 但一双狐狸眼 尤其亮堂 瞧见李宁乐便喊 公主 还挣扎着 要起身行礼 李宁乐让他好好躺着 坐在机米之外的座椅上 让丫鬟伺候他用些茶水 崔恒生拒绝 坚持自己来 李宁乐眼瞧着他 握着茶盏的手都在动 等他喝完 李宁乐问他 你怎么在公主府后门待那么久 还饿晕了 都不知道叫门吗 公主心情不佳 草明不敢随意打扰 崔恒生垂眸 慢慢又抬起 轻声说道 加之草明身份卑微 不敢走正门 既然来了公主府 便安心住下 好好养了身子 好来当差 是 公主 眼见李宁乐起身 崔恒生还要起来行礼 他抬手 差不多得了 本宫既然收了你就不会 无缘无故丢了你 本宫这里忠心最要紧 不需要你如此 做小伏地 崔恒生眨巴了下眼 应声说是 李宁乐出了厢房 跟在他身旁的桃花 这才开口 公主 这书生是谁啊 您收了他做肾 暂时做书童 未来嘛 可就有大用处了 李宁乐没多说 桃花也不多问 很快说起别的事 皇宫 秦政殿里头 气氛低迷如水 高流瞧着又被骂出来的小太监 微微叹了一口气 皇上气了 好几天了 自从四皇子抄家 却没挣一个银子 还倒贴不少出去之后 皇上脸色就没好看过 朝上找了机会 骂了丞相 英国公 还有太子和三皇子 也都挨了训斥 朝下宁乐公主身子大好了 宫里头各路都去慰问道喜 唯有皇帝这里无动于衷 百名迁怒了宁乐公主 偏身公主如今处境叫人心疼 便是启德帝也找不到茬发作 师父 皇上 叫您进去 我去吧 你下去歇着 高流接过徒弟元宝刚炮的新茶 进了内室 内室里头启德帝在批阅奏折 脸去崩的 好像谁欠他百万两黄金一样进 陛下 歇会吧 用口茶 朕哪里敢歇 再歇下去 这大伤性谁都不一定呢 启德帝瞥了高流一眼 冷极了 高流盲跪在地上 陛下恕罪 只是老奴多聚嘴 这事虽是四皇子吃了亏 却也是好事 好事 是啊皇上 您想啊 顾府奢账拿了那么些东西 是他们不顾脸面 四皇子仁德体恤百姓 自己开库填补了这亏空 这般气度得多少人折服啊 是银子买都买不来的 不正是皇上您期盼着的吗 何况四皇子也是孝心 不想让你难做 连委屈都没叫一声呢 虽然这是四皇子不敢叫 毕竟他一直不知道 皇帝在暗中关注他 但这话 无意说到了 启德帝心坎里头 朕也知晓 这是对成儿有好处 只不过这件事 本可以避免的 皇上说的是 如果宁乐公主 前几日身子无碍 定然不会叫四皇子出了这钱 公主对驸马一家的大方 那是人尽皆知啊 启德帝存疑道 朕总觉得宁乐并有蹊跷 怎就这般跷 你那日可是亲眼见他吐血昏厥 是 奴才亲眼所见 四皇子也目睹了 公主当时一下子惊气神就没了 奴才瞧着都心惊 对高流的话 启德帝还是极为信任的 这是陪伴他身边的老人了 也是唯一知晓 他真正主义继承人位置的心腹 朕得嘉奖成儿 这次差事 他办得极为妥当 是个好机会 让他入朝堂了 启德帝不再去想宁乐的事 而是认真为儿子铺路 这事就叫太子去办 由他带着这个弟弟 也好一起为大商效力 这是打算让太子羽翼 保护着四皇子 又方便他从旁知晓太子教育啊 高流眼眸不动 垂手说是 行号 公主府 李宁乐舞叫起来 精神百倍 桃花带了侍女们 脸部轻移过来 手中捧着喜的娇艳玉滴瓜果 李宁乐随手吃了两口 这次蜜瓜不错 送一些去皇宫给父皇品尝 他病重后开府 父皇一点动静没有 摆明在为男主的事生他气 嘖 小心眼 瞧他 明知道男主是他最爱的孩子 都没吃醋 还这么孝顺 啊本宫真是个孝顺女儿 桃花嘟嘴 公主 您怎么抢奴婢话呢 他本来要说的 哈哈 李宁乐笑得开怀 外头春菊迈着小碎步进来 扶身行礼 公主 懒月斋那边递来消息 说您吩咐的 春菊顿了下 微醋眉头那个东西 叫什么来着 烟花 李宁乐提醒春菊 春菊连连点头 是 烟花成了 胡子他们请公主有空去检验下成果 那还等什么 今晚就去 晚上 今夜五月 李宁乐为了低调 没用他平常使惯了的豪华马车 而是换了一辆不常用的黑色马车 直奔懒月斋 到地方时 田野静谜 好在往他庄子上的路上 由仆人手铃灯笼开到 也算亮堂 从马车上下来 胡子他们争先恐后行礼 同时要解释烟花的各种事情 李宁乐小手一抬 直接带本宫去看 不用说那些歌 是 胡子虽然是最年轻的 但这段时间 已然成了道士们的领头羊 由他带着李宁乐 走向田野某处站定 小姐请再次稍等片刻 李宁乐恩了一声 胡子这边冲着远方 摆了白手里的灯笼 那头人收到信号 立刻用火折子点燃引线 几个呼吸后 远处一声惊天动地的轰 李宁乐身后的人 被吓了一大跳 零落刀都拔出来 四下张望 骇然不已 唯有李宁乐 冷静地顺着那一点心火扬起头 随着砰的一下 漆黑的夜幕 盛开一朵绚烂到极致的烟花 印满了李宁乐的瞳孔 第98章 奇异又臭烘烘的果子 天哪 这是什么 好美啊 李宁乐听着其他人 此起彼伏的惊呼 唇角笑意灿烂 来自现代的烟花 果真震撼又美丽 因着是小马过河 胡子他们弄出来的成品烟花 并不算多 只是大概有七八个 一股脑放了出来 瑰丽而绚烂 转瞬即逝 李宁乐很高兴 大赏了他们 吩咐他们照着这样继续做 如果颜色能再多一些 就更好了 我们定不负小姐所托 胡子激动跪地 选择来此时 他一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否则恐怕不是饿死 也是一不必体过的艰难 如今只削作和从前插不离的事 便有大把银钱赏赐 简直跟做梦一样 倒是也有春天 几个庄子后头一处僻静竹院中 叶勺微抬着头 绚烂烟花点亮他浅淡的眸 倒映出一分惊异 很快归于平静 旁边宁一嘴巴张得老大 好半赏才和尚 家主 这竟是公主弄出来的吗 太神奇了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漂亮的 他甚至想不出一个词 来形容刚刚所见美好 不过公主折腾这些 到底要做甚啊 难道是为了祭奠死去的驸马 你越发闲了 叶勺逆他一眼 把域外带回的果子给他送去 他嘴雕 以往那些果子便是再好 也该吃腻了 家主你嘴上不说 其实心里还是疼公主的 一笑嘻嘻道 叶勺握着帐本转身 这么闲 晚上把马就刷干净 明日好一早出发 宁一哀嚎不止 很快又道 家主 难得回来 不见公主一面再走吗 这次驸马被刺死 您不是还很担心公主被牵连 急忙慌赶回 还有心情夜间闲逛 说明他好得很 叶勺顿了下 两侧烛光浇在他身上 带着浅淡的静谜和孤独 宁一以为他不会继续说的时候 又听得他声音飘渺 轻得快听不见 离他远些 也是为他好 宁一不懂 只能苦哈哈去送果子 李宁乐回到公主时 恰巧听见府内下人说 宁家送了东西来 是吃的 这么晚送来吃的 快给本宫拿上来瞧瞧 刚好饿了 东西被抬了进来 跟着一起的 是个长得白净的小肠髓 李宁乐认识她 是夜勺身边的人 叫宁一 宁一见过公主 给公主请安 宁一行了个大礼 起来 深夜还来送东西 这是什么 箱子这么大 李宁乐瞧向那被两人 抬着的红箱子 外表瞧不出来是什么 比石河大上许多 桃花上前打开 下一瞬 翘生生的小圆脸 乌拉一下绿了 人猛地退后好几米 捏着鼻子 嗡声嗡气道 这什么呀 这么丑 怎么了 李宁乐好奇要过来 桃花忙道 公主别过来 这东西怕是坏了 说着 桃花垂头看了一眼 烛火印着箱子内 有两个黑黄的长圆形东西并排摆着 上头咯愣愣的全是词 桃花拧眉 伸手去摸了摸 硬邦邦 还扎手 瞧着不像坏了呀 怎么臭成这样 回禀公主 这果名叫赖尔玛 是家主在狱外做生意时遇见的 别看外表丑陋 闻着又臭烘烘的 里头的果肉香甜软糯 可好吃这里 宁一在旁解释道 李宁乐挑眉 你红本宫呢 臭的东西还能吃出香味来 卢菜不敢框宁 公主且稍等 宁一从箱子里 拿出一个大的赖尔玛 拔出腰上的匕首 尖刀对准线口 向下扎了下 而后一拉 一翘 那丑兮兮的玩意 就在她手中裂成两瓣 而后浅淡金黄的果肉 裹着臭烘烘的味道 扩散在整个大厅 哦 桃花离的最近 完全受不了那味道 春菊和其他人 也下意识用手帕遮住口鼻 但那味道还是 无孔不入 李宁乐娇艳的小脸 也变了变 娇尽的公主似笑非笑 你确定不是叶勺来投毒本宫 宁一 为了不让公主误会 家主是来投毒的 她赶紧拿了一块送入嘴里 边吃边道 公主 真的能吃 非常甜美软糯好吃 真的 你这演技 李宁乐瞧着宁一那享受的表情 再看她屋内下人们 一个个快要憋不住兔的脸 叶勺给你好处不少啊 宁一 完了 说不清了 宁一已经能想到 公主生气的后果 她不会一辈子呆马就回不去了吧 公主 这东西就是闻着臭 吃的香 真的无毒 域外的水果 比咱们这里是有差别的 李宁乐摆手 你回吧 公主 宁一绝望 她已经想象到 家主身边换了人 而自己在马厩的画面 宁一垂眉搭眼回去 李宁乐瞧着那放在桌上 却自带一片无人气场的赖尔马 眨巴了下眼 用手帕掩住鼻翼走了过去 桃花去开了窗户透气 回头就见公主 勇敢探向赖尔马 不由喊道 公主小心啊 公主 不能吃啊 春菊也很担心 虽然宁家不会害公主 但这等臭气熏天的东西 怎配入公主口呢 先放着 李宁乐站定后 到底没下口 吃一个臭的香 他还真的难以下口 安晴 等放到明天 说不定味道散了散 还能尝一口看看 一屋子的人迅速散去 烛光落在桌面上 铺着红布开了一半的赖尔马 旁边红箱子里还有三个 一日 李宁乐起床后 完全不记得赖尔马这事 用膳食厅的门房来报 说平阳公主来了 她来坐身 春菊拧眉 桃花 指定来找公主麻烦的 公主要见吗 见 为什么不见 李宁乐太知道 平阳是来干嘛的 无非就是见他死了 驸马来嘲笑他 呵呵 他李宁乐 脸皮厚如城墙 还怕曲曲嘲笑 平阳打扮得很是华贵 一身淡金色绣性花袄裙 头戴不摇 额头坠着一颗水滴形冬珠 哟 你的气色不错吗 宁乐 还是父皇母后疼爱你 小的你吐血后流水一样的补品 往你这里送 这才几天就将养好了 李宁乐妄想扶着丫鬟手而来的平阳 眼神忽然诡异起来 平阳风雨 今日穿着淡金色袄裙 实则没什么不对 但他不知怎叠 就想起来赖尔马的果肉 和平阳一样 第九十九章 这就是你叫本宫封号的下场 你这么看我干事 平阳被宁乐诡异的表情 弄得浑身不自在 他下意识扶了扶自己头戴的金钗 以为宁乐在看这个 不用太羡慕我 这是母后的陪嫁 因为我喜欢就送我 说日后作为我的嫁妆 哎呀我忘了 你母妃早早去了 李宁乐视线上移了几分 就你这样的拆我库房里有几大箱子 平阳脸扭曲了一下 眼底极度划过 得意什么 不就有几个臭钱 未来是谁的 还说不准呢 反正不会是你的 你 平阳气得胸口来回起伏 这样子像极了腊麻 果肉活了过来 李宁乐眼神诡异 忘了告诉你 父皇他们正在为你挑选新的驸马 泽泽泽太可怜了 驸马尸骨未寒 你就又要被荡城工具送出去联姻呢 平阳想起自己偷听到的消息 顿时不气了 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笑 坐在李宁乐对面 一字一句道 不过还好啦 你好歹比安阳皇姐好 没被和亲 总也是幸福的 你说是不是呀 虎丘皇妹 李宁乐唇边地笑凉了下来 眼底蓄积凶利之气 几乎在平阳拖长阴阳怪气的音调 叫了他封号当场 宁乐就一把扯下平阳头上的拆环 狠狠丢在地上 一脚踩扁 毫不犹豫 没给平阳任何反应的机会 宁乐掉头就跑 啊 这是母后送我的 你竟敢 平阳眼眸睁大 呆呆看着地上扁掉成金饼的凤钗 神色扭曲 尖叫 响彻整个公主府 本宫要打死你个贱人 你别跑 李宁乐 丫鬟们惊呆了 虽然知道两位公主不合 但这种几乎见一次就要打架的行为 还是叫他们始料未及 反应过来之后 赶紧跟在公主屁股后头 公主公主小心脚下 公主等等奴婢 李宁乐提起裙摆 在前面跑得飞快 一击脱离很痛快 他脸上摆着得意洋洋的笑 时不时冲着平阳做鬼脸 仗着熟悉自己的公主府地形 把平阳溜得像狗 李宁乐 你给我站住 站住 你听见没有 平阳气喘吁吁 脸蛋通红 额间全是汉 撑着腰冲着宁乐喊 你叫本宫站住就站住 李宁乐转身又站定 原地几眉弄眼 眼看着平阳又奋起直追 转身再跑 不经意间 到了昨日摆放拉尔玛的大厅 听门口李宁乐 就闻到了拉尔玛的臭味经久不散 甚至更浓了 娇艳少女的眼眸 脚侠动了动 一口气憋住 冲进去伸手一把 抓起那拉尔玛的果肉 对准跟在他身后追进来 张嘴喘促气的平阳 拍了过去 平阳根本没想到 宁乐会回首来这么一招 脸上被糊了什么东西 黏糊极了 臭气猛地冲进鼻腔 还有嘴里 平阳眼睛瞪大 眼珠子快掉出来 胃里一阵反胃 李宁乐 你干了神 哦 好臭 这是什么 嗯 怎么还有点甜滋滋的 但还是好臭 哦 李宁乐插腰哈哈大笑 这就是你叫本宫封号的下场 平阳 食好吃吗 不长记性 叫过几次 都被他胖揍还敢叫 哼 平阳听到这话 差点没昏死过去 大吐特吐 李宁乐这个疯子 他是疯子 别说贵女会拿 拍人 便是说出这个字 都是误会至极 他哪里像个公主 最粗鄙不堪的人 都比他要有礼仪 啊 平阳疯了似的擦脸上的东西 宫女好容易追上来 正大口喘息 一口气吸进来 脸色齐齐一律 桃花和春菊 早就收到自家公主的首饰 指步门口 眼瞧着平阳公主 脸上被护了金黄色果肉 正疯狂呕 她的宫女们 想上前扶着 又被臭味熏得寸步难行 听内的李宁乐 大声而出 大口大口呼吸 桃花忙上前 帮他擦拭手上的果肉残渣 正擦着呢 里头宫女呼得尖叫 公主 公主您怎么了 来人啊 不好了 公主晕倒了 全晕了 李宁乐挑眉 这赖尔玛不管好不好吃 杀伤力是杠杠的 平阳和他打了几次架 都没晕过 扯人去帮他看看 李宁乐好心吩咐 平阳的宫女却不敢接受 宁乐公主都能用 那玩意对付公主了 他们哪里敢在公主府多留 李宁乐随便他们 他还懒得招待了呢 平阳走后 李宁乐坐在椅子中 沉思发呆 虽然知晓顾伯远死了之后 皇后等人定然会插手他的婚事 但平阳话里的意思 还是叫宁乐 有了一丝寒意在身 他提及了安阳皇姐 那个被送去西满和亲的大公主 德菲的女儿 如果安阳皇姐不信 自己送去的信 依然被害死的话 那么也就是明年初下 他的死讯会和求情书一同传来 那么届时施灵公主 只有他和平阳二人 宁乐知道 他被和亲的可能性不高 毕竟他身后的宁家 代表了巨额财富 无论是父皇还是皇后等人 都舍不得放他离开 极大可能是平阳下嫁 但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就是平阳 平阳是嫡出公主 皇后和太子一直留他 到现在 可不是舍不得他的缘故 无非是还没到关键时刻 亲妹妹 自然要用在最重要的政治对象身上 宁乐懒得管平阳会如何 却要为自己未雨绸缪 从前嫁故伯远 是不愿意成为夺嫡棋子 如今自然也是 公主 听得收好了 只是那剩下的赖尔玛 还要留着吗 李宁乐收回思绪 指间虽然用花汁水 清洗了好几次 却依然有点淡淡的臭味 不知是不是他立功的缘故 此刻宁乐反而觉得不怎么臭了 留着 是 丫鬟退下 桃花迈着欢快步伐进来 公主 谢小姐来了 谢云云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旁还跟了个少年 少年着了一件火红色锦袍 眉眼精致 和谢云云有三分相 并没像寻查狼那样 把竖起发关 而是扎了个高马尾 随着行走 长发在身后摇晃出不羁的弧度 臣女见过公主 谢希见过宁乐公主 李宁乐挑眉问谢云云 这是你包弟 谢云云起身 笑着点头 很是直白的开口 德飞娘娘想要她做公主的驸马 而后介绍 谢希 谢家嫡次子 比我小一岁 今年17 公主 您看我怎么样 谢希自牙一乐 少年郎一点没有不好意思 反而坦率的可爱 第100章 在外不得让人知晓 和本宫认识 李宁乐细细打量她几眼 长得不错 年纪太小 公主和阿姐一般大 也不过比谢希大一岁 怎么就太小了呢 少年郎精致美眼 福其几分不服气 还会顶嘴 李宁乐偏头看向谢云云 和你之前很像 谢云云 公主到底在取笑谁啊 公主 我也就是 带她来走个过场 免得德飞娘娘问起来 母亲不好回话 谢云云主打一个敷衍 压根没把德飞交代的事 当个正经事 一旁谢希急了 阿姐怎么能这般说 德飞娘娘要是知晓 定然不 嗯 谢云云一个棱眼扫过去 谢希后面的话 尽数憋了回去 少年郎哒拉着眉眼 垂头丧气坐在一边 谢云云和李宁乐聊了两句 瞧出他心绪不佳 便提出告辞 李宁乐没拒绝 还给谢云云包了个礼物 叫他回家才能拆 出了公主府的门 一直不得说话的谢希 终于憋不住询问道 阿姐 你不希望我乘驸马吗 谢云云上马车的步伐顿了顿 转头轻声问道 你要做驸马是因为德飞要求 还是为了父亲归了谢家 亦或者 你是为了我不入大皇子府 阿姐知道了 谢希眼眸一动 垂眸道 德飞娘娘答应我了 只要公主喜欢我愿意要我 你的婚事便能自己做主 谢云云看着单纯的包弟 不知该如何告诉他的德飞 险恶用心 之前德飞算计他的事 母亲那他不敢说 而父亲 他亲口说了 成大皇子妃 是他身为谢家嫡女的宿命与责任 无论德飞做了什么 他都不许再提 谢希 我们身为谢家人都身不由己 不是谁答应就有用的 谢希回答 既如此 我讨公主喜欢 也不是我拒绝就有用的 你现在还会用我的话 反嘴我了是吗 谢云云抬起手 少年郎敏捷往后退了几步 总之阿姐说了不算 一切端看公主态度 阿姐我先去学堂了 说吧 少年转头翻身上了自己的马背 一挥马鞭率先离开 谢希 谢云云喊了一声 眼底带着无奈 这臭小子还有自己主意了 公主府内 春菊整理完库房 到李宁乐身边伺候 公主 刚是谢小姐来的吗 怎么离开这般快 还说呢 宫里德飞挑中了谢小姐的胞弟 想做公主的驸马 刚一起过来了 桃花嘴快把刚刚的事说了大概 公主以年纪太小距了 临走还送了拉尔玛给谢小姐 谢家小姐的胞弟奴婢 记得十七岁 比公主小一岁 还好吧 春菊轻声道 是不是长得不入公主的眼 李宁乐捧着一本林诺巡 来给他姐们的杂技再看 听到春菊的话 随口答道 长得颇为精致好看 能得公主这一句赞 春菊已然明白 谢希颜值不低 那为什么还拒绝呢 只是论好看有什么用 顾伯远不好看吗 还不是头白眼狼 再说 本宫见过更好看的了 春菊和桃花愣了下 下意识问 公主说的 莫不是相防的那位公子 不是他 李宁乐顿了下 他长得也不错 不过比起叶勺还差几分 提及叶勺 李宁乐又想起 那日在珍宝阁金红转头一见 那算是他们第二次见面 伤人卑贱 哪怕外祖父是江南首富 哪怕他 有个做公妃的女儿 有个公主外孙女 也不得常见 小时候叶勺的模样 李宁乐记不清了 那会他太小 叶勺也不是重要的人 长成大人的叶勺 容貌毅力 最主要的 还是气质金贵独特 犹如高山之巅的一盆雪 清冷 尊贵 让人想一脚踢飞 不过他的脸 的确是本宫口味 桃花张大嘴 春菊像被雷劈了一样 而后看了看周围 没瞧见别的人 才压低声道 公主 可他是 还是个商人 宫里不会同意的 想什么呢你们 李宁乐称怪 瞧了二人紧张的面容一眼 笑道 本宫只是说他长得不错 未来既要找 定然不能找比他差的 不过 不过 桃花和春菊 咽了咽口水 下意识跟着念问 李宁乐一脸深沉 本宫被伤太深 不想再找男人 隔应自己了 春菊轻声劝道 公主 女子不成婚是不行的 会被戳几两骨的 可万一再来个 前驸马那样的 可怎么好啊 桃花眼眸担心 嘀咕了一句 如果是这样 奴婢觉得公主还不如 学前朝公主养几个面首 来得快活 春菊拍了她一下 沉声道 你胡周什么呢 公主要真这么做 不得被唾沫星子淹死 宫中那些个眼巴巴 盯着公主的 能饶过公主吗 就不该让你看那些 眉头末尾的书 竟在公主跟前 说些有的没的 桃花缩了缩脖子 春菊好姐姐 我就随便说说 随便说说也不行 春菊用指头 点了下桃花额头 会害死公主的 崔恒生怎么样了 李宁乐适时转移话题 免得春菊来念叨她 春菊文言回道 大夫说没大碍了 奴婢按您吩咐 看住她 没叫她出来走动 叫她来见本宫 是 崔恒生很快过来 有公主服好吃好喝 供着她恢复飞快 脸色红润 凹陷的地方 也重新圆润起来 得了李宁乐 照见她十分激动 不过面色很是沉静 李宁乐伸手 让她在对面位置上坐下 崔恒生本想说不用 忽得想起那日李宁乐说 只要忠心之人 立马听话做了下去 被挺得笔直 一双眼巴巴瞧着李宁乐 等待她的吩咐 李宁乐叫桃花他们退后几步 而后问道 如果本宫为你推荐 让你参加明年科举 你有信心进前三甲吗 崔恒生微睁眼眸 起身跪地 毫不犹豫 斩钉截铁地回 有 草民 属下有信心 很好 本宫会为你介绍一位可靠的推举人 只有一点人钱 不得教任何人知晓你和本宫认识 明白本宫的意思吗 崔恒生垂眸 属下明白 第101章 除非他们把自己炸上天 收拾下 本宫会为你安排好一处 僻静方便读书的住处 崔恒生狐立眼里 全是激动和感激 多谢公主 崔恒生离开后 李宁乐沉静瞧着庭院里 枝繁叶茂的梧桐树 秋冬的风晃动着枝鸭 叶子折射阳光 仿佛凤凰降临 李宁乐看了很久 直到身后 有人为他披上一件轻薄的斗篷 公主 天凉了 坐太久 小心着了风寒 李宁乐抬眼望了下 泛着霞光的天 感受着风中萧瑟 笑道 是啊 快入冬了 离大皇子回京 只剩一个月了 皇宫 贤仙宫 宫女匆匆来禀报 娘娘 找到殿下了 贤妃端起茶盏 先喝了一口润润喉 才到 在哪找到的 太学 哪 贤妃猛住 回禀娘娘 殿下今日是去上学了 还在里头待到结束 和太子等人一同下学 贤妃眼皮一跳 她不是去太学里 都收东西了吧 李义雀有多讨厌读书 她这个母妃 还不清楚吗 就她之前 打得李义雀满宫窜都不肯去 还扬言去读书 不如打死她 宫女 殿下瞧见奴婢后 叫奴婢回禀 明她今儿不来请安了 说读书累了 完了 肯定出事了 贤妃撂下茶盏 就要出宫 大宫女翡翠忙拦住她 娘娘 这回宫门下药了 若真有疑问 明日叫了殿下 来细细问了便是 别惊动了陛下 贤妃坐回去 右腿横跨上椅子 眉眼惊目不已 这臭小子 好端端去太学 能有什么好心思 要么去卖东西 要么就是 看上哪个皇宰的东西 想去忽悠人了 本宫怎么生了 这么个糟心玩意 翡翠 你说 就这东西能夺敌 翡翠 娘娘 您且小声点 小声大声的 难道皇上心里没数吗 贤妃大咧咧说着 又愁苦万分 早知道当年听娘的 再生一个一辈后患 舅圈现在这德行 郑家辅佐她 简直是跳坑自杀行为 翡翠抽了抽嘴角 娘娘 殿下 或许懂事了呢 这话你信吗 翡翠 好吧 她也不太信 星号 东宫 王楚雪听说太子回来了 心情却不好 敢忙放下手头的事过去 太子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五 忽然开始好学了 太子皱着眉 指尖点着桌面 心烦意乱 平阳还又得罪了宁乐 被抬了回来 王楚雪认真听着 温柔开解 老五性子殿下又不是不知道 想来是贤妃娘娘立压的缘故 不要两日便受不住太学的轻苦 至于平阳妹妹 王楚雪微微叹了一口气 不好说她什么 只能换个角度到 宁乐对她的那个驸马情深义重 如今驸马刚去世 想来她脾气不好 也是有的 殿下之前和母后商议的事 楚雪以为稍缓一些为好 太子点头 她也是这般想的 本来平阳过去 她还想看看结果 谁知道 宁乐这脾气 真是让人头疼 也得亏任家 自己喜欢宁乐 否则她还真不知道 该找谁来做这个驸马 接下来便是春节国宴了 父皇说 这次的国宴 由母后一手操办 母后的意思 是你也去跟着学习 好叫开春后 父皇寿宴你能办得漂亮 给她欢心 王楚雪温柔点头 妾身定然竭尽全力 四皇子府 陈嘉宜终于将烟花配笔写完了 接下来便试着人去做出来 只是她是女子 没有这方面人力 最终顾不得再冷战 主动找了李一成 李一成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仿佛之前两人的冷淡不存在 怎么穿得这么单薄 李一成握着陈嘉宜的手 微醋眉头 看向一旁勺药 你这么伺候的侧妃 勺药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奴婢该死 侧妃说她不觉着冷财 不怪她 是我天生不怎么怕冷 陈嘉宜微微震脱了下 没震脱开李一成的手 亲别开脸 诞生解释了一句 李一成眉眼温柔 那也得注意 女子最受不得寒 陈嘉宜心间酸楚 又觉得温暖 这男人 真的是太温柔了 自己总容易沉溺进去 她定了定心 依然冷淡道 我来是找你要几个人的 李一成 要几个 你不问我做什么 夫人想告诉我 自然会说 夫人不想告诉我 我便不问 陈嘉宜微微闭眼 努力将杂念排除 谢谢 李一成温柔笑道 你我夫妻何须说些 陈嘉宜心头颤了颤 没说话 急匆匆走了 她怕再继续下去 自己会沉溺于她的温柔 只是 郑家二小姐那件事 她还是没过去 秋凉冬冷 仿佛一下子寒冬就来了 李宁乐早间不再踢被子 而是窝在被窝里 懒懒不想动 膳食油桃花喂到嘴边 主打一个 咸鱼翻身都不翻 就这么过了好些天 李宁乐收到消息 大皇子即将到京 与此同时 新年将至 宫中邀请各府 参加新年国宴 李宁乐问了春菊 胡子那边准备的如何了 回公主 都准备妥当了 就等国宴燃放一鸣惊人呢 很好 李宁乐捧着一个暖手炉 开心夺步 五皇兄最近也很乖 太学一日不落 听说贤妃娘娘先经后洗 父皇也隆心大悦 不错不错 五皇兄为了钱 真的潜力无限 公主 林诺说 有要事回禀 桃花挑了帘子进来 李宁乐抬手让人进来 外头下着细雨加雪 林诺在外头待了好一会 去了寒气才进来 公主 四皇子府那边 最近一直有异动 有人经常去庄子里头 属下跟过去一看 那边砰趴的动静不小 应该是您说的烟花 他们也在研究 春菊和桃花脸色一变 不用担心 就算他们 这回研究出来 也来不及国宴展示 而第一次出现的震撼 在之后出现 也不新鲜了 李宁乐顿了顿 笑嘻嘻补充 除非他们 把自己炸上天 京都郊外的偏远庄子上 殿下 请看 陈嘉宜拉着李义成 站定在一个地方 吩咐下人去点燃影线 而后砰砰砰 一连三道巨响上天 炸开一朵朵 金灿灿的华丽模样 转瞬消失 李义成呆呆看着 眼底惊异非常 这是 什么 竟如此漂亮夺目 烟花 陈嘉宜得意翘起唇角 虽然比现代瑰丽多彩的烟花差得远 糊弄古代人 却是足足够够 殿下觉得 这个在开春父皇的寿宴上燃放 他会喜欢吗 李义成想也不想到 如此神迹 父皇定然欢喜至极 第102章 儿臣成了青 还死了驸马 和他不一样 夫人 你是怎么办到的 李义成眼底泛起 浓冬的喜悦和倾慕 牵住陈嘉宜的手 满是温柔 当真厉害的紧 陈嘉宜一正 你不会觉得 这是妖法 害怕我吗 为什么要害怕 你是为父的宝贝啊 李义成不解问道 我以为这些奇音技巧 你会很反感 而且 这也不是一个大家闺秀该做的事 李义成不满打断他的话 你怎么能这般说自己 夫人 你是闺宝 虽然为父不知道你脑袋瓜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思妙想 甚至还能让这些东西成真 但你是我的夫人 我李义成自当心你爱你护你 听到那滚烫炙热的表白 陈嘉宜脸旁耳间发红 心里忐忑见安 之前的隔阂也荡然无存 这一刻他有了信心 即便未来李义成会有郑妃 会有其他女人 但就靠他今日的信任与支持 自己也愿意试一试 而他作为来自现代的人 本质和古代女子最大的不同就是 眼界与格局 这是他的底气 陈嘉宜弯传道 殿下既然喜欢就好 那我们等开春父皇寿宴 为他燃放庆贺寿臣吧 李义成迫不及待道 这次春节国宴上不行吗 寿淡所需要的烟花 要很大的量 这些只是刚研发出来的 再者 我也想精进一些 陈嘉宜笑着解释 要做就做最好看的 一名惊人 李义成眼眸放着光 情不自禁握起陈嘉宜的手 夫人 有你真是我的福气 两日后 大皇子李义农 一身风雪入京 来不及回皇子府更衣 直奔皇宫面见启德帝 秦政殿中燃烧着炭火 屋内温暖如春 李义农在殿外拍去风雪 深吸一口气 缓步静电 儿臣参见父皇 父皇万福惊安 龙椅上的帝王没有吭声 仿佛没听见他的请安 启德帝不说话 李义农便只能跪着 慢慢地 额头渗出汗珠 脸色发青 却不敢动弹 李义农知晓 父皇这是惩罚他 驸马顾伯远 在他离京之后 竟做出这等事 他有口难辩 母妃 叫他一定隐忍 不得生出事端 李义农咬牙忍着 直过了快半个时辰 启德帝淡淡开口 起来 多谢父皇 旺承的是办得不错 回吧 启德帝甚至懒得听 李义农述职 这三个月在旺承的情况 旺承震灾 几乎是每年都有 李义农此次 也不过是替太子出行 办得好是应该的 办不好 那就是他不对 李义农闽纯 是 而臣先告退 出了秦政殿 他想去德飞宫里 身后高流轻声说道 殿下 天气不早了 德飞娘娘禁足中 不便见你 先回府吧 李义农回头看着他 眼底带着金木 又瞧向那燃着烛光的殿内 启德帝仿佛在看他 赶忙低头 好 高流瞧着他 离开不见身影 才回了秦政殿 陛下 大皇子回府了 你说国宴要不要放得飞出来 启德帝往后靠了靠 捏着眉心问道 高流垂手 老奴不知 放出来吧 皇后贵妃不高兴 不放吧 罗尔德飞 以及谢家会惶恐 启德帝深叹一口气 真难啊 星号星号 公主府 李宁乐瞧着窗外的 下起鹅毛大雪 眼睛亮亮的 那片片鹅绒一般的雪花 从天际悠悠而下 本该黑暗的天空 仿佛也被雪花照亮 烤着火 赏着雪 李宁乐从没过这般安逸的时刻 曾经出价时 他所幻想的画面 在丧偶时得到了 真是 世事难料 一日 李宁乐起早梳妆打扮 今日除夕国宴 须得早早进宫拜年请安 等打扮好 出了屋子 便见一片银庄素果 天地间都是赤木的白 李宁乐恩了一声 瑞雪照封年 好照头 白善吧 每年除夕的早善 他都被恩准去宫里 和父皇以及皇后一起用 不过每每这回平阳都会刁难找茬 以至于头几年他总饿的头发昏 后来李宁乐学乖了 据之前吃得饱饱的 叫平阳刁难也打击不到他太多 给本宫上两碗燕窝 今年本宫要给平阳一个难忘的教训 春菊嘴角一抽 温声劝道 公主 皇上和皇后都在 宁可不能胡闹 会被责罚的 不用担心 过年期间 父皇他们不会生 我们这帮孩子的气的 李宁乐笑嘻嘻 大商习俗 过年期间不能骂人生气 要口说吉祥话 否则意味着一年不顺利 当然 平阳之所以不被责罚 其根本原因是 她是地后唯一的女儿 备受宠爱罢了 可她也很受宠啊 宁家的财富 会叫所有人对她 宠爱又无奈 小孩子过年打得闹闹而已 怎么能生气呢 魏阳公 平阳早早来给皇后请安 摩拳擦掌 等着宁乐到来 皇后哪里不知道女儿心思 只是如今不比从前 你今年别再惹宁乐了 听见没 母后 平阳不高兴地嘟起嘴 但见皇后神色严肃 只得心口不宜点头 而臣知道了 反正她都安排好了 今年一定叫宁乐出个大洋相 比她之前的要大许多呗 平阳握紧拳头 眼神狠狠的 一个时辰后 宁乐来了 她屈膝行礼 见过皇后娘娘 而臣久未拜见 皇后娘娘莫要怪罪 身后桃花送上了新年礼物 一套翡翠头面 水头极好的帝王绿 皇后瞧了一眼那帝王绿 满意划过眼底 温柔端庄道 宁乐真是越发懂事了 到底是大姑娘了 李平阳好 你这皇姐呀 还跟着小孩子似的 前些日子 还和你又闹别扭了不是 你虽然是妹妹 也担待她几分 李宁乐笑着点头 应该的 毕竟而沉沉过亲 还死了驸马 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皇姐虽然十九 却还没嫁人 外头说 她是老姑娘这话 臣不服气 没经历过成亲 伺候夫君婆母一家 怎么就不是小孩了 如何能以年纪定论 老与幼呢 所以 儿臣不会和她计较的 皇后 第103章 画大饼 还不给个圆匾 要人猜 皇后十分尴尬 这个宁乐 嘴越发能言巧遍 例如刀刃了 只瞧着她宁家的关系 皇后也不好斥责于她 好在这时 东宫太子夫妇到了 免除了她 不知如何计划的尴尬 参见母后 太子和太子妃二人 上前行了大礼 叩拜皇后 并说了一堆吉祥话 皇后心情疏快了不少 见过太子太子妃 李宁乐瞧着太子二人 转过头来 屈膝行礼 宁乐来得倒是比本宫早 太子温和笑着汗手 快免礼 一家人哪里需要这般生疏 李宁乐撇嘴 那你倒是在本宫行礼前说 面上笑音音的点头 太子皇兄说的是 刚刚皇后娘娘 还教导我要多让这些平洋皇姐 说她虽然年纪大是个老姑娘 但到底还没成亲 幼稚的紧 本宫也答应了 会多淡呆的 皇后 本宫是这么说的吗 太子 太子妃 刚不举好 兴奋归来的平洋 李宁乐 你放肆 当真本宫母后和哥哥的面 你都敢这般侮辱本宫了是吗 李宁乐看着冲进殿内 一态全无的平洋 微微一笑 娇艳的面庞 全然是成年人的宽宏大度 与圣洁光芒 平洋皇姐 别那么大声 你也十九了 注意些言辞和公主一态 平洋 她气不打一处来 指着宁乐 鼻子尖叫怒斥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你什么东西 竟敢教训本宫 你不过是个媒娘教的 要不是本宫母后体恤你 你以为你有这等荣宠 敬为阳公用膳 她话音刚落 殿内皇后和太子 神色齐齐一变 不等太子训斥平洋 宁乐上前一步 抬手就是一个大尔瓜子过去 平洋被她力道打得头一偏 身子亮腔后退 要不是宫女和太子 飞幅得及时 大过年的 就得出阳相 她整个人都猛掉了 脸上火辣辣的痛 脑瓜子嗡嗡的 宁乐 皇后冷下脸 李宁乐脸色比她还凉 像是屋檐上的冰雪 叫人心底发寒气 皇后娘娘 还是别再说话了 免得宁乐放肆 做出更机会的事情来 毕竟本宫 没有娘亲教养 皇后气劫 想说什么 太子打断了她 宁乐别生气 平洋口无遮拦了些 皇兄定为你做主 皇兄 你怎么还抱这个奸人 平洋捂着脸大喊 太子非拉都拉不住她 本宫难道说错了吗 她不就是媚娘 没等她说完 太子一脚踹在了平洋心口 平洋 本宫和母后太骄纵你了 以至于你不分轻重 不顾姐妹情义 胡乱说话 伤了宁乐的心 立刻向她道歉 李宁乐微睁大眼 也是没想到 一贯温和的太子 会出此狠手 平洋脸色煞白 太子这一脚没有留情 心口痛意蔓延 然而身体的疼痛 比不过心的疼痛 她的哥哥 她一母同胞的亲哥哥 竟为了别的人打她 平洋绝强不语 她绝不和李宁乐道歉 绝不 皇后在寓座上没有说话 眼底有些心疼 更多是怨怼 见平洋不吭声 她怒道 平洋 道歉 再不道歉 皇帝鸾嫁就到了 届时更难收场 岂得帝不爱宁乐的母妃 却对宁乐宠爱有加 甚至在宁乐丧母之后 亲自带了她一段时间 公主里头头一份殊荣 因这个平洋处处跟宁乐过不去 皇后知道她的委屈 却更担心 宁乐为此和太子起了嫌隙 倒戈三皇子 平洋 皇后再次喊了一声 这一次声音冷了下来 太子妃担心平洋还不听话 叫事态更难堪 便低声在她耳边低语了一句 对 平洋神色俱变 不甘心地咬牙道歉 李宁乐冷眼瞧着 没说原谅与否 反而好奇太子妃说了什么 平洋这般听话 太子健壮 只能道 还不快带公主下去休息 今日她身子不爽 想来不能陪父皇母后 一同用膳了 平洋没了往日惊气神 由着宫女们带她离开 等用完早膳 从未央宫出来 李宁乐听的身后 有人喊她 转身瞧见 是太子非王楚雪 她不乏优雅 款款来 宁乐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李宁乐叫桃花他们走远一些 王楚雪也吩咐自己的宫女 守在远处 今日之事时 属平洋过错 太子知晓你的委屈 日后定然会补偿你 李宁乐笑着反问 太子非说的补偿是什么 能不能明白点 王楚雪一点没有生气 拍了拍她的手 眸色温柔中带着点高高在上 自然是公主 心里所想之事 只要殿下顺利 宁乐所求 我们皆能满足 明白了 话大饼还不给个圆饼 全靠她个人来猜 那宁乐期盼殿下一切顺利 王楚雪唇边带起笑 有宁乐在 自然会的 李宁乐笑而不语 回到卫阳宫 太子和皇后问 太子妃如何 太子妃微微摇头 和以前一样 态度不明 真是不识好歹 皇后拍了下桌子 脸色难看 太子妃也不好受 太子身份虽然贵重 然她家无实际权柄 皇后和皇上 又只是面子情 贵妃那边虎视眈眈 贤妃得妃她们 也心思不纯 这种时刻宁乐的支持 对她们来说 和朝臣一般重要 只是这个丫头 太滑了 太子眉头紧皱 还不是平阳总拖后腿 母后 我们也该为她 选个夫婿 让她定定心了 玉花园 李宁乐走累了坐下 转头才发现 桃花眼圈红红的 满是不愤和心疼 怎么了 公主 平阳公主 未免太过分了 从前经常挤兑你 仗着身份 打压欺负你 如今近大过年的提金娘娘 还那般说您 还好太子很疼您 一点没因为平阳公主 是包妹而偏思 李宁乐垂眸 遮住眼底的嘲讽 你觉得 太子是不偏思 本宫恰恰觉得他狠心至极 平阳 可是太子唯一包妹 只为了拉拢他 太子竟不顾体面 给了平阳一脚 上辈子 太子被男主耍得团团转 是个温和 却没什么大致的懦弱储君 如今看来 温和是假象 李宁乐感觉自己 身处漩涡 即便努力 想游离也会被拖回来 有些无力 参见宁乐公主 李宁乐收回思绪 瞧向停在亭外的宫女 只听对方说 贵妃娘娘有请 第104章 母妃 三皇兄他诽谤我 常乐宫 李宁乐一进来 就闻到食物香气 桌前坐着贵妃 李义凤 靖阳 以及和靖阳及其相似的 龙凤胎九皇子 阿姐 靖阳好想你啊 靖阳瞧见李宁乐便扑了过来 蹭着他 娇软又可爱 李宁乐心情 在靖阳单纯美好的笑脸中变好 你的新年礼物 他从荷包里 掏出一块宫外买来的小玩具 递给靖阳 靖阳欢喜极了 回到桌边 炫耀给贵妃和李义凤看 角落里比他晚出生一刻的九皇子 眼巴巴瞧着 羡慕得流口水 哗啦啦的 萧贵妃一看 那口水头都大了 训斥宫女 怎么照看九皇子的 还不把她抱下去清理干净 九皇子被宫女抱走 路过李宁乐时 可怜巴巴瞧着她 呜咽了一声 李宁乐目不挟视的行李道 见过贵妃娘娘 不知贵妃娘娘找宁乐来试 萧贵妃 一起吃点 李宁乐笑起来 好啊 贵妃宫里的粉蒸糕和酱鸭子 醉得我心意了 哎呀 正好都有哎 每日必备罢了 不是为你 萧贵妃哼了一声 是一宫女为宁乐布菜 李宁乐白手拒绝 自己动手 都嫁人了 李仪还是这么粗糙 萧贵妃优雅放下银筷 用丝绸手 爬压了压嘴角 从前你那驸马家没规矩 今后要再嫁人 可不得这样了 没得让人笑话皇室 李宁乐埋头认真吃 等吃完了小半只酱鸭子后 才慢悠悠擦了擦嘴角 娘娘 您就直说 想让我嫁去萧家得了 拐弯抹角 可不是您的风格呀 萧贵妃尴尬倾咳两声 本宫是这样想的 你带如何 我不能如何呀 李宁乐笑黑黑的 又给自己加了一块糕点 一口熬乌吃掉 姿态狂放地 让萧贵妃眼角直抽 这样子 真是太不优雅 太不美观了 宁乐长了一张老天眷顾的脸 偏偏粗俗到像个市井女郎 这要是她闺女 萧贵妃晃掉脑子 多余的杂气杂八念头 你刚说什么 我说我会拒绝 要拒绝不了的话吗 李宁乐眉眼弯弯 笑得十分温暖 吐出的话却是凉凉的 可能顾腹马的下场吧 放肆 萧贵妃猛地拍了下桌子 牡丹面上浮起浓浓怒气 你这是要灭萧家满门吗 李一凤赶忙低声劝她 母妃息怒 除夕夜不宜生气 宁乐不是那个意思 娘娘默契 宁乐只随口说说 李宁乐用公块 给她夹了一道她爱吃的菜 甜甜笑道 不如瞧瞧宁乐 给宁贝的新年礼 桃花立刻端着一个 黄花梨木盒上前 微微打开 里头一套耀眼夺目的 红宝石头面 磕磕璀璨 华光四溢 萧贵妃 她目光扫了一眼红宝石头面 用她最喜欢的月季花样打造 垂落下的流苏上 坠着散碎的透明宝石 桃花这时出声道 贵妃娘娘 这套头面是我们家公主 自己设计找珍宝阁最顶尖的匠人打造的 独一无二 一句独一无二 完全俘虏了萧贵妃 她软了语气 不甘心地问 萧家的儿郎各个出色 你就不愿意给个机会吗 娘娘 大过年的多开心啊 大麻蹄会气势呢 萧贵妃 你 滚蛋二字还没说完 陈瑜从外头进来 禀告道 娘娘 贤妃娘娘来了 她来做什么 萧贵妃没好气地说道 不见 贵妃姐姐 我来找你有点事 哎 宁乐也在啊 贤妃娘娘人为之声先道 瞧见宁乐之后 很自然地打招呼 然后不等萧贵妃说什么 啪气一下自己入座 哎 妹妹我命苦啊 宫里头小厨房厨子生病了 一口热汤都没的 本想着没地儿吃饭 没想到贵妃姐姐 这有现成的了 贤妃卖了一波惨 眼巴巴看着萧贵妃 贵妃姐姐 应当不会小气的吧 萧贵妃微动红唇 贤妃一拍大腿 贵妃姐姐大气 妹妹就知道 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洛宴 快给本宫添两副碗筷 李一风 为什么是两副 李宁乐无嘴笑 三皇兄忘了 今儿国宴 想来五皇兄也入宫请安了呀 既然请安 贤妃娘娘在 他儿子还能不在 贤妃冲宁乐灿烂一笑 宁乐灌来聪明的景 要是我女儿 我可有福气了 萧贵妃美好气到 知道自己没福气 就别想了 店外 母妃您等到尘 尘快饿晕了 李一雀的声音出现 萧贵妃额头又跳了跳 真奇了 贤妃自从那件事后 就不来她宫里蹭饭了 如今会来 怕是醉翁之意在宁乐吧 这些年 贤妃装疯卖傻的能力 越发厉害了哈 见过贵妃娘娘 李一雀十分有礼貌地 给贵妃行了个大礼 起来 萧贵妃虽然不爽 也不能和孩子较劲 李一雀呲牙一笑 谢过贵妃娘娘 他冲李一凤行了兄弟礼 三皇兄好久没见 昨儿才在太学见过 李一凤翻了个白眼 你来我母妃这干嘛 我母妃宫里吃不上饭了 我们就来贵妃娘娘这里蹭顿饭 免得一会参加国宴的时候饿肚子 李一凤 这老五是不是当他傻子呢 这理由他会信 主要也是为了宁乐 李一雀一屁股坐在宁乐身旁 自个大牙说道 母妃听说是宁乐劝我上学的 特意过来感谢她 是啊宁乐 本宫真心感谢你 贤妃非速加菜吃菜 吃完抽空感谢一句 主打一个口头感谢 啥也没有 李一凤 他现在觉得 蹭饭才是真实目的 李宁乐对于贤妃性情 早就见怪不怪 倒是萧贵妃文言 眼眸一身 你用什么办法 叫老五听你的话 乖乖去上学了 李宁乐害羞一笑 兄妹知情 萧贵妃盯着宁乐 眼睛眯起来 是吗 兄妹知情呵呵 这丫头打量她 是李一峰的二货呢 李一雀用力点头 没错 兄妹知情 我和宁乐是最好的 李一峰不高兴了 你拉倒吧 从前没见你这么热络 你不会是惦记着宁乐的生意了吧 三皇兄 李一雀心虚地吃饭的手抖了下 耿着脖子道 你怎么能诽谤我呢 他冲看过来的贤妃重复道 母妃 三皇兄他诽谤我 第105章 干不掉我巴拉拉拉 贤妃心里门清 嘴上还是配合儿子 母妃 相信你改过自新了 你好好学习 未来做国之栋梁 为大伤效力 李一雀心道 能挣钱 也算为大伤效力了吧 他点头 是 母妃 来 吃个鸡腿 贤妃娘娘给李一雀 夹了一块自己不喜欢的鸡腿过去 慈爱道 多吃点补补 最近上学都瘦了 多谢母妃 肖贵妃被这母刺子孝的场面看无语了 等李一雀炫完饭 三个大胆带个小的出去 肖贵妃看向赤宝在喝茶的贤妃 诞生道 贤妃 民人不说暗话 你来这里 是为了探寻您乐 有没有上本宫这条船的吧 贵妃娘娘说什么呢 妹妹听不懂 贤妃面不改色地喝茶 悠哉回话 你要装傻 本宫也懒得拆穿你 只给你一个忠告 夺敌失败的下场 是要灭门的 肖贵妃声音带着满满威胁 贤妃眨巴着眼 笑着回她 妹妹哪里敢奢望 后宫是您的天下 陛下为您都多久没去过妹妹那了 前朝太子得百官支持 王太傅 这位清流帝师 更是太子殷亲 妹妹我呀 有自知之明 肖贵妃听见她提及太子 微微敏纯 奉儿虽然也受宠 但在百官支持这块上 还是略逊色于太子的 所以 宁乐的支持尤为重要 便是她不知池缝 也不能支持太子 只是肖贵妃想不到 宁乐除了他们 还能支持谁 大皇子吗 还是早就被启德帝 包出继承人行列的五皇子 说起来 若六皇子还在 或许娘娘也不会怀疑到 妹妹我这里了 贤妃淡淡一笑 姐姐你说是不是 肖贵妃神色聚变了下 很快恢复 笑盈盈道 是啊 若六皇子还在 惊喜的太子 哪轮到他家 长乐宫极大 前殿后殿 有一条贯穿的荷花池 两旁栽着名贵的月季 只是冬季光秃秃的 骁然不已 李宁乐在前头牵着静阳 李一凤和李一雀跟在后头 李一雀好奇道 你们说母妃 他们在聊什么 还能聊什么 今儿除夕 晚上国宴 左不过聊这些呗 李一凤想起 这次国宴 不是他母妃操办的 他难得空闲 只是母妃不想要这种空闲 在后宫 空闲意味着全饼旁落 是 这次国宴 不是贵妃娘娘操办 估计不好吃了 还是我母妃有先见之名 来贵妃这里蹭饭 李一雀嘖嘖回味了下 刚刚吃的鸡腿 不要钱的饭菜 就是香啊 你这话 要叫皇后听见 小心你的皮 李一凤提醒了一句 李一雀撇嘴 无所谓 五皇兄皮糙肉后哪里怕 再者 他说的也没错 皇后娘娘操办宴会 每每叫人食不下宴 李一凤没想到李宁乐也这么说 好在这是在他母妃宫里头 要在外面 怕是皇后知道了 得气疯了 静阳不明所以 仰头 阿姐 是很难吃吗 宫里的厨子做菜都很好吃啊 为什么会食不下宴 这个嘛 李宁乐垂身 摸了摸他柔软的发顶 眸底划过一抹暗色流光 皇后如是 早先不受宠的时候 父皇也没有太不给面子 总也算相敬如兵 直到出了宴会上 六皇子被毒害一事 差点废后 自此 皇后被剥夺了几乎全部全饼 萧贵妃在后宫独霸天下 未同父后 所以 皇后操办的宴席 恐怕没几个人敢真吃东西 鬼知道会不会中财 以往父皇宴会 都是交给贵妃的 但今年贵妃 风头太过了 这是故意打压完平衡术呢 宁乐这是 别和静阳说 他还小 李义凤把静阳牵了过去 同时眉眼低垂 带了点失落 要是他还在 如今也该娶妻了 李宁乐记得 他和六皇子关系很不错 见状拍了拍他肩头 劝慰 想多了 也可能和你一起打光棍 李义凤 他是不想娶 不是娶不到好眠 不说这个了 咱们聊聊 要送给父皇的年礼吧 我准备了一株 大大大珊瑚 李义雀张开手 比划了一个大 李宁乐挑眉 这珊瑚 不会是父皇赐给你的 你拿来回流的吧 噗 李义凤被逗乐了 静阳也嘻嘻笑起来 五哥最小气了 瞎说 五哥不小气 李义雀插着腰 很不满地反驳 之前五哥 是不是给你带了 宫外的唐人 原来静阳牙疼 是因为你给他吃了唐人 李义凤沉声道 李义雀 你没妹妹 霍霍就霍霍我妹妹是吧 看我不抽死你 李义雀拔腿就跑 我不是故意的呀 是静阳吵着要吃 静阳偷偷藏到李宁乐背后 做鬼脸 五哥坏 哥哥加油 李宁乐笑着 看他们打闹 又瞧了一眼天空 乌尘的 估计接下来还有雪 也不知道 烟花受不受影响 会不会放不出来 时间一晃到了傍晚 群臣入宫 马车在宫门口排练 四皇子府的马车 夹在群臣中央 要和群臣一起等着排队 李义诚神色越发不好 李义凤他们就算了 宁乐同样和他一般 母妃不在 家族不显得 却能得去魏央公 拜见用善的殊荣 简直叫他屈辱至极 李义诚心头 对权柄的渴望越发强烈 如今 他已经投笑太子门下 总有一天 他会受到父皇宠爱 站在万人之巅 不急 慢慢来 陈嘉宜握着李义诚的手 等寿辰以后进现烟花后 一切都会好的 李义诚抬头冲他一笑 嗯 我有你就好了 灵得殿 李宁乐带着靖娘和李义凤 李义却一起到场 说说笑笑的 好一派和谐景象 太子席位上的二人 神色一变 王楚雪低声道 殿下 宁乐该不会是 不会的 宁乐没那么傻 真要现在选了 我必不容他 太子斩钉截铁说道 太子席位下侧 第一位是大皇子李义农的位置 他一双眼紧盯着宁乐 眼底森寒 明明去望城前 宁乐说了支持他 如今却又左右逢源 还真是和那个死了的驸马 一秋之河 四皇子席位上 李义诚敏锐观察到了 大皇子对宁乐的恨意 低垂眼眸 微微勾唇 宁乐呀宁乐 你可知道玩过火 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宁乐能感觉到 四面八方过来的视线里 有各种含义 他毫不在意 甚至笑容更加灿烂了 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 还不得不违心 第106章 谁给你的勇气 做正妃席位 太子等人面色一沉 恨得牙痒痒 然如今宁乐受宠 又手握财富 太子等人 都想从他身上捞好处 只能当不看见 没事 等大事成 这样张狂的妹妹 也没什么作用了 随便拿捏 太子等人眼神冷冽 再看宁乐 发现他正和几个贵女 聊得热情 小云 本宫前些日子 送你的礼物喜欢吗 谢云云本来笑盈盈的 听到这个嘴角一抽 苦不堪言道 公主不提这个 咱们还能做朋友 那日从公主府回家 正巧碰上 他爹也在家 听闻他去了公主府 谢青山很高兴 又听闻公主 送了礼物给他 要他打开看看 谢云云 是真没设防啊 他和公主 也算有点交情 但谢系过去 有没有他生没生气多少 还是瞧得出来的 结果 谢云云现在闭上眼 都能回想起 那日家中纷乱 娘亲面色苍白 差点绝过去 爹一个亮墙 捏着鼻子 直奔门外 最夸张的 要属家里仆人丫鬟 大嚷着 是不是愤坑炸了 谢云云这辈子 都忘不掉他爹的眼神 估计这辈子 都有阴影了 谢云云 我爹 还以为是我 故意表达不满 禁足了我半月 要不是国宴 你还见不到我吗 李宁乐 是真没想到 一个赖尔玛威力 这么强大 徐英白听到二人说话 云里雾里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怎么公主送了礼物 给你还不高兴 谢云云仰天长叹 你见过浑身是刺耳 胖臭无比的礼物吗 李宁乐 这真是个礼物 谢云云 我懂公主你的愤怒 我能理解的 就像那天 他也曾考虑过 用公主送的 巨臭无比的暗器 去对付德飞 只是因为德飞 被禁足放弃了 李宁乐 他不是 他没有 他要真想这么做 压根不可能给赖尔玛 直接投大份多好 还省钱 就在这时 旁边传来一道细细的 小小的声音 赖尔玛 只是闻着臭 吃着 却很香甜软糯 是来自异域的水果 极为难得 李宁乐 和谢云云 一同转头 瞧见他微微一压 张小姐 说话的人 是张妙彤 玉使忠诚家的嫡女 她过来是想给宁乐请安的 只是瞧他们 在说话很亲热的样子 一时插不上话 在旁没什么存在感的等着 直到谢云云 误会了公主好意 才忍不住开口 为他辩解 张妙彤红起小脸 扶身 臣女见过公主 公主万福今安 有段时间没见你了 过得好吗 李宁乐笑着抬手 让人起来 还有你居然知道 赖尔玛 张妙彤眼睛 亮晶晶点头 臣女很好 顿了顿 她又不好意思道 公主 刚刚是臣女愉悦了 臣女父亲 爱搜集一些游记杂文 耳如目染看了不少 公主不知 张小姐 是京中有名的才女 曾和太子妃 在一次诗会上作诗 大放光彩 徐英白文婉一笑 为他补充 徐姐姐客气 那是你没在 张妙彤谦虚道 徐英白在京中才 名比他更甚 李宁乐 眨巴了下单凤眼 捅固了下谢云玉 合着就我们俩是废柴 谢云玉 公主您语气 可以不用那骄傲 还有我不是 张妙彤听的这话 连连摇头 公主千金之躯 您如何能自贬 您 您很厉害的 哦 我哪里厉害 李宁乐刚问这句 旁边又来了 几位贵女过来面见她 一个个极为客气 不仅见理了 还留下来 陪着聊了几句 一时间宁乐 被人簇拥在中心 与众贵女谈笑风声 坐在李宁城身侧的陈嘉怡 见到这一幕 心头有些泛酸 宁乐从前 哪有这等好人缘 还不是靠她的香皂 才得了贵女圈子青睐 否则就算她是公主 因着脾气秉性 也没几个贵女 愿意和她真正交好的 只是她学了她的香皂 便算了 宁乐还耍阴谋诡计 封了自己的铺子 当真可恶 想到这里 陈嘉怡故意冲着 李宁城闲聊式的开口 公主一个已婚丧偶的 怎么坐在未婚席呢 与礼不合吧 她身后坐着一些朝臣 听见这话 果然冲着宁乐 露出不满的神情 宁乐公主 的确放肆的不行 虽驸马去世 应当体恤她心情 然而李宁不可费 义国公主 当作表率才是 陛下宠爱 有何办法 陈嘉怡面色不动 他们的不满影响深远 有些时候这些人几句话 能逼死一个人 李宁乐只顾 张扬怕是没想到 不少人对她不满了吧 就在这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 带着淡淡的傲气 与不屑 己身不正合以智慧他人 子妃 你坐的位置 是郑妃才能坐的 一句话 叫陈嘉怡脸色铁青 忍不住回头看向说话之人 她不认识 旁边李宁城 低声和她说 这是御史台中 陈张大人 夫人 别得罪她 御史台 阎官 陈嘉怡 哪怕对历史不怎么精通 也知道最难缠的是阎官 他们脑子 都是铁做的 刚得很 陈嘉怡知道 惹不得只能憋屈 收回目光 又瞧 像自己的父亲 对于敌掌女洛的如此羞辱 她竟然完全没有表示 这是清爹 对面 因为隔得远 李宁乐没听清楚 陈嘉怡说了什么 是张妙桐在她耳边 叽叽咕咕实施汇报 对面的小冲突 听完之后 她亚然 你有顺风耳吗 张妙桐害羞摇头 陈女和爹爹学过 一点唇语 所以能读懂 顿了顿又道 说话那个 就是陈女的爹爹 所以她说什么陈女 大概能猜到 强 李宁乐十分佩服 富尔又眯起眼 落在女主身上 被御史台 言官直面指出 自己作为不合规矩 女主也没动胆 主打一个后脸皮 书中 男女主 虽然在各种场合 低调内敛 但总有一些不长眼的反派 喳喳去挑衅他们 然后被打脸 成就他们的好名声 李宁乐就是这么个 反派小喳喳 她起身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向男女主 恶毒女配 决定履行职责 陈嘉宜没想到 李宁乐忽然过来 一阵心虚 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四皇子侧飞 李宁乐故意抬起声音 疑惑不解地问 你一个侧飞 为什么坐正飞的位置 谁给你的勇气 第107章 大大大珊瑚 原来是本宫赞助 四周一静 在大殿之中的所有人 目光这一刻都集中过来 陈嘉宜坐立难安 脸长通红 她就知道 宁乐没安好心 陈嘉宜不想 和她这等 只距离于后宅的女子 争论辩解 侧妃还是正妃 她都不在意 只要李宁成心属她 陈嘉宜莫那般小气 她站起身 微抬下巴 与宁乐平视 公主说笑了 不过是妾身 瞧着国宴 暂未正式开始 便在四皇子身侧 陪伴伺候 等正式开戏自会 遵守礼仪 不放肆坏了规矩 陈嘉宜这一番话 不仅为自己 开解树立了一个好名声 还内涵了 李宁乐自己不守规矩 还指摘她 御史台忠诚 刚刚说她那句 立身不正的话 她还了回去 李宁乐 煞有其事地点头 知道自己 放肆没规矩就好 就怕你被贬为侧妃后 还脑子不清楚 总当自己的正妃 陈嘉宜面色一僵 宁乐好生不要脸 怎么能面不改色 说出这话呢 李宁乐对完她 又把目光放在不吭声的男主身上 四皇子对侧妃果真真爱 都贬斥了 还当个正妃护着 也不知道 未来谁家会倒霉 把女儿嫁给你做正妃 唉 可怜啊 大殿众人乐的吃瓜 眼神更是微妙 确实 陈氏虽然曾是正妃 却被皇上贬斥了的 四皇子此举多少昏头了 有侍灵女郎的夫人们后背一凉 眼神挑剔起来 公主这话 是话操理不操 这种场合侧妃 不来也是没问题的 四皇子不仅带来了 还叫侧妃做她身侧 明晃晃的宠爱啊 可那是正妃的位置 即便现在没正妃 也不容沾染 本来就不是受宠的 竟还在这上糊涂 他们女儿要被刺了婚 岂非天然矮一头 这一刻本 就不受朝臣注意的四皇子 更惹了命妇们的厌恶 李宁成面色扭曲一瞬 立马调节好 眉眼温柔 笑容温和 宁乐说笑了 本皇子和家宜感情 敦厚不假 却不会昏头做出 那等宠妾灭妻之事的 宁乐就等她这话呢 兴奋扬起声音 喊得满殿都能听见 哦 四皇兄的意思 是再指挥父皇宠爱贵妃 是昏头的 宠妾灭妻之举吗 大殿众人 宁乐公主太敢说了 不愧是你 李宁成脸色一青 刚要解释外头 传来太监尖锐的拉长音 皇上驾到 皇后驾到 贵妃驾到 大殿之中众人起身 高呼吾皇万岁 李宁乐屈膝扶身 偷摸扫了一眼 龙椅上落座的几人 父皇神色不明瞧不出来 皇后脸黑曲曲的 贵妃神采飞扬 那叫一个开心 显然 他们听见了 李宁成的话 李宁乐等的 就是这一刻 他知晓李宁成 投奔太子了 今日这话 就为了给皇后心里扎根刺 皇后一生半眼 和父皇抗力情深 罪恨别人提及 贵妃受宠 男主想借太子发育 想都别想 同时 父皇虽不会怪罪 但男主会惊慌焦虑 怕是今日这话 叫他回去的做三天噩梦 生怕皇帝怪罪 越等不来 越害怕 李宁成藏在袖子里的拳头帮硬 宁乐到底为什么针对他 还有父皇他们到底 有没有听到刚刚他的话 若听见 李宁成眼前一阵发黑 皇后贵妃就不提了 最重要的 还是父皇的想法 若为这个恼了他 那他真就万劫不复了 李宁成从没想过 李宁乐能狠毒到这个地步 当初 就该在他嫁入顾家后弄死他 李宁乐明慌慌 给男主拉完仇恨 快活地回到座位上 宫女们 迈着轻盈步伐入内 摆放膳食瓜果 以及酒水 给本宫来壶梅花酒 公主 您不能饮酒 桃花压低声音道 这在宫里呢 要不回去喝 李宁乐笑看他一眼 国宴上哪里是他不想 就不饮的 梅花酒度数低 味道好 喝这个准没错 桃花见状 只得帮他倒上 很快应酬就开始了 先是启德帝 发表年度总结 而后各个朝臣 轮番拍马屁 夸他大商 在他英明领导下 风调雨顺国泰安康 然后是他们这些 儿女上前恭贺 献上年龄 李宁乐 也瞧见了李义雀 献上的大大大的珊瑚 的确不是玉刺之物 那玩意 眼熟得不行 桃花惊讶 小声道 公主 这不是您之前 答应五皇子合作后 送他礼物吗 这五皇子太抠了吧 哪有拿人家礼物转送的 李宁乐之前 他还好奇 没想到 礼物出资人 是他本人 高台上的贤妃 一脸惊讶 儿子转性了 真的转性了 这珊瑚 他没见过 定然是他自己准备的 而且 这珊瑚品相及好 便是他也少见 启德帝挑眉 却儿这次有心了 这珊瑚镇 很是喜欢 啥 李义雀 一听这个笑眯了眼 自从父皇知晓 他会卖遇刺之物后 再赏赐多为金银玉博 嘿嘿 皇妹送的珊瑚 虽好但他还是更喜欢金银 抱着睡觉舒服 到李义雀这里 皇子公主们的年礼 便都算送完了 连因并没来的平阳 最小的公主丽阳 都送完了 只剩李宁乐 一个没给 按照排序 实则他早该第二个奉上 但他没动谈旁人 也没好意思问 大家都是知理的 骗这时有人不知理了 是李义农 宁乐皇妹 你往年 可是最积极的 怎么今年没动静了 是因为驸马死了 太过伤怀 所以忘了 被黏理了吗 大殿寂静 群臣交换视线 大皇子这话怨气好重 颇为尖锐 谁不知道公主 为驸马伤心吐血的事 这才多久就提 岂非故意扎刀 劳烦大皇兄关怀了 本宫是准备了 只是不便在这里 就展现 便想着大家 用完燕影 对上手碎的时辰 再呈给父皇 李义农觉得 他这是托词 宁乐的性子 最是张扬 每次送礼 都会第一个显办 张显炫耀他有钱 如今 怕是因为 惦记那个死了的驸马 压根没准备 拖延时间 叫人去匆忙备了 李义农呵呵一笑 什么好东西 还要等那么久 不如现在 就带我们去看看吧 父皇 您说呢 岂得第八不得 看宁乐丢脸 前逗诚 单纯被他诱导 说出的话 他听得真真的 这个女儿当真放肆 若非要保护诚 他早收拾宁乐了 还还真也很好奇 不如现在 就一勒大皇子 去看看吧 李宁乐叹了一口气 好吧 既然父皇和太皇兄 这么着急 那我们走吧 走 走去哪 李宁乐率先起身 走到殿门口 回头看向一脸猛逼 看着他的启德地 和众位大臣 父皇 宁乐准备的年礼 要去外头 才能见着呢 请一架观星台 第108章 把烟花上交给国家 观星台离灵的殿很远 徒步走 需要小半个时辰 除了皇帝陛下 和几位娘娘有不年 其他人只能不行 一出殿门 离了炭火地龙 烤得暖洋洋的灵德殿 朝臣打了个哆嗦 咦 好冷 这个不妨碍 反正走一会 身上就暖和了 只是这小半时辰的路 叫他们一口饭 没吃的人受罪啊 尤其是晚间温度更低 寒风瓜的脸生疼 天上还飘了雪花子 又冷又饿 大皇子真是的 公主明明说了 用完燕饮再去 非得这会子出来 险着她了 李宁乐来的时候 在贵妃宫里又吃了一顿 刚刚临行之前 还喝了两盏梅花酒 肚里有神 浑身暖洋洋的 她是一点没在怕的 领着人 走在皇帝鸾架身侧 娇艳小脸上 倒映着宫女太监们 手中灯笼的暖光 启得帝瞧着她这样 好奇道 宁乐呀 你到底准备了什么 这般神秘 还得去灌星台看 父皇稍安勿躁 一会您看见 就知道为何了 李宁乐说话间 还向后瞧了一眼陈嘉仪 女主和男主 在皇子最末端 和最不受宠的公主 走在一起 若非出众样貌 简直泯然众人 灌星台 走了小半个时辰的大臣们 两腿发软 眼前冒惊心 瞧着那凋梁化洞的城楼 都想上去啃一口 尝尝咸淡 真的 好啊 好嘞 好热 李宁乐伸手去扶下了 叫脸的启得帝 与众人一起登上灌星台 此处 是位皇宫城墙上的一处楼阁 位于皇宫北侧 上面空旷 楼顶是 镂空可观星 名为惯星台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宁乐 启得帝望着空空如也的观星台 引有不悦和兴奋 其他大臣们 在后头气喘吁吁 听得这句怨念 差点就要化为实质了 不是吧 走这么远 什么也没有 宁乐公主 越发无法无天了 连陛下都狂望 李义农阴阳怪气道 皇妹不会是打算来临我们看看星星 然后说 把这自然风光 送给父皇做年礼 皇兄说笑了 皇妹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 李宁乐笑眯眯打了个响指 而后指着远方一片黑暗之处 众人包括启得帝 下意识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最开始依然是黑暗 而后有一点 似乎是火光的东西一闪而过 几个呼吸间 呼的 一阵天崩地裂之势 轰 轰轰 有胆子小的 背下的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哀悠了一声 启得帝更是神色惊骇 下意识握紧了高流的手 这是 什么还没问出口 眼眸便被一阵绚丽的光填满了 那是一朵他们从未见过的 绚丽明亮花朵 顷刻间照亮了天空 颜色是代表着 皇权至高无上的金黄色 黄色的花朵转瞬即逝 很快又有了其他颜色的花朵 在天空展开 红色 绿色 紫色 最后还有一朵蓝色 其中 金黄色是最多的 绚烂又神奇 堪称神技 启得帝和在场所有人都惊待了 这 这是神技吗 陛下 这是神技啊 天佑我大伤 天佑大伤 朝臣们激动呐喊 启得帝浑身轻颤 忍不住回头问道 宁乐 这是什么 这是烟花 父皇 李宁乐笑盈盈浮身回道 同时抬起头看向远方 那边还在放 直到一刻钟之后 这场烟花秀才彻底结束 所有人沉浸在这美丽梦幻的震撼当中 有人诗性大发 急性来了几句诗词形容刚刚所见 东风具体不会写 作者文化低 李宁乐听了一通表示 听不懂 美是挺美的 有文化的人是不一样 他特意去看女主的脸色 那白的像是外面的雪 眼珠子瞪得比牛还大 陈嘉宜抓着李宁成的手 低难着 不可能 几乎失控 怎么会这样 烟花应该只有我 宁乐怎么会知道烟花 他到底怎么知道的 莫非他也是 即便我不变 陈嘉宜脱口而出一句 穿越人是绝对会知道的话 说完 死死盯着李宁乐 李宁乐眉头都没动一下 倒是他这一句 惹得诗性大发的众人 安静下来看向他 有人品了品 没品出外来 不由请教 四皇子侧妃 你这是 诗 李宁成也不解看向陈嘉宜 陈嘉宜意识到自己失态 后背经了一身冷汗 单把八元晃 我做事不太好 见笑了 的确很烂 侧妃没什么文化 还是别装得好 李宁乐凉凉道 陈嘉宜怒目而逝 他竟还敢嘲笑他 自己刚研发出烟花 李宁乐就拿出了烟花 这里头怎可能没鬼 肯定是他派人跟踪自己 窃取了他的成果 还故意赶在春节国宴上 献给老皇帝 李宁乐 太无耻了 李宁乐甩了白眼给他 明晃晃地表示 就是本宫截胡的 你能咋地 陈嘉宜气的战都站不稳了 李宁乐慢悠悠蹲下身子 给起的地形了一个大礼 父皇这是宁乐送您的新年贺礼 恭祝父皇千秋万代 殷主圣古 好啊 宁乐 你真是朕的好女儿 启德帝激动不已 亲自扶着宁乐起身 说吧 要什么赏赐 父皇 儿臣不要赏赐 想求一个恩典 陈嘉宜冷笑 用他的发明求恩典 宁乐好大的脸 他能求的 无非是婚姻嫁娶 烟花的作用被他用得 简直侮辱 启德帝眼神淡了几分 莫非是要他给予他婚嫁自由权 哦 你说说 李宁乐哪里听不出他话的意思 说说 不是答应了 具体看他提什么 李宁乐笑着仰起头 旁侧灯笼里的光落在他眸中 像是火焰 熠熠生灰 又像是别的 父皇 而臣想把烟花上交给大商 还想得到您的允许 开设烟花贩卖 为办宴席的人们提供这种独特服务 所得八成入国库 两成作为成本费 启德帝亚然一闪而过 很快眼里盛满笑意 整个观星台也陷入诡异的安静 大臣们惊讶又佩服 宁乐公主 当真孝顺 好 既是你一片孝心 朕便特批烟花 从公布成立特殊自豪 叫那些人来任职 大商臣子中有家宴需求 可订购烟花 启德帝很满意宁乐的实相 也给予了一定恩宠 顿了顿 又道了一句 只是这所得 朕如何能要你一个孩子的钱 便算了吧 李宁乐目的已然达成 听到这最后一句试探之意 自然不会上当 当即郑仲表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父皇就给女儿表达孝心的机会吧 第109章 皇帝带人捉奸 启德帝笑了 这一刻 饶是启德帝也不得不承认 宁乐这个女儿 在送东西和说话这块 最得他心 启德帝到底赏了一些宁乐金银珠宝 李宁乐低头谢恩 群臣们也激动叩手 多谢陛下恩典 多谢陛下 多谢公主 人群里头有道声音格外响亮 李宁乐不用看过去 就知道是如人家 如人家不仅喊的响亮 还积极响应 公主 微臣想订购烟花 这不过年家里头百雁 要有了公主发明的烟花 那得多有面啊 微臣还顺便沾了一波陛下的福气 成为第二个有烟花的人呢 一段话 连拍两个马屁 启德帝更是高兴 小马 你倒是个机灵的 其他大臣一听这话 急了 公主 微臣也要订购 公主 李宁乐挥手让大家别急 等回去了派人上门地铁子便可 这回还是回去燕影吧 李宁乐贴心地不行 免得受冷挨饿 大臣们对宁乐感官更好了 想起之前大皇子 为了叫公主丢脸 不管不顾多少有些丢人 大皇子李义农 脸色难看极了 宁乐 真是好本事啊 大皇兄 宁乐这年里不错吧 李宁乐挑衅冲他笑起来 若以前宁乐名声不好 那会大家定然会觉得 宁乐是小人得志 而这回 颇得人心的他 在大家眼中形象是 要命了为 公主太可爱了吧 李义农呵呵一笑 是不错 宁乐的确有心了 任谁都能听出他的不甘心 启德弟弟心大悦 特别嘉奖了宁乐做教的殊荣 一些老臣也被特许 用脸回灵德殿 一行人浩浩荡荡 回去灵德殿 路上 启德弟问跟随他旁侧的高流 叫你准备的如何了 陛下放心 高流笑鸣尼地回 启德弟满意弯唇 那朕就等你好消息了 高流英事 另一头 郑华银和一群贵女们 三三凉凉走 还在兴奋刚刚的烟花 真的太美了 等回去定然叫我父亲定一匹 今儿这么多 怕是过年期间赶不上了 等得也是好的 那可是烟花啊 郑华银心不在焉 时不时看着前方某道身影 前些日子 他忽然就没了馅儿了 也不知是不是他哪里做得不好 惹他生气了 郑二小姐 郑华铭扭头 旁边来了个陌生脸 小太监冲他笑 郑华银心似有所感 和他走至一旁无人处 怎么 四皇子叫奴才点您一个信 前方忠心隔见一面 郑华银小脸一红 兴奋又害羞 当真 奴才哪敢说假话 请您快去吧 可是 太监立刻道 放心 不会有人知晓的 郑华银点头 他相信他 离城那边 则是得了消息 说是太子有事找他商量 陈嘉宜瞧着他面色犹豫 体贴道 去吧 我先回去等你 夫人 那我去去就来 李一成瞧了一眼 太子毫无所觉背影 眸色深邃 金光滑过 灵德殿 看完烟花回来的大臣们 又在激动 除了陈嘉宜之外 无人不高兴 启得地青苔九斩 众倾家 我们满饮此辈 多谢陛下 众臣子一口闷 李宁乐随便抿了两口 坐下瞧着上来的那些真羞 有些恶 只是没动筷子 上座的皇后 此刻找了机会开口 陛下 臣妾这人排了歌舞 可要一关 关 皇后微笑点头 很快一排排宫廷舞机进来 随着私逐音乐扭动身体 柔美 娇媚 却又毫无新意 启得地没什么兴致 李宁乐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舞姿看腻了 但有一说一 这些小姐姐们 各个水灵的不行啊 简直和父皇的后宫一样 年年有新人 代代为家人 上头 萧贵妃打了个哈欠 陛下 每年都是这些 臣妾看腻了 那你想看甚 启得地加了一块菜 放入贵妃碗碟里头 宠蜜问道 皇后眼睛快喷火了 萧贵妃丝毫不收脸 娇媚一笑 臣妾哪有什么想看的呀 只是宁乐那丫头的一个烟花燕金四座 这一对比 就显得皇后娘娘精心准备的节目 毫无美感了呢 贵妃倒是喜欢审平 既如此 你的审美一定很高吧 不如你也亮出你的节目 来给陛下看看 皇后脸了神色 端庄微笑 萧贵妃 这国宴又不是本宫准备的 奶来的节目 那你就别说那么多 皇后娘娘别急 等本宫操办宴席的时候 您就能看了 你 启得地垂谋 加了一道菜入口 品了剧 不错 底下席位上 李宁乐发觉李一成不见了 立刻吩咐桃花 借着去拿酒的机会 找一找贵女中 有没有少了谁 没等到桃花回来 龙椅上的启得地忽然起身 外头下雪了 众倾家可随朕一同赏雪观眉 也免得贵妃 嫌弃着歌舞无趣 他一出声 下头舞鸡们忙停下舞蹈 跪地告罪 奴婢该死 李宁乐眯起眼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过外头的确下了雪 大商文人就喜欢凑这种热闹 启得地骨子里 也喜欢附庸风雅的 一行人再次出了灵德殿 这次大家吃饱喝暖 加之踏雪寻眉 趣味十足 梅花在皇宫里有好几处 其中最绝的一处在中心阁 那快的梅花说起来 还是宁乐敬献给启得地的 启得地平生最爱梅 当初宁乐母妃去世 她在宫里无依无靠 更无宠爱 结局可想而知 为了活下去 为了更好地活出个公主样子 宁乐好尽心机 送了封信出去给宁家 只有三个字 寻其梅 最终宁家花费俱财 寻到了一株天下第一梅花 别搅玩水 启得地非常高兴 赐了她封号 叫她成为除了平阳之外 第一位未成年 便有了封号的公主 虽然那封号难听极了 他们这次去的 就是栽培别搅玩水的地方 忠心阁 启得地走在最前头 身后跟了一堆娘娘 皇子公主大臣 大家好浩荡荡 不过雪天倒也静命 天空落雪 忠心阁外的梅花燃雪 粉白交接 映衬着天光甚亮 绝美风光之中 站着两个人 抱在一起 第110章 陈侧妃 恭喜你要有姐姐了 他们并没发现众人到来 女子声音娇称 殿下 臣女还以为你生臣女的气了 你最近几日 都不回臣女的信了 李亦诚温柔摸着她的发顶 这些日子 因陈嘉宜研发的东西过于心密 她便冷落了郑华营 不想如此慎重之下 还叫宁乐抢了先 还好 郑华营对自己一片深情 如今抱怨不过 求她联系 并非生气 只是这些时日公务繁忙 两人如交似漆 四周飘飞的雪花 都成了爱心的形状 虽离了些距离 但声音还是传入众人耳中 郑华营的母亲 差点没晕过去 想出声喊叫李智 又叫她不敢吭声 要喊出来 女儿的名声便彻底毁了 只是不喊 也没用啊 李宁乐微微偏头向后看 看似在看后方贵妇们 实则目光拧着启德帝的表情 还真是千房万房 家贼难防啊 老东西 你够狠 为了你的心肩狗儿子 不顾别家女儿死活 思想寿寿 郑家为了女儿 哪怕看不上四皇子 也不得不嫁 否则女儿要么死 要么清登古佛 果然 随着李宁乐这想法落下 启德帝身旁的高流 轻渴两声 嗨 受惊的二人 忙放开对方 回头看向出声的地方 下一瞬 郑华营脸色白如雪 李一诚更是惊慌不已 跪地请罪到 父皇息怒 而陈和郑二小姐 只是一时情难自异 情难自异 李宁乐可不信 他没听见他们的动静 郑华营是女儿家 不会武功 李一诚这个狗东西 可是会武的 启德帝面色愤慨 老四 你混账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简直 李一诚趴在地上 额头冒汗 他是真的害怕 但又不得不冒险为之 太子这人叫他 一开始他就察觉不对了 等到了中心阁 瞧见郑华营 立即明了太子的意思 太子接了他的头笑 自然要为他增添助力 这也是为他自己家助力 既如此 他必会保自己 当然 李一诚也做了 旁人陷害的打算 只要太子不蠢 一样会保他 李一诚等着 太子最开始猛逼 不明白李一诚 怎么和郑家女搞上了 但很快意识到 这是件对他来说 异处大大的好事 于是 盲出身为李一诚 开口说话 父皇 老四毕竟血气方刚 好在两个人 只是私下优惠抒情 没做出什么措施 不若父皇开恩 借着这个大喜之日 给老四赐个婚 郑华营一听 喜不自胜 后方 郑家父母快气疯了 四皇子什么档次 也配娶他郑家女儿 郑家好歹也是五姓之一 家族里出了贤妃娘娘 又有皇子 他们疯了吗 嫁女儿给四皇子 然而 现在哪里 由得他们拒绝 不仅不拒绝 还得舔个老脸 求陛下开恩 赐婚 陛下 老臣不知如何开口 只是求您 看在老臣忠心耿耿的份上 给个恩典 郑上书叩首 眼眶发酸 郑夫人在他身侧跪下 眼泪汪汪瞧向贤妃 恳求 贤妃叹息 低头求情 陛下 太子说得对 大好事日不宜生气 不若您赐个婚 也算是圆了他们 小孩子的心事 岂得弟亲自扶起贤妃 爱妃一贯贤德 朕如何能拒绝你 算了 依你 朕替他们赐婚就是 李怡城做梦一般 这件事 真的成了 郑华英脸颊飞红 能嫁给自己 心爱的儿郎 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这个年对他来说 真是十几年来 最好的一年了 李宁乐扫过众人神情 最终饶有兴致 落在女主陈嘉宜脸上 陈嘉宜一向云淡风轻的脸 此刻是控制不住失落 伤心 果然啊 刀哥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方知疼痛 李宁乐是个心善的公主 他决定安慰一下可怜的女主 恭喜陈泽妃要有姐姐了 未来四皇子府 总算有个当家女主人了 你生活要轻松多了 像今日那种不小心 占了郑妃位置的情况 不能再发生了吧 陈嘉宜猛地看向他 这一刻 他差点没控制住情绪 怒骂出声 李宁乐这贱人 他凭什么讽刺自己 当初为了个侍妾 他喊打喊杀 闹得满街满巷都是 难道又好看在哪里 什么公主 不过是满脑子封建残留的 可悲女人 她是觉得自己赢了吗 自己虽然是侧妃 好歹李宁城心中有她 若未来她对自己无情 自己便是不休了 她也不会再动心 左右自己求的 不过是在古代活下去罢了 李宁乐呢 脑残的恋爱脑罢了 恐怕他还没意识到 自己目前情况多危险吧 那些个对他忍让的 包容的 拉拢的皇子 哪个不是在憋着一股劲 只带上尉 便可羡慕杀驴 一只肥美却无脑的驴 还当自己多受宠爱吗 李宁乐欣赏着陈嘉宜的表情 完全不掩饰的笑出声 父皇你快看呀 侧妃似乎对你的赐婚 不怎么满眼 岂得帝冷冷撇过去一眼 帝王威势害的陈嘉宜 浑身透心凉 帝王明鉴 而帝没有 陈测妃 你没有资格自称儿帝 那是郑妃才有的殊荣 说话的人是郑夫人 慕以成舟 她自然要为女儿提前立威 这陈嘉的一瞧 就不是安分的 陈嘉宜唇涼色湿了血 白得像命不久已的病人 她下意识看向李义成 期盼她能为自己说一句话 李义成动了动嘴唇 启德帝陡然开口 好了 天色不早了 都回吧 说完 率先离场 看上去 启德帝很不高兴 皇后和太子对视一眼 匆匆跟上启德帝的步伐 萧贵妃临走前 叫人给了宁乐一把伞 血要下大了 早些出宫 别受寒 多谢贵妃 李宁乐威意屈膝 贤妃眼神安抚了下郑家人 又冲着郑华营叹了一口气 没再说什么离开了 最高身份的离场 其他臣子们也逐渐放松 慢慢往宫门口走去 边走边议论郑华营 和四皇子相会之事 文臣里头 那是个个摇头晃脑 满口比仪 丝毫不顾及郑家人在场 郑家父母低着头 走在最后 一心捧在手掌心的二女儿 做出这等事 简直叫人 第111章 过年吃锅子 隔壁的小孩馋哭了 郑华营开始是真的高兴 只是瞧着爹娘阴沉的脸 她慢慢收敛得了表情 李宁诚一路默默相随 做出一副 就算被人抨击 我也与你一起承受的姿态 郑华营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 郑家父母却觉得她很烦 只是碍于 好歹是个皇子不能赶走 而陈嘉宜跟在他们后面 孤零零的 像个游魂 李宁乐没兴趣看这一幕 早坐着阮教离开了 今日殊荣 阮教接送 除了男主得了个家事 不错的郑妃之外 其他事 李宁乐都非常满意 一个烟花 换一个工部制造局主事 和几个司将官职 官职不大 却有用 这里头的主事人 选宁乐早就想好了 叫胡子去 司将有其他几个老道士座 这样自己再嘲 也总算有了自己人 同时还能借此 出入一些大臣家中 探听一些消息 关键时刻保密 李宁乐掰着指头盘散了一番 旁边小窗被人轻敲了两下 他撩起车帘 外头凌诺小跑着低雨 公主 前头雪下更大了 皇后这了人来请你住宫里 免得深夜着了寒气 李宁乐看了夏天 乌尘中透了点灰白 雪花比之前大了许多 几乎称得上是鹅毛大雪 只是宁乐在宫里 是没有宫殿的 没错 他这位被启得帝宠爱到 能和嫡公主相匹配的宁乐公主 并没有自己的宫室 早先他和母妃住在一起 母妃去世后 他继续住 在他离宫嫁人后 那宫室被皇后 修起给了新人住 启得帝并没有说过什么 对他来说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宁乐也没计较 毕竟那宫室 承载了他很多不想回忆的事情 皇后此举 不过是知晓贵妃送散 不甘落人后罢了 抓紧点回宫主府 林诺明白这话 便是不想在宫里住了 于是 轿子加速往宫外行 魏央宫 皇后得知 李宁乐拒绝住宫里的消息 微微一哼 这丫头 越发没法没天了 母后不用生气 等尔臣登基了 又或者三皇子那边失事 宁乐他 也就没用了 太子温和笑道 皇后听的这个 心里舒服不少 对了 李宁城这事 是你做的 太子 不是尔臣 尔臣也在奇怪 谁会帮他的忙 或许不是帮忙呢 皇后哼笑了一声 太子转了转眼眸 会是谁要害他呢 看不出来吗 今日谁最得业 皇后在后宫 见惯了这种因私手段 只一瞧 便估计出了人选 宁乐 母后说是 太子也猜到了 只是他微醋眉头 这对宁乐有什么好处 他和郑家的二小姐 没有仇怨吧 但他恨陈嘉怡 可是恨得不行啊 你以为宁乐当初 踢驸马那的那个婢女 是他自己愿意的 不 那是以退为进罢了 皇后微昂着头 这种手段 他见太多了 宫里头的女人 心颜子多得跟连蓬似的 宁乐早先能在 美母妃庇佑的情况下 得了陛下宠爱 能施个善茶 若真这般的话 那倒不能叫任家娶她了 放后宅不宁 岂非害了她 太子道 皇后不在意地摆手 怕肾 等她嫁过去生了孩子 还怕拿捏不住她 再不行 后宅想要一个人 翘无声息地死 还不容易 太子笑着点头 母后说的是 总体来说 宁乐今日算是 为我们办了件好事 这个老四投笑了你 她有个能办事的娘家 总也算不负你收了她 皇后愉悦道 顿了顿 又提醒 只是你用人时需得注意些 别叫她起了野心思 母后放心 而陈慧的 再者 她虽有了两个家世不错的妻妾 却无母族 更无名望 注定不敢争 这倒是 至少教育这块 她就差了太子十万八千里 皇后这边高兴 启德帝那边更高兴 总算为儿子 找了一门有利的骑士 高流 你说 郑家会不会怀恨在心 高流 雷霆与路皆是君恩 何况这件事 是陛下成全他们 怎敢怨恨 你这老东西 启德帝笑瞥了她一眼 这件事办得不错 赏了 高流叩手谢恩 又瞧见启德帝神色不佳 小心起身为她 争了一盏热茶 试过温度后 放在她手旁 低声道 皇上不是高兴吗 怎又似乎不怎么高兴吗 启德帝微微垂谋 今日替老四折了门轻视 明面上皇后这边 过于强横了些 恐怕贵妃要不高兴了 陛下的意思是 老三 也该有正妃了 公主府春菊 站在院子里头 当瞧见宁乐的身影 开心道 公主回来了 而后一挥手 满府下人们 立刻聚集排序好 随着春菊 一同行了大礼 脆声声喊道 奴婢奴才们给公主请安岁 公主碎碎安 李宁乐脸上扬起笑 准备好了吗 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 锅子热乎着 随时能下菜 春菊笑着起身 回道 李宁乐汗手 小手一挥 好 吃锅子手碎 吃锅子了 手碎了 李宁乐坐在手位 铜锣锅子烧得滚烫冒着烟雾 桃花春菊端着菜叠下菜 青菜白菜 还有各种肉用刀切成薄薄一片 经过滚开的汤汁一滚 肉香四溢 再蘸一些宫廷秘制酱料 叫人口齿生惊 入口是辛辣香浓又热腾腾的 李宁乐吃的小脸飞红 其他奴才们也被他赶走 去别的锅子里下东西吃 外头血越发大了 林诺抱着碗坐在门口 边吃边赏雪 还能听见公主在后头叫嚷着 和桃花抢菜的声音 动 远处传来钟声 又老了一岁了 他还没媳妇 唉 林诺还没叹完气 脑袋被一个荷包砸出个包 他捧着那荷包回头 璀璨灯火下 自家公主冲他笑得炼夜明媚 发什么愣呢 拿住你的压碎钱滚回去睡觉了 多谢公主 林诺揉了揉脸 笑得酣烈 没媳妇又如何 有钱啊 热闹过后 李宁乐躺在床榻上安眠 过了一会又睁开眼 起身去了卧室里 特意摆放的新书桌前 自己研磨 而后提笔写了一封家书 外祖父安 一日 宁乐被一阵炮胀声轰醒 他头顶着混乱的长发 双眼迷蒙又暴躁 谁放的炮仗 大过年的别逼本公主删你们 公主 桃花听见声音赶忙进来 是林诺放的 说是讨个好踩头 李宁乐脑门子仿佛被炸过 哪里好踩头 这分明要他头 叫林诺滚去门口当职 今天之内 本公不想瞧见他 桃花忍着笑 是 公主 李宁乐本想继续睡 不想春菊进来禀告 说是公不来人了 一大早就来 还是大过年的 不放假吗 第112章 本公等你摘头筹回来 叫他先等着 李宁乐吩咐了一句 他还没用膳呢 等用完膳 已经半个时辰后 公不来的人很乖绝 瞧见李宁乐过来 立即起身行了个大礼 公布林绍辉见过宁乐公主 起来 次座 李宁乐坐在位置上 瞧了一眼来人 略勾搂着背 头发黑中带不少白 瘦靴 看着很两袖清风的样子 也是 大过年能被派过来干活的 定然是个老师肯做的 谢过公主 林绍辉刻刻气气道 坐下后 立即禀明来意 微臣是奉旨而来 陛下的意思是 烟花在制造处 成立一个单独部门 主是一人 私将五人 主是品节从七 私将从九 俸禄 李宁乐听得认真 等林绍辉说完 很是满意 这和他预料的大差不差 林大人安排得很好 微臣也是奉旨办事 林绍辉不敢领夸 观止的是说完 接下来就该说点正经的 挣钱的事了 公主 不知主是司将 他们可否尽快当职 微臣听说 如今烟花牌单 已经有了不下二十架了 这个可以 本宫 会在下午十分 把人送去 还望林大人多多照服 不敢不敢 林绍辉起身 再次弯腰行礼 那下官告辞 春菊 替本宫送林大人 春菊扶身 是 林绍辉本是白手不要的 然而春菊得了公主令 自然要将人安排到位 不仅亲自把人送到门口 还奉上了丰厚年礼 林绍辉拒绝不得 只能收下 回去路上瞧着年礼 一边想 公主是不是暗示他 不该大过年上门 一边又想 公主这么大方 他这里收的会不会有问题 被认为贪污 还害怕公主会不会记得 他和顾家沾亲带顾于是在敲打他 越想越慌 想丢了 又舍不得 公主送得里着实后 最主要是不敢 李宁乐这边送走林绍辉不久 府中就又来客人了 最先上门的是崔恒生 因着李宁乐要求他不许被人知晓 他又实在不愿意 礼物假借他人之手 于是 乔庄打扮成了书童 送了年礼 属下知道 公主不缺金银之物 这幅字画是属下在金佛四画的 不知 崔恒生双手奉上画 耳间发红 不知公主可喜欢 李宁乐伸手拿过那绑着红丝带的画 慢慢展开 画中是金佛四的祈福树 下方有一书桌 桌前坐着一书生在提笔画画 书生前方 一女子路过 寥寥数笔勾勒出了一张明媚侧颜 哇 这是公主 桃花一眼认出了画中人 李宁乐亚然 这画画的真好 应该是他那日和谢云玉徐英白二人 路过祈福树的场景 只是这里头只有他一人 气质还十分飘然预先 能把自己金余堆砌出来的 华贵画得如此清冷独特 崔恒生是有点才华在身上的 不错 本宫很喜欢 崔恒生的狐狸眼 在李宁乐那句很喜欢下 燃烧起了亮光 他垂手 公主喜欢便是他最大的福气 你最近书读得如何 李宁乐把画收起来 问起重要的是 崔恒生一刻不曾懈怠 那这画什么时候画的 桃花和春菊在一旁哭笑不得 公主您这天聊的 李宁乐认真询问 他养着崔恒生有大用呢 他不能玩物丧志 画画虽精妙 然如今科考更重要 三月便是大考 好好努力 本宫等着你摘个头筹回来 崔恒生文言也郑重起来 属下绝不叫公主失望 公主 卢家二少爷 他们来请安了 外头吓人来报 崔恒生听得这话眉眼一动 但知晓此刻他不能叫人认出 便匆匆告辞 李宁乐等了一会 没见到人过来 挑眉问道 怎么回事 公主 您要不去门口看看吧 卢二少碰巧和谢家少爷撞见了 两个人谁也不让谁 一时间进不来 李宁乐 他去了府门口 没到二门 就听见卢人家 嚣张跋扈到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谢家二郎 就算你姐姐和公主相识 那本少爷和公主 也是很有交情的 卢二少爷荡真厚脸皮 公主恐怕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吧 清清朗朗的少年音传来 一下子叫李宁乐 想起那日见到的奇妆少年郎 你说什么 谁说公主不认识本少爷 卢人家生气极了 他和公主有交情得很 他们之间是有小秘密的 满京城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曾经打了驸马 还是公主帮他善后 这还不是交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谢家打什么主意 德飞叫你勾引公主是不是 你想做驸马是不是 谢熙到底年轻几分 脸皮薄 大庭广众之下 被叫破目的 脸刷一下就红了 想求救自己姐姐 一扭头发现 谢云云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二门背面 谢云云捂着脸对宁乐道 公主 我真是没想到 会有这么个地点 李宁乐脸黑比他还费 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 这两个人是不是不知道 这里是哪里 跑他公主府来丢人 他要打死他们 谢云云求情 公主 您下手轻点 李宁乐还没下手 外面两个血气方刚的儿郎 一言不合打起来了 卢人家在京城 是出了名的顽固一把 整个卢家就出了 他这么一个文不成武 很旧的奇葩 脾气炸还冲 而谢熙呢 虽然谢家教育以文为主 但他从小 很崇拜上阵杀敌的大将军 一直有请老师练武 谢家主瞧他功课念得好 便也随他去了 这两个武功都不弱的 一打起来 那真是天崩地裂 飞杀走失 本来看热闹的百姓们 纷纷溜远了点 李宁乐 他叫人搬来椅子 拉着想出去喊价的谢云韵 一起看了两个人打架 等看差不多 两人奋出胜负之后 靠着年纪大一些 功力更强的卢人家赢了 他开开心心 要进公主府门 然后大门轰一下 在他们二人跟前关上 第113章 本宫还是红颜祸水呢 卢人家一个兔子 跳往后一让 差点被拍扁 他身后气节的谢熙 哈哈大笑 活该 被公主讨厌了你 卢人家扭头狠狠瞪他 手下败将咧咧什么 呵呵 本少年纪比你小五岁 等我到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还想打过我 谢熙瞧着卢人家 额头蹦跌着青筋 悠闲不够地毒舌了一句 公主不会喜欢你这种老男人的 死了这条心吧 卢人家 他要嫩死这个嘴贱的 公主府内 谢云云被宁乐拉走 很担心谢熙安危 公主 真不会有事吗 放心 李宁乐看着呢 李宁乐拉着谢云云坐下吃水果 有一样果肉蛋黄色 味道有些熟悉 谢云云瞬间被吸引了注意力 这 该不会是 他小脸肉眼可见地滤起来 李宁乐懒得解释 直接拿起一块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塞进谢云云的嘴里 谢云云呆置了几个呼吸 之后一副要吐不吐的样子 真的好吃 李宁乐推荐道 真的吗 我不谢 你尝一口 李宁乐再次推荐 他不想尝也没办法呀 谢云云闭眼含泪咬下去 嗯 很软糯 有点甜丝丝的 那是挺好吃的啊 一刻钟后 李宁乐抬手拒绝谢云云 不能再吃了 再吃下去 本宫就没了 谢云云拉着他袖子撒娇 好公主 再给我一块爸 你不去看看 谢熙怎样了吗 他没事 皮糙肉厚得很 卢仁家看着鲁莽 其实心里有数的 再者 不还有公主 您的侍卫呢 谢云云话没说完 身后传来砰砰 两道重物落地上 他下意识扭头看去 只见其中一个 穿着他弟弟衣服的人 鼻青脸肿的 瞧不出之前 一点帅气精致的样子 谢云云 谢云云尖叫一声扑过去 谢熙 你没事吧 目 阿姐他比窝惨 谢熙口齿不轻 但很骄傲 谢云云听得这话 他脸比谢熙脸肿更多 原本就普通的脸 这下子完全看不下去 公主 卢仁家委屈告状 谢家 这个狼仔子不是人 他用心险恶 想回我容不说 还骂我是老男人 谢云云无语了 李宁乐更无语 男人都这么幼稚 林诺跪地请罪 公主恕罪 卑职不是故意如此的 他说明了情况 在卢仁家 被谢熙惹毛动手 瞬间林诺就出现了 只是低估了这两人 对各自的仇恨 拉开之后 一个不查 两个又打起来了 最后不得不出狠手 把两个人都放倒 谢云云颤抖声音 是你打的 林诺垂手请罪 谢小姐抱歉 卑职不下狠手 他们不停 您弟弟他 不用说了 我懂 谢云云 哪有什么不明白的 谢熙嘴很欠的 卢仁家本就看他不爽 那还能饶过他 谢云云悠悠叹了一口气 该 李宁乐似笑非笑道 本宫还是个红颜祸水呢 大过年的你俩 这样也别出门了 在家待着 谢熙和卢仁家 垂眉搭眼应声 是 公主 公主府这边热闹 郑家那边气氛 则很低迷 除了郑华盈 她是郑家里头 唯一开心的人 一边哼唱小调 一边袖架衣袍 郑夫人瞧她这样子 想教训两句 又不忍心 女儿对四皇子的情谊 瞒得过老爷 却瞒不过她 当初她不是没劝 只是不敢深劝 郑夫人太明白 少女情怀出动 时刻的倔强了 要是阻止保不齐 叫她做出更丢脸的事情来 本想徐徐徒之 帮她定个亲事 觉得她心便是 左右男女 见到的场合不多 谁能想到 这丫头竟在宫里头 和四皇子私会 还被抓住了 郑夫人心里毁死了 事到如今也没法 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是缘是祸 看天命吧 帮着郑华盈 嗅了两下她不会的针灸 郑夫人再次叮嘱 娘亲之前 与你说的话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放心吧娘亲 女儿是郑妃 哪能受委屈 何况四皇子 她对女儿是真心的 郑夫人叹息 但愿她是 四皇子府 陈嘉宜望着冷清的院落 眉眼清冷 少要瞧着她神色 小心翼翼道 侧妃 您在生殿下的气吗 殿下身份尊贵三妻四妾 是常有的 咱们这后院 也迟早会有其他人的 陈嘉宜看了她一眼 云淡风轻道 你说的我都知道 我也没有生气 昨夜回来之后 李逸诚给了她一个解释 权宜之计 之后再没说过一句话 陷入了冷战 原来李逸诚是以为她在生气 其实不是的 陈嘉宜知道 怪不得她 这是个三妻四妾的封建古代 李逸诚哪怕不受宠 也是皇子之尊 平民尚且可以何况她 陈嘉宜生气在于李宁乐的话 郑夫人的话 他们的话 深深刺痛了她 告诉陈嘉宜 哪怕她再不愿意 再不屑 一些斗争也避不开 逃不掉 那侧妃为什么不高兴 少要不解 从前陈嘉宜 就做过很多夫君纳妾的准备 既不是为这个生气 又能为什么 少要自问服侍陈嘉宜十几年 对她开不开心 还是看得出来的 陈嘉宜微醋眉头 她不喜欢自己的事 被一个丫鬟这么紧盯着 好像一个无时无刻 不再记录的摄像仪 让人毫无隐私 出去伺候吧 我这回不需要你在 少要文言 委屈撇了撇嘴 不明白为什么简单关心一句 会被冷落 但她恪守本分扶身离开 陈嘉宜瞧着她背影眼眸深思 烟花的事 除了她和李一诚知道以外 还有个人最可能知晓 少要 她的贴身是女 同时 少要刚刚还特意说什么 三七四妾是常见的 后院未来还会别人 果然是之前宁乐的话 叫她起了不该有的心思吗 夫人 外头传来一道温柔的嗓音 是李一诚 她端着一碗刚煮好的面 慢慢走进来 放下后 烫得去摸了两下耳朵 很是可爱 这是你做的 陈嘉宜不可思议问道 嗯 你尝尝 我第一次下厨 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陈嘉宜正住了 李一诚坐在她对面 慢慢握住她的手 温柔道 自你嫁来我这里 我们还没回门 出三我 陪你回去可好 第114章 你娶个正妃好不好 陈嘉宜亚然又惊喜 可以吗 殿下这样会不好做吧 大商唯有正妻地位高 像这种新婚回门 走正门 穿大红 只有正妻才有 不过即便如此 也被不住一些宠妾灭妻的存在 比如她那个渣爹 陈嘉宜并不是高兴 能回去看渣爹 而是高兴李一诚 愿意体贴她 爱重她 她如此 自己自然不能叫她难做 还是不回了 万一郑家知道 怕是殿下不好做 李一诚没眼温柔 不会的 我会打点好一切 先前你是以正妃之力 来我府中 我也答应过你带你入初 如今回门自然要回 瞧着李一诚坚定的模样 陈嘉宜心头感动极了 若李一诚真同意了 她或许也会难受失落 但她是认真的 是真心待她 至于赐婚 身份 地位这些 陈嘉宜统统不在乎了 她扬起脸 轻声道 好 那我们回门 你愿意便好 李一诚笑容更深了几分 眼底深邃着 自她娶了陈嘉宜 丞相便从没一点 要为她仕途出力的意思 如今父皇赐婚 她要看看这老东西 是不是还坐得住 中午 李宁乐留了谢云云姐弟吃饭 卢人家死皮赖脸赖在这里 反正不差她一口吃的 公主索性叫人添了碗筷 等他们刚用完膳 胡子他们来了 去公布之前 他们先来拜见了李宁乐 还带了一些 新研发出来的小玩意献给她 这些是什么 李宁乐把玩着一个 外表看起来像是小老虎的木盒子 不明所以 这也是烟花 公主请允许胡子给您燃放 去 胡子领命拿了个去院子里点燃 小老虎引现在尾巴上 点燃之后 火星子窜进木盒子里 下一瞬 小老虎脚下冒出一阵火花 随着噼里啪啦的 响动向急了小老虎在奔跑 宁乐还没什么反应 赖在她这里的谢熙和卢人家 眼睛刷一下亮了 哇 这老虎 好厉害 两刀身影搜一下窜到胡子跟前 还有吗 还有 只是 我要买 有多少要多少 卢人家从怀里掏出一打银票 面额五十两起步 谢熙慢她一步 急忙道 我也要 你说个价 我叫谢家送来 胡子被两人包围 对上他们 那比丹药炉里火还亮的眼睛 嘴角抽了抽 他伸手拍开卢人家 搭在他肩头上的爪子 又拿开谢熙 勾在他脖子上的手 平静道 不卖 这是我给公主做的非卖品 卢人家和谢熙很失望 那么帅的老虎烟花 为什么不卖啊 等等 给公主做的非卖品 公主 属下先去公布了 胡子行李 带着几个老道士离开 卢人家拧着胡子背影 眼底闪烁着胡怡的光 这小子莫不是也是敌人 不行 他得看住了 而身后 谢熙眼巴巴道 公主 小老虎烟花 能不能卖我两个 不行 一个呢 也不行 谢熙垂头丧气 坐回位置上 谢云云看他那样子 气不打一出来 不是 就你这样 还讨公主喜欢 卢人家心里有事 很快告辞离开 他一走 谢云云也不好继续留下 拉着还一心 小老虎的谢熙离开 公主府没冷清太久 又来了客人 李宁乐忙着接待 一直初二早上才知道 卢人家进宫去了 去就去呗 大年初一给皇后请安 也是应该的呀 来禀告消息的 林诺文言没了下 但是属下刚刚得知 他调去宫部了 李宁乐挑了下眉梢 让本宫猜猜 他不会刚好去了制造局吧 公主应命 长乐宫 萧贵妃得知 卢人家去了宫部 气得丢了刚选上的金簪 皇后为了太子脸都不要了 母妃 而臣听说是卢人家自己求的 不是皇后调的 李义凤倒是不怎么在意 她之前不也闹着去汉林府吗 萧贵妃瞧着单纯的儿子 恨铁不成钢 别人开始插人手 都明目张胆了 她还在这里以为小事 皇后是疼爱卢人家不假 但这次不同 公部是正家地盘 皇后他们是开始动手了 李义凤沉下脸 思索一番后道 母妃不用太担心 公部是正家地盘 是贤妃和五皇子的依仗 他们会比我们更急的 这倒也是 萧贵妃心情好了几分 不过这次老四被刺婚正家 你的是不能再等了 李义凤一听面露不悦 只是瞧着萧贵妃 神色不太愉快 她想了想便没顶嘴 贤仙功 贤妃操着鸡毛胆子 又在抽人 还是李义雀 她在前面跑 后面鸡毛在天上飞 母妃 母妃别打了 人家说过年 不能打孩子会一年不顺的 听到这句话贤妃打得更狠了 李义雀嗷嗷哭 母妃 这次干嘛又打我 又不是我同意 如人家进攻部的 是父皇恩准的呀 就因为是你 父皇恩准的 我才更要打你 要不是你叫你父皇失望 他怎么可能做出 这等打脸我和正家的事来 贤妃说完又抽了两下 李义雀 QAQ 为什么会这样 好好上学也被抽 父皇认命的 关他什么事啊 贤妃自然知道 这件事和李义雀无关 只是这顿打李义雀 必须要收 否则皇帝那边 绝对又会不了了之 娘娘 翡翠进了殿内 悄然点了两下头 贤妃一下子丢开鸡毛胆子 去扶李义雀 母妃的乖孩子 刚刚打疼了吗 李义雀自压咧嘴 疼 不疼 不疼母妃 习惯了 贤妃看他这样子 心头一酸 眼圈泛着泪光 是母妃没用啊 母妃 我不疼 真的 我皮操肉后您知道的 李义雀慌了 急忙去给贤妃试累 母妃 您别哭 要不您再打沉一顿 听到这话 贤妃哭得更凶了 母妃没用 不受宠 不然也不会叫你被人起脸输出 都不敢诉苦 阿呜呜呜 母妃这和您没关系 是儿子不争气 是儿子没听您话 以后您说什么我都应 只求您别难过了 那你娶个正妃好不好 好 啊 第115章 本宫不用回娘家 本宫夫君死了 啊 贤妃豪迈一抹脸 哪有一点之前的委屈样子 眼底红红 却闪烁着喜悦的光 你答应了哈 这次不能再反悔了 反悔也没用 这次老娘必然把你嫁 哦 不是给你娶一个 贤妃哈哈大笑而去 李懿却摊在地上 两眼空空 翡翠去扶她 被她拍开手 殿下 娘娘也是为你好 本来郑小姐该是您的郑妃的 结果被四皇子娶了 那我表妹啊 是我妹妹 李懿却滴滴嚎了一句 她怎么能对从小看她的妹妹动手 那不是禽兽吗 只有殷亲关系 才能保证利益永固 翡翠轻声道 郑家是我外祖 血缘还没殷亲重要吗 李懿却反问 翡翠被问住了 丹爸说 可自古都这么来的呀 自古 李懿却吃了一下 自古还说 皇子不能为伤呢 翡翠被吓一跳 殿下 您莫不是 没 没有 李懿却连忙否认 她答应宁乐了 不能叫人知道 不然 他们合作就没了 那就真是赔了妹妹 又折了自己 公主服 李宁乐双手 静在泡了百花瓣的水盆里 左右个倾抚了十多下 抬起 桃花捧着丝巾 为她擦拭 旁边春菊在 抱着烟花订单 儒家三单 谢家两单 萧家三单 徐家两单 崔家一单 听到崔家 李宁乐眉眼动了下 哪个崔家 回公主 清禾郡主 无姓之一的崔家 啊 她的家呀 李宁乐呢喃了一句 走到胡子送她的 小老虎烟花跟前 挑了几个最好的 把这个一块送去崔家 就说是本公主的一点心意 春菊不明白 却没多问 扶身英事 民间初二应该做什么 李宁乐起身 舒展了下身体 问桃花 桃花响了下 崔声道 祭财神和回娘家 这一天 大部分嫁了人的女儿 会和夫君一起回家拜年 那本公不用了 本公夫君死了 李宁乐笑着说 走 祭财神去吧 府内祭财神的礼 已经准备好了 宁乐带了头燃香供奉 烧了几样供奉纸扎后 就算结束 说得简单 实则做完 也快半个时辰后 李宁乐类的腰酸被痛 鼻子里除了香味 闻不到别的 这天家家户户都在祭财神 空气里都是这些味道 公主歇一会 桃花扶着宁乐坐下 帮她按摩 捏肩松快一下 李宁乐舒服地睡着了 之后是被热醒的 屋内叹火燃的旺盛 叫人着了夏季轻薄的纱裙 还有些热乎 桃花不在 应是在外头忙 李宁乐下了美人踏 赤足走到屋内桌子前坐下 刚要倒水 门吱压一声 被人推开 桃花鬼鬼祟祟溜进来 怀里似乎还揣了个东西 一打开 李宁乐眼睛一亮 冰斩子 你做的 噓 公主小声线 叫春菊听见 要说奴婢不顾您身体了 桃花把那放了满满纳尔玛 和甜酱的冰斩子 推到宁乐跟前 奴婢问了秋双 说您身子调理得不错 偶尔吃一盏是可以的 李宁乐高兴地一拍他尖头 好桃花 还是你懂本公主 他迫不及待拿筋少咬了一口 嗯 好吃 冰斩子是用冰打成沙 浇一些水果和甜酱 冬日里窝在地龙房里吃一口 爽快极了 李宁乐没吃两口 外面传来春菊威严沉稳的声音 这些雪要多次清扫 免得寒气入了屋内 叫公主受寒 还有公主过道上 不可有任何雪 或者杂乱之物 一听这话 他加快了速度 但一个人哪里吃得了那么多 他叫桃花一起 两个人埋头呼吱呼吱 狠狠啃了好几口 一边吃 一边听着 春菊脚步越来越近 知道 他身影印在门窗上 李宁乐最后吃了一口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勺子塞入桃花另一只手 自己正经危坐 春菊刚好推门进入 和他对上眼 公主醒了 李宁乐微笑点头 喉间微动 春菊奇怪他不说话 鼻翼里闻到一股熟悉的臭味 微微扭头 便见桃花背对着他 不知道在干嘛 桃花 你怎么不伺候公主 还竟敢做着了 桃花不吭声 春菊哪里看不出来有问题 几步夸到他跟前 不等桃花躲开他 迅速摁住他的肩头 只见桃花两腮 向着小松鼠咕弄着迅速咀嚼 手里捧着一个汤碗 那么大的冰斩子 还带了两个勺子 另一个谁用得不言而喻 好啊 桃花你吃冰斩子 居然不叫我 太叫本宫失望了 李宁乐指着桃花 抢先一步说道 春菊无奈 公主 您嘴边还有赖尔玛果肉 李宁乐擦了下嘴角 尴尬一笑 哎嘿 桃花人还怪好嘞 本宫刚刚明明在睡觉 桃花憨笑 奴婢不是不给您吃 只是冬日食寒 对您身体不好 您月薪快来了 春菊叹息 公主性子这半年沉稳了不少 但偶尔还是会小孩子气 李宁乐乖巧 好 记住了 下次不吃了 春菊无奈 还有下次 看样子 他得看住桃花了 没得叫公主一时爽快 后面受苦 一日 大年初三 今日难得能睡个懒觉 因为上门的客人少了 李宁乐窝在被窝里头 叔父听着桃花 给他说 外头一些小话八卦 此刻 四皇子府 精心打扮的陈嘉仪 与李义成坐上马车 去往丞相府回门 早就接到消息的 陈丞相邪家眷在门口候着 李义给的恰到好处 陈嘉仪下马车的时候 瞧见树母和扎爹等人 跪迎他的那一刻 替原主高兴 你看 对你不好的人 终有一天会跪拜你 扎爹陈丞相 察觉到了嫡长女眼底 一闪而过的得意 微垂下眼 四皇子 侧妃 请府内上座 那侧妃从他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那么刺耳呢 陈嘉仪不爽 不爽却也没办法 黄泉森严 府内 丞相府准备了美酒佳肴 他的妹妹陈嘉雪乖巧坐着 好像多么淑女 陈嘉仪讽刺 却没找他麻烦 他虽接纳古代一些制度规则 可那是为了活着 却不会真的被同化 做一些无脑争斗 只为男人垂怜的蠢事 他 有更大的舞台 第116章 陈嘉雪 以你们好无勋 陈嘉仪什么都没说 又像什么都说了 在场谁不是人惊 看得出来 他那一撇子的不屑之意 陈嘉雪淑女一态 眼看绷不住了 桌下 她的母亲 丞相府继妇人月之 轻踩了她一脚 陈嘉雪委屈 憋住了话头 什么嘛 从郑妃被贬斥的侧妃而已 要回门早干嘛去了 何况正月初二 才是回娘家的时候 他们等了一天 也没见个人影 晚上才叫人递了消息说 今儿来 连个不回来的理由 都不说 为着这个他母亲 一夜没睡 就为今日回门的排场 务必不叫陈嘉仪丢人 结果他还摆出 这个死样子 给谁看 陈嘉雪满腹怨气 却也听话不吭声 毕竟四皇子在场 要是说了王小了 说是他不懂事 传出去名声不好听 王大了说 那就是不敬皇家 给家族惹事 陈嘉雪决定等 私下没人的时候 偷摸给陈嘉仪吃点苦头 不能叫他嚣张起来 桌上 李一诚率先抬起酒盏 人坐在位置上 面容带笑 自成亲以来 小婿未曾登门 还望月丈勿怪 陈丞相捧起酒盏起身 笑回 殿下言重了 老陈不敢 月丈座呀 今日回门 不过是我们家人之间的闲聊家宴 李一诚也起身 温和有礼的示意 陈丞相落座 陈丞相汉守 却等他入座之后才坐下 姿态李一规矩 无意不错 连他故意挽地了消息 丞相府也没有丝毫怨言 准备的也充分 李一诚意识到 面前这个 是个老狐狸 也是 能在五大姓 把持朝政的情况下 杀出重围 坐上丞相之位的 哪里是个善差 李一诚很清楚 比起五姓家族 丞相在父皇那的地位 不差几分 甚至因为其身家 算得上清白的关系 恐怕更为受父皇信赖 越是这样 李一诚越想要他的支持 只是 这回倒不好贸然开口了 殿下 您尝尝这菜 是否和你口味 李一诚微微偏头 对上陈家宜聪慧的目光 温柔宠密一笑 你呀别管我了 从听闻能回家 便高兴得用不下膳 如今回来了 可得多吃鲜 在我那都给恶受了 陈家宜害羞垂眸 原来殿下是觉得 切身早先胖了 岳丈 您替小婿作证 小婿没这意思的 李一诚忙告罪 对面 丞相微微一笑 嘉宜在家实性子 被浇灌了些 多亏殿下一直包容他 陈家宜眼眸微冷 浇灌 呵呵 真亏这扎爹说得出口 陈家雪一阵恶寒 疑四皇子说话好无勋 嫡姐说话也好无勋 你们都好无勋 一旁丞相夫人 月之垂谋含笑 大小姐成亲之后 脑子糊涂了 还是被皇族富贵迷了眼 她难道以为 老爷不帮四皇子 是因为觉得他们俩感情不好 在这演戏 大可不必 不过这种事 和他没什么关系 左右也不损伤他的利益 月之便压着陈家雪 两人默默吃饭 主打一个干饭人状态 接下来 丞相和四皇子 说话打了点积风 不管李懿成怎么想的 他总能轻飘带过 化解 直到 宫里来了人 宫里 谁 回老爷 是高公公 高公公可是陛下身边太监总管 他来必然是陛下口谕或者圣旨 陛下之前 说要赐婚 圣旨却一直没下达 所以是今天 只是来也不该到他丞相府 陛下这是何意 莫非有意四皇子 丞相垂谋 协议家子贵赢 李懿成纯叛微弯 总算来了 他从太子那得知 父皇会再出三下之 所以故意今日回门 若他言语不能叫丞相心动 那便叫圣旨来吧 老狐狸多斯 父皇圣旨若来了丞相府 保不其会多想 是不是对他有意 只要这一点揣测 便够他许多事 高流进了大厅 瞧见四皇子李懿成 微扬起眉梢 笑容温和 没想到四皇子在这 可叫杂家好找 李懿成一听 心头更确定了 面上还装出无辜表情 公公找本殿有何事吗 高流微微一笑 四皇子忘了 陛下要给您赐婚的 不过既你在这 也巧了 索性一起宣了 李懿成还没反应过来 那个一起宣是什么意思 高流便抖开圣旨 大声念读起来 的确是赐婚圣旨 只是不是给他的 而是给 陈家雪的 特着陈家二女 家雪嫁为五皇子李懿 却为正妃 亲此 地上 跪着听热闹的陈家雪 赐婚他 五皇子的 正妃 月之正了好一会 很快欣喜迎满眼眸 一瞧女儿呆若目击 赶紧不动声色 捏了他手心一下 前头 丞相亚然只是一瞬 立即高呼 老陈谢过陛下龙恩 陈家雪也起身走向高流 猛然念了一句 臣女皆知 他握着那圣旨 像做梦一样 回来之后 继续跪下 等高流念下一个圣旨 下一个是李懿 赐婚圣旨了 具体什么内容 他们早就知道 陈家所有人 都没心情听下去了 陈家又出一个皇子妃了 而且是贤妃家的 五皇子正妃 二小姐真是有出息啊 这比大小姐嫁得好多了 等高流宣读完 丞相和丞相夫人起身 乐呵呵塞了个荷包过去 高流笑眯眯接下 转头瞧向李懿成 李懿成怎么也没想到 陈家雪会被赐婚给五皇子 他刚得到郑家女 一扭头 五皇子就被赐婚丞相的嫡次女 这 只是不管面上怎么想 他还得笑脸相送 高流意味深长看他一眼 没说什么 转身离开 高流一离开 陈家人顿时包住陈家雪 疯狂夸赞他 悦知笑脸止不住 连一向老狐狸的丞相 此刻笑容都真切了几分 陈家一呆呆看着他们 只觉得自己这一刻 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 郑华盈被赐婚成郑妃 他不难过 因为他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 没有郑华盈 还会有王华盈 萧华盈 谢华盈 然而 陈家雪算什么东西 他不过是一个 小妾肚皮里爬出来的树出 为什么也能成郑妃 还是五皇子的郑妃 就算他的母亲 现在被扶正了 也掩盖不了 他曾是低贱输出的事实 被这样的人压了一头 陈家一隔应恶心极了 尤其当看到扎爹 对陈家雪那腾宠欣慰的眼神 陈家一情绪绷绷不住了 他忽然冷冷插问一句 爹这么高兴 二妹妹嫁给五皇子郑妃 是觉得 想必给他的嫁妆会不少吧 我的是二十万 他多少 第117章 得了便宜还贩贱的东西 其实陈家一更想问的是 这么高兴是觉得 能靠着五皇子一飞冲天 谋一个从龙之功吗 但他知道 这话问出来 在场一个都逃不掉 要被问罪 陈家人死不足惜 他和殿下 却何其无辜 陈家一冷静地 看着沉默下来的丞相府众人 眼神薄冷又凶狠 陈丞相没想到 大女儿会忽然发难 还问的是这样一个 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问题 嘉雪的嫁妆 自然按照嫡女分支走 嫡女分支 她配吗 陈家一冷笑反问 陈家雪一听这话不高兴了 向前走了一步 我怎么不配 杨青被爹爹扶正了 她是正是我 便是嫡出 大姐姐这话 是对爹爹公然表示不满吗 这是不孝的行为 好一张伶牙利嘴的绿茶表 还想给她扣帽子 陈家一眼神冰寒 长幼有序 我在和爹爹说话的时候 请你闭嘴 你 陈家雪被月之按住了手 她轻微摇头 然后对着其他人道 先下去 大小姐有话要和老爷说 今日的话 要叫我在别处听见什么 仔细你们的皮 陈家人点头 默默退下 大厅里只剩下丞相 也知 陈家雪和陈家仪 离城去送高流 还未回来 陈家仪站在厅中央 瞧着他们一家三口贴在一起 亲密无见 心里只替原生悲哀 不过头既然开了 就没有回宫见 今日 她必 撕破他们伪善的脸 要回原生娘亲留下的嫁妆 若花了 便一块银子 一块银子的补 公主服 李宁乐用完膳 在府里头六弯消时 所过之处随手一洒 鱼时儿便飞出去落在湖里 然后小湖里的锦里 一会在这 一会跑那 欢十极了 正在宁乐琢磨着 这些鱼时全倒下去 这帮蠢笨的胖头锦里 会不会把自己撑死 外头凌诺匆匆而来 公主 宫里头给三皇子和五皇子都赐了婚 谢家小姐谢云韵为三皇子正妃 丞相家二小姐陈家雪为五皇子正妃 李宁乐手里于是惊掉了 猛地回头 娇艳小脸上 不加掩饰的惊讶 你说谁和谁 谢云韵和三皇子 陈家雪和五皇子 我的天爷啊 这配置 亏得这老头儿想得出来 李宁乐目光瞧着下方 汇集而来的锦里 疯狂抢夺于时 因为他们太多的关系 这一汪池水 完全浑浊了 谢家 大皇子母族 现在谢家女嫁给三皇子了 陈家 四皇子殷亲 现在小姨子嫁去五皇子府了 郑家 五皇子母族 原定的郑妃 妃去四皇子府了 李宁乐不得不佩服他这位父皇 治国能力不提 这帝王平衡术 他玩的是炉火纯青 本宫记得 陈家宜今儿回门 那岂不是高公公去丞相府 宣了两道旨意 林诺 是 哈哈 这陈家宜心态不得帮了呀 李宁乐笑弯了腰 手撑着小桥上的石头柱子 回眸吩咐林诺 去打听丞相家的消息 事无巨细 若打听不到 就直接问陈家雪 他应该很乐意告诉本宫 林诺 遵命 晚间 林诺带了消息回来 是陈家雪口述的 绘声绘色 声泪俱下 其中就陈家宜贬低 她是述出一事 极为不愤 跟着李宁乐 一块听乐子的桃花和春菊 听完惊讶不已 陈家二小姐的母亲 不是被扶正了吗 桃花猛了 难道我记错了 现在的丞相夫人 不是二小姐的亲娘 是她的亲娘 李宁乐答了一句 不过是某个脑子有问题的 被树出恶意大把了 穿越女没来的时候 陈家宜和陈家雪 就不太和睦 主要是因为 丞相喜欢陈家雪的娘亲 当时的小妾月姨娘 导致她母亲 丞相原配夫人郁郁寡欢 最后去世 陈家宜明白 问题出在她那宠妾灭妻的爹身上 但也做不到 对树出妹妹和善 便冷漠待之 如此也没叫陈家宜 生出自己高人一等的念头 倒是这穿越女 满脑子敌树有别 树女不如狗 整天自诩敌出高贵 她话里话外的意思 应是 陈儿小姐曾做过树女 所以不配做五皇子正妃吧 但是 我记得大皇子正妃就是树女 也有不少敌女 做了皇子侧妃 这主要看的是富足门第啊 春菊轻生说道 在大商树女和敌女待遇上 不会差太多 都是敌母的孩子 敌母也不会磕代树出 落个名声不好的下场 多是养着 将来许个门第差不多的 为家族延续关系网 当然也不排除有恶人存在 只是风气 大都是一起交养 毕竟一家出了的草包满足姑娘 都要受影响的 敌母又不是疯了 拿自己女儿胃来开玩笑 她脑子被什么塞住了 你们理解不了的 李宁乐轻痴一声 穿越女的思维 就是敌树有别 笑死 事实上敌树有别 只在男子中有效 女郎又不分家业 哪里配得上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 娘亲家世有钱与否 影响着他们嫁人时 嫁状丰厚程度 比如李宁乐 按照穿越女主的思维方式 她就是个输出 可那又如何 她的嫁妆冠绝大伤 别说嫡出公主 就是太子等人都眼馋不行 这在女主眼里 就是她余句 后面她被四皇子算计死 宁家败落 钱财被他们都拿走之后 女主心理动态是 活该 一输出公主 手握如此财富 不知为国为民 只顾着挥霍 好在如今能有了好处处 为天下造福 李宁乐想到这里 浑身又沸腾起来了 恨不能当场拔刀 扶他骂个蛋 得便宜还犯贱的东西 她在丞相府 谈论起了嫁妆的事 丞相如何答的 李宁乐深吸一口气 询问起正事 陈家宜娘亲也出身商户 丞相出身微寒 想要在大商打下一片天 哪里都要钱 估计这些年 嫁妆被花光了兜 但丞相这些年 积累未必还不起 就是不知道他肯不肯还 李宁乐心情很复杂 既想他还 又不想他还 还了便宜的是 穿越女和男主 不还 好友灵魂可能安息 还了 折合银票七十万两 全给了他 李宁乐沉默 两久 他问道 陈家雪的嫁妆 应该不够了吧 林诺点头 何止不够 恐怕还很寒酸 陈家雪与他派出的人 说这些时 哭得眼泪 一把鼻涕一把 第118章 万千少女的梦中夫君 在线跳脚 穿越女的目的 不仅在于要回嫁妆 更多是叫陈家雪 寒酸出嫁 成为笑饼 既如此 自己当然不会 叫他心愿达成 七十万两 对丞相府来说 很伤元气 对李宁乐而言 不过是指甲缝里 露出点点金沙 春菊 桃花 你们带人从本宫库房里 捡一些适合女子 出嫁用的东西出来 林诺你去丞相府 给陈家雪下帖子 就说 本宫明日登门找他玩 公主 春菊和桃花一愣 春菊率先明白了 宁乐的意思 公主 要为陈二小姐添妆 可这会不会举动过了些 您和他没什么来往的 再者 您和他 平备 在乎那等个虚理做什么 何况本宫也没打算 宣扬得人尽皆知 桃花睁圆了眼 公主您做好事 还要不留名吗 岂非白花银子 哎 谁叫本宫人好呢 李宁乐厚脸皮的一笑 实则他是打算用七十万两 投资一位 已经功成名就的老陈罢了 不过 陈诚像这个老狐狸 未必会接 他需低调行事 从陈家雪入手 还得不入痕迹 正想着 外头来人禀告 公主 谢小姐的马车在后门 说有钥匙找您 带他进来 李宁乐估计 谢云云这么晚来找他 是为了赐婚的事 果然 着了见斗篷的谢云云 一进来 眼圈就是红红的 明显是哭过一场了 公主 我不想嫁给三皇子 大晚上的是喝醉了 净说胡话 李宁乐微微沉了下眼色 两旁看了一眼 桃花和春菊 立刻扶身下去 同时出去警告府内人 管住眼睛和舌头 谢云云被他严肃的 脸下的一抽 打了个哭嗝 小声道 对不起公主 是我胡乱说话了 瞧他可怜兮兮的模样 李宁乐到底不忍心 嫁给本宫三皇兄 就这般不愿意吗 不是不愿意 谢云云顿住了 为难着不知道怎么说 还能因为什么 无非就是 他谢家绑定在大皇子身上 他可以嫁任何人 却不能嫁给 除大皇子以外的 其他皇子 否则他和他这一房 都会成为德妃妻子 没什么能不能的 李宁乐起身 把人拉着坐在他身边 低声道 你谢家那般多女儿 难道非都挂他大皇子 一棵树上 其他人不活了 可是 若我嫁给三皇子 德妃便会选了别人 届时肯定会疏远父亲 谢家内部也会乱起来 其他旁之 也会群起而攻之 谢云云心里纠结死了 他既不想嫁给大皇子 又很担心 父亲受了他影响 父亲今天接纸的时候 人一下子狗搂老了十岁 他虽然心里还生气 却也难受极了 你还挺自信 李宁乐瞥他一眼 似笑非笑 按你这么说 你爹能坐上家主之位 是因为他有你这个女儿 那他也太废物了 呃 我不是这个意思 谢云云手足无措想解释 李宁乐懂他意思 直白给他剖析 你搞错了因果关系 现在是德妃他们 想求着你们谢家帮扶 所以他才不惜算计你 也要那你入门 但他又太贪心 想留着正妃之位 为大皇子再求个有利跃驾 谢云云文言 南南道 那为何爹爹知道 我被德妃算计 还忍气吞声 要么你爹比较在乎 和德妃的亲缘 要么就是 你爹膝盖软 李宁乐毫不客气地说着 当然 他还有一漏了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女儿不值当 要那天被算计的是 谢云云兄长 你看谢青山提不提刀 进攻找德妃拍桌子 我问你 难道比起嫁给三皇子 做正妃 且府内 没有任何世界通房 府中世界一堆 还曾想算计 你做侧妃的大皇子 当然不想 谢云云想也不想摇头 他恨死德妃之前的算计了 死都不想嫁大皇子 何况他嫁去大皇子府的大姐姐 当初死得蹊跷 这就说明 大皇子后院很乱 很恐怖 谢云云自然不想嫁过去 公主 我明白了 谢谢您 谢云云心里石头落下 豁然开朗 李宁乐推了一盏茶过去 又道了一句 即便心里不愿 也不该表现得如此明显 要被人抓了小辫子 你担心的爹 明天就得倒霉 公主 是我莽撞了 谢云云脸红起来 羞愧难当 我只是瞧着父亲 唉声叹气 心里堵得慌 想着来找你散散心 当时接纸和出来时 都没有任何不满 李宁乐也不是真怪他 本来这次婚的旨意 就挺神经病的 老东西主打一个搞混着水 叫他心肩儿子好发育 完全不顾别人死活 不过在他看来 这对谢云云个人 反而是件好事 至少三皇兄人品绝对比大皇子好 谢云云被宁乐这么一开解 也开始期待起来 三皇子他见过的 人很是俊郎 关键是他后院一个女人 都没的 这是多少女郎梦寐以求的夫君呀 万千少女的梦中夫君李一凤 在皇子府里跳脚 他把脑袋想破了也没想到 为什么给李一诚赐个婚 连带他也一起遭了殃 这李一诚忒慧气了 本殿下遇到他总倒霉 李一凤气呼呼的 恨不得当场去四皇子府 给李一诚一个大鼻痘 随从小太监风流宽慰到 奴才听闻谢家小姐貌美如花 和宁乐公主关系也很好 想来人品极好的 殿下默不顺了 本殿下能不知道吗 本殿下气恼的是 算了你一个小太监懂个屁 风流委屈地闭上嘴 他怎么不懂呢 殿下一直求一个心上人 可心上人哪那么容易找呀 贵妃娘娘都疾疯了 眼瞅着连活不过几年的四皇子 被刺了两个女郎 正妃侧妃气活了 他家殿下后院里头 别说女郎了 一个母蚊子都美 别说贵妃娘娘急 他都跟着急 同样着急不行的 还有徐家 殷国公徐木 深夜翻来覆去睡不着 陛下为几位皇子 一下赐了婚 且都是正妃的位置 如今皇子们正妃都有了 陛下难道想叫他的女儿 去做妾室吗 第119章 跪下 给本宫磕头 另一边 四皇子府 李一诚一路憋着气 直到回了府邸 才准备质询陈家仪 为什么要和丞相闹得不欢而散 不想一转身 对上了一大银票 夫人 你这是 李一诚做出哑然神色 今日之事是我任性 我知殿下 有宏图大业要谋 只是有些事我不得不做 陈家仪仰起脸 微微笑着 带着坚定之色 我爹有今天全靠我娘的钱帮服 然而他拿了那些钱 却对他不好 还害死了他 所以 我不会向我爹低头 这些钱不多 可能对殿下的宏图大业 起不到太大作用 我可以给你我有的 但有些东西 李一诚不等他说完 一把握住他的手 包裹着那一打 带着温度的银票 双目温柔 语气宠溺 小傻瓜 你怎么会觉得 我会为这些事生你的气 可你不想要丞相的帮助吗 李一诚笑了下 实话实说 想 只是我更在乎你的感受 之前我有些冷脸 并非是怪你 和他们撕破脸 而是担心你吃了亏 你在家不受宠的事 我早就知道 放心 未来他们必然要后悔 对你所作所为 殿下 陈家仪做梦都没想到 李一诚在他和丞相府 撕破脸的情况下 还如此待他 这颗真心 他真的无以为报 陈家仪把七十万两银票 塞入到李一诚手中 郑重承诺 殿下 虽然我爹不肯帮你 但我愿意 次日 李宁乐特意换了一套 较为低调的长裙 裙身从胸口到脚边 用金银线 绣出一栩栩如生的孔雀 行走之间波纹变换 仿佛孔雀在展示 头上戴的 也是银子雕刻 簪花的头面 镶嵌着蓝色宝石 主打一个宿景 走 出发 换完之后 李宁乐满意看了眼水波铜镜 一马当先出了门 因着他是单独给陈家雪下的拜帖 所以丞相府 没有摆出大阵仗迎接 只有月知和陈家雪 带了仆人 迎着他入了内门 在后院坐下 陈家雪一双眼 像得大核桃 要不是宁乐公主 他谁都不可能见 现在他只想找个地方 把自己藏起来 免得听到讥讽嘲笑声 月知叫人奉上茶水之后 就离开了 给他们小姑娘 留下说话空间 李宁乐开门见山 陈家雪 想要风光出嫁吗 公主 陈家雪呆呆转头 眼神惊诧中 带着一丝可怜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想不想 当然想 陈家雪毫不犹豫地答道 哪个女郎不想风光大驾 尤其他这次 还是被赐婚 五皇子郑妃 和他一起的 有郑华盈 谢云玉 若嫁妆差一点 还说得过去 毕竟他家本就 没五姓抵运身 可陈家仪 要走了七十万两 这下子 别说嫡女分子 便是庶女分子 他都够强 而嫁给皇族 本就要多给一些的 要是差了 丢的家族的脸 自己去了皇子府 也不好过活 陈家雪想到这里 眼泪又巴达巴达掉 李宁乐对他 没对谢云玉那等耐心 只点了点桌子 吩咐桃花 奉上一个梨花木盒 跪下 给本宫磕头 是我们公主给你的天装 桃花打开盒子 一达面额一千两银票 闪下了陈家雪的眼 这一达 起码好几万 这只是一些傍身用的 还有一些东西 本宫会叫人悄悄送来 不会叫旁人知晓 总数折合起来 七十万两左右 咕咚 陈家雪听得咽了下口水 颤抖嗓音道 都 都是给陈女的吗 对 都是给你的 李宁乐微笑 所以叫你给本宫磕个头 不过分吧 陈家雪立刻下跪 给李宁乐行了个大礼 满眼感激 又疑惑 公主为何对陈女这般好 你对本宫演员 李宁乐心口不一地说道 一听这话 陈家雪窃喜不已 之前陈家仪和公主要好 她可嫉妒了 如今 陈家仪脑子坏了 为了个奴婢和公主闹掰 倒便宜她了 多谢公主 陈女也对您一见如故呢 李宁乐起身离开 临走前嘱咐 天装的是别往外宣扬 免得招人记恨 顿了顿又补充 当然你娘那边可以说 陈女省的 陈家雪开心点头 她不会说的 七十万两的嫁妆 可比陈家仪出嫁的时候 豪华多了 再加上母亲给的一些 府里出的 她的嫁妆说不住 比谢正两家都风光 李宁乐刚离府 陈家雪便乐颠颠去了月之 那把宁乐要给她添装的是说了 月之本在梳头 为着陈家仪撕破脸一事 老爷昨夜破天荒 没在她这里 叫她一夜没睡好 本想梳梳头一会武器 不想公主走得这般快 这才做了一刻钟就走了吗 听的女儿说的话 越说她心越惊 你 你把府内发生的事 告诉公主了 陈家雪没想到 她娘会先关注这个 一时间有些心虚 娘 就算不说 难道公主还能不知道吗 陈家仪会放过 叫我们丢脸的机会 肯定会即刻宣扬的人尽皆知 月之头疼 这个女儿 到底还是太嫩了些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宁乐公主敬畏她的女儿天装 补的窟窿 还挣正好是七十万两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宁乐公主 仅是为了不叫大小姐得意吗 她不信 如果是为这个 不必要花七十万两 不过不管如何 宁乐公主这次的大恩 她记下了 公主服 李宁乐躺靠在美人榻上 用着新鲜的水果 前头林诺捧着最新的画本子给她读 读到一半 外头来了人 公布林绍辉和卢任家 下官参见公主 林绍辉率先行礼 卢任家紧随其后 有模有样 下官参见公主 公主殿下貌美如花 方言涌住 林绍辉 她顿了顿 也加了一句 公主新年大吉 卢任家 余光瞥了她一眼 林绍辉如盲在背 赶忙说了来意 公主 下官这次来 是想交接下差事 接下来将由卢绍 卢大人接替下官的差事 和您对接制造出烟花的事宜 原外郎只从六品 你跑这里来做什么 李宁乐挑眉问道 卢任家很直白 想和公主有见面机会 第120章 公主我举报 太子要贪你钱 本宫见你头疼 李宁乐更直白 卢任家猛了下 而后委屈道 为何呀公主 你说为何 好端端给人 林大人喂自己了 他该你的 林绍辉他是肯干又老实 他呢 背后是皇后和太子这种 非但不老实 而且时刻想咬他一口的存在 选谁还用问吗 卢任家 他看了一眼 老实巴交的林绍辉 林绍辉皮绷紧了 不敢吱声 卢任家想了想 那我叫皇后娘娘 给他在别处安排个从物 无品的官 公主可能高兴些 林绍辉听到这话 非但没有喜悦 反而害怕 公 公主 卢大人 下官没事的 不 不用安排的 有你说话 后面的话 卢任家在瞧见 宁乐不满的脸色下 尽数吞没 他谗媚道 公主您说 李宁乐逆他一眼 要本宫说 就是你哪来回哪去 卢任家 闽唇不语 他好容易求的皇后娘娘 为此回去 还挨了一顿揍 这怎么能说回去 就回去脸 何况 他还要看住 那个贼眉鼠眼的 叫胡子的少年郎呢 李宁乐自然知道 人已经调过来 就不是那么容易换走的 皇后那边不会愿意 他那位想为儿子 某好处的父皇 更不会愿意 他转了个话题 问正事 如今不该在制造处 盯着烟花制作吗 来本宫这里做甚 卢任家一听 这个脸上露了点喜色 他知道 公主这算是默认 他来这件事了 于是很开心的 他决定投操暴力 叫公主能够看到 他的真心 他朗声道 的确有一件要紧事 今日上职前 太子殿下遇见了臣 暗示了臣一堆话 臣觉着不对 说完顿了下 卢任家还怕公主听不懂 又说得更明白直白了些 太子想贪 没掉您的那份银钱 林少辉 太子怎么这样 但卢少爷 不是他的亲信吗 怎么还转头告状给了公主 他小心翼翼 抬眼看了一眼宁乐 李宁乐神色很淡 没什么震惊的样子 似乎早有预料 还有别的吗 卢任家摇头 没了 他信誓旦旦保证 公主放心 我绝对不和太子同流合污 知道了 没事就回吧 李宁乐对他的话听听就算 卢任家的确有心 只是家族裹挟之下 恐怕由不得他 卢任家看出公主敷衍 也不气馁 总之 他会证明自己的 公主 下官告退 林少辉额头浸着汗 进退两难 刚刚这谈话 是他能听的吗 李宁乐瞥了老十人发青的脸 安抚他 这件事和你无关 你且继续当你的职就是 如今给你安排到哪里去了 林少辉如是答道 公布原外郎暂无空缺 皇后娘娘体恤下官 说给下官安排个空闲的 俸禄不变 说白了 就是给人家位置顶啊 还不给安排后路 原外郎是有实权的 虽然品级一般 那你就当放的架 等以后有机会 你要想继续干 本宫帮你一把 李宁乐不会叫卢人家 干太久的 他在这个位置上 于他无礼 林少辉一听这话 感恩戴德 下官叩谢公主大恩 下去吧 林少辉又扣了一个头 才起身离开 李宁乐叫林诺 继续念画本子 林诺找了一本新的 开始朗生念起来 屋内的李宁乐 靠着美人踏 闭眸听着 一本缠绵匪测的梅花 最读完 李宁乐睁开眼 告诉崔恒生 可以开始了 林诺和上画本 朗生回 属下领命 他把画本放好 转身出了院子 清雅居 是大商文人 最爱出入的场所之一 骚客们喜欢在这吃茶 品诗 挥墨 赏情 最重要的是 这里有财情 颇富盛名的绝色女子 红袖天香 岂非美哉 台下 两个锦衣玉袍的公子 相断坐 其中一个猪脸的 瞧了眼台上 弹琴的冒美女郎 择了两声 虽有财情 容貌却还是不如宁乐公主啊 他对面的一个马脸 煞有其事点头 是啊 不过女郎当容貌财情并肩 才算完美无缺 便在这时 他们俩身旁走过去 一道不依身影 那人目不斜视 目标明确 直奔挥好处 沾了笔墨 提笔就说 顷刻间 一手舞绝诗 坠上强梁 不少人围了过去 发出赞叹声 妙啊 这诗写得妙啊 这字也是极好 猪头又和马蕙肠也凑了过去 二人能在此 自然对此的爱好 只见此人的字 有弃吞山河之事 行笔之间错峰有致 锐利锋芒 再看诗文 也是带着眷狂 不过不得不说 文才斐然 好 好诗 好字 阁下是哪处学子 夸得同时 猪头又打量了一眼写诗人 一身不一 容貌却是极为好看 尤其是那双狐狸眼闪烁着睿智的光 一瞧就比他聪明 而且年轻 猪头又心里陡然升起几分警惕 他今年也是参加科考的学子 若此人在 恐怕又是一个强敌 不过瞧着人如此寒酸 想来是乡下来的 应该参加不得吧 崔恒生仿佛没察觉 他小小的恶意 如实相告 在下崔恒生 不是哪处学子 只不过是杨成过来 京中见识见识的 他苦笑一声 贫寒之人 文言 猪头又心里舒服些了 仰起下巴 眸色骄傲起来 如此 算不得对手了 且对他好几分也可 崔恒生你诗文和字都不错 也算你有些天赋 吹什么啊 这诗文我瞧着写得很一巴 你们一个个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叫人发笑 旁边出来一道蛮横不屑的声音 猪头又看过去 眼眸诧异 惊呼 郑公子 你谁啊 被称呼为郑公子的少年 斜眼看了猪头右眼 被瞅得别开脸 这人是你的下人 猪头又忙摇头 拉着马会长后退一步 我们不认识他 面前这位可是郑家小少爷 和如人家 并称大伤二霸的家伙 他们可不敢惹 也惹不起 崔恒生淡然出之 这位公子 若对崔某的诗文有意见 我们可以现场做诗比一比 有 当本少爷不敢 你知道本少爷外号什么吗 诗仙 郑男星仰起下巴 骄傲得像个小公鸡 今天让你知道 大伤京都不是你个香巴佬能来的 崔恒生依然平静 诗仙仙请 郑男星 听好了 清雅居外 李一诚脚步微顿 裴一不解问 主子 不进去吗 你听 有人在现场做诗 裴一竖起耳朵 他听见了 但不是很懂 李一诚品道 工整 但降气颇重 他失笑摇了摇头 不怎么样 里头念诗声落 又传来一道新的声音 桑鱼 只一句 李一诚眼睛便亮了起来 而后 直奔其内 第121章 宁乐 你当我是皇帝那 还能管赐婚 走至半路 里头却忽然出来一群人 挤挤嚷嚷堵住李一诚的去路 因不好暴露身份 他只能策让 耳朵里头那人 诗文慷慨激昂 有治国之姿 更有浓郁不屈和野心 震耳发聩 缴人心惊 李一诚心头火热 此等人才 若能收拢 只是等他好容易挤进去 众人惊叹 却不见贫寒有才之人的身影 正家那位小少爷 失魂落魄贪坐在地 嘴里还念着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会输了 李一诚眼底幽光一闪 过去询问 男星 刚刚和你 对诗的人长什么样子 叫什么 正男星抬头瞥了他一眼 不耐烦道 你谁啊 谁允许你直呼 本少的名字 裴一见不得自家主子被轻蔓 喝了一声 放肆你可知 裴一 李一诚拦住他 眉眼温润笑着 郑少爷 可以请你告诉我 那人叫什么吗 正男星依然没理他 倒是一旁有好心人过来告知 听他介绍叫崔恒生 不过看着很穷酸 估摸着来京城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叫人 给他推举一下科考的 李一诚眼眸亮了亮 致谢 多谢告知 正男星听见崔恒生 竟是寒门学子 更受刺激 猛地起身 一把推开李一诚 滚开 你这个碍事的家伙 裴一生气地想拔刀 被李一诚拦住 他愤恨 主子 这郑家少爷 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明明 好了 他也不是冲我 李一诚不是不在意 是不能在意 他需要郑家支持 郑家 因为郑华盈被赐婚给他的事 对他不满着呢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你去查一下崔恒生的下落 李一诚需要知道 崔恒生的所有消息 以及最重要的 有没有被人打伤烙印 是 李宁乐歪着身子 在游廊里头 赏院子里的骑食 这些都是宁家陆续送来的 再堆下去 他都能登山了 李宁乐考虑 要不要在这些石头里藏些宝贝 空闲时候寻宝完 林诺回来禀告崔恒生 在清雅居 和郑南星斗尸 赢了一试 四皇子恰巧遇见 这人去查了崔公子的消息 居然是郑南星 李宁乐知道这个郑南星 整天号称自己事先的霸道螃蟹 走路横着走 和如人家到处带人围祸一方 时不时造成物理伤害不同 郑南星此人精通精神攻击 时常找人斗师 偏偏因他身份 加上本身的确有点本事 少有对手 故而无往不利 人见人躲 好啊 很好 李宁乐笑了 有郑南星这个名头在 他这边都不用费力 恐怕很快就能叫崔恒生名扬京城 第一个敢杀郑家小少爷锐气的 嗯 寒门学子 这人暗中保护好崔恒生 最近估计会有不少人上门找他斗文 林诺 遵命 林诺下去后不久 李宁却来了 而且非常罕见提了礼物 李宁乐瞟了两眼 似乎是庆贺楼的点心 放下点心 李宁却搓手道 黄妹 黄兄有个小忙 请你帮帮 黄兄请说 李宁乐刚好饿了 伸手去开那点心盒 李宁却在李宁乐对面的狼座上坐下 嘿嘿一笑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不想娶陈家雪 你能帮我 搅眉这件事不 李宁乐手将注 收了回来 无奈且认真道 黄兄 我只是个公主 你当我是皇帝呢 能管皇子赐婚 可你深的父皇喜爱 他在我们里头最宠爱你了 你去帮黄兄说几句好话 说不准就能行了呢 李宁却格外天真的说道 他是真觉得宁乐能行 李宁乐抽了抽嘴角 也不能直白告诉他 老东西谁都不爱 只爱他的心尖 不说他信不信吧 而是说出来后 恐怕下场是明天李宁乐病故 后天李宁却疯了 为了彼此小命着想 他直接问道 你不想娶世 怕你做生意的事 被贤妃和父皇知道吧 李宁却点头 府里有个女人总不方便 赐婚圣旨已经下了 陈家雪还是丞相嫡次女 你要拒婚不仅是抗旨 而且还会得罪丞相这种老臣 李宁乐顿了下 眼神悲悯 恐怕不用父皇出手 贤妃能真把你打死 在贤妃和郑家眼中 如今五皇子能娶丞相 那就等于能得到丞相支持 他们怎么可能任由李宁却拒绝啊 那怎么办 李宁却脸色如丧考笔 我读书已经很累了 要是回家还得提心吊胆 会折瘦的 李宁乐 问题不就出在陈家雪身上吗 你解决不了赐婚的事 解决被赐婚的人不就好了 你是说 杀了他 李宁却眸色凶狠起来 挥舞了两下拳头 狐假虎威的 我是叫你和陈家雪打好关系 你是他夫君 一容俱容的道理他懂 李宁却挠头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皇妹你 抱歉 是皇兄想差了 香皂铺子开分店的事如何了 李宁乐微微叹息 转了个话题 这个啊 李宁却来了精神 滔滔不绝讲起来他最近做的事 东宫 太子听闻卢任家把自己和他说的话 全告诉了李宁乐 气得砸了好几个杯子 太子妃王楚雪劝道 殿下 任家对公主情根深重 叫他去公布 反而不是好事 不若把人调回来 重新安排别人吧 说的简单 公布本就掌握在郑家手里头 这次能顶了缺 还是因为林少辉为人老是好说话 太子撑着桌子 眼底是不可思议和想不通 如任家他脑子是 坏掉了吗 他到底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吗 殿下默契 不然叫母后说说他 王楚雪的建议 并没得到太子的认可 母后最近心烦 还是别讨扰他了 何况总不能一点小事 就叫他拿主意 王楚雪汗手 这倒也是 只是如任家这性子 着实叫人头痛得很 又不能打 骂也没用 殿下 四皇子来了 他来 算了 叫他进来 太子摆手 太子妃健壮退下 李一诚进来后 就给太子行礼 公顺的不行 老四来了 快起来 兄弟之间不必那般多虚拎 太子坐在位置上 随手抬了抬 李一诚起身 温声道 礼不可费 陈弟能得皇兄照拂心头 感怀不已 今日来也是听闻卢少爷的事 想为皇兄排忧解难 哦 你有何良策 太子挑眉 卢任家的脾气 连他的账都不满 李一诚能有办法 皇兄疼爱卢少爷 想着历练他 可他如今对宁乐太过看重 以至于会悟了皇兄大计 陈弟觉得 不若我们跳过卢少爷这头 叫他的上司做事 岂非更好 太子冷吃出声 要能这般做本宫 还要在这头疼 公布是郑家地盘 你不知道 陈弟当然知道 李一诚功身弯腰 唇边带着自信的微笑 请皇兄给陈弟一些时间 陈弟会说服郑家 叫他们出面 第122章 男主像的狗 闻到心就走 你要如何说服 太子不觉得 李一诚能有叫郑家心动的资格 虽然郑家的嫡女 被赐婚给了他 但郑家有自己的皇子 李一诚的话 郑家未必会听 太子隐含的不屑 李一诚自然瞧见了 他垂眸一笑 吐出一句话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若我们能许一个郑家心动的利益 不怕他们不答应 如今烟花去世大好 不说在臣子们之间受到的追捧 单就在叫父皇高兴这块上 郑家也绝对会眼红 太子眉眼微动 似乎有了点意会 你的意思是 有道是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李一诚微微一笑 苍白俊美的面孔 出尘万分 声音却如阴暗的蛇 吐出毒辣的性子 若皇兄宁这人 学了烟花制造的技术 将原本的人提出公布 这样宁乐便不得而知 烟花究竟几何利润 届时他的那份怎么分 如何分 都由皇兄定夺 加之原本上缴国库的 郑家烟能不心动 同时还能掌控烟花制造处 于公布也算有了自己人 太子心头火热 烟花制造若能掌握在他手里 未来便是一处财库 加之在公布安插自己人 简直一石二鸟 他压住兴奋 吩咐道 好 就由你去办 还得劳烦皇兄管住如任家 李一诚提醒了一句 别叫他走落了风声 本宫明白 这件事不会叫他知晓 你快去办吧 郑家那边若有条件不过分的 都可以答应 李一诚攻身行礼 臣递告退 崔恒生在清雅居作诗 赢了郑南星一事 经过宁乐着人推波助澜 传遍了大街小巷 一天时间 崔恒生不仅仅在文人骚客里 有了名声 走街串巷的货廊 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打败了正家小才子的寒门学子 虽离科考还有两月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早早就来到京城住下 一边温书一边交际 一备考上公民之后能直接落户京城 听闻有这么个出众的存在 不少人不服气 有些要逗一抖 想踩着崔恒生出名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 崔恒生住的小院子里堆满了败铁 有想交友的 更多是试探和挑衅的 崔恒生挑了几个名气大的赋约 在清雅居营站 消息一传出 清雅居的人流量历时便爆了 不仅闻人去观战 连百姓都在围观 李一诚听闻此事 立刻赶去了清雅居 人到的时候 这处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是人 好在李一诚早定了上好的位置 落座后 下头崔恒生面前 站着三位锦衣御袍的才子 大冷天的 有人还摇晃着扇子 英式斗文 未表公平 更看才学深浅 通常是现场出题 现场书写 清雅居的掌柜 笑容可居 面朝众人 抬高声音开嗓 历年病题都有迹可循 我们东家说了 未看出各位真实才华 今年题目是 烟花 请四位以烟花为题 各作一文 时间一注香 烟花 此题一出 当场傻了一片 这题目 可太新颖刁钻了 在场的豪门子弟 当然知道烟花 那是最近京中最盛行的东西 春节国宴之后 他们参加了好几场宴影 都有瞧见过 当真是美得难以形容 然而烟花之前从未出现过 反叫他们无从下手 更无从参考 只能凭借自己墨水形容 没参加的人 咬着指头 思考着该如何书写 场上四人中 唯有崔恒生淡淡然 他扫了其他三人一眼 很张扬地吃了一声 而后吩咐书童为他研磨 这一姿态 叫其他三人很不舒服 他们不服气的 也叫书童研磨 同时抓紧时间思考 很快 四人动笔 一炷香请客而过 崔恒生第一个割下笔 其他三个也陆续放下笔墨 清雅居掌柜 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特意从最边上 那人开始看起 这三人是有几分真才实学的 从他们的文章里 不少人回忆起了 烟花上天的美景 直到 崔恒生的文章 被展示出来 那笔风锐利的字 叫人疏然一惊 不由惊呼出声 好字 带压了情绪再去读文 众人喧哗声逐渐远去 耳边似乎有轰烹的声音炸开 眼前似乎有烟花出现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文采 叫人犹如看了一场实景 不少在国宴上看过烟花的人 仿佛又回忆起了 第一次见到烟花时的震撼 谁说瑰丽震撼 无法用文字诉说 这不就有一个 崔恒生的文采 当真叫人敬佩 那三个来挑战的才子 心服口服 拱手认输 崔恒生回忆毅理 二楼雅间之中的李一城 眼底金光直梦 如此人才 若能收拢必是利器 崔恒生出身贫寒 不似那些贵族子弟 背后关系错综复杂 他身份尴尬 便是想收拢那些贵族子弟中 怕也没几个愿意的 如今正是用人之计 崔恒生 简直是老天爷赐予他的良机 绝不能错过 只是听得下方这班人吹捧 又见不少人 上前结交崔恒生 都没拒绝之意 李一城眼神暗了暗 这般盛名之下 免不得要生出几分骄傲心态 要想收复 还需使点非常手段才行 裴一 李一城在他耳边 低语了几句 裴一捶手 主子放心 属下定不如使命 去吧 做得干净先 裴一领命离开 李一城又看了一会 瞧着崔恒生 离开了 他也跟着离开 等这方天地安静下来 隔壁的屋子里 才露出了点动静 李宁乐伸了个懒腰 睡眼朦胧 啊 结束了吗 是啊公主 在您睡着的时候结束的 春菊无奈道 他们这些文人喜欢的玩意 着实催眠 本宫听着 听着就睡着了 李宁乐接过桃花递来的温水 喝了一口 也没问崔恒生赢了没 只问李一城那边什么动静 得知李一城 已经和崔恒生碰上头了 李宁乐打了个哈欠 这人真的像狗 闻到腥味就走 公主 要回去吗 难得出来逛逛 李宁乐从小道出了清雅居 外头一辆低调的马车等着他 他没上马车 而是打算就近逛逛 清雅居离珍宝阁和崔恒生的住处 都不算远 李宁乐带着两个丫鬟 在大街上逛吃 另一边 崔恒生刚败别李一城 就被人堵在了一处 有境无处的巷子口 你们要做什么 为首的大汉凶神恶煞 手中拿着一根比他胳膊 还粗的棍子 冷笑道 你这手挺会写文章啊 得得瑟瑟的没完 小子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第123章 殿下今日之恩 恒生死都不会忘 崔恒生冷静道 这里是大商京都 天子脚下 你们要对我动手的话 自己也跑不掉 哈哈 当老子吓大的 那大汉插腰仰头大笑 而后恶狠狠盯着他 不怕告诉你 就是有人叫 我们来找你的 也不要命 只要你那双会写文章的手 打断了就好 说吧 他手一挥 身后那些人冲过来 顿住了崔恒生 把人拖到那大汉跟前 崔恒生奋力挣扎 然而 他指示的文弱书生 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 大汉带着任务的来的 自然不会废话那么多 抬起棍子猛地砸下 嘎嘣 李宁乐一口咬碎了 刚买到手的唐人 还是咬的头 还挺甜 桃花一听 也跟着一口咬掉 自己的那份唐人 春菊捧着自己那个 有些无奈 这唐人做得精细好看 他不太舍得吃 小巷子脸 崔恒生额头冒出青筋 脸色因为疼痛而战红 却没发出一声呼喊求饶 右手被大汉连续砸了两下 痛得没了知觉 除了最开始那一下脆响 崔恒生知道自己的手骨 当时被砸碎了 可他心里没有丝毫后悔 崔恒生凝望着自己冒出血 有些变形的右手 狐狸眼底是滔天的野心 住手 你们在做什么 一道惊怒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别乱管闲事 放肆 你们面前的可是四皇子 裴依怒吓 那些个刚刚还耀武扬威的人 瞬间跪了一地 哭喊着求饶 还说不是他们要找崔恒生麻烦 是有人给了他们钱 李宜诚没听他们辩解 直直走向崔恒生 崔兄 你没事吧 崔恒生虚弱抬起谋 汗水淹入眼眸 将眼前之人的身影 模糊了几分 单凭声音 他也听得出 这人是谁 并不抱期待 只是还是抬起眼 露出几分李宜诚希望的惊喜来 一声 他顿了下 改口 四 四殿下 原来您竟然是四殿下 崔恒生眼底露出几分火光 那是渴望向上攀附的野心 遇见可以攀附的大树时的惊喜 李宜诚一看便知 先别说这些了 我带你去看郎中 他伸手扶起崔恒生 一点不在意 他身上沾着尘土和手上的血 扶着崔恒生 路过那群跪地磕头的人跟前 李宜诚问道 这些人 崔兄想如何处置 崔恒生淡淡瞥了一眼 道 凭四殿下做主 哎 你 李宜诚无奈道 好吧 那我就替你杀了这些匹夫 殿下饶命啊 崔公子饶命 李宜诚头都没回 冷哼道 对本殿的人 如此无理歹毒 杀你们都是给你们痛快了 那些人立刻闭了嘴 崔恒生和李宜诚离开 刘培一解决这些人 他当然没有真杀 那些人瞧着李宜诚的马车离开之后 也露出放松的笑容 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 不过记住 未来别出现在他跟前了 是 属下们省的 培一恩了一声 转身离开 壮汉们也跟着起身离开 四皇子府 李宜诚请了城中最好的大夫 为崔恒生治首 李明依 如何 李明依摸了摸胡子 对崔恒生道 动手之人当真狠辣歹毒 是冲着叫你不能写文章去的 李宜诚被无视嘴角削淡了一下 很快恢复 用最好的药 可能完好如初 李明依瞥了他一眼 殿下想得过于天真了些 若只是吃饭用筷子类自然不爱 然他是书生 想继续如 以前那般一手好字不可能 李宜诚没想到 会这么严重 一时间有些后悔 本想着锦上添花没意思 雪中送炭 才好收复人心 不想手底下人办事过了些 他瞧向崔恒生 满脸欠人 若早知你会被人记恒报复 我便送你回去了 崔恒生低头 声音黯然道 这怪不得殿下 今日之事还多亏了殿下 恒生莫齿难忘 李宜诚叹了一气 本殿下会尽力为你医治 李明依 你尽管开方子 一切药材 我会寻最好的 务必叫崔兄的手 能更好些 这话不用你说 我也会照办 李宜诚敏唇 这位明依脾气未免太差了些 若非他不好叫太医来 哪需要受他的气 不过此刻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刻 李宜诚转身坐在床榻边 眸光温和瞧着崔恒生 道 你别担心你的手 将养一些时日 不耽误科考的 殿下说笑了 恒生是贫寒之子 没有考试的资格 崔恒生心灰意冷地自嘲 这有什么 本殿下为你写推荐信 你当然能科考 李宜诚掷地有声道 崔恒生露出哑然之色 殿下说的可是真的 还能参加科考 有何不能 有我在 你必然能参加今年恩课 李宜诚勾起唇角 一个推荐信他 自然能办到 殿下 崔恒生挣扎着从床榻上下来 要给李宜诚行大礼 李宜诚忙扶助人 做出李贤下士 没有架子的姿态 崔兄莫要因为身份和我生疏了 之前我们畅谈得很好 视为知己 崔恒生垂眸 是 他努力睁大眼等眼睛干涩发红 有了泪意才抬起头 恒生愿为殿下肝脑徒弟 以报再造之恩 李宜诚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头 很好 公主服 李宁乐听闻崔恒生 是以伤手代驾 得了李宜诚的信任 沉默了一回 那么好看的手 费了太可惜 本宫记得李明依擅长骨科 你找个机会 看能不能推荐到四皇子府去 还有找一些对骨头恢复有好处的药 悄悄送过去 李明依已经被请过去了 那就只能看天意了 李宁乐抬眸看了眼黑尘的天 今夜一颗心情都没有 春菊瞧出李宁乐心情不好 笛声劝道 公主 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是啊 他自己的选择 李宁乐垂眸 比他好不少 他没选择 这条路 他退缩 就等着别人把自己吞噬 把宁家拆骨吸水 公主 宁家主给您回信了 晚膳十分刚到的 要现在看吗 桃花见不得宁乐不开心 赶忙转移话题 李宁乐来了精神 外祖父的信 这么快 当然要看 务必去给您拿 第124章 宁乐送来精致贺礼一份 信很快就拿来了 随着信一起被捧来的 还有各种江南石心的小玩意 吃得完的 用得一应俱全 且各个精致 每每来信 外祖父都会一起送这些 来逗他开心 永远当他是个小孩 李宁乐快速展开信件 外祖父自己如往常 一般飘逸 上头书写着 长者全权慈爱 关心着冬日里 他有没有多穿鞋 平素用膳可有好好吃 还不许学旁人 追求纤细之美 李宁乐眼圈 微微发红 这世上 唯有外祖父 会关心他这般细致 担忧他喜乐安康 翻开下一页 是外祖父问他 和驸马相处的如何 李宁乐敏唇 驸马的事 瞒得了一时 瞒不住一时 能将京城的消息 不传到外祖父耳中 也多亏了叶韶 否则外祖父 现在的身体 要知道的话 想到这个 李宁乐提笔回信 给外祖父 报喜不报忧的同时 又给叶韶去了一封信 要他千万 一定要把驸马 死掉的消息瞒住 能瞒一天是一天 在这之前 他要努力站稳跟脚 在风浪来临之时 可以保住外祖父 不叫前世悲剧重演 男主那边 如今钉子 已经布局好 只待来日 至于女主 上辈子 女主掌握各种先机 名声 地位 人脉皆有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想起 要回陈家仪娘亲留下的 嫁妆这件事 甚至 扶持男主上位之后 他还主动和丞相府和解了 最后他成了皇后 丞相府主动给补一份 丰厚的嫁妆 而这辈子 因为陈家雪被赐婚五皇子 他直接破防 和丞相府撕破脸 要回了嫁妆 不过几日过去了 外面一片宁静 并没有传出 丞相府什么不利的消息 想来是女主 梅宣扬丞相 用妻子嫁妆的事 这是冷静下来 给自己留后路吗 三皇兄他们的婚期 定在何时 李宁乐偏头问道 旁侧静默 伺候的春菊出生 三皇子婚期定在正月时期 四皇子正月二十 五皇子是正月二十二 怎么都赶在一个月里头了 李宁乐惊讶 一国皇子大婚 赶在一个月里头 是后面要没日子了吗 说是后头大半年 没合适的好日子 陛下索性 叫在正月里都办了 李宁乐痴笑一声 哪里是没好日子 分明是他好父皇 怕夜长梦多 故意叫李部这般说的 也多亏春节期间好日子多 不然李部为这时间 头发得掉眉 不过 既然大婚日子都在前后 他得琢磨 送一份大礼 给各位皇兄了 春菊 桃花你们过来 一晃正月时期便到了 三皇子身为贵妃之子 又娶的是五姓谢家嫡女 这排场自然是说一不二的大 尤其萧贵妃 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 竟拉着启德帝 清零了三皇子府 为三皇子主婚 一时间 李义凤风头无两 东宫和皇后那边 鼻子都气歪了 当天太子来参加婚宴十脸 虽然笑着 却明显带着阴森之气 同样心情不好的 还有一个人 被禁足还没放出来的德飞 他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被禁足的功夫 看好的儿媳 被人夺走了 谢云运嫁给了三皇子 谢家未来 还能一心一意 辅佐他的侬儿吗 陛下此举 到底意欲何为啊 德飞想不通 大皇子也想不通 只是他素来没有三皇子受宠 加之顾伯远的事 叫父皇疏远 冷淡了他许多 他不敢在这个结果眼上 再冒进惹了启德地生气 只能恨上李一凤 李宁乐瞧见大皇子没间欲结 恨意一点不同情他 早干什么去了 但凡德飞不算计谢云运 怕是这回 他已经嫁过去了 非要贪心 叫人家做侧妃 三皇子的大婚热闹极了 李宁乐在这集是配角 只负责吃喝玩乐 当然 他没忘了给亲爱的三皇兄 送上自己精心挑选的新婚贺礼 他觉得他们 一定会很喜欢的 晚间 三皇子 李一凤从宴席脱身 回到新房之中 喜娘们喜气洋洋地 说着吉祥话 李一凤机械地顺着他们 说的礼仪 挑开谢云运的盖头 盖头下的少女 面若霞光 貌美非常 李一凤挠了挠头 他没想过 会和谢云运成夫妻 在这之前 谢家女几乎打上了 大皇兄的标签 唉 他该咋办 好尴尬 两人之前 还是隔着宁乐认识了一下 如今却成了夫妻 虽然是夫妻 但她不是自己心动的姑娘 谢云运很紧张 紧张地不敢抬头看 她第一次成亲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出嫁时 谢家氛围不算太好 母亲忙着为她备嫁 只教导去了三皇子府要乖顺 不能如在家 这般任性 那如今这种安静的氛围 她该出声吗 扣扣扣 外面传来敲门声 小太监风流轻声道 殿下 皇子妃 宁乐公主派人送来了新婚贺礼 李一凤如蒙大赦 快 给本殿下瞧瞧 宁乐好妹妹 还是你会帮皇兄解难题 风流哀了一声 推门进来 一路上她低着头 双手举着一个盖着红布 绣着喜字的托盘 李一凤伸手去掀开 什么东西啊 这么神秘 顺手拿了起来 翻开 谢云运就见她俊朗的脸庞 像被染料轻染 迅速红透了 没等她问怎么了 李一凤嗷的一声 把手里的东西丢了出来 好巧不巧 正好落在她脚边 谢云运垂眸 只见那蓝色书籍上书 某某十八时 这是什么啊 谢云运好奇捡起来 打开 下一秒 精致华美 又叫人脸红心跳的画面 扑面而来 那一个个小人 还特意用了彩笔描绘 精致得不行 比谢云运母亲 给的那本高档多了 谢云运脸喷一下 也变得通红 只见握着书发烫 公主怎么送这样的东西 作为贺礼啊 然而转头一想 这又的确像是公主 能做得出来的事 你 这 她 李一凤舌头打结 注意到谢云运的目光 像是被烫到 差点就要夺路而逃 还好风流及时拦住了她 殿下 您这是要去哪啊 我的乖乖 这要是洞房花竹叶落跑了 明日她要被贵妃 打到屁股开花 谢云运也没想到 李一凤居然要落跑 放下那舒起身 想说点什么 缓解下尴尬 你不许过来 李一凤面色一僵 伸手吼了一声 谢云运一下子被吓在原地 眼圈微微一红 三皇子她 好凶 李一凤干大清了清嗓子 那个我 我今晚去前院睡 你 你自便 谢云运瞪大眼 去前院睡 今晚可是他们的洞房花竹叶 第125章 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哪配他亲自喝喜 眼看着李一凤真要走 谢云运顾不得母亲 教导乖顺从父的理念了 把人拦住 她比李一凤矮一个半头 头上发饰璀璨 在晃动着 碰出清脆声响 少女仰起头 眼露几分怒意 面上却还是尽量温柔 殿下 我们还没喝喝景酒 这个不喝也行 还没说完 李一凤就见面前少女 脸色彻底沉下 殿下 喝景酒必须要喝 谢云运一字一句道 喝景酒不喝 等同李未成 那他成什么了 若这件事传出去 谢家女的脸还要不要了 那些未婚的妹妹们 会被他拖累的 李一凤 喝也行 他也不是非不喝 只是宁乐送来的东西 叫他尴尬的脚趾抠地 恨不能立刻插翅膀 从这里离开 李一凤觉得 空气里仿佛有什么 在炙烤着他 尤其谢云运的眼神 最叫他尴尬 李一凤自己乖乖坐下 谢云运跟着坐下 倒了两杯酒 推了一杯给李一凤 见他一脸猛逼 提醒道 殿下 和景酒要交杯喝 哦哦好 李一凤端起酒杯 谢云运伸手过来 他将直绷着身体 像个木偶 和他喝完了和景酒 然后就仿佛屁股下 有钉子一样起身 那 我可以 我今晚睡外间 放心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事 贵妃也不会知道的 他实在不能和不喜欢的女子 做那些事 说完 不等谢云运反应 就飞奔出去 谢云运微侧头 看着他消失的背影 垂眸遮住失落 他这婚 还真是奇特 古往今来 怕是没有哪位女子 在新婚之夜 被夫君抛下了吧 罢了 娘亲说过 世间不如意 本就十之八九 公主也说过 遇到是不能哭哭啼啼 要想办法解决 她忍住泪 用手背擦了擦 没叫丫鬟进来 而是自己卸了拆环 卸了妆容 一点点在心里 给自己打气 没事 现在的情况 不比做大皇子侧飞墙吗 公主府 吃完酒回来的李宁乐 窝在美人榻里 用了一杯水果捞 旁边桃花和春菊 边更衣 边向他禀告公主府 和外头各处 庄子铺子的事物 李宁乐随意地听着 时不时插 一块果子丢进嘴里 同时在想着 谢云运他们 看到自己送去的礼物 会是各种神色 肯定会感激吧 那可是 他成亲前寻来的孤本 众堪宠命 绝对独一无二 且精美并且 嗯 你们懂得 这时 听见桃花说起 给陈佳雪那边 送去天庄时 遇到了陈佳怡身边的 丫鬟谭香 谭香 她身边的三等丫鬟 李宁乐眉头一挑 公主禁忌的她 是她 谭香的弟弟生了大病 她告假回来照顾了 只是瞧着她样子 估计弟弟不大好 桃花对宁乐 禁忌的陈佳怡身边 一个最末等丫鬟一事 很惊讶 早先公主和那位陈小姐 关系不错时 她和谭香偶然 打过一次交道 才记得她的 李宁乐记得 谭香还是因为 她在书里有过一点戏份 好像就是她弟弟生病 谭香家没钱给她治病 为了弟弟 谭香爬了男主的床 结果当然是没成功 男主的床 不是什么人都能爬的 她也不是什么人都伺候的 一个小丫鬟 没身份没背景 她自然不会像 对别的贵女那般柔和 被拖出去打死的时候 女主没为谭香 说过一句话 李宁乐摸着下巴 你去打听下 谭香弟弟得了什么病 拿些银子过去 桃花虽不懂 公主为什么要对 陈嘉怡身边的丫鬟那般好 却还是点头 奴婢这就去办 桃花离开后 李宁乐问春菊 叫你找的人都找好了吗 回公主 找好了 你要见见吗 李宁乐笑起来 当然要 怎么也是 本宫精心准备的贺礼 春菊应声 第二日午间 用完午膳后 春菊将人带了来 站在院子里头 一字排开 李宁乐从屋内出来 便觉得外头光亮了一下 只见面前四个女郎各个貌美 眼波流转之间 勾人妩媚 不愧是文明侠尔的 四季花阁里头的头牌 一个塞一个祸水 春菊在旁提醒 还不给公主见礼 奴家见过宁乐公主声音娇媚 叫人骨头都酥了 李宁乐坐在奴仆 搬来的椅子上 淡淡问道 知道本宫要你们去哪里吗 知道 公主叫奴家们 伺候一位爷 错了 本宫是要你们去做贵人的 李宁乐微微一笑 虽只是四皇子府的侍妾 然而皇子侍妾可不比旁人 几分宠爱 多少富贵端在你们自己 手心里掌握 命运 靠自己改变 本以为只被宋人玩弄完了 就会回到原来地方的四位头牌 眼睛一亮 他们只晓得 是公主召了他们去伺候人 不想 还给了他们名分 侍妾 便是普通人家 侍妾对他们这等身份的 也是奢望 大商风俗里 文人爱榴莲青楼妓院 却绝不会为任何一位妓女赎身 有条文 文人敢为妓女赎身 便得抛下公名 故而他们一生 看得到头 公主 您 您此话可当真 自然 李宁乐点头 他出面的话 送一两个侍妾给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还是很简单的 不过 丑话说在前头 富贵迷人眼 自然也危险 你们此去是一飞冲天 还是碾落成尼端看造化 现在你们可以选择去 还是不去 听得可能会送命 当即有一两人面露犹豫 做他们这行的 都熄灭 有两人立刻出炼 我们去 叫什么名字 李宁乐瞧着二人 长相是四个里拔尖的 眼底流淌着野心和兴奋 妓女是剑籍 不得从良 但不是所有人都甘愿过这般日子 若有机会改变 哪怕冒着没命风险 也有人愿意拼一把 冷帘 蓝签 二人同时开口 李宁乐 这名字听得怪搏命的 本宫给你们改一下 你叫紫熙 你叫云锦 他只见清点二人 紫熙和云锦感激跪拜 奴家叩谢公主赐名 准备下 二十号本宫派人去接你们 春菊给他们俩 一人一百两 李宁乐指着另外两个不愿意去的 两人还以为要白跑一趟 不想尽有赏赐 当即欢天喜地 多谢公主 多谢公主 正月二十 这天是个顶好的日子 万般皆宜 百事无忌 老东西为了儿子真是 李宁乐歪在美人榻里 这便装 头发散着 上头随便插了根玉钗 桃花你代替本宫把李送到 本宫就不过去了 他边说边晃动着小脚丫 肆意慵懒 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哪配他这位受宠公主 亲自去贺喜啊 他也配 不过人不到 李还是要到的 不然岂非叫人觉得 他不识礼书 春菊已经不劝了 公主连青楼女子都当贺礼送去了 他拦不住的 再者他也发现了 公主心有成算 不会吃亏 如此便好 第126章 小嘴抹了毒的李一凤 大婚在即 四皇子府张灯结彩 早先陈嘉宜出嫁时 李一诚透明到京中大半人 忘记还有这位四皇子 故而 他上次澄清 一点水花没有 丞相府虽然嫁妆时骂 都没短缺了陈嘉宜 然而李一诚不受宠是事实 冷清梅宾客上门 更是事实 哪像这次 陈嘉宜在后院 都能听见前头的热闹 心许微微复杂 少要听着前院动静 不免有些愤慨 这帮屈炎覆势的 早先宁嫁来时 倒不见他们过来贺喜 如今不过瞧着殿下 在太子手下办事 一个个道上赶着了 陈嘉宜眉头微蹴了下 少要这嘴 着实没个把门的 这些话 也是能随意说的 任由他这般无脑莽撞 迟早惹出祸端 还是打发出去吧 明日起 你便别在我身边伺候了 去外头铺子帮忙吧 少要脸色一白 忙跪下求饶 侧妃 奴婢要做错了什么 您要打要骂都可以 不要赶奴婢 走好不好 陈嘉宜端坐在桌边 眉眼云淡风轻 语气却带着压迫感 你不愿意 奴 奴婢想尽心伺候小姐 少要咬唇 轻声哀求 在侧妃身边 哪怕是次等丫鬟 也比去铺子里帮忙好 何况保不齐 哪天得了信 那便是一飞冲天 陈嘉宜眼神淡了几分 这丫头 果然不安分啊 什么只想在他身边 尽心伺候 怕还在做着 当侍妾的梦呢 心比天高 行 他便瞧瞧 他到底怎么做上 这个侍妾 陈嘉宜嘲弄得收回目光 语气比之前淡漠更多 你出去伺候吧 接下来有檀香 在我身边就好 少要嫩嫩道 是 外头敲锣打鼓声更热烈了 似乎是新郎接亲回府了 陈嘉宜叫檀香关了门窗 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今后怕是没什么 清静了 前院 拎着红筹 异端链接郑华营的李义成 笑容温润俊美 他目光扫过来的宾客 里头大部分来自郑家派系 和东宫附属 甚至太子 还拉来了三皇子和五皇子官邻 哪怕他们不情愿 也得顾及太子 这便是有权势的好处 李义成垂眸 七族也不全然向着他 不过没关系 时间还早 鹿死水手 还未定论 皇宫里 启德帝在清征殿里坐立不安 高流为他上了一盏静心的菊花茶 陛下 喝点菊花茶润润心 朕没心情喝 启德帝端起茶盏又重重放下 目光眺望四皇子府邸的方向 沉声道 承儿第一次大婚 朕没亲眼看过 第二次亦是如此 高流 这些年 朕真真是对不起他 他当年为了朕生下承儿 就撒手人寰 朕甚至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若非成儿早产 能够用体弱不好养活做遮掩 怕是宫里这些女人 也不会叫他活到成年吧 启德帝说到这里 眼神冷锐了不少 高流不敢吭声 这些年 朕效仿太祖削弱武将 重用文臣 担惊极律分化世家 然而文臣多出自世家 便不是世家子弟 也是他们的门生 朕想帮他 都得慢慢筹谋 启德帝越说越伤悲 这是他最爱女人为他生的孩子 也是他主意的继承人 只是皇后有所出 太子背后支持也颇为强势 为了保护他 不得不对他视而不见 萧贵妃所出的三子大婚 他亲临主持 只隔了三日的成儿大婚 他却不能前往 高流明白 启德帝难受 不能去主持大婚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他对太子 三皇子等人 不满积蓄已久 偏又不能随意爆发 只能小声劝慰 陛下一片爱子之心 殿下会领会的 启德帝叹息 只盼他未来能做个贤民之主 是如此费心 四皇子府 李懿成这边 和郑华营拜完天地 新娘子被送入洞房 她则会宴宾客 笑容温润又得体 大臣们也是挂着营业的假笑 与之说一些体面的恭维话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一阵 噼里啪啦的炮胀声 众人下意识扭头 只见当头一位脸若圆月 一笑如盘桃的粉衣女郎 领着仪仗对进来 大臣们一开始 没认出他是谁来 桃花主动介绍自己 又指了指身后 紫西和云锦二位美姬说道 奴婢奉我家公主之命 送来恭贺四皇子殿下的新婚贺礼 仪仗队里头出来 两位女郎 这淡粉色的喜福 妆容精致典雅 她二人款款下拜 声音娇媚 奴家紫西 云锦 拜见殿下 在场朝成骨头苏麻了一下 乖乖 宁乐公主这贺礼送的 当真是巧妙又勾人 女眷席间 众夫人对视一眼 皆有点看好戏的味道 宁乐公主这贺礼送的 有意思 当着郑家的面 又是她大婚 李义成自然不可能接下 这心怀叵测 挑拨离间的鹤里 她温和一笑 满目深情 皇妹好意我心领了 只是美机就不必了 今日能娶了华银 已然是我毕生之幸事 不远处 被太子拉来给李义成 大婚长脸的三皇子 和五皇子 同时翻了个白眼 不是吧不是吧 你这意思是说 你以后只守着你这一阵一侧二位 不会再娶了吗 李义凤凉凉嘲讽 三皇兄可别这么说 因着某些人名声已经不太好了 真要传出为她不娶 郑家女怕是要被传出杜妇名声了 李义雀接话 主打一个阴阳怪气 攻击力全开 太子 这两个到底是来参加婚宴的 还是干嘛的 火气怎么那么大 李义雀就算了 郑家女家的四皇子 对她产生威胁了 阴阳怪气两句还能理解 李义凤凑什么热闹 李义凤不爽着呢 大婚第二天她 就被萧贵妃抓住 梅和谢云运同房的小辫子 狠狠骂了一顿 把风流打了一顿 她哭嚎着说 真不是她告的命 李义凤郁闷上火呢 还被太子强行拖来 给李义成这狗东西长脸 嘿 刚好愁没机会收拾她呢 要不是李义成 自己哪里就那么倒霉 被刺婚了 不被刺婚 就不会因为不同房被骂 真是个扫把心 害了郑华盈还不够 还连累她 你默默唧唧干什么呢 想收就直接收了 还装什么深情犹豫 怕得罪郑家的样子 拜托 不想着对不起人了 李义凤嘴向抹了毒 几句话下来 替李义成又狠拉了一波仇恨 第127章 一个实名举报 男女主族 郑家人目光怨恨地 瞧向李义成 其中一位夫人开口道 四皇子还是别界 您这专情 只取一人的好意 我们担不起 免得叫旁人以为 我们郑家女郎 各个汉勇好度 李义成俊美的脸上 浮起尴尬 本殿下不是这个意思 李义确呵呵冷笑 哦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 觉得宁乐送来的人 是咱们谁安插的眼线美 李义凤说着 挑眉瞧了一眼太子 可能防着您呢 太子皇兄 太子 早知道不叫这两个人来了 不过 他看了一眼李义成 说起来他之前 也提过送他侍妾 被他拒绝了 莫非真是防着他 太子皇兄 三皇兄和五皇帝误会我了 我真的只是单纯觉得 刚成婚不太好 李义成额头庆出几分冷汗 要因为讨好郑家而得罪太子 他会呕死的 李义凤和李义雀这两个人 故意的 最主要的是宁乐 他人没到 却搅和了他的大婚 不仅在他和郑家之间挑拨离间 还叫太子遗斗了自己 一贯能忍的李义成 第一次也有了吐血的感觉 好个宁乐 好手段 桃花剑热闹看得差不多 留下每集转头就溜 前渊动静到得不小 后渊自然很快收到消息 不过李义成有意拦住 新娘子并不知道 而侧妃院 少要把消息献保式的 告诉陈嘉怡 想求个立功 陈嘉怡手微微一紧 面色尚服起几分嘲弄 她的手段也就这样了 送女人入后宅 想和她宅斗 抱歉 她根本没打算宅斗呢 陈嘉怡垂眸看着 自己心血出来的东西 又把纸张烧掉 这个东西 她还得再想想 公主府 李宁乐听桃花会声会色 说了四皇子府的热闹 笑得前府后仰 哈哈哈哈 要论嘴毒 还得看本宫的三皇兄啊 李义凤你小子干得漂亮啊 太子也真是的 你自己要给男主面子 自己去得了 非把个炸弹 也拉去 而且一拉拉了俩 不炸你炸谁啊 奴婢也没想到 三皇子今天火力全开 桃花捂着嘴咯咯地笑 当时四皇子拒绝的时候 奴婢都快把宁娇的话 念出嘴边了 不想三皇子开口了 五皇子也跟着扎心 宁没瞧见郑家人脸黑的哟 哪里想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葬礼的还差不多 李宁乐笑得肚子痛 桃花这个形容 太有画面感了 公主 喝点茶润润喉 春菊见宁乐笑得 小脸红扑扑地 端来一杯温茶伺候 李宁乐结果一饮而尽 这时 外间传来凌诺通报声 说是胡子来了 叫他进来 李宁乐神情一震 胡子现在任公布 烟花制造处主事 大小也是个官了 穿着官袍有模有样 趁着俊秀的脸 精神头十足 一进来 胡子就中气十足 给宁乐行了个礼 胡子见过公主殿下 起来 看茶 李宁乐叫桃花搬来个椅子 给胡子坐下 问他话 怎地这回来了 今日不上职 回公主 今日休半天 胡子坐下回答 又从袖口掏出一份账策 这是近一个月烟花订购的账本 请您过目 春菊上前一步接过 递给宁乐 宁乐摆手 他收回 站在一旁翻看 李宁乐问了点胡子 在公布的情况 得知他那边过得不错 上头因为订单多还有多 派发了一些人过来学徒 他微微挑眉笑道 那你现在管多少个人了 加上之前 如今一共有十八个人司将 学徒有好几十里 胡子黑黑一笑 回到 和胡子一样的倒是是七个人 后面又增派了这么多人 看样子 烟花的确很受欢迎 女主 真的谢谢你了 李宁乐弯了弯眼眸 一旁春菊富尔过来念了个数字 居然还不少 不错不错 等回头公布那边结款了 胡子你 和其他司将分掉一程 李宁乐很满意 剩下的一程给春菊 和桃花他们当赏钱 完美 胡子一听忙摆手 公主 我们已经有俸禄了 而且您之前 给我们的月银 还一直在发 这些够多了 俸禄是大商工不发的 月银是你们 替我做事的工钱 而这些 是给你们好好做事的奖赏 听到这话 胡子感动跪地 喷喷磕头 胡子和其他司将 叩谢公主隆恩 呜呜能跟着公主 真是他们上辈子 修来的福气 起来吧 今儿既然放假 就好好休息 回吧 是 胡子告退 胡子离开之后 春菊去把账本收起来 桃花问 李宁乐要不要用膳 困了 本宫去武器 别叫人打扰本宫 是 桃花也退了出去 李宁乐没真的睡 而是琢磨着 女主下一步该干嘛了 按照剧情里的顺序 她下一步 应当是要搞经年术了 只是 这玩意 自己搞可是大罪 她应该没那么脑残吧 上辈子 女主和男主发展顺利 一个名声好人圆妙 一个受太子重视 自然而然能接触到 言官的圈 之后 靠着金言术 源源不断的钱财到手 也因为这个 男主觉得自己 不那么重要了 开始任由顾伯远 他们对自己下狠手 这金言术 他自然地偷过来 只是怎么用呢 言这玩意 和烟花不同 这是国家中枢命脉 谁都不能私下染指 谁染指 谁死 思来想去 估摸着 最终只有上交 这一条路 不过 李宁乐想了想 决定先看看女主那边的动静 如果他直接搞的话 那就太好了 李宁乐一个实名举报 女主和男主足 这本小说 直接就能完结了 不过 他明白女主 不会那么蠢 某种程度上来说 女主和男主一样 都很能狗 也很能忍 想着想着睡着了 一觉醒来 外到天黑了 桃花听见动静进来 公主您醒了 晚膳已经备好 随时可以吃 好 用晚膳时 桃花说起李宁乐吩咐的是 公主 奴婢按您的吩咐 把银子给谭香送了去 还要帮他 弟弟请大夫 他拒绝了 说是不能出卖陈侧妃 是个忠心的 那就这样吧 李宁乐随口说道 四皇子府 谭香瞧着在灯下 写东西陈家仪 鼓足勇气 低声开口 小姐 奴婢想求您一件事 第128章 太子殿下赐美人两名 什么事 陈家仪头也不抬地问道 奴婢想 谭香话没来得及说 外头来了动静 是李宁成喝得醉醺醺的来了 今夜按理说 该是他和郑华盈的洞房花竹叶 陈家仪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来 但动作很快地扶住了男人 将他带入屋内 你怎么来了 灯光下 身披红色新郎服饰的李宁成 俊朗如天神 脸颊阴喝酒 带着淡淡飞色 一向温柔的眉眼 染上醉意时 很是勾人 他嗓音轻柔在 陈家仪耳盼道 夫人不希望我来吗 陈家仪心跳如骨 在现代的时候 他一心读书没谈过恋爱 如今和李宁成的相处 总叫他不知所措 先坐下 陈家仪扶着他坐下 瞧见檀香倒了杯茶水 他顺手接过来 为有些醉意的李宁成 李宁成别开头 拉着陈家仪念叨了一句 我想要夫人亲手倒的水 陈家仪唇脚止不住上扬 你拉着我 我怎么帮你倒茶呢 夫人 李宁成依偎着他 迪南道 对不起夫人 陈家仪心肩一颤 他明白李宁成道歉的是什么 他在道歉 娶了郑妃 不得不去他房里的事 一刹那 他心防苦涩的同时 又有一丝 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 不用说对不起 我理解你 他温柔道 李宁成仰起头 那双眸底清澈干净 带着浓浓浅犬 委屈你拉 他柔声道 天哪 这个男人太犯规了 陈家仪控制不住的心跳和脸红 这便是小说里的男主罢 温柔又深情 去吧 他将人推了推 李宁成没动 执拗地问他 你生气了 没有 陈家仪无奈看他 认真道 我没有生气 我知道 你心在我这里 更知道 男人三妻四妾本为正常 如果像李宁乐那般要求 所谓一生一世 一双人才是愚蠢 现代社会尚且有小三小四 何况古代男人至上的社会 陈家仪很清醒 李宁成眸色滑过一抹暗光 看样子他的小妻子 很会安慰自己 那么他也可以放心离开了 夫人 我心磐石 他起身 拥抱住了陈家仪 感觉到陈家仪身体明显僵硬 他唇微微弯起 眸色落在了檀香身上 他在看他 注意到他目光小鹿般 惊吓着低了头 勺药怎么长变了 陈家仪微微转身 瞧了一眼檀香 这是檀香 不是勺药 他似乎有话 要和你说 李宁成温柔说道 眨了眨眼 笑着 那我先离开 给你们主仆说悄悄话 陈家仪瞧着他走远 转眸看向檀香 凝视了他一番 不得不说 袁深身边带来的几个丫鬟 长得都不错 毕竟 留着要帮他顾宠分宠的 但他不需要 檀香不知道陈家仪在想什么 一心想继续刚刚的话 小姐奴婢的弟弟 你该叫我侧妃 陈家仪微醋眉头纠正他 是 侧妃 奴婢失言 檀香跪下请罪 又有些迫不及待开口 奴婢的弟弟 奴婢想提前预知 一些年月的月前 请侧妃能恩准 原本檀香想说 弟弟生病了 但顾及到这等 是会触及主子眉头 便改了口 陈家仪听的 是要预知赢钱 眉头微醋 你每个月的月前 三钱不够用 袁深给身边丫鬟待遇很好 比寻常大户人家 高出一程 他来之后 也没有更改 甚至因为自己 不怎么喜欢人伺候 基本不叫他们做事 等于白拿工资 而檀香勺药 这等丫鬟寻日 也没得花钱的地方 他刚说到弟弟 陈家仪就懂了 古代的伏地魔 不过 他还是没有一杆子打死 问了一句 要多少 可 可能要一 一百五十辆 侧妃 奴婢知道有些多 但奴婢向您保证 一定会尽心 伺候您和殿下 檀香眼神吸益 他知道多 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口说了 一百五十辆 还真是敢张口 寻常人家一年之初 不过数十辆 檀香弟弟一张嘴 要一百五十辆 这是去赌了 还是嫖了 何况什么尽心伺候 这不是应该的吗 陈家仪垂眸 看着跪地的檀香 想着他也不容易变淡淡提点 檀香 你弟弟如何和你没那么大的关系 做人要先顾自己再顾他人 明白吗 檀香猛了下 不明白 陈家仪化中意思 奴婢和弟弟从小相依为命 奴婢的爹娘死得早 奴婢不帮他 他就没命了呀 弟弟的病大夫 说了有钱就能活 没钱就等死 他的月钱一个月三钱 加上这些年传的 也不过才几辆银子 杯水车薪 还真是经典的 不帮就没命的桥段 古往今来哪个 伏地膜有好下场 就是姐姐没了 弟弟都会踩着他 尸体再吸血一波 还没命 陈家仪压根不信 不是我不帮你 我就是在帮你 才更不能给你钱 什么 檀香更猛啊 不给钱他弟弟 就没命了 这怎么是帮他 陈家仪不想多说 以檀香被洗过脑的思维 是说不通的 总之不给他钱 还能帮他一把 要给了钱 檀香的弟弟会变本加厉 檀香被吸血 自己这个主子 也得跟着头疼 侧 侧妃 我弟弟真的等着钱救命 侧妃求您了 檀香吸行到陈家仪身边 抱着他腿裤的伤心 陈家仪很反感他这样 直接狠心道 一百五十两 我有当我不会给 你弟弟 若真的没了 那也是他活该 檀香听到这句 几乎被雷劈了 一般松开了手 他呆呆看向陈家仪 那张 曾经熟悉的脸 仿佛在这一刻 变得陌生又猙獰 侧妃为什么会这样 他明知道 自己和弟弟感情好 为什么见死不救呢 他就答应公主了 陈家仪看着 檀香游魂一样离开 叫来勺妖 看住檀香 别叫他出入皇子府 勺妖不解 但也不敢多问 陈家仪叹气 这丫鬟思维改变不了 他也没打算强行改 只愿他别折腾出世来 正愿 李依成刚挑了盖头 和郑华盈 正在温柔对话 喝喝紧酒 裴翼匆匆过来 殿下 太子那边来人了 李依成挑眉 这时候 来人 注意到裴翼神色不对 他心里陡然扶起 一道不太好的预感 华盈我出去看看 他立刻想走 郑华盈却过来 挽着他胳膊 温婉端庄 太子这人来 李当我陪你一起 李依成想拒绝 又没正当理由 只能硬着头皮 和他一起出去 院落里 东宫太监 带着两位姿态 窈窕的美人站着 瞧见人 立刻笑盈盈道 四皇子殿下 太子殿下赐美人两名 快接下谢恩吧 第129章 宁乐公主闪耀登场 李依成 郑华盈笑脸僵住 他转头看向李依成 想说什么 又因为太子的人 在此而生生憋住 然而 下一瞬 东宫太监的话 叫他绷不住了 四皇子 太子说了 宁乐公主送的礼记收了 他的礼宁也得收了 宁乐公主送了什么 郑华盈下意识问 东宫太监笑眯眯道 回四皇子妃的话 宁乐公主 送了两位四季花格的花魁 当然咱们太子送的 更是国色天香 四季花格 那不是青楼吗 饶氏郑华盈 长在深归 也是知晓 四季花格的大名 这是大商第一青楼 不知道多少男人 梦寐以求的地方 名副其事的萧金窟 宁乐公主竟然 郑华盈又气又怒 更气的是 李依成居然收下了 今日 可是他大婚之日啊 郑华盈吟吟泪眼 瞧向李依成 等他一个解释 李依成头大如豆 今日 被迫收下宁乐 送来的美人时 他就知道太子必然不快 本想着之后 找机会不动声色解释下 不想太子敬小气之词 当天晚上 就送来两个美人 这是在敲打他 李依成眼神暗沉 面上露出感激 太子赏赐 我怎敢不收 郑华盈听的这话 差点没气哭了 不 他真哭了 要不是 碍于东宫的下人在 碍于外头这般多人在 他眼泪 定然是止不住的 太屈辱了 早知道他不会出来的 等人太子那边人走了 郑华盈立刻回了新房 还叫人关上了门 李依成 安排了那些美人 还得去哄人 心里焦脆极了 公主府 宁乐一脚踢开颈背 换了个姿势 继续睡 因着白天好心情 他今夜做了美梦 梦里头 他将男主的头踩在地上 甩着鞭子 趴在他那讨厌的脸上 听着他求饶的喊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外头 桃花听见宁乐笑声 还以为他醒了 摸进来 一看公主 睡得四仰八叉的 颈背一大半在地上 桃花 他悄悄给公主 拉好颈背 而后就地在床榻边守着 一日 李宁乐大早上 接到消息 说太子昨夜 也送了两个美人 给李依成 他呆了一下 而后扑吃笑出声 哈哈哈哈 笑死本宫了 桃花和春菊不解看向他 就算太子送了美人 也没那么好笑吧 当然好笑了 男主后院的名额 真贵着呢 不对他皇位有用 可进不去 但要是上辈子 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也就罢了 彼时男主跟着太子 魂也算是个前途无量的皇子 如今可不是 一个不怎么受宠的皇子 娶个正妃当天 还附赠四个侍且 本就叫人心里嘀咕够病了 加之他能娶到正华营 还是靠祸害了人家女郎名声 又有个正妃 被贬吃的前科 贵女圈里头的女郎们 私下怕 已经被父母耳提面命 女主未来想靠殷亲发展势力 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宁乐 和太子送去的人 非但没有利用价值 还得防备着 最重要的是 正华营正妮子 可不是好惹的呀 看着温婉 实则手段很拉着呢 上辈子 他已侧飞入男主府邸 女主如日中天的情况下 他差点搞掉了 女主一个孩子 并且全身而退 女主未来生活会很精彩了 李宁乐笑盈盈 喝起燕窝 哎呀 真叫人期待 如宁乐所想 四皇子府一大早 就出了宅斗戏码 正华营坐在上手 旁边坐着侧飞陈佳怡 面前蹲着四个美人敬茶 正华营不吭声 他们便不得起来 他不接茶 他们只能双手捧着 不得动他 哪怕手酸发抖 也不行 陈佳怡在一旁冷眼旁观 真可怜啊 这后院的女人 为个男人 就如此措抹折辱别的女人 每名其约理规矩 呵呵 正华营本想着 罚他们一小会 叫他们心里有个尊卑就好 不想偏头 就瞧见陈佳怡唇边 那一抹讽刺的笑 刺眼极了 正华营当即不爽了 侧飞 他们都敬茶 你的茶呢 陈佳怡无语极了 他这是措抹这些 事切还不够 还得折磨他才行 陈佳怡当然想反驳 只是正非天然高他一击 他不得不低头 陈佳怡端着茶 连不轻移到事切前面 规规举举行李奉茶 还叫了一声姐姐 正华营被他这声 不冷不淡的姐姐 叫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不知为何 他好讨厌陈佳怡 有种天然敌意 他不高兴 却没表现出来 结果陈佳怡的茶青 抿了一口 眉头一皱 冲着旁边吐掉 这茶水都凉了 侧飞 你是对我不满吗 陈佳怡反感至极 又不得不 重新倒了一杯茶 哎呀好烫 正华营怒了 他一巴掌扇在 陈佳怡脸上 你想烫死我吗 陈佳怡脸被打得一片 眼底惊怒不已 他的眼神 惹来正华营一阵冷笑 看什么看 比起本非差点毁容 你这一耳光 才乃到哪 继续种倒茶 陈佳怡咬着唇 不屈看向他 然而 如今他只是侧飞 四皇子又不在 没人为他出头 陈佳怡忍着屈辱 重新倒了一杯 姐姐请用茶 一个侧飞 在我跟前该称呼什么 正华营微微垂下脸 居高临下看他 陈佳怡咬唇 慢慢念出口 切知错 这还差不多 正华营满意了 他轻抚自己的脸 又腻了下 陈佳怡脸上巴掌印 便宜你了 陈佳怡低着头不说话 正月二十二 五皇子大婚 李宁乐问了桃花 最后一批嫁妆送去了吧 公主放心 都送去了 给五皇兄的贺礼呢 李宁乐又问 春菊出来笑道 按您的吩咐一会 随着您的马车一块过去 务必叫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嗯 好 李宁乐左右转脸 看了下同镜里的自己 美得叫人发颠 不错 就这样出场 冲 五皇子府门口 张灯结彩 接连三位皇子大婚 大伤百姓们 热闹一点没闲够 早早在路边后 折等着张望第三位皇子大婚 宁乐的马车 穿过大街 后头拉着一个盖着红布的巨大物件 随着风吹起一角 有金光闪耀 旁边瞧热闹的百姓们 下意识抬手遮在眼前 那是什么那么闪 不知道 快跟过去看看 第130章 真是好大一百见 比起昨日 靠太子和郑家撑起排场的四皇子 五皇子这里明显 更热闹几分 府邸前头 大大小小的马车停靠 下来的皆是朝中 品阶不低的官员 五皇子府的下人 忙得那是脚步粘地 便在这时 远处动静颇大 众人抬头 只见一架华丽的八宝盖马车 在四头俊辆高大的马拉 就直下呼喝而来 八宝盖马车 后头还拉着什么东西 两旁好多百姓 追着乔热闹 原地来参加婚宴的官员夫人们 收住进府邸的角 转身探头张望着 是什么啊 敬颖了这般 多百姓追逐 公主的马车出行旁的马车 是要立即避让的 于是宁乐 堂而皇之插了个队 直接从最外头 到了五皇子府的门口 公主 到了 听见桃花的声音 李宁乐睁开眼 起得早了些 刚小气了一会 瞧了一眼外头热闹的人群 李宁乐 扶着桃花的手起身 慢慢走出马车 撩开用白玉座的门帘 外头日光 还没照到身上 旁侧的林诺 便开了伞 挡在宁乐头顶 下了马车 五皇子府的人 和前来参加婚宴 还没来得及进去的官员夫人 小姐们齐齐行礼 参见宁乐公主 免礼 李宁乐抬手 五皇子特意招了心腹招财 在门口收礼 登记礼担 此刻他上前一步 眼神瞟着马车后头 用红布盖着的巨大物件 搓手笑道 公主您快里边请 哎 树小人多嘴问一句 您后头这是 赫礼吧 不是赫礼能是什么 李宁乐似笑非笑 瞧了这眼路机灵光的小太监一眼 林诺 林诺大步走到摆放赫礼的地方 解开了绑着红布的绳子 然后轻轻一拽 红布从上方坠落 被掩盖的金色 在阳光照耀下像 是一颗巨大的金色太阳 一刹那 闪瞎了所有人的眼 官员们倒抽一口凉气 这 这是金子吗 是 是吧 太闪了看不清啊 小老百姓们 比官员们更直白 娘哎 好闪 这一小块的 叫我够吃一辈子 是纯金吗 还是杜金佑 便是杜金也好多钱脸 公主真大方啊 听见众人质疑 公主送杜金 林诺不高兴了 大声道 这是公主 特意从珍宝阁 给五皇子和五皇子妃 定制的纯金百件 以为百年好合 真是纯金啊 阴光芒太过闪耀刺目 招财含着泪叫人 把这巨大的黄金百件 拖到了备阳处 这下子 众人才瞧见了 李误的真面目 喜 一个巨大的喜字 高有三米 宽也有三米 立体雕刻 精美又富贵 我的天 宁乐公主这礼物送的 在场别说小老百姓了 就是官员的心 都扑通扑通的 激动得快昏死过去了 招财更是当场 就给李宁乐 磕了一个 奴随正主 他嘴都咧到后耳根了 魂惊喜自百见一个 五皇子记下了 李宁乐对此淡然一笑 一个小玩意而已 送给五皇兄 他们瞧着玩 此番话一出 现场所有人心里 犯了点酸意 呜呜他们也想瞧着玩 五皇子府内 太子 三皇子 四皇子 大皇子等人 坐在席间 几个兄弟间 看似兄有弟公 实则各怀心思 旁边的官员们 时不时来给他们行礼 太子打量周朝 前来的官员 心思浮动 五弟这婚宴 倒是比你们之前的热闹不少 李义诚听出他话里的挑拨 故意接话 五弟人员颇好 李义农眼神暗沉 扫了周围 一眼没说话 李义凤 捏着酒杯冷笑一声 那肯定的啊 人家既没有身体不好 活不过二十五的晦气传闻 又没有勾引女郎 坏人家名声的德行 自然人员好 说着 他冲李义诚挑衅地挑了挑眉梢 怎么 你嫉妒 三皇兄说笑了 都是兄弟 我自然不会嫉妒 李义诚面色不变 心里却快将李义凤骂死了 这人是有病吧 为什么老针对他 李义诚不记得自己哪里得罪过李义凤 李义凤 少来 我不信 太子无奈一笑 三弟 都是兄弟 别这般 叫人看了笑话 看笑话 也是看他的 与我何干 李义凤双手一摊 姿态格外牵奏 李义浓跃地看他们斗 也不插嘴 正巧这事外头传来一润声 太子转移话题 问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回太子殿下 是宁乐公主 送了一个纯金百件 太大了 府内者人去搬了 太子挑眉 纯金 百件 李义凤心一咯噔 忽然想起 那日乔见的春宫图贺里 宁乐别是送了个 是什么造型的百件 那人摇头 奴才也不清楚 只说很大一个 太阳下头 金光四射 门口为了好些百姓驻足观看呢 若不一开 怕是一会殿下接亲回来 都进不来 我们也去看看 太子沉吟了下 说道 他要看看 宁乐送了多大的金百件 竟引起这么大的骚动 李义成跟在他后面 同时还有 李义凤李义农 而本来在五皇子府里 等着一会开宴的 其他宾客们 瞧着动静好奇一问 也跟了过来 于是 李宁乐就见到这个场景 他刚在走廊上 拐了个弯 就撞见太子 领着一大帮子人迎面来 太子皇兄 大皇兄 三皇兄 你们这是要去哪 宁乐微顿脚步 之后上前屈膝行礼 后头乌泱泱的人 给他行礼 宁乐来了 听说你给五弟送的 新婚贺礼很不错 我们好奇极了 想去看看 太子温和一笑 李义凤则凑过来 在宁乐耳边小话 你送的什么百件 别是春宫图 纯金百件吧 纯金百件啊 宁乐不明 所以看他一眼 他问这个干嘛 什么造型的 李义凤追问 李宁乐 看他这样子 忽然明白了什么 就你想的那种 他故意使坏逗他 李义凤的脸砰一下 红了 我 你不是吧 宁乐你个姑娘家家送 送这个 你不要鸣声了 他手足无措动作 又慌又乱 这样子 倒叫太子等人 更好奇了 到底什么纯金百件 第131章 是本宫 怎么 你有意见 很快 太子他们就瞧见了 纯金的喜字 用了数十个人抬着 从前门进来 穿过他们游廊旁边的 直径大陆 而后摆在了院子里 立体又美观 最重要的是 非常之奢华 李义凤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那玩意 宁乐没有针锋 李义农瞧着 那巨大的纯金百件 脸上贪婪极度一闪 太子 李义成比较会掩饰 除了眼内 迸发出金光之外表面 只向瞧见了一个普通鹤鲤 太子依然温和 笑眯眯道 宁乐呀 你和五弟关系真好啊 是啊 这礼物送的 倒叫我们的拿不出手了 李义成笑着摇头 太子皇兄这话说的 宁乐和宁关系也贼好啊 李宁乐眨巴着眼睛 笑得娇艳又单纯 似乎听不懂 太子话语里 隐含的深意 至于男主说的话 他直接了当道 四皇子 你自己抠 也别甩锅到我头上呀 李义凤扑呲一笑 皇妹别这么说 也可能是穷呢 啊 真是抱歉 我没想到这一层 还是三皇兄你见识多广 李宁乐 嘿嘿一笑 兄妹两个 一人一句 给李义成损的脸色清白 饶是他能忍 如此被人羞辱脸上 也挂不住 偏偏太子没有 帮他说话的意思 一时间李义成 站在原地 被那些官员 和其家眷们目光扫着 难堪极了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自身后响起 我们四皇子府 的确没有公主有钱 然李书方面 我们还是懂的 不会失礼 公主如此嘲笑兄长 是否失了李书呢 这声音 李宁乐垂眸一笑 转头看向说话之人 女主陈嘉宜 真厉害啊 女主 明明娶了郑飞 男主还能带他 出席这般场合 怎么不算真爱呢 不过 就他这样 还敢跟他提礼说 李宁乐凉凉一笑 陈侧飞还真是受宠 四皇子都娶了 郑飞了 还带你出来应酬 他说着 瞧向郑华盈 四皇子飞好馅 郑华盈苦笑一声 什么都没说 周围人瞧着李义成 和陈嘉宜的目光就不太对了 宠妾灭妻在家里就算了 张扬到外头的 她还是第一个 陈嘉宜厌恶眉眉 深吸一口气 不仅不慢道 今日是我亲妹妹出嫁之日 殿下顾念我才带我来参加婚宴 好给妹妹送上诚之祝福 言下之意 并非四皇子 宠妾灭妻 是体面她姐妹亲情 李宁乐笑了 还送上祝福 分明是来看陈嘉雪热闹的吧 想瞧瞧被她差点掏空的成相府 会给陈嘉雪 背下多寒酸的嫁妆 测妃什么时候 和妹妹关系这么好了 之前你不是和我说过 最讨厌这个述出 变成嫡出的妹妹了吗 陈嘉宜面色一沉 袁申绝对没说过这样的话 李宁乐 为了毁她名声 还真是张嘴就来 可偏偏她就算反驳旁人 也不会信 之前李宁乐 和袁申关系 人人都知道很好 加上李宁乐现在 名声不错 大家会天然偏向她 对她的话 深信不疑 陈嘉宜心里很憋屈 搞不懂李宁乐 为什么总这么针对她 就算是为了琳琅 可如今她已经死了 难道非得逼死了她 才愿意吗 李宁诚算是看出来了 宁乐因为琳琅的事 彻底恨上他们了 每次遇见她和陈嘉宜 就疯狂针对 如今 想修复关系也难办 只能暂时委屈了 陈嘉宜了 好在姐妹间摩擦 算不得什么 顶多被人议论两句 李宁乐瞧着男女主 这瓜嗚样颇为瞧不上 男女主真够狗的 不过管她呢 反正她爽了 如果主角 非得这得行才能做 她觉得 乐赌女配挺好的 适合她 琪琪 因这是皇子婚宴 不若皇宫那般宽敞 所以这里席位安排的 是男女同席 从外头回去再落座 莫过一会就听到外头 敲锣打鼓来了大动静 这是街巾回来了 这么快 众人好奇转头 向大开的门庭望去 摆放在院子里的 喜字惊灿灿的 叫人无法忽视 不过她们很快 被外头一台台 搬进来的大箱子 给吸引了全部视线 五皇子妃的嫁妆 在她来之前先到了 这倒没什么 一般女子嫁妆 若多一些会提前送来 但大部分会在当天 随着接驾的仪仗 一起过街 好彰显娘家财力 寻常官换家的女郎嫁妆 在32到64台左右 然而乔着那外头 一台又一台进来的 怕是不止 一直送了快大半个时辰 总算停了下来 而后 礼部派来的人 宣读礼丹 120台 分别是 只听到120台众人 就惊讶地张大了嘴 这规格 堪比公主了呀 是不是拿一些东西 烂鱼充书 然而听得礼部的人 读出来的东西却是 香翠玉连半金盏一对 白瓷青花 鸳鸯雕花纹今晚十八 雕花黄梨木 他们深深震撼了 这是实打实的 一点没完虚的呀 有户部的官员下意识 随着这些礼丹爆出的东西 在心里报价 同时计算着价值 边计算边心惊 忍不住惊呼 天 五皇子妃的嫁状 总值六七十万两有余 李宁乐饶有兴致偏头 看向坐在他不远处 跪坐在郑华营 和李懿成身后的陈嘉仪 听得这个数字 他脸色果然一变 怎会如此 那七十万两银票 虽不足以影响 丞相府的根本 但也绝对会叫 扎爹元气大伤 如此情况之下 陈嘉雪竟然还能有 120台湿打实的嫁状 扎爹是疯了吗 他就这么疼爱 小切生的陈嘉雪 疼爱到不顾他 这个嫡长女的脸面了 树出的嫁状 比嫡出还好 说破天了也没这个道理 陈嘉仪心头 如蚂蚁在爬 哪怕他不是原身 这一刻也生出一些力气来 太过分了 丞相怕是根本没管他 这个嫡长女死活 是啊 从他嫁给四皇子那一刻 在他心里 应该就是弃子了吧 陈嘉仪心头嘲讽 目光不欺然对上李宁乐 那双漂亮勾魂的丹凤颜 里头是不加掩饰的 看好戏的嘲弄 陈嘉仪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看向院子外 那小山一般的喜字 纯金百贱 是你给他的 他低声质问 李宁乐很爽快地点头回他 是本宫 怎么 有意见 陈嘉仪不可思议 这女人为叫他不开心 七十万两都不当钱 简直疯了 有这些钱 为黎明百姓做点是不好吗 何不食肉迷 第132章 户部缺钱了 妇女开眼 及时已到新人入场 高亢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席位上的众人偏头 看向门口 李懿却为着轻视 忙前忙后 花了老鼻子钱 本来心里不太快活 但听说宁乐送了一个 贼大的喜字小金山 百贱给他 一路上崖 就没闭上过 要不是为这流程 必须要绕成一周 早赶回来了 如今一进门 他眼珠子 直接外旁边看去 当瞧见那金灿灿闪摇摇的喜字 纯金小山百贱 那月的 差点一蹦三尺高 这样子落在旁人眼中 便是五皇子 对这门轻视 很是满意 后头的陈家学手握红筹 身旁有喜娘搀扶着进来 隔着盖头 只瞧见一阵阵金光扩散而来 他的小嘴张成了灵字形 路过宁乐席位时 他忍不住偏头 瞧了公主一眼 当瞧见陈家宜也在 陈家学盖头下的唇角 弯起快活的弧度 想来看他笑话 哼 没想到吧 公主给我添妆了 李悦声不小 然陈家宜一直关注着陈家学 竟也听见了 他那声饱含得意的轻横 他忍不住攥紧了手中的锈帕 瞧着女主不高兴 宁乐非常高兴地 多吃了两块点心 以至于 晚上回到公主府都不觉得 而三皇子回去之后 忽然间反应过来 宁乐白日里那句话 是在故意骗他 皇宫 瞧着户部上来 嚷嚷着没钱的折子 起得第一脸欲结和尚 又说没钱 每年开春户部 就跟朕嚷嚷着要钱 高留 奴才在 你刚刚说宁乐 给老五那边 送了一座小金山做鹤脸 是 他倒是大方 起得帝眼神深沉 不仅仅给老五送这般贵重鹤脸 还补了丞相府里 七十万两的亏空 全做了天庄一起 嫁进五皇子府了 大手笔啊 高留锤 手听着起得帝叨叨 起得帝又问 之前太子三皇子 还有成儿大婚 他送了什么 回皇上 太子成婚时 公主还未出嫁 三皇子 富于女 高留呵呵笑着 不答话 这种妇女表达亲密感情的场面 才不需要她答话呢 父皇 儿臣今日 来给您请安的 您能不能把眼睛离开一会那些奏章啊 李宁乐随手把户部的奏章丢开 一屁股坐在起得帝身旁 对于他这般肆意妄为 起得帝细以为常 虽然有些不舒服 但想着宁乐 还有用 便忍耐着 宁乐知道他在忍耐 所以尽情放肆 伸手抢了起得帝手里 正要珠笔勾画的奏章 眸光一扫 丢开 起得帝无奈一笑 别闹 正在忙 您要忙 那儿臣就告退呗 免得您觉得女儿骄蛮 李宁乐哼了一声 又故意抢了一本奏章 打开又合上 起得帝 他当然不能让李宁乐 就这么走开 只是直接开口嘛 身为一国之君也要面子 和女儿要钱 这种事 难以启齿 李宁乐心头痴笑 老东西 我就静静 看你忍耐到几时 果然 起得帝没意会就忍不住了 也主要是他心里 从没真把宁乐当回事故 一个伤女血脉的孩子罢了 宁乐呀 这个奏章上 你知道写的什么吗 起得帝重新把户部 那本奏章拿到手里 李宁乐看都不看一眼 写什么 也不该事儿臣知晓的 他这点 起得帝很喜欢 不似后宫里头的那些个女人 想要干政弄权 也不像平阳 明明什么都不懂 还非得为他的太子包兄 来此谈听消息 哎 户部缺钱啊 总算来了 宁乐谋底 倒映着起得帝道貌岸然的仇绪 不解道 可我大商风调雨顺 按理说不该缺钱的呀 怎么每年都说没银子呢 起得帝没了一下 这自然是下面贪官多 只是水清则无余 不能完全赶尽杀绝 为帝者要会用人 当然这话他不会和宁乐说 他一个小女郎 能懂什么治国之道 他看了高流一眼 高流替起得帝解释道 公主有所不知 即便风调雨顺 这国家要用钱的地方也多着 如今开年 户部要给各部开支预算 他们没钱 这预算便开不下去 好比旺城去年水灾 今年要拨款修河堤 钱下不去河堤就修不成 等到汛期又得预灾 黎明百姓苦啊 为这事 陛下都两天两夜没睡好了 你说这些干什么 起得帝等他说完了 斥了一句 高流跪地 奴才多嘴 只是多嘴也不得不说 陛下为国事 真的操劳太过了 还得注意龙体啊 李宁乐瞧了起得帝一眼 的确是没睡好的状态 不过是为国还是为男主 可就难说了 至于身体 不用担心 老东西还能活上好几年呢 这时间刚好 够他给男主铺路 为他打压世家 平衡朝堂 把夺敌的皇子们 一个个干掉 只是高流有一句话说的没错 户部不给钱 最倒霉的不是那些贪官 而是底层百姓 在书中剧情里 男主用望城水灾 拉了大皇子下马 实则望城无事 反倒是桌周出了大水灾 一下子淹没田地数千里 百姓流离失所 而桌周 是他的封闭 这钱 得给 李宁乐开口道 父皇劳累 女儿岂能不为您分忧 户部那边缺多少银子 回公主 据各部报上来的预算 约抹一千二百万两 户部那边表示 只能报二百万两 好家伙 这等于户部 几乎一忙没有 老东西 你要养贪官 也不能这么养法 也不怕给你吞了 李宁乐面上露出几分沉重 竟这般多 父皇 女儿没别的 只有些小钱 如望成这般水患频发的城镇 还是要作为首要的 而陈愿意填补这些亏空给公布 启德帝挑眉 这还是宁乐第一次主动说 要给钱给具体哪个部门 女儿的封地虎丘还好 桌周的水患 却是比望成更严重 所以 女儿想着捐些钱 为百姓修和地 李宁乐说完 又微微抬起下巴 不然水淹了甜 谁给女儿缴纳十亿 启德帝心头那点疑虑 顿时消散 果然还是为了自己私利啊 修和地 可不是比小钱啊 启德帝看似为宁乐着想地说道 李宁乐暗骂 老东西 你还真敢要我全给啊 这话说的 父皇就瞧不起宁乐了 为宁芬幼儿臣 什么时候嫌贵过 启德帝笑了 他就说嘛 这个女儿当真是会讨她欢心啊 好 不愧是真的好女儿 你如此懂事 父皇得嘉奖你 父皇 李宁乐打断他准备好的没用嘉奖 很直接道 女儿不要什么嘉奖 只求您派几个好官 去下头修和地 别叫钱被贪官没了去 丢钱是小 损伤您的盛名是大 启德帝正色起来 这个当然 他可以容忍一些人 贪没钱财 但绝对不能在名声上开玩笑 不然身后背负骂名的 可就是他了 你觉得叫谁去好 你三哥如何 启德帝问李宁乐 李宁乐老实巴交 女儿不懂国事 那叫太子去 李宁乐 无语 听不懂人话是吧 但是不回话也不好 于是 他用万金油回答 皇后娘娘 恐怕舍不得 修和地 可是下基层的活 又苦又累 还容易一个不胜出大事故 储君怎么可能去 又不是疯了 老五 启德帝念叨着 想到李义雀那不堪大用的爱才德行 立即摇头 他刚成婚也不行 李宁乐呵呵 最终念叨了 他最想的那个人名字 你觉得叫你四哥去怎样 李宁乐差点呕出来 铺垫这么久 总算憋不住了 他娇艳的小脸皱巴道 父皇您这是要他的命啊 他身体哪能这般奔波 宁乐忍了大劲了 才没有太过阴阳怪气 启德帝 他倒忘了 成儿身上还背着个病弱 活不过二十五的断言呢 如此看来 他也的确不合适 再者 修和低 念叨和地方官打交道 怕是成儿 如今也拿捏不住 本想着借此 让他历练一番接手国事 如今看来操之过急 那就只能叫你大皇兄去了 李宁乐乐了 大皇子是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办事吧 第134章 皇兄直说吧 你是要躲谢云云吗 不过 若大皇兄去了桌州的话 望城那边的剧情 还会继续吗 父皇 这些事 您和那些领俸禄的人去一把 女儿走了 李宁乐做出头疼的状态 起身就溜 启德蒂笑骂 你这丫头 每每正想教你点什么 你就跑 呵呵 谢谢啊 李宁乐头也不回 秦政殿里 启德蒂笑容淡了下来 高刘 奴才在 宣丞相等人觐见异事 高刘垂首 奴才遵旨 李宁乐出了秦政殿 本打算直接出宫 不想办到被得飞的人拦住了 公主 我们娘娘有请 李宁乐 哑然 德飞娘娘禁足解了 前来传话大公女喜局 微抽了下嘴角 回公主 陛下昨儿解了娘娘的禁足 这么看来 老东西早定好叫大皇子下去办差了 只是没想到 他会提及捉招 所以 启德蒂刚刚问的几个人选 是在试探他 李宁乐后背惊了一身冷汗 老东西 你还是人吗 想我的钱 还怀疑我参与党争 李宁乐在心里骂了一堆脏话 面上不鲜 你回去告诉德飞娘娘 本宫 今儿不得空 等下次给他请安 喜局一正 宁乐公主 还是第一次直接拒绝娘娘 等回了德服宫 德飞瞧见喜局一个人回来 脸色冷了 他不肯来 公主说不得空 喜局低声回道 哼 不得空 这是觉着 本宫被禁足 就迫不及待撇开关系了 禁足一段时间 德飞脾气有点暴躁 更焦虑不已 三皇子 四皇子 五皇子 都有了正妃 而他的农儿 是皇长子 却被撂开了 这不得不叫他多心 是不是皇帝 还在仇恨之前驸马一事 可那件事 他们明明是冤枉的 喜局劝他 娘娘莫脑 奴婢瞧着公主并不蠢 他估摸着 是想等秦氏 在明朗些做决定 自作聪明 犹豫不定的下场 便是哪边都不讨好 德飞恨恨道 德飞请人没请动的事 很快就叫各公知晓了 皇后耻笑一声 禁足还不安分 下了朝过来 看望他的太子接话道 父皇这次赐婚 单单绕过大皇子不说 还把谢家的嫡女 嫁给了老三 德飞能不紧张吗 若嫁的是 不显得四皇子也就罢了 这可是贵妃的儿子 谢家难保不心动 转头贵妃麾下 皇后眉心微醋 这件事也是我担忧的 母后不必担忧 而臣得到消息 老三和谢家女并不和睦 太子露出几分轻松的笑意 又道 当务之急 还是宁乐最重要 只可惜 烟花制造出的事 不能叫任家知晓 还请母后和卢家一起出面 把任家暂时调离京城 皇后点头 常乐宫 萧贵妃亲抚并搅 欣赏着同镜里 自己的角色美貌 三皇子来了吗 洛宴低声回 回娘娘 三皇子说 有事要忙 所以直接出宫了 这是知晓本宫要训她 故意溜了 萧贵妃媚眼一挑 带了点韵怒 陈瑜劝着 娘娘默契 殿下也是一时想岔了 等过阵子 会理解您的苦心的 这次郑妃 虽不是萧贵妃早早 瞧众的徐家嫡女 但谢家 她也是很满意的 谢家女背后 代表的谢家势力不弱 人她也瞧过 试得不错的 结果偏偏这蠢儿子 非求什么心动女郎 不心动不碰人家 萧贵妃无语极了 她年轻那会 也不这样啊 这儿儿子 到底遗传了谁啊 她这般不肯 谢家女郎 什么时候 才能给本宫生下嫡孙 关键正非没孩子 萧贵妃女 何时能入府啊 萧贵妃仇的眼角 都快多条细纹了 宫门口 宁乐刚要上马车 身后有人叫她 她回头 瞧见李义凤 骑着一匹骏马 在远处驰骋而来 两侧宫人 无不必让跪地行礼 高呼殿下千岁 近了些 李义凤止住马 来给父皇和各公娘娘们请安 三皇兄你 这是刚下学 李宁乐瞧了一眼 他身后追着马跑的书童 挑眉 父皇不是说 你刚成亲 可以在家多待些日子吗 已经休息好几日了 上学要紧 李义凤脸上滑过一抹不自然 随后扯道 你要出宫 我们一起吧 那就多谢三皇兄护送了 李宁乐含笑 没戳穿李义凤的小心思 扶着桃花的 手上了马车里头 李义凤骑马 跟在他马车旁边 接替了林诺 护卫一职 马车悠悠行出宫门 一路到了公主府 李宁乐下了马车了 李义凤还东拉西扯 赖着不肯走 李宁乐哪里瞧不出 他不想回去的意思 随口道 三皇兄 不若进去坐坐 用个扇 恭敬不如从命 李义凤立即翻下马背 进了公主府 等了好一会 发现宁乐还在门口 他不好意思回头 宁乐 你傻站着坐肾呢 李宁乐抽了下唇 抬脚进了公主府 坐在大厅等着上扇的时候 李宁乐开门见山 三皇兄 你直说吧 在我这里 是要躲谢云云吗 李义凤甘笑两声 你 你怎么知道 你心思都斜脸上了 李宁乐无语道 他这位皇兄从小受宠 养成的性子 直接坦荡 哪是藏得住室的 就好比上辈子 他知晓 女主是四皇子妃 也没掩盖对他的欣赏 甚至还发出过 要和男主公平竞争的豪言壮举 差点没气死萧贵妃 他的举动 加上萧贵妃想要徐家女 做三皇子正妃仪式 叫萧家对他极度失望 后面就很顺理成章地倒戈了 如今自己早早掐断了 他和女主的孽云 但他那根职场脑子还在 不喜欢谢云云 就坚决避开 自己送的春宫图 是一点又没派上 那可是他的珍藏 宁乐你是懂我的 李义凤感动地想 要求点安慰和支持 李宁乐直接打断 别打我主意 我现在比你头疼多了 怎么了 是父皇要给你赐婚吗 李义凤愣了下 问道 这倒没有 只是国库空虚 我舍不得父皇罢了 李义凤 他顿了好一会 才从宁乐这短短一句话里 琢磨出了点别的味道 国库空虚 所以叫宁乐出钱 你答应了 你为什么要答应 国库空虚与你何干 难道不该 收拾那些贪官污吏 以郑国锋吗 第135章 三句话 让三皇兄为我去修河地 李义凤为宁乐抱不平 纵然宁乐有钱 但再有钱 也不该填补国库 我这是孝顺父皇的 再者 这次的钱 也是给百姓修河地用的 李宁乐眨巴着眼睛 一脸单纯 李义凤都不知道 怎么告诉这单纯的妹妹 官场黑暗 那些钱 怕是根本到不了百姓手里 造福的权势贪官 而且父皇答应我了 这次会挑几个好官 还说 要叫大皇兄 去监管修河地一事呢 闻言 李义凤舒然起身 宁乐 我有事要进宫一趟 回头陪你用膳 宁乐猛然说好 等他离开之后 李宁乐脸上的单纯懵懂 消失得干干净净 取而代之 是一抹欣然的笑 父皇想叫大皇子去 他却不愿意 纵然妄成的是 大皇子是被坑了 但他想贪钱 却是实打实的 只是男主技高一筹罢了 这种人去他的封地修河地 李宁乐如何能放心 李义凤就不同了 他身份贵重 性格又嫉恶如仇 由他去 最好 只是 不知能不能争取到 李宁乐用筷子 夹了一块鸭肉 放入口中 边吃边等消息 这一等 便等到了睡着 一觉睡醒 天大亮了 李宁乐踢开被子 问进来的桃花 宫里头有动静没 回公主 还没呢 桃花回道 又想起什么 公主 奴婢听说 檀香弟弟 一直没得到医治 檀香也好几日 没回丞相府了 不会是被陈侧妃关押了吧 那檀香的弟弟 只能等死了 桃花脸色露出不忍 太可怜了 才八九岁 李宁乐瞧他一眼 整个人给他看看 桃花一喜 是 奴婢这就去 春菊领着丫鬟们 端水进来伺候 等宁乐用完早膳 宫里依然没传出去消息 显然修和迪 这等子能捞油水的好事 个个都想去 一直过了有三天 终于定下人选 是李义凤 李宁乐大松一口气 立即亲自进宫 把银票当着启得地的面 捐给了公布 公布的正尚书 看宁乐的眼神 那跟看青娘似的 李宁乐 到底还是得了一些口头上的褒奖 这消息传遍皇宫 平阳气得要命 他又用了什么歪手段 哄了父皇开心 父皇都多少日不见本宫了 却连续召见他 平阳那个气啊 明明他才是中宫皇后 所出的最尊贵的公主 可宁乐处处压他一头 大宫女 素额见状轻声道 奴婢听说 陛下为了宁乐公主 特意拨了款 给修他所在封地的河堤呢 监管还是三皇子 太子殿下那边 争取了半赏都没争取过 该死的贱人 他这是 要支持三皇子了 平阳咬牙切齿 不是正统敌出的 兜狼子野心 蛇鼠一窝 奴婢还听说 宁乐公主和谢家少爷走得很近 三皇子妃出格前 就曾带他见过公主 是想做驸马的 这件事平阳也知道 不仅谢家的 连卢家的他那位表哥 都心心念念要娶宁乐 凭什么 在宫里头 他比自己受宠 在男人那边 他也比自己受欢迎 再想到自己喜欢的人 却不能在一起 平阳更恨了 宿娥间拉足了仇恨 静默不语 平阳眼珠一转 一抹毒计上了心头 出了宫 去找太子妃 到东宫的时候 还遇上了四皇子妃 和陈侧妃 平阳没什么顾忌 行礼之后 直说了来意 你说要办一场取吃春意 是啊黄嫂 如今春雪化去 万物复苏 正是去芳草地 欣赏春意的好时刻 宁城太子妃以来 也没办过宴会 该好好办一办 给皇兄积累人脉不是 平阳笑容端庄优雅 一派为太子着想的模样 王楚雪瞧着她 哪里不知她是有目的而来 郑华莹和陈家仪 在一旁坐着 默不吭声 王楚雪看向他们 你们觉得呢 静听太子妃吩咐 本宫觉得 可以举办一场 一整个冬天 窝在府里头 肯定都无聊极了 王楚雪微笑 虽然平阳不怀好意 但是她的不怀好意 明显对东宫有利 既如此 成全又如何 平阳很高兴 太子妃答应了自己 转头离开东宫 就开始不知计划去了 陈家仪瞧着她背影 所有所思 冬去春来 雪化春浓 李宁乐窝在府里发霉 琢磨着找点乐子 就接到了徐英白发来拜帖 约她出去走走 李宁乐还没来得及答应 又接到太子妃的帖子 说邀请她和众贵女们 一起去郊外塔春 公主 太子妃此举 怕是另有所意 春菊低声道 李宁乐把那烫金帖子 丢到桌上 还能为何 无非乔三皇兄 接了河道监管一职 以为本宫上了三皇兄这条船 着急了 桃花 奴婢搞不懂 他们干嘛非揪着公主不放啊 一个个跟狗似的 关键狗想要主人 还得乖巧可爱呢 他们呲牙咧嘴的 哪里像求人的样子哦 桃花 春菊瞪了桃花一眼 说话越发没个把门的了 好吗 桃花撅嘴低头 桃花是话操理不操 李宁乐撑着下巴 对上桃花投来的笑脸 眉眼动人一笑 那些个皇子 个个想要他的钱 又的确没有一点求人的态度 太子 大皇子 四皇子 哪个都是如此 他们从骨子里 是瞧不上他的 至于三皇子和五皇子 虽然目前和他挺好的 但谁知道 哪天登上九五之尊位之后 会不会变了 所以 李宁乐无论上辈子 还是这辈子 都不会支持他们任何一个 不过不支持 不代表要说出来 李宁乐要做的 是在这场夺底里活下来 并掌握一定权柄 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人 选择很重要 不选择 则更是一种策略 公主 太子妃的邀请 去吗 当然去 李宁乐笑容 比外头暖了雪的太阳 还灿烂 不去 这戏台上的戏 还怎么唱啊 太子妃收到宁乐回帖 松了一口气 转头与太子说笑 宁乐还是有数的 太子在朝堂上 受三皇子一派压制的玉器 也输快了几分 也好 修和地要上好几个月 这期间 把宁乐拉到我们阵营 接下来 他眼底闪过一抹杀意 第136章 我让你巴巴 四皇子府 李宁诚得了消息 悠然一笑 平阳这颗棋 总算动起来了 主子 太子妃举办的宴会 对咱们来说 是个结交人脉的好机会 只是郑妃 到底还是郑家人 让侧妃一起去 李宁诚沉吟了下 郑华营虽然一心为他 然而背后势力 却有一个皇子 虽然最近郑家态度 因为烟花制造出的利益 有了些许松动 却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带上陈家怡 一起能保万无一失 他既对自己真心不二 又是丞相府嫡长女 丞相的老狐狸 不仅对他这里不表态 五皇子那边 他也是淡淡的 真有意思 想做个纯臣吗 呵呵 女儿都嫁了 哪里是你说做就做的的 主愿 郑华营伺候着李宁诚更衣 听他交代 踏春带陈家怡一起去 表面温柔公顺答应 等人离开后 娇妹的小脸冷嗖嗖的 就说他不安分 看似在他那小院子里 窝着不动弹 被地理狐媚子手段 一出一出的 太子妃的邀约 竟也要本妃带着她 郑家一起来的奶嬷嬷 情势沉稳道 皇子妃莫恼 陈侧妃怎么也是 丞相府嫡女 殿下对她客气些 是应当的 只要您和太子妃那边 打好关系 不愁殿下不疼您 嬷嬷说的是 郑华营被她的话 安抚住了 是啊 殿下如今跟着太子做事 她要为她打好 后宅女子间的关系 还有宁乐公主那边 郑华营前头 因着宁乐送来两个美人 心里还有点怨念 这惠子有些后悔 想着明日见了 怎么也得修补下关系 两日后 郊外 李宁乐宁乐 一身胡服骑马装 从马车上下来 瞧着远处碧水蓝天 芳草七七 泥土芬芳 伴随着前方女郎们的 娇笑声传来 她张手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然后 啊啊呜 搞怪地嗷了一声 桃花无嘴偷笑 春菊无奈服额 公主当真是性子越发野了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 尖酸刻薄的嘲笑声 你们听见了吗 有动物在乱叫啊 李宁乐都 不用回头就知道 是平阳那个二百五 她扭头看去 平阳穿得不像是来踏春的 倒像是去乡庆的 一身重公公装裙 头顶带着七八根金钗 主打一个柜 瞧见宁乐只着了简单胡服 头上发饰也不多之后 平阳有种赢了的快感 李宁乐哼笑一声 姐一双鞋 都比你头顶七八根金钗 夹起来都贵 得吧什么呀 哎呦 原来是宁乐你在叫啊 抱歉黄姐没瞧见是你 你不会怪我吧 平阳见宁乐没说话 更得死了 跟在他身旁的 都是太子一脉的贵女千金们 还有郑华银和女主也在 对于平阳针对宁乐一事 贵女们不能帮也不能走 只能当笼子瞎子 有聪明的 甚至偷偷冲宁乐 递了个抱歉的眼神 平阳小嘴还在巴巴 不过你也不能怪我 谁叫你像吃错药了似的 你突然叫唤起来 李宁乐嘴边挂着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蹲下抓了一把泥土 然后一剑步冲上去 塞进了平阳叠叠不休的嘴里 我让你巴巴 嘲笑声戛然而止 平阳瞪大眼向后退去 想吐却被宁乐用手死死堵住 还巴巴吗 还巴巴不 还敢叠叠不休吗 李宁乐一边拽住平阳不让他跑 一边堵着不让平阳吐出来 周朝贵女千金们 小嘴张成了灵字形 下意识退了好几步 我滴乖乖 宁乐公主好汉勇 平阳脸上妆容糊了 头顶的金钗被他挣扎间 也落下了好几个 然后被宁乐一脚踩的扁扁 让你之前踩我的金钗 让你阴阳怪气 李宁乐穿的是胡服 动作轻便得不行 而平阳为了体现他的身份 穿的裙子内外十几层 加上身上饰品 重的他根本跑不过宁乐 几乎被他压着欺负 平阳悲愤至极 却怎么也逃不脱宁乐的魔掌 住手 直到太子妃匆匆赶来 还不快分开二位公主 太子妃下了令 旁边的宫女们 赶紧上前要拉开宁乐 李宁乐这会主动起身 还谈了弹身上沾到的泥土 娇艳眉眼上挂着得胜的笑容 转身冲着太子妃 有模有样行礼 见过太子妃 还怪有礼貌的 不是 现在有礼貌 有什么用啊 太子妃一贯温婉的脸微微扭曲 面色愤怒 宁乐 平阳 你们太不像话了 异国公主 怎能当众打架 如此不顾体统和皇家颜面 她没有只骂一个 不单单是因为 太为东宫拉拢宁乐 更是因为她知晓 这次十之八九 是平阳找茬 宁乐虽然性子暴躁 却很少主动惹事 她很聪明 知道自己在宫里 其实是没后盾的 所以不主动惹事 扫 平阳好容易把嘴里的泥土 呸呸干净了 听得太子妃 竟个打五十大板 不服气要辩解 麻烦四皇子妃和侧妃 先带平阳公主去更衣 太子妃压根不给平阳机会 是 郑华盈和陈嘉宜上前 扶着平阳离开 而后太子妃又打发走了贵女 耿原地只剩下她和宁乐二人时 太子妃屈膝 李宁乐错开 同时屈膝回了一礼 太子妃这是 做什么 平阳是太子的亲妹 她犯错我 自然要替她道歉 李宁乐垂谋 太子妃严重了 平阳发颠 和您和太子都没关系 再者 我已经报了仇 您再道歉 不是折杀我了吗 太子妃 她控制了下表情 微笑道 宁乐能这般想当然好 太子一直和本公说你乖巧懂事 他是拿你和平阳一般对待的 李宁乐假笑 这话 你骗骗自己就行了 别真当别人 都是二傻子 平阳更衣之后 眼神依然冷得能杀人 郑华盈听她路上 到现在辱骂宁乐不重样 不能理解 东宫在拉拢宁乐公主的呀 平阳公主哪怕装都不装一点 这叫宁乐 怎么敢支持太子 公主 您今天 过了二字还没说出口 便被陈嘉宜抢了先 公主 您发肌乱了 我给您重新梳头吧 平阳瞧了陈嘉宜一眼 她记得 这个侧妃 是和宁乐有仇的 第137章 算计 好 你来帮本公梳头 平阳眼珠一转 决定交好陈嘉宜 你 出去 这里不需要你 平阳态度冷淡地吩咐郑华盈 别当她不知道 郑华盈刚想教训她 不该和宁乐动手 哼 分不清谁是主子的东西 她不喜欢 郑华盈憋着一股气甩秀离开 陈嘉宜微瞥了一眼收回视线 郑华盈的策略其实没错 只是这种话 由不得她来说 平阳好歹的是 太子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又是中宫嫡出 如何能教训到她头上来 你恨宁乐吗 平阳瞧着陈嘉宜握着梳子 为她梳头 透过铜镜问她 陈嘉宜面色云淡风轻 不恨 你倒是大方 平阳冷吃一声 好好的正妃 被她吭成了侧妃 本宫要是你 杀了她的心都有了 陈嘉宜哪里听不出平阳的挑唆 她又不傻 不可能做平阳的棋子 她是公主 蒙得陛下宠爱 嘉宜一介侧妃 又是臣女 如何能有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 哼 耸包 平阳比一看她一眼 本以为能拉个助力来 不想是个畏畏缩缩缩的废物 陈嘉宜不在意平阳对她的讥讽 淡淡一笑 公主 这不是怂 而是知道不可为 便不会为之 宁乐公主 如今炙手可热 如何能与她争锋 除非 她哪天没利用价值了 又或者是 是什么 或者 她如今的财富 名声 都不在了 才有可能报仇 陈嘉宜眼神一暗 淡淡说道 平阳哼了一声 财富 迟早是本宫哥哥的 至于名声 她早就算计好了 今日定要宁乐成为 人人喊打的贱人 瞧见平阳阴狠的神情 陈嘉宜明白 她果然有算计 要针对宁乐 她故作不知 公主想说什么 没事 平阳不打算告诉 陈嘉宜自己的盘算 免得她太耸说出去 本宫累了 你先下去吧 这种拿她当下人的态度 叫陈嘉宜 心头泛起几分不悦 不过她什么都没说离开了 离开平阳的马车 陈嘉宜便瞧见 远处李宁乐和谢云云 他们站在一起 笑得灿烂 除了谢云云 还有不少贵女 那些人对宁乐的态度还真是好 只是不知道 还能好多久呢 李宁乐能感觉到 有人看她 扭头没找到人 只看到 一到有些熟悉的背影 宁乐你今天真的太彪悍了 谢云云比了个大拇指 注意到她视线跟着一起扭头 那是陈测飞吧 她还真是和以前一样不合群 旁的贵女瞧了两眼 接话 何止不合群 她从前都不出席这些场合的 要不是公主的关系 谁知道她 是啊 出嫁前一点不交朋友 出嫁后倒是天天出现了 未免太过明显 明显什么啊 一道萌哒哒的声音插入进来 众贵女惊讶 还有谁这般白目 瞧了过去忙行李 见过靳阳公主 阿姐 靳阳黑黑扑过来 抱住李宁乐大腿 五哥说你在这里 特意带我找你来 果然你就在这里了 夜夜 李宁乐轻抚靳阳脑袋 抬头看向 跟在她后面一起过来的陈家雪 不是说五哥一起来的吗 她去河边 和那些公子哥一起了 陈家雪指了指远处 河边那一群锦绣公子们 笑说 李宁乐恰好也在看这里 见到她目光 立刻挥手欢乐地打招呼 旁边的陈家雪 脸红了红 显然 这两人婚后感情不错 谢云韵瞧着很羡慕 她和三皇子之间不像夫妻 比最陌生的陌生人还陌生 澄清小半月 见面次数屈指可数 几乎碰不上 这下子 她又领了差事 去桌州修和堤去 再回来点好几个月之后 心里正酸楚的时候 谢云韵忽感觉自己 被人抱住 低头便见到静阳可爱的小脸 嫂嫂好呀 我是静阳 哥哥不在的日子里 静阳会经常来找你玩的 谢云韵 被这句甜甜的嫂嫂叫得心都化了 又听到她的话 更是温柔了眉眼 轻抚静阳小脸 那嫂嫂先谢谢静阳了 静阳仰头冲她笑 嫂嫂别那么客气啊 静阳也没做什么 当然嫂嫂 能给静阳买唐人 静阳也不介意打 买 静阳要什么嫂嫂都买 旁的贵女也被蒙得不要不要的 更是艳羡不已 三皇子妃太幸运了 小姑子这么可爱好哄 李宁乐看着二人关系不错 眉眼弯了弯 又想起什么 扫了下周围 小白还没来吗 是啊 她一般不会迟到的 谢云韵奇怪道 李宁乐心里却一个灯 今日是太子妃邀约 男主又在抱太子大腿 很可能会出现 别是被男主 那狗东西盯上了吧 李宁乐坐不住了 我去接下她 我和你一起 谢云韵起身 被宁乐拒绝 你留下陪静阳 我一个人去就好 好 谢云韵重新坐下 陈家雪见谢云韵都被拒绝了 本来那句我也去的话 被憋了回去 静阳挥着小手 阿姐早点回来哟 遇到好吃的 记得给静阳带 这次踏春在郊外 为了不破坏草地 大家的马车都停在大路边 李宁乐吩咐林诺去马车那边 问问徐家马车到没道 自己则顺着路边寻找 没多久 林诺回来说 徐家的车已经到了 李宁乐焦躁的步伐加快 桃花他们不明白 宁乐为什么这么着急 只能帮着一起寻找 只是郊外地方实在大得很 凭借他们这般找着 一时半会难以找到 路边碰见许多来往的贵女 宁乐问了一会 个个都说没见到徐英白 这说明 他很可能没来得及 往他们所在地方来之前 就遇上别人 或者说被人带走了 而通常大部分人交谈 不会避开人的 除非 男主那狗东西 打着私会主意 李宁乐攥紧拳头 如果男主真的勾搭上了徐英白 他该怎么做 是强行破坏他们吗 书里徐英白对男主的感情 他可是看得明明白白 那是爱到偏执了 要知道 徐英白性格温柔大气 能叫他变得偏执 这男主光环得多可怕 李宁乐心急如焚 而另一处杏花树下 徐英白望着脸色苍白 如指的李一诚 轻声询问 殿下 你还好吗 真不用臣女去给你叫太医吗 不用 老毛病了 休息会变好 李一诚抬起头 冲他微微一笑 欠然不已 倒是麻烦了徐小姐 你可以不用管我的 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好 这话叫人心疼 徐英白又有那种心脏 被钻紧的心疼感 一句没关系 脱口而出 李一诚垂下头 露出得逞的笑意 徐英白说完有些后悔 这处地方只有他们二人 孤男寡女着实不太好 不过四皇子体弱 放他一人在这 也不行 第138章 快一起去看看四皇子 别死那了 李一诚注意到 徐英白脸上一闪而过的悔意 徐小姐 孤男寡女在一处地方不太好 不若你先回 可嗨嗨 她苍白俊美的面孔 因咳嗽而染上几分红色 徐英白担忧道 臣女要走了 殿下怎么办 她要没撞见便罢了 如今瞧见是断不能不管她 李一诚露出感激 徐小姐真是善良温柔 我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对待我如此之善 听到这话 徐英白微微叹息 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自然遇不到什么善人 能理解 想了想 她安慰了一句 殿下如今也算脾气太来了 娶了正妃侧妃还有 徐英白忽然想起宁乐 意识到她一直没过去 公主她们肯定很着急 同时她还记起宁乐公主 似乎不太喜欢这位四皇子 那自己身为她的好友多少 应该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李一诚苦笑 或许吧 只是 她故意欲言又止 却没等到家人追问 一抬头 徐英白心不在焉 不知道在想什么 徐小姐 徐小姐 连喊了两声 徐英白才回神 殿下说什么 没什么 这惠子再提 未免刻意了 只是李一诚 不解她和自己说话的时候 居然能走神 她魅力这么低了吗 徐英白虽然回了神 但心里不可避免着急起来 她时不时夺步桥像周围 想着 若能找到个过路的人 就算不能把四皇子托付过去 也好歹帮自己传个消息给公主那边 徐英白却不知道 这处地方 早就被李一诚清场了 根本不会有人过来 而即便有人过来 也刚好 是圆满了她的算计 李一诚低垂下眼 遮住一抹期待 另一边 李宁乐找人无果 正烦躁 林诺匆匆而来 脸上带着喜色 公主 属下查到徐小姐下落了 听见林诺说 有人瞧见徐小姐和四皇子 移到去了东南边 李宁乐娇艳的小脸 彻底黑沉下来 狗日的男主 果然脏 又想玩私乡瘦瘦的把戏 林诺 你即刻拿本宫的牌子 去宫内找一个太医来 记住一路上高喊 李宁乐夺步了两圈之后 开始吩咐 林诺虽然不解 这时候为什么要找太医 却还是立刻领命而去 原地 桃花惊讶到 公主 四皇子生病了吗 是啊 她病得不轻 李宁乐冷笑 徐英白的性子 不可能莫名其妙跟一个外男走 除非他出现什么意外 而男主能有什么意外出现 叫人不设防 他那被传言 活不过二十五的病弱身体 李宁乐深吸一口气 桃花你跟本宫一起去接徐小姐 春菊你等一炷香之后 去找三皇子妃和她说 她低声交代了几句 春菊脸色凝重地点头 公主 您千万小心 放心 李宁乐转身离开 东南处的风景不算多 其中一处杏花树 最为出名特色 凡是来踏春的 基本都会过来看一看 不过今日这边倒是静谧 很明显被人清场了 李宁乐领着桃花过来 一路吆喝着 小白你在哪呢 本公主回来了 小白 小白 暗处的裴一瞪大眼 一时间不知道这人该拦 还是不该拦 李宁乐目标很明确 直奔杏花树下 以男主尿性 他装可怜是次要的 主要还是和徐英白 花钱月下培养感情 所以 肯定会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 杏花树下 徐英白耳朵动了动 眉眼闪过一抹惊喜 公主的生意 他来找她了 不过瞧了眼里一成 他面色平静 不动如山 等又进了许多之后 徐英白适时浮起亚然 咦 有人喊我 不等李一成说话 他道 殿下再次稍候 臣女去看看 李一成瞧着他迫不及待 离开的背影 眸色微暗 小白李宁乐双手 扩在自己小脸两边 喊得九曲十八弯 桃花倒想帮忙 无奈根本插不上缝隙 笑 李宁乐换了口气 正要继续嚎 前方出现一道熟悉身影 不是徐英白 又是谁 看见他 徐英白脸上 颤开一抹笑意 快步而来 公主 小白 李宁乐看见徐英白那一刹那 差点没哭了 太好了 人还在 没被狗叼走 他奔向徐英白 徐英白也奔向他 眉眼温婉中 带着几分放松 公主怎么来找我了 你一个人吗 李宁乐跑到他跟前 压低声问了一句 徐英白不明白 宁乐为什么忽然小小声 下意识跟着压低声 不是 还有四皇子 他晕倒在路上 我担心他出事 果然 和他想的一样 李宁乐大声道 不是你叫我去找太医过来的吗 我吩咐了侍卫 去之后就赶紧回来了 徐英白眨白了下眼 公主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心头略过一个想法 一惊 想说什么 宁乐压住他手 快 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四皇子怎么样了 别死那了 徐英白抿唇点头 他不傻 自然反应过来 宁乐话里头的暗示 四皇子恐怕在算计他 李宁乐拉着徐英白 回到杏花树附近 便见李宁城面容苍白靠着树 姿态慵懒 头顶杏花随着风飘落 配上他俊美的容颜 风姿无限 李宁乐第一时间去看徐英白 果然没错过他一瞬间的征冲 凭心而论 能做男主的李宁城 容颜 是绝对的俊逸非凡 加上他温润的气质 以及那活不过二十五的病弱传言 很容易让女人生起联系 只是看过书的李宁乐知道 他根本不病弱 这不过是他为了捕猎 披上的一层艳丽虚伪的皮 天哪 四皇兄不会死了吧 李宁乐一嗓子把徐英白唤醒 他担忧不已 快不过去 四皇子 四皇子 你还好吗 李宁城听到李宁乐直白咒他死的话 心里恼怒 面上不显 至少徐英白被他吸引了 听着徐英白关切担忧的话 李宁城刚想慢慢睁开眼 虚弱地冲他一笑 再行一波勾引 不想 一道身影挤开了徐英白 李宁乐拿出早就备好的解药 粗暴塞入李宁城的嘴里 四皇兄你快吃下父皇赐给本宫的九转子今晚 这样就不会死了 第139章 男主大赦死 李宁城压根没想到 李宁乐会来这么一出 一个不明药丸 就这么被塞进嘴里 他刚想吐 李宁乐反应抵他还快 给他肚子来了一下 嗯 李宁城俊脸扭曲了下 被迫吞咽了药丸 李宁乐心里笑开花 面上还十分挂念且担忧 四皇兄你还好吧 小白 你快去河边弄些水来 可能是噎着了 见李宁城的确面色发青 徐英白赶紧点头 哦好 我这就去 李宁城 他有心想说不用 偏偏那药丸的确很大一个 而且进了喉咙之后 黏糊得很 嗓子眼好像被堵住了一般 有种窒息般的感觉 腹部更是隐隐脚痛起来 你 给我吃了什么 李宁城根本质问不出来这句话 李宁乐知晓 他要问什么 偏偏故作不知 嘿 秋双特意调配的大拉特拉蟹药 招呼不死你 让你装病弱 今天让你真病 瞧着李宁城 额头冒出细密的汗水 李宁乐小脸比他还焦急 实诚实的担忧兄长模样 四皇兄别担心 本宫已经去找太医来了 你忍忍 再忍忍 小白 小白你好了吗 马上 徐英白的声音刚传来 原地的李宁城 感觉腹部疼痛 更明显了几分 同时 还有种莫名冲动 集中到了某一处 李宁城脸都白了 这下子 不是有意装出来的苍白 而是真正的 实实在在的白 李宁乐又喊了一声 小白 来了 徐英白带着水过来 瞧见李宁城的脸 比之前白了好几个度 额头更是汗如雨下 吓猛了 粉笛吃了药还更严重了 殿下 公主 殿下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病犯了 李宁乐快速说道 小脸挂着真心实意的担忧 看样子 父皇赐给本宫的紫金丸 也就不了四皇兄 只能等太医来了 四皇兄你撑住啊 来 先喝点水 李宁城一把推开 李宁乐手中的水磅 脸色白中透黑 眼底沙意一闪 什么紫金丸 分明是解药 宁乐 该死 徐英白敏锐察觉到 李宁城的沙意 一把将宁乐护在身后 眼底略带些警惕 殿下 你还好吗 李宁乐从他后头探头 鹦鹉学舌 四皇兄 你还好吗 李宁城意识到 自己落了几分不对 忙想说话找不 偏偏一张口 咕噜一声 有什么气体挤压出来 又被他死死收住 疑 李宁乐耳朵间 更是心中有数 不等气味散开 就拉着徐英白 后退一大步 娇艳小脸上 扶起一抹尴尬闲浅浅 四皇兄 你怎么能当着我们两个淑女的面 放屁啊 徐英白本还没闻到 变了下 李宁城恨不得地上有个缝 好叫他能钻进去离开这里 当务之急 不是和宁乐计较这些 而是离开这里 偏偏这时 远处传来动静 太子妃领着一大帮子人 匆匆而来 李宁城心头一沉 腹部痛得更厉害 一股子冲动 已经压不住 扑 太子妃瞧见宁乐三人 开口 宁乐你们 后面的话 被一道惊天动地的动静压带 扑扑扑扑 全场寂静 太子妃等人面色诡异 尴尬得无以复加 这 妈呀 四皇兄 你怎么还辣了 李宁乐拉着徐英白迅速后退 同时飞快和太子妃身后的谢云云 对了个眼神 见他轻汗手 宁乐无所顾忌地开眼 你这身体太不重用了 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宫啊 太可怕了 他捏着鼻子 声音唧唧喳喳 吵得李宁城恨不得打烂他的嘴 要他闭嘴 偏偏此刻他根本起不来 腹部疼痛 下头根本不听使唤的 在持续地喷发 明明面前很多别的人 他想忍却忍不住 李宁城快疯了 哦 好臭 妈呀 四皇子吃了什么呀 这么臭 天 一直说他身体不好 原来是这方面的不好吗 就算再不好 也不能当众 这也太离谱了 太子妃等人褪毙三射 捏着鼻子 低声议论纷纷 眼底的嫌弃 几乎压不住 就算是皇子 你当众出宫 也太过分了 事发突然又离谱 导致太子妃 甚至没反应过来 叫人离开这里 于是 李宁城便当着 整个京城权贵圈子里的 女郎男儿们的面 拉了一波大的 李宁城羞愤欲死 他的正妃和侧妃 更是恨不得 钻进地洞里去 京城 林诺快马加鞭 一路大声嚷嚷 快让开 四皇子要不行了 快让开 我奉宁乐公主之命 进攻求太医 快让开 四皇子要死了 我奉宁乐公主之命 进攻请太医 快让开 路边百姓纷纷避让 瞧着飞驰而去的 林诺议论纷纷 他说什么 四皇子要死了 四皇子不是刚成亲吗 是啊 前几天刚成亲 我听说这个四皇子出生 就被太医断言 活不过二十五 是个病秧子 如今二十有意了 没想到这么快 天哪 这次刚成亲 要死了太可惜了 型号 郊外 李宁乐他们 退出杏花树那块地之后 众人呼吸才大起来 天哪 太臭了 宁乐 你怎么会在四皇子那边 太子妃吩咐了人去 伺候李义成 自己则询问 事情到底怎么一回事 李宁乐看了徐云白一眼 道 回太子妃 我和徐家女郎约好的 去看杏花 到地方之后发现 四皇兄脸色惨白 晕倒在树边 怎么叫都不行 于是 我就吩咐身边侍卫 去京城请太医 又叫侍女去找你们 期间四皇兄一直不醒 我担心他出事 便把父皇御刺 给我的紫金丸 给他服用下去 听到紫金丸 太子妃面色一压 紫金丸 可是能保命的好东西 宁乐竟然舍得 给四皇子服用 他服完药之后 清醒过来好不少 就是 不知为什么 忽然就拉了 李宁乐眼圈红红 小脸上是惊魂未定 更是迷茫不解 太子妃嫂嫂 为什么紫金丸 会叫四皇兄拉了呢 是不是宁乐做错了 找太医 派人找他 还把遇刺的紫金丸 给了李义成 哪一点都说不得 宁乐做错了 甚至他还做得非常好 否则 四皇子 今天可能命就交代在这里了 不过 四皇子怎会忽然出事 太子妃眸色微动 预料到 应该是有人针对老四 就在这时 裴依忽然出现 跪在地上大声叫躯 太子妃 殿下根本没有遇到生命危险 是宁乐公主和徐小姐 想杀了他 求您给殿下做主 第140章 本宫身正不怕影子歪 裴依话落 李宁乐还没什么反应 人群里吃瓜的李义却怒了 他反应十分迅速 上前一脚踹上裴依心口 大喝 狗奴才 竟敢攀屋当朝公主 你有几个脑袋 够砍的 裴依捂着心口重新跪地 五皇子 奴才没有攀屋 公主强行为了不知名的药 给四皇子殿下 殿下当时挣扎不想吃 他还给了殿下一拳 这一切都是奴才亲眼得见 奴才可以发誓 如果有半句虚言 不得好死 他举起手 直接发了誓 古人醉信天地鬼神之说 裴依信誓旦旦的姿态 唬住了不少人 贵女们小声议论 瞧她说的 不像是假的 公主竟真的 她这般做事为何啊 莫非是还记恨着 侧妃丫鬟爬床的事 可这和四皇子 也没甚关系啊 太子妃听得众人议论 微微醋眉 但没言语 李义却压根不信 你放屁 你发誓有个屁用 你当你谁啊 站在李宁乐身旁的徐英白 面容苍白 她全明白了 公主之前一见她便说什么事 她叫她去找太医的 当时有些奇怪 但没深思 现如今 裴依的话叫她彻底明白了 原来四皇子根本没病 是装的 裴依 她的侍卫也一直在暗处看着 怪不得 杏花树附近总也见不到人 原来如此 竟是如此 四皇子盯上了她 盯上了徐家 才整出一出装病的戏码 引得她怜悯 抓着她不好 将人抛下的善良 想绑上她 徐英白想通关节之后 心头一片寒凉 若非公主来得及时 现在她是不是已经被人撞见 和四皇子单独相处 下一步 是不是就得嫁入四皇子府 徐家会因为她的愚蠢 而被迫绑定四皇子 陷入夺敌之争中 徐英白心头又惊又怒 如今她的计划被公主识破 竟要攀污她想毒杀她 好恶毒的心思 好狠毒的心肠 她绝不可能任由她们这般陷害公主 一定要撇清公主的嫌疑 徐英白想清楚之后 立刻就要开口 便在这时宁乐笑着鼓起手掌来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说得好啊 好个巧舌如簧 玩乎只手倒打一耙的狗奴才 她声音又冷又脆 裴英倔强抬头 眼底带着怨毒 公主竟敢做不敢当吗 真叫人鄙夷 哼 被你这种人鄙夷本宫真是恶心 你亲眼看见 本宫给四皇子吃了不明药物 是 既然如此 你还能看着 你不是玩乎只手是什么 裴英神情一僵 狡辩道 事发突然 奴才阻止不及 还有 你是侍卫不是暗卫 四皇子生死不知 你却不在旁侧 更没有句报信 到底谁想害死四皇子 裴英面色胀红 这个话他没办法圆 只能撇开话题 质问 公主莫要扯开话题 您前头说的话 是承认自己给殿下服用了毒药是不是 当然不是 李宁乐断然否认 语气凛冽又正义 本宫给四皇兄吃的是父皇御刺的九转紫金丸 根本不是毒药 太子妃 谁能证明 我 徐英白总算抓到说话的机会 屈膝一礼 陈静回答 回太子妃 臣女虽不识的九转紫金丸为何样 但四皇子当时气若油丝 是命悬一线的状态 而公主喂完药丸之后不久 四皇子便清醒过来 他并没有说死那绝对是九转紫金丸 而是强调了 四皇子当时快死了 是宁乐喂了药材缓过来的 裴一急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 四皇子根本没病 你撒谎 若真的是九转紫金丸 为何殿下会 后面的话裴一说不出口 你想说 为何会当众出宫 李宁乐接了裴一说不出口的话 太子妃等人 下意识用手帕抵住了鼻翼 咦 仿佛又有骨臭味扑面而来 刚刚的画面太拉眼了 这话你得去问你主子 而不是质问本宫 李宁乐说着 眼神比一道 你如此说 莫不是为了逃脱善离职守的罪责 裴一脸账通红 奴才没有 他只是不想让宁乐公主害了人 还踩着主子得了好名上 若非是公主胡乱给药 殿下如何会如此势态 从李宁城那边赶来的陈嘉怡 听得宁乐狡辩的话语 忍不住质问出口 李宁乐转头 哦哟 女主来了 这时候来 该不会是男主拉死了吧 还是说嫌弃失禁的男主 找借口离开了呢 真爱 也不过如此嘛 你这意思是本宫应当眼睁睁看着四皇兄 并发死在面前 什么都不做事吗 陈嘉怡敏纯 清冷道 殿下今日出门时还好好的 怎可能忽然并发就要死了 公主所言 未免可笑 一般突然出事 要么脑梗 要么猝死 要么心脏并发 而这三个一旦并发 哪怕再现代都就不回来 如何会被他一个什么九转紫禁丸就毁 更何况 四皇子的症状明显是被人 为了强力泄药 肯定是宁乐故意下毒手 还诬陷企图 毁了四皇子 好狠毒的心 不要命 但要毁了四皇子的名声 那好 本宫且问你 四皇兄是否体弱 被太医断言 活不过二十五 陈嘉怡顿了下 回道 是 既然太医断定 四皇兄活不过二十五 就说明 他身体差到一定程度 随时可能死 李宁乐说完 脸带愤慨 本宫倒是没想到 做个好人好事 还会被攀污 若早知如此 便和徐家女郎直接离开 让他病死算了 谢云云心疼道 公主一片善心 你们不识好歹 那可是九转紫金丸 没见过谁会用 这么珍贵的东西 去害人的 李宁却说着 比夷又嫉妒 九转紫金丸 珍贵的不行 一颗千金 宁乐给老四用了 压受不住拉了 竟污蔑宁乐下毒 真是没福气的人 脑子也有病 陈嘉怡冷冷勾唇 既然公主提及太医 那么恳请太子妃 赵太医过来 为殿下诊治 到时候 公主是不是做好人好事 太医一查便知 说完 一双眼紧紧盯着宁乐 李宁乐假装露出一抹心虚 很快收敛 仰起下巴 好啊 本宫身正不怕影子歪 希望公主一会 还能如此说 陈嘉怡见状心头大定 转头看向太子妃 太子妃 请您派人去请太医 太子妃汉首 事事不需要她去请 太医很快就来了 是被林诺放在马背上 颠簸过来的 一下来 太医脸色清白 差点晕厥吐三声 缓了好大一会神 才颤巍巍行礼 老臣参见太子妃 三皇子妃 五皇子妃 宁乐公主 四皇子侧妃 快起来 四皇子殿下出了岔子 还得请您老去看看 太子妃赶紧抬手叫人起来 来的这位太医 是太医院首 医术高明 专门给皇帝请卖的 宁乐还真是受父皇疼爱啊 太子妃心头想着 面上更是热情 亲自带着太医一起前往安置四皇子的地方 其他贵女们 犹豫要不要跟着 想知道事情真相 又担心知道了皇室心里陡霉 李宁乐看出众人犹豫 主动道 还请大家一起过去 帮宁乐做个见证 回去可指望他们帮忙宣传呢 全都得到场 是 公主 贵女们齐齐应声 李宁却安慰道 宁乐别怕 秦太医定然会还你清白 陈嘉宜眼神嘲讽 宁乐还真能装淡定 希望一会她 还能这么淡定 众人与太医一起去了安置男主的马车里头 到那边的时候 正巧碰见下人端着一个盆 一脸菜色出来 马车步驳飘浮间 惊鸿一瞥李宁成土黄土黄的脸 离马车一段距离的位置上 太子妃和宁乐同时脚步一停 目光一致 瞧向太医院守 秦太医 劳烦您了 秦太医并不知道四皇子一直窜着 瞧见那个盆 还以为是四皇子不好了出了呕突物 脸色凝重 大步向前 扶着奴才的手上了马车 等一进去 那气味差点没把她冲下马车 做太医几十年 她什么环境都见过 但这么恶劣的 还是第一次见 秦太医憋着一口气 迅速微拉的虚脱不知动静的李宁成把了卖 而后迅速下了马车 先不动声色 吸了好几口新鲜空气 然后在陈嘉宜的催促下 慢慢开口 殿下身体无碍 第141章 这波名声本宫拿定了 陈嘉宜眼睛睁大 你说什么 回侧飞 四皇子殿下的身体 没什么大碍 只是有些虚不受补 敢问是否吃了什么药物 秦太医认真问道 是宁乐把玉刺的九转紫金丸 给了四滴 太子飞回道 眼神瞥了一眼 露出委屈神色的宁乐 心头惊讶 还真的给了 他温婉笑着 将这里的事 大概说了一遍 秦太医认真听着 时不时顺顺自己的胡须 那就难怪了 四皇子殿下体弱是胎里带来的症结 而九转紫金丸 乃是大补之物 能将人亏空地一下子补回来 而体弱的人容易虚不受补 一时间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症状 也是可能的 原来如此 就是说 老四没服气身体虚 宁乐给了好东西还压不住 结果窜了呗 李懿却言简意该道 众人 五皇子 您是懂总结的 你说殿下会不受控制的 是因为九转紫金丸 陈嘉宜压根不幸 什么大补之物 也不可能造成人如此失态 这个太医 定然是被宁乐收买了 太子妃 切身以为 魏宝事实清楚 还是再找一位太医来看看微妙 牛啊你 秦太医你都不信 李懿却服了 他是专门给父皇请卖的 你这意思是想说 宁乐给秦太医收买了 切身没这个意思 陈嘉宜虽然这么说 却倔强地看着太子妃 没有收回 要再找一位太医的话 太子妃微醋眉 陈嘉宜多少有点不知道规矩了 秦太医是太医院之首 服务于皇帝 他不可能被收买 若自己真的重新找一位太医过来 岂非质疑皇上 但四皇子毕竟效忠东宫 也不能断然拒绝 宁乐 你怎么看 太子妃把皮球踢给李宁乐 李宁乐无所谓道 好啊 那就再请一位太医或者郎中 为了确保某些人别再找事 这人由太子妃请好了 太子妃汉手 又看向陈嘉宜 陈侧妃 你觉得如何 本宫 你可信 陈嘉宜捶手 微微醋眉 不知道如何回答 四皇子殿下 目前在为东宫办事 然而东宫 却想拉拢宁乐 很难说太子妃 会不会为了拉拢宁乐 而故意帮着 一起对付四皇子 毕竟如今看来 四皇子没生命危险 只是丢了脸面 太子妃见他 竟还真犹豫起来了 心头不快 怎么 你连本宫都不信 这时 一道身影从马车里下来 是郑华营 她脸色不太好 在马车里被熏了太久 如今再闻到外头空气 新鲜的冲鼻子 下了马车 郑华营先给太子妃行礼 妾身见过太子妃 免礼 四皇子如何了 太子妃关切问道 回太子妃 殿下好多了 她这妾身来感谢宁乐公主救命之恩 说吧 郑华营给李宁乐行了的大礼 郑华营的话 叫陈嘉宜面色一变 这是什么意思 李宁乐唇角微微勾起 男主心机够深 脑子转得快啊 她那病弱的身体本就是对外瞎说的 太医院院守秦太医医术高明 自然一探 就知她身体无碍 还健康得不得了 如此情况下 为了不暴露 从前都是在折服 她只能硬着头皮感谢她 说 都靠她为的酒转子金丸 才能恢复健康 否则被追究起来 那就是 欺君之罪 至于秦太医 为何会帮自己吗 李宁乐垂谋冷笑 这还得感谢老东西 对儿子的全权之爱啊 她特意叫林诺 一路宣扬四皇子要死了 宣扬的人尽皆知 就是知道 老东西得知 必然会派新妇来 来之前肯定暗示过 她别胡乱说话 免得暴露了心肩波 其实撞得像头牛 如此一来 这一波好名声 宁乐是拿定了 当然 宁乐也不是没背后手 秋双给的谢药里 本就饱含珍贵大补之物 是她特意研究 既能拉虚脱 又不会出人命的特制药 收拾人的不二宝贝 秦太医就算医术 再高明 也只能把出 吃了大补药物的脉象 李宁乐上前扶起郑华盈 娇艳小脸上 满是善良 快快请起 区区一个九转紫金丸罢了 虽然是父皇赐予的唯一一颗 但是能救了四皇兄也值得 九转紫金丸 珍贵无比 郑华盈感动抹了抹眼 真切道 公主大恩 我们四皇子府 莫齿难忘 陈嘉宜快呕死了 这个蠢女人 竟这么容易就信了宁乐和太医的话 她如此做 等于把殿下的名声丢在地上踩 只是 陈嘉宜没有任何办法 郑华盈是郑妃 且还是代表着殿下来说这话 容不得她插嘴 李宁乐欣赏着陈嘉宜不愤的脸 开口 大恩不敢当 只是陈测飞之前对本宫百般侮辱 还有裴依这个狗奴才 竟诬陷本宫害人 敢问四皇兄这边有何态度 陈嘉宜猛地抬头 瞪向李宁乐 她竟还要得寸进尺 公主说的是 只是测飞毕竟关心则乱 还望公主轻饶 郑华盈微微弯腰 为陈嘉宜求情 又道 至于裴依娜的奴才 交由公主做主 李宁乐眸光划过一抹赞叹 这个郑华盈若非嫁给男主 这脑子嫁谁都会过得不错 很有当家主母的范儿 也不会混以极度不顾大局 只是 她关心责乱本宫能理解 但口口声声暗示 本宫收买太医这件事 本宫不能忍 谁不知道 秦太医专门服务于父皇 侧妃却暗示太医能为本宫说假话 这话不就是说 父皇御下 不言能随便被人收买吗 其心可诛 本宫不在乎自己面子 却在乎父皇名声 郑华盈脸色一变 微抬头瞧了一眼秦太医 发现宁乐说的是真的 这才转头狠狠瞪着陈嘉宜 随即回头 屈膝行礼 公主 此事是侧妃之过 但凭您责罚我们四皇子府 不会说个不字 涉及到了当今圣上 别说他只是侧妃 就是太子妃都得跪 眼瞧着陈嘉宜 还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郑华盈身边的秦嬷嬷嬷 上前一脚 将陈嘉宜踢跪在地 侧妃 您还不请罪 陈嘉宜跪趴在地上 眼神怨愤 屈辱不已 他也没想到 秦太医是皇帝心腹 只是宁乐所为 他根本不是诬陷 这帮古人 脑子都有问题 蠢笨如猪 侧妃还挺不服气的 那便替四皇子刷公筒 清醒清醒 李宁乐微微弯腰 单凤眼挂着几分凉薄的笑瑟 陈嘉宜猛地抬头 眼神屈辱 李宁乐收回视线 继续吩咐 至于裴依 搬弄是非 玩乎只手 还攀咬本宫 如此恶奴杖杀都不为过 不过本公主仁慈 就赏他八十大板吧 公主你太善良了 谢云运道 李依却也点头 是啊 要我说直接杖杀了好 陈嘉宇也在此开口 公主仁善 九转紫禁完那般珍贵的东西 想也不想 便给四皇子服用 便可看出公主菩萨心肠 但恶奴攀骚也要惩治 此乃金刚手段 公主厉害 臣女等顶礼膜拜 贵女们齐身恭维 李宁乐小脸羞红 哎哟 本宫也没那么好了 陈嘉宜垂眸冷笑 陈嘉雪越来越会拍马屁了 就因为宁乐给他添妆 如今当他亲娘似的 没底线 没家族观念 真以为拍了宁乐马屁 未来就能捞到什么好处吗 呵呵 太子妃见识寥寥 开口道 既然四皇子醒了 我们便离开 让他好生休息吧 因着是折腾到现在 天色不早了 再拖下去 怕是笼络人心的时间 都没了 第142章 以宁乐马首是瞻 太子妃带着众人离开 宁乐被贵女们簇拥着 夸赞着远去 原地郑华营的奶嬷嬷 给下人使了个眼色 下人立刻把宫筒 堆到陈嘉宜跟前 侧妃 请 宫筒一过来 臭气熏天 陈嘉宜脸都绿了 下意识后退避让开 即便在现代她家境普通 也没干过这等卑贱之事 她不禁转头看向马车方向 那便安静极了 郑华营瞧出她的想法 微微一吃 侧飞打量什么呢 还不快些去刷宫筒 殿下还等着用呢 也是 她身体本就不好 又被宁乐如此折腾 估计此刻更加难受痛苦 自己还是别给她添乱了 陈嘉宜垂下眸 慢慢起身 拎起宫筒 她不觉得自己有错 不过是这些人 看着宁乐受宠 有意无事罢了 没有什么大不知物 能叫人失态致辞 宁乐的狠辣和客毒 她算是领教了 还有郑飞 真是小人得志 她被折辱丢的是 四皇子府的脸 也是她的脸 不懂她高兴个什么劲 果真是为一己之私 不顾大局体面 马车内 李一诚其实早就醒了 脸色音不停拉 而隐隐发轻 幼时被太医断言 活不过二十五 从那时起 她便暗中锻炼身体 找了教习师傅 学习武功 强身健体 她天赋极佳 到如今 身体比寻常人 都强健得多 只是为了保命 不引起其他皇子忌惮 故意多年来足不出户 装成病若命不久矣的样子 今日宁乐突然发难 以她的身手是可以躲开的 只是当时徐英白在旁 若动手 岂非不打自招 更担心会武的底牌 被传出去 只能按兵不动承受下来 她料定宁乐不敢下毒手 却没想到 她会给自己喂了解药 还招来了太医 身子大好的事 就这么被大白于天下 李义成差点没吐血 只得咬死是宁乐 给了九转紫金丸 才叫她大好了 否则 落在父皇那里 就是欺君之罪 宁乐 她还真是小看这个丫头了 本以为是个疯癫无脑的 不想走一步 竟算了好几步 坏了她的谋略 叫她丢了大脸 最后还得成她情 李义成眼神阴冷不满杀意 同时又有些后悔 当初谋划了宁乐下嫁给顾伯远 讨历到皇后等人 还会拉拢于她 便算计着毁掉宁乐名声 叫父皇冷落她 这样宁乐无所依 便只能依靠顾伯远和她 谁承想 发现琳琅之后的宁乐 虽然把事闹大了 事情却不如她想的那般顺利 咕噜 腹部又一阵闹腾 李义成思绪被打断 正巧郑华迎此刻进来 见状赶紧伺候她 同时告诉她 侧妃和裴依被责罚的事 李义成听说裴依的所作所为 脑子一阵发黑 不知是拉的还是气的 扑 正华迎 另一边 平阳公主出去一趟回来发现 原来地方人都不见了 招来下人询问 太子妃他们去哪里了 回公主 听得下人的话 平阳不胜欣喜 什么 宁乐竟然公然下毒害四皇子 这可是大罪 就算那个四皇子不受宠爱 那也是皇子 何况如今还跟着他哥哥手下做事 平阳还没等高兴太久 又听得下人说是一场误会 她拧起眉头 什么误会 你说话大喘气干什么 找死啊 公主恕罪 奴才该死 回话的下人 吓得扑通一声跪下 平阳刚想踢开她 便见太子妃带着众人回来了 远远的就听见他们 夸宁乐人美心善 平阳气得不行 转头问自己的大宫女素娥 都安排好了吗 回公主 安排妥当了 只是宁乐公主一时半会 怕不会回马车那边 素娥低声道 这件事本宫自有办法 平阳信心满满一笑 冲着太子妃等人迎了上去 嫂嫂 宁乐你们去哪里来啊 可叫我好等 太子妃眸光一闪 笑问 怎么了吗 嘿嘿也没什么了 就是瞧你们都不在 以为发生什么了呢 没什么大事 太子妃并没把四皇子的事说出来 着实是因为不雅 平阳上前 扶着太子妃的手 陪着她往前走 欣赏这远处风景 她忽然道 嫂嫂你瞧如此好风光 咱们光欣赏多没趣 不若现场单亲一副 看看谁画的最好如何 太子妃意外看她一眼 没想到平阳还有这等巧思 平素踏春 大家多是欣赏景色 走走玩玩 还少有现场单亲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 宁乐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太子妃温婉转头 看向宁乐等人 我不参加 谁爱参加谁参加 李宁乐直接拒绝 笑话 平阳能别什么好批 她才不上当 平阳 她以为宁乐起码做做样子 问问旁人 哪知道她这样 宁乐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我怎么自私了 我只说 我不参加 又没说别人都不许参加 平阳语色 但一想 宁乐参加不参加也没所谓 反正不影响后面计划 好吧 其他人谁要参加来报名 平阳问道 其他贵女们面面相去 在这青山绿水的地方 单亲其实挺新鲜的 只是两位公主 似乎在打擂台的样子 她们要答应了 岂非得罪人 不答应也得罪人 这好难办啊 李宁乐本没这个意思 瞧着大家想去 又不好开口的样子 给谢云云和徐英白 使了个眼色 陈女来 我来 徐英白和谢云云 接到宁乐的讯号 主动开口 陈家雪听的这话 也主动竖起小手 我也参加 一个贵女中 身份几乎最高的 两位皇子妃都出来了 其他贵女们 健壮也加入报名队伍 平阳得意扬起下巴 哼 宁乐你不参加 有的是人参加 而太子妃谋色微暗 她自然看得出来 前头三个领头参加的 都是冲着宁乐的面子 同样是公主 平阳身份还更贵重一些 结果贵女和皇子妃中 却以宁乐马首是瞻 平阳命人准备好 丹青所需要的笔墨纸验 又叫人现场搭了好些桌椅 等待贵女入座间 他人走向宁乐和太子妃 嫂嫂 一切准备就绪 可以开始 哎哟 平阳将手中一杯 没准备化墨的水 全泼在了宁乐裙摆上 不等宁乐说话 平阳就开始假惺惺的道歉 天哪 宁乐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生气吧 李宁乐 平阳这拙劣的演技 整个单亲比赛 就为了泼他一身水 不 绝不可能 和平阳从小打到大的宁乐 知道他还有后手 平阳 你真是 太子妃本想教育平阳 没点淑女一态 但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哎 不能说啊 否则平阳定会去皇后那酷酷啼啼 我去换身衣服 李宁乐准备看看 平阳整哪一出 太子妃汉手 去吧 公主 臣女和您一起吧 徐英白离这里很近 瞧见之后主动开口 第143章 马车里藏了个男人 行 李宁乐爽快点头 平阳微醋眉头 想说什么 又担心被发现不对 只能闭嘴 想想徐英白一个女郎 也没什么差别 李宁乐没让桃花他们跟太景 他知道 徐英白有话想和他说 公主 今日之事 臣女和徐家 多谢您的搭救之恩 走出一段距离 徐英白冲着宁乐行来的大礼 李宁乐没有拦着 等他行完 将人扶起来 不用谢 我也是有私心 不想看他壮大势力罢了 话虽如此 公主救下臣女却是事实 且公主若非三番两次舍命相救 徐英白说着 顿了一下 恐怕金佛寺那次 臣女便已经惨遭毒手了吧 李宁乐挑眉 他倒没想到徐英白那么聪明 从这次是反推到了 金佛寺那次 也是男主针对他的计划 当时在场可是有他 徐英白 还有谢云云三个女郎的 臣女看得出 那次的黑衣人 是冲臣女来的 徐英白当时察觉到不对 却想着 或许是自己多心了 毕竟宁乐公主身份 比他高又貌美 而且有钱人尽皆知 直到这次 四皇子装病 博取他的同情 被公主破了算计 徐英白才惊觉 自己恐怕早被盯上了 金佛寺一世 结论是党争 以大皇子和德飞 被身斥禁足终结 可论起根本 当时差点害了他和公主的人 根本没有下文 徐英白回想了很多 太子和三皇子 都没有必要非他不可 唯有一人 迫切需要 他徐家的助力 又经常出现在他跟前 你猜得没错 李宁乐确认了徐英白的猜测 徐英白听到宁乐肯定之后 心头冰凉 公主有过数次提醒 可怜臣女蠢笨 竟没能参透 甚至还差点动心 这不怪你 只有千日做贼的 没有千日防贼的 李宁乐挽着徐英白的胳膊 认真安慰他 少女慕爱 他有富豪皮囊 有心机深沉 你会被蒙骗很正常 就像他上辈子被顾伯源哄骗 甚至拿捏 有时候未必是他多蠢 实则是你玩不过有心算计的 有心算无心 得多大气韵 才能不出事 他们还都是女配 公主所言 臣女受教 徐英白若有所思 说话间 两人走到马车前 马车两旁的人 给宁乐和徐英白行礼 宁乐摆了摆手 拎着裙摆要上马车 就在这时 徐英白忽然拉住他 公主 不对 他低声道 马车里有人 李宁乐回眸惊异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 徐英白焦急道 公主 您信我 马车里绝对有人 呼吸粗且短 应该是男人 李宁乐自然不会觉得 徐英白是无地放逝 后退两步 招手让侍卫进马车搜人 侍卫进去之后不多久 一道猥琐的男生想起 公主 您可算回来 哎 你谁啊 侍卫也没想到 宁乐公主的马车里 会藏了个男人 一下子梦了 而后反应比脑子还快的 给对方来了一拳 拖着人出来 碰 哎呦 那男人落地砸起了灰尘 在宁乐和徐英白跟前 露出一张陌生油腻的脸来 你是谁 怎么会在本宫的马车上 李宁乐立声问道 公主 陈氏高罗呀 是您叫我来马车里等您 说这边人少害刺激 放屁 李宁乐娇艳的脸沉了下来 本宫根本不认识你 什么高罗 公主 他是户部侍郎的数字 侍卫认出高罗身份 过来禀告 户部侍郎 户部是太子麾下 所以是太子妃的意思 还是平阳的 不管是谁 宁乐都不打算姑息 来人 给本宫狠狠打 说不出原由就打死 公主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高罗惊呼 大声嚷嚷起来 明明是你邀约的我 就你这长相 给本宫喂马都不配 还敢趴屋本宫看上你 李宁乐冷笑 命人搬来座椅 拉着徐英白坐下 亲自看着人打 高罗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明明平阳公主说 只要他待在马车里等着 就能等到公主 之后 只要他按照他说的嚷嚷 就能娶到公主 可现在 他被摁在地上 用鞭子抽 第一鞭子下来的时候 高罗哀悠一声惨叫 痛得他三魂去了八魄 哭爹喊娘 第二鞭子还没下来 高罗就好 公主公主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谁叫你来的 我 是公主宁 高罗还不想交代 还想攀污 李宁乐冷笑一声 侍卫们见状 再次挥边猛地落下 高罗疼得青筋毕露 惨叫声传了好远 太子妃正瞧着贵女们作画 自己端起茶盏要喝茶 就见自己心腹脸色难看 匆匆而来 太子妃不好了 宁乐公主马车里 被发现塞了的男人 是护部侍郎高本的儿子高罗 什么 太子妃一惊 茶水溢出来 烫得他一机灵 高罗 护部侍郎老来子 虽是庶子却宠得不行 丧妻两次还想再去 这次是特意求了太子恩典 想在贵女里头给挑一个 她 她怎么会在宁乐的马车上 太子妃猛地抬头看向 在中央位置上 心不在焉作画的平阳 她的眼睛 一直看向宁乐离开的方向 巧手以盼等着什么 该死的 太子妃眼前发黑 差点没绝过去 平阳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 东宫拼命拉拢宁乐 她作为太子的亲妹 却拼命得罪宁乐 处处给人添堵 现在竟还做出 把男人塞进宁乐马车 这等丧心病狂的事 拦住平阳 不许她过去 太子妃冷声交代 起身往宁乐那边赶去 到地方的时候 高罗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 人快没气了 她当然不是个硬茬子 早在第二边就交代干净了 而宁乐等她交代完之后 命人继续打 她算准了太子妃到之前 高罗不会死 只会吃尽苦头 宁乐 好端端的 如何生这么大的火气 太子妃装作不知 眼神瞧了一眼高罗又收回 可是这人冒犯了你 打了便打了 千万别生气 伤了身体不划算 太子妃装得一手好无辜 这人你当真不认的 李宁乐可没兴趣和她装算 直白对人 不等太子妃狡辩 她便直接道出高罗的身份 以及她的算计 这人是户部侍郎高本的 数字高罗 也是平阳公主 特意为本宫挑的好夫婿 太子妃 第144章 拜托 你这样超棒好吗 太子妃觉得自己好男 这话她根本没法接 平阳真是做大死 本宫谢谢她 谢谢东宫如此厚胆 眼瞧着宁乐院上东宫 太子妃连忙解释道 宁乐 这并非东宫的意思 哦 不是吗 不是 李宁乐瞧着太子妃 斩钉截铁的脸庞 呵呵冷笑 本宫不信 太子妃苦笑 宁乐 纵然东宫有意和你联姻 却也不会这般羞辱于你 你真的误会了 你的意思是 这事是平阳一个人干的 和东宫无关 李宁乐煞有其事地点头 好吧 明白了 那就这样 本宫去找父皇问问 看他信不信 宁乐 宁乐莫动气 太子妃急了 真要捅到父皇那边 别说平阳会不会出事 太子肯定要受牵连 宁乐这件事 扫扫定给你一个交代 你看行 李宁乐扶开太子妃的手 一丁点面子都不给 拉着徐英白就走 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 把这架马车给本宫劈了烧掉 本宫瞧着恶心 太子妃脸色铁青 宁乐这话 像是一个无形的巴掌 扫在了他的脸上 嫂嫂你在这里 坐肾 宁乐呢 平阳到底赶过来了 身后还带着一堆贵女 宁乐换个衣裳 怎地如此之慢 是出了什么事吗 当瞧见高罗被打得血肉模糊 平阳吓了一跳 但不死心地 想抹黑宁乐名声 咦 这男人是谁 怎地会在宁乐马车这边 还被打了 是 啪 太子妃终是忍不住 回身给了平阳一个耳光 被拉过来的贵女们 静若寒蝉 谢云玉眸光担忧扫过这里 公主和小白 是不是出事了 她想问 但这情况明显不对 王楚雪 你疯了吗 平阳捂着脸猛了半天 直到脸上火辣辣的感觉 蔓延开才反应过来 暴跳如雷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打我 你 公主 你最好闭嘴 太子妃冷冷给了她一个眼神 害得平阳后退两步 王楚雪这个眼神 一瞬间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太子亲哥 今日踏春便到此为止 大家回吧 太子妃收敛了面部表情 温婉开口 在场贵女们面面相去 而后扶身 是 宁乐叫人劈了马车 自己没马车坐了 只能蹭了徐英白的马车 小白 公主 两人沉默了一会 又同时开口 李宁乐笑 你先说 徐英白眉目微醋 沁着担忧 公主真要去找皇上做主吗 你觉得不妥 恕臣女多嘴 这件事平阳公主做错了 大错特错 但她是中宫所出 太子和皇后 是她最大的靠山 且今日并没造成恶劣后果 陛下便是瞧在他们的面子上 也不会惩罚太过 徐英白顿了顿 最终还是说了实话 日后若太子登基 您今日种种很难说不被记恨 李宁乐倒是没想到 徐英白有这番见解 谁说后宅女子 只会琢磨因此诡计的 太子在外名声非常好 是有名的贤王 李贤下士 在这等情况下 徐英白能说出这话 摆明是瞧出太子面具下的真实伟人 说完这些 徐英白起身叩首 公主 臣女妄言 请您恕罪 你说的都是实话 本宫怪你什么 李宁乐一把把人拉起来坐下 徐英白威亚 公主也是这般认为的 见宁乐点头 她更不解了 那公主刚刚为何 还对太子妃那般 倒不是说要公主受了委屈 还得憋着 只是公主的度 很有一种同归于尽 不顾死活 有今天没明天的不要命感 你刚刚也说了 若他日太子登基 李宁乐笑着看她 眉眼灵动又娇俏 假如她上不去呢 徐英白猛然看着公主 惊骇不已 公 公主 这话不能乱说啊 当今圣上虽然有好几个儿子 也极其疼爱贵妃的三皇子 但是太子立了多年 名声极好 母族强盛 也没犯什么大错 在徐英白心里 基本是没什么 能动摇太子地位的 李宁乐心下发笑 能不能动摇 还不是看龙椅上 那位心里究竟主意谁吗 为了给男主铺路 老东西在太子出生第二年 就公开立储 说是未定国本 其实是树立靶子 如果真的主意太子 他就不会独宠贵妃 更给三皇子除了名分以外的 近乎离谱的宠幸 要知道 三皇子是大商皇子中 唯一可攻中策马的 更别提把萧家 从武姓最弱 差点被踢出局的地位 扶持到和卢家 抗衡之态势 朝堂之上 萧家和卢家天天骂家 同时 老东西还对大皇子若急若离 把德飞忽悠得够呛 几个皇子里 唯一没受荼毒的 就武皇子李一雀了 他是真没兴趣 哪怕被贤妃吊起来打 也死活没兴趣 前阵子 李宁乐用生意 调着武皇子 去太学准时点忙 没过多久 老东西就给他 刺婚了丞相府二小姐 外人瞧着 以为是郑家女 被刺婚给了四皇子 皇上补偿贤妃和武皇子 实际上 哼哼 李宁乐收回思绪 瞧着徐英白胆战心惊的样子 扯开话题 不说这个了 说说你爸 你之前怎么知道 马车里有人 难道你 徐英白只见一颤 眼底闪过挣扎 最终闭了闭眼 直接道 是的 公主 臣女会武功 李宁乐睁大眼眸 澄澈的眼底 满是惊讶 真的假的 小白你居然会武功 徐英白的外表 真看不出一点会武功的样子 是真的 听得宁乐这般惊讶的语气 徐英白不安地低下头 不敢看他 双手交织着手帕低声道 臣女父亲是武将 幼时我就看着他和兄长练舞 很有兴趣 但是父亲说 女郎不能习武 我不服气 就偷偷练 有一次被发现 父亲罚了我跪词堂 但我还是喜欢 出来继续偷偷练 只是比以前更加小心 后来娘亲知道了 她没有像爹那样生气 只是要我不许展露人前 做个更加贤淑的女郎就好 徐英白说着 慢慢抬头看向宁乐 眼底闪烁着泪光和难受 公主 臣女还是没做到 娘亲期盼的那样 怎么会 你这样很棒啊 谁说女郎比得贤淑才好 我觉得 你这样就非常好 拜托 你会武功啊 整个大商 可能就你一个贵族女郎会武功 李宁乐目光闪闪看着她 声音激动清脆 这在太祖时期 你是能做女将军的 第145章 秦政殿前撒泼 女 女将军 徐英白被宁乐最后一句话 给震撼住了 是啊 大商太祖打天下的时候 是有一位娘子官将军的 他可厉害了 李宁乐点头 娇艳的小脸上满是敬佩 你在我心里 就和他一样厉害 没 没有 臣女没那么厉害 徐英白被李宁乐这番吹捧 整得脸蛋透红 怎么没有 你武功是自学都不算厉害 那还要怎样才算厉害啊 也不算 臣女友偷偷看兄长 他们练武 记下了 然后回去自己 偷偷在院子里练 徐英白真的太老实了 就差把细节都给宁乐说一遍 李宁乐看他 这还不厉害 你就是天才 书中剧情里 男主和徐英白成亲后 多年都不曾发现 他会武功 这说明什么 说明徐英白的武功 至少在男主之上 怪不得 徐英白作为女配 最后差点把男女主团灭 除了是剧情需要 他硬件肯定也得跟上来啊 公主 徐英白真的被李宁乐夸得飘飘欲仙 本以为会武功的事出来之后 公主即便不如一些人那般 用异样眼光瞧他 也多少会有点不习惯 没想到 公主反应是这样的 李宁乐想起什么 对了 小云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只有陈女娘亲和公主知道 那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小秘密 李宁乐伸出玉白的小手 来拉钩 我们为这个秘密保密 公主 来啊 徐英白把手伸过去 温软交织 再抬头对上宁乐明念动人的面庞 他欣然一笑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会变 马车进城 没多久停在公主府门口 李宁乐下了马车和徐英白告别 门口 桃花他们已经先一步回来了 公主 您 进去再说 是 公主府门关上 没多久 太子妃他们也进了城 谢云韵和陈家雪 都找了人来公主府问情况 宁乐找了个理由 打翻了 免得叫谢云韵担心 桃花和春菊眼睛里满是愤慨 公主 高罗这是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当然不是 先给本宫换一套速进点的衣服 本宫进宫一趟 李宁乐估计着 这回出发 刚好能和东宫的人碰上面 那么就准备迎接其风吧 桃花没明白宁乐的意思 春菊眸色微动 回身去选了一套 纯白银线绣香云的凹裙过来 公主 这套可好 是珍宝阁刚上来的新款 用的料子不是顶名贵的 但是剩在一瞧便柔弱 李宁乐给了春菊一个懂事的眼神 把衣裳换完之后 捏了捏桃花的小脸 你家公主 我要去撒泼了 你去不去 便是公主不叫奴婢去 奴婢也要去的 桃花一肚子火没地儿撒 平阳公主 简直欺人太甚 那好一会你就这样 李宁乐交代了几句 桃花眼睛发光 富儿又有些担忧道 公主 这样会不会给您添麻烦 哼 本宫不发火了 才是大麻烦呢 新好新好 皇宫 穿着素白的宁乐公主 一路哭哭啼啼 仿佛要活不下去了 等快走到秦政殿门口 很巧的就碰见了来请安的太子 太子妃 以及皇后三人 平阳果然不在 瞧见宁乐 他们脸上都挂上何须可亲的笑 宁乐呀 李宁乐先给他们行礼 而后继续抹哭 反正不搭枪 把委屈两字 刻在浑身上下 宁乐你这是何必 皇后想说叫两句 就见一个小丫鬟冲出来 直奔着她跟前 一个刺溜跪下 皇后娘娘 您可要替我们家公主做主啊 皇后被这一嗓子嚎得 差点一态全无 有事说是 这帮嚎叫 还有点规矩没有 我们家公主回去 差点就要想不开了 还是奴婢要死要活求了公主 好歹去之前先来见上陛下一面 给她老人家磕个头 呜呜 公主孝心一片天 这才应允了奴婢奴婢 却不忍心叫公主受了委屈 只能憋屈着 实在是太子妃欺人太甚了 她要逼死公主啊 太子妃脸色大变 你胡说什么 这件事 怎地冠上本宫了 皇后眼眸一转 知道 你说下去 多谢皇后娘娘 桃花给皇后磕了两个头 继续嚎 奴婢不敢胡说 事情是 她一顿输出 把她春上的事说了个明白 但幕后主使半点不提平洋 见指太子妃 直说是太子妃要害宁乐 太子妃差点要昏过去了 母后 儿臣没有 儿臣真的没有 她的辩解 并没有得到皇后的侧目 见状 她只能转头看向太子 祈求她为自己说话 事情的真相 她和太子皇后都说过了 他们不能就这么颠倒黑白吧 太子谋色慧暗 宁乐 这在父皇殿前 还是别哭哭啼啼的 有什么事 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谈可好 商谈什么 太子皇兄只要告诉宁乐 想叫宁乐嫁给户部 那个死了两门妻师的丑祸 究竟是宁的意思 还是太子妃背着您擅自做主的 李宁乐抬起头 那双漂亮的丹凤眼里 带着怨恨 这当然不是本宫的意思 太子想也不想地否认 那就是太子妃的意思 不 太子刚想否认 皇后挡住她 出来亲自扶着宁乐 脸上带着慈爱 宁乐啊 这件事 不管是不是太子妃的错 我们都对你不起 母后给你赔个错 你看可好 一句赔个错 就想遮过去 国母的赔罪 是相经变的呀 李宁乐扬起下巴 倔强道 不 儿臣只求一个公道 今日太子妃能这般算计而成 您道歉 他日旁的人在算计而成呢 道歉有用的话 要父皇干什么 说吧 他扭头就要往没动静的 秦政殿门口冲 皇后眼皮狂跳 太子更是不顾体面 伸手拦住宁乐 宁乐皇妹 那你说 要如何才能原谅咱们的过错 只要你提 皇兄定英语 如何 听到他说咱们 皇后瞪了太子一眼 只是如今当口 也计较不得这些 比起咬出平阳 害得他未来不好 则去断了太子臂膀 只能叫太子妃委屈些 担了这次责任 目前 稳住宁乐要紧 只要他不追究 陛下也说不得什么 第146章 皇后娘娘 您是冰天了吗 太子皇兄折杀皇妹了 皇妹能有什么所求 只不过不愿被人如此算计 不若死了 还免得终日惊惧 李宁乐后退两步 避开太子触碰 一双丹凤眼 又惊又怒 同时还带了几分底气不足的巨矣 太子头皮一麻 刚想说什么 秦政殿的门开了 高流快步出来 高声道 宣皇后 太子太子妃 宁乐公主觐见 太子和皇后的脸色大变 这下麻烦了 李宁乐威眉了下眸 随着太子等人步入秦政殿 目光扫到殿中 弯着腰不语的丞相身上 流光一闪 下一瞬 不管不顾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小蛮腰 眼圈煞时比之前更红 流水连连 好不可怜地往启德帝所在的地方一扑 父皇 而臣不活啦啦啦 皇后 太子 太子妃 他们是斯文人 当真做不出宁乐这等 随时随地撒泼就哭的样子 只能一个个行礼 低头不语 高流和丞相 则一个嘴里喊着 哎呦 公主殿下您怎么了 可别这样心疼死奴才了 一个往边上挪了挪 主打一个低调到透明 完全不想听的姿态 启德帝脸上挂着无奈心疼 眼底却一片冷清 宁乐莫哭 到底发生何事了 叫你如此委屈 说出来 父皇给你做主 只听这一句 宁乐便知 今天这把吻了 只是他有些奇怪 按照他原本估算 老东西十之八九 是会作弊上官 瞧着他和太子一脉斗的 借着假裤的动作 宁乐再次看了一眼 老神自在的丞相 这老狐狸到底说了什么 能说动老东西 为他做主 父皇而茬而臣 是来见您最后一面的 见完回去之后 臣就一根白铃死了算 李宁乐在偷看丞相的时候 不忘说话 主打一个要死要活 疯癫无忌 听得他这话 启德帝还没什么反应 高流心疼坏了 急得像个大乌龟 来回围着宁乐转 又瞧着上头启德帝 陛下 陛下您瞧瞧 公主这定然是受了大委屈啊 公主 您不能这样 您这般叫陛下多心疼啊 这是帮着启德帝一起 假装不晓得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也是给太子皇后等人一个错觉 你们还有机会 果然 皇后和太子对视一眼 急忙出来认错了 一句不提具体干了什么缺德事 就直说是他们不对 叫宁乐不高兴了 他们愿意道歉 愿意领罚 只求陛下勿生气 宁乐别想不开 宁乐 因因因我死了算了 父皇儿臣这就回去 先去九泉之下给您探探地 好叫您百年之后 还有人孝敬 桃花差点没笑出声 启德帝 他头疼看了丞相一眼 最终还是道 到底发生何事 仔细说来 不得打马虎眼 皇后和太子浑身一寒 见他们不语 启德帝恼怒道 太子妃 你来说 太子和皇后 同时看向太子妃 太子妃捏紧拳头 眼眸低垂 回复皇 而陈建 最近天气好 便邀请了京中贵女们 一起踏春游玩 他先扯了一堆无关紧要的 实则心头在迅速盘算 这件事 到底该怎么讲出来 皇后和太子的态度很明显 就想借着宁乐误会的点顺下去 叫他单则 为平阳开脱 王楚雪心寒却也明白 这样利益才能最大化 平阳若是背上算计姊妹这等无名 饶恃她是尊贵的公主 未来亲世也不好找 这是皇后和太子不愿意看到的 只是她何其无辜 难道她承担之后 王家的女郎们 就不会受影响吗 太子妃心头难以抉择 太子和皇后 却等不得这些 她拖得越久 越会害了平阳 皇后索性抢在太子妃前头 把事说开了 同时还巧舌如皇道 皇上 这件事说穿了是除雪糊涂 但是她未必是坏心 只是秉承着长嫂为母的理念 心疼宁乐丧夫而已 好个长嫂为母 皇后娘娘 您是冰天了吗 需要太子妃来操这个心 皇后脸色一黑 手指发颤 宁乐 你怎么和本宫说话呢 你的规矩呢 宁乐没有规矩 李宁乐从地上起身 一双眼哭得通红 娇艳的小脸上 带着同归于尽的愤怒 宁乐的母妃去得早 从小是父皇给交大的 但父皇教宁乐的 从来没有这种阴谋诡计 为了一己之私 算计他人名声 父皇最是盛名伟案 光明磊落 宁乐不过学父 怎地就没规矩了 如果宁乐指出这些不对 就叫没规矩 那么请问皇后娘娘 你到底在骂宁乐 还是在影射父皇 启德帝被这彩虹屁夸得不自在 事实上 这手段她也用过 只是宁乐单纯 不知道 她心里的父皇 就是高大伟案又盛名的 即便如此 启德帝还是不可避免 被这些话捧的舒坦至极 这瞧皇后就不顺眼了 皇后 你是在对朕有意见吗 皇后急忙跪在地上 大呼 臣妾没有 陛下明鉴 太子赶忙出声 父皇 母后绝对没有影射您的意思 没有 哼 启德帝一个冷哼 皇后和太子 下得伏地汗如雨下 帝王生气的后果 可是很严重的 哪怕是太子 更因为他是太子 他们才更要小心谨慎 陛下 请您恕罪 皇后替泪横流 太子战战兢兢 太子妃在一旁 目着脸一起跪下 李宁乐嗷的一声 盖了他们全部人 哭得特别惨 像是死了爹 父皇 您就让二臣去吧 启德帝 他看了高流一眼 高流立刻去扶着宁乐起来 公主 老奴的好公主 陛下定会为您做主的 您别哭了好不好 呜呜呜 李宁乐用手擦着脸 脸蛋通红 一双眼肿的像个核桃 期盼如目的看向启德帝 父父皇您 怎么给宁乐做主呀 是废 废了太子给宁乐出气吗 高流一听 唉呦乖乖的喊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太子和皇后怒目而逝 又害怕惊惧的疯狂磕头 第147章 我也怕他死的 父皇 儿臣之错 这件事儿 臣真真是无意的 父皇 这件事儿臣不对 您莫要怪太子 太子妃也急了 连忙一人懒错 事儿臣糊涂 想着宁乐丧父外头人言可畏 若早日能给他责个好夫婿 也算尽点孝道 皇后哭着打起感情牌 陛下 太子是您唯一的嫡子呀 陛下 角落里看了场皇族 撕逼大戏的丞相 忽然觉得自己之前的话 可能没必要说 宁乐公主 这特别能胡搅蛮缠的样子 哪像的能吃得了亏的人呀 谁惦记她 就得做好被狠狠咬一口 还染上病的后果 太疯了 一点不似寻常 贤淑如水的温柔女子 丞相心里疯狂吐槽 面上眼观鼻鼻关心 继续当的透明人 启德蒂又看了丞相一眼 心到老狐狸只看戏 她冷冷道 你们挑的那个人 高罗 户布侍郎的数字 死了两门妻室 被外人倒是客妻 这叫为她好 可能皇后娘娘 想叫宁乐和她对客 毕竟宁乐也丧偶 李宁乐在旁补充询问 一双大眼睛带着疑惑 皇后 太子 我们 没这个意思 打着为宁乐好的旗号 真当别人不知道 你们是想的什么心思 启德蒂目光厌恶 李宁乐单纯的插嘴 什么心思啊 也是想要宁乐的钱吗 皇后 Amp 太子 你别说了行不行 我们错了 再也不敢了 可宁乐的钱 是要孝敬父皇的 李宁乐又补充了一句 除了父皇 我谁都不会给 当然 随理还是会随的 这是兄妹情义 皇后和太子 绝望闭上眼 丞相垂眸遮住了一片笑意 公主这话 算是说到点上了 龙椅上的启德帝 眼眸一亮 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 宁乐不过刚丧夫 你们一个个就 窜上窜下的 要算计他 当真可恶 高刘 替朕拟址 从今日起 宁乐公主的婚事 由他自己做主 朕的女儿想嫁人就嫁人 不想嫁人 就留在皇室 朕仰着 再有人胆敢算计 启德帝面色冷嘲 别怪朕不讲情面 至于太子妃今日所为 罚奉一年 禁足东宫 无诏不得出 皇后约束不立 同样罚奉一年 在你的魏阳宫好好思过 何为国母 说完 启德帝顿了顿 目光扫过太子 见他身躯紧绷 最终没对他惩罚 他转头看向宁乐 宁乐 这样罚你可还满意 李宁乐太满意了 甚至超乎他 原本计划的满意 但他不能显得 很聪明的满意 于是跑到启德帝身边 狗腿给他捶了捶肩头 非常小家子气地说 父皇 那个高罗呢 他脏了女儿的马车 他就没惩罚吗 怎么也得罢官 赔钱 给女儿道歉 你这丫头 还真是的理不饶人啊 启德帝表面宠溺 实则心里一律放下来 若宁乐不提这些 他反而不放心 给高家一点惩罚就好 叫他们赔了你的马车钱 再亲自登门道歉 至于罢官便算了 若高家被罢官 太子对三皇子的势力 就不平衡了 尤其在三皇子如今去修和敌眼 看着厉大公的结果眼上 皇后和太子身子一软 对世间满是复杂和失落 这下子 怕是再也拉拢不上宁乐 陛下对宁乐的宠爱 当真叫人恼火 太子妃微微闭上眼 不语 他早就提醒过 皇后和太子对平阳约束线 他们不听 甚至还有隐隐放纵之意 太子等人谢恩离开 李宁乐则在秦政殿 又陪着启德帝说了会话 启德帝提及了四皇子一事 听说你今儿把朕 赐给你的九转紫金丸 给了你四哥用 可不 明时没瞧见 四哥当时差点就没了 我和徐家女王看见的时候 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可见他的侍卫不称职 不过父皇您放心 女儿帮您教训过了 而且 四哥虽然有些肠胃不调却大好了 秦太医亲口断的 李宁乐一通手舞足蹈 把险境添油加醋 把自己夸大其词 说完 小手一伸 父皇 九转紫金丸还有吗 能不能再给女儿一课 岂得地 他只问了一句 宁乐一下子巴巴这么多 巴得他头疼 事实上 那边的事 他知道的比宁乐多 更知道李一诚是算计不成 反出了大仇 本想着铺垫两句 为李一诚在宁乐这里讨点东西 结果他进张嘴 问自己要东西了 还一要就是九转紫金丸 这东西 就是他也没几颗 怎么可能给他 九转紫金丸 朕就这么一颗刺点你了 哪还有旁的 他无奈宠溺地 拍了拍宁乐的小手 口头表扬 还是你有亲情 若换旁人 估计巴不得你四个死 这话说的 都是一家人 我也盼他死呢 嘻嘻 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且回去吧 朕还得批奏账 启德帝叫人回去 宁乐也不耐呆了 起身草草行李就溜了 启德帝瞧着他背影 小骂 皮猴一样 李一做得不三不四 高留在旁笑 公主真性情 在宁质啊 总是小女郎性子 你也惯着他不是 启德帝汉手 眼底深邃复杂 丞相那句话 还是说得对 公主性善又软 好拿捏啊 高留垂头不语 今儿公主和太子 在秦政殿外吵之前 陈丞相便被皇帝 叫来殿中商谈 皇上对宁乐公主 在嫁的事 一直耿在心头 态度不明 而太子和其他人的盘算 叫他厌烦的同时 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是丞相一句话 点透了他 丞相说 公主性格善良 对陈家雪 尚且慷慨解囊 亦给七十万两 对陛下更是孝顺至极 国库有亏时 从无二话 此等良善柔软 是真孝也 这话是告诉启德帝 留公主在皇室 才可给下一位皇帝 留下真正的财 而不是现在这般 各家未争公主 背后的钱财 丑态毕露 闹出笑话 不得不说 丞相这老狐狸 是真的高 他这举动 既主动表明 丞相辅受了公主恩惠 又报了公主 当日解为之恩 恐怕还有小心试探陛下 对太子的究竟如何的意思 第148章 风浪将起 宫外 李宁乐瞧见了 丞相府的马车 在看到他之后 才慢悠悠启动 李宁乐微眯起眼 桃花不解道 公主 丞相不是早出宫了吗 怎么这回子才走啊 他是在告诉我 不欠我了 李宁乐笑了笑 老狐狸 真会啊 明明是自己 借此事试探地心 还能顺带 还了他那七十万两的人情 不愧是能在世家 把持朝政情况下 还闯到丞相位置的 厉害 李宁乐抬头看了一眼 天上橙色 泛着紫色的朝霞 回府 李宁乐回府后不久 宫里禁足皇后太子妃的旨意 就传遍了各宫 以及权贵们的耳中 皇后和太子妃被罚奉 禁足 这可谓是很严重的惩罚了 到底太子一脉做了什么 不等大家想明白 又一道消息 炸裂了他们的心 宁乐公主 被许了婚嫁自由权 从此以后 宁乐公主的婚事 将由她自己做主 这 简直是从未有过的稀罕之举 女子婚姻 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公主婚姻 更是由不得她本人 有被常怜 有被常怜 这是对家里的亵渎 对送喜大儒的不敬 一帮子文臣们 在家里其乎不妥 义愤填膺 陛下疼爱公主可表 但公主如此 若天下女子效仿 岂非乱套 而各宫娘娘 与其势力们 则是惋惜不已 陛下许了婚嫁自由 就等于由着宁乐的喜好 来定 以她目前对驸马的深情 何时才能等到她愿意澄清 至少 一些见不得台面的手段 不好用了 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谁家二郎幸运 被公主给瞧上了 常乐公 萧贵妃听闻宁乐 把太子和皇后折腾得够呛 笑得花枝乱颤 宁乐这孩子 打小就机灵 本宫一点不担心 他会在这次上吃亏 只是令本宫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有这等本事 哄了陛下开恩 给了他婚嫁自由权 可是娘娘 陛下许了公主婚嫁自由 这对我们 并不是好事啊 沉鱼沉声道 萧家也是想和宁乐公主联姻的 最好的方式 是贵妃求了陛下赐婚 又或者贵妃说 动宁乐公主主动愿意联姻 如今给了自由权 以宁乐公主较为 跳脱四亿的性子 怕是不好联络了 再想拉拢她 啊 不 这反而是好事 萧贵妃垂眸 摸了摸自己 染了新色的丹蔻 与其异味深长 从前本宫一直不叫萧家郎 去和宁乐亲近 为的就是不让他反感 同时也是知道 有些事 不是他能做得了主的 如今陛下许了他婚嫁自由 这也说明 只要宁乐愿意 陛下也说不得什么 文言 沉鱼迷茫的眼神 逐渐清明起来 原来如此 娘娘应命 贤仙宫 贤妃知道消息后 沉默良久 翡翠 明儿把南星和金墨 叫来宫礼 给本宫请安 就说本宫想他们了 行号 公主服 李宁乐回到府里呼唤道 饿了 饿了 春菊 快给本宫上膳 泪惨本宫了 春菊笑说 奴婢早备好了公主爱吃的 公主静下手就能用 她端来温热的花瓣水 伺候宁乐静手 公主 去宫里顺利吗 陛下可有为难公主 春菊拿了帕子 给宁乐擦拭双手 目光落在她微肿的眼瞼上 心疼一闪 转身拿了备好的鸡蛋 利落拨开 为她轻浮消肿 宁乐抬着小脸 闭着眼 懒散回她 顺利极了 皇后和太子妃被禁足 本宫也得了婚嫁自由权 七十万两 花得痛快啊 婚嫁自由 春菊瞪大眼 惊喜道 陛下竟然这般疼公主 什么疼本宫 她那是想肥水只留个人田 李宁乐哼笑一声 春菊不解 她也没多解释 这是说出句鬼信啊 要不是她死过一次 看过原著 谁能知道 老东西爱的不是太子 也不是三皇子 而是一个母妃身份 是孤女的四皇子 不过男主的母妃 怎么可能真的是孤女呢 当然是另有身份了 只是这个身份嘛 李宁乐想到就有点幸灾乐祸 公主 善把好拉桃花脆声声的声音 打断了宁乐的思绪 用善 李宁乐起身出去 婚嫁自由权这个事出来 估计要震动朝野 自己十之八九 又得被骂 不过无所谓 她会用东风压倒西风 林诺 今儿本宫给四皇子求太医 又用了紫禁丸的事加快传出去 明日就得人尽皆知 李宁乐没有食不言请不语的规矩 用善期间 吩咐了林诺办事 另外 去一趟高架 找到高架嫡子 带句话给他 林诺领了命出去 披心带月 为宁乐办事 而与此同时 护部侍郎高本的府邸中 惨叫连连 高罗被抬回家里 郎中刚帮着上了药 躺下药劲 还没上来 高本来了 还是提留着一根 比他胳膊还搓得木棍来的 爹 你干什么 老爷 老爷打不得呀 再打下去 罗儿命就没了 没了最好 老子的命都差点没了 高罗你个不孝子孙 你脑子被驴踢了吗呀 去招惹宁乐公主 提着棍棒的高本 一把推开平常爱得不行的小妾 指着高罗鼻子怒骂 谁给你的胆子 你还敢肖想起公主来了 你巴拉狗咬月亮 不知天有多高 爹 儿子也想给您在太子那正点脸面吗 再者 宁乐公主虽然身份高贵 但他死了驸马了 儿子怎就佩不得 高本都没想到 这种时候了 这死儿子 竟还敢说出这种话来 他小心地看向周围 生怕隔墙有耳 手里的木棍子舞得虎虎生风 我打死你个 没心但没脑子的 老爷 爹 屋内乱成一锅粥 屋内角落里 高夫人用手帕遮住嘴角 以防自己在这会子 笑得太明显 等瞧着高本 被胡适那个小妖精拦死死的 才给了自己儿子一个眼神 高家嫡子高成 顺势出声 爹 您别生气了 如今之际 还是想着给宁乐公主赔罪吧 宫里怕是很快就要下旨意了 怎么赔罪 以陛下对宁乐公主的疼爱 怕是要我们全家赔 高本用手撑着棍子 气喘吁吁 绝望不已 第149章 再亮着就不礼貌了 儿子刚得了消息 宁乐公主并没有迁怒高家 高成一句话 仿佛给高本注入了活力 他丢开手里木棍 三两步到儿子跟前 一把抓住他胳膊 眼神期待 你说的可是真的 是 公主的意思是 赔罪便好 不怪您 高成把宁乐这边传达来的意思 尽数说完 高本觉得自己又活了 真的只要赔罪 不用丢官 也不会全家被牵连吗 高夫人急急又重复问了一遍 问这话 当然不是他傻听不懂人话 而是故意咬在全家被牵连这个意思上 高本原本乌云密布要消散 听得这句又来了气 扭头就给了身后 窝在胡氏怀里的小儿子一棍 哦 高罗被打得猝不及防 身上的伤音味 夺打裂开 蹦出血色 还添了心伤 他委屈极了 胡氏暗中瞪了高夫人一眼 哭哭啼啼柔弱道 老爷 您就消消气罢 您看罗儿这一身 伤怕是要将养大半年才得好啊 他惹出这等大祸 没死就不错了 高本冷声道 将养大半年也好 户部寻官那个圈让老大去 高成和高夫人眼睛一亮 他们等的就是这个 老爷 这怎可以 户部的圈是太子跟前过了墓地 胡氏急了 高本上了年纪了 在侍郎这个位置上迟早要退下 他好不容易吹枕头风 才把自己儿子给推进户部 就等着哪天 儿子接手老子的位置呢 结果 因为这件小事 儿子被打得半死不说 未来的官路也被堵了 这叫他如何愿意 高本却懒得继续说 目光赞赏看向高成 这次的事 你办得不错 去公主府赔罪一事 你与我一道 高成弯腰说事 眼底却闪过一抹嘲弄 父亲还是偏心啊 道歉这种事 不叫本人去 叫他去 呵呵 不过无所谓 这是个在公主跟前露脸的好机会 高本吩咐高夫人 准备道歉用的礼 外头宫里人来传起得地口语了 一家子去门口迎接 高罗被人抬着 上头的太监宣读完 拿了一张单子出来 高大人 这是宁乐公主马车 所用一英清单架码 您收好 陛下说了 务必一个字都不许少 高本又背又喜 双手接过 陈高本 叩谢陛下龙安 太监离开之后 高本看了一眼清单 下一瞬就晕过去了 和高府这边的鸡飞狗跳不同 其他朝城府中 虽也在议论这件事 但很快就转移到了另一件事上 你说宁乐公主 为了救四皇子 把玉字的九转紫禁丸都给了 是呀爹爹 女儿看得真真的 秦太医也说了 四皇子的身子 因着九转紫禁丸大好了 这可算是大善举 宁乐公主能不计前嫌 真乃大善 这样的言论在一日 传遍了整个大商京城 昨而白日百姓们 亲眼的建议是为纵马赶路 喊的就是 四皇子要死了 如今听说人平安了 还是被宁乐公主给救的 当下对宁乐公主的褒奖万分 更在得知 九转紫禁丸 是特别珍贵的药物之后 对宁乐公主的喜爱 更添一层 百姓这边的宁乐公主 善良 仁爱 专情 是个好公主 朝臣那边 宣正殿 启德帝照常和大臣们议事 聊得差不多了 刚要退朝 一位文臣初恋 陛下 臣有事起奏 说 启德帝多少有数他要说什么 臣听闻陛下 给了宁乐公主婚嫁自由权 大如送喜曾言 扶死而嫁 故为师姐 然亦有不得已者 圣人不能敬也依 臣并非阻挠公主再嫁 只是婚嫁自由 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陛下宠爱公主 却也不得过望 否则如何能赌天下悠悠之口 万一其他女郎以公主为例 强行要学 岂非天下大乱眼 这人说完 其他文臣也一个个出来叫嚣着不妥 启德帝眯着眼 瞥了一眼位列百官前头垂眸 好像睡着的丞相 又看了下一份填膺者中 蹦跋的最高的谢家和儒家 从下那到圣旨前 他就很清楚 会被这帮文臣上表 激烈之言论 启德帝早有预料 是以笑眯眯听完 也不说什么 他们中有些人跳得越高 越证明他这道圣旨下得好 文臣们碰了一鼻子软钉子 知道皇帝是铁了心了 于是准备和以往一般 对宁乐进行讨伐 他们气势汹汹出了宫 约好了回去 就写文章 唾弃公主此举 必要公主主动要求撤回圣旨才好 没错 他们上了轿子出宫 路过大街上 却听到一些议论 议论的对象 就是他们要针对的 宁乐公主 其中一个激动的事 一下人停下 他要仔细听听 好搜罗更多罪状 叫宁乐公主知休而退 结果听来听去 听得全是百姓们 夸赞宁乐公主人善之语 怎会如此 这大臣不服气 气哼哼叫人离开 晦气 小明之言 愚钝不堪 行号 公主服 李宁乐手上握着一杆纯金鱼竿 坐在一个香精的豪华椅子上 老神载载钓锦里 湖中他丢了不少鱼儿下去 锦里们蜂拥而来 他的鱼竿没一会就弯下腰去 桃花紧张在旁 公主 上了上了 李宁乐搜一下睁开眼 鱼竿从左手换到右手 左手操起一旁的捞网 抬手一抄 而后丢了鱼竿 捞网里满满四条锦里鱼 活蹦乱跳在网里挣扎 桃花 公主 您这哪里是钓鱼啊 钓多没意思 捞才够本 李宁乐拎着往的另一边 把里头的井里捣了回去 几个胖头井里砸出了大水花 还不长心地继续游回来吃鱼儿 李宁乐垂眸瞧着 唇边带着笑 公主 外头的风言风语 咱们真的一点不管吗 桃花丢着鱼儿 担忧得不行 奴婢听说 那些大臣不单在陛下那说您 还写了文章骂您 春菊也道 他们恐怕是 想用这些威逼公主 去向陛下撤回圣旨 好过分 关他们什么事啊 桃花愤恨地丢了一把鱼儿出去 胖头井里们差点没打起来 李宁乐痴笑一声 不放屁 怎么显得他们的存在 不用管 他拍了拍手 把鱼竿和捞网丢在地上 走吧 去见见高家人 再晾着就不礼貌了 第150章 感谢黄姐送来的忠心棋子 木啊 高家一夜没睡 全家为了陪公主 那辆马车前而折腾 宁乐公主的豪奢程度 没人怀疑 高家也知道 这次能捡了一条命回来实属不易 所以 最多就是高罗又被打了一顿 伤伤加伤 这钱 到底还是凑来了 高本带着高成 一早就来登门了 因高罗的事 陛下口谕叫他登门道歉 所以他今儿没上朝 只是来了公主府 却一直没见到公主 高本不是呆子 自然明白 公主在故意晾着他们 虽有些小小怨气 却不敢表现出来 而高成 喝着公主府上的茶水 出乎预料的淡然自若 这叫高本瞧着心里 亚然的同时 另眼相看了几分 他一直是不太注意这个嫡子 没成想 是个沉得住气的 李宁乐从后方过来 隔着琉璃屏风 瞧见了两个人坐在厅中 一个不安焦躁 一个淡定自若 公主驾到 桃花一声吆喝 原本坐着的父子急忙起身 扣手行李 李宁乐坐下后 淡淡道 免礼平身 这位就是高本高大人吧 高本压力很大的抬起头 沈笑 是 是陈下 李宁乐盖了盖茶盏 瞥了他一眼 高本有点上年纪了 须发斑白 眉心紧皱 整个人很是惊惧不安 至于另一个 一身翠竹锦袍 眉目带着几分精明 气质比高罗那个 做死的顺眼不少 你是高本的嫡子 高成 高成 是 微臣就是高成 知道了 李宁乐把茶盏放下 身后桃花向前一步 翠声道 既是来给公主致歉 便有些诚意 先行大礼 高本和高成文言 又一次跪下 一扣两拜 拜完以后 高本颤巍巍 从怀里掏出一达银票 以及一本册子 双手奉上 公 公主 小儿冲撞 害您受惊 这些是高家一些心意 还望您大人大量 饶恕一回 桃花上前结果 银票一达面额 是一千两 共有十张 除此以外 还有高家拉来的一些东西 事关紧急 他们凑不起银两 只能拿物底仗 桃花末算了一下 差不多 回头冲宁乐微微点头 李宁乐没正面回高本的话 而是随口问道 高成公子 如今在哪任职 回公主的话 微臣也在户部 高成顿了下 露出几分腼腆的笑 暂时只是个主事 入不得公主欲听 主事啊 真不怎么样 高大人 李宁乐似笑非笑 看了一眼高本 本宫听说高大人的数字高罗 可是寻官一直呢 高大人 你挺会宠妾灭妻的呀 户部主事从六品 有好几位 掌管户部几个主要部门 而寻官是主事的顶头上司 未来侍郎被选 把数字放在这里等阶位置 嫡子压着不给晋升 怪不得能叫高罗无法无天 敢冒犯他呢 高本一听这话 额头汗都下来了 连连叩手 公主 臣下该死 臣下该死 是臣下不知教导 叫他冲撞了您 臣下回去 定会好好教导他 令 另外 高成及时出言 回公主的话 这里头当有误会 父亲对微臣和母亲历来不错 放任去主事 一直上也是为了锻炼臣下好 来日为国效忠 左儿 父亲就说了 上报太子的寻官一职 是微臣 不是书弟 哦 这么说 高大人没有宠妾灭妻 反而是锻炼嫡子能力 高本不住点头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寻官一职 昨日他虽说了 却也没真当回事 只想着把宁乐公主这边敷衍过去 过后的事 过后再说 没想到宁乐公主竟也关心起臣子家事 这叫他不敢不应 既然是本宫误会 那便算了 你们回去吧 这次的事 本宫大人大量饶了一次 但 高罗 本宫不想 在京城看到他 臣下明白 臣下明白 下去吧 高本和高成再次叩手 说是 之后 高本靠着儿子慢慢起身 一路一步 步履蹒跚 高成走了几步 回头看了玉座之上的公主一眼 满目感激 送了老夫上轿子后 他回身找了送他们出来的林诺 林侍卫 请您回禀公主 高成绝不忘公主恩德 他日有命 必报 好啊 高成果然是个治安图报的 李宁乐听完林诺的回禀 心情极为不错 桃花为他添了杯茶 好奇到 公主怎知高家宠妾灭妻 又怎知这高成会懂您的意思呢 万一他看不出来 是您帮他呢 数字跋扈 通常是内宅颠倒的缘故 林诺在旁笑说 何况公主昨日派我亲自去找了高成身边的人 他得多笨 才不知道是公主恩德 原来是这样 林诺 不过奴才倒是好奇 公主如何确定 他会真的感恩 这世上的白眼狼太多了 万一帮了忙 却没得到回报怎么办 李宁乐露出几分高深莫测的豁达 本宫不求回报 桃花心性眼 公主菩萨心肠 又美又心善 林诺也佩服不已 公主气度高华如天 属下禁服 李宁乐被他们吹嘘的 心情膨胀到开花 其实是高成这个人吧 后来会成为男主的帮手 早期他被亲爹末世 树地压制 一直寓意不得志 有一天 被做太子狗腿子的男主发现了 借助皇子身份 高本淼华贵 加上高罗本就 劣迹斑斑 很容易就弄倒了他 扶持了高成上位 高本没多久告老 高成记了他爹的侍郎位置 表面还是太子的人 实则成了男主的人 在后来支持男主上不遗余力 非常感恩 就这么的 男主一点点渗透自己的实力 最后翻身 李宁乐最开始发现高罗那一刻 就想起这么个人 所以才没针发落了 送上门来的忠心棋子 不要白不要 还得感谢 他脑子有屎的黄姐呀 李宁乐冲着皇宫摇摇飞了魅眼 随后懒散倒回椅子里 黄姐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东宫 平阳第一次被拒之门外 小脸煞白 他双眸浮起恐慌 皇兄真的生我气了 这该怎么办好 公主 不会的 太子和您是亲兄妹 想来一时气头上 咱们等些日子再过来 说不准就好了 素额安慰道 会好吗 会的公主 平阳心里总觉得不安 而东宫内 太子坐在太子妃对面 轻轻叹息 雪儿 你还在生本宫气吗 第151章 这么会操心 不要命了 臣妾不敢 太子妃王楚雪 面容还是温婉的模样 眼神却很淡 带着怨气 太子握起她的手 本宫知道这次的事 让你受委屈了 只是平阳 她到底还未出阁 若传出 那等恶毒名声 未来如何联姻 臣妾明白 但她的家中的姐妹呢 难道名声就不重要了吗 王楚雪很想问 却没问 她这次真的有些受伤 皇后保护自己的女儿 能理解 太子却是她的夫君 太子 平阳公主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很是委屈 眼都红了 她还委屈 她这是旧游自取 你去告诉她 好好在自己的宫殿里待着 再敢惹事 别怪本宫不念兄妹情义 是 太子妃王楚雪 眼底划过一抹嘲弄 都这种时候了 太子竟还有下次 殿下 臣妾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太子温柔道 你说 臣妾觉得 是时候给平阳公主找婆家了 义则如今事态越发紧张 咱们失去了宁乐帮扶 二则再拖下去 平阳年纪大了 便是身份尊贵 又有几家怨饮 王楚雪的话 最开始 太子还有些不悦 后头逐渐深思起来 那你觉得 嫁谁家好 太子妃眼底划过一抹冷意 却道 连赢人选 还是太子定夺为好 反正选谁都不会选到 平阳爱的那个人 宁乐公主有了婚嫁自由权 大伤饱受 大如思想熏陶的文臣们 那个气啊 接连几天 上朝必提起这件事 恳求陛下收回成命 同时回去奋笔集书 写了许多篇文章骂宁乐 别以为读书人骂人多文雅 难听起来 能叫人上吊 桃花和春菊 听得林诺说了几句外头 传出来的文章 脸色发青 桃花愤怒得要炸了 恨不得去找了那帮子 闲得没屁事 淡得文臣打架 却又不敢 怕连累公主名声更差 他们伺候宁乐的时候 不敢表现出来 生怕他晓得了糟心 李宁乐其实大概能知晓 他们骂的什么 再难听的话 上辈子也听过了 上辈子骂他不守妇道的 汉妇 杜妇 毒妇 这都算轻的 还有一些脏话说出来都能屏蔽 李宁乐早就练就一副铁心脏 毫无波澜 但这辈子不同了 李宁乐在等 等东风被西风 压忙 文雅居 历来文人骚客爱来的场所 而大商文人多富贵 来此的自然身份不凡 最近他们的话题 集中在一天十八份 对宁乐公主的讨伐上 一女郎就算贵为公主 也不能如此罔顾常理 婚嫁自由权 哼 荒谬 陛下恩德 公主却也敢接 当真不孝 要我说 宁乐公主丧父之后 就该亲登古佛 或者随驸马去了 才叫真姐 没错 享受国家供奉 当作子民表率 这个坏头被她开了 以后女郎们 还怎么管教 我听说已经有女郎 和家里闹腾 也要什么婚嫁自由权了 你说说 这不是胡闹吗 就在这些声讨 宁乐公主的刺耳声音中 呼地传来一道悦耳嗓音 我倒觉得 宁乐公主 为人不仅纯真热烈 更是人善貌美 娶妻当娶公主 这般的才好 陛下恩德褒奖于她 所谓婚嫁自由权 是她人善之举的因果善报 而等背后作文章 辱骂一女郎 未免小人 一句话 文雅居热闹滴水可闻 众人诧意回头 却在乔青说话之人后 愣了一下 萧大公子 来人一袭紫色锦袍 眉眼如画气质风骚 如今虽是春日时分 却还有些冷寒 而她掌心一把扇子 随着众人看过来 刷一下打开 挑眉笑道 正是在下 萧大公子此言诧异 女郎怎能 女郎怎就不能 萧青慈直接打断了那人的话 别说她贵为公主 金之玉业 天之娇女 陛下都说能 你们却说不能 而等是在质疑陛下吗 我 我们没这意思 那你们 是什么意思 大如送喜说过 有人搬出大如送喜的 治理名言 对萧青慈 萧青慈还会说话 一道声音抢白 大如送喜还说 你生儿子没屁眼 你就真的没屁眼了 什么都大如说过 大如说没说过你 什么受死 何方小儿胆敢 造次还没说出口 便在郑南星 那霸道跋扈的眼神中 闭了嘴 郑小公子 郑南星哼了一声 走到萧青慈身边 而后又往前 多迈了两步 金之眉眼饱含 力气扫过众人 而等独胜贤淑 当为国效力 而不是在这里议论 公主婚事该如何如何 这么会操心 你们不要命了 众人被赌得哑口无言 他们说话的时候 特意褒奖陛下 贬低公主 就是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 谁承想 这萧家和郑家的少爷 一来就对得他们不着思溜 太过了吧 还什么不要命 陛下怎可能会为这等日 要他们命 有人不服气 陛下仁德 公主却在 知陛下于不仁之地 若当真孝顺 该主动拒绝此事才对 否则上行下孝 未来乱矣 难道公主负责吗 真逗啊 公主一个婚嫁自由而已 就能叫过乱了 若真乱了 怕不是他的问题 而是你们这帮蠢猪 正难心用手点着一个个人 没点一个 或尴尬别开头 或要躲开 没用又废物 要是不行 可以早些让开圈 让有才有德之人上位 萧卿词笑咪咪补补充 这些个身份不凡的文臣们 脸色胀的发子 这两个少爷什么意思啊 一唱一喝的 有聪明的琢磨出点味来 这两位 怕是得了公礼娘娘的意思 在向宁乐公主示好呢 陛下虽然许了婚嫁自由权 却不代表公主可以不嫁人 若他自己看中呢 所以 郎娘们这是改变策略了呀 大商科举制度 导致文臣关系错综复杂 在厂里头 有不少文臣的推举关系 和五姓大族有关 萧家和郑家出面 叫嚣得文臣们 很快发怂了 却还是不太甘心 他们回去后 叮嘱自家女儿 叫他们在圈里使力 小女郎间议论比夷 总怪不到他们身上 第152章 宁乐表姐 我是郑家男星 哪知道事情出乎他们的预料 爹 女儿觉得公主人善 您不能这么说她 宁乐公主不计前嫌救了四皇子 拿出那般珍贵的药物救她 为此才得了陛下 褒奖的婚嫁自由 这是她应得的呀 事实上 她还羡慕呢 如果能婚嫁自由 谁愿意盲婚雅嫁 要有这样的机会 她也不会放弃 这样的对话 或多或少在一些文臣家里发生 这叫他们傻了眼 更是愤怒不已 你看看 果然 宁乐公主带坏了风气 张家 御史台中成张大人 陪着夫人女儿一道用膳 张妙彤时不时看她爹 想说什么 又犹豫着没敢说 有什么话直说 张大人用着膳 头也不抬得开口 爹 实不言 张大人无奈看了一眼女儿 规矩是死的 是 女儿之错 张妙彤立刻道歉 而后出声道 爹 您最近没有写什么文章折子之类的吧 你爹一天至少三个折子 爹 你不会和他们一样 上折子 叫陛下收回给公主的婚嫁自由权了吧 这个没有 张大人加了一块鸡肉给自己夫人 又转头 给张妙彤加了个鸡腿 最后才自己加了块肉 你想问你爹 有没有写文章骂宁乐公主 是的 没有 张妙彤眼睛亮了亮 真的吗 爹爹 他顿了下 又有些不解 可 这不是你的职责吗 言官职责 的确是监察百官和君主不妥之举 以求归正 张大人放下碗筷 认真看着女儿说道 但宁乐公主这件事上 我认为陛下做的没什么错处 对吧 公主人善至极 那九转子金丸 可是陛下赐给她的 就一颗 她都能拿出来就四皇子 要知道 四皇子侧妃 还曾得罪过她呢 也算是 张大人瞧着女儿单纯的脸庞 眸光危暗 没有说太多 直到太多不安全 张妙桐放下心 跌跌不参公主就好 不然她都不好意思 再和公主做朋友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贵女 对婚嫁自由权表示不满 只是她们的话 在圈内上 且起不了波澜 何况到宁乐耳中 四皇子府 陈嘉宜刷了一天的公筒 回来之后 沐浴了许多次 依然觉得身上有骨味 少要瞧她不开心 献宝似的 说了外面对宁乐公主抨击的话 呵呵 婚嫁自由权 宁乐真敢接啊 陈嘉宜听完之后 心头一口郁气 忽然吐出 在大商这种 对女子苛刻至极的风气下 她一个公主 竟敢要求婚嫁自由 该说她是疯了 还是蠢了 陈嘉宜都能想象得出 那些文人会怎么骂宁乐了 想想 就痛快 陈嘉宜书心 李一诚却脸黑如锅底 宁乐竟敢把她当众出宫一事 宣扬到了民间 民间百姓居然还夸她 仁善心慈 搅乱了她的计划 还踩着她 得了一大波名声 李一诚恨得咬牙切齿 这颗棋子 不仅仅不听话 还会反咬一口了 李一诚眼眸深沉阴冷 杀意凛然 只是权衡利弊之后 她眼神转换 不能杀 即便宁乐可恶至极 但她所代表的财富 以及在父皇那的重要程度 每一样都是她最需求的东西 想到这里 李一诚憋屈得快吐血了 公主服 李宁乐泡完澡 穿着淡紫色的礼衣 靠躺在美人榻上 旁边春菊为她轻轻搅发 擦干 枝鸦一声 桃花端着一个银碟子进来 上头放着切好的果子 公主 这是您家主差人送来的新水果 说叫番栗汁 您尝尝 宁乐微微偏头 随手拿起筋叉叉了一块果肉 送入口中 清甜如蜜 比之前吃过的果子新鲜不少 不错不错 李宁乐眼睛亮了亮 这果子送来多少 说是不太好存放 只送来十个 李宁乐又插了一块吃完 吩咐到 给宫里送去五个 另外给小白和小云那个送一个 顿了顿 她补充道 给五皇子府也送去一个吧 这一通分下来 宁乐自己就剩一个了 桃花有些心疼 这是您家主特意送来给您吃的 公主就算要孝敬宫里 也不必给出这么多呀 她瞧见公主 挺喜欢这番荔枝的 水果而已 再稀罕也是死物 李宁乐下巴枕着软乎乎的绸缎枕 言语随意 但这东西能换来的 却很难说咯 桃花似懂非懂 是 公主 新好新好新好 又过两天 那些所谓的婚嫁自由权 有伤风化的舆论到底没搞起来 不仅如此 公主府的败帖比以往更多了 文臣们很挫败 咬牙切齿地 上朝下朝脸黑如锅底 郁郁寡欢 好像宁乐公主 一个婚嫁自由权炸了他们家祖坟 比起那些跳脚的文臣 宁乐心情飞扬 选了个天气明媚的一天 出门逛街 顺带视察下自己的铺子 马车刚从公主府那条大街上拐个弯 迎面一人打马来 高头骏马上的儿郎俊美帅气 一双桃花眼 炼焰至极 在与公主马车擦肩而过时 他转过头来 透过晃动的坠玉窗帘 冲里头的公主 勾唇一笑 宁乐 这人 谁啊 等错过之后 萧卿慈拉着马缰绳 回头看着马车离去 唇盼挂着笑 大少爷 大少爷 您跑那么快作甚啊 随身疏同逮单骑着马 紧赶慢赶追上萧卿慈慈 公主的马车在那边呢 不用了 刚刚公主已经看到本少了 萧卿慈刷一下打开扇子 俊美的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惊鸿一瞥 才是一见钟情的开始 书童 啊 珍宝阁一如既往的热闹 李宁乐步入铺子 在挑选东西的女郎们 见到他纷纷行礼 不用多脸 李宁乐摆了摆手 准备上二楼 便在这时 从旁传来一道不太确定的声音 你就是宁乐公主 李宁乐寻声望去 只见一精致如画的少年郎 站在几步开外 眼中带着惊艳和惊艺两种神色 你是 郑南星向前一步 特别自来熟地说道 宁乐表姐 我是南星 郑家的郑南星 第153章 给贵女们送礼物 郑南星 不就是和如人家齐名的大伤二霸吗 李宁乐打量了下来人 眉眼如画很是精致 随在笑 眼烧上扬带傲气 通身金贵放松 想来在家中很是受宠 不过 叫他表姐 这货还真会自来熟 郑南星笑容灿烂 宁乐表姐 有点是 想求你帮个忙 你说 李宁乐看了眼四周 他能来这里 估计是要买东西 我想送一位 漂亮女郎首饰 但不知道送什么好 郑南星上前 眉眼弯弯 很是林家小弟的模样 宁乐表姐 能不能帮男星长长眼 李宁乐按道果然 你挑好了吗 还没 郑南星挠挠头 一脸憨憨像 我还从没来过珍宝阁 一点不熟悉呢 压根不知道 女郎喜欢哪些 随本宫去二楼 李宁乐看了下 楼下拥挤的人群 以及不少贵女 明着挑东西 暗中眼珠子 往他们这里瞥 耳朵竖起高高 决定换个地方 郑南星很高兴地点头 好呀 二楼 李宁乐叫人上了一些 精巧的新款首饰 给郑南星挑 郑南星苦恼皱眉 都很好看 不知道该选什么才好 顿了顿 他像是 无意一般问宁乐 宁乐表姐你觉得 哪个好看 本宫喜欢的 你要送的那位 未必喜欢 怎么会呢 宁乐表姐你 可是大商贵女圈的时尚标 你的眼光 绝对没人 会不喜欢 郑南星 彩虹屁拍得起飞 李宁乐忍俊不惊 目光榴莲扫过 那一盘盘首饰 定在一流行坠玉 镶嵌紫宝石不摇上 如果只是普通送礼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吗 好看 郑南星 立刻捧根 然后二话不说 选了这个 叫人包起来 又和李宁乐 说了几句话 他便带着东西离开了 李宁乐 也没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继续逛街 逛了一大圈 饿了 去了庆贺楼用膳 用完膳去了一趟腌制铺 后头便回了公主府 刚坐下 门房进来禀告 公主 郑家小少爷 送了礼物给您 郑南星 李宁乐微挑眉 把盒子打开 里头放着他 在珍宝阁 挑选出来的那根不由 所以 是要送他的 公主 郑家小少爷 还挺会红女郎的 长得也好 桃花笑嘻嘻说道 春菊微醋眉头 奴婢记得 郑家门风 有点风流 啊 多风流 桃花问 郑家主义人 有切是十八个 郑家大少爷 如今 虽未娶妻 但在花柳巷 红颜知己无数 想来家里头通房 也不少 春菊摇着头 亲爹亲哥如此 这小的恐怕 近这般 桃花连忙对宁乐道 公主那咱们可离远些 风流人家太糟心了 早前的死驸马 就是个例子 李宁乐被他紧张的样子 逗乐了 你家公主 我就那么容易上当 别说李义雀和他提过 郑家人不是良配之选 但就是他自己 也对比自己 小的人没兴趣 郑男星貌似 才十六吧 李宁乐摇摇头 同时又想起 今天出门 见到那个骑马的骚包男 所以那个是谁家的 瞧那自恋的劲 李宁乐脑海浮起一个人影 常乐宫 萧贵妃照例先在镜子里 欣赏一番自己的盛世美颜之后 才悠悠起身去外头 迎接来看他的启德帝 见过陛下 爱妃快起来 启德帝亲手扶起 美艳万分的萧贵妃 又看了眼宫女们端来的吃食 这番荔枝如何 陛下送得自然是好的 萧贵妃垂谋谢恩 启德帝呵呵笑 把人拉起来摸摸她小手 总行礼作甚 咱们夫妻多年不必在乎这些虚理 多谢陛下 启德帝伸手用了一块番荔枝 又壮似无意的闲聊 听说郑家那个 今儿给宁乐送了礼物 哦 什么礼物 萧贵妃眼眸一闪 顺着启德帝的话问 不摇 不摇 萧贵妃沉吟了下 如花面容带着几分笑意 这郑家少爷 想来是桥上 我们宁乐了呢 启德帝哼笑 到底是他桥上 还是贤妃桥上呢 萧贵妃笑而不语 也明白 启德帝来他这里的意思了 来敲打他呢 好在钦慈 今儿没轻举妄动 只是路过在宁乐那边 刷了对脸 抓不到把柄 就算前几日 当众为宁乐说话 也能说是 维护皇族颜面 只是贤妃不像这么蠢笨的 何以用这么明显的招数 启德帝敲打完就离开了 萧贵妃慢慢起身 心里琢磨着启德帝 到底什么意思 这些年 他一直看不懂 陛下明着 对他对凤儿百般恩宠 却又护着太子 储君之位 难道就这般动不得吗 信号信号 公主府的李宁乐 收到了徐英白的回礼 一些亲手做的梅花糕点 好吃的不行 这顶级女配的配置当真 比他完美多了 哪里像他 除了有钱 一无所有 公主 我研究出了点东西 秋双拎着自己那个小药箱进来 嗯 什么 李宁乐咽下糕点 问道 秋双打开小药箱 从里头拿出两个 约莫三寸的白瓷瓶 香皂截脸之后 如果用上这两个东西会对肌肤更好 我试了大半个月 效果显著 听完他的描述 李宁乐惊讶得不行 不是吧 秋双把那个什么保湿水给研究出来了 他拿过那瓷瓶 打开瓶口闻了闻 是药箱 用了一些涂在手背上 很快吸收 润润的 另一个则更粘稠一些 这两个和评论区说的保湿水 和精华乳几乎没什么区别 李宁乐压根没指望过秋双 能研究出这些东西来 毕竟这在他们时代挺难以想象的 但秋双就是研究出来了 太牛了 这不得给女主气疯了 李宁乐几乎迫不及待 想看到女主的脸色了 这个可以量产吗 不太行 工序比香皂麻烦 不过给公主的之外还能匀出一些 秋双没算了下 爆出一个数字 李宁乐想到 这次贵女圈里 有不少女郎替她说话 还有萧甲 郑家两位少爷当众帮她 对那些酸唧唧的乳脑纹臣 很好 这些本宫有大用 秋双 那公主可以派桃花去我那里拿 我先回去了 去吧 李宁乐让她离开 叫来桃花吩咐了两句 当天晚上 那些曾为宁乐公主 在婚嫁自由权上 说过话的贵女们 收到了来自公主的馈赠 第154章 英国宫聚婚 包括张妙同在内的贵女们 收到宁乐公主送来的精美礼盒 盒子里是两个白瓷瓶 正不解纳 来送礼的丫鬟脆生生道出这白瓷瓶的妙用 当下 没一个不高兴的 除了这些贵女 萧家 郑家的女性长辈 也收到了宁乐公主送来的宝石水 一时间 公主封品更好了 而一些没收到礼物的 眼红酸溜 却做不得什么 与此同时 皇宫 英国宫 以及几个老臣 和启德帝商谈 有关今年科举一事 谈完之后 众臣退下 启德帝单独留了英国宫 燃烧着火烛的殿内 宫人太监们静谜无声 英国宫公身后着 玉座上的启德帝 拿起一本奏章看了会 朱笔玉批 批了好一会 高刘奉茶了 都来不及喝一口 下面 英国宫瞧了眼更漏 出声关心道 陛下 您注意点身子 唉 徐木还在啊 乔证这个脑子 忘了 留你虚话了 高刘 快快赐座奉茶 是 高刘招呼着小太监 搬来椅子 又奉茶端上 徐木道了句多谢陛下 随后刮了刮茶展 心头思绪乱飞 不知道 启德帝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启德帝 徐木 你觉得太子如何 一上来就问 这么敏感的问题吗 徐木回想 最近太子一脉 因为算计宁乐公主 闹出的事端 陛下还下了那道 惹了非议的旨意 还有三皇子派系天 天落井下石扎太子 从表面上看 启德帝是恼了太子 但身为坚定纯臣保皇党 徐木眼光 和有派系的大臣不一样 启德帝此举大有深意 只是徐木也有点看不明白 于是含糊道 陛下 太子是储君 这话 堪称话术万经由 启德帝知道 徐木在糊弄他 也不恼 又问 那三皇子如何 三皇子天之骄子 大皇子呢 人中龙凤 五皇子 算了 当朕没问 启德帝摆了摆手 你觉得四皇子怎么样 徐木面色诡异扭曲了下 提及四皇子 他第一印象是 当众出宫 该死 该死 臣子不能有如此犯上之念头 徐木目着脸 把这印象拍出去 与其平静 是陛下第四子 老东西 你属尼秋的 启德帝笑骂 眼底却带了几分凉薄 哪怕是老大 徐木都用了一句 人中龙凤来形容 到他的城儿这里 就只配是个第四子 哼 他知道 这些个重臣眼里 从没考虑过城 启德帝忽然就憋不太住了 你觉得 朕的第四子 配你的女儿如何 徐木一听这话 差点没绷住表情 四皇子 那个当众出宫的 而且他还有正妃和侧妃 等于他的女儿 去做小 都还得排到第三位 皇上这是打他脸吗 徐木万般不愿 脑子飞速转动 很快垂手凛然道 陛下厚爱 按说是小女 及徐家之福气 然老臣舔言自傲 若小女嫁入皇子府 怕是会引得如今 安稳的朝野惶惶不安 这与陛下所 求备道而迟 顿了顿 他跪地 大叩首 还望陛下慎之 储君在位 三皇子派系依仗 贵妃与之抗衡 大皇子五皇子 虽有强势母族 却多少还弱一些 这时候 叫英国公的嫡长女 嫁给一个封平 正拉的透明皇子 朝野不动荡才怪 徐木虽然找理由聚婚 内心想的 也还是朝堂安稳 他万万没想到 启德帝内心真正的继承人 就是四皇子 徐木说的 也是启德帝 一直担心的 所以他才能有李毅诚 自行和徐英白接触 只是没想到 出了那等尴尬不雅之事 别说徐英白 怕是旁的贵女 如今怕也不愿意嫁成了 启德帝交心不已 才想着自己拉下老脸 和徐木提一提 没想到徐木不愿就算了 还扯一顶 为朝廷着想的大帽子 启德帝尴尬的同时 更恼恨 只能哈哈大笑 徐木啊 朕不过随意吓唬你一句 瞧给你吓得 那日朕就说过 会为你的女儿挑个好的 既是好的 又怎可能挑到老四身上去 一旁高流听得头锤更低了些 徐木心里咯噔一下 赶紧叩手 陛下恕罪 老臣绝无 冒犯四皇子的意思 再如何 四皇子也是陛下的儿子 据皇家之婚 肯定是要吃醉的 你我君臣二十年 情义非凡 朕怎么可能怪你 启德帝眼神冰寒 嘴里说着温情的话 老四也的确不争气 朕有时恨铁不承钢啊 不过好在 太子和三皇子 深得振心 大伤交给他们 朕放心 陛下圣明 徐木低垂着头 高呼 启德帝垂眸看他扮上 才慢慢道 高流 扶英国公起来 怎的好端端叙话 家常又贵呀贵的 是 高流快不到徐木身边扶起他 笑着道 陛下 最近操劳国事甚是乏累 于是和您开个玩笑呢 英国公 徐木尴尬一笑 老臣明白 他明白陛下恼了 不过徐木不后悔 不提四皇子 如今名声帝位 单就是朝堂之上几位皇子背后的家族 哪个好惹 陛下都头疼 徐家高门显贵 只是如今 这局势过去之后 他的女儿 就是牺牲品 徐木觉得 他必须要做打算了 星号 天气越发暖和起来 京城人叫以往多了不熟 有许多 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出现 客栈里 更是人满为患 宁乐靠 坐在珍宝阁二楼窗 边瞧着下方过路的人们 随口问道 崔恒生的手 怎么样了 林诺 回公主 虽然我们暗中 给了不少好药 但是她没用 说是担心 被四皇子发现 如今她学了 用左手写字 李宁乐挑眉 她倒是对自己够狠 回她好好办事 本宫会叫她 今日付出有所得 是 公主 您快瞧 那是侯夫人吗 她在卖东西 桃花趴在窗边看风景 忽得转头 对宁乐喊道 李宁乐文言 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林氏 手挽着一个小篮子 在沿街卖着什么 近了些才发现 她卖的是绣品 公主 侯夫人 怎么落魄成这样了 您不是给了恩典 放她回娘家了吗 第155章 科举放榜 李宁乐没说话 只瞧着下方林氏 求着人买绣品 脸颊带着不知是羞灶 还是走路类的红韵 卖了一路 一个人没买 在这条街上 光是绸缎装子 不知几何 谁又会买她绣的东西 人潮拥挤 很快林氏的背影 看不见了 李宁乐收回视线 没说话 桃花想说什么 被春菊拉走 春菊你拉我出来诞生 公主对那家忌讳着呢 你提了 不是让她平白无故 心情不好吗 桃花哀了一声 可我看她可怜呢 回娘家怎的还落了个 出来卖绣品的下场 你瞧见没她 一个吓人都没 女郎出了这等事 回娘家 日子本就不好过 尤其是林氏 她还不是如今 林夫人的亲女 春菊比她沉稳 也知道的多 桃花 林氏是树出 树出便还算了 你知道顾侯爷 第一任妻子 便是林氏的嫡姐 生了孩子后不久去世 当初林氏是有亲事的 却在嫁人之前 被送到顾家 做了续闲 只从这一点就知道 林氏回家 不会有什么好日子 当然 公主并不知道这些事 她也没说了 惹公主烦心 桃花听完 回过神来 春菊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前些日子 我去和烟纸 对接账策的时候 瞧见过她一次 春菊道 顾家对公主来说 就是伤疤 没必要提 知道吗 桃花点点头 好 一扭头 发现宁乐 好争以侠 站在他们身后 公 公主 奴婢该死 奴婢不是有意隐瞒的 春菊和桃花 同时跪下来 小脸发白 起来 李宁乐 夺不回了屋内 春菊和桃花 对视一眼 起身跟进去 公主 春菊不知该怎么说 桃花为她求情 公主 春菊是担心 您坏了心情才没说的 您别生气 本宫没生气 李宁乐无奈看向他们两个 本宫只是比较诧异 林氏归家之后过的日子 竟是这样 公主误要自责 若非是您 她与亲子的命早就没了 是啊 林家苛责女儿 不是公主的过错 李宁乐撑着下巴 想了想 这人去林家那边 打听打听情况 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若能帮一把 就帮一把 林氏上辈子 对她没有过不尽 也没落井下石过 李宁乐这人小心眼 爱报复人 但对无仇无怨的 还是很好心眼的 是 从珍宝阁离开 李宁乐回了公主府 接下来的日子 便是三年一度的科举 大街上人满为患 他不乐意再出来 就窝在公主府里等下 期间招待徐英白和谢云云 来公主府里玩乐 有时候 李宁乐会带着陈家雪 过来串门子 说是串门子 蹭饭和商量 开铺子居多 李宁乐送给贵女们的保湿水 和精华乳 得到一致好评 天天派人去胭脂铺 问什么时候售卖 这把李宁鹊乐得 恨不得立刻开十八个分铺 但听得宁乐说 产量上不来之后 欣然作罢 这天 是接榜的日子 李宁乐起了个大早 虽然不是他考试 却也很紧张 很有仪式感的沐浴焚香 公主 五皇子又来了 李宁乐清明了下口汁 微醋漂亮的梅 他怎么又来了 不用上太学吗 吐槽归吐槽 还是叫人放了李宁鹊进来 皇妹 皇妹 我想到的好办法 李宁鹊一进来就嚷嚷 那个保湿水和精华乳秋霜 一个人做不够 咱们可以雇人呀 李宁乐 就为这事 你找胭脂他们订不就好了 他还要等着一会 去瞧瞧榜单名次呢 秋霜是你的人吗 我和他说了呀 他不听我的 李宁鹊很委屈 胭脂也说 这件事给您来定夺 说涉及到机密了 皇妹 好皇妹 这是一天不定下来 就少挣一天钱 得多少损失啊 因这个 我坐立难挨 太学都不想去上了 李宁乐 你是不想去上 还是已经没去了 呃 就一天没去而已 是吗 李宁鹊对上宁乐 那动若关火的眼眸 咽了巴基低下头 承认道 好吧 三天没去了 最近苛考 太夫他们忙着出题 我不去 怎么不算给他们 减轻负担了呢 你放屁 当我傻呀 考题是父皇亲自出的 有太夫他们什么事 李宁乐无语了 他这个父皇 虽然脑子有点毛病 喜欢男主 但在正式上 还是比较勤勉的 或者说他很在乎自己的名声 像科考出题这些 大部分是他出的 剩余的 通常是丞相 和其他几位重臣出 太夫等人不在其内 李宁鹊打量着他 没上过学士吧 李宁鹊 不是黄妹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他笑嘻嘻拍马屁 怪不得以前父皇常说 你要是男儿会很出色 能做太子 呵呵 又在放屁 李宁乐上辈子 就是被这句话忽悠的耀武扬威 真找不着北的嚣张 然后 死无全尸 少听这些话 父皇一时兴起 随便夸你两句就信了 不啊 父皇就经常说我不如大皇兄啊 每当这时候我母妃就会很难过 他难过 我就更难过 李宁鹊说着 失落低下头 李宁乐见他这样一时不忍 五皇兄 你别 你能想象到吗 这么粗的鸡毛胆子 抽在身上的滋味 那是真想不到 李宁鹊愁绪漫天 母爱如火 皇妹心疼心疼我 行行行 我叫秋双来问问 回头你们商量找点人手 看怎么弄 李宁乐受不了他这样 好皇妹 对了 你要出去是不是 去看街榜吗 皇兄就不打扰你了 快去吧 玩得开心 说完 李宁鹊一溜烟走了 达成目的 攻城身退 李宁乐 公主 时间差不多了 该出发了 走 李宁乐起身 上了门口的马车 外头很是热闹 不少百姓 也拥挤到里布外墙处 等待放榜 李宁乐到的时候 附近有不少辆马车 除了学子家人 更多是一些世家和官患家族 再次等候 准备 绑下桌序 第156章 绑下桌序 绑下桌序 是京城风俗之一 世家官患们 很爱为女儿再次择序 还发生过 为抢一人打起来的情况 李宁乐当然不是为乔热闹来的 他主要是来等名次接榜的 毕竟崔恒生算是他的门人 关心下门人惩戒 没什么问题吧 李宁乐眼眸期待地扫着马车 一路嘀嘀咕咕 来这里的人家名讳 转到一处时 瞧见了一辆有些眼熟的马车 公主 那好像是徐家的马车 桃花眼间 一眼瞧到刚说出口 便见宁乐嘘了一声 他赶忙闭嘴 春菊望过去 眼神惊讶 公主 英国公家也有人参事 没有 李宁乐记得徐英白说过 他兄长三年前就中了 下头的弟弟们 学识还不够 没参加这一届科举 春菊游宜 那该不会是 想绑下卓序 桃花接话 圆脸上扶着猛然 不能吧 徐小姐不是被内定 要嫁入皇家的吗 虽然还没定下是谁 但这件事 他们身为宁乐贴身侍女 还是知道的 公主 要不奴婢过去问问 不用 李宁乐收回目光 且先看看情况再说 要放榜了 他目光瞧向前方 那边穿着官服的人 迅速走到张贴黄榜的牌匾跟前 开始动手张贴 金色榜单上 书写着黑色的名字 一排排一列列 散发琢磨香 随着一声放榜喽 人群拥挤向前方 发出喧闹的声响 李宁乐安坐马车上不动 林诺替他去看榜了 人群中他没瞧见崔恒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文弱 被挤了出去 也有可能是人太多了 不远处的屋檐下 站着不少锦绣团贵的公子 他们没有和人去挤 自有下人替他们去探名次 很快 有人发出尖叫 高喊着中了中了 也有人垂头丧气 像是被吸走了精气神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中了的 已经被钉上围了上去询问 现场热闹极了 公主 林诺回来了 桃花出了马车 站在外头瞧着 见到人立刻禀告李宁乐 李宁乐抬头 只见林诺出来时 一身衣服皱巴巴的 想来挤进去 又挤出来 耗费不少功夫 他脸上带着几乎是狂喜 要不是碍于公主交代 当场就要尖叫出来了 会是第一 天哪 崔恒生竟然中了会员 这几乎是铁板钉钉 一甲前三了 林诺激动疯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中了呢 李宁乐只瞧了他神色 就知道崔恒生中了 而且名字怕还不低 但他着实没想到 崔恒生拿了第一名 听得林诺说完 李宁乐娇艳眉眼 染上几分激动 当真 没看错吧 属下眼睛瞧了十几遍 不会错的 林诺拍着胸脯保证到 同时眼底 带着实打实的眼线 崔恒生 未来前途无量啊 自己争气 还有公主帮扶 呜呜羡慕极了 李宁乐深吸一口气 大笑 好 上 统统有赏 多谢公主 桃花他们也喜气洋洋 对了 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李宁乐随口问道 林诺 第二名是肖家大少肖青慈 第三名是郑家大少爷郑金莫 这两位都是名满京城的才子 崔恒生 很棒 李宁乐更满意了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骚动 李宁乐看过去 只见当头青年面容含笑 脸若桃花一般多情 他旁边同样一位锦绣 堆出来的公子哥 眉目脾气 张扬着一抹坏笑在嘴边 公主 那二位便是第二名肖青慈 和第三名郑金莫 林诺赶忙道 肖青慈 果然那天见到的骚包男 就是肖家的 李宁乐微微服额 还真是和贵妃一脉相承 像得不得了 肖青慈他们 应该是不相信成绩过来确认一眼 不想刚走几步 就被热情的卓续人家 围了得水泄不通 二位高中低级 可有婚配了 走开了 是我先看到的 这位少爷 我家女郎今年十七 貌美如花 贤惠至极 嫁状足有72台 考虑一下 肖青慈笑眯眯道 这位老丈 本少很想考虑 但是本少有心上人了 这个不妨是 到时你那进来 做个贵妾 想其人之福便是咯 男人麻三妻四妾的多正常 肖青慈 他把身边的郑金莫 拉出来挡枪 那你们找他 他红颜知己多如牛毛 郑金莫 另一边 崔恒生也被人围住 他一身轻衣 虽然瞧着略微寒酸 然他是第一名啊 加上娇好如女的眉眼 一下子成了香波波 周围围了四五家人 询问他婚配情况 崔恒生烦不胜烦 只想赶紧离开 然而根本挤不动 就在这时 围着他的人 忽然被拉开 崔恒生抬眼一看 一穿着戎装的高大壮汉 带着两个差不多身形的年轻儿郎 站在他跟前 打量着他 眼神满意 就你了 英国公 徐木厅的旁边有人叫出他身份 转头一笑 是我 这位学子 我徐家看上了 要给我嫡长女做女婿 你们谁要抢 他身边的两个儿子 面露凶光 谁敢抢 死 当下 那些人散开更远了几分 徐家马车上 徐英白的娘亲 在偷偷观察着 时不时和身后的徐英白说道 那叫崔恒生的长得不错 学士也好 会员 未来必是一甲前三 家是清白贫寒 这样也好 胜上那会好说不少 徐英白微抿了下唇 想说什么 到底没说 李宁乐虽然瞧着肖青词 和郑金默这边的热闹 却更关注徐家动静 英国公挑上了崔恒生 是他预料之外 又觉得情理之中的事 徐家鼎盛勋贵 既要博了皇帝赐婚 那就不能选家是背景强悍的 否则必会惹来忌惮 崔恒生算是不错的人选 清白 且贫寒无人可依 而且还是男主的人 正中老东西下怀 恐怕不会对此多做阻扰 当然生气不爽 肯定是会有的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儿子垃圾怪谁啊 而且他们还不知道 崔恒生其实是他的人 这不巧了吗 便宜谁了 李宁乐忍不住要乐出声 不远处肖青慈 他们已经有了几分不耐 绑下卓续这帮人 脸皮是真的厚 他们好烦啊 肖青慈想着脱身的办法 目光不其然 瞧到了众多马车之中 一辆豪奢至极又熟悉的马车上 他眼睛亮了 第157章 公主 云个给我们吧 公主 肖青慈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宁乐公主 莫非他是为她来的 嘿嘿嘿 不会吧 郑金墨听到肖青慈喊公主 也抬起头 顺着他视线看了过去 宁乐公主 他怎么会在这里 肖青慈给了自己 书童一个眼神 书童立刻护着他往外挤 同时嘴里喊着 让让 我家公子早有魂配了 强扭得瓜不甜 郑金墨 肖青慈有魂配了 他怎么不知道 这人张嘴就来是吧 他什么目的 郑金墨瞧着肖青慈 直奔公主马车那边 立刻就有了数 好个狡诈的人 想得美 郑金墨跟着一起冲了出去 两人几乎眨眼 就到了李宁乐跟前 吓了他一跳 公主 肖青慈刷一下打开扇子 风骚抛了的魅眼 还没带他说下一句 就听后方传来一道高亢的声音 躲开躲开 都躲开 本少爷是宁乐公主的人 你们别做梦了 肖青慈和郑金墨错愕转身 就见一穿着火红色衣袍的少年 施展着武功 从人群中飞了出来 不偏不倚 落在他们二人前面 谢熙单手称帝 而后抬头 飞扬的马尾随着他 动作潇洒又热烈 少年委屈巴巴 公主殿下 谢熙差点被人抢走了 李宁乐 肖青慈 他怎么抢我台词呢 郑金墨脾气一笑 谢熙 你这话说得言之上早了吧 谢熙扭头 才发现身后还有两个人 而且都是熟人 他起身 面容不善 郑金墨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 公主还没选你呢 别自作多情 肖青慈笑名你补充 真想一拳给他脸打花 谢熙在心里怒骂 但面上委屈的神色更重了 公主 李宁乐福娥 扯开话题 你重了吗 什么名词 重了 就是名词不是太好 公主您知道我的 我不太爱这些 谢熙挠挠头 笑得有点臭屁 所以才刚入围 十七名而已 十七名而已 这话要是别的学子听到 估计能痛哭出声 他们只求入围高中 结果这排名前列的 未来会是二甲级别的说 才十七名而已 不错呀 没给你姐姐丢人 李宁乐夸道 谢云运一直担心 谢熙考不上会被家里骂 如今他可以定心了 谢熙嘿嘿一笑 多谢公主赞誉 肖青慈在一旁羡慕极了 他没谢熙那么厚脸皮 耍不出什么小孩子花招 啊 好羡慕 如果他年轻五六岁 他也能这样撒娇卖吃 而现在 只能靠脸打动人心了 郑金墨瞥了自恋中的肖青慈一眼 唇变依然带笑 公主来此事为何啊 哦 本宫路过随便看看 这样啊 金墨还以为公主是为择序而来的呢 郑金墨言辞轻挑大胆 肖青慈诧异看向他 不是吧 他要干嘛 郑金墨勾唇一笑 微微后退两步 而后行了个礼 早听闻宁乐公主厌贯群芳 今日一见怦然心动 在下舔言 敢问可作殿下驸马否 顿了顿 他补充了一句 在下荆轲第三名 肖青慈目瞪狗呆 我去 当众 当众表白 郑金墨真豁得出去啊 不怕公主拒绝了难看吗 等等 肖青慈眸色微微一动 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公主恐怕未必好意思拒绝 加上女郎面包 说不准就硬了 郑金墨呀 郑金墨 不愧是在花柳巷红粉知己 无数的风流才子 这一手 拿捏得死死啊 肖青慈看向宁乐 等待他的回答 李宁乐 他只是过来看个名次 顺便吃点榜下 捉絮的瓜 瞧瞧热闹罢了 却没想到 热闹瞧到最后 瞧到自己身上来了 不远处 虽然还有许多人在绑下捉絮 但李宁乐 他们这里的动静 也吸引了许多人注意 谢熙想说什么 但很快闭了嘴 眼巴巴看着宁乐 公主会答应吗 要答应了该怎么办 郑金墨 李宁乐拖腮一笑 做本宫的驸马 可不单单是会是第三就够的 郑金墨威亚 他拒绝了 肖青慈嘴角上翘 公主竟然拒绝了 谢熙插腰哈哈笑 没错 公主这般人你一个区区会是第三 哪里配得上 郑金墨 本少爷配不上 你个十七名能配 谢熙嚣张的笑容消失 妈大 他好烦 肖青慈正要说话 谢熙指着他 你也配不上 肖青慈 不远处 被徐家围着的崔恒生 再次婉拒 依然无用 正巧听到了谢熙那句高亢的配不上 崔恒生的狐狸眼 微微一亮 英国公 在下有了心上人了 徐木 哦 是谁 是谁也不要紧 难道我徐家的女郎还配不上你 徐英白的大哥 凶狠说道 徐木 磊儿不得无礼 崔公子 心上人是谁 崔恒生往宁乐方向转身 徐木眼皮一跳 凭他的武功 他自然听得到宁乐公主那边的动静 这崔家小子为了聚婚 还真是 什么话都敢胡说 徐木气笑了 你轻目的人是宁乐公主 崔恒生点头 徐家大少爷徐磊不乐意了 你什么时候见不公主了 上哪 青木去 小子打量着 夸我们呢 你这书生不识好歹 拒绝也找个像样的理由吧 徐磊的弟弟徐栋 暴跳如雷 他忍好久了 就算长得好 才华不错 也不能如此不把徐家放在眼里 若非担心姐姐被刺婚成了牺牲品 哪轮得到他嫌三拐四的 崔恒生不语 用行动证明自己 三步并两步 到了李宁乐马车跟前 一眼未看谢息三人 直接一个大口拜 草民崔恒生见过宁乐公主 金佛寺惊鸿一瞥 草民漠不敢忘 哇 又来一位和宁乐公主表白的 围观群众眼睛闪烁着八卦的兴奋光芒 看看这个 又瞧瞧那个 乖乖 这个长得也好 在宁乐马车跟前 站着四个各有风姿的儿郎 来卓序的人家 羡慕疯了 恨不得能替宁乐答应了 然后剩下三个 让他们云一云 李宁乐额头跳了跳 崔恒生又来凑什么热闹 第158章 公主 他们叫胡子 哪来回哪去 崔恒生抬头 眼底闪过几分意味深长 李宁乐一正 忽然就明白了 男主还没放弃啊 竟想出了叫崔恒生 来亲近他的法子 崔恒生见公主了然 重新低下头去 又拜了下 公主草民告退 他走的是不纠缠路线 说完就离开了 而徐家 因为他这一打岔 绑下卓序 反而进行不下去了 徐家马车里 英国公夫人柳氏细眉轻皱 好容易瞧上一个 竟对公主一见倾心了 这叫什么事啊 徐英白眸底闪过一抹笑色 这才好呢 崔恒生来得迅速 走得潇洒 萧卿慈三人呆呆看他离去 萧卿慈慈最先反应过来 公主 我 李宁乐动作十分迅速地 放下了窗边玉帘 然后又把内窗给关上了 萧卿慈慈那张多情的帅脸 猛住了 不是 为什么他们说的话 公主愿意听一下子 到他这里就直接关窗了呀 啊 卫慎啊 哈哈哈哈 公主听你说话都懒得听 谢熙毫不留情地嘲笑起来 郑金默嘴角扶起几分笑意 总算不是他最丢人了 人呐 还是得比较 有了比较 就幸福起来了 萧卿慈 面子丢尽了 呜呜呜 他刷一下打开手中扇子 故作高深莫测 而等知道什么 在下和公主之间 不用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谢熙喝的一声 装 当他傻呀 公主才和他不熟呢 萧卿慈努力保持微笑 谢家这死孩子 好烦人 想撕烂他的嘴 郑金默瞧着公主马车启动 微微后退 汗手行礼一笑 恭送公主 这态度 一点不像被拒绝过的样子 萧卿慈不甘其后 和上扇子 垂手行礼 马车中 李宁乐对外面的声音充耳不闻 这人去一趟徐家 问问情况 是 公主 宁乐公主被谢家少爷 郑家少爷 萧家少爷 以及刚中会员的崔学子 当街表达心意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京城 老百姓如今对宁乐公主十分熟悉 且好感爆棚 听闻这件事后 乐呵的八卦着 宁乐公主那么好 这四个儿郎好眼光 公主选了谁啊 不知道呢 不晓得谁会有福气 做了宁乐公主的父母 宁乐公主这么好的人 谁娶了她 真是祖坟冒清烟咯 百姓们这边乐呵 贵女圈 那就是羡慕的不行 宁乐公主太厉害了吧 萧家大少爷 不仅身份尊贵 更是京城第一美男 而且他脾气特别好 是女郎们最想嫁的人之一 郑家大少爷风平一般 红粉知己繁多 然而即便如此 单凭身份 家世也有许多女郎屈之若物 谢家那位小少爷 更是了 在大商重温氛围中 这位小少爷 是少数文武双全的 样貌出色 身材爆好 这三位都是女郎们 心中好夫君人选 唯有最后的崔恒生 女郎们不太熟悉 听说平寒不已 但仅凭她能考中会员 就足够叫人侧目 好想求教公主 怎么办到的 比起百姓们八卦 贵女们艳羡 一些朝臣得之后 则是气得不行 伤风败俗 有伤风话 一嫁过人的女郎 竟惹得四男争一女 还是在大街上 他们气得疯狂上折子 却没得到什么回复 启德帝的关注点 在徐家榜下捉续一事 心情奇差 好个徐牧 拒绝朕的儿子 却选了个贫寒之子 堂堂皇子 竟比不过一个乡八老 启德帝气了半嗓 忽然笑出声 只是他做梦没想到 崔恒生是成儿的人 兜兜转转他徐家 还是要为成儿所用 高刘 奴才在 那个崔恒生 确定身家清白 没有问题 启德帝重复问了一遍 高刘汉首 暗卫们去查过 家平的孤儿 早先差点饿死 白竟想参加科举 却因为无门路 而被拒之门外 那今天 为何他又对宁乐 说那样的话 他们是不是认识 高刘垂首答道 回陛下 早先这个崔恒生 因钱花竟已打算回乡 是金佛寺的方丈 收留了他 准许他在佛寺中 为一些贵客抄入佛经 室内惠子 见过宁乐公主一面 但公主不知道他 这倒与他说的相符 启德帝眼底怀疑 没消散太多 继续叫人盯着 看看他 都有和谁来往 切记不能让别人拉拢了去 高刘 奴才遵旨 公主府 李宁乐叫人摆了宴席 府中 上下丫鬟奴才 一律多发三个月月前 奴才奴婢们 多谢公主 下人们感恩戴德 李宁乐让人下去 靠在每人踏边一个 静谧着 思索当前局面 谢家变霸了 萧家和郑家 也掺和进来了 想来萧贵妃那边 是看皇后被禁足 觉得这是个机会 至于郑家 贤妃娘娘 还是没死心啊 五皇兄都这样了 他还要争 而德妃那边一直没死心 大皇子最近在府中 没什么动静 似乎在有意低调 接下来要到老东西的万寿了 估摸着有大戏 公主 胡子来了 桃花亲手轻脚进来 本以为宁乐在休息 瞧见他没睡 才出声 叫他进来 李宁乐挑了下眉头 吩咐道 很快 胡子进来 却没穿官服 公主 胡子见过公主 宁乐一边叫春菊搬来座椅 一边问道 你今儿休目 回公主 不是 胡子垂着头 嗡声嗡气地说道 不是休目你 怎么穿了长服 公布出了什么事 胡子听到这里抽叶了一声 公主 胡子没用 胡子给您丢人了 怎么回事 起来坐下回话 李宁乐微醋眉头 胡子从地上爬起来 坐在座椅上 一双眼红彤彤地 含着委屈和愤怒 如今瞧着宁乐 像是小孩 找到靠山一般 一股脑全说了 公主 烟花制造处 在年后来了 许多人 当时胡子和您说过 李宁乐听他说着 面色逐渐冷了下来 他倒是没想到 男主和太子 这么不要脸 着了人到胡子手下 明着说 是订单太多 增添帮手 暗中却打着学了技术 饿死师父的主意 好啊 好的很 林渊外郎说了 以后就不需要 胡子等人帮忙了 人手超支了 叫胡子奶奶回奶去 桃花 去把林绍辉给本宫叫来 第159章 宁乐 后宫不得干政 林家书房 林绍辉含泪提笔 书写交代后事 还没等写完 门外传来下人禀告 说是宁乐公主 找他去公主府一趟 听到这个 林绍辉手一抖 笔墨晕染在信纸上 他来不及更换新的 只能加快速度 继续书写 等把后事交代差不多了 他放下笔 整理了下衣裳 出门 临行前 林绍辉交代身边随从 屋内的信贷 我入公主府后 一个世神出 不来去娶了交给夫人 是 老爷 随从多少知道点内幕 眼圈也红了 林绍辉哀声叹气地坐上轿子 前往公主府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也躲不过 公主府 李宁乐带着胡子 到正厅 见了林绍辉 林绍辉迅速上 前行大礼 微臣林绍辉 见过宁乐公主 公主万安 本宫安不了一点 李宁乐美好气道 直接了当问 林绍辉 本宫就问你一个问题 公主宁论 沉定之无不言 把本宫的人 赶出公布这件事 是谁吩咐你做的 林绍辉一正 本以为公主 会大发雷霆 拿他开刀 不想他 却在问谁 吩咐了他这件事 胡子想说 这不就是林绍辉做的吗 但公主问 自然有他的道理 于是胡子默不吭声 瞅着林绍辉 看他怎么回答 林绍辉犹豫了一回 嫩嫩道 是 是侍郎齐大人交代的 齐大人 他是谁的门生 李宁乐随口问道 林绍辉再次小声道 是 四皇子殿下派来的人 应当是他的人 李宁乐垂眸一笑 这个老实人 也难得有了点小心眼 齐大人 其实是太子的人 给四皇子用的 他不敢直接交代出太子 便拉了男主 这个小透明出来回话 不过 李宁乐要的就是这句话 本宫知道了 当时交代你的文书 可有 林绍辉急忙点头 有 有的 他从袖子里掏出上头 给的文书 李宁乐看了一眼 上面是齐大人的名讳 你回去吧 李宁乐捏着这文书 眼眸掠过道道思绪 林绍辉猛然 臣 臣可以走了 怎的 你还想留在本宫这里用膳 李宁乐挑眉问道 林绍辉忙到不敢 平安走出公主府的那一刻 老泪纵横 原以为这次要没命了 不想 竟能捡回一条命来 老 老爷 您没事 随从瞧见林绍辉 全须全意出来 更惊讶 宁乐公主 不像是个好馅的人 林绍辉 公主是好人啊 不烂杀无辜 好人 公主府内 李宁乐起身 胡子 收拾下 随本宫进宫 公主 咱们进宫干啥啊 胡子猛然问道 当然是 告状啊 皇宫 秦政殿中 启德帝正在考虑 殿释出什么题目 高刘进来禀告 陛下 宁乐公主求见 她来坐身 启德帝微醋眉头 并不是太高兴 高刘 奴才不知 不过瞧着 公主面色不太高兴 还带了个人来 叫她进来吧 启德帝考虑到 这女儿还有用 到底没拒绝接见 很快 外头传来脚步声 父皇 您要点臣做主啊 李宁乐刚进店门 就嚷嚷起来 龙椅上的启德帝 迅速变换了脸色 温和慈爱 又带着无奈 又怎么了 父皇 儿臣见过父皇 李宁乐跪下拜见 而后扭头 胡子 还不快见过陛下 胡子立刻行了大礼 拜倒在地 公布烟花 制造出胡子 见过陛下 陛下万岁万万岁 启德帝微眯起眼 你就是研发出烟花的人 回陛下 是小人 和其他几位师傅 一起研发出的 不错 年轻有为 启德帝扫过胡子 年轻的脸庞 转头看向宁乐 受什么委屈了 父皇 李宁乐听的这话 立刻起身搭搭 跑到启德帝身边 眼泪说来就来 胡子他们是尔臣找来的 当初烟花 父皇极其喜欢 特意给立了特殊字号 给胡子他们一行人做了官 结果有些人 却妄想夺权 抢了宁比尔臣的恩典 谁啊 谁这么大胆 启德帝眉头紧皱 不悦急了 宁乐你告诉朕是谁 朕替你做主 四皇子李义成 启德帝差点没绷住表情 面色冷然严肃 四皇子 做了什么 李宁乐仿佛没看到他表情 气愤不已地继续说 他派了一群人 跟着胡子他们学烟花技术 到了了却 要赶走胡子他们 说什么人手过多 启德帝看了一眼高流 见他微微汗手 就知道宁乐说的所言不虚 父皇 他分明是想夺权 什么夺权不夺权的 启德帝笑捏了下宁乐鼻尖 你个女郎懂什么夺权吗 怎么不懂 胡子他们是二臣举荐的 应来是二臣的人 如今被他们换了 未来烟花收益 究竟几何尘 完全不知道 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 还不是他们想蒙骗多少 就多少 听得他在乎的是那点钱 启德帝眼底 划过几分轻蔑 到底是女郎 眼界窄得不行 成儿哪里是为了那点钱 这是在借助太子 培养自己的势力呢 关于这个你别担心 有赈在 没人能贪了属于你的钱 李宁乐 呵呵 有你在我更要担心 父皇 您刚还说要为女儿做主的 为何听的是四皇兄 干得就不愿意了 您是不是更疼他 这话一出 启德帝眼皮一跳 心莫名一虚 胡说什么呢 正疼你 都越过了平阳 这个中功所出 一个小没良心的 儿臣不信 您要真的疼儿臣 现在就下旨 成储四皇兄 谁叫他偷没干出这等子 勾当来的呀 李宁乐交瞒的要求 启德帝自然不会阴运 只是也不能太过明显否决 否则宁乐外出胡说 成儿处境就危险 你这丫头 这件事情等正查明白了可好 不用查 而成文书都找来了 您看 上面清楚着呢 李宁乐把文书拍在启德帝跟前 这下子 真是一点推脱不得了 启德帝脸色却阴沉下来 放肆 宁乐后宫不得干政 你知不知道 这文书 谁允许你要来的 第160章 给他们 只要拿得稳 皇上息怒 高流氓跪下 为宁乐求情道 公主年幼 是不懂这些忌讳的 他不懂 正看他懂得很 启德帝眼底 带着实质性的冷意 帝王冷脸 压迫感十足 李宁乐心里一点不怕 面上则小脸一白 跪倒在地 父皇 儿臣不是干政的意思 儿臣就是委屈 这是宁改臣立的特殊字号 他委屈巴巴 像个可怜的猫 瞧着启德帝 启德帝不为所动 这件事 朕会有定夺 念在你出饭 这次 朕就不治你的罪了 父皇 李宁乐委屈的眼泪汪汪 还想说什么 旁边的高流 过来放了一盏茶给启德帝 又给了他一个明显暗示的眼神 李宁乐见状 愤怒起身 连里都不行了 哭着转头 奔出店外 胡子瑟瑟发抖 还不滚出去 高流尖力一喝 胡子连滚带爬出来 追上宁乐的时候 他还在哭 一路泪眼朦胧 哭得特别凄惨委屈 胡子看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更觉得愧疚 要不是因为他 公主乃能受这等委屈 公主 是胡子对你不起 胡子眼圈红了 陪着宁乐一起哭了起来 两人就这么的 从宫内哭到宫外 马车前 特意被留下的桃花 瞧见宁乐哭着出来 面色大变 公主 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呜 回家 李宁乐用手擦着脸 哽咽说出这一句 旁的什么也不说 桃花赶忙扶着他上了马车 回头看了一眼胡子 哭得那也是特别惨 鼻涕泡都出来了 进了马车刹那 李宁乐脸上哭涩一收 面无表情 桃花一肚子安慰的话 卡在了喉咙眼 李宁乐歪靠在柔软的靠垫上 看着窗外倒退的景色 眼底带起了 浓郁的嘲弄和庆幸 单就看今天老东西的反应 他无比庆幸之前 自己没有贸然散步 有关男主的消息出去 仅仅这一件小事 他就被扣上了干正的大帽子 真要说了什么 怕是已经病鼓了 星号 四皇子福 李宁诚收到宁乐 找进宫的消息 心头不停狂跳 虽然这件事有太子背书 然而执行者却是他 如今 父皇对太子那边 有些冷落 恐怕 就这么忐忑等了半天 李宁诚收到的 却是宁乐哭着 走出皇宫的消息 他愣住了 怎么会这样 父皇没有追究的意思 还责骂了宁乐 很快 他想明白 是了 这件事背后是太子 父皇就算再疼爱宁乐 也不可能 为他一再贬吃太子 甚至 李宁诚 隐隐有了点奇怪的感觉 父皇 似乎对他有点包庇的意思 这个想法 多少有点妄想 李宁诚 很快收了心思 开始思考另一件事 崔恒生 被绑下卓续这件事 对他的利处 皇宫中 宁乐公主 被责骂哭着出了公一事 很快各宫都知晓了个遍 平阳收到消息的时候 连日来的憋们 一扫而空 哈哈活该 他终于惹怒父皇了 问清楚 是因什么事吗 素额摇头 欲浅口风景 探查不出什么 不过宁乐公主 带的人 却查出来了 是公布烟花制造处的 可能与这人有关 你去查问查问 平阳只要一想到 宁乐吃瘪了 就特别高兴 要能知道 是因着什么 说不准还能再扎他一刀 长乐公 萧贵妃听说 宁乐一路哭着出了皇宫 微醋眉头 陛下可难得发这么大的火 为了什么 奴婢查了下 应该与四皇子 替换了 烟花制造处的人有关 那字号里的人 原是宁乐公主举荐的 洛宴回道 四皇子是太子的人 陛下想来是后悔之前 对太子冷落了 萧贵妃心头不上不下的 这些年美美如此 只要太子或者 他这里谁受了贬斥 之后定会有偏帮 萧贵妃明白 皇帝在权衡 但这种态度 当真叫人不爽 只是再不爽 他也得争 整人带信给份 叫他一定好好修和地 不能出任何纰漏 是 娘娘 东宫 太子得了消息 呵呵一笑 宁乐真的狂妄过了头 以为父皇宠爱 他几分 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哭着回去 再外头都没忍住 宁乐可从没这般失态过 太子妃王楚雪 微醋眉头 总觉得有点不对 这件事上 宁乐其实并无过错 你不懂 这是父皇在平衡朝堂呢 最近一段时间 贵妃一脉 太过嚣张了些 太子一点不意外 帝王心术 太子妃不懂也正常 王楚雪总觉得不止如此 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对 不说这个了 给平衡挑的几个人家 你觉得谁家最好 太子问道 王楚雪想了想太子选的几个人家 温柔一笑 以臣妾各人之间 柳家不错 柳家 是英国功夫人的娘家 勋贵一派中 仅次于英国功夫的存在 掌握兵部 虽然大商众文轻武 但兵权 在哪个朝代 都是有用的 太子想的是 有了兵权 他的继位之路更稳固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 联姻英国功夫 那当然是因为 英国功的嫡长子定轻了 述出的没那么大力量 和本宫 想到一块去了 王楚雪微微一笑 太子 既然定下 已早不宜迟 本宫已经派人去说了 公主那边呢 总要问问他的意思 他不能拒绝 公主 胡子没用 害您受委屈了 胡子在地上 砰砰给李宁乐磕头 眼睛像核桃 早知如此 还不如默默咽下这口气 没得连累了公主 桃花和春菊听闻 勤政殿内发生的事 都红了眼 哭什么呀 李宁乐早就没哭了 娇艳的小脸上 是肃杀一片 他们想抢 烟花制造处 就给他们罢 只要他们拿得稳 胡子和桃花等人一愣 公主 您的意思是 富尔过来 李宁乐勾了勾手指 胡子爬到他脚边 勾长了脖子 把耳朵送过去 李宁乐 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然后看着胡子变了的脸色 问 害怕了 若怕的话 你们现在可以领了钱离开 本宫不会拦着 胡子不怕 胡子是担心 这样会连累公主 毕竟这会子出问题 肯定会立马怀疑到您身上来的 这会给您大家很大的麻烦 胡子最先担心的是宁乐的安危 李宁乐笑起来 谁说现在弄 等一等 有个大日子 适合着呢 第161章 公主说 擅闯者 砍了算他的 胡子离开公主府之后 李宁乐把林诺叫进来 吩咐了一些事 之后 公主府门大官 不见客 与此同时 宁乐公主的人 被赶出烟花制造处 他去找皇上说理 反被责骂的消息 传遍了朝臣耳中 乔宁乐不顺眼地 畅快不已 和宁乐关系不错的 担忧地派人去问情况 英国公府 徐英白问回来的下人 怎样 公主可有回信 回小姐 公主府的大门关了 说是不见客 徐英白问碗面旁挂着深思 公主很少关闭府门的 上次这般做的时候 是驸马全家 被杀头 而在那之后 公主名声达到了顶峰的好 这次 是不是也一样 公主 应该是有自己的打算 小姐 现在满朝文武都知道 公主被责骂哭着出了皇宫 公主此刻 肯定是没心情见人的 门房说 瞧见平阳公主的马车 想来不关府门 公主又要糟心 琉璃扶着徐英白坐下 愤愤道 等明日我做些点心 你去送了给公主 希望公主 吃了心情 能好些 徐英白说道 好 电视通常在会试结束的 一月后开始 这期间 京城热闹更甚往昔 虽然会试结束 有不少人回了去 但也有更多的人 想看看 今年新科的状元 会花落谁家 坊间还有人开了庄 赌三位中 谁会是状元 其中 崔恒生赔率最高 虽然会员 是崔恒生 然电视 和会试最大不同 就是须面胜答题 单就面胜不出这一点 就能出很大意外 前朝有位财学斐然的会员 在电视时 因第一次面见圣言结巴 导致明落孙山 而在这一点上 世家嫡系的少爷们 有天然优势 李宁乐得知这个消息后 叫人压了一万两黄金赌催 横生拿状元 林诺去交钱的时候 偷摸跟着公主 选得下了一年俸禄 手下王小五 看到这一幕眼都直了 林大人 宁夏这么多 不怕亏了钱吗 这可是一年俸禄呀 难道有什么内幕不成 哪有什么内幕 林诺拍了下王小五的头 没好气道 我相信公主慧眼 他说 是崔学子 能拿状元就定能 再者就算输了钱 也不妨碍 公主为人 极其大方 平素大小 奔刺多得不行 他又不靠俸禄过活 王小五转了转眼珠子 从兜里 掏出一个荷包 想了想 拿了好几个银钉子 那属下 也跟着下 林诺白他一眼 没说什么 下注之后 日子继续过 公主府的大门 也依然谢客闭门 平阳又一次来到宁乐家门口 再次被拦住 他怒了 今天本宫 怎么也得见到他 你们闪开 公主 请您别为难微臣 林诺目着一张黑曲曲的脸 面无表情地说 我家公主心情很不好 您要是为难微臣 微臣会到大霉的 保不齐会对您不敬 一口一个您 但说的全是不敬的话 平阳 差点没气疯了 你什么东西 也配合本宫 这般说话 你敢对本宫 怎么不敬 嗯 林诺依然是那个表情 微臣不敢 公主交代 如果有人擅闯的话 他拔了手中的刀剑 砍了算他的 寒光折射刺目 平阳脸色一白 你敢 林诺平静道 我家公主说了 他现在没什么不敢的 尤其对于太子的人 更敢 平阳瞧着那寒光 硕目的宝剑 没出息地后退了两步 他知道 林诺说的是真的 宁乐那个疯丫头 真的没什么 他不敢的 太子哥哥 夺了他烟花制造处的人 父皇不帮他 反而责骂他 叫他成了满朝笑饼 如今 怕是一肚子火没地儿撒 自己贸然对上 不划算 平阳咬了咬牙 算了 本宫不和一个失了宠的人计较 呵 林诺看他走了之后 眉眼泛起几分嘲讽 呵呵 你才失宠了呢 公主府内 宁乐吃着锅子 就着徐英白 送来的点心 听着吓人 毒液勺叫人送来的海外画本 乐哉得不行 听到刺激处 桃花春菊羞红了脸 那毒画本的书童 也尴尬得不行 清出口水之后呢 李宁乐抬头 不满催促 接下来怎地了 公主 这有乳丝纹 书童俊俏的小脸红的 像大番茄 正好这会子 林诺回来了 李宁乐叫他 哎 林诺你接着读 他脸皮薄 林诺来不及说平阳的事 就被使唤了新差事 接过那红脸书童手中画本 开读 欲罢弹狼门弄 梁心子葡萄 啊 林诺脸黑 看不出来红了脸 实际上他尴尬得要疯了 春菊他们 已经修得被过去了 李宁乐 不是 就这 就这你们修成这样 一群嫩瓜蛋子 李宁乐表示 无所畏惧 不过担心 他们修骚的跳里鱼池 到底还是没让林诺 继续读了 问完平阳说了什么 李宁乐笑了 平阳倒是蹦大的欢事 算了 他也没两天好日子过了 本宫懒得 和他计较 公主 这话是何意啊 春菊他们害羞完之后 重新凑过来 听到这话不解 因为 他被嫁人了 啊 林诺他们一脸猛 公主如何得知 外面一点消息 没传出来啊 李宁乐笑笑没解释 太子留着平阳 一直想的 就是靠他嫁人拉拢全城 为日后 登基铺路 在这些人里 他最后定下的人 是任兵部尚书的柳家 或早或晚 只是有了上次 算计他惹的东宫和皇后 都被开罪的事 提上日程是迟早的 另一边 平阳 因为没能成功见到宁乐 挤兑死他而不爽 一路回到宫内命人 帮他拆卸妆 还准备沐浴安静 不想外头 来了人禀告 说是太子来了 这还是自从上次以来太子 第一次来看他 平阳高高兴兴 出去迎接 太子神色温润 起来吧 有段日子没来看你了 瞧他这态度 平阳心里更是窃喜 果然 皇兄不怪他了 他就说 宁乐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影响他和兄长之间的关系 钱都不过 做做样子罢了 哥哥不怪平阳了吗 太子听平阳 这有些小女儿家的抱怨 微错了下眉头 很快温柔地揉了揉他脑袋 你是我唯一的宝妹 怎么会怪你 第162章 赐婚 平阳当兴极了 哥哥你真好 他亲自给太子争了茶 又说起这段时间 他有多难过 太子静静听他说 兄妹俩一时间气氛好的不行 平阳觉得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哥哥总是这样 听他遇到谁谁对他不好 而后等他说 王会安慰他别难过 他会帮他教训那些 对他不敬的人 这一次 平阳说完之后 期待看着太子 太子却没有如往 常那般为他做主的意思 平阳敏锐感觉到不对 眼底亮光微微暗了暗 小心道 哥哥 你不高兴吗 是不是平阳说 这些惹你不快了 那平阳不说了 没事 我只是惊觉平阳长大了 太子温柔一笑 这话 听得很温柔很感慨 平阳却有种 后背发毛的不安感 哥哥 平阳 哥哥给你找了一门亲事 柳家的敌长子柳如风 什么 我不要 平阳一惊 几乎想 也不直接拒绝 哥哥 我不要嫁人 你是不想嫁人 还是不想嫁柳家 我 当然是不想嫁柳家 他心里有人了 哥哥明明也知道的 平阳眼里 带着渴求看着太子 太子依然是温润的面庞 却吐出残忍的话 他不行 你应该明白 不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行 听兰哥哥的家事 难道还比不上柳家吗 平阳不能接受 更是口不择言道 柳家在崔家跟前 算个屁 要没英国功夫 柳家早就没落了 父皇根本不看中他们 平阳 不要任性 太子微错眉头 不是家事的问题 而崔家和我们有仇 他们恨东宫恨母后 你嫁过去 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不会的 哥哥 不会的 听兰哥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嫁过去 德化可以帮你们 在中间调和 有崔家帮忙 哥哥的位置 会更稳固的 崔家可是六皇子的母族 是父皇一直愧对的人家 父皇对崔家 总有几分恩情在的 平阳这一刻 几乎是绞尽脑汁的 为自己争取 其实 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太子不是没考虑过 然而 他很快想起太子妃的话 崔家本来能出太子的 他们的多大的软心肠 才会不记恨 而辅佐宁 只一句话 就叫太子 彻底打消了念头 平阳 这件事 本宫已经和柳家说好了 什么 平阳瞪大眼 眼底是不可置信 他起身尖叫 我不嫁 我不嫁 由不得你 太子依然是温润的眉眼 但说出来的话 却冷若冰霜 毫无转环的余地 平阳僵直了背 等太子离开之后 瘫倒在地 泪流满面 无助极了 我不嫁 我不嫁 听蓝哥哥 店外 素额眸光微动地听着 平阳的哭闹 很快把消息传了出去 星号 一晃一月过去 电视结果也出来了 崔恒生果然如宁乐七代的那样 成了状元 第二位榜眼 是郑金墨 萧卿词音太过好看 成了叹花狼 随着星科接榜的同时 还有一则喜事 圣上为星科状元 和英国公敌长女徐英白赐婚 此乃一段佳话 下朝后 朝臣们恭贺着徐牧 徐牧很高兴 陛下 到底还是顾念老臣的 只是当他看到崔恒生 和四皇子走在一起 形容熟人 头顶 像被劈了一道惊雷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英国公府 什么 父亲宁瞧见星科状元 和四皇子关系斐然 徐牧的长子徐蕾大惊 这岂非说明 他是四皇子的人 那咱们不是 把阿妹推入火坑了 徐栋跳起来 咱们聚婚 不能眼看着阿姐嫁给 这星科状元 这跟绑定四皇子 有什么差别 你给我安分点 徐牧一脚踢在小儿子屁股上 听得他熬的一声 树眉冷鹤 陛下赐婚 是你说句就句的 之前爹你不是聚过一侧吗 徐栋不明白 徐牧没好气道 那是陛下没明说 只要没明说的事 就能有转环余地 便是你爹当初 拒绝也是顾忌着 圣上脸面的 你个猪脑子 能不能和你大哥学一学 我本来就不擅长这些 我更爱打仗嘛 徐栋揉着屁股嘀咕 他不喜欢这些弯弯绕 有啥说啥不好吗 徐磊叹息 爹你也别怪小弟 当务之急 还是想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 赐婚圣旨 随着状元 一起游街了 等于昭告天下 陛下这是压根 没给我准备的空隙啊 徐牧满脸忧愁 同时心里还有个 可怕的念头浮起 陛下此举 是不是有意栽培四皇子 还是说在帮扶太子 不管哪个 对他徐家都没一点好处 英国功夫已然鼎盛 不需要嫁女 更不需要从龙之功 然而一旦纠葛 尽夺敌之中 徐牧愁的头发都白了 一个不慎英国功满门 就没了呀 徐栋叫嚷 不行的话 就带阿姐逃婚 咱们重新找个好的儿郎 让他们私奔 话音未落 又被踢了一脚 这次踢她的是 亲大哥徐磊 你想害死你的姊妹吗 嫌命长了是不是 我就随口说说 徐栋无厌一声 躲到角落 他也知道这话不够闹 那不是在家里头吗 徐夫人在暗处听了半天 红着眼回了后院 推开门 恰巧女儿在她房里 再帮她整理账策 早在徐英白十岁时 徐夫人就教她长家知道 然而她一直不上心 只对恋武有兴趣 如今 还是第一次主动来做这些 你知道了 徐英白笑了笑 外头都传遍了 女儿自然知道了 徐夫人鼻子一酸 搂住徐英白就哭 我苦命的女儿 多怪爹娘没好好调查 就擅自闹出了风波 如今到嫁起来不好拒绝了 娘 就算没有绑下 卓续一事 赐婚圣旨一下 咱们家也不能拒绝的 徐英白比徐夫人看得透 上面摆明了 要利用徐家 给某位皇子铺路 哪里是 他们想躲 就能躲掉的 女儿很感激了 滇梁兄长 还有弟弟为了女儿 做得够多了 徐英白温婉地笑了笑 安慰着徐夫人 女郎总要嫁人的 徐夫人瞧着乖巧 懂事的女儿更难受了 哭得伤心不已 徐英白安慰着她 眉眼温柔中 带着几分哀伤 可能这就是她的命吧 第163章 宁乐布局 公主府 李宁乐收到赢的 两万两之后 也得知了赐婚一事 还叫崔恒生 带着两道圣旨 一起游街 老东西挺会娃啊 这一首宣传 人人得知 英国公敌长女 要被赐婚给新科状元了 恐怕英国公 这回就算知道 崔恒生是男主的人 也拒婚不得 李宁乐嘖嘖称奇 论英还得看皇帝 心太脏了 不过嘿嘿 她更脏一点 崔恒生是她的人也 李宁乐靠上摇摇椅 心情很不错 瞥了一眼 同样满脸喜色的林诺 你也赢了布老少啊 嘿嘿 都是托公主的福 林诺咧嘴一笑 这一下子 足足赢了好几年俸禄 老婆本又添一大笔 叫你办的是如何了 李宁乐没太关注她 跟着自己下注的事 提及这个 林诺正色起来 属下按照您吩咐的 叫在旺城的小六去寻了 却有一块天外陨石 上头隐隐露出一个寿字 个头约莫有三尺半 通体有黑 寿字撒精 非常神异 竟真有 李宁乐本也只是 抱着试试看心太 叫人去找的 没想到真的有 剧情中 这块天外陨石 是男主次年寿臣 寻来送给老东西的 彼时他地位稳固 靠着这个更上一层楼 差点把老东西激动的 当场废了太子让他当 李宁乐眼眸发亮 叫人去找的时候 他并不抱期待 毕竟他不是主角 是男主自己弄出来的 又或者是作者 及时开的后门 谁成像 真有 哈哈 老娘不是天命 但老娘有运气 能重来一次 这一刻 宁乐开心的不行 纵然是配角 他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凌诺他们也很激动 天下竟有如此奇异的石头 公主 这简直是绝佳的寿礼啊 桃花小脸红扑扑的 陛下寿臣将至 这礼物 一定能叫陛下高兴 不再恼怒公主 春菊开心道 不 这陨石不能从本宫这里送出去 李宁乐兴奋过后 很快冷静下来 盘算着这块天外陨石 如何用 才能利益最大化 本宫送了顶多得几句口头赞美 和一些不值钱的赏赐 但换了别人就不一样了 公主的意思 要把陨石的消息 告诉别的皇子 凌诺多少有点政治素养的 脑子也转得快 可以给三皇子 三皇子刚好能在寿宴前归来 修和地的功劳 加上天外陨石的寿礼 萧贵妃一脉 完全可以靠这个 压倒太子这东风 凌诺完全不考虑东宫 不仅仅是平阳公主 和他家公主不合 更因为他看到 东宫对宁乐 没有该有的尊重 这还是他们指望 公主背后钱财支持的情况下呢 都能做出算计公主 赶走胡子他们的事来 等来日登位 岂不是分分钟吐死狗烹 倒是三皇子 凌诺瞧得分明 嫉恶如仇 和公主关系也不错 没干过什么蠢事 还吃得了苦能 亲自到前线修和地 感觉会是个好皇帝 不不不 给三皇兄虽然比本宫送出去好 但也不过如此 陛下不会让他彻底压制东宫的 李宁乐的话 叫凌诺不太理解 为何 陛下不是最疼爱三皇子 最宠萧贵妃了吗 李宁乐笑了笑 真的最喜欢 就不会立太子了 公主的意思 凌诺琢磨着 眉头紧巴巴皱着 若给太子也可 夺敌之争中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要立一够 太子那边一样得低头 凌诺没提 也是不想公主心里不痛快 没想到公主心胸宽广 不在乎这点小摩擦 一切以大局为重 公主 是属下过于小家子气了 李宁乐 不必 他更小家子气 就太子那德行 早被他 拖进不可能支持名单里了 宁乐这人 有时候没骨气 可以为了生存 给人撒娇卖吃 但有时候又很有骨气 诸如太子这样的人 他绝不会产妹 太子而已 又不是皇殿 本宫要把这陨石 让给四皇子 哈 林诺震惊 桃花和春菊 也是一脸猛逼 他们俩不太懂朝局 但也知道 公主和四皇子的仇怨 怕是不比东宫差 甚至春菊隐隐觉得 公主很恨四皇子 不单单因为那个外屎琳琅的关系 是针对他这个人 是 你们没听错 就是四皇子 李宁乐唇叛勾着笑 担奉眼尾微微微上翘 端帝是风华绝带 又运筹带 给他 这块陨石就能发挥他最大的作用 当然 不是给真的 公主 您 您这到底何意 属下愚钝 林诺猛了 李宁乐嘀嘀交代了几句 林诺又瞪大眼 给 给家的 这 这玩意 还能造假吗 李宁乐微扬起下巴 为什么不能 就说你们 你们知道天外陨石 究竟长什么样子吗 不知道 只知道通体黑漆漆 有撒精的寿字 那就是了 用普通的石头作假 告诉他是天外陨石 然后等他献的时候 李宁乐越交代 林诺他们的眼珠子 瞪得越大 到最后 瞳孔震惊 公 公主 真的要这么做吗 要被查出来 怕是要杀头的 是啊 圣上万寿举国欢庆 但凡受理出一点岔子 春菊接下来的话都不敢说 按公主说的 估计要灭九族 李宁乐笑了 安心 陛下能把自己也灭了 更别说他还 疼那死儿子 疼得要死要活 他就想看看 受理出大问题 他会要怎么护着男主 这件事 林诺你亲自办 旁人本宫不放心 他郑重道 林诺呆呆看着宁乐 下一瞬 跪地道 属下绝对不辜负公主所托 是公主给了他如今体面 否则单凭他这样的家事 在薰贵云集的京城 别说做公主亲卫队长 顶多是个皇城护卫队里的小队员 不起眼又泯然众人 林诺出去的时候腿是抖的 公主这要求 一个不慎 他们公主府要被灭光光啊 所以一定要谨慎 慎之又慎 林诺赶赴望城办事 宁乐接到了一位 不相熟的贵女妖铁 邀她逛街 第164章 乖乖 我邀请到宁乐公主了 大商贵女们的日常生活 基本上在 喝茶 逛街 游园三样里穿茶 加上贵人们偶尔的宴会 组成了贵女们 未出阁之前的日子 嫁人后 他们就得相夫教子 几乎没有外出的机会了 以前宁乐在宫里 加上只和陈家一玩 所以这种 邀请她没接到过 后来她嫁人了 小姑娘们的局 找不到她头上 贵妇那边 李宁乐虽是公主 却因侯府微弱 武将不被重视 等等缘由 当然主要也是她 没啥人缘 于是也没接到过邀请 这还是第一次 她收到未出阁女郎的邀约 邀请她的 还是一位不知名贵女 名叫华春 乃金赵尹之女 公主 你要去吗 桃花瞧着那请帖 小声问了句 这段时日 公主不出门 虽然在府内过得很开心 但外头人一直议论 公主是不好意思出门了 因为被陛下训斥 李宁乐和上粉色文化的请帖 去 顺便把小白也叫上 一块出去买买买 桃花开心 那奴婢伺候您收洗 很快 宁乐上了马车 直奔徐家 没过一刻钟 豪奢的马车 停在英国公府门口 徐英白扶着丫鬟上走出来 姿态优雅上了马车 府内 徐栋勾起脖子 张头张脑 大哥 你说有没有可能请公主帮忙聚婚 毕竟她和阿姐关系那么好 说不准愿意 徐蕾 她一巴掌拍在这不成器的二货弟弟脑壳上 不可能 别琢磨了 徐栋眼底划过不甘心 凭啥呀 她好好的阿姐 要被卷进去这些市里头 若崔恒生只是状怨 哪怕父母双亡 是孤寒之人也罢了 她不在乎 反正她将来会有出息 肯定能帮扶姐夫 但偏偏 她和四皇子太子一脉搅合在一块 马车上 宁乐发现徐英白神色不太好 眼下乌青 有些憔悴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徐英白微微一笑 没有 公主 我没事 自从上次踏春之后 徐英白在宁乐跟前 不再自称臣女 两人算是交心朋友了 李宁乐压低声音道 是赐婚的事 你不满意吗 担心会卷入纷争 不是 徐英白摇了摇头 温婉的面孔 带着淡淡任命之色 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崔恒生 挺好的 状元郎 长得也好 那日绑下周旭父兄 特意找了角度 给在马车上的他 瞧过崔恒生 长得的确好 而且他父母双亡 嫁过去 我也没什么婆媳烦忧 全是我做主 徐英白说的这些话 不像是说给宁乐听的 更像是在告诉自己 很好了 别不满意了 凭心而论 崔恒生除了家事以外 当真非常优秀 而英国公府到如今 这般地位 也不需要他架高门 说实话 除了皇族 也没几个比英国公府 更高的门第 只是 他明面上是男主的人 李宁乐明白 英国公府的忌惮和不安 他有心想 告诉徐英白别怕 然还没开口 便被打断 公主 我之所以 有皮色是因为 要准备出嫁的事宜 徐英白抬起头 冲着宁乐温婉一笑 嫁衣这些 要女郎亲自秀 虽然陛下给的婚期不算赶 但是事情还是很多的 李宁乐问了一句 婚期什么时候 半年后 9月17号 是个好日子 有礼部你定挑的 这时间的确不算赶 老东西 就算很想立刻 把英国公府 绑到男主这艘破船上 也不敢太过明显 毕竟前头皇子的婚期 已经惹了一些人注意 公主 到地方了 徐英白温柔开口 打断宁乐思绪 真快 李宁乐看向窗外 这条街算是 他常来逛的一处 从街头到街尾 囊括了几乎 所有女郎们日常用品 胭脂水粉 衣饰珠宝 以及各种吃喝铺子 华春把地方 定在街头的查客居 这样贵女们 可先来这里喝茶集合 之后在一起逛街 宁乐的马车来时 已经有不少女郎到了 下了马车 有下人会把马车 停放到该停的地方去 宁乐和徐英白 一起进了查客居的门 公主 华春没想到 宁乐公主真的会来 而且不仅自己来了 还带来了英国宫的嫡长女 当下喜不自胜 华春见过宁乐公主 查客居其他几个女郎愣神中 机械又激动地喊 臣女见过宁乐公主 我的天 宁乐公主来了 华春什么时候 有这等人卖了 免礼 不用拘礼 坐 李宁乐自然坐在了上手 徐英白刺之 华春是东道主 所以坐在第三位 他眼底带着几分紧张和激动 今天邀请宁乐公主 纯是他一时脑抽 并不抱期待 没想到 公主真会赏光驾铃 其他小姐比华春还激动 他们这个圈子里 精未分明 华春是金兆颖之女 乔治是个大官 但在京城这种地方 最小的就是金兆颖 是以他的朋友圈 基本在父亲同僚里头打转 顶多稍微越级一点点 和侍郎女儿做朋友 但如公主和徐家女郎 这般尊贵的身份 他们想也不敢想了 公主 徐小姐 我给您二位介绍 这位是黄丘梨 她是左逢一黄大人的嫡女 华春介绍完 下手处一位黄群女郎起身 给宁乐拜礼 黄小姐 起来 宁乐汉首 这位是又扶封陆大人之女 陆雨依 随着华春介绍一位 绿群俏丽女郎起身 眼波轻柔 闪着精明讨巧的光 陆雨依见过宁乐公主 公主貌美如仙 臣女一见 只觉得天光都被您盖过去了呢 华春和黄丘梨 嘴角一抽 又来了 陆雨依这个谄媚鬼 哼 陆雨依你这嘴 不愧是陆大人的女儿 你家是不是靠这个升官啊 角落里 一位穿蓝色长裙 发誓是全场第三金贵的少女 杨起下巴 厌烦出声 华春连忙介绍她 公主 这是兵部侍郎之女刘刘 李宁乐看了一眼徐英白 兵部柳家 貌似是小白舅舅家 见过公主 柳柳出列行礼 行完之后 挑眸看着徐英白 挑衅道 表姐 你现在都沦落到参加这样的小节了吗 第165章 聚见卢人家 李宁乐 这二货真是柳家的 犯什么毛病 徐英白温婉如水 丝毫不见生气 我陪公主来的 一句话 不软不硬顶了回来 更有阴影警告之意 柳柳当然听出来了 立刻找播 公主来可能是她体察下官 表姐你这 算是提前适应吗 这话明晃晃在讽刺徐英白 被刺婚给一穷二白的状元一事 对于英国公府这样门第来说 绝对是低价中的低价了 李宁乐微醋眉头 刚要出声 手被徐英白按住 她偏头看她 温婉的少女淡淡一笑 那倒不是 只是你 快到一青年纪了 母亲 叫我顺便过来瞧瞧你 听得这话 流流眼底火苗搜一下起来 劳烦姑母惦记 只如今 表姐你身为英国公敌长女 都只嫁了个状元 我等还能指望什么 说完这话 她眼圈红了起来 真真是怨上了 徐英白猛了 没明白这和她嫁状元 有什么关联 李宁乐却明白了 原来是英这个脑上的小白 小白是英国公敌长女 更是徐家和柳家 这两边最大的女郎 身份最为贵重 却许了个没家事的状元 所以流流认为 这个最尊贵的大姐姐 拉低了他们嫁人的门槛 尤其是她嫁人的门槛 你指望什么 当然指望你爹啊 不然你想指望谁 李宁乐觉得 流流的逻辑很可笑 直白对道 搞笑 当本宫面欺负她的人 当本宫死的 流流背对的小脸一白 绝强道 公主这话对不对 女郎能嫁多高门第 不单取决父亲家族 殷亲家鼎盛 也是沾光的 比如英国公府的主母 是她爹爹的亲妹妹 他们柳家 就这么一个姑奶奶 朝堂之上多有帮扶 朝堂以外结亲这些 他们也能互相影响 李宁乐听她叨道完 微微一笑 与其在这里怪罪你表姐和英国公府 不如回去怪罪你爹 怎么兵部尚书 就是你大伯而不是她呢 怎么就没被封国公呢 还有你 怎么就投胎去了侍郎家呢 怪我家小白 你这弯拐的也太远了些 柳柳尴尬的脸皮通红 这一连串的怪罪 叫她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 臣 臣女身子不是 先告退了 她匆匆跑了 扑痴 陆雨衣很不厚道地笑出声来 太爽了 公主好强 柳柳仗着是侍郎之女 背靠柳家和英国公府 这个殷亲家族 一直眼高于顶 若非当今不看重武将 连带着兵部都冷落眉慎权柄 只负责一些后勤保障工作 怕是她要原地起飞 眼高于顶 华春 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状况 陆雨衣还笑出声了 好在 宁乐公主没怪罪的意思 还问有没有茶 华春连忙叫人上了新茶来 走了柳柳 并不影响太多 很快又来了两位女郎 人到齐了 一共六位 公主 我们先去哪个铺子逛 是胭脂水粉 还是丝绸珠宝 陈女听说 有家铺子 专门售卖游客商人 在各地收集来的小玩意 很是精致喜人 华春因为是发起人 主动开口问道 李宁乐 客随主便 你安排 逛完出来 已经是傍晚了 李宁乐先送了徐英白回府 逛了半天 他心情好了不少 公主 今日多谢 客气什么 若回头他又找你茶子别灌着 有我呢 李宁乐挥舞着拳头 人善被人欺 知道不 徐英白眉眼弯起 好 我回了 回吧 李宁乐叫了亲卫 帮忙把下午买的东西 一块搬进英国公府 之后在马车上 和在门口的徐英白 白手告别 回到府中 李宁乐直接瘫倒 逛一下午 真累 公主 奴婢给您按按 热水马上就好 桃花跪坐在地上 为宁乐按腿 李宁乐哼接了下 公主府门口 卢人家从马上翻下来 怀里揣着在外带的礼物 洗字之灯门 禀告公主一声 我来求见 门房瞧了他一眼 面色不太好看 但到底转身 去禀告了 宁乐得知 卢人家上门求见 随便找个理由聚了 如今和太子那边 视如水火 卢人家他自然不想见 门口 卢人家猛了 不过他被拒绝习惯了 也没真的往心里去 把在外头买的礼物 给门房交代他 一定交给公主之后 一步三回头地上了马 转了个弯 恰巧碰见谢希 谢希瞧见他 冷哼一声 看了他来的方向 立马就反应过来 卢人家是刚从公主府过来 你还有脸找公主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卢人家不解 谢希看他还装无辜 气不打一出来 还装是吧 好啊 我索性和你说个明白 他把这段时间 太子对宁乐做的事说了一遍 什么太子把公主 进献的烟花制造出的人 都赶走换上他自己的人 还有太子妃算计公主的事 简直不要脸至极 做了这些事 你还好意思来找公主 怎么 又打量着琢磨 什么恶毒事 要算计公主不成 谢希看卢人家的眼神 很是厌恶 太恶毒了 这些人 卢人家拉着缰绳的手 紧绷出京 怪不得皇后把自己织出去 说是为陛下找寻受理 别人不放心 只要他去 原来他们 卢人家紧绷着唇 脸色难看至极 这件事 我会问个清楚 说吧 一仰马鞭 驾 还问个清楚 装什么装 谢希才不信他不知道 接手烟花制造处的人 就是卢家找来的 算计公主的 是太子妃 和他的表妹平阳公主 呵呵 敢做不敢当的卢家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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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希骂了好一会 才扬起马鞭 去三皇子府 三皇子要回来了 他得给阿姐报喜训去 卢人家直奔东宫 却在门口被拦住 显然 太子他们知晓 他知道了发生什么 有意必知 让我进去 我有事要见太子 要问太子妃 卢人家立刻 东宫侍卫低头 卢少爷 太子说了 今儿天色已晚 叫您明儿再来 就今天 我今天就要问问清楚 太子究竟何意 明知道他对公主有意 明知道他想做驸马 还算计公主 卢人家怒不可遏的 就要往里冲 侍卫们拔刀相向 卢人家脸色阴沉 就要动手 身后传来他父亲的利盒 逆子 住手 第166章 啊 原来我成亲了 卢家 卢人家是被扭送绑回来的 灯火通明的大宅子里 大厅里头坐满了人 有卢家大房 三房 四房 还有卢人家的父母 兄长 妹妹都在 卢家这一代 是二房长家 大房是述出 没有继承家族的资格 但卢家兄弟姐妹关系处得不错 加上世家规矩 是以他们一大家住在一起 卢人家差点强闯东宫的事 震动了整个卢家 所有人都过来了 卢家主也就是卢人家的亲爹 卢庆锋 恨铁不成钢 你是昏头了 东宫是什么地方 也敢强闯 我没有强闯 不过是想问问太子一点事 卢人家跪在地上 被挺得直溜 瞧他这完全没觉得自己有错的态度 卢庆锋气得头发晕 卢夫人忙劝道 老爷 老爷别生气 任家刚奉了皇后的命令去办事 回来着急见太子也是有的 你还帮他说话 他那是负命的态度吗 他那是卢庆锋说着 说不下去了 要不是他接到消息 去得早 怕是卢人家真能闯进东宫了 唯一个女郎 爹 我出去这段时间 东宫和你们都对宁乐公主做了什么 卢人家抬起头 一字一句地问 卢庆锋和卢夫人神色微变 卢夫人主动开口 想接过这件事 儿啊 你一路奔波劳苦 鲜歇着有什么以后再说 大哥 你告诉我 卢人家见爹娘不肯说 转头问自己亲大哥卢人饼 他兄弟俩关系很好 卢人家和大哥年岁差得有些大 快七八岁 小时几乎是他带大的 卢人饼一早明白 卢人家回来之后 肯定要闹腾的 这个弟弟被保护得太好了 人家 这件事 皇后和太子他们都是以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 卢人家痴笑一声 面露鄙薄 什么样的大局 要算计一女郎 什么样无耻的人 在一边想拉拢人家 一边又对人家下狠手 你们这么做 不亏心吗 卢人家 卢家主猛地起身 抬手就给了卢人家一耳光 他低下头 低吼 谁允许你这般和父兄说话 谁允许你智慧皇后娘娘和太子的 卢人家被打得脸一偏 他幼时练武 父亲席文 一书生手劲再大 也不过如此 然而这一耳光 还是打疼他了 卢人家心口疼 爹 那是我心爱的女郎 我想娶她的 你们这样做 置我于何地 他轻轻地说 声音不大 却叫卢家人都沉默下来 卢人秉面露不忍 想说什么 就听他父亲冷声道 如今你和公主没可能了 卢人家低头 他知道啊 至亲做了这等事 就算公主有那心 他也没那脸面 卢夫人瞧小儿子这样 心里不忍 更多是对宁乐的不满 任家 就算你真得娶了公主 娘也不会接纳她 不说 她是成过亲的女郎 单说她行事乖张无忌 对太子不尊 对皇后不敬 这就不是个好的 是 她是贵为公主 可那又如何 我们卢家是世家 传承许久 更皇后和太子的母族 配她从来绰绰有余 她起身到卢人家身边 继续苦口婆心 而啊 你不知道 前段十日科举接榜 当街就有四个儿郎对她表白 若非她蓄意勾引 行事不减 娘 卢人家打断了 卢夫人羞辱宁乐的话 是旁人和儿子轻慕公主 与她何干 如何怪到公主头上 娘亲也是女郎 何以对女郎如此苛责 那些人轻慕公主 有多少真心 有多少和卢家一样 打量着 谋求公主所带到的财富 你们一边想拉拢 一边又诋毁她 怪不得公主不愿 卢人家每一句话 都像利剑扎在卢夫人心上 你 她脸色苍白 几乎站不住 卢清风及时扶住她 面上全然对卢人家的愤怒 卢人家 家族利益你可以不顾 疼爱你的皇后娘娘 你也可以不管 那你的娘亲呢 你要为个女郎 气死你的生生母亲吗 卢人家将住 慢慢地低下头 神色创然 儿子不敢 新号 公主府 宁乐把玩着卢人家留下的礼物 那是一个刻画得 很漂亮精致的木头娃娃 是个女娃娃 圆溜溜小脸 红脸蛋 樱桃小嘴 最特色的是 那双丹凤眼 几乎和她一模一样 这娃娃真可爱 桃花夸赞道 公主一向喜欢这些 可爱精巧的东西 没想到卢少爷人 粗狂心思 却还挺细腻 春菊轻轻推了她一下 桃花默默闭上嘴 卢家少爷是不错 只可惜 她和太子绑定了 太子太讨厌了 李宁乐欣赏了一会那娃娃 把她放在梳妆台上 一堆娃娃里头最边上 安静吧 是 四皇子府 李一诚看完望成来的信 眼眸硬衬着烛火 带着志在必得 裴二低垂头 多谢殿下夸奖 裴一受重伤以后 裴二就被提认了 这次还帮着她 找到了天外陨石 这等绝无仅有的寿命 李一诚非常满意 叫人快马加鞭送回来 事情之后 本殿下重重有赏 是 城门口 晒得须黑的三皇子 漏夜而归 行至三皇子府底前 他抬起头带着思念 一去快三个月 京城还是老样子 知呀 门房得了消息 早早等着了 一听到动静 立刻打开门 激动不已 殿下 您回来了殿下 嗯 李一凤下了马 随手把马鞭丢给门房 大步进了府底 刚跨入门口 就瞅见一位窈窕女郎 领着一帮下人 笑盈盈等她 看上去大方又温柔 切身恭迎殿下归来 殿下一别三月 辛苦了 李一凤脚步一顿 脸上划过一抹茫然 很快反应过来 哦 我成亲有妻子了 还不是心动的女郎 是父皇乱点鸳鸯谱 李一凤尴尬挠挠头 起 起来 不必多礼 多谢殿下 谢云运起身偷瞄了一眼李一凤 本就俊朗的儿郎 外出风吹日晒 更添了几分男人味 这三个月 她也忘了有夫君的事 每日在府底里品茶弄花 时不时去找宁乐他们串门子 比在规格中舒服太多 没想到 好日子这么快到头了 又得过一方二梦的日子了 第167章 公主 属下发现一座铜矿 这对新婚夫妻本该艳耳 如今客气又陌生 两个人进了后院时 同时进门 撞到一块 又飞速弹开 空气中弥漫起尴尬来 殿下 小厨房炖着鸡汤 你 你喝吗 谢云运主动开口打破 这诡异的沉默 李一凤尴尬的望天望地 本想拒绝 又回忆起母妃凶巴巴的脸 忙改口 那就用一些吧 好 谢云运炖了下 吩咐贴身婢女去端 然后一中炖的喷香的鸡汤 被端过来 李一凤一路回来膳食 自然没家里的好 这惠子 闻着这香气扑鼻的鸡汤 肚子蝉虫一下 勾起来了 捧起碗就喝 以至于 她没看到 谢云运心疼的眼神 这可是公主 送她的珍宝无忌 炖汤可好喝了 她每晚都习惯喝一中 今天 没了 谢云运叹气 算了 谁叫她是三皇子 是她的夫君 李一凤喝完 想起什么 从怀里 掏出一个小包裹打开 里头放着一些东西 谢云运不想偷看的 但她坐在一旁 不由自主 被吸引了视线 一些精美小巧的盒子 一个看上去很讨喜的娃娃 一个木头做的风车 以及一包糖点 这个 给你的 李一凤 本来是没给谢云运带东西的 毕竟她完全忘了自己 澄清这事 但喝了人家鸡汤 总不能一点 表示没有 她在装着胭脂的盒子里 挑了一样 递给谢云运 给 给我的 谢云运捧着东西 表情茫然又无措 对啊 李一凤说完 把其他东西收好 直奔外间 我还是睡外面 你早些安静 一日 李宁乐一觉日上三干 起来后 听闻李一凤 昨夜到的京城 还送了礼物过来 送的什么 公主定喜欢 桃花把东西捧过来 是一个民间手艺人 用竹编的娃娃 那娃娃也不知怎么做的 圆滚滚的 很可爱 头上戴着小帽子 眼睛用黑豆做的 又大又圆还戴着芬芳 外头罩着的衣服 和帽子布料 看上去并不值钱 宁乐却很喜欢 三皇兄 真是有心了 第一次外出 还惦记着本宫 桃花点头 是呢 三皇子人 还是不错的 虽然嘴厉害了点 在公主出嫁前 他们和长乐宫那边 关系不算坏 但绝对算不上后 比起和长乐宫的关系 东宫那边 和公主关系 更近几分 如今看来 人还是不能光看表面 自修和堤 应当很顺利 李宁乐把玩着娃娃 若有所思 再过半月 便是父皇万寿 望城那边 也不知怎样了 顺不顺利 公主莫忧 凌诺办事妥贴 定会顺利的 春菊温盛道 李宁乐汉首 就在这时 亲为王小五求见 公主 东宫那边 传出消息来 说是太子 要把平阳公主许 配及柳家嫡长 子柳如风 但平阳公主不愿意 如今 在绝食闹腾 不过消息 被东宫压了下来 还真被公主说中啊 桃花惊讶又崇拜 不过平阳公主 为何不愿意 柳家门地不低啊 可能是因为陛下 不看众武将 柳家到底还是熏贵 未来前途 基本就在那了 春菊思索着说道 不是 是平阳有心上人了 宁乐说道 而且爱得发狂 上辈子 东宫选的人就是柳如风 平阳不愿意 但到底拗不过太子和皇后 最终寒奋嫁了过去 只是他婚后 和驸马并不亲近 最后还干出了 婚内通奸的丑闻 而通奸对象是 六皇子母家 崔氏大少爷 崔听兰 崔听兰是个可怜人 他压根不喜欢平阳 只是被算计了 出世之后 以通奸罪被处攻刑 啊 桃花瞪大眼 谁啊 崔氏 崔听兰 崔听兰是谁啊 桃花懵懂 春菊神色 微微一变 开口道 你入宫晚不知道 崔听兰是五姓崔氏的继承人 六皇子的表哥 当年六皇子在皇后主持的国宴上 被毒杀 崔听兰作为他最亲近的人 陪侍在侧 也中了毒 六皇子当场毙命 他因中毒不多而捡回一条命 之后却不良于行了 这等情况 崔氏怎可能愿意 接纳平阳公主 东宫也不敢嫁人过去 桃花悚然 是谁干的 皇后吗 在国宴之前 陛下曾经透露 要废太子的意思 所以崔氏认定 是皇后做的 桃花小脸发白 太狠了也太赶了 竟在国宴上 毒杀一国皇子 皇后竟然没事 李宁乐嘲讽一笑 因为有人拿自己的命救了他 谁啊 魏阳公 任家 你起来 皇后看着跪在他跟前的卢任家 眼底心疼不已 你想要做什么 姑母都依你 提亲宁乐是不是 姑母帮你还不成吗 不 姑母 我不配向公主求亲 卢任家慢慢摇头 姑母 任家是个早就该死的人 当初能活下 赖于您的红服 和陛下仁慈 如今任家别无所求 只希望您和太子他日 能对宁乐公主 手下留情 给他荣华一生 侄儿愿意付出一切 说着 他郑重其事的叩首 皇后面色一白 眼底震惊心寒 任家 你这是在用荡日恩情 来要挟你姑母吗 姑母觉得是 任家也不辩驳 只欺姑母心疼侄儿一把 如任家再次叩首 面无表情 等行完大礼之后 转身退出了卫阳宫 皇后跌坐 在凤位上 旁侧心腹宫女忙扶着他 劝道 娘娘 卢少爷 想来只是一时一气 您别放在心上 仔细伤了身子 皇后听不进去 不可置信地呢喃 这个孩子 当日能为本宫 挡在圣怒的陛下刀前的孩子 如今敬畏了一个女郎 对本宫如此说话 她 她 她心口痛极了 更觉得冰寒刺骨 宁乐到底什么魅力 勾得他如此神魂颠倒 一晃几日过去 林诺从望城归来 风尘仆仆衣服 都没来得及换 便来赴命 站在门口 林诺大声道 公主 幸不如使命 很好 李宁乐高兴地就要打赏 林诺却还没说完 公主 属下在天外雨时附近 还找到了一处铜矿山 第168章 宋父皇一片孝心 空气 你说什么 林诺惊讶的声音 从屋内传出 一阵嘻嘻嘻声响传来 林诺不敢抬头 视线落在地面上 那里陡然出现一双 绣着金缝的鞋子 怎么发现的 确定是铜矿 在陨石附近的十几里处 发现的 却有铜 属下去找石头替换时 无意间发现的 李宁乐先是高兴 很快又不高兴了 铜矿这些东西 一经发现就得上交 私人是不许开采的 别说他只是公主 便是皇仔 也没资格开采 大商只有一个人 有资格拥有 岂得地 这怎么可以 李宁乐躲着布 问道 那矿山可有开采 可好寻找 较为偏僻 还未开采 属下之所以会发现 还是无意间 瞧见孔雀石 在深入蛙里会发现的 林诺说着 又补了一句 只有属下一个蛙 那就先看管着 你这人去把那块山买下来 在附近建庄子 李宁乐很快就决定 敲咪咪 把这铜矿扣到自己手里 林诺哑然一瞬 立刻点头 是 属下这就去办 他没问公主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作为亲卫 只要遵从 主子命令就成 好了 你快回去洗洗吧 浑身脏不溜秋的 李宁乐交代完事情 瞥了一眼 林诺脏巴巴的衣裳 挥手让他离开 林诺双手成全 不好意思道 是 公主 这 您这么做万一被陛下知晓 可了不得 春菊扶着宁乐回去 给他沏了一杯茶 没事 不开采 那就是做普通的膳 李宁乐磨了磨茶盏 问道 寿礼都准备好了吗 按您吩咐准备好了 春菊说着 拿来一份礼单 每年公主送给陛下的寿礼 都会是一个很庞然的数字 说价值连成也不为过 公主的孝心陛下定会知晓 借着这个机会 您也好重获恩宠 恩宠 李宁乐垂眸看着李丹 眼底划过几分讽刺 都是假的 不过嘛 他可以把这些变成真的 老东西的恩宠 再虚假 只要在别人眼里是真的 就是他狐假虎威的资本 只要拿捏好度 连男主都得受气 李宁乐和尚李丹 就这些罢 做得很好 无必应该做的 春菊扶了扶身 又过几日 岂得帝万寿到了 皇帝大寿 举国欢庆 京城中的商铺张灯节彩 恭贺圣上大寿 而在这一群张灯节彩的铺子里 公主名下的 胭脂铺和宁家 其他商铺打出全场 一律半价的优惠 说是未庆陛下大寿 一时间 铺子客流爆满 百姓们争先去抢着买 进宫前 李宁乐的马车路过 其中一家客满的铺子 则则称赞 五皇兄这脑子 真适合做生意 父皇大寿 都能给他找出理由来 吸引客人 该说不说 掉前眼里的人恐怖如斯 咸仙宫 五皇子李义雀 一脸打了几个喷嚏 惹得贤飞 皱眉嫌弃 不过叫你起早进宫而已 你打喷嚏恶心谁呢 没有母飞 我刚鼻子痒痒 李义雀揉了揉鼻尖 又道 母飞 这般早进宫到底为何呀 还能为何 你受理准备的什么 先给我看看 贤飞伸手 李义雀摊手 一片笑心 贤飞微笑着收回手 然后猛地操起手边 早就准备好的鸡毛胆子 砸了过去 我打死你个抠嗖的死孩子 一片笑心 亏你说得出口 你要丢死谁的脸 哎 没打着 李义雀学聪明了 早在贤飞去拿鸡毛胆子的时候 就躲开了 母飞 您不是常说 您对尔臣一片 此心难得吗 那尔臣笑心更难得 千金不换 哎呦 李义雀一个 不查被贤飞带住了 宫女在旁柔声提醒 娘娘 不能打脸 会看出来的 贤飞动作一片 把耳瓜子 换成丝耳朵 李义雀耳朵 被撕得竖起来 他急忙抬身 抽着冷气 喊疼疼疼 屁得千金不换 你压就是舍不得钱 平素就算了 今儿可是 你父皇大寿 你怎么能这样不争气 啊 太子 三皇子他们 哪个不是耗尽心思 给你父皇送礼 就为伯他一笑 你呢 送空气 我 我是不一样的 哎呦 李义雀话没说完 就被贤飞一个脑瓜崩打的 哀叫连连 母飞 母飞别打了 儿臣知错了 还不行吗 贤飞也打累了 坐回椅子里 盘起腿 指着李义雀继续喷 这次我替你准备 下次要再讲糊弄 我就打断你的腿 嘿嘿 多谢母飞 李义雀心里美滋滋 一顿打而已 能换不花钱 那就顶顶划算 也不知道 民间他推出的那个活动咋样 办得火不火热 要是火热 得进账多少啊 李义雀 神游天外地幻想 贤飞那边的教育 完全左耳朵进右耳朵 愣愣地敷衍着 直到 这次三皇子 修和笛有功 你父皇定会好好嘉奖于他 恐怕会直接 安排柴使了 等过了寿诞 我会叫郑家 在朝堂提出 让你进朝堂 嗯嗯 李义雀 嗯完发现不对 对面贤飞 露出一丝欣慰的笑 你愿意就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今天寿宴 好好表现 李义雀想说什么 贤飞不给他机会 说了要更衣 就把他赶了出去 启德帝的寿宴 交给了皇后办 所以宁乐一进皇宫 就被请到了御花园 御花园里 一众贵女们坐着聊天 阴阴艳艳艳势好看 瞧见宁乐过来 众女立刻起身 臣女见过宁乐公主 李宁乐刚要说免礼 就听他们又喊 见过平阳公主 靳阳公主 李宁乐回首 靳阳小炮弹一样 扑到他跟前 阿姐 靳阳好久没见到阿姐了 好想你啊 我也想你 李宁乐从荷包掏出 特意给他带的宫外糕点 靳阳嘿嘿一笑 谢谢阿姐 阿姐和哥哥一样 对靳阳最好了 这次哥哥出去 还给靳阳带了好吃的 给母妃带了胭脂水粉 给弟弟带了小风车 李宁乐和一众贵女 含笑听靳阳炫耀着哥哥的好处 平阳神色不太好看 苍白中还带着几分极度 又混杂着嘲弄 呵呵真的吗 那靳阳 有没有问你的三皇子哥哥打算 把你送给哪家联姻啊 第169章 靳阳想和阿姐一起 嘿嘿 平阳这阴阳怪气的话 完全破坏了御花园中祥和的氛围 李宁乐眉头紧皱 平阳 你有病是不是 太子对你不好 你冲他发火去啊 折腾靳阳干什么 呵呵 宁乐 你少装好人 不过是父皇给你下了旨意 叫你称心如意 能随意挑选夫君了 才站着说话不要疼 平阳公主眼眶发红 对宁乐更是度火中烧 如果父皇那道旨意是给他的 他就能和听兰哥哥 双宿双七了 宁乐看出平阳话语未尽之意 冷嘲 怎爹 执意给你 你就能如意了 平阳 你自作多情的本事见长啊 怎么不想想人家那位愿意 不愿意被你喜欢 贵女们眼睁睁看着公主相征 还涉及太子 本想偷偷离开 免得被殃及吃鱼 结果听到宁乐这句话 忽然就挪不动脚了 自作多情 那位是哪位 平阳公主有心上人了 谁啊 宁乐 平阳怒了 同时眼底惊疑不定 宁乐怎么会知道 是不是诈他 这件事 应当只有皇兄和母后知晓 不过 这反而是好事 你别信口胡说 本宫和听兰哥哥是清白的 死 贵女们震惊不已 平阳公主竟然自爆了 等等 听兰 崔听兰 那不是崔氏的大少爷吗 崔氏和皇后一派 是有血仇的 六皇子在幼年被毒杀 当时震惊朝野 死了好多人 皇后差点被废 这件事再朝的 大臣子女都清楚 纵然这些年 崔氏不入朝堂 然没有人会真正忽略 他们的存在 崔氏不入朝 其门下门生学子做官的 却还有许多呢 平阳公主喜欢上崔听兰 这是什么孽缘呀 怪不得宁乐公主 说是一厢情愿呢 谁会爱上 有血仇人的血脉啊 李宁乐 眸底划过一抹亚然 平阳脑子虽然猪一样 却不应该这么猪啊 他掠过平阳脸上浮起微微红 以及紧绷之色 忽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我信口胡说 宁乐扫了一眼身后贵女 从里头巴拉出了柳家嫡女 太子是不是和你爹说了 要把平阳公主嫁到你柳家 贵女们眼神更亮了 我去 太子已经为平阳公主定亲了 柳家嫡女 这 臣女不知 他紧急父亲的话 事已密成 那又如何 本宫根本没答应 平阳直接站出来承认 并表了态 柳家嫡女 他惊讶地看着平阳 很快生气地战红了脸 平阳公主什么意思 是东宫主动和他们柳家提亲的 又不是他们柳家舔着脸求去的 他这什么意思 宁乐垂眸笑了 果然如此 平阳打的这个算盘 故意当众发颠 还自爆有心上人 就是为了叫柳家下不来台 好叫婚事进行不下去 最好是柳家自己拒绝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他这样爆出来 名声可想而知 未来怕是高门显贵 没人会愿意接东宫这时候 太子这边想要利用他 得到政治支持 只能撮合他和崔廷兰 只是 平阳啊 你是不是忘了 公主除了嫁本朝 高门显贵 还有一个出路 和亲啊 平阳公主瞧着柳家嫡女的愤怒 心头暗喜 面上挂起不愤 回去告诉柳如风 本宫非廷兰哥哥不嫁 让他别做梦了 柳家嫡女脸黑了 死 这等不要脸面的话 竟从皇后所出的公主嘴里说出来 贵女们心下亥然 没人敬佩平阳的勇敢追爱 大家都觉得 他的话多少沾了点大病 扑 宁乐笑了 既然如此 他也来顺水推舟吧 少女娇艳的脸上挂着明晃晃嘲讽 崔廷兰真可怜 被你这种人惦记上 还非他不嫁 崔廷兰知道 你这么不要脸吗 怕是听说你的话得 连夜从京城跑路 崔家知道你的想法 估摸着要上表参死你和太子 贵女们无嘴偷笑 公主说话好有意思 比他们想的要一针见血 还有柳家 宁乐继续输出 柳家是倒了八辈子血没被你沾上 你不愿意 恐怕任柳如风也未必愿意呢 这给你得意的 你真不愿意和太子私下去沟通啊 为了你的一己之私 阴阳静阳 把柳家脸皮丢在地上踩 给自己胸掌树敌 不忠不孝不要脸 柳家敌女 解妾 你 宁乐 你闭嘴 哪怕平阳心里是想要这个结果的 也不愿意被宁乐这么挤兑 他战红了脸 干把八戒出一句 听兰哥哥不会不愿意的 本宫替崔听兰回你一句 呸 你 你凭什么代表听兰哥哥 平阳怒了 眼神满是敌意看着宁乐 莫非他私下和听兰哥哥有来往 听兰哥哥可极少出现在人前 要知道 便是他也不过在前年一次偶然机会 惊鸿一撇了崔听兰 之后念念不忘到如今 宁乐如何见到他的 李宁乐笑咪咪刺激他 我就知道 我就能代表 不服气啊 略略略 宁乐 平阳怒不可遏 刚想扑过去揍宁乐 得了消息的皇后 带着人急匆匆而来 平阳 住手 母后 平阳看到皇后一瞬间心虚 很快又淡定 反正已经按照宿娥说的 都做完了 就算母后和太子哥哥生气 也没渣了 开宫没有回头见 柳家不可能再被如此踩了脸面 以后还舔着脸 想上公主 皇后气疯了都快 今天起得帝万寿 他忙得头昏脑胀 结果平阳还出了幺蛾子 本以为他前几日不闹绝食 是想通了 如今看来 哪里是想通了 他是要做大死了 把公主带回卫阳宫 皇后一面冷冷吩咐 一面看向贵女众人 有心吩咐他们不许乱说 只是一看到 宁乐顿感无力 旁的人还好 宁乐断不可能闭嘴的 宁乐冲皇后一笑 嘿嘿 皇后 他心梗转头 看着还想挣扎的平阳 眼神冷立 还不带走 本宫自己走 平阳不满地甩开了宫女们的手 转身离开 此刻他还不知道 接下来要迎接怎样的风暴 李宁乐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眼眸深深带着笑色 正愁没办法把太子 就位到该去的戏台子上 平阳就给了他梯子 不等他吩咐人去办 裙摆被轻轻扯了扯 宁乐低下头 对上静阳扬起的单纯小脸 小姑娘奶乎乎地问他 阿姐 哥哥真的会把静阳送给旁人联姻吗 会送给谁啊 如果真的送的话 静阳想和阿姐一起 嘿嘿 第170章 老实芭蕉的宁乐 宁乐 他忘了 8岁的静阳 恐怕还不太能理解 联姻究竟是什么含义 贵妃保护得真好啊 把他 李宁乐揉了揉静阳的脑袋 眼底极快划过一抹复杂 又艳羡的情绪 给你的点心再不吃药坏了 已经吃完了 静阳翻开空空如也的荷包 小脸笑得灿烂 刚刚阿姐收拾平阳的时候 都吃完了 你个小蝉猫 李宁乐笑了 用手帕给他脏兮兮的小手擦了擦 先去自己玩会 好嘞 静阳哒哒哒跑掉 李宁乐转身对桃花语了几句 桃花圆溜溜 眼睛微微睁大 而后兴奋到 奴婢这就去 李宁乐 记得小心些 公主放心 奴婢在宫里头 还有几个好姐妹的 桃花扑扑拍着胸脯保证 一溜烟跑了 很快 万寿宴开始 李宁乐带着静阳和一众贵女 去往太和殿赋宴 路上遇到了三皇子和五皇子 见过三皇子 五皇子 贵女们纷纷行礼 免礼 李一凤开口说道 众贵女起身 识相地走远了些 三皇兄 五皇兄 李宁乐看着二人 问道 三皇子妃和五皇子妃呢 陪我母妃说话呢 李一凤开口道 李宁乐看向李一雀 发现她其中一只耳朵红彤彤的 估摸着又被贤妃揍了 哦 我这是出门的时候 没注意擦撞了下 李一雀注意到宁乐视线 没什么底气的解释 宁乐笑而不语 佳雪她说身子不是 就没来 李宁乐亚然 是怎地了 可请太医看过没 刚叫了太医去瞧 还不晓得 等我敷衍回去才能知道 李一雀老实说道 闻言 李一凤奇怪道 你府里没有府衣 府衣要不少钱呢 有啥事请太医多好 医术高明 还不花钱 宁乐和李一凤 五皇兄你 真是太抠了 李一凤不可思议道 府衣这种钱也能省 万一你夜间突然疾病 来不及 请太医怎么办 呸呸呸 怎么可能啊 我这么年轻 还这么强壮 李一却连忙呸了几句 又比划着自己的粗壮胳膊 以此证明 她不需要府衣 可是五嫂很柔弱呀 静阳插嘴道 前两天 静阳瞧见五嫂吃点东西 就全吐光了 看上去好可怜呀 脸像白面馒头一样白 李一凤正色道 别省这钱了 赶紧找个府衣留府里 这吃了兔很伤身的 静阳之前 瘫嘴上吐下屑高热三天 哥哥 静阳脸蛋羞红了 怎么能这样戒她短呀 哥哥坏 不能吧 女郎这般柔弱吗 李一却听得也有些紧张 那等我回去 就请个府衣 可千万别出事啊 李宁乐不忍直视 你们两个傻蛋 五皇子妃应该是有喜了 啊 这 真的假的 李一却激动地问宁乐 我要当爹了 李一凤 老五要当爹了 那 谢云运该不会也要有了吧 他们差不多时间成亲了 如果有 应该一起吧 李宁乐郑重点头 八九不离十 五哥 你回去问清楚了 记得给我们报喜啊 这可是我第一个大侄女呢 好好好 李一却这会子 高兴得恨不得即可出宫 但父皇万寿在即 有天大的事 也得宴会结束再说 李宁乐他们往太和殿走去 前头十字公到处 太子和四皇子一行人出现 见过太子 太子妃 宁乐等人行礼招呼 太子神色不太好看 平阳在御花园闹腾的是他知道了 听见宁乐声音的时候 眉毛一皱 很不悦 太子妃替他应酬 起来吧 三弟 五弟 宁乐还有静阳 真是巧呀 你们一起进攻来 不是呢 我单独进来的 先被招待去了御花园 然后遇到静阳和平阳 平阳说 他被太子定给柳家 他不乐意 在御花园当众说了 非崔听兰不嫁 李宁乐老实巴交地巴巴了一通 太子妃 他故意说这话 本就是为了让宁乐闭嘴御花园的事 别乱说 谁想到 这宁乐 性子当着逆反 李宁乐冲着太子妃 无所觉的憨憨一笑 嘿嘿 三皇兄外出一趟 黑了不少 修和地很辛苦吧 李义成出来 替太子妃圆场 笑容温润 也还好 李义峰不嫌不淡地回应 一手牵起静阳 直接往前走 跨过太子 走到了他前面 而后 迈入太和殿 哼 三皇兄威武 要知道 有太子的情况下 谁走他前头 是不敬 是犯忌讳的 李宁乐和李义却对视一眼 两人眼神一个是 不愧是三皇兄 一个是 啊 被他装到了 太子脸肉眼可见的黑了 虽然李宁乐和李义却 还算乖顺 没敢抢先 但他依然很不爽 李义凤 越来越嚣张了 太子 我们也进去吧 太子妃亲握太子的手 柔声道 太子深吸一口气 走吧 他抬脚一马当先 男主李义成 跟在他三步以后 郑华营在他右侧 女主则落后一步 李宁乐挑眉 一段时间没见 女主懂规矩了呀 太和殿 李宁乐的位置 被安排在皇族最末端 她不意外 皇后她们 这是瞧着拉拢不成 开始打压了 公主 桃花本来直奔 最好的几个位置去的 找了一圈 发现她家公主 被排到了这等僻静角落 忙过来 公主 消息传过去了 奴婢还 她低于几句 干得不错 宁乐夸了一句 顺手端起桌上茶盏 鼻尖清秀 又放了下去 咦 去年沉茶 皇后好小家子气 陛下驾到 皇后驾到 贵妃娘娘驾到 太监一连串的通报声响起 宁乐随着众人 一起给启德帝皇后 等人行大礼 高台之上 启德帝先扫了一眼人群 瞧见李一成 带着正非侧非 关系很和谐 满一点头 而后扫了一圈其他人 没瞧见宁乐 她微醋眉头 宁乐没来 皇后心里咯噔一下 赶忙说 来了 陛下 宁乐在那呢 启德帝顺着皇后指的方向 宁乐的位置 被安排在皇室宗庆里头 靠近殿中柱子 皇后这是有意针对啊 不过嘛 来了就行 第171章 大戏开罗 启德帝喊了平身 百官们高呼 谢万岁 而后起身 归座 李宁乐刚坐回去 就听上头启德帝喊他 宁乐 而陈在 李宁乐出列到了殿中央 给启德帝行礼 父皇宁叫陈坐盛呀 他娇娇悄悄的 看上去没心没肺 好像完全不知道被皇后针对了 也没因前段时间被殉斥而起隔阂 启德帝某种满意一闪 小马 能坐肾 朕就看看 你还不行 你的皮猴 少有这般安静时候 这话落在平常百姓家正常 但在皇室中 可就极端不正常了 百官们暗中交换视线 陛下果真 还是最疼这位公主的 皇子中 除了三皇子李义凤 五皇子李义雀 其他包括太子在内 都有一瞬间的妒忌 同时又庆幸 还好 宁乐没有兄长或者胞弟 否则又是劲敌 感觉到那些目光 李宁乐暗中翻了个大白眼 老东西真会演 今日是父皇寿臣 宁向万岁进了一步 儿臣也大了一岁 当然安静了 儿臣现在可沉稳了呢 是个成熟的女郎了 看似解释实则拍马 启德帝被哄得身心舒畅 让宁乐坐回位置上 又问寻了其他皇子公主 主打一个端水 宁乐坐在位置上百无聊赖 瞧了百官位置 崔家这次依然没来 哪怕今日是帝王寿宴 他们也应期地不来 启德帝只当不知道 掠过崔家之后 宣布庆典开始 便是一通无聊又老生常谈的节目 歌舞 戏曲 且都是老曲目 宁乐看得甚是没趣 瞧了瞧对面百官诸人 也是强撑着精神 脸上挂着僵硬的营业表情 宴会就是这样的 一次两次还能新鲜 长久以往老一套 没几个人做得住 而且因为皇后主持宴会上 出现过被投毒事件 导致他们都不敢吃东西 这简直双重折磨 这种时候就得来点刺激的 李宁乐回首瞥了一眼桃花 桃花立刻垂手 给他倒了点果子酒 这个姿势低语了一句 一切就绪 李宁乐闻言眼眸弯起小狐狸的弧度 清了清嗓子 而后 父皇 儿臣有节目要上 他位置有些远 这一嗓子 先叫周围的百官贵女们 探来视线 带着点亮光 高台上的启德帝 正和贵妃皇后二人对影 依稀听到一句节目 谁在说话 他问 回父皇 是宁乐 他说 有准备节目给您贺寿 坐在前头的李一凤 帮宁乐传话 李宁乐此刻 还没带说话 皇后便不悦道 宁乐 你在折腾什么 萧贵妃痴笑一声 皇后办的宴会 又臭又长 还不许旁人出点新鲜主意吗 萧贵妃 注意你的言辞 皇后眼眸一冷 萧贵妃妩媚一笑 转头拉着启德帝袖子 陛下 您就看看 宁乐准备了什么节目呗 这丫头惯来巧思的 启德帝当然不会在这会 服了一只宠爱的贵妃面子 否则自己宠爱贵妃无度这件事 就会惹人起疑 加之今日还等着看宁乐送什么寿礼 她自然有了点耐心 贵妃都说了 宁乐 你便安排了巧巧 还请父皇和诸位娘娘 以及大人们 移步太和门前一关 李宁乐说道 启德帝 准 一行人出了太和殿 太和门前有一大片空地 着了太监们临时搭了座位 启德帝他们坐下 很快 一行四人挑着东西进来 他们有的身子高大 有的矮小 面容有黑发亮 头戴一顶竹边帽 很是局促跟在太监身后 在离看台很远的地方停下 有一人匆匆跑来 李宁乐站在台阶之上 发好施令 即刻开始 尊贵人命 那汉子双手交织摆了摆 随后弯着腰退了回去 到现在为止 包括启德帝在内 所有人都没看出舍马门道来 天色渐暗 他们又离那么远 表演能叫他们看清吗 这些议论 宁乐都听见了 他微微一笑 不做解答 远处 那些人正在动作 打开拉风箱 从挑子里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碎铁 放入甘泥锅中 拉风箱嗡嗡声响起 火苗和炉底飞起的炭花 在黑夜中 率先点亮了一道绚丽风景 有外放过某地的官员 眼睛发光 一句 打铁花脱口而出 众人猛然 什么打铁花 那官员正在解释 远处锅炉里的铁块 已经融成铁水 专门做这一行的汉子们 摇起铁水 经过他们特殊的手艺变化 远处砰的一下 就见汉子们飞速离开 评端着什么 往前跑了一小段距离 而后往上一抛 又狠狠用手中木板那么一击 碰 清脆的声音传遍太和门 与此同时出现的 是不逊色之前 烟花的绚丽场景 金灿灿的铁花 犹如金蛇飞舞 流光一彩 铺满了整个天空 填满了所有人惊艳的瞳孔 这场景 就如火树樱花 不变人间 贵女们 哇 好漂亮 百官 ad警号 ad百分号 ad人民币 警号百分号 失信大发 皇后鼻子都气歪了 想找太子倾诉 扭头发现太子不在 更生气了 启德帝则牵着萧贵妃的手 不由自主起身 观看着满天的浪漫 李宁乐站在众人之前 台阶之上 目光随着这些 打铁花工人们的动作而起伏 眼底带着所有人 都没瞧见的疯狂 别着急啊 这才是前夕呢 星号 烟花质造出门口 悄然离席的太子 急吼吼地问 平阳进去了 可还有旁人 回 回太子 进 进去了 守在烟花制造处的小官吏 哪里见过太子这等尊贵人物 一时间紧张到口吃 他这样子 叫太子越发着急 担心平阳和崔天兰 发生什么不可挽回的事 影响到他 太子一把推开那小官吏 直接冲进了烟花制造处 平阳 平阳 你给本宫出来 这里都是太子的人 所以他没顾及地喊着 里头 平阳正在找人 平阳哥哥 平阳哥哥 你在哪里啊 平阳来了 你快出来吧 他声音小而颤抖 又带着几分甜蜜的激动 第172章 差点五分熟的太子 平阳哥哥平阳喊了好一会 都没找到崔平阳 他眼神有些失望 难道那小宫女骗了他 说崔平阳在这等他 却不见人 若真是如此 回去之后 他定要打死那剑柄 平阳哥哥 平阳又叫了一声 忽然听到回应 平阳 平阳你在哪里 平阳面色一喜 刚要说话 却惊觉这声狠耳熟 太子哥哥 糟糕了 哥哥怎么来了 万一被他知晓 自己和平阳哥哥逃出宫 私下见面的话 肯定会拆散他们的 想到这里 平阳不敢出声 偷偷躲了起来 担心走漏风声 太子只带了暗卫来搜 烟花制造出地方很大 一时半会 他根本找不到人 太子又怒又急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呲的一声 没等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 砰的一声巨响 在他眼前炸开了 刹那间 刹子烟红 与此同时 太和门 碰 打铁花 是一项循序渐进的 民俗艺术 四个人逐一增加 绚丽成倍加大 启得地他们 看得正在信头上 呼的一声巨响 而后声声接替交叉传来 轰鸣着 仿佛暗夜天空中的闷雷 最开始 无人在意 直到五颜六色的烟花 炸在铁水打花的 金灿灿背后 映衬着半边天 都亮如白昼 好看极了 那 那是什么 谁家放烟花 放到皇宫附近 来了 不应该啊 皇宫附近 应当没人这回在家 等等难道是 崔一家还没说出口 就听公布的正尚书 哀悠一声 那 那里是公布所在的方向 怕是烟花制造处走水了 这下子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岂得地站起身 惊怒 来人呐 速速去救火 看这样子 怕是整个制造处的烟花 都被点燃了呀 快 快去救火呀 烟花制造处 今日应该没人在吧 陛下万寿 恩典百官休假 所以没人 就在众人庆幸之际 有人冲进来禀告 陛下 太子和平阳公主 在烟花制造处中 花 全场寄静 皇后脸色刷一下苍白 百官们 尤其是太子一脉的官员 几乎是一下子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差点吓得跪下了 太子怎会在烟花制造处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人可就出来了 启德地沉声问 火 火势太大了 烟花一直在燃爆 来禀道的侍卫擦着汗 回到 皇后两眼一翻 就晕了过去 卢家人吓风了 盲围了过去 皇后娘娘的叫唤 人群中 如人家转身 就往烟花制造处奔跑 百嫁烟花制造处 启德地要稳定人心 更要表现对太子的重视 亲自带人前往烟花制造处 打铁花自然而然停了下来 李宁乐跟着队伍 吩咐了桃花一句 给他们双倍赏钱 把人送出宫 奴婢明白 桃花一副身子 离开队伍去办 烟花制造处 离皇宫不算远 家之有伙事众人走得急忙 不消许久 就到了地方 到时 里头刚冲出两个人来 其中一个头发丝 被烧成了爆炸头 脸黑的像去挖过霉 身上衣服被烧得灰一块黑一块 聊了好多个洞 若非那一抹明皇 以及称着她的人是卢任家 众人险些认不出她的身份 太子李一四 此刻毫无太子气度 四二 皇后冲了过来 被卢任家拦住 皇后稍安 太子没事 太子身上还带了不少火星 若伤了皇后不好 周朝宫人急急忙忙上来伺候太子 卢任家把人交给皇后 扭头又要冲进去 任家 你别去 危险啊 皇后真心实意地担忧 如任家 平阳还在里面 说完 直奔火场 烟花的伤害并不算太厉害 只是集中在一块的时候 害人而已 当然也不是一点伤害都没有 比如 太子因为离得近 差点被炸成五分熟 若非他有暗卫以命相护 加上自己多少有点身手 怕是宁乐他们过来 直接就能吃席了 比起太子的惨烈 平阳其实好不少 他躲的地方 没什么烟花燃料 只是瞧着外头着火 不敢出去 外头 太医给太子检查了一遍 确定只是一些表面伤之后 皇后松了一口气 萧贵妃很失望 贤妃谋底 也划过一抹失望 启德帝面色瞧不出什么 他现在更想知道 火究竟是怎么起来的 结果问了一圈 谁都不知道 气得启德帝脸黑漆漆的 映衬着还没扑灭的火光 有些猙獰 回皇上 此次施火尘估计 是因为烟花配比不对 以及新手生疏导致的意外 公布员外郎林绍辉咬咬牙 颤巍巍出列回禀 他一句话叫正尚书 李一成 太子等人神色都变了 这个小官 竟敢内涵他们 什么叫佩比不对 启德帝瞥了宁乐眼 莫非是他故意留了一手 林绍辉垂着头开口 回陛下 烟花佩比 虽然有严格按照之前的主事胡子 给的制作 但陈根过一段时间发现 新手和老手之间有着细微差别 有时候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这话其实是对的 公布一些官员们 碍于正尚书和太子的关系 不敢出声 实际上这年头 老师傅的能耐 比想象中不可替代 启德帝又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他心头叹息 承儿到底心急了些 把那些老师傅赶走的一个不胜 这能不出岔子吗 不过他能理解 承儿想积蓄力量 自然就不能留老人在这 否则 不干净 还好 这件事表面上是太子的意思 父皇 儿臣就说了吧 烟花制造出的人不能换 瞧瞧 这才几天哪 就出这么大事 李宁乐脸上明晃晃 带着我 是爱看笑话的表情 太子 差点就被烟花炸熟了爽不爽 何必呢 为这点小钱 他做了个鬼脸 一脸扬眉吐气 太子 皇后怒瞪宁乐 想说什么 被太子摁住手 这件事是他们理亏 但也受了教训 如今在出声 会叫父皇不悦 百官们垂头不敢 露出什么多余的表情 宁乐公主真敢说 这时候出来一点不怕 被恨上吗 启德帝无奈瞪他一眼 差不多得了 小气劲 无脑蹦出来 幸灾乐祸 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 那可是太子 李宁乐 撅嘴 暗暗翻了个白眼 要所谓格局有屁用 忍一时睡不着觉 退一步给他脸了 给他们嘚瑟俩月 还不够大方 全天下谁不知道 他宁乐公主罪 大 方 第173章 卢人家要去远方 卢人家找到平阳 外头伙势小了许多 但平阳不肯出去 表哥 我不能出去 万一父皇母后问起来 他这回才知道怕 卢人家懒得理他 把人救出来 已经是他为皇后他们 做的最后一件事 至于他们又要折腾什么 卢人家一点不想知道 闭嘴 卢人家打断了平阳的 喋喋不休 把人拎了出去 习武之人 第六个小女郎 那跟拎大白菜似的 把人丢到御驾前 卢人家行礼道 陛下 皇后 平阳公主 平安无事 皇后看到 平阳气不打一出来 差点绷不住 一贯的端庄典雅 平阳给父皇母后请安 平阳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请安 岂得地微眯眼眸 平阳 你来烟花制造处作甚 回 回父皇 平阳心乱如麻 不敢说真话 又担心被看出来 太子见状 悠悠一叹 回父皇 是我和平阳 想亲自用烟花为您祝寿 不想斗生意外 礼您了 呵呵 太子真能瞎掰 还用亲自搬烟花 这话 鬼性 偏偏启德帝信了 你们俩有孝心了 父皇很欣慰 太子如今还不能打压 得捧着些 平阳松了一大口气 哥哥还是疼爱他的 启德帝不在这件事上多纠缠 反而看向旧人 而被撩了衣袍 身上有不少伤的卢人家 人家 你忠勇可嘉 为救太子和公主 不顾个人安危 朕要赏你 皇后和卢家高兴起来 总算有件好事 如任家跪地 那就请陛下恩准任家一件事 哦 你说 启德帝目光扫过宁乐身上 意味深长 带着点故意纵容和鼓励的意思 卢夫人神色变了 想说话被卢庆风拉住 只得眼含警告 卢任家看都没看母亲一眼 低头沉声道 任家想去封城参军 此言一出 启德帝愣了 皇后和卢家众人瞪大眼 去 去哪 任家 你这孩子 犯什么糊涂呢 封城那等苦寒之地 你去了作甚 还参军 卢夫人不便说话 说话的是皇后 她是真的心疼卢任家 封城和西蛮交界 常年要应对西蛮来犯 边境别说百姓 士兵就是郡守 也几乎三年两换 动不动就被西蛮人杀害 卢任家去了 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皇后和卢家自然不肯 任家 你当真想去封城参军 启德帝扫过皇后和卢家众人神色 原本怀疑 他们想染指兵权 这惠子倒不像 也是 卢家一门权势书生 他们对武将敌在骨子里 根本不可能 也不会让自己孩子去做这些 是 请陛下恩准 卢任家叩手 眼神坚定 余光扫过启德帝身旁 略有哑然的宁乐公主 她隐晖咽下心头苦痛 不能保护她 也不想和家族众人同流合污 就当她懦弱 逃避吧 任家 卢夫人捂着嘴 眼泪蓄积在眼眶 此刻连御前不能施仪也忘了 卢庆风硬着头皮出裂 陛下 小而顽劣是一时说了婚话 您别 爹 儿子是真心要去 为国尽忠 卢任家执拗说道 卢庆风瞪着他 你闭嘴 请陛下恩典 卢任家索性扭头给启德帝磕头 气得卢庆风差点晕过去 逆子 他要气死他这个爹吗 你是皇后侄子 卢庆的爱子 只做参军太过苦寒了 朕不能答应 启德帝指尖妈撒 话语暧昧 眼看皇后和卢家人 露出几分期待 诱导 不过你就太子和公主有功 又想为国尽忠 朕自然不能叫你失望 参军就不必了 做个郡守 替朕好好守护封城百姓如何 郡守是文臣 但在封城这种地方 是能管点兵的 否则西蛮来饭不好弄 同时 上方还有周牧压制 而周牧全是他的心腹 不用担心 卢任家握了兵权 对他造成威胁 皇后忍不住 陛下 任家他 话没说完 就被卢任家抢了先 多谢陛下恩典 任家领旨 卢家人心态崩了 尤其是卢夫人 眼前发黑 心里不住后悔 要早知道 把孩子逼到封城去送死 他宁愿 让卢任家上了公主 这场闹剧 没影响接下来的寿宴庆典 但很明显 地后心绪皆不佳 卢家人更是如丧考彼 太和殿 歌舞重新上了新的 百官们经过刚当的闹剧 一个个精神的不行 这歌舞竟也好看起来 上了两三的节目之后 便是皇子公主们送礼欧不是 竟先受礼环节 这是百官们最爱看的 尤其是宁乐公主 每年送的东西那真是 奇珍一宝 只有他们没见过想不到的 没有公主这边寻摸不到的 不知道宁乐公主 今年会送陛下什么受礼 一位官员伸长了脖子期待到 旁边的户部上书接话 反正价值不会低于这个书 他暗中比划了个手势 眼中冒着金元宝的光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钱会入户部 在户部官员眼里 宁乐公主是他们很想上去舔一口呸 抱大腿的财神奶 每年户部钱不够的时候 宁乐公主就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 跟在太子身边最先贺受的平阳 露出极恨的表情 有几个臭钱而已 有什么了不得的 平阳 太子目不挟视地低贺了一句 别再惹事 好好献受礼 是 平阳缩了缩脖子 和他一起上前 太子送的是一尊 亲自雕刻涂抹的彩绘木雕佛像 特意请高僧加持开光了的 平阳送的差不多也与佛有关 启德帝信佛 大商官员基本送礼 都会投其所好 启德帝面露微笑 表扬了太子和平阳 孝心可嘉 接下来是大皇子李毅农 李毅农送的是一套纯金佛经 由高僧攒刻 奉上时 还赢了一首自己做的贺寿诗 上表启德帝 启德帝想起 有段时间 没给这个树长子好脸色了 如今三皇子师大 太子略逊 得福一下 龙儿这礼物 真真是用心了 去年的镇灾差事办得不错 年关忙 年头又是 恩科镇还没好好赏你 启德帝说完 李毅农感激替灵跪下 都是尔臣应该做的 用不着赏赐 李宁乐扑了一声 拖腮同情 又带了几分看好戏的意味 真可怜哪 又一个和他一样 被忽悠瘸了的 第174章 提早准备的 切 镇计说要赏你 便不会收回 大皇子更激动了 本以为今日父皇寿宴上 出了这些糟心事 心情不悦 没想到 父皇到底还是记挂他的 李毅农真情实感的叩手 多谢父皇 他期待极了 是封王还是升官 无论哪个 都是好极了 德飞微微坐直了些 余光傲然扫过贤飞 哼 还是他的儿有出息 镇想想 说的时候嘴一撇 说完启德帝才犯难 怎么赏赐李毅农 正常都是给升官 封王 但启德帝想扶李毅农一把不错 却不想叫他太高 皇子中第一个王他是打算封城的 只是没机会 恩赏东西也不太合适 启德帝扫过在场所有人 目光落在李毅凤身侧的谢云韵身上 灵光一闪 你后院中一直没个主事的 如此 正便给你赐个婚 还赐谢家女霸 启德帝随便点了一个 谢家二房嫡女可在 谢家座位席中 谢云一猛了一下 很快狂喜 快不到了殿中 臣女谢云一叩见陛下 助陛下俘如东海 寿比南山 启德帝扫了一眼 点头 便是你了 农儿 叫他给你做正妃可好 李毅农 这 和他想的不太一样啊 就算不封王 起码给我升官吧 谢云一小脸翘红 眼波韩春看了一眼身旁的李毅农 太好了 他成大皇子正妃了 虽没谢云韵嫁得好 却也不差 好歹德飞还是他亲姑母 怎么也比脾气不好的萧贵妃 来得好伺候 贤妃瞧着德飞呆滞的脸 笑盈盈 德飞姐姐 您怎么这样表情 是高兴坏了吗 那怎么不谢恩呢 德飞脸一黑 憋屈地从座位起身 下蹲 臣妾和农儿谢 陛下隆恩 李毅农赶紧附和 起得弟哈哈一笑 很满意 起来吧 李宁乐差点没笑疯了 哈哈 谢家本就是大皇族的母族 这次婚和没次有什么区别 不是老皇帝 你赏不起就别赏啊 叫人一上一下的 多可恶啊 哈哈 李宁乐憋笑的小脸通红 他赐作是一位宗室郡主 见宁乐低着头郊区颤抖 桌子被他整得一晃一晃的 吓得默默远离了一些 同时心里暗想 宁乐公主 不会有什么不可严肃的疾病吧 大皇子狱卒谢恩回了去 这场赐婚 除了他和德飞 所有人都很开心 大皇子之后 便是三皇子李义凤 带着妹妹静阳 上场送受礼 奇怪 三皇子不是还有个弟弟九皇子吗 他怎的没来 你不知道吗 九皇子体弱多病 不能来人多的场合 体弱多病 为什么不能来这里 体弱多病是好听的说法 直白的说就是 傻 听说九皇子动不动发点可吓人了 私下里还咬人 你怎么知道的 被九皇子咬过 那还不是 说话之人听的这声音 有点陌生又熟悉 扭头一看 坐在位置最前头的宁乐公主 不知何时过来 看似八卦 实则笑得很冷 嗯 说啊 还是你在他床榻底下 瞧见他咬人了 公 公主 我 我胡乱说的 您饶了我这次吧 乱八卦的女郎脸惨白 额角流汗 其他女郎更是吓得净声缩回脖子 妈爷 讨论九皇子被宁乐公主听见了 他万一嗓子吆喝出来 他们就完了 之前问九皇子的那个女郎 恨不得回去前几个呼吸抽多嘴的自己 就你会说话 李宁乐 你叫什么 哪家的 我 我叫李庆叔 文贡郡公之女 公主 求您饶了小女这一次 李庆叔脸白如指 要不是担心被皇上他们发现 他恨不得原地给宁乐磕头求饶 郡公是大商宗室里最末等之二 属于还有爵位 但快没了 零点皇族给的恩赏 凑合过日子 李宁乐瞥了李庆叔下白的脸 就这胆子也敢智慧皇子 谁给他的勇气 九皇子是有点小毛病 太害羞了 便是本宫见了他都羞红了脸 不好意思 所以这种场合不叫他来 李宁乐淡淡说道 李庆叔和其他几个听八卦的宗室女们 忙不迭地点头 是 公主 是我胡州 再也不敢了 我们也不会瞎传 希望是真不敢 未来要是本宫听见什么傻呀之类的评价 李宁乐笑眯眯的 一点没有杀气的样子说道 本宫一律认为是你散步的 然后如实告诉贵妃 不说告诉皇帝 是因为皇帝会顾及宗室 维护他的人德名声 顶多小城大剑 但告诉贵妃就不一样了 他真的敢为儿子杀人的 九皇子是贵妃一块心病 谁碰 他都会发疯 李庆叔颤抖着唇 是 是 小女明白 明白 李宁乐满意回了位置上 落座后发现 旁侧的有个女郎离他又远了些 他没在意 而是两眼放光看着店中 静扬他们 献完受理了 接下来 就是男主上场了 李宁乐搓手期待 李宁成上场了 带着他的正侧二飞 手中捧了个暗红色的木盒 还上了锁 这是多怕别人掉包啊 哈哈哈哈 还是本宫有先见之明 从源头给你造假 李宁乐忍着笑 期待等待着 连李宁成他们 说了一大堆的屁话 都能忍受了 李宁成不仅做了贺寿诗 还是七步成诗 一举惹的百官议论赞赏 李宁乐吹了下额尖碎发 恶意揣测 肯定是提早准备的 哼 李一凤 切 早早写好诗来这里装作 走七步念出来 给我我也行啊 他声音不大不小 压过了百官赞扬 也压了启德地 刚要脱口而出的夸赞 百官 还 还挺有道理 李宁成面若温欲 嘴角不可闻地抽了抽 当他是他那个草包吗 一首诗 也需要提前准备 还好 他的重头戏本 也不在一首诗歌上 见仁见智 厉不厉害 有没有才华 未来所有人会明了 于是他汗手一笑 不做解释 端蒂是无双容人之气度 李一凤 哼 李一雀 一 李宁乐 则 高贵的男主上前一步 父皇 诗歌的确不算什么 而臣的贺寿里是这个 天外隐石 天外隐石 殿中气氛一鸣 百官热切 启德帝瞪大眼 是的 此时哪儿臣意外所得 石身有黑如铁 尚用金色寿字 金色乃帝王之色 寿恰逢父皇万寿 此乃天在恭贺 宁万寿之喜啊 李一诚浅笑 然然看着所有人 被他的话震撼 一撩衣袍 跪地叩手 而臣公主 父皇与天同寿 大伤永垂不朽 万国来朝 好 第175章 赶天动地的孝心 启德帝龙颜大悦 那叫一个激动啊 忍不住脱口 出一个好字 台下 皇子们神色各异 尤其是太子 脸色很不好看 老四得了天外隐石 这等奇特的受理 竟一个字 没和他透露过 安得什么心 来 快呈上来 启德帝迫不及待 要看看他的臣 特意为他寻来的 天外隐石受理了 其实他不管送什么 自己都会很开心 但天外隐石 这等奇珍异宝 足以叫他面上有光 可以毫无忌惮地 夸赞于他 奖赏于他 启德帝心里赏赐 都想好了 封王 天外隐石 这等祥瑞物件 足够封王 封号的话 叫李布好好挑一个好的 然后再给刺一栋 东街最好的宅子 对了 就宁乐之前 买下的那栋 就很不错 启德帝面带红光 期待不已 李一成嘴角含笑 双手捧起手中的 暗红木盒 高流下来 替皇帝接过受礼 在给皇帝之前 身为奴才 需要打开看一眼 确认没有危险 再承给陛下 咔嚓 木盒打开 高流目光迅速扫过 而后露出震惊的表情 笑迎迎道 陛下 真乃其实也 启德帝这下 迫不及待从龙椅上下来了 两旁的百官勾长了脖子 想探一探究竟 李宁乐离得稍微远了些 为了方便看戏 往前凑了又凑 寻了个机会 挤在谢云云和李义凤中间 李义凤瞧见后 往旁边让了让 叫宁乐好 坐在他的垫子上 不过宁乐没坐 而是和他一样 半拉起身 等着揭幕 盒子在启德帝跟前打开 露出里头的天外陨石 如李义成所说 此其时通身黑如墨铁 崎岖又奇特 在石头中央 隐隐有一金色寿字 果真奇特 果真奇特 启德帝激动的呀 捧着石头 假意找着角度欣赏 实则是故意在百官和宁乐 瞧瞧这是他儿子送他的 这是老天特意为他贺寿 而降下来的 这说明镇之功绩 天地可表演 同时更说明 他的尘儿 孝心赶天动地 李宁乐觉得 老东西想炫耀 又不好做太直白 实在扭捏极了 于是非常好心眼地开口 父皇 这天外陨石真那么奇特吗 可否也让我们有荣幸观赏观赏 您这胡论一过 谁看得清呀 百官们暗地点头 是呀是呀 他们眼珠子跟着石头跑 都没来得及看清楚了 这陨石究竟长什么样 和普通石头不一样 在哪里啊 启德帝有了台阶 立刻展现出对宁乐的疼爱 好 就如宁乐所言 高流搬来一琉璃木桌 放在九龙顶旁边 让王公大臣们 与朕一同欣赏 谢陛下隆恩 百官们激动 高流这人 搬了一通体雪白的琉璃木桌来 与天外陨石形成极致对比 也能叫人看得清楚 木桌 放在帝王专用的九龙顶旁边 天外陨石被摆放上去 燃烧着的龙咸香 飞出鸟鸟烟雾 在空气流动下 弯曲如跳跃的仙女 裹着那天外陨石 带上几分惹人惊异的神奇 百官得了启德帝恩典 可以近距离观看 但只能三俩结群地来 先从身份最贵重的丞相 英国公 以及宗室王爷们看起 丞相一向老成谋国 连嫡长女和他撕破脸 指责他靠原配嫁妆 才得以到如今地位 把嫁妆要回去时 都不曾有过丝毫变脸 冷静地给了银票 如今在这天外陨石前头 却生生露出几分震惊之色来 却是奇特 这寿字浑然天成 比风锐利至极 丞相好一顿夸 英国公徐木跟在他身后 眼光硕硕 据说陨石坚硬如铁 做成兵器 能削铁如泥 只可惜 这点只能做一把剑 若有大片大片的这种 大伤将士们 武器就能升级了 这石头真真不错 比我府里的都要好 宗室目前最年长的王爷 肃公王摸着胡须 赞叹不已 肃公王是出名的好石 府中收集不少奇怪石头 还专门空出一间大宅 放堆砌成山的石头 供自己赏玩 肃公王一句夸赞 叫启德帝 面色更加红润起来 李一诚哪怕再有心计 也悄然露出了几分得意 李宁乐 林诺这小子 造假都搞这么好质量 真不愧是他 回去还得赏 前头三位大佬的高度赞誉 叫百官们更加心仰难耐 他们一时半会看不到 只能勾长脖子 努力眯着眼端向 是挺好黑 虽离得远 却有种独特飘渺的 天上之物气质感 不愧是天外陨石 丞相和英国公瞧完就下去了 肃公王倒有些恋恋不舍 只是瞧见太子过来 眼神不太友善的样子 连忙溜了 太子身后跟着的是两部尚书 护部和礼部 围着天外陨石三人 也是表情震惊 但震惊的各有不同 太子本以为老四搞噱头 没想到真有个寿字 心里越发泛酸更是警惕 护部尚书眼冒金光 若是有矿山该多好 这要是矿山得多少钱 礼部一边震惊 一边在脑子里疯狂翻书 一会该引用哪个典故拍马批号 太子心里多不高兴 面上就得多高兴 长篇扩论了一番 李一成多么有孝心 又主动为李一成请恩赏 父皇 四弟孝心感天动地 得赏 岂得弟含笑 太子觉得赏赐些什么好 太子微微一笑 准备说一些普通恩赏打发了就行 就在这时 旁边的护部尚书忽然惊叫了一声 这字 这字怎地颜色变了 字 字也变了 李部尚书的声音颤抖起来 妈爷 这个字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李一丰听到这话 好奇要上前看看变成什么了 袖子忽然被拽住 回头瞧是宁乐 三皇兄 太子在那呢 你就别凑热闹了 这场大戏 当然要由太子来揭幕 最为合适 旁的人 谁上谁倒霉 太子好奇回头 什么字叫护部和李部两位尚书 出现这般神态 他回身走了两步 刚好与感觉不对的李一丞 一起到了天外陨石跟前 原本黑漆漆石身上的天然金色寿字 不知怎么的颜色变身 逐渐呈现一种 不怎么吉祥的暗红色 如果单单是颜色变了 也还能敷衍过去 坏就坏在 那个寿字 他也变了 太子神色大变 忍不住脱口而出 是个死字 第176章 显眼包大皇子 神李一丞当即就想反驳 然而他眼睛落在那石头上 好似头顶有雷 当头轰下 炸得他脑袋一片空白 原本应该是吉祥的寿字 变成了血淋淋的死字 笔锋边角处 还如流血一般 带着森然感 怎么会这样 李一丞俊美的脸 刷一下惨白 如何都想不明白 好好的陨石 为何会出现这样大的变故 启德帝快步走了过来 当看到那石头上的字 差点没昏死过去 别说上位者就是普通人都会觉得晦气 暴怒 何况是一国之君 今日还是他大寿 启德帝只觉得眼前发黑 要不是高流扶着他 一声一声叫唤着陛下 陛下您可还好 陛下可能真的当场就没了 启德帝抬起手 毫不犹豫 给了李一丞一耳瓜子 啪 打得好 李宁乐在心里鼓掌 恨不得魂穿启德帝身上去多来两下 李一丞脑瓜子被打得嗡嗡的 第一次知道父皇手劲这么大 大到他感觉到嘴里冒出了铁锈尾 李一丞双腿一软 直接跪下 额间全是汗水 嘴角溢出丝丝血迹 父皇这件事有蹊跷 定然是有人陷害臣 请您明鉴 而臣绝无一丝一毫诅咒不尽之意 启德帝打完也后悔了 他自然看得出来 这件事是有人在作局 会是谁 太子吗 李一丞狡辩的话 和父皇投来阴冷的视线 让太子又惊又怒 陷害你 你得的天外陨石 可有人知晓 便是本宫都不晓得 你为父皇准备了 这赶天动地的孝心 户部和礼部尚书 趴鸡跪在地上 高呼冤枉 他们没碰到那石头 绝不可能做什么手脚的 请陛下明察 臣等和四皇子无冤无仇 更不知晓 他今日会送天外陨石 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做坏事呢 李一丞怦怦磕头 父皇 而臣绝无坏心啊 真是有人陷害 请您明察 太子一脉的大臣 纷纷出列为太子宝举 说太子不会做这等事 皇后哭唧唧道 陛下 太子您是知道的 他断不会做出 这等阴谋诡计之事的 启德帝被吵得恼人疼 他不知道 到底是谁在背后 做局算计了成儿 是太子 大皇子 三皇子 义或者是旁的人 然而不管是谁 都该死 今日 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帝王权威 不容任何人的挑衅 太子已然冷静下来 父皇 而臣已是太子 陷害他作甚 有必要吗 他这话 本是最有力的证词 是啊 太子从小就被立储 才华资质都算不错 这些年没犯过大错 即便陛下宠爱贵妃之子 也从没让他真越过太子去 太子的地位 还算稳固的 退一万步来说 便是想要陷害谁 也轮不到这个小透明皇子 三皇子 才是太子的心腹大患 但太子万万想不到的是 就是他这句话 反而叫启德帝毛骨悚然 生腾起一股子 做贼心虚的怀疑 太子和皇后 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探听到圣意的可能性太大了 会不会是察觉了 他对诚儿的不同 跪下了杀手 又或者是有人 透露了出去 启德帝目光扫过高流 带着凌冽的杀意 高流后背一炸 浑身抹了 糟糕了 陛下不会以为他 透露了什么出去吧 然而即便知道 高流也不能当众跪下 请罪辩驳 否则启德帝 会叫他死得更快 高流脑子飞速转动 该怎么打消帝王一律 启德帝目光深邃 看向太子 语气意味不明 或许你不是针对老四 而是贤镇 在这龙椅上坐太久了 想要尝尝龙椅的滋味 太子一听这话 脸色惨白如指 和李一成一起拼命磕头 父皇 而臣不敢 而臣不敢的呀 父皇明鉴啊 皇后差点绝过去 陛下 陛下 太子绝对不会有这等 大逆不道的心思的 太子一脉的臣子 陛下 太子纯笑至极 不会行此天打雷劈的事的 请明明鉴 真的该被天打雷劈的宁乐 小心地抬头看了看垫顶 这么后 应该劈不到他吧 公主 你在看什么 谢云运注意到 宁乐动作顺着他一起看了看头顶 没事 宁乐一脸深沉 毫不心虚地说 就是想着 四皇子和太子 哪个会被雷劈 李一峰听到这话 低笑了一声 太子又不是疯了 他干这是没好处的 好处嘛 当然是有的 就如启德帝说的那般 师父登位历史上 又不是没有 但太子的确是 干不出这种事的人 他但凡有这魄力 上辈子也不会被男主 当血包吸 吸到最后才发现 草 内奸在身边 而发现之后 他怎么做的 如果是别人 肯定是要砍了 这背信弃义的东西对吧 太子呢 太子他气病了 宁乐记得当时 读到这一段剧情的时候 力气满满的他 生生气笑了 太子 就是个表面仁德 暗地小人 真打起来耸包的活 不过现在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启德帝在避重就轻 转移话题啊 李宁乐小小声 带着不太理解的天真 不管坏人是谁 把这诅咒大不尽东西 送到父皇跟前的是四皇兄吧 他有罪的呀 这话 启德帝没听着 他耳边充斥着太子磕头 男主狡辩哭丧 皇后哭唧唧说 太子不会这样的陛下的声音 萧贵妃听见了 贤妃听见了 大皇子和德妃 自然也听见了 萧贵妃和贤妃没动静 看戏一般瞧着殿中热闹 一个稳如泰山 把嫌发挥到极致 唯有德妃眼眸闪了闪 觉得这是个 示好太子皇后的好机会 没看李义成这个媒娘的货色 跟了太子以后 都能混上不少实权了 德妃给了大皇子一个眼神 大皇子立刻出列 父皇 而臣以为这件事 首要罪责 应由四皇子父 天外陨时是他敬献的 出了岔子 何该问罪 而不是在这里推锅搪塞 启德帝正庆信 把聚焦从成儿身上挪开了 就听得李义农 这句正义发言 差点气死 这个蠢货秧子 有他显眼的时候 非得这惠子蹦出来机歪 大皇子出列 他身后的谢家 和零星几个臣子 也出生帮腔 太子一脉 更是抓了救命稻草 剑指四皇子 开始疯狗屎抨击 第177章 启德帝极限二选一 大皇子所言甚是 这寿礼是四皇子呈现的 出了问题 和该他来承担 如何能怪到太子头上 太子尊贵 何以对四皇子这等无权无势 没有任何威胁帮衬之人下手 杀鸡烟用牛刀 在这之前 没人知晓 四皇子要送什么 便是有岔子 也是他个人的问题 四皇子一直以来不受宠 说不准对君父起了什么大不敬心思 故意诅咒 也未可知 启德帝脸色清黑 看上去像头即将喷发的暴露海胆 这些人 一个个的 竟敢如此蔑视他的城 一句又一句 为太子开拓便罢 言辞之间 讥诚而未卑 他的儿子 他能不知道吗 绝不会对他这个君父 有一丝一毫的 陛下 太子冤枉 我等冤枉啊 一声淒厉的破罗嗓 响彻大殿之上 打断了启德帝的思绪 震得他差点一口气没上得来 是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是东宫铁杆 历来礼部掌管皇室祭祀等大宗礼仪支庆典 是正统的狂热拥护者 前朝有位皇子 未分低微 不受重视 其母是卑贱的行宫宫女 无论在身份 财学 亦或者任何方面 他都不堪为君 然 他阴谋诡诀 端着一张闲的人皮 哄骗了当时最受宠爱的大皇子 积蓄力量 私下撬了不少 臣子到自己手下 杀兄逼腹 成了不折不扣的暴君 最终被我朝先祖推翻 还有魏朝 有位大君王膝下儿子众多 各个人中翘楚 后卫争夺王位自相残杀 血流成河 以及还有 礼部尚书抱住启德帝大腿 口若玄河的 向启德帝证明 手足相残得多 侍负得少 一旁冷汗津津的李义成 被喷得一脸菜色 再次开始磕头 说尘没有 礼部尚书话里话外 给他定了罪 意思是 他陷害太子 企图上位 可他真没有 礼部尚书抬高嗓音 带过了李义成的狡辩 太子是最为和善温慈之人 便是和三皇子殿下多有摩擦 也从未害过他 如何会对他出手 有何必要 有甚好处 一连三连问 李义成插不上嘴 也不用他插嘴 礼部尚书声音陡然缓和下来 明明清却穿透力十足 陛下 宁可知扶苏公子 启德帝身躯清颤 李义成面露绝望 其他大臣更是沉默悲痛起来 扶苏公子 是曾经大意捅过的 千古一帝之嫡长子 被清定的下一任皇帝人选 他仁慈 温和 为了争夺权柄 有人假传圣旨 李不尚书谋光浓郁 又意味深长地扫过李义成 都对君父有着比天还深的敬畏和爱戴 而就是这样纯粹忠厚之人 一朝不慎被害死 说到这里 李不尚书的声音激昂 之后 王朝就这样崩塌了呀陛下 伴随着李不尚书慷慨激昂的言辞 一同响起的 是大殿之中的钟 古 庆和奏 宁乐偏头去瞧 是李不的官员 不知何时跑过去 再为尚书奏事 瞧瞧在场所有人 被这一句话一段乐给震撼的 效果极其无敌好 李宁乐 不愧是李不 把祭祀那一招 搞到这个场合来了是吧 真是好样的 乐得威力 加上李不尚书的嘴皮子 现在启德帝被架起飞了 若这时候还不处置李一成 那便不对 不仅于李不和 不顾太子 罔顾朝纲 更是透露出暧昧可怕的讯息 启德帝的一片雌腹心要暴露了 而要处置的话 李一成不会丢命 却会彻底失去 争夺皇位的资格 诅咒君父 无论是他所为 还是被人陷害 都足够剥夺掉他的政治资本 让原本有可能投效他的大臣 不做任何考虑 这比要了李一成命还难受 启德帝难以抉择 那么 我亲爱的父皇 您会怎么做呢 李宁乐脱腮 眼眸朔朔 漂亮的丹凤眼尾上翘 勾勒出愉悦看好戏的弧度 启德帝藏在龙袍中的手 捏成了拳头 这个寿日 过得糟心又难忘 李一成抬头 眼底带着惊恐 和深深的如目懊悔 替泪横流 父皇 而臣自知错无可恕 万死难辞其咎 而臣领一切罪责 只求您别生气伤了身子 顿了顿 他收了泪 露出坚强神色 一字一顿道 然而臣就算死 也要说个明白 而臣绝无一丝一毫 对君父不臣之心 天外陨石之事 是有人陷害 这番话情真意切 别说启德帝心如刀锥 不少大臣都被感动了 隐隐生出一股子 四皇子也很惨的感觉 至少 被陷害这件事上 他们是信的 然而 就算是被陷害 他的罪也大过天 若陛下追究计较 以后这皇位 绝对与他无关了 不过 好像就他现在的能力和势力 本来也没资格 在这场夺敌争斗中 获得什么吧 顶多是站位 说到站位 四皇子一直跟在太子身边 等同他的派系 那他有金玉种种 他二人关系 得 从龙之宫 可能都要飞了 想通这个关节的大臣等人 都忍不住 怜爱了这位倒霉的 小可怜皇子 太惨了 到底谁啊 那么狠 李宁乐 嘿嘿 我啦 害羞羞点 JPG 这些念头 不过眨眼变过 大殿之上的气氛 冷洁如冰 所有人在等启德帝的决断 启德帝也在短短 数个呼吸中 有了决断 不仅仅要保诚儿 而且还不能暴露 他对诚儿的心 现如今绝对不行 那就只能 他目光瞥向某一处 一宁就收 李宁乐毛发都炸起来了 他能在几岁时 入启德帝的眼 后续十多年受宠 靠的就是察言观色这位父皇的心思 时时讨欢心 所以他刚刚一个眼神 宁乐就知道 这老东西要放什么屁 先前想赖太子头上转移注意力 这回又盯上李宁凤 做什么 肯定是要拉他下水啊 是 一个四皇子不够格 若 针对的是三皇子呢 亦或者 反过来 三皇子做的局 针对的是太子 配合李宁凤最近修和地功劳 贵妃受宠 皇后太子被禁足贬斥 贵妃他们起了废太子心思 是不是很合理 电光火时间 李宁乐抢先开口 父皇 儿臣有话要说 第178章 剧情更改我来定 岂得地酝酿好的话 被宁乐打断 略有不悦 不过他人前灌来会装的 对宁乐浇灌 立刻缓和了神色问 宁乐要说什么 这种时刻感冒头 不愧是封号虎丘的公主 真虎啊 只是瞧陛下的态度 大臣们再次感叹 陛下对这位公主 当真宠到骨子里了 贵女们羡慕不已 如果是她们在这等场合插嘴 十之八九要挨板子的 大伤 家里 有云 女郎不可抛头露面 不可插嘴意识 不可 反正 很多不可 一同跪在李宁城身旁的陈嘉仪 微微抬眼 乔治宁乐踏着自信步伐 在所有人目光中 走到圣怒的启德地跟前 他随便服了服身 这动作算不上规矩齐整 然而启德地 没有一丝一毫指责的意思 而他 在如今场面 没有任何说话的资格 只能跪在一旁 甚至连求饶都不敢大声 以防惹了暴怒的君王更生气 两相对比 父皇 而臣以为这件事 不仅仅太子皇兄无辜 四皇兄也是倒霉无辜的 李宁乐一开口 就为李宁城讲情 别说启德地亚然 就是李宁城本人都觉得奇怪 但他面上 立刻露出几分感激 多谢皇妹为我说话 今日殿中无人为他仗义直言 他明了是因他卫卑 若今日他是太子 不 哪怕是大皇子 近况便更有大不同 宁乐此刻出来 莫非是雪上加霜的 但他话里的确在为他说话的意思 难道是玩雪中送炭那一招 哼 那未免太看得起自己 就算他宁乐受宠 此刻说这些 怕也没用 那可有大用了 李宁乐很清楚启德地这人的心思 道貌黯然 很多时候 他想做的事 从不通过自己的嘴里说出 而是用手段迫使其他人做 这样便是有坏名声 也别人担 比如 上辈子踩着他给女主好名声 是爱屋即屋 不 是为了给好儿子铺路 比如这回他想做的 用李义凤来和太子斗 把李义成摘出去 知晓他的意思 李宁乐自然不会眼睁睁 看着三皇兄替他背锅 更不会如他所愿 这场戏就算要换个走向 也得由他来定 哦 宁乐在为你四皇兄求情 启德地秀中手微松 语气不明 看上去并不生气地问 也不算求情吧 李宁乐怎可能给男主求情 他恨不得在男主骨灰上 都撒辣椒面 让他下去都上火 而臣只是认为四皇兄没那么蠢 不会在宁大寿上出这种岔子 那你是觉得有人作梗 也不是 李宁乐摇头 他这样子给启德地准不会了 有些不太高兴 宁乐你到底想说什么 别卖官司了 很简单啊 有可能这天外陨石就不是什么祥瑞石头 可能就是个不吉利的玩意呢 李宁乐语气单纯 但这话叫启德地他们皆是一正 是啊 他们所有人都没考虑过一个可能 会不会没人作梗 而是这石头 天生就不是祥瑞的东西 不过朝堂这帮黑心肝的直觉不可能 且就算如此 四皇子也有罪 大臣们没来得及开口 宁乐便有预料的长篇大论起来 自古以来 生死被人忌讳 却是客观存在的 若不忌讳 这就不算晦气的东西 若忌讳的话 那所有人都别穿红色了 那是写的颜色 不吉利 还有黄色 既可以是尊贵的象征 也可以是 说到这里 他小脸皱疤起来 像是想到什么不堪回首的回忆 殿中贵女们 也纷纷皱疤起来脸蛋 救命 公主殿下 您打什么比喻不好 比喻这个 脑子里又回忆起来不好的画面了 完了 这辈子都忘记不掉了 大臣们 李一诚之前出的丑 他们可都知道的 被宁乐一提 脑子顿时有画面了 爱马 犹如斯文 启德帝最开始没反应过来 宁乐那个停顿的含义 但听到此起彼伏的抽气声 以及心爱儿子李一诚那 陡然垮下去的脸 立马想起了两个月前 他当众出丑的那件事 宁乐这个没尊卑的丫头 拿什么做笔不好 启德帝内心咆哮 面上还要做出沉思 而后挂起几分 被说通的和颜悦色起来 因为顺着宁乐这个解释下来 完全可以彻底洗刷掉成儿的罪过 比他想的办法 伤害更低 是啊 忌不忌讳生死 和聚一块石头上的字眼 忌不聚这死字 那么一切诅咒 不禁就不存在啊 哈哈 没错 就是这样 启德帝龙颜大悦 好 宁乐这话说得极好 生死本就是大自然的自然法则 无需忌讳 百无禁忌视为王 百官 啊 这样嘛 陛下记不记会 那之前气什么 这帮人各个人惊一样 帝王大悦了 毛被宁乐公主捋顺了 不管真不忌讳 还是就颇下吕豪把这是结果 他们配合就是 于是 百官一个个跪地高呼 吴皇英明睿智 盖过古今 太子一派的人自然不会自讨没趣 在这时候 还紧咬着不放 他们目的 只是为了把太子 从这莫须有的陷害罪名里捞出来 再悄悄打打一番敌掌 太子等品德标签 给朝臣们加重一下印象 而大皇子 他本就是为了讨个太子好 这回皇帝自己想通了 他叫的也最欢时 嗷嗷拍彩虹屁 启得帝想通了吗 当然不可能 人要真能这么容易 把一些忌讳的事不在意 就不算人了 更别说站在封建王朝权力最顶端的人 他们比任何人渴望长寿 比任何人讨厌 死这些字眼 只不过如今情况是最好的安排 诚儿和太子经此一事 怕有了裂痕 留着三皇子和太子斗 也算给他多一重保障 最重要的是 只要他不忌讳生死 诚儿就不会被影响到未来继位可能性 而且 这件事在旁人眼中 多数会认为是他疼爱宁乐 他说话管用 对他宠到极致 宁乐这个女儿 果然罪得他心 启得帝乔宁乐的眼神 多了几分真心 宁乐 你的寿礼呢 给父皇看看吧 看完 也好借机会给赏赐 之前在太子的世上 到底委屈他了 这次便赏点实际的 李宁乐黑黑一笑 父皇 儿臣什么时候 让您失望过 啪啪 娇亲的小公主 拍了拍两下手 外头早就准备好的 宫女太监们 并排而入 每个人手中 都端着一个木托盘 上头物件 用绒布盖着 瞧不见具体是何物 但 户不上书一嗓子 极品黄梨木 叫所有人瞪大了眼 乖乖 仅仅放东西的托盘 就是用一寸千斤的 黄梨木陈设 太教授无度了吧 户不上书 眼睛瞪得像同龄 最先入场的太监宫女们 揭开手中绒布 旁边有人宣读 宁乐公主 贺寿的李丹 极品东珠 108克 海外南红珊瑚首串 李丹 足足宣读了 小半个时辰 整个太和殿 被填满了奇珍一宝 视觉震撼无敌 户不上书幸福的恶一声 嘴呼呼晕 在作息位置上 好多钱 第179章 三句话 让我爹丢做官 户不上书 恨不得把那些奇珍一宝 统统拉到国库里头去 全拉走 全拉走 当然 他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 岂得地会骂死他 但还是好想要 呜呜 这么多钱在眼前 却不能碰的感觉 你们知道有多难受吗 坐在户不上书 对面的李一雀 顿住吃东西的动作 眼珠子绿油油盯着那些东西 和户不上书一样 透露出同样渴望的光 统统搬走 全搬到五皇子府去 全场和户不上书 李一雀心情很类似的有不少 羡慕嫉妒恨 已经不足以形容 他们是真的想据为己有 宁乐公主 真的太有钱了 哪怕每年他都差不多 这个下人的规格 但他们依然会被震惊到 启德地表情很惊喜 眼底却很平静 今年和往年没什么差别啊 不过 宁乐今儿表现比以往 都让他舒心 启德地再次龙颜大悦 宁乐你这孩子就是如此 孝心满满 春节那会的烟花 就已经让震非常高兴了 李宁乐听得他提及烟花一事 微微挑眉 老东西想做什么 看样子帮他心肩拨这个事 叫他开心到要上天了呢 这次的赏赐 或许会有惊喜 朕记得当时你特意把烟花 敬献给朕 如今可还好 这就是鼓励他 再告状一次了 李宁乐 那能不接花茶 前头迫不得己 违心一句 太子皇兄无辜 可把他委屈死了 不好 父皇 宁乐漂亮的小脸上 等时扶起委屈 眼神瞥向太子 带了几分愤怒 而臣的烟花制造处 被太子夺了去 若非太子如此罔顾兄妹之情 今日也不会被烟花 炸到这般狼狈了 说着 他又幸灾乐祸起来 真真报应 太子 前头还觉得 宁乐有长进会 以得抱怨的 启得地和百官 不是 您真是一点不装啊 那怎么也是太子啊 你怎么这样麻糊 何况就算告状 也不能这么告 对此 御史台张大人 眼含笑意很是欣赏 宁乐公主直率坦然 却不鲁莽胡来 都以为他 这般是得罪太子皇后 也不想想 是谁在示意他 做这些的呢 只要顺着 那位的意思走 他怎么闹 也不会出事的 比起一根筋 不会一点拐弯的同僚们 他反而觉得 宁乐公主 要成阎官定会有所作为 可惜 女郎不能围观 公主也不行 就在这时 启得地开口了 那若朕把这烟花制造处 重新赐给你 你有把握不再出岔子吗 哎 李宁乐眨巴了下眼 表面单纯懵懂 内心疯狂卧槽 这个重新赐给他 话里玄机满满 尤其结合后面那句 有把握不出岔子 正常情况下 即便胡子他们 还在公布烟花 制造出任职 出不出岔子 也和他没关系的 启得地这话里的意思 明显不仅要让胡子他们回来 更是要他接管的意思 是真正接管 给他观作的意思 宁乐觉得自己 是不是想多了 启得地这老东西 断不可能对他这么好 不单是他本来 对自己的宠爱 就是装的 单就一点 大商对女子苛刻程度 不可能出现 他的这个想法 正这么想着时 启得地又笑 怎么 高兴傻了 还是没听懂 父皇 而臣没听懂 李宁乐老实巴交的回 朕有意让你入公布 专门管烟花制造处 华 太和殿中死一般的寂静 停顿了好几个呼吸之后 大臣们爆发出强烈的反对 陛下不可呀 陛下 万万不可 女郎怎可入朝堂 是啊陛下 公主虽孝顺有加 也得胜心 您想恩赏 便是再次封地也可 入朝为官 万万不可呀陛下 陛下 女 礼部尚书又冒头了 但这次 启得地压根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他 烟花制造处 本就是宁乐上交才得以存在 由他管理无不可 正义已决 宁乐 你可愿意 这完全强压众人的态度 让群臣废然 然而二十年的君臣相处 让这帮臣子很清楚 今日接二连三的大事 已经触及了启得地怒火点 此刻再建言 绝对是触大眉头 于是 众人间怒目瞧向宁乐 眼神警告威胁他 不许答应 否则后果自负 李宁乐 不是 他看上去像这么软弱 被吓退的小包子的 对男主暂且忍让 是因为头顶 有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启得地 他们这帮酸儒生 算个什么小下面 当然愿意啦父皇 不过 你要改尘封个什么官呀 宁乐笑容灿烂 得寸进尺 直接要官职 启得地一正 他是考虑把烟花制造处 给宁乐真正接管 却的确没想过 给他分官位 如今 宁乐张口要了 他不好不给 思考了下 制造处通常是由主事两名 主事上头 是由工部分管 各部门的原外郎 直接管辖 原外郎 从六瓶的小罐以 给也就给了 原外郎吧 不过是单管你的烟花制造处 启得地还是做了限制的 工部有四大部 工部 鱼部 水部 屯田 现在独立出烟花制造 看似给了特殊 实则限制这个原外郎权柄 李宁乐心知肚明 但这个惊喜 的确是他万万没料到的 能做官的公主 古往今来 少之又少 在大商更是没出过一个 宁乐欢天喜地 宁乐多谢父皇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小女郎娇娇翘翘 可爱极了 启得地露出几分笑 揉了揉宁乐的脑袋 疼爱神色 异于言表 而在他们父女两侧跪着太子 太子妃 四皇子 四皇子正妃 侧妃 甚至还有皇后 这等是他人无误 只对宁乐和颜悦色的态度 较群臣惊骇的同时 更添对这位公主的不满与愤恨 比之从前更烈 启得地纵观全殿人的神色 满意勾勒勾纯 不过一个小官 就叫众人仇恨值注意力尽数 转到了宁乐身上 以前怎么没发现 宁乐还有这等用处 如此 又多了一条 可以帮茬积蓄力量的法子 有宁乐和太子他们 吸引百观注意力 他的尘儿可以放心大胆发育了 启得地那一闪而过的神色 被宁乐悄然收入眼中 他垂下眸 压住眼底悦然纸上的野心 只算计男主多没意思啊 他被启得地启发了更好的办法 用他来开刀拿拳 父皇 就靠我们 鹿死水手了 第180章 陛下 是在偏袒四皇子吗 看着启得地对宁乐的态度 李逸诚又急又现 这等温和慈爱 他从没享受过 父皇连正眼都没看过他一次 本想这次靠天外陨石 一举夺得他的亲眼 不想出了这等大叉子 到底是谁 背后算计他 如此狠毒 如此高端的手法 竟让他没察觉出来一丝 还是说 裴二是叛徒 李逸诚垂下谋 不管是不是 裴二不能留了 办事不利的废物 还有家里那些人 也得仔细排查 陈嘉宜震惊地无以言表 启得地竟然让宁乐做了官 一个公主 竟然能参政掌权 笑话 便是唯一女皇帝 最宠爱的女儿太平公主 也没真得到过这些权柄啊 他得到参政权 还是靠帮助自己 亲歌为帝之后才有的 宁乐有什么大贡献吗 没有 香噪 烟花这些惊人的创意 还是从他这里偷走的 老天爷到底为什么 对他这么好 难道 这是个以宁乐 为女主的玛丽苏文 人人都爱他 人人都宠他 把他捧上天 回想宁乐一直以来的诡计 所有人对他出奇的好 无论他做出什么离谱的事 没人怪罪 即便烟花制造出那次 他被启德帝责骂哭了 可如今才多久 就把烟花制造出赐给他 让他做了圆外郎了 所有之前的责骂 不过是为今日铺垫 陈嘉宜不寒而栗 如果李宁乐是 玛丽苏小说的团宠女主 那他 他是什么 和女主做对的 炮灰女配吗 启德帝回了玉座 宁望着下方还跪着的四皇子 太子等人 先让太子和皇后他们 起来回去坐 之后开始对男主的发落 言辞之间 疯狂捧宁乐 对他展现出极致宠爱 陈嘉宜脸色白到透明 趴在地上 余光不住 看向一旁的李宁诚 带着悲怆和惊恐 就像他那些被剽窃的作品一样 他们不过是李宁乐 这个团宠玛丽苏 尚未路上的点缀 该怎么办 认命吗 李宁诚心乱如麻 父皇狠狠地生斥 叫他恐慌加倍 跪在大殿之中 额尖冒汗 战战兢兢 被骂的头都不敢抬一下 哪里有空注意陈嘉宜的小心思 等约莫过了一炷香 启德帝迫不及待收了话头 下达最后指令 宁乐特意替你求情 朕也不计较这些生死之论 只是大罪可恕 却不可不罚 折四皇子李义成 罚奉一年 禁足三月 无诏不得出 儿臣多谢父皇龙恩 李义成面色苍白 垂手磕头 眼底泛起波澜 是劫后余生 更是一动猛逼 一旁萧贵飞眯了眯眼 这惩罚 是不是有点过于轻飘了 李宁乐弯弯笑颜 高高拿起滴滴放下 父皇啊父皇 你到底还是心软了 也不想想 朝堂上傻叉多 老狐狸却也不少啊 百观中 的确有人琢磨着不太对位 却不动声色 暗中观察 而宁乐口中的傻缺官员们 齐齐怒视于他 眼神和看货水没什么两样 坚定认为 要不是他 四皇子绝不会被从轻发落 李宁乐无视那些利剑般的眼神 施施然从三皇子位置 回到自己原本位置上 偏僻不说 大柱子挡着 那些百观一下子瞪不着人了 更气了 李宁乐黑黑一笑 这还得感谢皇后娘娘 重回奉作的皇后 失魂落魄 今日这寿臣 对他打击颇大 最疼爱的侄子 执意要去封城 未来依仗的儿子 先是差点被炸伤 又在大殿上 险些被攀污 最后还丢了刚到手的烟花制造处 哦 还有 他的好女儿 当众毁了和柳家的亲事 做皇后以来 因为萧贵妃和陈妃她没舒心过 却也没今天这么堵心 让人想发疯的 皇后和太子 怜苦地像六月里的苦瓜 又皱又黑 这是结果 再往后头的宴会 总算平平无奇 再没出波澜 万寿宴结束 群臣回府 今日之事被他们反复谈起 有谈资 有八卦 更多是怒骂宁乐公主 霍国就要殃民 彼时 宁乐正快快乐乐地吩咐桃花 你叫人连夜去召回胡子他们 明日就去交接 是 公主 桃花喜气洋洋应声 春菊眉梢眼角挂着喜色 同时又有了几分担忧 公主 奴婢瞧那些大臣样子 不会善罢甘休 您日后恐怕要辛苦了 李宁乐瞧着春菊 没说话 春菊摸摸脸 公主 奴婢说错什么话了吗 春菊 你变了不少 以前的你会先说 女郎不能围观这等话 然后操心这个担心那个 心思都重了不少 李宁乐欣慰不已 夸赞 这样的改变很好 有了这些改变 至少说明心脏越发强大了 未来不会轻易被小事欲结 打倒 春菊一正 似乎没想到宁乐会这么说 而后被夸得小脸一红 沉稳妥贴的她 难得休难紧张起来 公主您谬赞奴婢了 奴婢耳如目染下多少 也要有点长进的 桃花黑黑笑 是啊 女郎怎爹 就不能围观呢 我们家公主可是公主呀 只要陛下愿意 谁也说不得什么 李宁乐笑捏了桃花的小脸蛋 桃花聪明 说得没错 只要父皇愿意 旁的大臣即便有意见 最大的用处 顶多瞎鸡歪把了 被残 被骂 她就没再怕的 新号 长乐宫 陈渝洛宴帮萧贵妃拆卸发誓 萧贵妃难得没有欣赏自己的盛世美颜 而是在发呆享世 入宫二十年 且一入宫 就得盛宠和当时的陈妃平分秋色 萧贵妃自认对启德帝 还是有几分了解的 陛下表面宽人 实则为帝者深沉又记仇 家之到中年后对身体保养格外上心 膳食养生 平安迈一天三次 这样的人 会不计会寿臣当日 被送了死字石头 要说是因为宁乐 再疼爱 也不该这么轻轻接管 正常不该是禁足 起码是幽靖几年 要知道早先遛皇子的事 没有直接证据 就是皇后所为 仅凭这个 陛下就能三年不入皇后宫 让中宫形同虚设 虽然当年是有 陈妃家催家施压的缘故 皇后背后也站着卢家呢 萧贵妃心头陡然冒出一个 奇怪的念头来 陛下 该不会是在保护这个老四吧 第181章 启得帝的杀意 这个念头 着实又可怕又可笑 萧贵妃当即就要 拍妃这个想法 然而可能是美人第六感 或者别的 她又回忆了下李一成的背景 母妃早逝 本人也不算出色 在皇家能受宠的皇子 只有两种情况 母以子贵 儿子受帝王喜爱的同时 母族背景也强大 子以母贵 须得母妃读得恩宠 然而老四的母妃早就没了 四皇子的生母 宫中可记载什么身份 陈于回 奴婢记得是陛下在外姓的孤女 没带回宫过 那四皇子怎么来的 小贵妃威足秀眉 老四太透明了 以至于她都没什么印象 这回提及 她忽然发现 这个冥冥 在她奉儿后出生的孩子 低调又神秘 按理说 德姓女子都会被记录 再次带入宫中 更别说怀有龙寺的 据说当时被姓了之后 养在宫外 生四皇子后 血崩离世 不过皇上并不在意这个孩子 就叫人随便丢在后宫养着 成年就开了府处去居住了 所以 娘娘您才不记得 陈于顿了顿 又轻声补了一句 对了 四皇子的府邸 可偏了 种种迹象显示 陛下对这个儿子 当真漠然的警 完全不当一回事 既然如此 今日这么大事 就禁足三个月就算了 萧贵妃记得 上次大皇子和德飞他们 被驸马拉下水 还禁足了很久呢 过年都没放出来过 正想着 外头传来 启德地驾道的通报 萧贵妃赶紧接驾 臣妾见过陛下 爱妃快起来 启德地上前一把 扶住萧贵妃的小手 眉眼温柔疼爱 一如往昔 萧贵妃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又说不明白 不过启德地在这 她得尽心伺候 叫人拿了些宵夜进来 帝妃一起用 托皇后的福 六皇子那场毒杀后 她的宴会 没人敢真吃东西 所以 每次参加完宴会后 就鸡肠碌碌 同时也因为这个 每次启德地都会来她宫中 让皇后本就不多的事情机会 雪上加霜 用膳食 萧贵妃心里装着时 没什么胃口 启德地看出来了 温柔问道 爱妃可是有什么话想说 萧贵妃芙蓉面微皱 她和启德地感情很好 这些年 启德地不仅私下 公开场合也是偏爱 她到极致 这种偏爱养的萧贵妃 聪明中 却多少带了几分单纯 或者说 对皇帝的真心 于是 她无视沉与打的眼色 大咧咧开口问出心中疑惑 陛下对四皇子挺好 今日这般大事 也没怪罪于她 是念在她母妃不在了吗 启德地面色不变 甚至笑问 吃醋了 嗯 萧贵妃撑了她一眼 心虚更加放松 一边用公块给启德地加了菜 如寻常人家夫妻般的烙家常 臣妾哪里就会吃一个 早去了的人的醋呀 臣妾都没见过她 就算见了也不打紧 陛下没把人带进过宫里 说明对她不上心 那臣妾能吃什么醋 启德地听着她娇媚的话 面色不变 内心森冷 不过是对诚儿稍宽又几分 便叫她如此在意 她注视着萧贵妃 眼底深情 却不是看她 而是在看旁人 萧贵妃一无所知她内心想法 还在关心 到底为什么 对四皇子那么好 这对她很重要 说不准会影响她的份儿地位 陛下您就和臣妾说说 到底为什么 对四皇子这般好吗 她拉着启德地袖子 撒着娇 启德地用了萧贵妃加来的菜 慢慢咀嚼 而后又用了两勺子羹汤 眼看着萧贵妃 等着才敷衍到 能为甚 宁乐求情 加之正不想在寿宴上 留个刻薄君妇的骂名 而后 不管萧贵妃信不信 抬手表示不吃了 高刘和陈于他们 立刻伺候漱口 擦嘴 之后 便是少儿不宜请解 半夜 萧贵妃沉沉睡着 旁侧的启德地睁开眼 带着杀意看了萧贵妃一眼 萧贵妃竟察觉到了 她对诚儿的不同 言辞间还一再贬低她 她不入宫不是她不愿 是她不肯 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 启德地厌烦地翻身下榻 换了高刘来更衣 皇上 这是要去哪 回秦政殿 启德地出了长乐宫 夜色黑尘 头顶月亮拉出清冷的光线 照着这条公道寄聊孤冷 启德地很难受 她想她了 若她知晓 自己没能护住他们的儿子 会不会很失望 高刘派人去查 看看到底是谁在算计阵的诚 奴才遵旨 四皇子府 李一诚同样在排查到底谁算计她 裴儿被她处理掉了 不顾她的求饶便捷 接下来便是家里的人 尤其是太子送来的美人 碍于情面 她信过几次 保不齐就是那时被探听了消息去 至于宁乐的人 李一诚压根没碰 他们没机会 还有 一个最有可能的人 郑华盈 前段十日开始 郑华盈突然对自己冷淡下来 加之她的家族 还有五皇子 主愿 小姐 您不能这么搬冷淡四皇子了 她怎么也是你的夫君 你嫁过来了 不好好和她过 日后有的苦 秦嬷嬷苦口婆心劝道 郑华盈苦着小脸 我也不想啊 但现在我一看到她 就会想到 那日她无体不清的扑扑拉 那啥 太叫人难受了啊 她早先就是看中李一诚那张脸 和独特的温柔气质 才喜欢她的 结果咧 这段时间 郑华盈为了避开李一诚 把太子的人送过去给她用 没办法啊 看到她就能想到那画面 谁还有心思啊 好容易调整两个月 郑华盈差不多觉得自己忘了 又能和李一诚好好过了 结果 公主又提起来了 郑华盈也不想 但她做不到啊 真清静了 怕我出来啊 那日的场景 已经成她梦魇了 秦嬷嬷叹气 她家小姐也是可怜 这四皇子没点本事 就一张脸好看 现在这脸的吸引力都没了 可怎么好呀 小姐 嬷嬷知道 你苦 然而已经成亲了 总要过下去啊 那几个美人不妨爱 可那个院里头 可还住着一位呢 万一她抢在您前头生了长子 您日子不好过的 郑华盈知道轻重 我再做做心理建设 第182章 群臣反对 应当入朝 陈嘉宜一回到院子里 就叫所有人退下 她要一个人静静 角落里 瘦血的檀香眼眸微闪 拿了油灯进屋 陈嘉宜怒道 谁允许你进来的 不是叫你出去候着吗 侧妃 奴婢是看灯不太亮 来换一下 这就走 檀香弱弱开口 陈嘉宜看了眼油灯 的确不怎么亮 即便换了新的也不亮 比起现代的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 这古代 除了压迫人的封建规矩 没有一点好的地方 她抱紧自己 眼瞳惊惧又委屈 早知道古代艰难 却没想到这般艰难 这样吃人的王朝 她该如何自保 陈嘉宜脑子里乱七八糟 没注意到檀香打亮她的眼神 像是要记住什么一样 而后悄悄离开 星号 启德帝寿宴看似结束 实则暗潮涌动 夺敌争斗 又隐隐翻起更大浪潮之事态 不过不管如何 他们对宁乐入朝为官一事 统一反对 坚决打压 折子如雪花 摆在启德帝的暗桌上 私下里 这帮酸儒文臣们更没闲着 书写文章骂宁乐祸水误国 上门劝 逼 不许为官 劝不住救战门口阴阳怪气 酸话地骂骂咧咧 他们以为 这次宁乐公主 会像之前被他们骂的那样 闭门不出 羞于贱人 结果这一次 宁乐叫他们大跌眼镜 公主府门口 这次受命而来的 是朝中三品大员 清流中人田称干 历经两朝 也是他之前提过 宁乐该随驸马一起去 才叫忠贞的屁话 此刻 他仰着下巴 破墨喷出三米远 把 家里中对女郎约束毒之又毒 指着门叫骂 公主不遵家里 便是亵渎大儒 妄图入朝为官 便是聘机私沉 百姓们为官 听着时不时附和田臣干的话 好 说得没错 陛下这头不能开 女郎能懂什么国家大事 这不是闹的吗 偶尔有想为公主说两句的 看着架势也不敢开口 女郎为官 的确闻所未闻 这些杂乱之音穿过屋檐 落进公主府内 桃花和春菊气坏了 眼圈通红 心疼不已地看着公主 公主 咱们闭门谢客吧 林诺愤怒要拔剑 不然让属下 去砍了那些胡乱说话的人 湖边 李宁乐正在下鱼耳 从琉璃盘中抓起一把 随手一丢 湖水中的胖头井里 立刻聚集在一起 你拍我抢的抢食物 拖腮看着这些蠢鱼 宁乐脸上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 气什么 他们骂了本宫能掉块肉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这般做见您啊 您名声好不容易才回转了线 春菊抽烟 女郎名声何其重要 流言蜚语 是真的能逼死人的 桃花点头 公主 他们言辞 太过太恶毒了 而不听为敬算了 李宁乐拍了拍手上的鱼耳 用手帕擦干净 像入朝围观这种 踩了他们核心利益的事呢 他们不会如之前那样 骂够了就停的 所以啊 闭门谢客是没用的 得硬刚 公主要怎么做 林诺向前一步 属下万死不辞 万死不需要 不过得要你们有拿出 完命的态度来 宁乐吩咐了几句 林诺听完 沉思了一会 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不叫公主失望 去吧 公主府门口 骂得正畅快的田称干 被一帮带刀侍卫 冷笑盈盈地围住了 你 你们想干什么 本官可是朝廷三品大员 而等竟敢对我动手不成 他略有害怕 很快耿起脖子 硬气起来 林诺有黑的脸 扬出一抹笑 怎么会呢 这位大人 我家公主最是善良 又尊重老臣的人了 那你们围着本官作甚 还拿着 田称干眼睛落在林诺 和他身后那帮轻微 拔出的寒光刀剑上 吓得飞速收回 怒得胀红了脸 嗯 到底想做什么 说啊 他生力色查地贺问 误会了这位大人 我家公主要出行 我们轻微不过奉命 保护公主 不受闲杂人等的侵扰 林诺笑咪咪哒 手中刀剑拔出 只剩个尖尖在剑鞘中 带着轻微们 一步一步向前 田称干冷笑 他不信宁乐公主 真敢对他动手 若真动了手 别说入朝为官 他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 想到这里 他冷哼一声 昂起脖子 嚣张道 今日本官就站着不动 直到宁乐公主主动出来道歉 并承诺 不再动聘机私沉的心思 百姓们又喝一声 说得好 清官不畏强权 田大人 好样的 楷模 林诺笑了 转头示意了下 后方的轻微 得了眼神立刻点头 手中抓着的攻击撒开 那鸡咯咯叫着 半飞半起要跑 而下一瞬 林诺手起刀落 打 鸡头被他劈掉 血喷三尺 不知是天意 还是人为 那攻击的血见了 不少道田秤干 身上还有脸上 湿答答的温热 落在脸上 田秤干最开始 还没反应过来 而后摸到那一手红 他呆住了 林诺笑盈盈 田大人 您刚刚说 谁聘机私沉啊 田秤干脸色刷一下 像地上的泥土 又黑又黄 泛着尴尬和惊恐 你 你 这威胁的意味太明显了 宁乐公主 这是在杀鸡儆猴 在威胁他 若他不让 就要杀他 林诺带着亲卫们上前 依然是那副黑蛆蛆的笑脸 落在田秤干眼中 却如恶魔 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就这一步 气势全无 情势倒转 百姓们开始虚踏 你怎么吓到了 这也配叫 不畏强权的清官 田秤干面若白指 想解释又动了不嘴 目光一直盯着林诺 那未曾放回去的 滴着血的宝剑 田大人 我家公主要出行了 还请田大人 让 不 林诺笑得讥讽 公主说得真真没错 清官有 不畏强权为名请命的也有 但绝对不是田秤干 这等屁话贼多的 孤名钓鱼之人 但凡他不退缩 林诺还高瞧他一眼 林诺带着亲卫为宁乐开了道 他大摇大摆出了公主府 在百姓惊讶田秤干 惊恐的眼神中 翠声道 去公布 宁乐公主出行公布 闲人必让 林诺故意用内力把这句话 传遍了整条大街 宁乐公主 真的要去公布了 反应过来的田秤干 急忙慌爬上轿子 又催着手下小丝 飞速去传递消息 若公布接纳了宁乐公主 事情就难办了 第183章 妹妹 你家还缺下人吗 公布 郑尚书头疼不已 宁乐公主一个女郎 入朝为官僚 还落在她公布这 陛下真会给她找麻烦 好在是特意给她 成立了的单独部门 权力不算外放 外头公布侍郎急匆匆来 一开口就是 郑大人 田大人传来消息 宁乐公主顽固不化 执意做那祸水殃国之人 接下来看咱们公布态度了 郑尚书抿了抿唇 没有表态 公布侍郎不解 大人 先看看再说 这态度 把公布侍郎迷惑住了 尚书大人 难道想支持公主 入主公布不成 公布侍郎提醒道 尚书大人 咱们之前因着烟花制造处一事 可算是开罪了宁乐公主的 烟花制造处这块肥肉 是太子和郑家一起分割的 宁乐公主的性子 估计不会对他们有好脸色 郑尚书瞥她一眼 当初我就不同意 你们非要眼皮子浅到这等地步 现在知道慌了 侍郎正耳长瞥瞥嘴 喊了一声大哥 而后道 也不是慌了 宁乐公主一个女郎 先不起什么风浪 只是她为人跋扶嚣张 我这不是担心她来了 给您气受吗 郑尚书懒得继续说 受气也没办法 总不能抗制不尊 给五皇子惹上祸 这次受尘宴上 陛下可曾多给五皇子一个眼神 整天就知道 贪末那点迎头小利 迟早有一天 郑家和五皇子会被你们连累 郑尔昌不敢说话了 公部大门口 李宁乐从车架上下来 就见公部大门口清清冷冷 除了守卫 一个人没有 桃花不高兴道 公主 尚书他们竟没来迎接您 来了才不好 我只是一个从六品官 李宁乐不怒返校 若来迎接 便是认我公主身份 不认官员身份 这是公然和陛下过不去 郑尚书这老狐狸 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那 是说明 尚书支持您的 他不担心 被其他朝臣认定战队 您而受排挤吗 春菊小声问 要知道 现在满朝文武 几乎没人支持公主 入朝为官的 当然也不是 他不出面 其他官员 也不来 也是向朝臣们 表态他不支持我 其他朝臣便说不得他什么 李宁乐笑了笑 这些个朝臣呢 各个心黑如淤泥 有意思 公主 没人接我们 我们该怎么好 桃花忧心忡忡 公布这地方 他们从来没来过 没人带路 很难走的 林诺过来 公主 要不属下带您过去 那天烟花制造处炸了 就是他背后去放的火 这地儿 他说 李宁乐看了眼 湛蓝清朗的天空 不急 再等等 桃花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不明白公主在等什么 难道在这里站着 公布的官员就能出来了不成 一刻钟过去 公布门口 依然没有丝毫人影 宁乐一点不恼 早就着了桃花 他们搬了马车里的矮凳 摆上精致可口的糕点水果 边吃边等 甚至 林诺还在为他念心的画本子 本子 依然很黄很暴力 林诺念得面红耳赤 桃花和春菊羞涩极了 好在这边没什么人 公布里头 郑尚书得知这个消息 老脸没什么太大反应 倒是侍郎正耳唱气笑了 他当公布大门 是什么事情吗 有辱斯文 太有辱斯文了 大哥 叫本官尚书大人 郑尚书逆他一眼 自在端着茶盏 低语 宁乐公主 这到底要作甚 尚书大人 您不管管吗 郑尔昌换了称呼 急急问道 再这么下去 咱们公布的脸都丢干净了 一女郎 大庭广众之下 竟听谜谜之音 无耻 放了 郑尚书捏着眉心在考虑 他肯定不能出面的 也不能放着宁乐公主在门口 更不能接人进公布 简直了 左右为难 如果公主自己进来也就罢了 左右公布拦不住他一个皇族 偏偏他不进来 明显是知道没官员相接 等于名不正言不顺 郑尚书没想到 一个交金的小公主 竟有这等聪明心思 没等他想出个法子 外头又来禀告 尚书大人 哟 有人去接宁乐公主了 谁 是 是五皇子 公布大门口 李一雀蹲在宁乐跟前 一边飞速摘着水果吃 一边和他唠嗑 你五嫂没怀孕 是吃多了 可把我吓坏了 是心疼前 心疼坏了吧 李宁乐无情拆穿他 果然后者露出巴巴的心疼之色 是啊 也不知道 一者怎就这么贵 刘府一月竟要十两银子 怎么不去抢啊 宁乐 你说说 现在给这些人的月钱 是不是太高了 是不是 李宁乐嘴角微抽 林诺被这位 抠到极致的皇子 弄得无语 忍不住道 五皇子 公主给属下们的月钱 就没低于过五十两的 平素一高兴打赏 更是好几百两 上千两起步 所以 十两是什么鬼啊 多 多少 李一雀震惊 李一雀猛逼 李一雀一把抱住宁乐大腿 妹妹 你还缺下人吗 郑尚书带着侍郎 刚踏出宫部大门 就听到自家大外甥 尊贵的五皇子殿下 说出了这么一句 叫他老脸发红的话 郑尚书 苍天啊 来得雷劈死他算了 一个皇子 怎么整天掉前眼里啊 嗨嗨嗑 五皇子 侍郎正耳昌 赶紧咳嗽了几声 喊道 李一雀回头 一了一声 大舅舅 三舅 你俩怎么在这 郑尚书微笑 您要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公布大门 李一雀仿佛这回才恍然大明白 哦 我差点忘了 他扭头看向宁乐 眼珠子闪烁着脚匣的光 皇妹你今天来要公布上职的 走走 我顺便跟你一起去看看 李宁乐回忆一笑 好啊 五皇兄 同时 余光扫了一眼郑尚书 你有张良记 本宫也有过墙体啊 尚书大人 郑尚书感觉心脏被人蒙全来了两下 嗡嗡的痛 这二货外甥 到底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他这一弄 等于他们郑家都站在宁乐公主这边 支持他入朝为官僚 想过后果没啊 郑尔昌忙道 殿下 这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 我虽然不在公布任职 但也可以代表户部来创个门吗 李一雀笑眯眯地背着手说道 第184章 完了 郑家成全臣公敌了 郑尔昌 他哪里是这个意思了 他说的不妥 是宁乐公主进公布不妥呀 郑尔昌求救 看向郑尚书 大哥 您说句话 郑尚书当然要表态 不管拦不拦得住 态度要出来 殿下和宁乐公主来公布参观下官 自然是欢迎不已 请问二位殿下想去哪里看看 李一雀 李宁乐唇角勾得更大了些 郑尚书 你在跟本宫明知顾问吗 本宫不是来参观的 是来接受烟花制造出猿外郎一指的 很多时候 宁乐不爱拐弯抹角 他都是公主了 没必要和这些朝臣在这种威莫小事上打击疯 如此直接的态度 叫郑尚书头疼不已 但凡宁乐说得模糊些 他都能敷衍过去 殿下 他抬眼给李一雀暗示 希望他能拦一下 怎么这也是公主 他不能说太明白 得罪人撒 李一雀无视郑尚书的眼神 憨憨道 是啊 大舅舅 宁乐来任职的 你忘了 噗 郑尚书出内写了 老狐狸碰上小牛毒 完全没办法招架呀 郑尔昌看大哥落败 立刻就要出头 却被郑尚书打断话头 郑尚书不能一再给李一雀眉脸 毕竟他是皇子 他是臣 是 是老臣糊涂了 最近公布事物繁忙 又出了烟花制造处被烧毁一事 老臣差点忘了这些事 还请公主莫怪 下官怎敢怪尚书大人 您劳苦功高 李宁乐一听这话 顺杆就上爬 自称都变了 郑尚书 哪里是小牛毒 这特么是小狐猎 公主请 尚书大人请 李宁乐和郑尚书 各自都非常有礼貌 守规矩 互相请对方 笑眯眯地往公布里头走 郑尔昌傻眼了 待在原地愣愣看他们进去 肩头被拍了拍 耳边传来大外声的声音 三舅 咱们也进去吧 别在外头给旁人看笑话了 郑尔昌一击灵 立刻扫尸四周 公布门口除了他们和公主的车架下人 似乎没有旁的人 但他知道 暗处会有很多很多人 他们看到了 郑家把宁乐公主迎进了公布 完了 郑家要成全臣公敌了 郑尔昌玉族 奔上了郑尚书的步伐 老脸白的 像要奔丧去 李宁乐瞧了一眼没说话 而是和李义雀闲聊 五皇兄什么时候去户部了 什么职位 就你之前 让我好好在太学的吗 然后父皇觉得我长进了 说要锻炼锻炼我 就给我分配到户部做私物去了 李义雀双手撑在脑袋后回答 郑尚书和郑尔昌一愣 什么 殿下肯去太学 是宁乐公主的劝的 户部私物 挺好的 李宁乐撇过郑尚书 他们变了的神色 含笑道 好什么啊 李义雀开始抱怨 你不知道这私物观不大 是多得要死 天天看一些账策 下发点户部政策 条文什么的 无聊死了 而且 那些钱又不给我 还让我看 怎一个折磨 郑尚书 宁乐忍俊不惊 笑着与他道 私物虽然才八品 但经手东西很多 很锻炼人财务方面的能力 五皇兄做这些 是有好处的 可以继续试试 户部 管天下财政 五皇兄这么喜欢钱 而且对钱财方面 很有天赋 做这块 算是把天赋 发挥到点上了 听到这话 李义雀还真认真想了想 好 我听你的 继续待着好了 最好把户部 管家本事全学来 到时候 妹妹随便给个机会 那还不直接起飞 元宝滚滚来 想想就美滋滋 李宁乐笑着点头 原本提起一口气 以为李义雀又要闹腾 撂绝子的郑尚书 和郑尔昌愣住了 这么听劝 宁乐公主的话 这么有用的吗 贤妃鸡毛胆子 都打断一宫殿了 也没见她听过一句 结果公主轻飘飘一句劝 不费力气 就把人管住了 郑尚书胡疑 别誓言我呢吧 李义雀回头看向郑尚书 叮嘱道 大舅舅 我妹在这 你好好照顾她 这可是她的金鸽的 郑尚书倒吸一口凉气 这轻腻的称呼 显然五皇子和公主 私下关系非常好 可他们近一点不知 想到宁乐公主 背后代表的财力 她有点恍然 殿下 宁乐公主 她声音发颤 没敢说明白 但意思很明显 我把她当亲妹妹 李义雀郑重道 殿下 宁乐公主本来也是亲兄妹啊 郑尔昌没听出不对劲来 还提醒五皇子 说了句废话 李义雀没解释 只是冲自己大舅挑了个煤烧 郑尚书一阵 郑尔昌莫名其妙 明白什么了 没人回答她 一行人到了烟花制造处跟前 这地方被那天的大火烧的 只剩个黑漆漆的空架子 一片狼藉 收烟过去这么久 公布一直没处理搁置着 此刻胡子正带着人收拾 见到宁乐来了 立刻过来行礼 烟花制造处主示胡子 给原外狼大人请安 他这一嗓子格外嘹亮 宁乐笑了 起来 胡子 还不见过五皇子和尚书大人 以及侍郎大人 是 下官给五皇子请安 尚书大人安 侍郎大人安 胡子从善如流的行礼 郑尔昌下意识就想反驳 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如今反对还有什么用 外面人都以为 他们和公主是一伙的了 李一阙乐呵呵道 不必多礼 胡子你们 这还要收拾多久啊 这个 胡子挠了挠头 憨憨道 得看尚书大人和侍郎大人 多久批下来预算 郑尚书还没说话 郑尔昌开口了 陛下说了 烟花制造处是独立部门 烧毁一事又事发突然 预算恐怕不好批 嘿嘿 他找到能拖延宁乐公主 入职的办法了 不给批预算 那么 烟花制造处就修气不好 修气不好 还谈什么入朝为官 时间久了 小女郎新鲜劲去了 恐怕也记不起来 要到公布当官的事了 李宁乐哪里不明白 郑尔昌话里推诿之意 他笑 行啊 既然是独立部门 那就本宫自己出钱 郑尔昌一喜 这么好 那也行啊 反正他们不愧 郑尚书觉得 没那么简单 果然 公主下 一句话就是 那以后烟花制造处的利润 不走公布的账 单独乘一笔吧 那怎么行 烟花制造处 是公布管辖的部门 郑尔昌急了 这烟花制造处 别看刚成立 那利润大大的多啊 而且 公布历来是给人干活 少有镜像的 日子一贯紧巴巴 要看某些部门的脸色 所以他们 才眼馋烟花制造处 想把宁乐赶出去 据为己有 李宁乐小脸何须 那预算 郑尔昌看了看 尚书大哥的脸色 咬牙道 批 舍不着孩子 套不着狼 为了以后 不看护部 那帮抠毛龟的脸色 拼了 第185章 成功拉公布尚书战队 多谢侍郎大人了 李宁乐礼貌致谢 郑尔昌倒不好意思了 贵臣就把预算条子 给您批了去 早批了早休戒 然后挣钱 侍郎大人叫我宁乐就好 再公布 我是您的下属 郑尔昌 这怎么能使得呢 那下官就恭敬 不如从命了 嘿嘿 当公主的上官 还蛮爽的嘞 郑尚书 他悄然瞪了郑尔昌一眼 回李宁乐 公主 接下来有什么事 您仅可以来找臣 好 我刚好有件事 要和尚书大人 以及侍郎大人商议 还真不客气 郑尚书心里这么说 面上很是得体 公主请说 去那说吧 宁乐指了指 离烟花制造处 最近的一处小阁楼 那是负责四部长官 过来办公的地方 烟花制造处 早先划分给了公布 烟花工厂 也离这里最近 是 公主请 吩咐了胡子几句话 宁乐和郑尚书他们 走进公布住 烟花处的办公地点 里头官员们瞧见宁乐 先是震惊 后头赶紧行李参拜 宁乐笑说 各位大人不必多礼 宁乐在公布 就是大家同僚 以后多多关照啊 桃花 春菊 是 公主 桃花和春菊一浮身 将早就准备好的墓盒打开 里头是庆贺楼的糕点 这是园外郎 请各位大人用的 大人们莫要客气 这 公布官员们不想接受 先不说尚书和侍郎两个大佬在 就是朝中风向 他们也不敢接纳宁乐公主 这等好意啊 接了不是和所有同僚为敌吗 宁乐不在意 他们收不收 让桃花他们发了 他则带着李义雀和尚书侍郎 去了李坚义市 坐下后 宁乐直接开口 尚书大人 我想就烟花制造出未来的发展 和您详细谈一下 公主有何想法 不妨直说 郑尚书抿了一口茶 淡然道 之前烟花只针对朝城和薰贵售卖 我接手后 打算加大产量 面向百姓 所以需要尚书大人和侍郎大人的支持 听了宁乐这个想法 郑尚书微微一笑 公主想法不错 可是 宁可考虑过百姓们的消费能力 现有烟花的价格可不低啊 他在委婉拒绝 看着五皇子的面子上 能认宁乐入公布 已是他最大退让 胡闹改革 万万不行 宁乐也不恼 笑盈盈地瞥了李义雀一眼 意思是 该你登场表演了 李义雀收到眼神 立刻开枪 大舅舅 烟花价格之所以高 是因为他刚出现 薰贵们抢着开宴放烟花来做排面 但这种攀比会在家家都有的情况下 变得平常 届时客户会变手 利润也就越来越低 而若我们抢先一步打开民间市场 那会是不可估量的收入啊 这不可能 郑尔昌历史反驳 你说变得平常 也可能家家户户习惯了购买呢 这就会是一项 稳定却可观的收入 那如果民间有商人贩卖起烟花 且价格还比咱们低呢 宁乐笑问 这更不可能 郑尔昌微微扬起下巴 带了点傲气 会做烟花的 旨在咱们公布 旁的人如何能会 顿了顿 他补充道 若真有人会了 咱们请止颁布禁止售卖条文就好 谁敢和陛下抢生意 三舅 你咋这么天真 李一却无语注了 贩卖私言还判死罪呢 都屡禁不止 更黄论烟花 郑尔昌 五哥你这话不对 宁乐不太赞同 那些贩卖私言的 哪个是真的平民 郑尔昌垮下脸 所以不是为他说话 公主的意思是 有人会把烟花技术泄露出去 在民间和我们抢生意 郑尚书微醋眉头 如今能知道烟花配比的 只有四皇子和太子他们 宁乐公主是这个意思吗 李宁乐笑了笑 尚书大人应该知道 利益动人心 郑尚书敏纯 如果是太子或四皇子要染指 恐怕还真不好抢 这次宴会上 陛下对四皇子的态度颇为怪异 且不说他 太子有卢家和皇后 本身亦是储君 真想靠这个捞钱 他们公布就算知道 又能如何 五皇子不受宠啊 只是 答应宁乐公主的话 成本预算都是次要的 郑家态度就等于 摆到明面上了 五皇子 在朝中本就不好过 若此刻支持宁乐公主 等同和朝臣作对 这并不划算 宁乐将郑尚书的神色收入眼眸 加了最后一剂猛药 关于烟花制造处 现在的利润分成方式 我想修改一下 什么 郑尚书抬头 旁边郑尔昌立刻问 怎么改 现有的烟花制造处 利润分成 是宁乐拿两成 剩余八成入国库 也就是 上交户部 当然这中间刮掉一些 属于理所当然的 只是早些那些人 是宁乐举荐来的 公布想摊点很难 很耗费功夫 所以 四皇子代表太子 来和他们说 把宁乐踢出去 他们来分这两头利益时 郑尔昌忙不迭就硬了 现在宁乐公主 表达出要再让利的态度 虽然只他那两成里的 那也是个足以 叫他们心动的数字 郑尔昌眼珠子隐隐发绿 甜甜嘴唇 公主是打算 让利宁自己的那分吗 怎么分呢 郑尚书有些恨铁不成钢 瞪了这个弟弟一眼 出现 这些年 公布待遇在朝中一直最低 要预算每年都不好要把 若咱们自己有了镜像 俸禄福利提高了不说 未来和户部要钱时 腰板子是不是也硬起来了 宁乐每一句话 都踩在郑尔昌的激动点上 没错 没错 郑尚书脸色也预气起来 护部那帮贼没鼠眼的抠毛龟 要个预算跟要杀他们全家一样 每次去都捧着个婉娘脸 问啥都没有 朝堂上 护部和其他部门 时不时挤兑自己 言辞颇为不屑 就是因为 公布没有自己的挣钱营胜 加之这里多为匠人 被人瞧之不起 连带郑尚书也坐冷板凳 公布尚书做梦兜 想扬眉土气一番 如今要是有了大镜像 他们哪还用卑躬屈膝 护部再敢逼逼赖赖 就把申请预算的条子拍他们脸上 大吼一声 不给拉倒 老子有钱 一想想就爽的嘞 所以 我打算把我个人的两成都给公布 让二位大人腰板子硬起来 第186章 女郎为官 视为贼眼 如果说前动郑尔昌的心 那么腰板子直起来 就是完完全全触动了郑尚书的心窝子 他深吸一口气 公主打算怎么做 我们全力配合 宁乐嫣然一笑 宁乐入了公布 郑尚书亲自迎接的消息 传遍朝野 皇宫里在办公的启德帝听闻之后 亚然 这丫头倒有点本事 高流笑着拍龙屁 公主是陛下的女儿 自然出众叫人幸福 她是聪明 只是多为小女郎的巧思 又带了商人那骨子失快 这话 可不太像夸赞 高流不敢接话 不过很多时候 却是有用 老五素来爱财 想来是花了不少 叫他帮着摇旗呐喊 或是清救吧 启德帝冷哼 像是自己的钱被花了一样不爽 宁乐的外家要给了陈儿 作用会比现在有用多了 不过嘛 他现在替陈儿承担了不少压力 没叫那些人追咬着陈儿不放 总也算有些作用 天外陨石的事 调查得如何了 回陛下 暗卫走访旺城 暂无任何不妥 叫他们抓紧 细查 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遵旨 另一边 大臣们疯了 郑尚书竟亲自迎接宁乐公主 承认了他的身份 他们聚集在一起 愤怒生讨 本以为郑尚书起码顶个几天 结果 区区一个时辰不到 就软了骨头 郑尚书本就是软骨头 平素在朝堂上 就是那般老油条 谁也不得罪 和互不说话 更是卑微的不行 我当时就觉得他不会挨住 果不其然吧 也不知宁乐公主撒了多少银子 叫他们只挨不到半个时辰 据说仨的五皇子亲自过去了 真是 一国皇子啊 太没气节了 田秤干附和 就是就是 田大人 你也是 有人瞧向田秤干 你怎的就让公主出了门呢 前几日 他们去叫骂的时候 宁乐公主根本吓得不敢出来面对 是他太没用了 用词肯定太过柔软 这 这真怪不得我啊 田秤干说起 林诺他们拔刀杀鸡的事 企图勃起同情 不行 吃 你真怂 这就怕了 你可是朝廷三品大员 没缘没油的公主 如何能对你动手 便是动手 还敢杀你不成 这 田秤干脸貌虚悍 羞耻不已 他后来也反应过来了 只是晚了 哎 现在如何事后 各位说说 他问 众人沉默下来 宁乐公主已经入了公布 他们说什么都晚了 难道还能跨部门把人丢出去 那也不能够啊 怎么这也是公主 挤兑餐一本可以 真动手 可就受人以柄了 再者 他们一个个也不是武将 那等粗鄙之人 继续餐吧 只要让陛下意识到 自己决策有误 就算他进了公布 也得出来 对 最好他能自己犯错 犯错还不简单 他一个女郎 能懂什么做官啊 还有 我们都别再买烟花 只要他再公布一日 就不让烟花制造处 有一点收成 对对对 我之前订了烟花 直接去退 我也去 说到这里 众人相视一笑 气息顺畅起来 是啊 就算入了公布又如何 只要他们不买烟花 这烟花制造处 就没存在的必要 待宁乐公主 撞得头破血流 怕是哭闹着 就滚回自己的规格 绣花了 他们 看好戏就够了 当然折子 还要继续上 行好行好 宁乐和郑尚书他们 把烟花制造处 未来发展的大概细节 商议了一遍 中间李毅却提了 不少好点子 关于做生意这块 他天赋卓越 无师自通 郑尚书和郑尔昌 第一次知道 回去路上郑尔昌可高兴了 大哥 我就说五皇子不是草包吧 今天提的不少建议 都很有道理啊 行事起来 指定能赚大钱 哎 做生意对一个皇子来说 那是什么正经之道吗 郑尚书比这个弟弟看得远 夺敌愈发激烈 五皇子这一身做生意的脑子 难道能让他脱颖而出 做上大位吗 要知道 当今陛下最瞧不上商人了 只是这些 郑尚书没和郑尔昌说 他这个弟弟 太寒实了 另一边 五皇兄 今天谢谢你帮忙了 宁乐让桃花给李懿 却上了一份 庆贺楼的点心和茶 多大的事 咱俩谁跟谁啊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李懿却一口干碗茶水 说了半天的话 好渴 喝完茶水 塞了两三个点心进嘴 吃完后的 等下次我就 他们要是再为难你 你就叫人来找我 互部反正离公布不算远 那倒不用 你好好在互部学习 我听说互部上书里 才非常厉害 宁乐轻笑 今日这些谈完 郑尔昌这个侍郎 绝对不会为难他了 至于郑尚书 他可能会犹豫 但最终会发现 他才是他们郑家的最优解 这个我也听说了 李懿却点点头 一手端起桃花 新年好的茶水 喝了一口 一边压低声音 告诉宁乐八卦 我还听我三舅说 大舅舅在朝中 可受他气了 有一次还被气哭了 回家嗷嗷喝酒 然后抱着酒坛子 骂了互部上书一晚上 第二天 眼睛肿成大核桃上巢 又被户部上书嘲笑了 李宁乐 竟还有这种事 不过黄兄 你这么背后 说你大舅的糗事 真的好吗 想想老狐狸一样的 郑尚书 被气得嗷嗷哭 则 画面太美 好了 我得回去了 点心吃完了 李懿却拍拍手离开 宁乐在公布 待到深圳时分 下午四点 和众公布官员 一起散之回府 回去路上遇到不少金官 他们瞧见宁乐的 车架气得要死 却还得避让 眼瞧着那八宝盖马车 叮叮当当远离 又脾气暴躁地撩开叫连 当街贺骂 女郎为官 视为贼眼 可惜宁乐的马车隔音极好 根本听不到她的叫骂 公主府门口 宁乐下了马车 刚要进府 身后传来凌诺一声利和 你是谁 偷偷摸摸地坐肾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来找公主的 宁乐回头看了一眼 凌诺 是 公主 凌诺把小孩滴溜过来 愣住她在地上 说到底什么人 鬼鬼祟祟在公主府附近瞧什么呢 公主 奴才不是坏人 不信你问桃花姐姐 李宁乐看向桃花 桃花哑了一声 猛猛低头 瞧了小孩好一会 眼神逐渐明朗 是你呀 二狗 是我 公主 她就是檀香那个 差点病死的弟弟 桃花富尔低语 第187章 定 公主向你发来一条演戏邀请 公主府内 二狗规规矩矩 给宁乐行了个大礼 开口道 公主 奴才的姐姐昨日回家告诉奴才 说大小见 哦 陈侧妃最近不太对劲 一直锁在房间里喃喃自语 写着东西 每每写完就烧了 有一次 她烧得没烧干净 被姐姐悄悄藏了起来 她让奴才找机会带给宁 说着 二狗 从身上拿了个荷包 双手捧起 桃花具拿了打开 掏出里头一个烧了大半的纸碎片 交给宁乐 宁乐看了一眼 上面自己潦草 比早期她的字还筹几分 陈嘉宜的书法很好 穿越女真是处处不如她 那字宁乐认了认 没看出什么具体名堂来 烧毁的太多了 不过她大概能猜到 不是什么金颜术 就是她别的金手指 檀香这个妮子 倒是个感恩的 叫你姐姐小心线 别露了马脚 宁乐把那张纸收了起来 又让桃花赏了二狗一个银钉子 二狗连连白手 奴才不要赏赐 公主是奴才的再造大恩人 做这些都是奴才该做的 桃花把银钉子塞进她手中 道 公主赏你 便收下 下次再来找我 别大咧咧在门口闹腾 是 奴才省的 二狗点头 捧着那银钉子感恩的红了眼 怦怦给宁乐磕头 奴才倒退 公主 膳食好了 春菊进来回禀 却见宁乐换了套新的衣裙 头饰只沾了一流金碎链不摇 难得素雅低调的宁乐回头 先不吃 本宫要出去一趟 那奴婢去备马车 春菊转身欲走 宁乐叫住她 不用 本宫带桃花去 把府里最小的一顶轿子弄出来 从后门出去 春菊正愣下 点头 公主府后门 宁乐上了轿子 桃花着了身较为朴素的宿经凹子 随时的也不是灵弄 而是换了个生脸的侍卫 一行人趁着江江落幕夜色 离开公主府 悄悄前往别处 角落里 守着的人立刻跟了上去 这么晚了 宁乐公主要去哪 还走后门 换小叫 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张府 位于东间南巷 一叠叠府底中间 此处多为清流沿关文官们居住 跟了一圈 没想到跟回自己家的人 抬头望去 就见宁乐下了轿子 很快进了张府之中 顿时脸色大变 快回去禀告老燕 宁乐公主 想去求御史台忠诚大人帮忙了 公主 这么晚你怎么会来啊 张妙同高兴地迎着宁乐 问出这话后 宁乐小脸肉眼可见一垮 悠悠一叹 张妙同高兴神色变成担忧 来找我爹的吗 是啊 他在吗 在 在的 张妙同知道 宁乐最近处境很难 立刻叫自己贴身摸摸去请人 又把宁乐迎进张家 专门会见贵客的中庭大厅 落座后 张妙同给宁乐侦查 公主莫及 我爹在书房 想来知道 很快便来了 顿了顿 张妙同又安慰道 公主 我爹不算迂府之人 关于女郎为官的事 想来他会能理解的 他这话 说得没甚底气 最近朝臣之中 对于宁乐公主入朝为官一事 反响不是热恋 而是沸腾 文官中无人支持 清流里更是愤怒不已 阎官也都在上折子 他爹 总之 外头骂得多难听 张妙同在府中都有所耳闻 他急却帮不了一点 李宁乐瞧着他紧张担忧的表情 微微一笑 嗯 我知道的 他其实不是为这个来的 张妙同误会了 不过他误会得好 连他这个张家嫡女都误会 接下来的戏 才更好唱 张大人很快就来了 一身身蓝素衣 书卷气很浓 眉眼儒雅温和 一看便是读书人 见到宁乐 他立刻行李参拜 陈见过宁乐公主 李宁乐谦逊上前 虚扶一台 张大人快快请起 这态度落在张妙同眼中 十分心酸 公主何曾这般低过头 他一直是骄傲的 如同九天凤凰 生来应该高贵又四亿的 爹 张妙同唤了一声他爹 眼神带了这几分恳求 张大人看了他一眼 扶了扶手 示意他退下 张妙同担忧 看了宁乐一眼 默默退下 公主请坐 张大人抬手请宁乐坐下 听中其他下人 自觉退到几帐之外 公主 您找臣 是为最近朝堂上 弹劾您为官一事吗 张大人快人快语 不错 本宫却是为此而来 宁乐笑着点头 话风很有内涵 不过本宫所求 或许和大人想的一致 或许又截然相反 张大人眸色微动 只见习惯性轻轻撵着 略带试探 最近参公主的太多了 反倒是忘了些应该参的 李宁乐一听就明了 他也琢磨出了点不对 想参男主 于是笑容灿烂的语带暗示 张大人虽是言官 却一直懂得过 刚一时的道理 既如此 何必在此刻触及 陛下眉头呢 张大人微眯眼 公主所言 臣明白 但还有不明之处 请公主解惑 李宁乐打开手边的茶盏 指尖探如温水沾湿 而后在桌上一笔一画 写了一个笛字 第一 除却正是所出代表的尊贵身份以外 还有另一层意思 继承者为笛 张大人瞳孔狠狠一缩 近乎差点脱口而出一句 竟然真是她 不过想到宁乐公主 用此禁声方式传信 立刻闭了嘴 她抬起头和宁乐对上视线 少女脸庞 娇媚如最名贵的牡丹花 眼瞳之中 却带着浓郁的野心和恨意 张素婷明白了 宁乐来此的真正目的 微微点头 而后 张素婷即刻冷下脸庞 我知道 公主既身为女郎 就该知道遵守 家里 女郎贤惠淑德 在内操持家务 相夫教子 而郎在外建功立业 此乃天道 如今 你找上臣也没用 臣乃言官 奸查百官 匡扶朝政 见言圣上是臣之本分 即便您贵为公主 想妄图谋权 也是天理不容 万法难成 李宁乐嘴角微弯 和聪明人讲话 就是舒服 她压下嘴角的笑 脸上露出被羞辱的愤怒 拍桌起 指着张素婷鼻子 叫骂 好你个张素婷 给脸不要脸是吧 既然如此 咱们走着瞧 本宫这个官好 就做定给你们这帮子酸如看了 第188章 小狐狸和老狐狸 守在外头的张妙同猛了 反应过来赶紧冲进来 迎面就见公主气冲冲而来 不等她说话 就走了 公主 张妙同回头看着宁乐头也不回的背影 不知所措 爹 到底怎么了呀 您跟公主说了什么呀 张素婷看着女儿焦急单纯的小脸 不好和她多讲 这是她和公主之间的 一场暗地合作 那日万寿宴上 启德帝对四皇子不同 引起过她的注意 然而 她思来想去不敢确定 毕竟这么多年来陛下 的确没给过四皇子一个眼神 这两天 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公主 入朝为官这件事上 反而忽略了四皇子之前的过错 天外陨石这件事 究竟是谁算计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皇子呈上来了 那么紧紧尽足 多少轻了些 于是 张素婷想上个折子 提醒下启德帝 同时也有试探之意 然而公主刚刚的暗示 让她惊觉 一切不是她多心 陛下的确对四皇子 有旁的期待 且期待还不小 想让四皇子登位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不是她瞧不起四皇子 而是国有储君 怎可以储 这要是成真的话 朝廷肯定会乱了的 届时定会血流成河 百姓遭殃 若四皇子有能力便也罢 然而四皇子目前的表现 张素婷看不出一丁点 适合为君的前置 只是张素婷也很清楚 启德帝藏的这么深代表 这件事机会更大 她做不了什么 而宁乐公主显然有办法 于是 张素婷接纳了公主的合作邀请 弹劾宁乐替她拉大仇恨直 虽然她现在还参不透 这个中官巧 但帮一帮 总没损失 这些 不能和张妙桐说 且如今也需要把戏演下去 于是张素婷冷哼一声 休要替她 告诉门房 今后宁乐公主上门一律不见 爹 张妙桐惊呆了 您不愿意停手便算 怎的还要火上浇油呢 你这样 叫公主怎么立足呀 其他人更会蜂拥而起的 这就是公主所求啊 张素婷不忍对上女儿红红眼圈 冷肃一哼 拂袖而去 爹 张妙桐红了眼圈 急得原地跺脚 门口 李宁乐边走边骂 在张家门口的时候回头 狠狠呸了一下 回府 这什么破地 看着干净实则伪君子 不过侍卫自己 还言什么伪国家 把恼羞成怒 演绎得淋漓尽致 李宁乐 骂骂咧咧上了轿子 暗中偷看的那些人 高兴疯了 果然 忠诚大人从不叫他们失望 教练落下那一刻 愤怒从李宁乐脸上尽数退去 他慵懒靠在教中 打了个哈欠 下戏 回家 新号 魏阳宫 启德帝正和皇后用膳 皇后没让宫女不善 而是自己亲自给启德帝不惨 陛下 这道珍宝酱酒鸭 是您最喜欢的 尝尝 还有这翡翠白菜 对了 皇后面上笑意不断 眉眼格外温柔娴淑 启德帝很给面子的都尝了尝 正其乐融融 外头来了人在高流跟前滴滴说了几句 高流面色微变了下 抬头看向启德帝犹豫 要不要现在禀告 启德帝注意到他视线 怎么 有公务 回陛下 是 启德帝立刻放下筷子 皇后紧跟着一起放下 陛下 您用完膳再去忙不成吗 公务要紧 启德帝起身 皇后立刻伺候他漱口 更衣 整理衣袍 而后就眼巴巴看着启德帝来也匆匆 去也忙忙 娘娘 今儿十五 陛下难得来一趟 您怎么不留他呢 留得住吗 皇后气晚一笑 自从六皇子和陈飞的事出了之后 陛下对本宫就越发冷漠 要不是太子还在 怕是十五都不来了 即便十五来 也是用个善就离开 本宫有什么办法呢 说了那么多 陛下就是不信 本宫是无辜的 皇后捏紧手中方怕 心口坠坠的痛 若当年宴会是萧贵妃主办 她会信吗 不提这个了 你这人去卢家问问 人家什么时候离开 可给打点好一切了吗 奴婢问了 三日后走 这么急 皇后心里更难受了 此去一别 不知何人能见了 你明日给卢家帝给话 叫他来宫礼 给本宫请个安 是 启德帝出了卫阳宫 就知道宁乐上门 找张肃婷的事 呵呵 总算碰壁了 真当什么都能拿钱开道呢 阎官可是朝廷中 最刚正不阿的一个群体 连他的面子都不给 宁乐这丫头 到底女郎 没见识 不过这是天大的好事 代表他的策略行之有效 可以续之 启德帝心情变得非常好 皇上 阎官们上了折子 连夜送来的 其中就有张肃婷张大人的 您可要现在批阅 高流见此 忙躬身问道 启德帝笑意微僵 先不看了 看完朕还睡不睡了 那些阎官骂人 尤其是张肃婷 太狠了 糟心 那皇上要去哪位娘呢 启德帝本想顺口说去萧贵妃那边 又想起萧贵妃怀疑上了城 更对她不敬 于是改口 去看看德飞 公主府 宁乐泡了个热腾腾的澡出来 这月白里一盘腿坐着吃水果 桃花和春菊分两边为她搅发 公主 张大人他们连夜上折子给陛下了 春菊低声道 动作挺快 不错 宁乐嚼着您家 新送来的青色葡萄 微米眼眸 张大人是个干练聪明人 漏夜上折子 恐怕带着不少情绪 严官出马一个顶俩 其他文官们此刻应该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吧 由此一来 他这位疼爱男主疼 爱到不行的父皇会越发觉得 他能抗压 他越这么想 他机会就越大 公布一个小小园外郎 他可不会满足啊 父皇 又吃了一颗青葡萄 宁乐燕足弯了眼眸 嗯 很甜 夜勺这丝 越来越会找新鲜玩意了 除了上次那个赖尔玛 虽然也好吃 但着实卖香和味觉 会让人难以接受 上次宁乐心血来潮 用火烤了下来尔玛 然后 总之要不是他府邸够大 估计隔壁 能以为他炸粪坑 要去金赵府那报官 第189章 养精蓄锐 逗死这帮龟孙 桃花笑盈盈 戴家主虽然不常来 但对公主口味 总拿捏得其准嘛 他要拿不准 还挣个屁的钱 李宁乐娇气道 这倒也是 不过戴家主这次出行好久了 年后来信到如今 除了偶尔送东西来 便再没消息 桃花提及这个 李宁乐悚然一惊 宁家有说他这次去哪了吗 叶勺时常亲力亲为的 随着宁家商队出去 去的还都是一些路途遥远 陌生又危险的地方 宁易的信中说是出海外 之前给您送来的番栗枝 是领海较进些城镇弄来的 这次的青色葡萄 据说都是海外才有的新鲜货 桃花想了想回到 出海了 李宁乐眉头紧紧拧起来 对叶勺很烦 这货不听劝是不是啊 不是去了信叫他别乱窜吗 告诉他海上有危险 海去 怎么领海附近的商道生意 不够他做的了 非得出海 要死啊 桃花点头 是的 说是要开一条新海外商道 据说有许多大商 见不到的珠宝美玉 还有香料 这的确是个大生意 只是李宁乐还是有些生气 叶勺要是嘎了 以他外祖父现在的身体 肯定是不太能够撑住宁家的 对他来说影响不可谓不大 他现有的一切 包括启德帝虚假的宠爱 和其他皇子的拉拢亲近 是建立在宁家是江南首富的地位上 一旦宁家有了空子可钻 李宁乐处境就会危险 同样的 李宁乐如果倒霉 宁家也会跟着被盘剥 这是相辅相成的 李宁乐吩咐道 让林诺发一封信出去 找最快的马给他送过去 问清楚了死没死 没死赶紧回来 一阵沉默 李宁乐回头 怎么了 桃花小声道 公主 出海估计传不到书信 海上漂浮不定 哪知道人会在哪条船上呢 李宁乐灿然一笑 放心 他能收到 叶韶这人 做事会留好几个线 保证他哪怕在外 宁家有事也能找到他 上辈子外祖父病故 他也没了之后 宁家被男主和其他势力分割吞噬 耗费了不少功夫 这些拖延的时间 就是叶韶布下的线 只可惜 商人对上黄泉 哪怕有所准备 也不过苟延残喘 李宁乐深吸一口气 信中和他说 回来了来京城见本宫一面 书信说了没用 当面看他不喷死他 想什么玩意儿呢 不想活 也得等他把权力捏稳了 可以保住宁家再说 是 桃花出去和林诺说 春菊帮李宁乐 顺了顺最后的施法 很快桃花回来了 还带来个消息 公主 崔恒生偷偷递了消息 说大臣他们打算 用不买烟花 和退过网订单 逼宁离开公布 交近的小公主 闻言笑容灿烂 果然被我猜中了 无事 让他们退 且看谁先倒下好了 入朝为官这件事 绝不能慢慢磨 一定要快刀斩乱麻 先扎进来 只要成功入主 再想逼走他 只能靠这种 自以为是的下作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直接拉了五皇兄 一起来公布 用钱和人威逼 利诱正尚书 他们站队自己 至于他们这等劣质手段 笑死 他会怕 他们不买 还有大伤老百姓 哪怕老百姓们消费力 赶不上薰贵 但京城百姓 还是有点闲钱的 加上他们人口多 这生意不会差 若还是不够 他便自掏腰包 反正他理宁乐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总之 这份权力 他要定了 公主 您不若叫崔恒生 帮忙在朝城里 游说几个支持您呢 总不能您对他的提携 一点作用没有吧 春菊忍不住出声道 不急 他这颗棋 还不是用的时候 宁乐摆了摆小手 否决了春菊的建议 再者 本宫就是要这些人 闹得越大越好 桃花和春菊 不能理解公主的想法 但既然公主说了 他们只照办就好 公主 可以安静了 春菊将宁乐的墨发 从织井中散开 干了的头发柔顺黑亮 透着精心保养的美 桃花伸手 竟在准备好的花汁水中 过一会拿起 以指代输为宁乐 输好最后一遍 好好 李宁乐打了的哈欠 走向拔布床 接下来的日子 会比以前更难走 他要养精蓄锐 逗死那帮归孙子 一日 李宁乐起了大早 今日算他正式上职 在大商 从六品 已经有了上朝的资格 通常一月四次 初一 十五 二十 和最后一天 外加偶尔重大节日的大朝 比如春节 冬至 还有皇帝万寿的前后三天 宁乐比较巧 他当上园外郎后 刚好过了上一次早朝 所以 那些摩拳擦掌 看他不爽的文臣们 暂时还逮不到机会 在朝堂上喷塌 于是 宁乐过了断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修烟花处的忙碌日子 只是 虽然恢复了 但没心的生意上门 不仅没生意 还真的如崔恒生那边递来的消息一般 大臣都来退单了 哎 郑尔昌叹了一口气 李宁乐 这可怎么办好啊 公主 郑尔昌又叹了一口气 非常抑郁 刚刚 烟花制造处最后一笔单子 也被取消了 亏了 亏大发了 本就不宽裕的公布小库 雪上加霜的穷了 他都能想象到 下次再去户部讨预算 大哥得弯到什么程度的腰了 不如他今日下旨时 去城北乞丐处寻个盆给大哥吧 哎 侍郎大人 您在想什么呢 李宁乐微微抽了下嘴角 哪怕郑尔昌一句话没说 他却还是看出 他那想送郑尚书去要饭的想法了 得亏他是郑尚书的亲弟 不然 指定被套麻袋了 没 没什么 郑尔昌挠了挠头 眼神透出几分焦虑 公主 您可有渣 上次说 面向百姓售卖烟花的事宜 准备的如何了呀 侍郎大人 你知道想要卖出一样东西 最先要做的是什么吗 库存啊 有足够多的烟花 郑尔昌立马回道 您不知道年前年后这段日子 我们一直在赶供烟花 许多单子都是提前下定的 说到这里 他苦笑 之前还觉得单子太多 结果一把火把本就不多的库存 还给烧干净了 那会头疼 现在好了 头秃 库存虽然很重要 但卖不出去有再多也是浪费 且还占公布本就不多的库盈 郑尔昌被宁乐说得老脸一红 公布的穷真的连公主都耳闻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百姓们知道烟花这个东西的存在 也就是打广告 公主打算怎么做 第190章 烟花大会 举办一场烟花大会 在民间燃放 郑尔昌满脸心疼 这 这得花多少银子呀 侍郎大人 舍不着孩子 套不着狼 我知道 就是 公主咱们库房真没赢钱了 要是都放了 货头就算有人买 我们恐怕也没本钱做烟花了呀 放心 这次烟花大会的钱本公出一半 帮助公布减少压力 才一半嘛 郑尔昌想说 公主你那么有钱 全出了得不得行 李宁乐给了他一个冷嗖嗖的眼神 郑尔昌非常聪明机灵地点头 好好好 就按公主说得这么办 一半也不错了 总比一个子不肯给的好 李宁乐微微抽了下嘴角 这抠嗖镜怎么那么眼熟 所以 五皇兄之所以歪了 是外甥相救吗 真绝了 这件事定下之后 郑尔昌急忙慌地 去忙公布其他事物 烟花燃放这件事由宁乐全权负责 李宁乐叫来胡子 问了问他们 现有的烟花能持续燃放多久 胡子想了想说 大约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还不太够 宁乐吩咐道 给你们三天时间 能不能赶功 加到两个时辰 这工作量不算低 如今烟花制造处能做烟花的 加上胡子在内 一共八个人 全是之前那一批道士转业 太子安排进来的人 在上次之后 就被赶出公布了 而公布 历来缺人手 胡子知道 公主的位置 正被人虎视眈眈 多少人盯着看笑话呢 他咬牙 公主放心 定能办到 大不了通宵达旦地做 公主对他们有知欲再造之恩 绝不能叫他 被人欺负了去 好 人手的话本宫 会叫一些人来给你们打下手 以后也算你们的徒弟 宁乐自然不能光靠胡子 他们几个人 这些人都是本宫信得过的 你们可以放心交 胡子明白 去吧 李宁乐摆摆手 胡子给他行了个礼 速速退下 接下来 宁乐又找了几个公布的人 是郑侍郎给他拨来的 都是老实芭蕉 能听话做事的 其中就有林绍辉 下官叩见公主 林绍辉他们几个 见了宁乐 立刻恭敬行礼 各位免礼 李宁乐开口 以后再公布 咱们就是同僚 不必多礼的 这 林绍辉身后几个人 互相看了看对方 不敢硬话 他们都是公布干部里最底层 哪敢和公主称同僚之一 倒是林绍辉和宁乐 打过几次交道了 知晓他的脾气 立刻响应 是原外郎大人 眼见最老实芭蕉的 林绍辉答应了 其他人也纷纷应声 我们直接说正事 是郎把你们暂时借给我 主要是为了 接下来的烟花大会 劳烦各位接下来的事务 李宁乐直接开门见山 迅速布置任务 林绍辉等人认真听着 时不时有人问点不明之处 很快 事情交代完了 众人离开去干活 宁乐单独叫住了林绍辉 林大人 之前多谢你了 李宁乐感谢的是 林绍辉在烟花制造处 被诈食出来替他说话那次 若非他这个在烟花 制造处管事的人出来说 以启得地的性子 分分钟就能把锅扣他脑门上 公主言重 您之前对陈网开一面 已是大恩 林绍辉拱手弯腰 老实本分地说 何况这件事本就与公主无关 臣自当要为您说一句公道话 好一个公道话 你虽是实话实说 但本宫也记下你的情 李宁乐笑笑 不敢 公主万万不可 林绍辉连摆手 宁乐打断他 好了 不说这些 你快快去办事吧 林绍辉 是 陈告退 他们离开之后 宁乐再公布 就没什么事可做了 接下来就在公布里溜达一圈 熟悉熟悉地盘 结果刚回来 就见郑尚书 揪着郑尔昌的耳朵直奔他来 李宁乐 尚书大人 您这是闹哪出啊 公主 郑尔昌投来求救视线 别看笑话了 快点救救陈呀 耳朵要掉了 尚书大人 这么多人在呢 李宁乐出言帮了一句 郑尚书哼一声 松开郑尔昌的珠耳朵 公主 您提议在民间 免费燃放烟花这事 老臣觉得 不妥 有人抢答了尚书的话 李宁乐亚然 五皇兄 郑尚书和郑尔昌 齐齐回头 眼神充斥着一句话 你怎么又来了 五皇子 二人赶忙行礼 郑尚书还问 您怎么会在这 户部没事干嘛 我是听说宁乐 提了烟花大会的事 特意过来的 李一雀神色激动 郑尚书一瞧露出微笑 五皇子也觉得不妥 这就太好了 有五皇子出面 公主说不准能清醒点 不妥 大大的不妥 李一雀一屁股坐下 滔滔不绝开始讲述 他觉得哪里不妥 光免费怎么能行 这其中 商机大大的有啊 郑尚书听得头晕目眩 郑尔昌若有所思 神色越发激动 李宁乐面带微笑 李一雀说的 和他打算不谋而合 他李宁乐是有钱 但又不是大冤种 可以撒钱开道 但不代表处处倒贴 能双赢的 为什么要亏本呢 说了约莫一课中 李一雀口干舌燥 宁乐递了一杯茶水给他 他接过就喝 喝完 扎巴下嘴 最后下定论道 你们想啊 往承西就一条道 除了咱们铺子里的东西 能借此推销掌掌名气 还能收那些小贩的摊子费 如此一来 烟花成本不但能够平衡 还能借此小赚一笔 一举数得 郑尔昌和郑尚书目瞪口呆 这样也成吗 免费燃放 还能赚钱 赚商贩的钱 商贩还不会不愿意 毕竟那可是大大的客流量呀 生意绝对不会差 李宁乐笑咪咪接话 就是要劳烦尚书大人出面 和金兆尹那边 谈谈承西河道许可一事 毕竟燃放烟花 以及一条道上摆摊 是要得到官府许可的 这是不再公布管 本来他打算亲自去一趟的 尚书既然来了 那就交给他了 也好 省得他却会被人故意下半子 行 这件事交给我了 郑尚书苍蝇搓手 毫不犹豫点头 大哥 你去的时候 千万别提是要放烟花的知道的不 不然肯定会被阻挠 郑尔昌提醒 这还用你说 郑尚书瞪了他一眼 他看上去像是他那种憨批吗 公主 臣这就去 郑尚书说完 点点走了 到了下午 成功带回一张许可条子 拿到这些 宁乐便让人开始在民间传播消息了 第191章 帕慎 这不有你在吗 另一边 一直关注公部的大臣们 收到宁乐他们 准备弄烟花大会的消息 哈哈大笑 宁乐公主 这是破罐子破摔了 我要是公部尚书 现在又得回家哭 给烟花制造处播的预算 全被这位娇奢不知己苦的公主给 祸祸干净了 哈哈 这么一来 烟花制造处 怕是存活不了几天了 四皇子府 看着公部侍郎其大人 暗中送来的宁乐动向 李一诚脸色微暗 想了想 他把手中的消息 递给对面作者的陈嘉仪 陈嘉仪愣住 给 给我看 你是我夫人 我们一体 何来防备 李一诚温柔笑着 将那信法 又往前推了推 陈嘉仪心情复杂地拿起 那上头的字 他并太能完全看懂 不过能晓得大概 宁乐竟要举办烟花大会 这想法 他这是 想把烟花推广到民间 让百姓们买烟花 烟花价贵 百姓买不起的 李一诚温声回他 不 在他们现代 烟花大众都买得起 只要量够大 不过这不是现代 陈嘉仪思考了下 自信开口 百姓买不起 豪生总买得起 只要他对外说一句 这是王公大臣们 都会用的烟花 那些有钱的商人 豪生会抢破了头的 再者 以宁乐公主的财力 便是倒贴给百姓买 也完全做得到 顿了顿 他下了定论 宁乐公主 这是打算用钱开道 力求站稳跟脚 李一诚面露赞赏 夫人聪慧 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陈嘉仪耳根一红 殿下谬赞了 他不过是仗着点现代 看过去历史的远观性罢了 李一诚笑了一会 渐渐露出落寞神色 父皇真疼爱宁乐呀 一个公主 说给官就给了 整个大伤绝无仅有的恩宠 陈嘉仪连声安慰 殿下一时低谷而已 在我看来 宁乐这官做不长久 见李一诚 露出席尔宫廷的姿态 他继续说道 若随便一个养在深归的女子 都能为官 那科举还有什么意义 十年寒窗 都不一定能恩科终地 便是中了 也不代表会是好官 如今是陛下糊涂 因为对他的宠爱 就随便恩赐了官职 等时间长了 便会知晓 这是个错误 陈嘉仪说着 主动握起李一诚的手 谋色坚定看向他 而你 你是皇子 即便陷下被冷带几分 将来只带一个机会 便能龙玉九天 所以殿下千万别妄自菲薄 夫人 李一诚似乎被他的话鼓舞感动到了 他嗓音温柔 眼神深情 你会帮我的 对吗 沉溺在他这温柔如水的眼神中 陈嘉仪心防震战 他不有点头 是 我会帮你的 李一诚忍不住拥住陈嘉仪 嗓音轻柔地能溺死人 夫人 有你是我的福浅 陈嘉仪羞红的耳根发烫 浑身僵的硬邦邦 他是牡丹 还从没有过和男子如此亲密 而自从嫁给李一诚之后 因他身子不好 主要是他内心还不愿意 所以 两人最大尺度就是握手 今日 劲爆了 陈嘉仪心如小鹿在乱撞 李一诚清晰听见他的心跳声 嘴角弧度勾得更大一些 他这位夫人 在万寿宴之后 忽然变得胆小起来 明明手里 有好东西 却一直不肯拿出 这别扭的性子 叫他头疼 还好 算是好吼 等送走陈嘉仪 李一诚脸上温柔的笑退去 问了裴一 东宫那边可有消息 回殿下 我去了好几次 东宫的人都避而不见 看样子 太子是和本殿隔阂上了 李一诚难难道 心头却不后悔 那日万寿宴上 本就是太子嫌疑最大 虽然现在他查不到 到底是谁背后算计他 总不过就那几个人 要么太子 要么三皇子 不过 那日情景虽凶险屈辱 却有了得让他心颤的收获 父皇可能是看中他的 只是如今还不甚确定 李一诚打算等解除禁族以后 试探试探 如今在禁族内 他不打算闲着 东宫不理会便算了 但得盯紧了动向 还有平阳公主那边如何了 裴一 素额说 平阳公主被皇后太子狠狠罚了 但不服气 一直想和崔家那位大公子联系 却送不出去任何消息 平阳也是可怜人 他这般 我这座兄长的 总要帮一帮的 李一诚点着桌面 微笑道 裴一不解 殿下 平阳公主若真嫁给了崔家大少爷 对东宫不是助力吗 崔家不仅仅是世家 更是陛下心中一块心病 愧疚不行 想要弥补的心病 平阳公主真和崔家成了 哪怕两家有仇 好处也不会一点没有 本殿可没打算让平阳嫁过去 李一诚淡淡一笑 让素额鼓动平阳勇敢追爱 必要时可以动用我们的关系帮他一帮 嗯 三日后是个好日子 就选这天吧 殿下英明 裴一鸣了 奔者为妾 倒是平阳公主必会成为皇室耻辱 别说搭上崔家 这个助力 只怕仇怨会更甚 而私奔过的平阳公主 再也没脸嫁人 东宫便会彻底丧失 一位可靠的殷勤 同时三天后 还是宁乐公主举办烟花大会的日子 可以甩锅到她头上 想到之前被宁乐公主鞭打的八十下 裴一神色冷利 属下即刻去办 星号 三日后 听说了吗 今天有烟花大会 什么你还不知道 什么叫烟花 那可是稀罕玩意 是薰贵们用来宴请贵客食然放的 据说特别漂亮 宁乐公主说 免费给我们放 真假的 在哪里放啊 说是承熙那条河边 在有时三刻开始 去的人还都有小礼物送 哇 那我赶紧这把事忙完 定要去看看 百姓们争先传告 京城中大大小小商户 则早早就去承熙那边看好位置 准备摆夜摊 夜幕降临 热闹不减 以往京城中最落寞的承熙一条街上 张灯结彩 人潮涌动 宁乐换了一套低调的淡蓝色长裙 头上沾了仿真圈花 左手拉着徐英白 右手抓着一根糖葫芦 边吃边左看右看 根本停不下来 你别说 这民间有不少好玩的好吃的 公 阿宁 小心些 徐英白伸手为宁乐挡去了一些人潮拥挤 还是不太习惯这么叫公主 人这么多 你又没带护卫 您千万别乱跑了 万一出什么事 徐英白小声咕咕被宁乐打断 怕肾 这不有你在吗 第192章 崔家大公子 这话听起来颇为眉心眉肺 但徐英白却心头一热 复杂难言 公主对他 完全是无条件的信任 徐英白打起十二分精神 紧跟宁乐 宁乐看不得他这么紧绷 走到一个卖面具的摊子前 拿下一个猴脸戴脸上 挖屋一下 贴近徐英白 徐英白面色宁静 不解看他 宁乐没趣地把面具放了回去 然后 又挖一下 几眉弄眼 冲着徐英白扮了个可可爱的鬼脸 徐英白 顿了两个呼吸 他慢慢地压了一声 阿宁 我好害怕 李宁乐 小白 你演技真差 徐英白虽然不知道演技这个词 但结合语境能猜出大感 我下次尽量配合一些 他温婉道 不用 这样也挺好 你就是你 没必要为谁改变自己 李宁乐抹了把脸 恢复好表情 拉着徐英白 继续往前走 徐英白露出了正愣的表情 不需要为谁改变自己 妈 他滴滴覆树了一遍 似有名物 李宁乐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个赞 瞧瞧 说话多有水平 哎呦 没等高兴几夕 他撞上了个人 脚下被什么东西一半 人差点翻飞出去 阿宁 徐英白反应迅速 连忙把人拽紧 威仪用力 公主向个小包袱 被他扯了回来 七昏八素 眼睛快成蚊香了 阿宁你没事吧 还 还成 刚刚那一来一回 宁乐好像见到去世的太后了 Jer姑娘 抱歉 一道温烈的嗓音传来 在这繁杂人群中 注入一汪清泉 让人没有来的 就尽了心 宁乐和徐英白同时看过去 只见一批这黑色大肠的男子 坐在轮椅之上 带着欠然笑意看着他们 他的气质很独特 人在群中 自成一片宁静飘渺 如仙境一般的小世界 眉宇间带着几分淡淡忧郁 李宁乐空空如也的墨水中 竟也浮出一句诗词来 一世而独立 莫上人如玉 我没事 你没事吧 宁乐本来有点小生气 现在吗 长得好看的人 天生比人家多一次机会 多谢这位小姐关怀 在下没事 男子笑着汗手 眸光专注宁乐 眼底有太多太多东西 最后才到 后会有期 好啊 再见 李宁乐笑容灿烂白手 男子身后的人 推起轮椅 带着他 渐渐远离人群 徐英白一正 刚刚他竟没发现 推轮椅的人存在 公 爱宁 这个人身份应该不简单 推轮椅的人 内功很强 估计是家族死士 他低声在宁乐耳畔言语 李宁乐笑容依旧 崔家的少主妈 出行自然会有死士相互的 他就是崔天兰 徐英白愣住 崔家大少爷的名字 恐怕整个京城无人不知 然而 他的相貌 却没几个人知晓 盖英这位大少爷 已经十多年 没出现在人前了 没想到他容貌这般出色 怪不得平阳公主对他 徐英白话头顿住 是啊 最开始 李宁乐是没认出 崔天兰的身份的 毕竟他和崔天兰 也不过又是见过一次 印象里就是 他在宴会上吐血昏迷 鲜血染红了 他身上的月白锦袍 后来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双腿不良于行 只能靠轮椅逮捕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出现过任何宴会 崔家人一事 这么多年不出来 今日到处来了 有意思 宁乐可不信他是被烟花吸引来的 另一边 崔安推着崔天兰 到了一处僻静的小巷中 少主 您还好吗 刚刚宁乐公主 可有压伤您 没有 他身边那位徐家女郎 反应很快 崔天兰淡淡一笑 见他笑颜 崔安嘀咕 您还笑 到底为什么要冒险 去和宁乐公主接近啊 接近了 您也没说旁的 有些话 不用明说 崔天兰淡淡抬起头 从他的角度看天空 只有一小块露出 黑漆漆的 和周围建筑几乎融为一体 这样的天 他看了十几年 如今总算能走出来 看看更大的天空 走吧 属下搞不懂您在想什么 崔安嘀咕 推着崔天兰出了小巷 前往定好位置的茶楼 那里 据说是观看 今日烟花大会最好的视角 望春茶楼 位于城西最大的茶楼 楼高五层 越往上越是非富即贵 才能定下的位置 宁乐和徐英白 随着小二一路向上 直奔最顶楼 二人刚坐下 就听得砰的一声 黑夜之中 一道火星子从下往上 而后微一停顿 炸开了绚烂瑰丽的花朵 哇 太美了 天哪 这就是烟花吗 好漂亮 李宁乐听着楼下传来的欢呼 嘴角翘着开心的笑容 只要喜欢 就会有需求 远处的烟花 自第一颗开始后 便络绎不绝 各种颜色齐齐上天 一时间 众人听不到旁的声音 只有那砰轰 声响交织 墨色天空如神仙纸笔 勾勒出一朵朵 他们平生未见的绝艳花朵 京城外 卢任家漏夜出行 前往封城任职 卢家人抹着眼泪前来送他 他一直很平静地 和父母兄长 弟妹一一道别 直到翻身上马那一刻 头顶出现绚烂的烟花 卢任家眼眶一热 朝着城西方向喃喃自语 公主 此去一别 我们有缘再见 驾 骏马飞扬 鲁莽的少年奔向远方 前途未卜 任家 我胆 茶楼中 宁乐端起一杯茶 摇摇举杯 卢任家 一位非常好的打驸马辽机 驻前程远耀 打抱西满狗头 不过说起来 距离黄姐嫁去西满 有半年之久了 她不知道怎样了 应该还活着呢吧 李宁乐心里头乱七八糟地想 小脸一会苦一会脑一会纠结 整得徐英白七上八下 公主 你要是想去送送 我们现在去应该来得及 送 送啥 李宁乐回了神 看着脸带担忧的徐英白 恍然 你说如任家 我没想她的事 我在想我黄姐安阳公主 不晓得她如今过得好不好 徐英白恍然 原不是为这个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人 砰砰砰砸门的声音 在烟花燃放的场景下 都很有存在感 徐英白去开门 门口没人 地上飘着一张纸 第193章 公主捉奸小分队 徐英白赶忙探出头去 没看到一个人 捡起地上那张纸 只看一眼 便脸色大变 连忙关上门 转身把纸递给宁乐 公主 这是有人放在门口的 李宁乐接过那张纸 看完内容 挑了下眉梢 信纸上写的是 平阳公主要和别人私奔 还写了地址 就在他们所在茶楼 不远处的一处竹林 叫西竹院 公主 送消息的人绝对不怀好意 您不能去 徐英白认真说道 这么明显的事 宁乐自然也看得出来 不过 要去 公主 徐英白着急不已 平阳公主乃中公敌出 太子亲昧 他若私奔 是有损国体的大事 无论谁发现了 后面肯定会被陛下 和皇后他们清算的 您如今本就树敌颇多 不能再明着得罪太子他们了 你知道和他私奔的人是谁吗 李宁乐不急着回答他 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 徐英白顿了下 难道是 崔听兰 就是他 李宁乐唇边露出几分了然的笑 怪不得今日出来了 还故意撞了本宫 感情在这里等着呢 公主 您这是何意 徐英白满脸疑惑 先不说这么多 我们过去 路上和你细说 李宁乐拽着徐英白 从包厢的后门出去 直奔信纸上写的竹林 承袭的西竹院 是京城很有名一处风景一人的园林 寻常人进不去 因为这里属于京城一位财主的私人后花园 而这财主 就是宁乐的外祖父 公主您的意思 有人算计了平阳公主 和崔家大少爷私奔 并想嫁祸到宁头上来 徐英白震惊不已 愤怒道 谁这么狠毒 还能有谁 男主那狗别 太子不可能这么坑自己亲妹 他指着靠平阳 去换个有利岳家支持呢 三皇子压根没着脑子 五皇子一心挣钱挣钱 哪里顾得上这些 只有大皇子和男主这两个没下线的玩意 会做这种事 但大皇子前阵子万寿宴上 为太子说话后 就算得了东宫亲眼 更不可能在这街骨眼上犯傻 这一排除 只剩男主那傻逼了 加之剧情里 平阳公主婚内通奸崔廷兰一事 就是他幕后主使 否则单凭平阳 哪里可能睡得到崔家的大少爷 崔廷兰被施以攻刑后 崔家彻底恨夺了太子一脉 不惜崇立朝堂 专门和太子作对 彼时太子的人已经被男主撬得差不多了 男主又已扳倒太子维尔 和崔家达成合作 从此扶摇直上 仅从这点上 宁乐就不可能看着他 算计平阳和崔廷兰无动于衷 更何况一旦让他阴谋得逞 宁乐将得罪东宫和崔家两大势力 男主这个狗笔 独疯吧 不过这些不能直白告诉徐英白 免得他被老皇帝盯上 于是 李宁乐直接全面覆盖 除了太子 皆有可能 徐英白浑身发寒 说话间 两人离西竹院近了不少 前头隐隐有人影出现 徐英白刚警惕起来 就见那人单膝下跪 属下林诺见过公主 看见林诺 徐英白睁大了眼 他 他一直在 情况怎么样了 李宁乐大半个人靠在徐英白身上 微微喘息 问道 正在寻找 林诺刚说完 竹林后方亮起一道红色信号烟花 他大喜 找到了 因为此刻漫天都在放烟花 所以这动静并未引人注意 只有林诺和公主府的人认识 带本宫去 李宁乐深吸一口气 同时吩咐 如果有人来 不必来 只当不知道 是 竹林内部 崔廷兰坐在轮椅上 双手被绳索捆住 面容沉静 身后烟花朵朵展开 景色美不胜收 一直跟着他的崔安 不见了踪影 在他对面几步之外 平阳痴痴看着他 廷兰哥哥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你知道吗 很多年前我就喜欢你了 当时我 平阳的热烈表白 并没有让崔廷兰有丝毫感动 甚至他还很厌恶 语气大而冷 平阳公主 已不会不知道 我们两家有仇吧 我不在乎 我在乎 平阳哥哥 平阳小脸一白 脸上露出几分受伤 你就这么恨我吗 当年的事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母后他们做的 我是无辜的呀 崔廷兰厌恶更甚 刚要说话 后方林间 传来一阵清脆的鼓掌声 刚巧这回烟花暂停几息 是以这鼓掌声在陡然寂静的环境中存在感极高 谁在那 平阳警惕看过去 却见一道熟悉的让他暗恨不已的身影 从暗处走出 宁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李宁乐看着质问他的平阳 好笑道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平阳你来本宫的私人竹林做甚 你家没竹林吗 这是你的竹林 平阳惊了 素额明明和他说 这处竹林是个普通商人的 好大发 因承袭偏僻 加之今日燃放烟花 是最好的优惠之处 可以叫他 好好与听兰哥哥诉说中场 只要告诉听兰哥哥 他定会欢喜 这样 就能去东宫提亲 哥哥绝对不好拒绝 不是我的 是你的 李宁乐双手抱胸 瞥了一眼轮椅上安枝若素的崔听兰 你这是何人优惠找地方 找到本宫地盘上了 崔听兰不得不出声 公主 很明显 我是被绑来的 他特意展示了下 他被捆住的手 李宁乐 美色误人啊 公主谬赞 在下受之有愧 崔听兰静 还有闲心思唠家常一般 徐英白在一旁 极又不好出声 怕影响了公主计划 倒是平阳生气极了 宁乐 你要不要脸 你一个成过亲的女人 还敢和我抢人吗 要不是崔听兰在这 他就要撸袖子打人了 听兰哥哥 都没这般如沐春风的 和他说过话 宁乐 这个狐狸精 李宁乐怜悯道 蠢货 你骂谁呢 平阳跳脚 骂你啊 被人算计 还给人数钱的玩意 你做死就算了 别连累 我和崔听兰好吗 我们俩是倒八辈子 没了一个 替你背锅一个 被你看上 你 你 平阳被宁乐挤兑的脸色难看 想回嘴 心中却下意识问出 你说 我被算计 被谁算计 我怎么可能被算计 我是偷偷逃出来的 没人知道我在这 他越说声音越小 显然 平阳也意识到了什么 公主 徐英白看到了一道 和之前一样的红色烟花 立马提醒 李宁乐 小白帮下忙 好 徐英白点头 跟着宁乐走向平阳 平阳下意识后退要跑 抓住他 李宁乐一声令下 徐英白脚步轻点 眨眼间就到了平阳跟前 轻易把人问住 放开本宫 徐英白你放肆 你竟敢 啊 宁乐迅速上前 啪大一个大嘴巴 给平阳抽猛了 把他拖走 李宁乐交代一句 转身跑到崔天兰跟前 推起他轮椅就跑 第194章 今儿就报答我 宁乐 闭嘴 你凭什么叫我闭嘴 小白抽他 我 我不说话了 李宁乐推着崔天兰的轮椅 带着徐英白 和被抽了大耳瓜的平阳 躲到假山上头 这地方离刚刚他们所在的地方不远 因为地势高可以清楚看到那边情形 而瞧不见他们 在这好好看看 你本来的下场 李宁乐冷冷说道 平阳有点不服气 刚想回嘴 就见有人扛着火把冲了进来 是金兆颖带着一个小队 平阳公主惊了 就算他再蠢 也知道 如果被金兆颖看到他和崔天兰在一起 下场绝不会是赐婚 而是思乡受受 名声受损 只是 他们是怎么会摸到这里来的 像是知道 这里有人特意来抓一样 平阳心里浮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索娥在外面 却没给他报信 他人呢 就在这时 人群里扑出一个人 哭着喊着说 大人 公主定然是被崔家那个挨千刀的少爷 给骗走私奔了 这可怎么办 私奔 平阳瞪大眼 下意识想怒吼 旁边宁乐眼 挤手快 捂住他的嘴 迪鹤道 你想被人发现吗 平阳眼尾心红地摇了摇头 眼泪扑扑掉 私奔的罪名 比思乡受受严重太多 不仅仅是名声毁于一旦 这辈子都别想嫁人 恐怕还有性命之忧 就算她是公主 不会被禁猪笼 那下场也是青灯古佛了却残生 同样的 听兰哥哥也会被他连累 平阳怨恨地看着下方的素额 这个卑主的贱人 到底是谁怂恿他 如此算计自己 现在想想 素额很多话 都带着引导和教唆之意 平阳愤怒不已 下面的金兆尹 更额头冒冷汗 这宫女前头找来说的是 平阳公主看烟花石意外走丢 怎么到这 忽然就变成与人私奔 这等皇族秘闻了 而且还和崔家有关 他知道 自己是卷入贵人们争斗之中了 果然 金兆尹年年换不是开玩笑的 而他这次 恐怕不单单是乌纱帽保不住 全家都得完 大人 大人 您快去追公主呀 他们定然没走远 素额心里也是焦急 眼珠子乱飞 这处人一个不见 怎么回事 平阳公主呢 宁乐公主呢 崔听兰呢 主子说了 安排宁乐公主捉奸 他带金兆尹过来做见证 如今一个人没见到 这见证怎么弄 到底发生什么变故了 平阳公主为什么不在 按道理 崔听兰一个不能走路的残废 断不可能走太远才对 素额一个奴婢 本就没什么脑子 只是听命行事 如今遇到变故 六神无主 他这句提醒了金兆尹 不管平阳公主是不是真的私奔 只要没抓现行就不存在 就都与他没有干系 顶多就是找不到公主 置一个失职 丢了官 总比丢了命才好 而且这个公女明显不对劲 抓了他 交给太子 也算将功折罪 这一刻 金兆尹求生念头 让他通达名讳 致力达到巅峰 去 把太子请来 记得要悄悄的 金兆尹吩咐了心腹一句 而后给了手下兵一个眼神 他们立刻把素额独嘴捆住 李宁乐眼眸赞赏 这才是聪明人 再看他这位黄姐 二逼 平阳 虽然宁乐什么话都没说 但他俩从小打到大 宁乐一个眼神 他就知道对方再怎么骂他 只是如今情况 他不敢回嘴 等待的时间漫长又短暂 好在太子得知平阳的是 极快赶来了 金兆尹把素额交给太子 还说了 他一来就嚷嚷 公主和崔天兰私奔的事 太子脸黑如锅底 上前抓着素额结问 公主到底在哪 回 太子 公主真的和崔 素额话没说完 就听得平阳公主 带着怒意的声音响起 素额 本宫不过离开片刻 你竟就敢诋毁本宫名声了 素额脸色一白 公主 太子立刻回头 亚然 平阳 宁乐 还有徐小姐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太子皇兄不知道吗 这竹林是本宫的私产 这边看烟花 别有一番风味 本宫就约了平阳和徐小姐 一起过来赏景 李宁乐面不改色心不跳 说得这儿八经 这话 太子压根不信 不过他立刻笑开 配合宁乐的话笑骂平阳 你这丫头 不过是前几日训斥你两句 出来和宁乐玩 都偷偷地不告诉皇兄了 你知道皇兄多担心你吗 皇兄 我错了 平阳规规矩矩认错 在外人跟前 太子自然不会怪他 何况这次总算也没酿成大祸 华大人 今日麻烦你们了 太子转头温和与金兆颖说话 金兆颖连练说不敢 心头大松一口气 天啊 命保住了 乌纱帽也保住了 感谢宁乐公主 乌乌 他急急忙忙和太子告辞 并主动保证 今日之事什么都没看见 也没听见 太子满意点头 等他们离开之后 他回头欲发火 却见宁乐推着一轮椅 游远极近 人静了 露出崔廷兰那张出尘的脸 太子脸色冰寒如铁 平阳竟真的和崔廷兰偷偷私会 平阳瞪向宁乐 他干什么 这时候 把崔廷兰带出来 要毁了他不成 李宁乐送了个白眼给他 笑话 他当然要澄清啊 当他圣母啊 特意来救他 宁乐 你这是何意 太子很快冷静 拧着宁乐和崔廷兰 眼神灰暗 皇兄是聪明人 看到崔廷兰应该就知道 今夜这一切 是有人惦记上了东宫 而布下的狠辣计谋 宁乐开门见山 语气闲适 宁乐不喜欢做替死鬼 这竹林是我的 今日烟花大会 也是我办的 有人想借我只守出了平阳 毁了太子皇兄一条助力 你知道是谁 太子问 这我哪知道 李宁乐才没那么傻 直接卷入他们的争斗 你查一查这个宫女 不就知道了吗 他怂恿平阳 又故意告发 明显是有人唆使了 宿恶脸色惨白 连忙逃跑 暗处跃出一道影子 把他摁在地上 同时卸了他的下巴 以防他自尽 待下去 细细查问 太子冷冷交代 那暗卫汉手 把人拖走 皇妹 今日多谢你 本宫欠你一个人情 他日必当回报 李宁乐 别压太子皇兄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儿报答如何 第195章 入局 太子一正 稍嫌紧张 宁乐是想要皇兄 带头支持 你为官吗 这 李宁乐 不 宁乐不需要太子支持 关于为官这件事 他更喜欢用自己的实力 打烂那帮酸如文臣们的虚伪的脸 不需要太子说话 何况他出面支持自己 他就会被打上太子一派的烙印 别说太子愿不愿意 他反正不愿意 那宁乐想要什么 太子笑容轻松起来 内心思考 宁乐不要他出面支持 是被那些言论击垮 要退缩了 也是 小女狼骂 在后宅舒舒服服的享福多好 非得卷劲狼们的战场之中作甚 太子心头略带轻蔑 眸光却是温柔 宁乐说说看 只要皇兄能办到 一定给你办成 皇兄当然呢 李宁乐娇娇一笑 拉过一旁做木头人的徐英白 宁乐想给小白的未婚夫崔恒生求个官 崔恒生 那位金科状元 太子听到这个名字 立刻想起崔恒生的身份 他如今在汉林做修传 位置不错了呀 大商的状元 围观之路 通常从汉林修传做起 从六品 而后试读 试讲 数集试 到这里在汉林这边经历就算够了 接下来会在六部中历任 从侍郎做起 对普通人来说不错 但小白是我的朋友 他的未婚夫 怎么能只是个小小从六品呢 李宁乐露出几分娇蛮的神态 娇气道 所以 宁乐想让太子皇兄给个恩典 直接让崔恒生去礼部任职吧 做个侍郎 也算勉强配得上我家小白 太子 宁乐还真敢大言不惭 还一个侍郎勉强配得上 礼部侍郎正二品 那是勉强配得上吗 便是英国公亲自来了 也断坐不到 一上来就给女婿安插到侍郎位上 不过嘛 太子心头思绪翻动 礼部全盘捏在他手里 给个侍郎不难 能以此还了宁乐人情 同时搭上英国公这条线 还有 崔恒生貌似是老四推举进来的 是个毫无根基的寒门子弟 若这次自己给了这般大的恩典 这位状元会倾向谁呢 便是不倾向也不要紧 仅是前两桩好处便够够了 这事 大力在他 太子略一思索 就答应了 好 宁乐都开口了 皇兄怎能拒绝呢 这件事 本宫会和礼部那边说 过三日 就叫崔恒生去礼部任职 哎呀 谢谢太子皇兄 李宁乐露出灿烂的笑 转头看向徐英白 小白 这下子 崔恒生总算有丁点配得上你了 徐英白 多谢公主厚爱 多谢太子殿下 太子满意一笑 看了眼天色 宁乐 徐小姐 这么晚了 本宫叫人送你们回府 不用了 我还要和小白继续玩呢 听说承袭一条街 有好多好玩好吃的 李宁乐摆摆手 冲着太子 直接下了逐客令 皇兄你 还是快带平阳回去好好教导 也不是 每次都能这要求 算计他的时候 算计到本宫地盘的 太子刚有点高兴 这回又难受起来了 转头瞪了一眼平阳 还发现平阳在头看崔天兰 更生气了 只是对于崔天兰 他一句话不想说 平阳 跟我回去 太子冷冷道 平阳公主不太愿意 一双眼可怜 又充满期待 看向崔天兰 希望他能说点什么 崔天兰冷漠扭头 平阳失落极了 只能跟在太子身后 一步三回头 好容易他们走了 西桌院中安静几夕 徐英白想问公主 帮崔恒生要关的事 顾及崔天兰再美好开口 想着等一会人 离开了再问也不急 公主 林诺从外进来 扫过崔天兰 落在徐英白身上 徐家小少爷在门口 说遇见太子 听说徐小姐在这里 便过来接徐小姐回府 徐英白无奈 只能先离开 下次再问 回去路上 他思考着公主表现 隐隐有感觉 公主和崔恒生 关系不一般 不过念头一过 很快他又担心 今日之事对公主的影响 东宫虽然看着笑呵呵 谁知道会不会扭头翻脸 还有 那个背后算计的皇子 西住院中 只剩下宁乐和崔天兰 两人一个站着 一个坐着 崔公子 现在没有旁人了 不如和本宫说说 你究竟意欲何为啊 李宁乐环抱双手 居高临下 看着这出臣的公子 公主 您在说什么 在下听不懂 少跟本宫装算 你身边那个崔安一等一的高手 能让你被平阳捆了 李宁乐威斥 公主之前不是说了 有人做局算计平阳吗 他们迎走了崔安 对我动了手 这很合理 李宁乐呵呵一笑 裴一或许能迎走崔安一会 却不会这么久 都没反应过来 要说把崔安杀了 更不可能 裴一有这能耐 男主能苟到现在 上辈子 男主对崔天兰动手 是他已经实权在握 手下能人无数的情况下 这辈子 男主的算计 恐怕也并没有一定要崔天兰入局 只要做出平阳和人私奔的假象就可以了 至于肩膚是谁 以平阳那日高调示爱 众人第一怀疑就是崔天兰 所以 这局中人是不是崔天兰都不太重要 只要东宫认定是他 就可以 同时还能借此算计他一把 让东宫和崔家恨上他 但估计男主都没想到 崔天兰真的出现了 还特别好算计的 真被绑了 你故意上套 为的是激化和东宫矛盾 借此发难 李宁乐虽用问句 语气却十分肯定 公主 您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慧 崔天兰听完宁乐的话 微微一笑 他抬起头 看着面前 这位看似娇精鲁莽 实则敏锐狡黠的少女 谈牌道 是 这一切是我顺水推舟的计谋 为的却不仅仅对东宫发难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 你竟直接承认了 李宁乐预感不好 尤其他最后那句话 你今日之话 本宫就当没听见 他转身要走 开玩笑 崔家和东宫的仇怨 牵扯之身 谁碰谁死 他才不想卷进去 身后的崔天兰淡淡一笑 公主 既已入局 何必急着走 宁乐回头看他 略带恼怒 崔天兰 本宫没得罪过你吧 你为何要害本宫 公主 单凭崔家是撼动不了东宫的 当年圣倦 正农的六皇子被毒杀 我陷入昏迷 陈飞娘娘出家 如此害人听闻 尚且动摇不了皇后地位 还叫她的儿子成了太子 您说 如今的崔家 又能拿雨一风满的东宫如何吗 你既然知道 还拉本宫入局 李宁乐气笑了 怎么的 黄泉路上 你崔家人的血还不够热 要加本宫一个 第196章 合作 远处烟花渲染了月色 映衬在竹林幽身中 难得一彩 李宁乐的小脸上五颜六色 像是被弃的一般 崔天兰眼底划过一抹温柔 面色依然挂着淡淡的笑意 公主 崔家 需要帮手 而我 选的人是您 我 李宁乐眉头紧皱 本宫一个公主 能给你崔家报仇 一块玩玩还差不多 她更焦躁了 眼神明晃晃百出 你是不是独入脑子 傻了呀 面对李宁乐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崔天兰淡淡一笑 是的 您 这段时日 我一直在关注您的变化 您比在宫中那会 更加锋芒毕露 却又心有章诚 步步为营 无论是驸马一事 还是后来万寿宴上的关键之言 您游走在几位皇子中 游刃有余 且又不甘如此 李宁乐 说人话 在下看出了您的野心 崔天兰对上宁乐的眼 一字一句道 您想参政 李宁乐唇角微钩 面上的焦躁 退得干干净净 既知道 更应该明白 本宫不可能沾染 你们崔家 想参政 就得把握龙椅上那位的心思 顺着他的心意做事 帮崔家 就是把你灵 他是想参政握拳 保护自己保护您家 不是活你了 公主 您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那两个小老虎 不就是您示好暗示之意吗 小老虎 李宁乐猛了一下 仔细回想才想起来 去年胡子送他的年礼中 给了几个自己研发出来的 小老虎烟花 而当时 恰逢六皇子继日 也是崔天兰受难日 不过看他可怜 随手一送 鸭就能理解成暗示了 聪明人的脑回路真离谱啊 两个小老虎 他居然认为自己 能帮他报仇 不过 宁乐仔细琢磨了下 又觉得 这是并非不可做 虽然难度大 但是回报高啊 不说他未来参政路上的支持 但就是 截胡男主上位之路上 最大的经验包这一点 就够他动心了 只要男主不高兴 炮灰小公主就非常高兴 干了 不错 你还算有几分智慧 李宁乐做出高深莫测的表情 竟能看出 本宫隐含的深意 不愧是崔家智多心少主 崔天兰 虽然话听着是好话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公主能愿意 在下不胜感激 接下来崔家会帮您 先在朝堂站稳跟脚 暂且不必 李宁乐摆摆手 他们崔家出来 自己还有什么打脸的快感 那帮文臣 他的耳瓜子准备好了都 抽烂 统统抽烂 崔天兰想说什么脑子一转 很快露出欣赏的笑 原来如此 听兰懂公主的意思了 嗯 懂什么 崔天兰以为宁乐想 考察自己这个合作对象 够不够格 于是道 公主是担心 崔家提早出手 引起东宫忌惮 更让陛下对您不满 这样的话您官位就更难了 是听兰想的不周 操之过急了 李宁乐 倒也没想这么深 嗯 他深沉应声 那公主 今后有什么消息 听兰会叫崔安来传达 公主有任何吩咐 可以叫人去东街十八号后门处 找在那座饼子的妇人 李宁乐点点头 随后抬头 东街十八号 对 就是公主您买下的宅邸 崔天兰微笑 那边有我崔家的人 原来如此 李宁乐忽然就解开疑惑了 一直以来他弄不懂女主 怎么搭上的崔家 原来归根究底 是崔家有心为之 他们一直在找 可以帮他们报仇的人 多少年了 崔家退出朝堂 陈飞娘娘出家不问世事 启得帝每年寿宴 避请崔家 他们也从不出席 将避世贯彻到底 十几年过后 已经有不少人忘却崔家 便是东宫皇后那边 也早不把崔家放在心上 目光只在贵妃他们 等几位有皇子的家族身上 所以 上辈子 崔天兰被平阳算计通奸 到底是男主有了实力 还是他 顺水推舟 恐怕 后者可能性最大吧 以身为耳 将崔家和东宫矛盾 再次激化 引导被启得帝 真正认可的储君四皇子 主动上门求合作 为家族谋求后路 李宁乐想到 上辈子崔家下场 的确是五大世家里 最好的一个 流放三千里 至少还活着呢 其他几个大族 差不多死绝了 世家大族只要活着 就有重启希望 书中对崔天兰的结局书写 就是通奸之后攻行 然后没再提了 也不知道死没死 但看崔家如此境地 很难说有没有他在其中周旋 这么看来 自己更要和他合作了 绝不能叫他们倒向男主 否则会很棘手 皇宫 启德帝还未就请 站在宫殿某处 眺望城西方向 那边天空灿烂极了 烟花大会 推广民间 他这脑子 真真是遗传了 他那外祖父 启德帝语气莫名 高流静默不语 仿佛不存在 启德帝也没有他回话的意思 继续自言自语 如今朝中弹劾他的月发多了 过几日便有早朝 那日 让他也来吧 高流一惊 从六品上 早朝不算奇怪 只是陛下这意思 明显是想让宁乐公主 一人承担火力 这 未免过于冷血 好歹公主 对陛下 一直孝顺有加 何至于此呢 明明帮着说几句话 就能谈压下不少 高流心疼宁乐 却知道 没他说话的份 只能将头低的更低 压住眼底心疼 东宫那边很热闹 发生何事了 启德帝问道 高流这才出生 奴才去细细问过 是平阳公主失踪了 太子带人去寻 想来是去看烟花石 一时走失 哦 是失踪 还是私奔啊 启德帝语气淡淡 谋色压过来 带着笑 高流 你在为东宫遮掩什么呢 奴才该死 回陛下 奴才绝不敢欺瞒盛厅 高流急忙跪地 语气恳切道 奴才去探了 却是失踪 没有什么旁的不干净的事 找回没 奴才留了人 一旦找回即可来宾 高流回道 正说着 外头小太监进来禀告 说太子带着平阳公主安全回来了 却是看烟花去了 不过没走失 是和宁乐公主一起玩呢 高流松了一口气 悄然抬眼看向启德帝 启德帝却没有高兴之色 和宁乐一起看烟花 他又搅局 他与气带着几分嘲弄 神态不悦 高流心意咯噔 陛下这态度明显是知道 平阳公主会出事 私奔 和谁私奔 想起最近宫中传闻 平阳公主对崔家那位的心思 崔家那位不可能和平阳公主私奔 他恨还来不及 那么是有人算计平阳公主 亦在东宫 四皇子 既是四皇子谋划 陛下定然早就知道 甚至默许 而这些 高流作为天子心腹一无所知 心底蔓延出寒凉 陛下这是不信任他了 因为那次万寿宴上四皇子出事 他疑心自己了 第197章 陛下对您全权父爱 高流想明白关节 却不敢说一句 天子已然不信自己 说再多不过越描越黑 今日自己不知此事 东宫也未曾出事 总能洗清自己嫌疑了吧 启德帝当然也有这个念头 不过 宁乐怎么会这妖巧 就把事情解决了 以他和平阳的仇怨 他不可能会帮平阳 除非有人告诉他 这其中官窍 事官自己 才有可能 高流 奴才在 启德帝 朕记得 你和宁乐关系不错 回皇上的话 宁乐公主天真烂漫 见谁都三分笑的 高流低头 认真回答 启德帝笑笑 是啊 他人缘颇为不错 陛下 高流欲言又止 苦涩难言 他不知道四皇子谋划了这件事 怎的还能怀疑到他头上来呢 启德帝没再继续 直到了一句 百嫁未央功 是 高流连忙起身 去准备 行号 东宫 太子坐在书房之中 暗卫正在禀告审问的结果 背后之人 叫他万万想不到 竟然是他 离义成 竟是他算计本宫 太子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曾经效忠于 他的透明皇子 居然早早安插了人在东宫 在平阳身边 还是他的心腹大宫女 那这期间 东宫有多少消息 通过平阳的嘴传了出去 太子甚至不敢继续往下想 同时 太子不可避免想起万寿宴上 出了岔子的天外语识一识 像是有一道惊雷 把他脑袋瓜子披名办了 当时太子也曾认为 四皇子是被人算计了 还和幕僚商议过此事 极有可能是三皇子 或者其他皇子 想通过打击他来打击他这个太子 如今看来 有没有 可能是自导自演 为了抹黑他这个太子 让他被父皇猜忌 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至少那日 他的确做到了 太子越想越心惊 吩咐暗卫 叫来任职东宫蜀官的幕僚们 几人一合计 盘算 拍案惊奇 太子所言即是 之前这位四皇子上门投诚 时辰就觉得不对劲 但想着他示威 没当回事 如今瞧着 可不是也有谋夺之心 可他母族势力不存 也敢有此心吗 太子又觉得哪里不对 幕僚之一立刻道 如何不敢 他母族不显 妻族却不差 丞相嫡长女 是其侧妃 正是嫡女是其正妃 焉能不存野心 没错 太子别看丞相 好似没有帮扶之意 可他两个女儿都嫁了皇子 五皇子咱们心知肚明 陛下不可能看中他 他自己也没那意思 这四皇子 可就未必了 这位幕僚说着 微微顿了一顿 虽是透明 却也无过呀 太子脸色难看起来 猛得起身 本宫要去找母后商议商议 太子 这会去 幕僚们一惊 如今漏夜时分 竟后宫不妥吧 何况刚得了消息 陛下正在皇后宫里呢 后宫之中 贵妃一手遮天 您这一去 不是给了他发难的机会 太子 便是四皇子有心也不妨 咱们既已知道 日后多加打压便可 他不是大欢 那位 才是 太子深吸一口气 坐了回去 等说得不错 本宫心急了 今日平阳一事 本宫多亏了宁乐 若非他帮忙 也是帮他自己 总之 绝不能轻饶了这个老四 还有通知礼部 给崔恒生 留下礼部侍郎的位置 幕僚们一正 可崔恒生 貌似是四皇子推举 才参加的科举啊 按照大商文人们 不约而同的默契 谁推举 仕途一路 就算是谁阵营的人了 太子一笑 一个没甚背景的皇子 推举了又如何 崔恒生日后前途大着呢 是四皇子还是本宫 他还能不会选 即便他真的对老四 忠心耿耿也无碍 本宫一是 还宁乐人情 要他在平阳一事上 闭嘴不言 二是 给英国公卖个好 太子英令 四皇子府 李一诚焦躁不安 陪一出去 到现在 已经有好几个时辰 还未回来 莫非出了什么事 只恨如今他示威 手中无人可用 李一诚眼皮狂跳 心有不好预感时 陪一总算回来了 不过他不是全须全已回来 而是被一个武功高强的男人 拎着丢回来的 李一诚脸色大变 袖中 手按摸了一把匕首 警惕道 你是谁 柳无参见殿下 那人唤了一声 还行了大礼 这姿态 给李一诚整猛了 柳无 你是谁 柳无没说什么 只是从袖子里 露出一块金色令牌 只见一眼 李一诚便神色大变 连忙下跪 而臣见过父皇 殿下请起 柳无把令牌收起来 而后把戏住院失败的事 说了个大概 如今太子应当知晓 是您背后作梗 万望您小心为上 李一诚脑袋晕乎乎的 一会是宁乐又破了他的算计 一会是父皇的人 知道这些非但不怪罪 还特意来提醒他 小心太子 所以 他之前的怀疑并非错觉 而是 真的吗 李一诚抬起头 头顶月亮光芒很淡 落在来人身上 打出几分阴影 从他的角度 看不清柳无的长相 但 令牌代表他身份不低 且不限于人前的 只有皇宫之中 最神秘的大内暗卫 所以 他不是不被父皇重视 相反 父皇一直在暗中关注他吗 父皇 他也是爱我的吗 李一诚声音颤抖 满腹心酸 这话叫心如钢铁的柳无 都有些难受 这么多年 他奉命暗中 保护这位看似雷弱的四皇子 自是知晓他的艰辛 比起格外受宠 骄横的三皇子 再比如 很小就被立为储君 背靠如是顺风顺水的太子 四皇子却是可怜人 没掌歪 真是老天保佑 柳无微软了神态 陛下一直疼爱宁 只是朝局复杂 世家盘根错节 多年削弱依然强横 为此陛下不得不隐藏 权权父爱 如今夺敌之争越发激烈 还望殿下稳之 甚之 必要时 吃些亏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告诉他 如果太子针对他 只要不涉及生命危险 恐怕陛下不会太护着 李一诚心头威领 面上挂着激动和如沐 而臣感念父皇疼爱 必不会叫他失望 顿了顿 又道 若太子刁难 而臣有法自保 劳烦柳大人告知父皇 莫要为我操心太过 注意身体 而臣感佩不已 柳无眼露欣慰 殿下孝心 属下会如实禀告 公主府 李宁乐着李一 盘腿坐在榻上 脑袋里回想 今夜发生种种事端 估计着各方势力会有的反应 尤其是启德帝和太子那边 太子知晓 男主算计 必然不会放过他 今日也有参与的他 恐怕会被老东西记恨上了 后面日子要难过些了 边想边吃青色葡萄 旁边桃花给他轻轻打扇 春菊添了一杯安神的温茶 就在这时 李宁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今儿是不是高公共生辰 春菊文言仔细回想了下 回公主 是呢 今儿四月初三 恰是高公共生辰喜 坏了 本宫忙烟花大会昏了头 李宁乐懊恼拍了拍脑门 赶忙道 春菊 快 这人即刻被李送去阿翁京中宅子里去 第198章 宁乐 都是同僚 京中某处大宅子里 一顶奢华小轿子 巧声进去 很快 宅底亮起柔和烛光 高流一身便衣 脚边跟着几个伺候的人 拖鞋的拖鞋 敲腿的敲腿 还有人端来热水为他洗脚 爷爷 您辛苦了 这些人年纪都不算大 是高流收养的小起儿 做了甘孙子 太监没指望有儿有女 但对天伦都很渴望的 高流随意摆了摆手 疲惫不堪 这时 外头来了人 老爷 公主府派人 送来一份礼物 说是 贺宁生辰的 高流豁然睁开眼 复杂情绪一闪 是宁乐公主 正是宁乐公主 果然 除了宁乐公主 没人会记得她一个奴才的生辰 甚至连她自己都忘了 今儿也是她诞生日 高流赤脚下地 直奔门口 朝着公主府跪下 老奴叩谢公主 磕完头 高流吩咐人 把礼物盛上 其他人退下 坐在窗边 高流娴熟地把蜡烛挑了挑 光线好了许多 端向那精致木盒 眼角逐渐带上几分泪光 什么礼物都不重要 重要事的心意 再想起今日皇帝对自己的猜忌 高流又一阵心寒 从十岁起 他就在启德帝身旁伺候了 什么人皇帝最清楚不过 如今各 竟怀疑他串通他人 谋害四皇子 便是高流明白帝王多疑 此刻也心里难受 公布 李宁乐哈欠连天的刚坐下 侍郎郑尔昌就奔过来 满脸红光 不晓得的 还以为他昨儿个成亲娶媳妇呢 公主 公主 您知道昨日镜像多少吗 多少 李宁乐又打了个哈欠 昨夜想是太晚 做噩梦了 梦到启德帝不装了 直接把太子三皇子 他们堵死 然后硬捧男主拉狗比登位 男主一上位 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囚禁 威逼他外祖父 交出所有钱财 然后和女主一起过来嘲笑他 怎么做都没用的 他们是主角 他是炮灰 炮灰就该有炮灰的样子 妈大 真叫人生气的噩梦 这个术 郑尔昌兴奋竖起一只手 五根手指张开 一天就挣了五千罐 仅仅摊子费用 他还没说完 后头传来一道不屑声音 五千罐 我还以为五千两呢 郑侍郎 就算你支持公主入巢 也不能睁眼瞎捧吧 五千罐也算多吗 郑尔昌脸色一变 不爽回头 骑士郎 他阴阳怪气的扬起下巴 是是是 五千罐才几个钱 哪里够宁齐大人一顿饭钱哦 可你别忘了 这是百姓们缴纳的贪税 且止一天 还不算拉动民生经济带来的影响 那又如何 拉动经济是户部的事 咱们公布就算做了 能代表什么呢 齐横笑的讽刺 拍了拍身上官服不存在的灰尘 灭得不行 郑大人 不是我说你 狗拿耗子的是少做 免得户部 瞧咱们更不顺眼 到时候来年拨款预算不给批 你是打量大家伙 喝西北风去吗 你 正耳畅脸泛起青涩 齐大人 你这意思是说 互不批的预算 是给你们中饱私囊用的 国家发的俸禄 都不算钱是吗 李宁乐好征以侠地问道 齐横面色一变 立马反驳 臣可不是这个意思 他自称臣 百名不认宁乐的身份 那不然您给本宫解释下 什么叫做 让大家喝西北风去呢 李宁乐微微笑 语气看似随意 实则强硬 这 齐横叫苦不迭 这种话 如何能摆到台面上 公主岂非明知故问 好在他混酒观场 历时就有了解释的话术 只是没等他开口辩驳呢 正耳昌抢先一步 公主说的是 什么就喝西北风了 拨款预算 本就是用宫中下 派各种差事工程所用 咱们实军俸禄 还能指着预算盘剥吗 齐横震惊 不是 你他妈狠起来 自己都坑了 感情预算 里头盘剥点油水你没拿 正耳昌回了他一个 不屑的眼神 咋的 谁让你咬我 我们正家主打一个 同归于尽的打法 再者 公主让他们有了自己赢上 以后正大光明的洽钱 不好吗 非得找死啊 齐横 李宁乐笑咪咪道 原来是这样 真有盘剥国库银子的情况 本宫 还以为是传闻呢 公主 这当真只是传闻 当真是传闻 齐横额头冒汗 连连解释 是不是传闻等 本宫回禀了父皇 派人来查一查 在下定论 公主 齐横慌神了 这一查还了得 他在公布的时间不短 且侍郎 是上书之下第一人 父职多为管辖事务之实权职位 他和正耳昌两个人 不说巨贪 那也绝对不是干净清官 献下正耳昌这四不要命 他可想要这乌纱帽 和向上人头的 哦对了 正耳昌是五皇子亲舅舅 他可能顶多隔职回家 过两年 又从别的地方生上去了 他不行啊 他家没在宫里 做娘娘的罩子啊 本不过挤兑两句 让宁乐公主知难而退 谁诚想有正耳昌 这么个狗腿子 公主本人也是个愣头亲啊 齐横后悔不迭 早知道不该听 四皇子的话来烫 这趟浑水了 以四皇子目前的势力 恐怕保不住他的 想通这个关节 齐横非常实时务地 趴击一下 给宁乐跪下 公主原外郎大人 咱们都是同僚 牙齿和嘴唇 还老有磕碰呢 今儿是我嘴贱 我以后绝对不敢 多说一句不是了 宁大人有大量 高抬贵手 说着 他喷喷磕头 正耳昌爽死了 这个齐横一直和他不对付 平素里没少几对他下半子 公主来公布之后 他一直冷眼看笑话 朝堂上也跳得欢食 如今刚做出点成绩 又来泼冷水 被公主收拾了吧 活该 正耳昌偷偷往公主身后站了站 这样齐横相当于 也在给他磕头 嘿嘿嘿 爽快 李宁乐眼瞧着齐横连连磕头 头上很快出现红痕 没做声 他不吭声 齐横就更加用力 额头都出血了 还不敢停 齐横这个人 宁乐记得他是男主狗腿子 很识相的一个小人 忠诚度一般 可以利用利用 好了好了 齐大人 好端端的 你怎么磕起头来了 快起来吧 这要出去旁人问起来 还当本宫恃宠而交呢 正耳昌鹦鹉学舌 可别当我们公主恃宠而交呢 齐横立马 这和公主无关 是齐横走路没长眼 撞上铁门 这嘴 的确会说 起来吧 公主 齐横可怜巴巴 没敢立刻起来 宁乐一笑 都是同僚 唉 多谢公主 多谢公主 齐横高兴起来 连累又磕了几个砰砰响头 正耳昌看着吸了口凉气 感觉脑门疼 不过你刚说的也有点道理 拉动民生经济 的确像是我们公布多管闲事 李宁乐摸着下巴捣咕了一句 齐横趴击又跪下了 这次还抽了自己嘴巴 是臣嘴见 臣嘴见 第199章 打秋风的来了 唉呦 齐大人你这是作甚 我又没说你说的不对 李宁乐一脸震惊 像是不明白 齐横为何又跪下一样 求就看向正耳昌 正大人 你快扶起大人起来啊 我一个小小原外郎 如何担当得起 哦 正耳昌配合作戏 颠颠过去 齐侍郎你这样 岂不是叫原外郎难做 快快起来吧 齐横颤颤巍巍 小心翼翼打量 宁乐神色 那叫一个小可怜 他错了 真的错了 从一开始就不该来找茬 如果没有来找茬 瞧着齐横那满脸后悔 额头挂红的凄惨样子 正耳昌嘴角像是被烫了 疯狂上扬又下压 哎呀 不能笑 不然愁更深 齐侍郎 别拿你小人之心度 我们公主之大度 公主说了不计较 那就不会计较 齐横事事点头 公主 是陈鱼顿了 陈鱼不可及 没明白公主教诲 正耳昌切了一声 马屁惊 齐横又溜须拍马了一番 好话不要钱一样 李宁乐发现了 官场老油条的套路 不求有功但求马屁家无过 是升官之路 不说这些了 烟花招牌已经打出去 接下来就看百姓们 是不是捧场了 李宁乐说起正事 面色交金消失 严肃认真起来 正事郎伯的人都安排出去了 今儿是第一天 先看看情况吧 是 我一会亲自去盯 可有人订购 正耳昌也正色起来 能不能在民间推广开 就看今儿的回馈了 这才是他一早过来的缘故 想要这个差事 齐横动动嘴 又忍住 努力做出一副忠臣姿态 我也做些什么吧 你 正耳昌斜眼看他 想说 你压不搞破坏 泼凉水 就不错了 但公主刚饶恕他 定然有用 于是他闭嘴不言 李宁乐汉手 齐大人 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之前 很多大臣们 退了烟花订单 这些暂且可以不管 但户部那边 咱们还得争取一下 齐横 他为难不已 公主 户部可不好打交道 户部专门管财政的 跟他们要点钱 那跟挖他们祖坟似的 皇上都经常背对背拒绝呢 又不是要钱 只是去做生意 李宁乐一脸 我相信你的表情 齐大人 你定然不会叫 本宫失望的 对吗 是 齐横哪敢说不是呀 宁乐公主 看着笑眯眯的 谁知道 会不会扭头 拒禀了陛下 查公布的账务 屁股不干净 就没资格拒绝 公主 高公公来了 桃花从外头快步进来 禀告道 李宁乐到了生之道了 起身外出 郑尔昌和齐横赶紧跟上 高流瞧着宁乐 和两位侍郎一起出来 没点亚色 只是端着一如既往的笑 皇上口谕 特许公主五日后 和诸位大臣一起上早朝 宁乐扶身屈膝 身后郑尔昌和齐横跪地聆听 听完 愣住了 尤其是齐横 冷汗直冒 陛下这是多宠公主 从六品虽有上朝资格 但多数 只在大典节日的大朝上 才能觐见的 郑尔昌抬头看了一眼公主背影 略带担忧 上朝 岂非要被那些文臣 对脸挤对了吗 公主小女郎面皮薄 能受得了吗 口语读完 高流亲自扶起宁乐 极快地小声道了一句 公主保重 李宁乐秒明白起得地 是打算让他独成压力 想来这些日子 文臣们闹腾得很凶 说明张素婷大人 不遗余力啊 李宁乐垂眸压住眼底的笑 抬起头小脸上 依然是单单纯纯的 好业 宁乐知道了 送走高流以后 齐恒立刻表示 自己去护部办事 宁乐叫住他 我与大人一起去 正好去拉拢 护部尚书的支持 齐恒后背冒出冷汗 公主这是盯上他了 他怎知自己是 打算敷衍过去了 好 是 齐恒忍痛答应 李宁乐和郑尔昌 说了一声 与齐恒一起去往护部 护部 自从听了宁乐的话 一上职李义雀 就去找护部尚书 讨教如何理财 护搜 小妙招 两人臭味相投 奋为知己 要不是 李义雀身份是皇子 拜把子 是大逆不道 护部尚书 当即就能和李义雀拜一个 钱大人 我又想了个 有关如何杜绝 各不预算 过多准则十八条 你要不看看 李义雀捧着一个册子 快不而来 钱尚书 一听这个露出喜色 哦 快让我看看 尚书大人 外头护部尔小利 进来禀告 公布的骑士郎 和原外狼来了 骑士郎 他又来打秋风了 不见 钱尚书头都没抬 埋在李义雀 递来的册子里 眼睛放光 不愧是我最好的 抠搜大王兄弟 这法子 妙啊 尚书大人 护部小利不敢走 只是尚书 明显不理会他 他只能求救 看向李义雀 五皇子殿下 公布原外狼也来了 公布原外狼 李义雀 本也没当回事 一个小六瓶罐而已 侍郎都不见 还能见他 只是忽然反应过来 宁乐来了 护部小利连连点头 是的是的 那得见 李义雀转头 和钱尚书开口 是宁乐来了 咱们去看看 钱尚书 努力把眼珠子 从厕子里拔出来 宁乐公主 那见见吧 可以不给侍郎面子 公主面子 还是要给的 何况 那可是财神奶奶 护部门口 齐横抹了抹额头 被晒出的汗珠 公主 明看 我就说了 护部尚书 不会见我们的 这都等了小一刻了 李宁乐站在伞下 平静道 再等等 陈眉骗您 我也算是和护部 打过不少交代的老陈了 他们护部的人啊 各个狗眼看人低 齐横嘀嘀咕咕 疯狂给护部上眼药 曾经还说 我们是爱打秋风的呢 文言 李宁乐 微微偏头看向齐横 不可思议道 真这么说 那可不 我亲耳听见的 齐横露出愤慨之色 李宁乐醋眉 旁边传来一道怒喝 好你个齐横 背后抹黑本尚书是吧 一个穿着官服的胖老头 怒气冲冲 奔到宁乐跟前 先给他行了个礼 陈见过公主 然后插着腰 对着齐横 一顿狂喷 齐横你个不要脸的货色 本尚书何曾说过 公布来人剧 是打秋风的 本尚书说的是你 你个打秋风的 第二百章 让功劳 不 是供赢 齐横脸都绿了 钱大人 我每每过来 据是为公布 核算承报条子 哪里担得起一句打秋风的 这都是为陛下办事 呵呵 你们公布 的确是为陛下办事 但里头 到底贪了多少 刮了多少 中宝私囊了多少 有些人心 里头有数 钱大人插着腰 仰起下巴 别自己是傻子 就当本尚书 也是傻子 你 齐横眼睛气红了 面皮长得亲子 身带卑切 向您乐诉说委屈 公主您听见了吧 就因着咱们公布 下头多位匠人 便被人瞧之不起 连带着我们这些个来 预算的 都被人当成 打秋风的叫花子 还被人污蔑贪末 呵呵 钱上书怒了 你少扣大帽子 谁瞧不起 你们公布的人了 是你们 每每预算都很离谱 难道你们要多少我 就得给多少吗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们公布 历来是六部垫底 要点钱 推三阻四就算了 被排在最后一个 处理就算了 现在还被你们 冠上打秋风 贪末的罪名 齐恒悲愈欲绝地回喷 这就是为什么 他不乐意 来户部的缘由 户部的人说话推损 一点面不给 要说贪末 各部的人 难道少吗 他们公布的 他是贪的最少的 户部自己掌管财政 不知道 捞多少进自己兜里了 再说了 这是国库的钱 又不是他们户部人的钱 够了 都闭嘴 李宁乐利喝一声 两人将将停下 钱上书气的连连吸气 齐恒亦是红着眼珠 恨不得上前咬他 二位一个正义品大员 一个正二品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吵架 可真行啊 李宁乐似笑非笑 明显生气了 他们吵架什么时候 不能吵 非得这会子吵 无非一个 想借他是压人出一口恶气 一个怕得罪文武百官 故意借着骂齐恒的事 刁难刁难 摆个态度 李宁乐 钱上书 我是来和你谈 两部合作的事 你要不乐意 我也可以直接 去找太子 户部 也是太子手里主管的 钱上书面路歉意 公主 臣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原外郎 李宁乐 强硬表达自己的身份 钱上书心头一叹 这可如何应答 户部作为六部之首 他要应了 岂非给太子找麻烦 米郎不可为官 是所有官员 一致认定的 宁乐 宁乐怎么还没进来呢 没一开始 跟出来的李义 却见门口僵持了 打忙出来打圆场 钱大人 咱们有什么事 非得在门口说吗 进去再说啊 是是是 钱大人连连点头 李宁乐还想说什么 李义却不动声色 碰了下他胳膊 微微摇头 他抿唇 却也明白 对待户部上书 不像对付宫部那么简单 慢慢来吧 李宁乐 很快调整了心情 一行人进了户部 户部门口发生的事 很快传遍宫内外 闻五百官那边 闻臣算入们嘲笑 宁乐公主以为 户部上书 是宫部上书 那等没出息的呢 真可惜不在当场 张素停路过此处 被叫住 张大人 你可听闻陛下的口谕 要宁乐公主五日后 和我们一起 上早朝呢 有这等事 不行我要上折子劝谏 陛下糊涂啊 朝堂是多么神圣的地方 如何能让女子踏足 自古以来都没这等 离其出阁之事 不行 我们不能这么眼睁睁 看着陛下一错再错 张大人 您说呢 这帮闻臣愈发愤慨 齐齐看向张素停 指望他说句话 张素停扫过猪人 面色慢慢冷冽起来 自然 不过我建议大家戴五日之后 朝堂之上亲自惨 这样才有效果 张大人说得对 如今陛下 对于我们的折子看也不看 不若戴五日之后 朝堂上咱们口诛笔伐 直指宁乐公主本人 没错 修也要修死她 女郎为官 已然天地不容 污秽之身 岂能踏足神圣朝堂 没错没错 张素停离开此处 看着外头 碧蓝如洗的天空 心情有些沉闷 宁乐公主啊 您到底有没有办法 还是说 她算错了 如今四皇子 依然被禁足 陛下貌似 真没有一丁点对其不同 那日天外陨石事端 产生的察觉 是她想错了 还是 水太深呢 互布 李宁乐说明来意 前尚书面容 从开始的营业微笑 到现如今的吃惊和纠结 公主 您说的可当真 公布真要把 拉动民生经济这个功劳 给我们互布 齐恒在旁咬牙切齿 公主都说了 岂能有假 她都不知道公主 竟有这样打算 公布推广的烟花 在民间售卖 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包括不限于贪税 地方经济上升 调动民生 等等好处 这些要报上去 升官发财 都是最基本的 像户部上书 这种已经是正义品的 保不齐就能得封爵位 光宗耀祖 而这 本该是他们公布的功劳 只是齐恒心里也清楚 这功劳 即便给公布 也拿不住 因为各种税收 经济上升 天然属于户部管辖 而且想实行成 这些很多东西 需要户部 给予方便 单靠垫底部门的他们 根本是完成不了的 李宁乐笑容不变 钱大人这话说的 单靠公布是 做不了这些大事的 六部之中 互为帮手 才能为国效力 为百姓谋福呀 所以这所谓功劳不算让 而是 共赢 这话 是该从一个 只会吃喝玩乐的 规格女郎嘴里 说出来的 钱上输金了 心头一阵复杂 这当然是好事 问题在于 公主是想 要臣支持您 为官来换这个合作吗 李宁乐挑眉 随后摇头 不 支持不支持的不重要 宁乐只是 想做一个 原外郎该做的事罢了 本来他的确是 这么打算的 用一个功劳 换户部尚书的支持 但有了刚刚门口那一出 宁乐改变策略了 钱尚书 打量着宁乐 想看看 他说的话 是真情 还是假意 李宁乐任由他打量 面色正正 单纯干净 一双单凤眼 清澈见底 没有纵横观场 那些老狐狸们 特有的金光闪烁 既然如此 咱们 没有线 情侣